莫小蝶以为最久扑倒华大的男神陆陈旭就是他人生的巅峰 却没想到扑倒男神之后 他竟然神奇地生下了九个宝宝 世间罕见的九胞胎刚刚满月就被别有用心的夜蓝蓝拐卖 七年之后莫小蝶王者归来 沙发果断的女渣 找孩子 谈恋爱 一样都不落下 第一章 一切只是个意外 雨晨的五月依旧小雨犀利 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片朦胧中 某家星级酒店内 莫小蝶睁开眼 挠了挠头发 很快被眼前的一切给吓到 陆陈旭竟然睡在他身旁的床上 陆陈旭 他们学校的男神校草 让多少女人尖叫疯狂 断断续续的回忆 涌入他的脑海 他昨天好像喝多了 在酒店房间门口 遇到了男神 陆陈旭 于是 他脑子一抽 以为是在做梦 就将对方拉入房间 此时的陆陈旭 脸上微微泛红 似乎还陷入沉睡之中 莫小蝶懊悔的用力 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老天爷啊 他都干了些什么 这要是让那些疯狂的妹子们 知道他恐怕要死无全尸了 还有陆男神 整日冷冰冰的 一副高冷不识人间烟火的模样 他要是醒来 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岂不是要当场掐死自己 想到此处 莫小蝶打了个寒颤 趁着对方还未醒来 轻手轻脚地穿上衣服 用外衣包住整个脑袋 只留下两只眼睛 避开酒店监控溜了出去 回到校园之后 做贼心虚的他 他长长地松了口气 如此看来 校草男神对那天晚上的事 根本不在意 又或者根本没有记住他的长相 一个月后 莫小蝶拿着化验单一脸愁容地 从宇成第一人民医院走出来 他怀孕了 一次就中 安全期怀孕 这种低概率的事情 就被他遇到了 就在莫小蝶纠结着孩子 要怎么办的时候 后面忽然有人 上来用黑麻袋套住他 整个人片刻失去了意识 等他醒来的时候 是在一艘游艇上 眼前坐着滑大的白富美笑花 卢星星 看到他醒了过来 卢星星冷笑了一声 化学系莫小蝶是吗 莫小蝶从地上站起来 还未走一步 就被卢星星身后的保镖给擒住 卢星星 我好像没有得罪过你 他用力挣扎 卢星星一脸愤怒地走上前 没有吗 五一长假第一天晚上 你做了什么 他费尽心机 好不容易才给陆陈旭下了药 没想到却便宜了 这个满脸青春痘的贱人 这个贱人隐藏得还真好 在监控范围内都是捂着脸 他费了一个月才查到他 我 老海中又浮现出那天晚上 他和陆陈旭在酒店的画面 看着莫小蝶一脸回忆的表情 卢星星再也忍不住 一巴掌甩了过去 怎么 小母瓶子贵 以此要挟陆陈旭吗 他拿出化验单 我没有 莫小蝶反驳这个卢星星 还真是自以为是 他以为谁都和他一样 看到陆陈旭就疯狂吗 他莫小蝶虽然喜欢帅哥 但是却不稀罕陈旭那样的高冷直男 一点风情都不懂 就在这艘船上 让他们打掉你肚子里的孽种 说完 卢星星后退了几步 给他灌堕胎药 在这里堕胎 卢星星这是想谋杀他吗 莫小蝶找准时机 趁着身旁保镖接药的瞬间 奋力挣脱钳制 跑到窗边纵身跳了出去 突发状况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 卢星星几步走到窗前 看着滔滔江水 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 这里可是水流最急的长江 就算莫小蝶水性再好 也难逃一死 六个月后 经济闭塞的山区农村 村子最北边一处 不起眼民房内 莫小蝶双脚带着铁链 眼睁睁地看着床上 刚满月的孩子 被一个个抱走 却无能为力 叶兰兰 你们不能这样做 将孩子还给我 她用力地挣扎 铁链被焊接在墙上的铁钩里 她所有的努力都是屠楼 叶兰兰居高临下 一把抓住她的头发 莫小蝶 我爸妈半年前费劲 将你从长江中救出来 就是想让你给我哥当媳妇 没想到 你不但长得丑 人也像蜘蛛 这一胎就生了九个 母猪一窝 也没你生得多 你可知道 你这一个月子 花了我们家多少钱 想到钱 叶兰兰有些厌恶地 一把将她甩开 莫小蝶被甩在地上 顾不得疼痛 爬了过去 你们放我和孩子 我会想办法给你们挣钱的 挣钱 叶兰兰挑了挑眉 多少 我已经被国外的一所大学录取了 你能给我一百万的学费吗 一百万 莫小蝶没想到 她竟然狮子大开口 叶兰兰冷笑了一声 蹲在她身旁 用力拍了拍她的脸 你这头猪生产能力还不错 才七个月 不用去医院 就顺利生下了九个孩子 虽然 那两个虚弱的刚刚断了气 不过 剩下的七个还是有点用 你说什么 莫小蝶突然发怒 低头用力撞向叶兰兰 大宝和小宝死了 不可能 他们昨天还好好的 只是虚弱而已 叶兰兰猝不及防 结实地摔在了地上 身上的疼痛让她瞬间火冒三丈 抄起一旁的鸡毛胆 照着莫小蝶就打了起来 你个贱人 竟然敢撞我 那些野中又不是我哥的 留着有什么用 过了今天 你和我哥结婚了 看他怎么收拾你 莫小蝶抱着头 四处躲藏 却怎么也躲不开 叶兰兰终于打累了 用手指着她 丑八怪 也不知道哪个男人瞎了眼 才会让你有了孩子 不过 我还是要谢谢她 不然我怎么会有出国的学费呢 叶兰兰离开之后 失声痛哭半年前 她跳进长江 在体力不知时 被叶兰兰的父母救了起来 从此就开始了噩梦 她的大宝和小宝 那么可爱的宝宝 就这样没了 叶兰兰 我莫小蝶发誓 此生一定要杀了 你为我的宝宝报仇 不知过了多久 锁着的房门突然被人打开 叶大勇傻笑着走了进来 她警觉的后退到墙角 你 你要干什么 叶大勇一生下来 就是个傻子 三十多岁了 还没有娶到老婆 我妈说 我们要睡在一起 莫小蝶脑子飞快地转动 叶大勇是个傻子 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大勇哥哥 我的脚好疼 都流血了 他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将脚伸了过去 长时间被铁链绑住的脚踝 果然先血淋漓 真的流血了 疼吗 傻子叶大勇的心底 还是挺善良的 好的 你帮我打开脚链好吗 我妈说 打开脚链你会跑的 只有我和你睡在一起 你再生了孩子 才不会走 不会的 大勇哥哥这么好 我不会走的 我保证 绝不骗你 凌晨一点钟左右 莫小蝶打昏了叶大勇 成功地逃离了这个魔窟 他没有急着 逃向村子后面的大路上 而是跌跌撞撞地 跑向村头的一片槐树林中 叶大勇说 他可怜的大宝和小宝 被叶兰兰扔到了这个地方 借着微弱的月光 他在槐树林中 四处找寻孩子 风吹过 前面传来了微弱的婴儿哭声 他心头一喜 跑了过去 感谢老天 大宝和小宝 竟然还有微弱的气息 他抱着孩子喜极而泣 然后向村子后面的大路 狂奔去 他一定要赶快逃离这个鬼地方 否则 大宝和小宝 就真的没命了 刚到大路上 就看到远处 一辆小轿车飞速驶来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莫小蝶一咬牙闭着眼 冲到大路上大声疾呼 停车 停车 小轿车在他面前半米处 紧急刹车 透过车灯 他看到了车身上的标志 整个人突然放松 抱着孩子 缓缓倒了下去 第二章 复仇 七年后 金碧辉煌的新月大酒店 围满了媒体记者 还有无数疯狂的粉丝 今天是女星叶兰希 正式和陆氏集团旗下 星空传媒签约的日子 不远处 一辆黑色小轿车内 莫小蝶拉了拉压舌帽 回头看了一眼 儿子莫子重 好好照顾妹妹 妈咪马上回来 后座上一个酷酷的小男孩 用稚嫩的双手 飞速操纵着平板 上面闪过眼花缭乱的代码 听到妈咪的话 她抬头 你确定一个人能行 你是在质疑 妈咪我的能力 小女儿莫子然 不高兴地 拍了哥哥一巴掌 不许你欺负妈咪 莫子重皱眉 你哪只眼睛 看见我欺负妈咪了 我是担心 她好不好心也不行 妈咪是最棒的 一定会成功的 然然给你加油 莫子然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给她打气 她摸了摸女儿的头 还是然然最贴心 当年 她被打得奄奄一息 丢去了村头的后山上 幸运的是 她在那里找到了 只剩一口气的子重和然然 也就是她的大宝和小宝 路过的李明阳救了他们 他们三人才得以活了下来 这几年 她一直带着孩子 住在李明阳的乡下老家 但是却从来没有放弃过 找寻其他的孩子 七年了 终于找到了叶兰兰 今天一定要从她的口中 问出孩子们的下落 连起满腔的恨意 莫小蝶下车去了酒店 莫子重看着妈咪的背影 沉色片刻 在平板电脑上点了几下 却仪式已经正式开始 星空请来了国内一流的媒体 打算从签约开始 制造声势力捧叶兰兮 叶兰兮在聚光灯下 自信地摆出各种姿势 一脸自信的光芒殴 突然 她感觉肚子有些疼痛 一旁的助理发现不对劲 怎么了 肚子有些疼 我去趟洗手间 捂着肚子 她急匆匆地来到洗手间 莫小蝶悄悄地跟着她 顺便将洗手间的门给锁上了 锁门的声音经到了叶兰兮 她回头 有些恼怒地指着莫小蝶 你是谁 谁让你进来的 她此刻肚子疼得厉害 没时间和对方耽搁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莫小蝶走上前 摘掉了鸭绳帽 叶兰兰吓得浑身一抖 你 你是莫小蝶 莫小蝶一步步将她逼到了墙角 抓住她的衣领 叶兰兰 你真以为你整个容 换了名字 老娘就找不到你吗 你 你要干什么 叶兰兰一脸惊恐 眼前的莫小蝶眼睛通红 满脸愤怒 像是地狱里走出来的恶魔 吓得她肚子更疼了 说 我的孩子在哪里 叶兰兰这几年混得顺风顺水 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 有些不甘的叫嚣 有本事你自己去找啊 不说是吗 莫小蝶没有着急 反而冷笑了一声 你 你这是什么表情 叶兰兰心里有些发毛 莫小蝶趴到她耳边危险 你知不知道你 为何会肚子痛 为什么 叶兰兰猛地想起 半个小时前 她好像喝了助理 从隔壁奶茶店买的奶茶 你在奶茶里动了手脚 莫小蝶放开她 还不算笨 你今天要是不说 下次我会在你的饭菜中放什么 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莫小蝶 这里可是酒店 到处是监控 小心我告你 叶兰兰还在垂死挣扎 监控 告我 大明星 你敢吗 你就不怕我将七年前你 拐卖儿童的事情说出去 莫小蝶再次冷笑 叶兰兰感觉肚子的疼痛到了极限 不能再耽搁了 然而莫小蝶却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坏笑道 你说大明星叶兰兮 闹肚子弄脏里群的新闻够不够劲爆 到时候 陆二少见了你 还有胃口吗 她调查过叶兰兰能有如今的成就 就是因为勾搭上了陆氏集团的二少爷 这才能凭借一部戏签约星空 莫小蝶 快放开我 叶兰兰用力挣扎 却根本挣脱不了 说不说 感觉自己快要忍不住了 叶兰兰终于求饶 我说 我说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她努力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才攀上了陆二少 千万不能被莫小蝶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人给毁了 老爸太弱了 梅衣不肯要 我将她扔在了羽城福利院门口 其余的那几个梅衣都带走了 梅衣 警方一直悬赏的那个范玛儿童的头目 看样子 叶兰兰不像是在骗人 老娘暂且相信你 如果发现你骗我 回头弄死你 走出洗手间 莫小蝶来到大厅 和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擦肩而过 爸爸 这里好无聊 我想回去 忍一忍 马上就走 莫小蝶猛地支住脚步 回头 那个高大俊挺的男人 已经牵着戴口罩的小女孩 消失在拐角 陆成旭 当初阴差阳错 和自己一夜情的陆大总裁 虽然没有刻意搜寻她的信息 但是有关她的传闻 依旧遍布大街小巷 大家都说她是商业奇才 仅仅用了不到七年时间 就带领陆氏走出国门 成为国际知名大集团 没想到这么冷情的男人 竟然有个女儿 也不知道哪个女人 能忍受她的高浪 想到 曾经她对付女人的冷酷手段 莫小蝶经不住打了个寒颤 无论如何 不能让她知道孩子们的存在 否则 后果会难以想象 第三章 找到莫莫 莫小蝶刚回到车上 儿子莫子中就开口了 妈咪 我们现在要去宇城福利院吗 莫小蝶看了儿子一眼 刚刚你又入侵了酒店的监控系统 莫子中狡辩 我是担心妈咪 莫子然在旁边赶紧为哥哥辩解 哥哥说 妈咪好应用 我们是不是很快就会找到其他的哥哥和姐姐了 莫小蝶脸上划过一丝悲伤 不过很快 她就扬起一脸笑意 是啊 妈咪很快就会找到他们 两个小时后后 她的车子停在了宇城福利院门口 她坐在车上 看着福利院紧闭的大门 却不敢下车 敲门当年 她在夜兰兰家中 生下了六男三女九个宝宝 九胞胎事件罕见 她七个月早产 孩子们生下来生命体征都不太好 不过 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 竟然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子仲虽然是老大 当时却最虚弱 三个女孩是同卵三胞胎 然然最小了 生下来时还不到一千克 也很虚弱 当时另外两个女孩 小七 小八的情况 虽然比然然的好一点 可是与正常族月的婴儿相比 健康状况还相差甚远 小八宝宝还活着吗 叶兰兰说 当时的小八宝宝状况很糟 连眉衣都不肯要 子仲何然然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月 三岁之前三天两头生病 若不是 他这个亲妈不眠不休的照顾 不是李明杨父亲的高超医术 恐怕很难活下来 小八宝宝在这个没有亲人的福利院 不知道能否扛过来 他闭上眼睛 有些痛苦地靠在一背上 然然爬过来拍了拍他的脸 妈咪 你怎么了 不是要找小八姐姐吗 莫子仲一把将妹妹拉了过去 别说话 妈咪只是有些紧张而已 紧张 为什么啊 然然一脸天真 莫子仲无语地摇了摇头 耐着性子解释 因为我们无法确定 小八妹妹是否还活着 是否还在福利院 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所以 妈咪不敢进去 怕失望 说完 莫子仲小朋友拍了拍老母亲的肩膀 妈咪 不管结果如何 我和然然都和你一起面对 看着如此懂事的儿子 莫小蝶深吸了一口气 推门下车 子仲说得对 不管结果如何 妈咪都要面对 他们找到院长 说明来意 院长看到 然然愣了一下 福利院内确实有一个小女孩 年龄 相貌 和你的这个女儿很像 真的 那她在哪 莫小蝶一脸惊喜 院长满脸遗憾 三年前 有一位女士领养了默默 默默 是 那个女孩名叫默默 院长能否告诉我们 是谁领养了默默吗 原来 她的小八宝宝名字 叫默默 院长有些为难 这个关系到个人隐私 上面有规定 恕我不能奉告 不管她如何哀求 院长都不肯说出 领养默默的人 天色已晚 子仲和欣然找地方住下 刚安顿好 莫子仲就拿出电话 熟练地拨了的号码 李叔叔 帮我查一下 宇成福利院 三年前是谁领养了一个 叫默默小女孩 我刚刚入侵了他们的网站 竟然什么也没有查出来 莫小蝶瞪了儿子一眼 夺过他手中的电话 喂 李哥 我是小蝶 刚刚子仲在宇成福利院网站上 一无所获 麻烦你尽快帮我查一下 好的 你放心 明日一早 一定给你答复 李明成是李明杨的弟弟 从小贪玩不爱学习 前几年 他和莫小蝶合伙 开了一间保全公司 手下有一批私家 侦探收了电话 他叮嘱儿子 谁让你抢在妈咪前头 打电话了 有一个太聪明的儿子 真是让人头疼 小小年纪 不断碾压他这个 老母亲的智商和能力 还让不让人活了 看到妈咪生气了 莫子仲迈着小短腿跑过来 讨好的抱住他的腿 我是看妈咪太辛苦了 想帮妈咪分担一些而已 妈咪不要生气了 软软懒懒的声音 让他心里的气 一下子就全消了 他弯腰抱起儿子 还是大宝贴心 莫子仲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妈咪不要难过了 大宝一定会帮你 找回弟弟妹妹的 好 妈咪不难过 莫子仲看到妈咪抱着哥哥 也跑了过来 妈咪抱抱 他蹲下抱着儿子和女儿 一脸幸福 第二天早晨七点半 他接到了李明成的电话 小蝶 查到了 三年前 一个叫卢欣欣的女人 领养了默默 卢欣欣 他为何要领养默默 能查出来 默默现在在哪吗 他深吸了一口气吻 卢欣欣当年办理好领养手续 直接带着默默去了陆家 默默现在的身份 是陆氏集团的千金 据我推断 他应该是看到 默默和陆成旭长得非常相似 故意利用默默 接近陆成旭 陆成旭和默默 已经做了亲子鉴定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轻笑小蝶 你傻了吗 陆成旭是谁 不经过亲子鉴定 他能承认默默的身份 能让卢欣欣自由出入陆家 默小蝶沉默了一会儿 卢欣欣和陆成旭已经结婚了 没有 陆家只认了孩子 并没有接受卢欣欣 不过卢欣欣利用默默 在背地里搞了不少的小动作 想逼着陆成旭娶她 好的 知道了 挂断电话 默小蝶飞快地打开电脑 搜索了关于陆氏 陆成旭的所有消息 陆氏集团的业务范围和实力 令人震惊 涉及了服饰 珠宝 娱乐 旅游 地产等多个领域 资产无法预估 陆成旭本人 早已连续几年 位居国内富豪榜前几名 他的俊朗外表 高冷气质 沙发绝断成了个媒体炒作的热点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这或七年来 竟然没有一丝的花边新闻 他身边除了三年前 利用默默接近的 他如星星外 没有一个女人 有人传言他兴趣向有问题 因为他的助理和秘书 都是斯文帅气的小伙子 他还有一个从大学时代 就在一起的好基友 有一个新闻点击率特别高 说是 他们公司 一个貌美的前台 故意假装摔倒 想要引起他的注意 结果 被他当场叫保安扔进了垃圾桶 随后那个前台被开除 同时遭到了陆氏的封杀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工作 浏览完这些 莫小蝶有些苦恼的 靠在一背上 这个陆成旭太难对付了 冷酷 睿智 但是不尽女色 根本找不到弱点 要如何才能够不暴露身份 将默默从他身边抢过来呢 虽然 新闻上显示 默默在陆家过得非常好 是所有人的心肝宝贝 可是 卢欣欣的女人 现在是默默的妈妈 她品质低下 心狠手辣 会将自己的宝贝女儿给交坏的 无论如何 她都要想办法 将默默抢回来 不能让她跟着卢欣欣学坏了 第四章 甜点师父 回到雨晨第二天 她得到消息 陆陈旭准备让默默 去雨晨第一小学上一年级 她皱了皱眉 按理说 陆氏集团有钱有势 默默应该去本市最好的贵族学校上学 可是 陆陈旭却让她去一小这样的公立学校读书 这是什么意思 莫子仲正在沙发上陪着然然看电视 一回头看到妈咪一脸愁容 贴心地跑了过来 妈咪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莫小蝶抱着她 坐在自己腿上 没什么 你们九月份就要上小学了 妈咪准备送你们去雨晨一小上学 莫子仲歪着头 是因为默默要上一小 所以妈咪是准备通过我们接近默默吗 莫小蝶一愣 你都知道了 莫子仲凑到她耳边 妈咪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陆氏那么有钱 却将默默送到公立学校 为什么 妈咪 你过来 莫子仲打开平板电脑 飞快地在上面敲了一些代码 电脑上竟然出现了陆家别墅内的监控画面 你 儿子再一次用他的黑客技术 碾压了他这个老母亲的智商 莫小蝶一脸无奈 监控画面显示 在陆家别墅的院子内 默默正坐在一棵花树下吃甜点 可是不知为何 吃了一口 突然将甜点扔了出去 很快 负责做甜点的保姆被叫了上来 默默指着保姆一顿痛骂 小小年纪 说话却极为难听 陆成旭正好看到这一幕 黑着脸将默默拉进了屋内 如此看来 默默确实已经受了卢欣欣的影响 他刚刚骂人的表情和如欣欣 简直一模一样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陆成旭 才要将默默送到一小上学 是想让他体会一下普通人的生活吗 不管怎样 一定要想办法 尽快将默默抢过来 第二天 他联系了李明成 将他们公司 在宇成一小附近的一处三房两厅收拾出来 并办理相关手续 他准备九月份 让子重和然然也到一小上一年级 最好子重耐购和默默分在一个班级内 李明成的工作效率特别高 仅用了一个月时间 就处理好了一切 在他搬家那天 李明成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小蝶 上个月陆家的甜点师傅被辞退了 三天之后 陆家有一场晚宴 据说是陆老夫人的七十岁生日 陆家低调 只宴请了一些敬亲 请了新月酒店的厨师团队过去 我已经打点好 你到时候 以甜点师傅的身份和厨师团队一起进入陆家 以你的手艺 一定会被陆家留下的 太好了 那子重和然然就拜托你了 这个你尽管放心 第二天 李明成带着他 陆小蝶向对方展示了自己高超的甜点制作技术 厨师长很满意 当场拍板录用了他 陆小蝶谦虚 会来事 入职第一天 就给后厨的每一个人都带了小礼物 因此 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剩下的两天 他从这些后厨员工口中 成功套出了陆家所有人的口味和喜好 陆老夫人和陆母不太喜欢吃甜食 都有一些文艺倾向 因此 他决定在生日蛋糕中 融入一些手绘的元素 陆家的男人们 对食物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只要干净健康 营养均衡就行 因此 他按照星级酒店的宴会标准 给陆家的男人们准备了一些甜点 最后就是默默 默默对糕点的要求就非常多了 只能是板栗 抹茶 香草 这三个口味的 必须是新鲜出炉 不到一小时的 还必须形状好看 最好是各种的动画 卡通人物形象 为此 陆家已经辞退了好几个甜品室了 小蝶 你到时候可要小心啊 同事们都有些担心他 放心 我会努力做到 让陆总一家人都满意的 卡通形状的蛋糕 这个对他一点难度都没有 家里那两小只没事 总缠着他 做一些小猪配棋 叶罗莉仙子 光头强等的卡通蛋糕 默默还从来没有吃过 他这个亲妈做的东西 想到此处 他心里有些难过 三天之后 他和厨师团队一起进入陆家 无论如何 他都要先见一见他的默默宝贝 陆家别墅在郊区 周围的环境非常好 整个院子装修的古色古香 充满了文艺气息 四月的傍晚 天气还不太热 晚风吹过 飘来了阵阵花香 时间还早 莫小蝶做好糕点之后 借着上厕所的功夫 悄悄溜到了二楼 他来之前 已经研究过陆家别墅的户型 默默住在二楼最南边 挨着陆陈旭那间卧室 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了默默的声音 妈咪 你去和爸爸说一说 我不想去第一小学上一年级 卢欣欣 心里有一丝窃喜 他周围朋友的孩子 都在语成最好的贵族学校上学 他如欣欣的女儿 却要去破旧的公立学校 这要是传出去 他的面子往哪个 于是 他假装心疼地抱住默默 妈咪也不想默默去那里上学 第一小学设施陈旧 老师古板 都是一些穷人家的孩子 缺少教养 不讲卫生妈咪朋友的孩子 都在语成贵族学校上学 他们说 学校的设施 环境 老师都特别好 默默趁机撒娇 那妈咪帮我去和爸爸说一说 如欣欣有些为难 这 你爸爸决定的事情 妈咪不好听你说话 哼 你还说最爱我 这点小事都不帮我 我以后再也不喜欢妈咪了 默默好像有些生气 房间里安静了一分钟后 又响了如欣欣的声音 妈咪虽然无法改变你爸爸的决定 但是太奶奶可以 待会晚宴开始以后 你去给太奶奶助寿 嘴巴甜一些 求她帮忙 如果爸爸不听太奶奶的话怎么办 那 你就哭闹 今天来了这么多人 我想你爸爸碍于面子 一定会答应的 你是谁 在这里做什么 忽然 陆陈旭森冷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墨小蝶调整好面部表情 一脸惊恐的扭头 看了陆陈旭一眼 似乎是被吓到了 那 那个我 我想上厕所 这 这里太大了 找不到路 陆陈旭扫了他一眼 看他穿着星月酒店员工的衣服 皱了皱眉 一楼走廊镜头 有客人专用的洗手间 来的时候 你们领班没有告诉你吗 那个 那个 我是新来的员工 第一次来这种高级的地方 紧张 所以忘记了 房间内的默默和卢欣欣 听到门外的声音 一起走了出来 你是谁 为什么会在我房间门口 默默问 我是负责糕点制作的 不小心迷了路 看着女儿就在咫尺 莫小蝶强忍住上前 拥抱她的冲动 宴会马上开始了 你下去吧 没事不要离开厨房 陆陈旭冷冷的命令 是 莫小蝶低着头 小心的退出了二楼 回到厨房 他脑子飞转 卢欣欣已经把默默教坏了 必须想办法 尽快带走默默 今日 无论如何 他都要留在陆家 六点半左右 陆家别墅门口 逐渐出现了一些豪车 先后走进来一些形形色色的人 七点钟 晚宴准时开始 默默今日 穿了一件粉色的公主裙 头上戴着钻石皇冠 像是童话里走出来的公主 她跑到陆老夫人面前 攀住陆老夫人的脖子 献上了甜甜的吻 太奶奶 默默助您福如东海 瘦比南山 说着 仔细地看了看陆老夫人的脸 太奶奶 你今天真漂亮 比默默还要漂亮 陆老夫人宠溺地抱起她 捏了捏她的鼻子 就属你的小嘴甜 那太奶奶喜欢默默吗 喜欢 怎么会不喜欢 太奶奶最喜欢的人 就是默默 那太奶奶 能不能帮默默一个忙 什么忙 陆老夫人歪着头 一脸笑意 陆母也忍不住笑起来 默默一定是待会儿 想要多吃一些蛋糕 奶奶告诉你 蛋糕吃太多 会长蛀牙哦 默默小眼一瞪 奶奶 我不是要吃蛋糕 那我们小默默 想要干什么 默默看了一眼陆陈旭 紧紧抱住陆老夫人的脖子 太奶奶 你帮我和爸爸说说 我不要去第一小学上一年级 那里都是一些穷人家的孩子 不讲卫生 缺乏教养 默默不喜欢 默默的话一出口 周围突然变得极为安静 陆家一直是书香门第 陆老夫人夫妇 曾经都是大学教授 陆父 陆母 也都是名牌大学出身 受过极好的教育 当年他们抓住机遇下海经商 也是从苦难中走出来的 陆陈旭兄弟俩 都在与诚义小上过学 陆陈旭的发小 好记有白号 悄悄地碰了碰他的胳膊 我终于知道 你为何坚持 要将默默送去第一小学读书了 陆陈旭冷着脸上前 将默默从陆老夫人的怀中拉了下来 默默 今天是太奶奶的生日 我们不说这个好不好 默默生气地甩开他的手 不要 我就要今天说 爸爸你不爱默默了 默默讨厌爸爸 说着竟开始大哭起来 陆母心疼地抱住他 默默不哭 今天是太奶奶的生日 我们应该高高兴兴的 默默推开陆母 突然坐在地上撒泼 我不要去第一小学 我就是不要去第一小学 虽然今日请的都是静亲 可是现场也有一二十人 默默如此胡闹 让陆家人都一脸尴尬 陆陈旭上前试图拉起默默 默默最乖了 小叔带你去吃蛋糕好不好 听说 今天他们做了好多你喜欢的口味 默默一把甩开他的手 我不吃 我就不吃 爸爸不同意我 饿死也不吃 第五章 奇妙的蛋糕 默默坐在地上又哭又闹 谁劝也没有用 非要逼着陆陈旭答应他的要求 碍于这么多亲戚在场 陆陈旭也不好发作 正在大家头疼的时候 默小蝶突然推着一个五层大蛋糕走了出来 大蛋糕上守会了陆陈旭一家人的画像 微妙微笑十分形象 大蛋糕后面 一个大型托盘中摆放了熊出墨 小猪佩奇 小花仙等各种动画人物造型的蛋糕 灵动逼真 他端起后面的托盘 走到默默面前 模仿小花仙的声音 小公主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喜欢吗 默默说到底还是一个孩子 立刻被眼前各色造型的蛋糕吸引 这都是蛋糕吗 当然了 都是按照你喜欢的口味做的 这个是板栗味的 这个是抹茶味的 默小蝶指着托盘中的蛋糕 耐心地解释 你怎么做到的 默默一脸好奇 默小蝶转身将托盘放在桌子上 然后拉起默默 依然模仿小花仙的声音小公主 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 坐在地上衣服脏了怎么办 默默顺势跟着他起身 跑到桌子前 太好看了 我要你留下来 天天给我做蛋糕 这一场小插曲到此结束 默默被各色蛋糕吸引 暂时忘记了第一小学的事情 陆老夫人的生日宴会得以顺利进行 宴会结束已经是晚上十点半左右 默小蝶和厨师团队的人收拾完之后 正准备离开 却被陆家的管家通知 去二楼的书房 说是陆成旭在等他 陆成旭大概是要和他谈论 留在陆家做糕点的事情 如此看来 他虽然严厉 但是却非常爱默默 将女儿的每一句话都放在了心上 书房门扮演着 他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里面有声音 当年你在福利院见到默默时 就应该知道 他是我的孩子 说吧 你收养他的目的 另外 你要怎样才肯放弃默默的抚养权 陆成旭声音冰冷 门外的默小蝶一愣 默默的抚养权 竟然还在卢欣欣手里 怪不得这三年来 他能自由出入陆家 卢欣欣的声音 透露着委屈 陈旭 你误会我了 我收养默默 没有任何目的 你也知道 我从学生时代 就对你一往情深 无论默默的亲生妈妈是谁 我都会将默默 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的 是吗 卢欣欣 我是看在卢伯伯的面子上 才一直容忍你 既然如此 我明月就让律师拿着亲子鉴定 去法院申请默默的抚养权 卢欣欣的声音里 透露着浓浓的鼻音 像是哭了 陈旭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我只是从学生时代 不小心爱上了你 你为何要这样对我 陆陈旭的声音里 透露着不悦和压抑的怒火 趁我还有些耐心 你最好主动放弃 否则 休怪我不顾及两家人的情面 屋内一阵沉默 只听到卢欣欣的低唾声 滚入陈旭 似乎已经忍耐到极限 卢欣欣捂着嘴出来时 正好撞上莫小蝶 她狠狠地瞪了莫小蝶一眼 蝶得业 你不过就是个做蛋糕的 七年时间 莫小蝶的变化非常大 脸色的青春痘早已滞后 如今 她化了淡妆 整个人虽称不上美貌 却也清秀动人 因此 卢欣欣根本没有认出她 卢欣欣走后 她站在门口有些犹豫 陆孝草此时 似乎还在气头上 自己现在进去 会不会成为炮灰 可是对方根本不给她思考的机会 近来 陆陈旭冷冷的声音 穿过门缝传了出来 她深呼吸 调整情绪 推门走了进去 陆总 您找我 陆陈旭抬眼打量了她一下 莫小蝶穿着一身员工衣服 扎着马尾 身材单薄 有些瘦 容貌还算清秀 她看着手中的一份文件 盯着莫小蝶 莫小蝶 华大一夜 国家一级甜点师 曾在米多多甜品店任店长是吗 是 莫小蝶低着头 华大那也算是知名连锁店铺 我很好奇 你为何会放弃那边优秀的待遇 来星月酒店 做一名小小的甜点师 毕竟这边的待遇 和你之前的相比 差得太多 陆陈旭冰冷的语气中 充满谨慎和质疑 莫小蝶依然低着头 整个人似乎有些紧张 手紧紧地攥着衣袖 那个 是 是一些私人原因 陆陈旭只查到了 他曾在米多多任店长 并没有挖出他 就是米多多的幕后老板 看来 李明成那边保密工作 还是做得非常到位 什么私人原因 还有 华大可是 全国知名大学 你为何大一下半学期就退学了 啊 莫小蝶忍不住惊讶地抬头 看了陆陈旭一眼 赶紧又低下头 不就是个甜品师吗 这陆孝草 怎么搞得像是审犯人一样 太谨慎了吧 如果你不说 那么陆氏只好辞退你 陆陈旭的语气 冷漠中 透露着不可抗拒的威严 默默喜欢这个甜点师 接近默默的人 必须要安全可靠才行 莫小蝶脑子飞快地运转 要如何才能找出一个完美的理由 骗过陆陈旭呢 既然你不想说 明日就去人事部结算工资 不 不是 我说莫小蝶有些着急 好不容易才找机会接近默默 千万不能因此而功亏一篑 他深吸了一口气 语气中满是痛苦 大一下半学期 我和同学出去游玩的时候 不小心跌落江中 被人贩子拐卖到了山区 一直过了半年才被解救出来 身心受到重创 因此只能休学 后来经过心理治疗痊愈之后 去学了甜点 刚开始在米多多工作时 因为总是出错 一直被人嘲笑 欺负 一次 一个客人故意找茬羞辱我 是陆二少出面帮我解了围 从那之后 我就一直想找机会接近陆二少 感谢他当年的仗义 如果没有他 我可能没有勇气坚持到现在 说完 他故意露出一丝小女儿的娇羞 陆陈旭听完之后 一脸黑线 又是陈宇那家伙在外面招惹的桃花 好 你回去等消息吧 陆陈旭示意他出去 走出来之后 墨小蝶长长地松了口气 第六章 冤家路窄 墨小蝶走出陆家别墅时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 这里是郊区这个时间 根本没有出租车 他掏出手机 正准备打电话叫车 李明成的电话正好打进来 喂 李哥 是不是然然又哭闹了 子仲和然然 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跟着他 特别是然然晚上睡觉时 一定要听他讲完故事才肯睡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 然然软弱的声音 妈咪 我才没有像姐姐那样又哭又闹呢 然然很听话 很乖的 我们来接你了 妈咪你等着 我们马上就到了 听了女儿的话 墨小蝶抬头向远处望去 果然一辆小轿车 向着他这边急迟而来 车子刚停稳 然然就迫不及待地 从里面跑了出来 飞扑到墨小蝶怀里 妈咪 然然好想你 墨小蝶抱起女儿 妈咪也好想你 李明成从车上下来 帮他娘俩打开车门 有什么话先上车再说 这里还属于别墅区 小心被监控拍到了 听李明成的话 墨小蝶赶紧抱着女儿上车 车上 墨子重冲他竖起来大拇指 妈咪 你今天的表现好棒哦 成功地阻止了 小巴妹妹的胡闹 墨小蝶皱眉 你又入侵了陆家的监控系统 陆承旭这个人 做事非常谨慎 大宝这样三番四次地 用黑客技术 入侵陆家别墅的监控 恐怕他很快就会有所察觉 墨子重感觉到妈咪生气了 立即变换语气 扑到他的怀中 妈咪 你今天第一次去陆家 我们都非常担心你 所以才入侵了陆家的监控系统 看着儿子一脸讨好的模样 墨小蝶无奈地摸了摸他的头 妈咪是怕你被陆家人发现了 打乱了所有的计划 墨子重扬起小脸 自信十足 妈咪放心吧 就算他们发现了 也追踪不到我的 正在开车的李明成 透过后视镜 看了一眼他们母子 小蝶 你就别责怪大宝了 他的技术 估计陆家那边 暂时没有人能发现他 李哥 我好不容易才接近了默默 一切还是小心为上 你说的有道理 放心 回去之后 我会好好盯着大宝的 墨子重不满地瞪着李明成 李叔叔 你也太没有原则和立场了吧 你明明已经同意了 李明成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可是现在 我又觉得 你妈妈说的很有道理 墨子重翻了个白眼 哼 拍马屁 回去之后的第三天 墨小蝶接到了陆家别墅管家的电话 让他每星期五和星期天上午 去陆家为默默做糕点 一切还算顺利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去看女儿了 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妈咪 你每星期都要去给小八姐姐做蛋糕吗 然然抱着他 有些舍不得 墨小蝶捏了捏女儿的鼻子 妈咪会尽量早点回来陪然然的 墨子重背着书包 拉住然然的小手 妈咪又不是每天都去 只有星期五和星期天上午而已 我们要乖乖地去幼儿园 这样妈咪才不会担心 才会早点想办法将默默带回来 因为到九月份才开学 因此墨小蝶拜托李明成 给子重他们找了个幼儿园 然然放开墨小蝶的手 乖乖地点了点头 好 我听哥哥的 妈咪 你快去忙嘛 不用担心我们 墨小蝶欣慰地将子重和然然抱在怀里 清了星期五早上 他一大早起床 先将然然和子重送到幼儿园 然后打车去了陆家 在陆家别墅门口下车 还未走进去 远远地就听到了默默的哭闹声 不要 我不要和妈咪分开 我要妈咪 默默哭得撕心裂肺 墨小蝶心里一惊 正准备冲进去时 突然听到了卢欣欣的声音 陈旭 即便你拿到了默默的抚养权和监护权 也不能如此狠心地阻止我们母女相见 默默他还小 需要母爱 陆陈旭冰冷的声音 穿过铁大门传了出来 母爱 默默不需要 你这样的母爱 他以前就是因为考虑到默默的感受 才容了忍卢欣欣三年 没想到他却把默默教得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毫无礼貌 如果再这样下去 默默真的会被养废了 妈咪 我要妈咪 爸爸是大坏蛋 默默再也不喜欢爸爸了 默默的哭声更激烈了 王叔 将默默抱进去 陆陈旭声音伶俐 王叔是陆家的管家 在陆家干了快二十年 十分忠心 听到陆陈旭的命令 立即抱起哭闹的默默上楼去了 卢欣欣似乎还想争取 陈旭 你看默默他哭得多可怜 你就让我见他一面吧 一星期一次就行 没有这个必要 从此之后 默默和你再无任何关系 陆家不欢迎你 陈旭 你这话太绝情了 我做错了什么 当初是我带默默回来的 我一直将他试如亲生 你这样说我心里好难过 卢欣欣又开始哭泣 你带回默默我很感激 此次星月家庄 我会让你们陆氏入股百分之二十 从此两家互不象欠 陆氏收购了知名互联网装修网站之后 进行了重组整合 成立了星月家庄公司 已经着手全面进军室内装修领域 卢欣欣还想说什么 却被陆陈旭不耐烦地打断 话未说完 你以后别忘想见默默 王叔 送客 几分钟之后 卢欣欣灰头土脸地 从陆家别墅走了出来 莫小蝶和他擦肩而过时 突然被他叫住 你 等一下 你叫我 莫小蝶回头 一脸惊讶 卢欣欣一脸高傲 这里 就我们两个人 不叫你叫谁 莫小蝶眉头轻皱 我还以为你脑子有病 和空气说话呢 你 想到还有事要和对方商量 卢欣欣强压怒火 放缓了语气 如果我记得没错 你就是那天的那名甜点师 对啊 怎么了 这个卢欣欣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这样一副趾高气扬的德行 是陆陈旭 让你来给默默做糕点对吗 这和你有关系吗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莫小蝶没好气地回答 当年要不是他 自己怎么可能会跳进长江 被叶兰兰一家囚禁 九个宝宝也就不会被叶兰兰买掉 至今下落不明 如今 他的默默还被卢欣欣给教育成了不讲理 嚣张跋扈的熊孩子 薪酬就恨 他还没找到机会报仇呢 卢欣欣自己竟然送上门来了 卢欣欣后退一步 上下打亮了几眼莫小蝶 就算你不说 我也知道 陆家让你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天早上 来给默默做甜点 为了隐瞒身份 莫小蝶今日的衣着很平常 都是一些低端货 这样 我每个月给你一千块五百钱 每个星期五你想办法将默默带出来 让我见他一面 我今日没带那么多现金 只有这五百块 算是定金吧 说着 卢欣欣从钱包内 抽出五百块钱递了过来 莫小蝶在心里冷笑了一声 不动声色地接过钱 你是谁啊 为什么要见陆总的千金 还有 五百块钱 你是打发叫花子吗 剩下的一千块 等到你把默默带出来了 我自会转账给你 我又不认识你 到时候你不认账怎么办 再说了 你要见的 可是陆总的千金 这一千我也太少了吧 莫小蝶盯着卢欣欣脖子上的项链嘴角 勾起一抹笑意 不然 把你的项链送给我吧 我看着像是个A货 应该值几个钱 A货 你眼睛有毛病啊 我这条项链 可是正平所付您限量款 卢欣欣捍住脖子 有些舍不得 正平 你懵谁呢 舍不得就算了 我也不缺你这五百块钱 你另找人帮你吧 说着 莫小蝶就要将手中的五百块现金递过去 看到莫小蝶要拒绝他 卢欣欣一咬牙 好 给你 我告诉你 我这个真的是正品 不信你可以去鉴定 莫小蝶接过项链 装在口袋里 撞似不经意的问 对了 你是谁啊 为何要这么大费周章的 见陆总的千金 卢欣欣骄傲的仰起头 挺起胸 我是默默的妈妈 陆总的爱人 第七章 狠狠虐诈 莫小蝶歪着头 挠了挠耳朵 是我听错了吗 陆总好像没有结婚吧 现在没有 不过很快 我们就会结婚的 可是 我听说默默是 卢氏集团的千金 再一次去孤儿院 做义工时 偶然发现的 然后才领到陆家 认祖归宗的 我就是卢氏集团的 千金卢欣欣 我和陆总 已经在商量 结婚事宜了 卢欣欣的话还未说完 莫小蝶直接将手中的钞票 摔到了他的脸上 一脸嘲讽 就你 还卢氏集团千金 别搞笑了 我看你顶多 就是陆家的保姆而已 如今做错了事 被赶出来 想买通我拐走 陆总的千金报复 对不对 你这个疯子 竟然这样羞辱我 卢欣欣从小娇生惯养 哪里受过这样的侮辱 上前伸手 就要甩莫小蝶耳光 莫小蝶抓住 她的手腕一用力 她整个人 瞬间向前摔了出去 结实地趴在了地上 甚是狼狈 我告诉你 保姆也是要有 职业道德的 谁不知道 卢欣欣小姐美丽大方 温柔贤惠 没事经常带着媒体的人 去养老院 福利院做义工 怎么可能做出 买通糕点诗 带走陆家千金 这样下作的事情 说完她 又在卢欣欣身上 猛踢了两脚 继续说道 还有 谁不知道 卢小姐虽然帮陆家 找回了女儿 却不求回报 不管陆总如何是好 也不肯嫁入陆家 你这个保姆 一看就是没文化 不看新闻 竟然敢冒充卢小姐 我这就打电话报警来抓你 莫小蝶言语中 近视讽刺 此时已经气得失去了理智 伸手就抓向莫小蝶的脸 莫小蝶侧头躲开 顺势抬脚在她腿上 用力一踹 卢欣欣一个 猎欣竟然跪在了她面前 哎呦 你这是干什么 就算是知错了 也用不着行如此大理 我可担待不及 她连忙后退了两步 捏着嗓子 表示很惊慌 心里却饿开了花 多年来的仇恨 今日终于可以出一口气了 卢欣欣有些艰难地 从地上站起来 感觉膝盖钻心的疼 你 你这个疯子 我和你拼了 说着又冲了过来 大有一副 要和莫小蝶同归于尽的架势 莫小蝶摇头 不自量力 这可是你自找的 说完 一拳打在了卢欣欣的脸上 反手就将卢欣欣请住 这些年在乡下 她闲着没事 跟着李明阳兄弟俩 学了不少的防身术 今日总算是用到了 此时的卢欣欣鼻青脸肿 手腕被莫小蝶从身后扣住 却依然很嚣张 你这个做蛋糕的 你给我记住了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这个保姆 到现在还嘴硬 不如我们到陆家找陆总问清楚 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卢小姐 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买通 我带陆家千金去见你 说着 莫小蝶拽着她 就要去敲陆家的大门 卢欣欣下出了一身冷汗 近几年 卢氏一直在走下坡路 生意越来越差 急需要机会投资转行 陆陈旭刚刚给出的条件非常诱人 这几年加装行业正式热门 卢氏此前也 想投资 奈何资金不足 刚刚陆陈旭允许卢氏入股新月 加装百分之二十 这对卢氏而言是个绝好的机会 如果被陆陈旭知道 他想买通高点世界默默 以陆陈旭冷酷的性格 一定会翻脸无情 收回刚刚的承诺 你放开我 快放开我 眼看陆家的大门就在眼前 卢欣欣欣急的满头大汗 放开你 让你再假装卢小姐去骗人吗 不 不我不会再骗人了 我们都不容易 都是打工的 彼此应该相互理解和同情不是吗 为了卢氏企业 卢欣欣不得不咬牙放低姿态求饶 你承认自己在冒充卢小姐了 卢欣欣连忙点头 承认 承认 我不敢冒充卢小姐 不敢想着买通你报复陆家 都是我的错 你放我吧 看到卢欣欣鼻青脸肿 膝盖上的伤口还渗着血 又一副求饶的样子 墨小蝶也不想将事情闹大 好 看在我们都是给人打工的份上 这次就放过你 如果还有下次 我一定会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的 说着 他放开手 用力将卢欣欣往前推了一把 卢欣欣回头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你等着瞧 然后 绝着腿狼狈地逃走了 墨小蝶心情大好 抬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我等着你哦 说完 调整好自己的表情 一脸温柔地 按了安路家别墅的门铃 他刚刚一直在对付卢欣欣 并没有注意到 不远处 作为陆承煦发小的白号 今日一大早就被陆承煦揪起来 说是陆家的司机今日有事 让他这个心悦 加装执行总裁来充当司机 他刚刚心里还一直埋怨陆承煦呢 不过现在却有些感谢他 如果不是这样 他也不会这么幸运地 看到这样一出好戏 身材瘦弱的甜点师 狂虐卢士千金 还让对方有口难言 最后还不得不道歉 有意思 墨小蝶在门口等了一会儿 管家王叔过来开门 您好 是陆总让我今天来做糕点的 他语气轻柔 很有礼貌 哦 陆总已经交代过了 你跟我来 王叔很热情地领着他进了院子 还未走出几步 迎面正好遇到穿着整齐 准备出门的陆承煦 陆总好 他装出一副谦卑的模样 陆承煦看了他一眼 点点头 然后吩咐王叔 默默今天不用去幼儿园了 你别管他 让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反思一上午 是 王叔点头 墨小蝶不好多问 跟着王叔来到陆家厨房 今天你多做一些 默默喜欢的卡通人物形象 他被陆总批评了 有些闹情绪 王叔看了看二楼 有些于心不忍 好 我知道了 陆家厨房内 烘焙所需的材料准备得很齐全 墨小蝶很快就准备好所需的一切 楼上 默默的哭声断断续续地传来 他观察了一下 王叔好像指挥着下人 在外面院子内修整花园 别墅内 此刻只剩下他和二楼的默默 他摘下围裙 亲手亲脚地来到二楼 默默的房门开着一条缝隙 他透过缝隙 看到默默坐在窗前的地台上 抱着一个玩具熊在哭泣 爸爸坏 臭爸爸 坏爸爸 第八章 母女弹心 女儿委屈的表情和动作 狠狠地撞击着他的内心 他毫不犹豫地推门走了进去 默默 你还记得我吗 他走到默默身旁小心地问 默默抬起挂满泪水的小脸 用手指着他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看着女儿愤怒的小脸 默小蝶没有生气 也没有出去 反而在他身旁坐了下来 谁让你坐这里的 出去 默默用力推他 他趁机拉住默默的小手 默默 阿姨今天遇到了难题 听说默默很聪明 很厉害 你能不能帮帮阿姨 小孩子 被人当面突然夸奖 默默愣了片刻 下意识停住了哭泣 什么难题 默小蝶趁机掏出手机 打开了里面的一款 小公主大改造游戏 你看看这个 这一关 阿姨怎么搞不懂呢 她已经打听过 这款游戏是默默最喜欢 最拿手的 果然 默默很快就被吸引 她接过手机 在上面指点 你这里应该这样 公主的衣服应该这样 选才好看 是吗 她假装不幸 按照默默的指点 在游戏上点了几下 然后故作惊讶 真的是这样呢 默默好厉害啊 被夸奖的默默 暂时忘记了哭泣 拿着手机和默小蝶 津津有味地 讨论起了游戏的操作 看着女儿一脸自信 眉飞色我的小脸 默小蝶宠密地摸了摸她的头 默默 阿姨可以和你做朋友吗 你们大人 为什么要和我们小孩做朋友呢 默默歪着头 一脸疑惑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呀 阿姨喜欢默默 那阿姨可不可以带我去见妈咪 默默犹豫了一下提出要求 默默说的妈咪是卢欣欣吗 默小蝶压下心里的失落 嗯 默默重重地点了点头 默默很喜欢她吗 她是我妈咪 默默当然喜欢她了 她对默默最好了 默默仰起小脸 提起卢欣欣满眼骄傲 是吗 那你和阿姨说一说 她是怎么对你好的 默默想了一下 她给默默买漂亮的衣服 带着默默逃课去游乐园玩 帮默默写作业 爸爸不让默默吃的零食烧烤 她都会偷偷买给默默吃 还有 幼儿园有些小朋友不喜欢默默 她会想办法找院长开除那些小朋友 要是老师不喜欢默默 她也会想办法让院长开除老师 我妈咪可厉害了 默默一脸骄傲的细数如猩猩对她的好 默小蝶听得一脸黑线 这个如猩猩分明是想养废她的女儿 怪不得陆陈旭要如此果断地切断 她和默默的所有联系 阿姨 你说我妈咪厉害吗 默默一脸期待地看着她 等着她回答 默小蝶抬手轻抚了一下女儿的脸颊 阿姨听说默默很喜欢看动画片《小花仙》是吗 默默还小 还分不清是非对错 不能在她面前 武断地否定卢欣欣所做的一切 必须要慢慢引导才行 嗯 默默很喜欢小花仙 默默想和他们一样 成为收集花仙精灵 拯救花仙国的使者 那默默想成为他们中的哪一个人呢 夏安安默默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你觉得夏安安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默小蝶一步步引导 默默再次歪着头想了一会儿 可爱 善良 谦让 有魅力 大家都喜欢她 那默默想不想大家都喜欢你呢 默默重重地点了点头 想 当然想了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都不喜欢默默 他们都不肯和默默玩 说到这里默默有些失落 那默默有没有做到像夏安安一样善良 谦让呢 默默想了想 有些脸红地低下了头 默小蝶拉着她的手安慰 这样吧 等到默默努力成为了一个谦让 懂礼貌的好孩子 阿姨就带你去见妈咪怎么样 真的 我们拉钩 不许骗人 默默伸出小手 阿姨不骗你 默小蝶握住女儿软糯的小手 心里五味杂陈 下一次见卢欣欣 一定要让默默认清楚她的真面目 上午十点半左右 陆陈旭终于还是不放心 开车回到别墅看女儿 刚一进院子 就听到了默默欢快的笑声 从厨房传来 她有些疑惑地走了过去 在厨房门口 她看到新来的糕点师 默小蝶正握着默默的小手 认真的在蛋糕上画画 默默的鼻子上有一点奶油 但却显得生动可爱 此时的她神情专注 正一笔一画地画着什么 默小蝶站在她身旁 时不时地握住默默的小手 纠正动作和笔画 不知为何 她竟然有一种恍惚的错觉 默小蝶和默默 长得竟然有些相似 难道 默小蝶就是默默的亲生母亲 她被自己脑海中的突发奇想给吓到 随即否认地摇了摇头 她已经调查过默小蝶的背景 根本没有生孩子的经历 更何况 默小蝶来陆家是为了陈宇 根本不是为了默默 默默一抬头 看到了陆陈旭 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 爸爸你回来了 来 快看看默默做的蛋糕 默默拉着她走到操作台前 指着台面上雄大形状的蛋糕 一脸骄傲 默小蝶很秩序地后退了一步 陆总好 陆陈旭点了点头 算是回应 爸爸 快点看看呀 默默做的这个蛋糕 好不好看 默默拉着她的衣袖撒娇 好像已经完全忘记了早上的事情 陆陈旭忍不住回头 又看了默小蝶一眼 没想到这个蛋糕师 还是个育儿高手 爸爸 你快看看呀 默默再一次催促她 陆陈旭看了一眼 还算形象的雄大蛋糕 赞许地竖起来拇指 默默好棒啊 是你自己做的吗 是小蝶阿姨教我的 不过后来都是我自己做的 默默一脸骄傲 眼睛里满是自信的光芒 陆陈旭宠密地擦去 默默鼻尖上的奶油 默默长大了 既然学会了做蛋糕 太奶奶他们回来 一定会很惊讶的 陆父陆母 这几天陪着陆老夫人 去老家祭祖 走访亲戚去了 乡下空气好 他们准备住上一段时间 再回来等爷爷 奶奶他们回来了 默默要亲手给他们每一个人 都做一个大蛋糕 还要在上面画上彩虹 默默一脸兴奋 好 爸爸支持你 小迪阿姨说 默默如果做一个谦虚 懂礼貌的好孩子 爸爸就会给默默一些奖励 是这样的吗 说完 默默一脸期盼地望着陆陈旭 听了默默的话 陈旭看向默小迭 此时 默小迭正低着头 擦拭围裙上的奶油 听到默默提到自己 有些惊讶地抬头 目光却正好和陆陈旭的相撞 他心里一惊 赶紧解释 那个 陆总 是这样的 我刚刚来的时候 默默哭得很伤心 小孩子哭的时间太长了 会影响身心健康 所以我就 我就 我只是为了安慰他 陆陈旭挑了挑眉 不用解释 你做得很好 啊 突然得到陆陈旭的肯定 默小迭一时间 竟然有些不适应 陆陈旭没有再理会他 转身轻声地问默默 默默想要什么奖励 默默歪着头想了一会儿 我要爸爸星期天 带我去游乐园 好 没问题 陆陈旭抱起女儿 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 拉够 爸爸不准食言哦 好 拉够 陆陈旭握住默默软弱的小手 嘴角露出一丝宠密的笑 默小蝶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陆笑草竟然也会笑 而且笑起来还这么好看 看来需要重新认识他了 第九章 当年的事情 陆陈旭出来的时候 白昊这个苦命的司机 还在车上等他 你进去这么长时间 难道默默还在哭闹 他本来也要跟着进去的 只是一想到小孩的哭闹声 他就头大 没有 默默在做蛋糕 做蛋糕 你不让他见卢猩猩 他这么快就妥协了 白昊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他还是个孩子 只要好好引导 很快就会忘了卢猩猩的 陆陈旭示意他开车 白昊发动汽车之后 忍不住回头看了陆家别墅眼 这个甜点师傅很不一般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陆陈旭一脸不解 白昊将早晨发生的事情生动 形象地给陆陈旭讲述了一遍 最后还不忘夸奖默小蝶 这多年了 难得看到卢猩猩如此吃亏 还要道歉的场面 真的是大快人心啊 听了白昊的话 陆陈旭忍不住皱眉沉思 这样的人 还要不要留在默默身边 看他半天不言语 白昊充满好奇地问 我一直都想问你 默默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来没有听说过你有女朋友 怎么就会有了一个 将近七岁的女儿了 陆陈旭瞪了他一眼 该不会真的如陈旭所言 你在大四时被人下药了 从后视镜里 看了一眼陆陈旭 极不自然的表情 白昊惊呼好好开车 陆陈旭一脸黑线 真被人吓药了 这谁啊 这么大能耐 竟然能算计了我们陆大少爷 白昊的语气中 隐藏了一丝幸灾乐祸 白昊 你找抽吗 车子在陆氏集团门口停下 陆陈旭冷着脸下了车 白昊一路小跑地跟着他 满脸的八卦 是不是卢欣欣 当年在华大能成功算计你的 只有他了 陆陈旭按下专属电梯 冷着脸走了进去 白昊赶紧跟着也挤了进去 真的是卢欣欣 凭着多年对陆陈旭的了解 白昊很快从陆陈旭微变的表情上 找到了答案 便踢到达22楼总裁办公室 陆陈旭瞪了白昊一眼 走了进去 白昊没脸没皮地贴了上去 怪不得前几年你接管陆氏后 不顾你们两家的情谊 疯狂打压卢氏呢 我当时还纳闷呢 原来是因为这个啊 陆陈旭美好气地盯着他 你是不是闲得慌 新月家庄刚刚成立 电视台 互联网上的宣传造势工作你做好了 那些合作商 供货商 你都亲自审核过了吗 我让你去挖国内知名 室内设计师蓝小 进展如何了 他人呢 一连串的质问 惹来了白昊的一记白眼 万恶的资本家 如果这些工作都做好了 我还有安排 你要不要听一听 看着白昊依然坐在面前的凳子上 一副不死心的表情 陆陈旭又发话了 白昊起身举手投降 好 我服了你 我现在就去工作 只是刚走到门口 他却突然又转身直冲到陆陈旭桌前 不对啊 当年算计你的人是卢欣欣 那默默应该是卢欣欣生的 可是 默默却和卢欣欣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而且还被丢在了福利院 难道那天给你下药的 还有其他人 你魅力无限啊 兄弟 陆陈旭拿起桌子上的文件夹扔了过去 滚 白昊侧身躲过 后退几步 不知死活的诱吻 你该不会连那天晚上 到底是谁睡了 你都不知道吧 陆陈旭黑着脸抓起桌上的茶杯要扔出去时 白昊笑着夺门而出 白昊走后 陆陈旭有些烦躁的起身走到落地窗前 俯瞰下面如蚂蚁一般来来往往的人群 七年前的事情是他一生的耻辱 那天醒来之后 看到满地的狼藉 他第一时间去查了酒店的监控 却被告知监控设备被人为毁坏 所有数据都无法找回 不过 最后他还是查出来给他下药的人就是卢欣欣 他也一直认为那天晚上的女人是卢欣欣 因此 疯狂地报复打压卢氏 可是 三年前 卢欣欣却带回了默默 亲子坚定显示默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他逼问过卢欣欣 可是他一口咬定 什么也不知道七年了 他到现在都没有查出 那晚的女人到底是谁 陆陈旭闭上眼睛 不自觉地又回忆起那天晚上的事情 那女孩似乎是喝醉了 将自己拉入房间之后 什么也不懂 那应该是他的第一次 因为第二天 床单上有一抹红色血迹 如今想来 一切应该只是一场阴差阳错的误会而已 如欣欣费尽心机 却为他人做了嫁衣 这大概就是报应吧 只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 随着默默一天天长大 他内心却越来越希望见到那个女孩 想问一问他为何 生下默默之后 要将他扔到福利院 因为星期天陆陈旭 要带默默去游乐园 因此 前一天晚上 管家王叔打电话给默小蝶 取消了星期天的糕点制作 默小蝶 搂着 然然一直睡到七点钟才起床 难得清闲的一个周末 他伸了身懒腰 准备给子仲和然然做早餐 然后带着他们去超市采购食物 早餐刚做好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竟然是默默打来的 他有些兴起的接通电话 喂 电话那头传来默默欢快的声音 小蝶阿姨 你家住在哪里 他愣了一下柔声说道 我家住在一小附近 默默问这个干什么呀 爸爸要带我去游乐园 你可不可以和我们一起去 我让司机去接你 这个方便吗 要和陆啸草那个高冷直男 一起去游乐园 想想默小蝶就觉得头大 当然方便了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九点钟左右 让司机去接你 说完 不等默小蝶回答 默默那边就挂断了电话 第十章 游乐园 默小蝶望着手机一阵发呆 这要是和默默一起去游乐园 他当然求之不得 可是 现在还跟着陆啸草 那个男人太聪明 太谨慎 一不小心就会被他发现一些问题 默小蝶胡乱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一脸苦恼 怎么办 却还是不啊 然然揉着心松的睡眼 从卧室走了出来 妈咪 你要去哪里 子仲突然从洗手间露出个小脑袋 我刚刚听到了 是默默让你陪他去游乐园对不对 你什么时候起来的 默小蝶一脸惊讶 子仲笑了笑 就在你和默默打电话的时候 既然都起床了 赶紧洗手吃饭 默小蝶招呼儿子和女儿 走到餐桌前 子仲吃了一口粥 妈咪 我觉得你应该去 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你要让默默妹妹喜欢上你 这样我们才能把她抢过来 然然看了哥哥一眼 赞同地点了点头 嗯 然然也觉得妈咪应该去 顺便带上我们两个 莫子仲用手指 轻戳了一下然然的头 你想什么呢 你和默默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要是让爸爸看到了 岂不少露线 爸爸 默小蝶叮嘱儿子 莫子仲小心地询问 默默是我们的妹妹 陆成旭是默默的爸爸 难道不是我们的爸爸吗 你想认他 莫子仲赶紧摇头 不想 不想 他不是个合格的爸爸 现在连我们的存在都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想认他呢 可是 你刚刚叫他爸爸 莫小蝶有些不爽 凭什么他拼死养大的儿子 要叫那个高冷直男爸爸 那我们以后要如何称呼他 莫子仲低着头 小心地问 儿子突然丢过来的问题 让莫小蝶一愣 是啊 宝宝们该如何称呼陆成旭呢 这个 你就叫他陆总好了 想了半天 他也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称呼 好 我们以后就叫他陆总 两个萌宝同时乖巧地点了点头 早餐吃完之后 已经是八点钟了 莫子仲看了看钟表 一脸操心地问 妈咪 你到底想好了没有 去不去游乐园啊 房间里的莫小蝶 翻出一套休闲运动衣 一咬牙下定了决心 去 这么好的机会 不能错过了 听了莫小蝶的话 莫子仲在客厅拿出手机 拨通了李明成的电话 李叔叔 我妈咪今天有事要出门 你能过来陪然然吗 当然可以了 我马上就过去 今天带你们去钓鱼怎么样 电话那头 传来李明成爽快的声音 收了电话 子仲望着在厨房 忙着做蛋糕的莫小蝶 妈咪 你不用担心 李叔叔待会儿过来 陪我们 你放心去吧 一定要让默默妹妹 喜欢上你哦 满手面粉的莫小蝶 给儿子比了个赞 然然不乐意了 我不要李叔叔陪着 我要妈咪陪我们 子仲赶紧拉住他 小声安慰 你别闹了 我告诉你 李叔叔说 待会儿要带我们去钓鱼 还会请我们吃大餐 你要妈咪陪我们 就只能去超市 然后待在家里学习了 吃大餐 一听到有好吃的 然然的眼睛立刻发亮 对啊 吃完大餐 我们还可以让李叔叔 带我们去动物园 或者游乐园 李叔叔叔最好说话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然然听了之后 立刻跑到厨房门口 妈咪 你快去陪小八姐姐吧 然然和哥哥 会乖乖听李叔叔的话 在家等你的 莫小蝶将制作好的蛋糕 胚放进烤箱 洗了洗手 抱着女儿亲了亲 然然真乖 九点钟 莫小蝶刚刚将 做好的蛋糕打包好 就接到了莫莫的电话 小蝶阿姨 我们马上就到 第一小学门口了 你在哪里等着我们哦 好的 阿姨马上出去 她简单地梳了一下头发 化了个蛋装 然后拎着打包好的蛋糕 准备出门 你们两个要乖乖 听李叔叔的话哦 走到门口 她有不放心的嘱咐 妈咪你就放心吧 说着 然然将她推出了家门电梯上来时 李明成正好从里面走出来 进展得不错 加油 小蝶 孩子们就拜托你了 我们之间 客气什么 寒暄了几句之后 莫小蝶坐上电梯下了楼 刚刚走到一小门口 就看到了陆家的车 她今天穿了一套淡蓝色运动衣 简单地扎了个马尾 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个大学生 充满了青春的朝气 车子停稳之后 默默从里面跳下来 小蝶阿姨 你今天好漂亮啊 因为要去游乐园 默默今天穿了一套粉色的运动衣 扎了两个小便 默默今天也好漂亮 默小蝶忍不住摸了默女儿的头 说着 两个人就坐上了车 只是 刚坐进去 她就看到了身旁面无表情的陆成旭 陆总好 她有些手足无措 手里的蛋糕险些掉地上 陆成旭打亮了她一眼 没有说话 依然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 默默指着她手中的盒子问 阿姨 这是什么啊 游乐园的东西都不太卫生 阿姨在家里做了一些蛋糕 你饿了可以吃一些 什么口味的 有默默喜欢的吗 当然 都是默默喜欢的口味了 咦 阿姨怎知道 默默喜欢吃哪种口味的蛋糕 默默一脸好奇地问 这个 默小蝶看了一眼陆成旭 陆成旭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 不自觉地看了她一眼 似乎也想知道答案 阿姨特意问了酒店的同事 是他们告诉阿姨的 默小蝶选择了实话实说 因为她深知 有些事情很难瞒过陆啸草 尤其是和默默有关的 原来是这样啊 阿姨对默默太好了 说着 默默突然唯一在她胳膊上 默小蝶心里猛地一颤 再也忍不住 轻轻地抚摸上女儿的小脸 七年了 她的小八宝宝 终于回到了她身边 依偎在她身上 她的宝贝 无论如何 她都不会再放开它们了 她的手因为激动 有些微微发抖 陆成旭看了她一眼 你怎么了 她赶紧收回手 假装整理头发 没什么 看到默默 想起了一些往事而已 听她这么说 陆成旭没有再多问 而是将默默搂到自己的怀里 资料上显示 这个默小蝶 确实被人拐卖到山区半年 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大学生 心里一定受了很深的创伤 刚刚应该是默默的某一句话 触发了她痛苦的回忆吧 对于别人的隐私 她一向不感兴趣 很快 他们来到了游乐园 陆成旭一直忙于工作 好像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 因此 几乎都是默小蝶 在跑前跑后的买票 陪着默默玩 第十一章 男神恐高 他们一起玩了碰碰车 陪默默钓了一会儿鱼 又坐了旋转木马 默默提议要坐过山车 却被陆成旭一口拒绝 默默生气地撅起了小嘴 扭过脸不理她陆总 小孩子难得来一次游乐园 你就满足一下她的愿望吧 默小蝶替默默打抱不平 这个陆笑草真的很奇怪 这么多游乐项目 只让默默玩一些安全 简单的 稍微刺激一些的 她都直接拒绝 如果这样 还不如不带默默来玩呢 你也想玩 陆成旭突然问她 默小蝶无语地扭过头 不想看她 陆总 我们今天是陪默默来玩的 六七岁的孩子 都喜欢一些充满挑战 刺激的东西 你这样 真的让人很难理解 既然如此 你陪她坐 陆成旭这次倒很干脆 陆总该不是恐高吧 默小蝶试探着问 没有 不喜欢这种无聊的游戏而已 说完 陆成旭有些心虚地 走到默默面前 默默 让你小蝶阿姨 陪你去坐过山车好吗 默默不高兴地瞪了她一眼 转身走到默小蝶面前 阿姨 走 我们去坐过山车 爸爸一点都不勇敢 默小蝶很想告诉默默 不是她的爸爸的不勇敢 而是她的爸爸恐高 堂堂陆氏集团总裁竟然恐高 这要是传出去 绝对能冲上热搜 陆成旭站在下面 看着过山车上 兴奋到尖叫 表情异常同步的两个人 再一次出现了恍惚 这两个人分明就是母女 可是 等到两个人从过山车下来 她立刻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默小蝶看着顶多二十五六岁 还想着大学生 怎么可能会有默默这么大的女儿 更何况 当年她在华大查了整整半年 如果是她 早就应该查出来了 坐完过山车 默默头上出了一头汗 嚷嚷着要喝饮料 默小蝶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商店 那边有卖的 你们等着 我去买 走出几步之后 她又回头 陆总 你要喝什么 纯水 好的 可是等她买水回来时 却没有看到默默 陆总 默默呢 她一脸疑惑地问 在那边玩呢 陆成旭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滑滑梯 但是话还会说完 脸色就变了 因为滑梯那边 根本就没有默默的身影 人呢 默小蝶四处张望 刚刚明明还在那里 陆成旭有些懊恼和心慌 刚刚她看着默默在滑梯上玩得很开心 因此就低头接了个电话 陆总 我真是服了你 有你这样看孩子的吗 默小蝶心急火燎 忍不住指责 两个人分开四下寻找 终于在摩天伦处找到了默默 陆成旭一把拉住默默 谁让你乱跑的 默默被她的表情给吓到 躲到默小蝶怀里 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姐姐 所以跑过去和她说了几句话 可是一回头就找不到爸爸了 默默好害怕 一模一样的小姐姐 默小蝶心里一惊 难道是然然 李明成带着然然和子仲 也来了游乐园陆成旭 看着女儿一脸惊慌 小脸上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有些心疼地拉她过来 放缓了语气 好了 默默不哭了 是爸爸不好 不该接电话 默小蝶赶紧拿出纸巾 帮默默擦眼泪和鼻涕 默默靠在陆成旭怀里 低声抽气 找不到爸爸 默默好害怕 爸爸是不是不要默默了 陆成旭抱紧女儿 怎么会呢 爸爸最疼默默了 不会不要默默的 默默自己用纸巾擦了擦鼻子 指着摩天轮 那爸爸陪默默做这个 这个 陆成旭一脸为难 爸爸 默默拉着她的手撒娇 陆成旭深吸了一口气 好吧 爸爸陪你 于是 三个人买票 坐上了摩天轮 默小蝶试探着问 默默 你刚刚真的遇到了一个 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姐姐 嗯 默默重重地点了点头 陆成旭打断他们的谈话 哪里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除非是同卵双胞胎 说完这话 她自己猛地愣了一下 同卵双胞胎 如果默默真的看到了 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 该不会那个女孩 也是自己的骨肉 默默一脸坚定 我真的看到了 那个小姐姐 长得和我一模一样 我还和她说了几句话呢 你们都说了什么 默小蝶和陆成旭 一口同声地问 默默歪着头想了一会儿 她拎着好多气球 在帮她的爸爸妈妈卖气球呢 卖气球 默小蝶一愣 李明成让然然出来卖气球 这根本不可能 可是默默却一口咬定 看到了一个 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 难道 是七宝 当年的九个孩子 最小的这三个 是同卵三胞胎的女儿 不是然然 那就一定是七宝了 她在哪 叫什么 你知道吗 默小蝶激动地一把 抓住默默的小手 默默皱皱着眉头 阿姨 你抓捅我了 默小蝶回过神 连忙放开默默的手 顺便又帮她揉了揉 默默 你还和那个小姐姐说了什么 没有了 她的妈妈把她拉走了 默小蝶有些失望地坐了下来 望着下面的人群 努力寻找 却怎么也找不到 那个卖气球的小女孩 如此说来 七宝也在语城 她还沉浸在失落中 坐在她对面的陆陈旭 却突然捂住胸口蹲了下去 陆总 你怎么了 她有些奇怪地问 陆陈旭一脸苍白地摇了摇头 没什么 只是却突然抓住了她的手 你该不会是恐高吧 她试探着问 陆陈旭看了她一眼 语气凌厉 不准告诉任何人 你还真的恐高啊 虽然已经猜到了 但是莫小蝶还是觉得有些意外 陆陈旭瞪了她一眼 目光不经意地看了一眼下面 突然害怕地一把抱住了莫小蝶 整个人都开始发抖 莫小蝶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原来高冷不可一世的陆笑草 也是有弱点的 竟然恐高 这要是传出去 该是多么劲爆的新闻啊 默默一脸不解地看着他们两个人 爸爸这是怎么了 你爸爸有点不舒服 默默快抱抱她 第十二章 录音流出 默默走过来 从背后抱住陆陈旭 爸爸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陆陈旭闭着眼睛 爸爸没事 一会儿就好了 煎熬了二十分钟左右 他们终于从摩天轮上下来 莫小蝶扶着陆陈旭 他一出来就蹲在了地上 依然捂住胸口 一脸痛苦 陆总 我们已经下来了 你不会还在害怕吧 他有些不能理解 胃疼 陈陈旭此时已经是满头大汗 莫小蝶抓过他的手腕 开始耗慢 你是不是经常胃里反酸 恶心 矮气 上腹部隐隐作痛啊 陆陈旭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你还会中医 学过一些 李明阳的父亲 是国内知名的老中医 他跟着也学了一些皮毛 看着陆陈旭越来越难受的样子 他果断做出决定 这种情况 需要先去医院做个胃镜检查一下 如果没有什么事 最好喝中药条理 日常饮食要按时 注意营养搭配 陆陈旭掏出手机 联系司机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医院 胃镜检查结果轻度的溃疡 原因无非是喝酒太多 三餐不及时 压力过大 营养不良的 医生先给他开了一些点滴 司机去交费 莫小蝶抱着莫默在病房陪着他 因为恐高和疼痛的双重折磨 陆陈旭此时看起来很虚弱 今天多谢你了 看着莫小蝶 他突然觉得眼前的女孩还挺可爱的 莫默玩了一个上午 此时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在莫小蝶怀里睡着了 莫小蝶小心地将默默放到旁边的床上 陆总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比金钱更重要 比如说健康 家人 他真的很看不惯 也不理解陆陈旭这样的人 明明已经很有钱 很成功了 为何还要如此拼命 他都不为身边的家人着想吗 陆陈旭轻叹了一口气 你不会明白的 莫小蝶有些恼火了 我是不明白 我知道陆氏集团里有很多事情 等着你去处理 去做决定 你的确很忙 但是 我不认为你忙得连吃一顿饭的功夫都没有 世界上比陆氏规模大的公司也不少吧 我怎么就没有听说他们的总裁 将自己送进了医院呢 莫小蝶发起火来 像是一只炸了毛的小野猫 小脸上的通红 竟然透露着一丝倔强的可爱 一丝异样的情感 从陆陈旭心里一闪而过 病房的门突然被人推开 陆母冷着脸走了进来 你是谁啊 竟然敢大言不惭地教育儿子 他的宝贝儿子 那么优秀 这个女人竟然敢如此指责他 他上下打量了几眼莫小蝶 语气有些讽刺 原来是那天的蛋糕师啊 卢欣欣跟在陆母身后 一脸得意 陆陈旭一脸惊讶 妈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奶奶他们呢 陆母走到儿子面前 你爸爸陪着他还在乡下呢 我听说 你不让欣欣见默默 还自作主张地 请了个来历不明的糕点师到家里来 刚开始我还不信 看来是真的了 他曾经是米多多甜品店的店长 我已经调查过了 并不是来历不明 那就更奇怪了 堂堂米多多甜品店的店长 为什么会愿意到我们家做一个小小的糕点师陆母 听了卢欣欣的话 先入为主 对墨小蝶很不满 这 陆陈旭沉默了 如果他告诉母亲 墨小蝶到陆甲是为了陈宇 估计他会更生气 你看 你也很疑惑吧 说完 陆母转身看向墨小蝶 明天去人事部结算工资 你被辞退了 卢欣欣站在陆母身后 对墨小蝶露出一个挑衅的眼神 小样 跟我斗 你还嫩点 墨小蝶不卑不亢 我想知道 陆夫人开出我的理由是什么 你 我给你留着面子呢 你不要得寸进尺 难道还要让我把你做的丑事都说出来吗 陆母大概没有料到 墨小蝶竟然如此不识相 气得浑身发抖 墨小蝶一脸的莫名其妙 我做什么丑事了 陆夫人 你身份尊贵 话可不能乱说啊 如欣欣忍不住从陆母身后走出来 你这女人 在入职第一天时 我好心想盈你一些奖金 让你好好给墨墨做糕点 不要让她吃太多的甜食了 没想到你竟然狮子大开口 嫌弃我给你的奖金太少 还以默默要挟我 要走了我的一条限量版项链 说完 她挽住陆母的胳膊 伯母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让她待在陆甲 她会把默默教坏的 墨小蝶瞪着卢欣欣故意假装惊讶 你不是那天的保姆吗 怎么会和陆夫人在一起 保姆 她可是卢氏集团的千金卢欣欣 陆母眉头紧皱 大儿子一直很让人省心 这次怎么就会被这个不起眼的女人给迷惑了 维莱子 一定要尽快解决了这个女人才行 原来你还真是卢氏集团的千金啊 我还以为你是保姆呢 你身上 为什么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气质呢 墨小蝶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你 真是没教养 卢欣欣刚想发火 看到一旁的陆陈旭母子 立刻将火气压住 装出一副有教养的表情 我看没有教养的 是你卢小姐吧 那条项链明明是你送给我的 还有 那天你自己也承认了是假冒的卢小姐 现在却突然回头反咬我一口 这就是所谓的教养吗 我什么时候将项链送给你了 明明是你又默默要挟我 我不得已猜给你的 你这种人眼里就只有钱 根本不会真心地对待默默 是吗 卢小姐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墨小蝶冷冷地威胁 陆母将卢欣欣拉到身后 怎么 你还想打人 卢小姐 你说不说 墨小蝶盯着卢欣欣再次确认 卢欣欣仰起头 我说的都是实话 有什么好说的 好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说着 墨小蝶掏出手机 在上面点了几下 一段录音播放了出来 第十三章 打工的 不容易 我每月给你一千五 你偷偷把默默带出来见我 好 给你 我这可是正品 不信你可以去鉴定 我是默默的妈妈 陆总的爱人 你这个疯子 我和你拼了 我们都是打工的 都不容易 应该互相理解 承认 承认 我不该冒充卢小姐 不该买通 你报复陆家 当日的对话 完整地重现在 陆母和陆陈旭面前 卢欣欣浑身颤抖 用手指着墨小蝶 你 你竟然录音了 陆母盯住卢欣欣 为什么这录音 和你告诉我的不一样 卢欣欣低头哭泣 伯母 我真的舍不得默默 只是单纯地 想见她一面而已 被一个蛋糕师那样欺负 实在是没脸说出去 墨小蝶仰起头 一脸从容 卢小姐 我那天确实不知道 你的真实身份 如果冒犯了 我向你道歉 然后 她看向陆母 陆夫人 我当时并不知道 那条项链是正品 只是为了保护默默 才故意问她要的 项链 我随后会找机会 归还给卢小姐 说到这里 她停顿了一下 看了看一直在一旁熟睡的默默 今天这个小家伙 真的是累坏了 如此吵闹 她竟然还能睡着 卢小姐教育默默的方式方法 存在一定的问题 默默说 幼儿园的老师 如果不喜欢她 卢小姐就会想办法 找院长开除对方 还有 卢小姐会帮默默写作业 带默默去吃垃圾食品 陆夫人 您觉得这样的溺爱 对默默的成长好吗 陆母名校出身 对于教育孩子 还是非常重视的 听了默小蝶的话 看向卢猩猩 她说的都是真的 卢猩猩赶紧拉住 陆母的胳膊 伯母 你别听她的 她只是一个糕点师 才和默默相处一天而已 她的话怎么能信 我是默默的妈妈 我怎么可能害她 陆母一时间 不知该听信谁的 看向病床上的儿子 陈旭 你看这件事怎么处理 陆陈旭冷冷地 看向卢猩猩 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 为何你要叫我妈 找回来语气凌厉 让人不寒而栗 卢猩猩打了个寒战 我只是舍不得默默而已 陆陈旭没有在说什么 而是看向墨小蝶 今天你辛苦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墨小蝶很秩序地点了点 默不作声地退了出去 该说的她已经说了 就看陆家这对母女如何处理了 打车回到家里 她第一时间和李明成说了 在游乐场遇到七宝的事情 真的 我这就派人去查 李明成也显得有些激动 莫子仲走过来 妈咪 你真的遇到了七宝 墨小蝶点了点头 应该是七宝没错了 默默说和她长得一模一样 小蝶你放心 只要在雨城 我们很快就会找到她 谢谢李哥了 送走李明成之后 时间已经是傍晚 然然风跑了一天还在睡觉 莫子仲在书房研究电脑 莫小蝶在厨房给两个宝宝做饭 不知怎跌 她忽然就想起了 陆成旭一脸苍白的模样 看陆母的样子 不像是会做饭的 陆成旭的胃病 需要好好调理 这个时候 她应该已经出院了 不知道有没有好好吃东西 她要是生病了 默默该怎么办 想到此处 她拿起手机 拨通了李富的电话 李伯伯 我有一个好朋友 有点轻微的胃溃疡 你能不能帮我开几副 中药调理一下 莫子仲一把拉住然然 妈咪快去吧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妹妹的 莫小蝶摸了摸儿子的头 还是子仲最乖了 莫小蝶走了之后 然然一把甩开哥哥的手 你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支持妈咪去找陆总 莫子仲白了他一眼 你不想要爸爸了 爸爸 然然一脸渴望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都有爸爸 只有他们从出生就没有见过爸爸 他也想和那些小朋友一样 坐在爸爸的肩膀上愉快地做游戏 来 我让你看看爸爸的相片 说着 莫子仲拉着他来到电脑前 很快调出了陆成旭的照片 这个就是爸爸的照片 好帅啊 然然长大了嘴巴 一脸花痴帅吧 我已经调查过了 爸爸除了脾气有些高冷外 其他方面都很优秀 有钱 不花心 长得帅 所以 我们要制造机会 让妈咪多和爸爸相处 嗯 好 我听哥哥的 莫小蝶开车来到陆家别墅时 已经接近七点钟 他在门口犹豫了片刻 然后按了门铃 管家王叔开门看到他有些惊讶 那个 王叔 陆总回来了吗 回来了 莫小姐有什么事吗 莫小蝶将东西拿出来 陆总今天在游乐园喂兵饭了 这是我特意找中医给他抓的药 上面有熬制方法和用量 还有这个 是一些养胃的轻粥 麻烦你让陆总和默默 趁热喝了 说完 他放下东西转身就走 他不想再被陆母误会了 王叔拎着东西回到屋内 陆成旭带着默默 刚刚从医院回来 陆母在洗澡 保姆正在煮饭 看着王叔拎进来的东西 他有些疑惑 谁送来的 糕点师莫小姐 他说这是给陆总送的中药 还有养胃的青粥 王叔将东西放在了餐桌上 默默跑过去打开饭盒 好香啊 我想吃 饭盒内 小米 桂圆 山药 莲子 红枣放在一起熬成的粥 浓稠度刚刚好 散发着淡淡的甜香 李嫂 拿些碗筷出来 陆成旭吩咐保姆 吃粥的时候 他的脑海中不经意又浮现出 莫小蝶今日在医院扎毛的模样 吃起来格外香甜 等陆母洗完澡出来时 他和默默已经将粥吃完 李嫂正在收拾碗筷 饭好了 陆母有些疑惑 是 我刚刚点的外卖 我和默默已经吃完了 王叔刚想说话 却被陆成旭打断 外卖吃多了不好 你以后少吃点 这都胃溃疡了 陆母责备了他几句 然后上楼去了 第二天 他带着一杯中药去了办公室 其实莫小蝶在医院说的很有道理 他还有默默 有家人 确实应该以健康为重 陆氏现在已经步入正轨 是应该分些责任给陈旭了 刚想到了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弟弟 陆成宇竟然像是和他心有灵犀一般 风风火火地出现在他办公室门口 第十四章 动作够快的 哥 这是真的吗 陆成宇跑得气喘吁吁 没有一点形象 陆成旭皱眉 你几岁了 真不知道莫小蝶是怎么看上的他 想到这里 他看弟弟更不顺眼了 你别管我几岁了 你就告诉我 网上说的那些是不是真的 你这个万年铁树终于要开花了 陆成宇很着急 什么东西 陆成旭皱眉打开电脑上的网页 热搜头第一条 陆氏集团总裁与小女友游乐园亲密互动 配图竟然是他在摩天轮上 抱着墨小蝶的画面 这个女人是谁看着有些眼熟 陆成宇盯着电脑上的图片研究 哪个网站最先发出来的 陆成旭的声音冰冷 你干什么 该不会因为这个要报复人家吧 这照片不像是合成的 你不要告诉我 没有抱着人家女孩 陆成宇不满地反驳 陆成旭不理他 直接打内线给助理 一个小时之内 给我将网上的舆论压下去 还有 查出照片最初的来源 一旁的陆成宇突然拍了一下桌子 指着照片上的墨小蝶 我想起来了 他不就是那个糕点师吗 哥 你动作够快的 陆成旭在他头上敲了一下 你胡说什么 他可是你招惹来的 陆成宇还会说话 门口却传来了白号的声音 自己做的事情 却要赖人家陈宇 这可不像你陆大少爷的作风哦 对对 白号你说的太对了 我哥就会欺负我 陆成宇摸着头 躲到了白号的身后 你们两个真的闲得没事干了吗 陆成旭强忍怒火 白号走上前便捷 我是有事来找你商量的 只是刚一进公司 就看到他们 都在拿着手机议论纷纷 好奇所以了解了一下 你有什么事 为了增加新月家装的影响力 宣传造势 我建议 全国海选室内设计师 选上的可以直接入职新月家装 并参与到与电视台合作的家装节目中 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优秀的设计师团队 是公司赚钱的关键 你这个想法不错 可以试试 那个鬼才设计师蓝小找到了吗 提到蓝小 白号一脸愁容 没有 他自从四年前 拿到了亚太室内设计的第一名之后 好像就隐退了 有人说他改行去卖蛋糕了 刚刚喝了一口茶的陆成宇 突然将口中的茶水都喷了出来 蓝小改行卖蛋糕 这也太扯了吧 白号耸了耸肩 更扯的是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据说 亚太室内设计的大奖 也是别人代替他去领的 天才总是这么特立独行 你们想挖蓝小提高影响力 估计行不通了 陆成宇感慨万千 陆成旭瞪了弟弟一眼 看向白号 蓝小既然找不到 那就先放一放 一旁喝茶的陆成宇突然起身 走到他们两个面前 一脸正中 我觉得 在全国海选设计师之前 你们公司应该组织一场晚宴 邀请一些明星 厂商 知名设计师到场 并联合各大网站直播 借此宣传造势 白号眼睛一亮 二少这个主意不错 陆成旭想了想 点头既然如此 那就赶快行动吧 很快 陆氏集团全国海选室内设计师的公告 就发送了出去 一时又成了全网热议的焦点 在陆成旭助理团队的操作下 他和墨小蝶的留言 逐渐被压了下去 但是 照片的来源 却怎么也追踪不到 对方似乎是个网络高手 隐藏得很深 星月传媒内 正在化妆准备去试镜的叶兰西 狠狠地将手机摔了出去 墨小蝶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有心机 攀上了陆成旭 卢氏公司内部 卢欣欣盯着电脑屏幕上的照片 双手紧紧握住 眼睛里充满恨毒的光 一个小小的甜点师 竟然不自量力 敢去接近陆成旭 他卢欣欣绝不会让他好过的 想到此处 他拿出手机 拨通了陆母的电话 一小附近 墨小蝶家中 墨子仲和然然 这两个刚从幼儿园 被接回来的小朋友 如今正撅着小嘴罚站呢 墨小蝶气得胸口发疼 指着手机上的照片 墨子仲 你竟然敢背着妈咪干这种事 不错 墨小蝶和陆成旭的那张照片 是墨子仲小朋友放出去的 为了找七宝 李明成派人去游乐园调查时 无意中在摩天轮下面的工作室 发现了这张照片 因此就带了回来 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墨小蝶气呼呼地问 然然吓得哭了起来 妈咪 你不要怪哥哥 是然然想早点见到爸爸 见爸爸 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有爸爸 只有然然和哥哥没有 他们都嘲笑我们 然然想要爸爸 哥哥说 陆总除了性格高了 其余的都很好 有钱 长得帅 还不花心 妈咪跟着陆总 一定会幸福的 所以我们才自作主张地 把相片发了出去 然然一边抽气 一边哭诉 墨小蝶的心 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有些疼 他拉着子仲和然然的小手 你们在幼儿园经常被别的小朋友嘲笑吗 墨子仲抢先一步说道 没有 他们不敢嘲笑我们 我会揍他的 你们觉得陆总很好是吗 墨子仲低下头 妈咪 我错了 我不应该不顾你的感受 将照片发出去 陆总即便再好 妈咪如果不喜欢他 我们也不喜欢他 然然也跟着哥哥点头保证 对 如果妈咪不喜欢他 我们也不喜欢他 不会认他的 墨小蝶被这两个小家伙 给弄得有些哭笑不得 只能放弃了惩罚 只是小家伙们 连剑都没有见过陆陈旭 竟然就认定了他 这让他有些意外 看来血缘这种东西 真的很奇妙 三天后 他意外接到了 新月家庄的邀请函 邀请他4月28日 去参加新月家庄 举办的一场晚宴 该不会是白昊发现了什么吧 李明成有些担忧 应该没有 这些年 他一直隐藏在乡下 白昊应该查不出什么 那你去不去 他还未决定 默默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小弟阿姨 你收到邀请函了吗 收到了 是你让白昊叔叔给我的 嗯 到时候会来好多好多人 爸爸一定很忙 默默不想一个人 想让阿姨陪着我默默的声音 透露着一丝委屈 看来陆陈旭在宴会上 因为工作原因 没少冷落他 好 阿姨一定去 想到默默委屈的小模样 默小蝶当即决定参加晚宴 他不能让女儿在晚宴上 受到一丝委屈 太好了 到时候在新月酒店门口 我们不见不散哦 说完 默默愉快地挂断了电话 冉冉跑过来 拉住她的胳膊撒娇 妈咪 我也想去 第十五章 会嫁给爸爸吗 默小蝶一脸为难 宝贝 你和李叔叔在家 妈咪是要去找姐姐 不能带着你 然然一脸失落地 回头坐在沙发上 不说话 他刚想过去 好好哄一哄女儿 却被李明成拉住 你去休息一会儿 我来哄他 李明成看着默小蝶 走进卧室之后 来到然然身边 然然别生气了 到时候 李叔叔带着你们偷偷进去 然然和子仲一脸惊讶 真的 不骗我们 李叔叔什么时候骗过你们 李叔叔太好了 我们爱死你了两个小家伙 一把抱住李明成的脖子 开心地笑了起来 4月28日 陆氏集团下属公司 新月家庄的晚宴 在新月酒店隆重举行 距离晚宴 还有两三个小时 各媒体 网站的记者 就将附近的道路 围堵得水泄不通 听说陆总今日 会带着他的小女友 一起出席呢 有人开始八卦 什么女朋友 只不过是陆家的 一个糕点诗而已 我可是听说了 陆总真正喜欢的人 是如是的千金 那可是真正的名门归秀 是啊 卢小姐可比那个蛋糕 是长得好看多了 听说那个蛋糕 是连大学都没有上完就辍学了 真的 那他更没法 和卢小姐相比了 卢小姐名牌大学毕业 貌美 善良 热衷慈善 经常去福利院 养老院做义工 还帮陆总找到了亲生女儿 我赌陆总一定会选卢小姐 我也赌陆总会选卢小姐 晚宴定在晚上六点半 六点左右 各路豪车开始出现在 新月酒店门口 新月传媒的当红女星 各大厂商 网站 电台 媒体的责任人陆续现身 莫小姐选择了一件 和自己目前身份 相匹配的晚礼服 正准备出门 却接到了卢欣欣的电话 喂 甜点师是吗 因为讨厌莫小姐 觉得她只是个身份低微的甜点师 所以一向高傲的卢欣欣 也懒得调查她 因此到现在 她还不知道 莫小姐的真实身份 你是卢欣欣 听到对方口气中的不屑 莫小姐微微皱了皱眉 这个卢欣欣竟然还敢打电话 难道受到的教训还不够吗 甜点师 我知道白昊也邀请了你参加晚宴 我告诉你 你最好乖乖地将我的限量版项链 拿来还我 卢欣欣语气傲慢 我要是不拿呢 莫小姐冷冷地反问 哼 如果你不拿 今后就永远别想见到默默 电话那头 卢欣欣冷笑了一声 你这话什么意思 卢欣欣这贱人 竟然敢用默默要挟她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 你们这种底层的人 费尽心机不就是想嫁入豪门吗 你无非是想用默默接近陆陈旭 我怎么说也是默默的妈妈 只要我和陆伯母说一声 凭着我和陆家的情谊 你说 你还能见到默默吗 卢欣欣的语气中 透露着一丝得意 莫小蝶沉默了片刻 好 我会拿去还你的 这就对了 说完 卢欣欣挂断了电话 这个女人想要干什么 莫小蝶将项链拿出来 装在一个小巧的盒子内 为了默默 即便明知卢欣欣不怀好意 她还是要去的 李明成将她送到星月酒店附近 小蝶 一切小心 将这个拿上 说着 李明成递给她一只精美的口红 一个晚宴而已 用不着这个吧 莫小蝶有些惊讶 那可不是普通的口红 那是他们保全公司 最新研制的一种武器 口红的下端 隐藏着一个小巧的机关 轻按一下 就会弹出一个薄弱缠意 却锋利无比的刀片 今日 卢欣欣 叶兰西都在 还是小心些为好 听了李明成的话 莫小蝶将口红装入包内 谢谢李哥了 还是李哥考虑的周到 妈咪 你记得给然然带一下好吃的回来哦 然然有些不舍地抱住她不肯放手 莫子中皱着眉 将妹妹拉开 你就知道吃 你看看你的小肚子 再这么胖下去 没有人喜欢你了 说着 还不忘捏捏然然 有些婴儿肥的小腰 然然生气地拍开她的手 要你管我 是你自己挑食不肯吃饭 瘦得像根树枝 还好意思说我胖 我看你分明是羡慕我 莫子中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望向车窗外 突然指着远处 妈咪 宴会马上开始了 你看莫莫还在等你呢 莫小蝶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望了过去 果然莫莫穿着一件白色的公主裙 在四下张望 好了 我要走了 然然要乖一点 回去妈咪 给你做酱肘子 想到酱肘子 然然吸了吸口水 放开了莫小蝶 好 妈咪快去吧 别让小巴姐姐等急了 莫小蝶推开车门走出去之后 李明成和莫子中一大一小 交换了一下眼神 可以开始行动了 下车之后 莫小蝶从拥挤的人群中 好不容易才挤到莫莫面前 莫莫不好意思 因为堵车 阿姨来晚了 莫莫看到她非常高兴 亲切地拉住她的手 没关系 我还以为阿姨不来了呢 怎么会呢 阿姨既然答应了莫莫 就一定会来的 周围的媒体 记者有人认出了莫莫 一边慌忙拍照 一边小声八卦 指着莫小蝶 近乎那不是半个月前 和莫总一起合照的 那个女人吗 对啊 对啊 真的是她 看来网上盛传的是真的 莫总真的喜欢 这种小小清秀的女生 这么说 卢氏集团的千金 要出局了 看样子八九不离十 你看 莫总的千金 多喜欢那个女生 哎 卢小姐还真是可怜 巴巴地 从福利院为莫总 找回了女儿 高学历 人品好 模样好 却还是被一个没学历 没相貌的女人给秒杀 这叫什么事啊 这叫男人的劣根性 看惯了牡丹 勺药 就会突然觉得 哪怕花也挺好看的 这么说来 这个甜点师 应该很有心机和手腕了 那是当然 我听说他才入职 新月酒店不到一个月 这么短时间内 就将万年高冷的 陆总给拿下了 手腕能一般吗 那陆总千金 岂不是以后 没有好日子过了 那倒也未必 陆总是谁 杀伐决断 冷酷无情的商业奇才 岂是那么容易被骗的 看着吧 说不定过几个月 新鲜禁过了 就会一脚踢开他 很有这种可能 墨小蝶听着周围记者们的议论 越来越不拙边了 赶紧领着墨墨走了进去 墨墨走了几步 突然仰起头问 阿姨 如果我爸爸喜欢你 你会嫁给他吗 第十六章 你是墨小蝶 听了墨墨的话 如星星强压怒火 再次低头看向墨墨 墨墨 你不是最喜欢巴比娃娃吗 妈咪特意给你买了 你最喜欢的限量版巴比娃娃 就在酒店的前台 现在我们去取过来 一起玩好不好 真的 心爱的玩具 对孩子来说 是致命的吸引力 当然是真的了 走 我们现在就去 说着 卢星星向墨墨伸出了手 同时还不忘用眼神 挑衅墨小蝶 墨墨走到他面前 正准备将手 放在卢星星手中时 却突然反悔 转身拉住了墨小蝶 阿姨 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好啊 不过不知道 你妈咪同意不同意 墨小蝶一脸笑意地 看向卢星星 卢星星心里气得 恨不得将墨小蝶碎尸万段 但是默默在 他不好发作 只能强装笑脸 好啊 我们一起去 说完 还不忘狠狠地瞪墨小蝶一眼 在去酒店前台的路上 叶兰西从外面走了进来 因为明星的身份 所以他身边跟了一些保镖和助理 还有一些疯狂的粉丝 卢星星一个不注意 被保镖推了一把 差点摔倒 他一脸火气地怒斥 眼睛瞎了吗 一个二流小明星 摆什么排场 叶兰西的助理 可能是新来的 并不认得卢星星 有些不爽地指着他 你怎么说话的 卢星星一肚子火震愁 没出发现了 随即抬高了声音 你怎么说话的 你们的保镖 刚刚差点将我推倒 你没看见吗 吵闹声 引起了叶兰西的注意 他停下脚步一回头 正好看到一身 淡紫色碗里服的墨小蝶 他心里猛地一惊 墨小蝶 他怎么会在这儿 若二少说 他哥哥和墨小蝶之间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照片只是一场误会而已 可是 以墨小蝶的身份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还和陆家的小公主 很亲密的样子 叶兰西转身 向他们走了过来 卢星星以为 他是过来给自己道歉的 率先开口 大明星 你该管一管你身边的人了 能参加这次宴会的 可都不是普通人 叶兰西这时才看到 墨小蝶身旁的卢星星 惊讶之后 赶紧笑着打招呼 卢小姐 是你啊 看他态度还算可以 卢星星收回了一脸怒气 但语气中 却充满了讽刺 国际一线明星呢 叶兰西有些尴尬的笑了笑 这都是公司安排的 我也很无奈 卢星星冷哼了一声 让你的人注意一点 刚刚差点将我推倒 我是陆家自己人 就不计较了 这要是推倒了哪个电台 或者供应商的家属 恐怕你就很难解释了 叶兰西心里恼火 但是却也知道 这个卢星星不好惹 只要认栽陪笑 卢小姐说的是 我会让他们注意的 看他还算实相 卢星星很满意 转身和墨小蝶准备到前台 墨小蝶 好久不见 你不认识老朋友了吗 叶兰西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 突然在他们身后喊了一声 墨小蝶 卢星星的身体猛的一震 回头 叶兰西 你叫谁呢 叶兰西走到他们面前 盯着墨小蝶 小蝶 我们可是老朋友 你该不会真的不认识我了 墨小蝶盯着他 咬牙切齿 怎么会不认识呢 这一辈子忘记谁 我墨小蝶也不会忘了你 一旁的卢星星 没等叶兰西说话 突然花容失色的惊呼 墨 墨小蝶 你 你是墨小蝶 华大的 墨小蝶索性大方的承认 是啊 学姐 你真的是年龄大了 记性就不好了 这么多天才认出我 卢星星后退了一步 低头看了看墨墨 你 你想要干什么 墨小蝶上前一把将墨墨 拉到自己身边 轻身盯着卢星星的眼睛 你说呢 学姐 你 你 是为了墨墨 想到当年的事情 看看眼前异常冷静的墨小蝶 卢星星心里一阵发出 墨小蝶盯着他看了半天 突然往耳一笑 转换了话题 学姐 我们不是要去前台给墨墨拿 限量版的芭比娃娃吗 说着 伸手一把抓住卢星星的手腕 有些事情 他不想让叶兰西知道 卢星星感觉手腕一阵疼痛 想要挣脱 却怎么也挣脱不开 只能任由墨小蝶 拉着他往前台走去 叶兰西望着墨小蝶离去的背影 手紧紧地攥住 他的家庭背景都是编造的 陆二少一直以为他的父母 在瑞士从事医学研究工作 可是 墨小蝶却知晓他的出身 假如让陆家人知道 他来自偏远山村 他这么久的努力就白费了 陆家是绝对不会接受 他那样的儿媳的 因此 一定要想个办法 堵住墨小蝶的嘴才行 卢星星一直等到他们从前台 帮墨墨取回了限量版的 芭比娃娃之后 才从震惊中惊醒过来 趁着墨墨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玩芭比娃娃的功夫 他将墨小蝶拽到了酒店的隐蔽处 你早就知道 墨墨是你的亲生女儿 是不是 是 如星星既然认出了自己 自然也想到了墨墨的身份 你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墨墨了 那陆陈旭呢 你对他 我对他不感兴趣 只想要回女儿 你发誓 如星星盯着他 语气很不友善 发誓 你以为你是谁 我墨小蝶为什么要向你发誓 墨小蝶不爽地挑了挑眉 如星星还真自以为是 以为全天下的人都该围着他转吗 你不敢发誓 说明你对陆陈旭别有用心 墨小蝶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觉得没有必要和他这种低智商的人再聊下去 转身准备去看墨墨 却被如星星一把拉住 墨小蝶 你这算是默认吗 墨小蝶低头地看了一眼他的手 语气凌厉 放开 你这是做贼心虚 墨墨根本就是你的借口 你的最终目的是陆陈旭对吧 如星星丝毫没有感到到 他语气中的不善 墨小蝶勾了勾嘴角 故意想要激怒他 是 我的最终目的就是陆陈旭 你想要怎样 看到墨小蝶竟然承认了自己的野心 卢星星再也忍不住 抬手就要打墨小蝶耳光 只是手刚抬起 就被墨小蝶一把抓住 卢星星 这里不是你们卢家 你最好收起你的嚣张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说完 用力一推 卢星星一个猎且 头重重地撞在后面的墙上 他还未站稳 墨小蝶突然上前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学姐 我已经不是当年在校园里的墨小蝶了 实相的话 最好别惹我 否则 心仇就恨 我会一笔一笔和你算清楚的 一直到卢星星呼吸困难 脸憋得通红时 他才放手转身离去 第十七章 陆总有些奇怪 六点半 陆陈旭上台简单地说了一些开场白之后 宣布晚宴正式开始 远远的他看到墨小蝶正走在角落里 陪着墨墨玩芭比娃娃 墨墨一点笑意 不知道和墨小蝶在说些什么 在这有些吵闹的晚宴中 那边的画面很温馨 他穿过人群准备走过去 半路上却被一些厂商拦住 角落里的墨小蝶和墨墨正一人 拿着一个芭比娃娃 在玩角色扮演的游戏 我是花仙精灵王夏安安 我要消灭你们这些邪恶的暗黑力量 墨墨模仿夏安安的声音 指着墨小蝶手中的娃娃 小脸上的表情很丰富 哎呀 好厉害啊 快跑 墨小蝶假装被打败 拿着娃娃躲了起来 墨墨开心地笑了起来 墨 墨两个人正玩得起劲呢 身后突然传来了陆母的声音 奶奶 妈咪给墨墨买的芭比娃娃 你快来看看 看到陆母 墨墨起身扑了过去 卢欣欣站在陆母身后 甚是得意 陆母看了看墨墨手里的玩具 真的很漂亮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乱跑啊 害得奶奶找了半天 我看奶奶在和别的奶奶们说话 就到门口等小蝶阿姨了 说着 墨墨转身将墨小蝶拉到陆母面前 你好 陆夫人 墨小蝶起身礼貌性地打招呼 嗯 陆母不冷不但地应了一声 那天 他和儿子深谈了一次 儿子表示 对这个甜点师没有任何兴趣 一切都是为了墨墨 还说了一些 如欣欣在教育墨墨上出现的问题 墨墨是他唯一的孙女 他当然不希望墨墨被养废了 因此同意了儿子的决定 让墨墨远离如欣欣 可是 昨天如欣欣打电话约他出去 态度诚恳 声泪俱下地 检讨自己在教育墨墨过程中出现的失误 并再三保证以后 绝对不会再溺爱墨墨 一定会好好教育他 孩子成长过程中 母亲的角色至关重要 更何况 他们和卢家意志关系不错 曾经在一个大院中住过 卢欣欣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 漂亮 懂事 善良 又是名牌大学毕业 从心理上来讲 他是希望儿子 能够选择卢欣欣 让卢欣欣做墨墨的妈妈 看着陆母对自己的态度 不冷不热的 墨小蝶扭头看向了别处 他对陆承煦 一点兴趣都没有 没有必要讨好他的母亲呢 就在一扭头的瞬间 他看到了两个小小的 鬼鬼祟祟的身影 从身形上看 很像子重何然然 难道这两个小家伙 背着李明成偷偷跑了进来 他有些疑惑 也有些不放心 准备去查看一下 默默 你先和奶奶玩一会儿 阿姨还有事 先不陪你了 说完 他和陆母打了个招呼 准备撤离 谁知 陆母却拦住了 他墨小姐年纪轻轻的 也如此健忘 什么意思 他满脸不解 陆母看了一眼 身旁的卢猩猩 上次在医院 墨小姐不是已经答应 将项链归还给猩猩吗 我怎么听说过了这么久了 项链还在墨小姐的手上 墨小蝶看了一眼 得意的卢猩猩 陆夫人特意过来 原来是为了这个呀 项链我已经拿来了 刚刚人多 一直没有机会归还 多谢陆夫人的提醒 说完 他从包内拿出项链 放在了陆夫人的手上 还请陆夫人做个见证 免得卢小姐以后忘了 耍赖说 我没有还他 说完 不等他们再说话 他就转身急匆匆地离开了 他快步走到 刚刚看到子重 和冉冉身影的走廊处 四下找寻 却没有发现任何人 难不成是自己眼花了 他挠了挠头 有些不解地往回走 却一不小心 撞在了一个人的怀里 对方比他高 胸膛很结实 他的鼻子被撞得有些疼 你走路都不看路吗 他揉着鼻子 正准备抬头看看 那个不长眼的家伙 撞了自己 却听到了陆陈旭 淡淡的声音 抬头 果然 万年高冷男神 正直直地盯着他 他后退了一步 有些谨慎地打招呼 陆总 不好意思 说完 侧身站到一旁 等待陆陈旭走过去 可是等了半天 陆陈旭却没有动 默默呢 墨小蝶抬头看了他一眼 被陆夫人带走了 嗯 过了半天 陆陈旭还是没动 有些疑惑 多谢你的中药 我都喂好多了 又等了半天 陆陈旭才说到 不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墨小蝶有些惊讶 陆陈旭竟然向他道谢 实在是让人感到意外 然后 又是半天的沉默 陆总 你要是没什么事了 我先过去了 墨小蝶指了指 不远处的会场中心 多亏这里隐蔽 没有人发现 这要是让那些电台 媒体的记者发现了 不知道会如何大肆宣扬呢 他可不想像上次那样 成了热搜的焦点 走到哪里 都有人对他指指点点 你好像很怕我 今日的陆陈旭 确实有些奇怪 陆总高高在上 我只是一个小小甜点师而已 当然很怕你了 可是 那天你在医院里 却对我发了火 陆陈旭盯住他 墨小蝶一脸惊讶地抬头 陆总这是气不过 想要教训我吗 你为何会这样想 这次轮到陆陈旭惊讶了 难道不是吗 高高在上的陆总 被一个入职不到半个月的甜点师指责 你心里一定很生气 对不起啊 我那天有点脾气不好 看到你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有些口不择言了 墨小蝶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于是 很自觉主动地道歉 你在关心我吗 陆陈旭一贯冰冷的语气中 似乎有了一些温度 啊 墨小蝶猛地一愣 有些跟不上陆陈旭的节奏 你因为我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所以才发火 这是不是说明 你在关心我 陆陈旭突然上前几步 墨小蝶被他逼得 靠在了走廊的墙壁上 陆 陆总 极度缺乏关爱 所以要逼着 每个人都承认关心他 陆陈旭盯着他看了半天 突然后退了几步 让开道路 没事了 你走吧 墨小蝶一脸的莫名其妙 心里滴皱了几句 脑子有病吧 然后转身走向会场 第十八章 叶兰西出丑 陆陈旭望着墨小蝶离去的背影 也觉得自己今日的行为有些奇怪 难道是因为 昨天晚上那个梦 是的 万年高冷的陆啸草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有生以来 感觉最甜美的梦 小蝶的大房子内初秋季节 房子前面的银杏树叶金黄透亮 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 他带着一群孩子 在银杏树下做游戏 孩子们用树叶做了许多蝴蝶 后来他躺在椅子上晒太阳 孩子们悄悄地用树叶将他埋了起来 他假装怪兽 拨开树叶去抓他们 他们欢快地跑了出去 这时 墨小蝶端着蛋糕从房子内走了出来 亲切地喊他们吃东西 孩子们愉快地叫着 妈妈跑了过去 银杏树下的阳光里 他的心里溢满了幸福 是的 他做梦和墨小蝶结婚了 而且还生了一群孩子 醒来之后 他竟然觉得那样的生活很令人向往 所以 今日看着墨小蝶心里竟然涌起了一股别样的情绪 他竟然想要去靠近他 了解他 甚至刚刚心底还涌起了一股想要吻他的冲动 陆陈旭对自己的心理变化很不解 一个梦而已 为何他的心境竟然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 这有些不正常 看来他或许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墨小蝶从走廊来到会场 随意地选了一块糕点吃了起来 糕点味道不错 只是稍微有些欠火厚 你们听说了吗 新月家庄准备花重金 挖顶级室内设计师蓝小来挑大梁 周围不远处几个女人在小声议论 当然听说了 也就是陆氏能请得动他了 听说他很高 很神秘 如果我像他那么有才华 我也要会高傲的 其中一个女人一脸羡慕 得了吧 你也就适合做个花瓶 花瓶 我喜欢这个称呼 快看 那个演技一般 靠着陆二少签约新月传媒的花瓶过来了 叶兰西 墨小蝶回头 叶兰西正巧走到他身后 今日 叶兰西穿了一件金色亮片晚礼服 身V设计的后背勾勒出了他完美的身姿 整个人显得妖娃妩媚 小蝶好巧啊 他率先开口 看到他 墨小蝶顿时没有了胃口 是挺巧的 这蛋糕上竟然有只苍蝇 叶兰西脸色微变 墨小蝶 你说话客气先 我实话实话 怎么不客气了 你 叶兰西气得捂住胸口 想到还有事情要找墨小蝶商量 只好用力压下了怒火 拉着墨小蝶侧过身 你不想找孩子了 墨小蝶震惊地看着他 你什么意思 难道叶兰西还知道其他孩子的线索 我们来谈个合作如何 什么合作 墨小蝶充满了戒备 我帮你查到梅伊的行踪 你帮我成功嫁入陆家怎么样 墨小蝶有些失望 他还以为叶兰西手里 有其他孩子的线索呢 公安部悬赏梅伊这么多年了 都没能将她抓获 你能查到她的行踪 她提出质疑 那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见过梅伊的真面目 你见过 当然了 我不但见过她 当年还和她一起吃过饭 一起出去结伴游玩过 叶兰西虽然表面上一脸得意 但是 想起那段过往 心里却心有余悸 恶心想吐 公安部之所以悬赏多年 都没能抓获梅伊 是因为大家都认为梅伊是个女人 但实际上 梅伊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 当年 她为了卖掉墨小蝶的孩子 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了梅伊 出见时 她也很惊讶 孩子被抱走之后 梅伊提出要请她吃饭 去附近的农家乐游玩 然后才给她结款 结果 那个男人却在她的茶水中下了药 在农家乐简陋的房间内 夺去了她的第一次 没日没夜地折磨了她半个月之后 才给了她一半的钱 还警告她 如果敢报警 就供出她拐卖儿童的事实 让她坐楼 那个男人夜下长有黑色的屋子 后来 她回国之后 那个男人还几次三番地 来纠缠过她 为了摆脱纠缠 她才狠心整了容 换了名字 看着叶兰西一直沉思不语 墨小蝶以为她又想玩花样 既然你和梅伊那么熟 就等你找到她了再说吧 说完 她准备转身离去 墨小蝶 你是不是看上了陆陈旭 叶兰西抓住她的手腕 墨小蝶回头看了她一眼 很无语 为什么每一个人 都认为她上路家 是为了陆陈旭呢 她明明是为了默默好不好 我可以帮你 我们互相帮助怎么样 看墨小蝶不说话 叶兰西以为她默认了 低声说道 墨小蝶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抱歉 让你失望了 我看上的是陆二少 谁 你看上了二少 叶兰西惊叫 这怎么可能 墨小蝶明明接近的是陆陈旭 我接近陆陈旭 是为了陆默 我真正喜欢的人 是陆二少 看着叶兰西 一脸震惊的表情 墨小蝶心情大好 你 你叶兰西用手指着她 不好意思 我们的合作 恐怕谈不成了 墨小蝶故意气她 这时 一个服务生 正好推着一车酒水 从墨小蝶身后经过 叶兰西用力猛推了她一把 想让她撞在酒水车上出丑 可是 她却没有算到 墨小蝶这些年 跟着李明阳兄弟 学了不少功夫 在即将摔倒的瞬间 腰上一用力 整个人身形一侧 就躲过了这次危急紧接着 她还未反应过来 突然就被墨小蝶 抓住胸前的衣领 一个用力 整个人好巧不巧 直接扑到了酒水车上 哗啦一声巨响 酒水车被她撞翻 她整个人狼狈地趴在了地上 巨大的声音 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大家快速围了过来 墨小蝶假装惊慌 哎呀 叶小姐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摔坏了没有 说着 赶紧弯腰将叶兰西扶了起来 叶兰西胸前的衣服被酒水打湿 此刻曲线暴露 周围有男人忍不住吸了一口气 不得不说 叶兰西的身材真的堪称完美 就连墨小蝶也有些羡慕了 如此狼狈 还被这么多人围观 叶兰西的脸胀的通红 赶紧用手捂住了胸口 怎么回事 陆承宇从人群中走出来 二少 看到陆承旭 叶兰西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 赶紧跑了过去 一脸委屈 两眼含泪 叶小姐不小心踩到裙子摔倒了 墨小蝶抢先一步解释 陆承宇立刻脱掉自己的外衣 给叶兰西披上 怎么这么不小心 赶紧去换件衣服 叶兰西狠狠地瞪了墨小蝶一眼 不甘心地被助理扶着 走出了人群 第十九章 救了然然 新月酒店三楼洗手间门口的角落里 墨子仲和然然通过手机监控 将会场上发生的一切 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女人太坏了 竟然敢欺负妈咪 然然撅着小嘴气呼呼地说道 必须给她些颜色瞧瞧 墨子仲随声附和 李明成拍了拍墨子仲的肩膀 你们两个可是答应过我 不惹事的 否则我们现在就走 李叔叔 我妈咪被人欺负了 墨子仲仰起小脸 再一次重申 李明成瞪了她一眼 得了吧 你妈咪我还不知道 谁能欺负得了她 你不是也看到了 刚刚她不是又欺负回去了吗 可是 这个叶兰西太过分了 然然还是有些不甘心 李明成双手抱胸 好 那你们说 是要见爸爸 还是要替你妈咪报仇 只能选一样 不能两个都选吗 然然撒娇 李明成脸色一沉 别玩花样 快点选 这可是陆氏的宴会 弄不好会被抓住的 墨子仲拉着妹妹的小手 一脸坚定 我们要见爸爸 李明成看了一眼 戴着假头套 黑色镜框 特意化了妆了然然 点了点头 好 按计划行事 这样的然然 别说是陆陈旭了 就是墨小蝶这个亲妈 也未必能认出来 梁小只很乖的点头保证之后 开始行动了 李明成假扮成厂商工作人员 负责给他们打掩护 楼下会场内的陆陈旭和白浩 此时正被一些厂商 媒体的人围着 听说 新月家庄还邀请了设计师蓝小 白总 你能力不错吗 一个对室内设计行业 比较了解的厂商老板说道 蓝小 李老板说的 可是那个拿了亚太室内设计 一等奖之后 突然消失的设计师蓝小 有人一脸惊讶地问 蓝小四年前堪称室内设计领域的传奇 只是却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突然隐退 陆陈旭瞪了一眼白浩 这货嘴太快了吧 一点把握都没有的是 竟然弄得人尽皆知 现在好了 他们找了好几个月 却连蓝小的真实身份都没有查出来 岂不是要闹笑话了 白浩接受到陆陈旭的目光 一脸笑意地向大家解释 蓝小设计师最近还在国外 我们已经在和他的工作团队协商 相信很快就会得到答复的 陆陈旭忍不住掐了他一下 在他耳边小声低语 你脸皮可真厚 说起谎话一点都不会脸红 彼此彼此 白浩故意假装没有站稳 推了他一下 陆陈旭下手还真狠 他的胳膊估计都被掐红了 就是这么轻轻一推 陆陈旭正好撞上了端着盘子 走过来的服务生 服务生盘子内的红酒 散在了他胳膊上 对不起 陆总对不起 服务生吓得一脸惨白 没事 没事 是你们陆总自己不小心白号摆了白手 让服务生赶紧离开 陆陈旭瞪了一眼白号 然后和各位厂商代表打了个招呼 自己一个人到洗手间处理衣服去了 新月酒店二楼 距离会场最近的洗手间门口 莫子仲紧张地拍了拍 正在吃蛋糕的然然 别吃了 快 爸爸要过来了 然然赶紧将手中紧剩的一块蛋糕塞在嘴里 拍了拍手 站好 看着然然被蛋糕塞满的小嘴 莫子仲很无语 你这样要怎么说话 然然指了指嘴巴 努力地咀嚼了两下 奈何嘴里的蛋糕太多 一半会根本咽不下去 此时 陆陈旭已经走了过来 他们原定的计划是 然然突然冲出去 然后假装摔倒在陆陈旭面前 故意引起对方的注意 子仲过一会儿 再以哥哥的身份出现 将他领走 这样 他们既可以测出爸爸是否有爱心 也可以和爸爸近距离地说说话 内心小小的愿望也算被满足了 然而 李明成如此完美的计划 却被然然这个小吃货给搞砸 满嘴蛋糕的然然 看到陆陈旭突然走过来 一紧张 被蛋糕卡住了 他拉住莫子仲的手 指着脖子 脸憋得通红 莫子仲吓了一跳 然然 你怎么了 然然呼吸困难 很快瘫坐在地上 一向冷静的莫子仲吓坏了 大声呼喊然然 然然 你别吓我 李叔叔 李叔叔 陆陈旭听到动静 快步走到他们面前 小朋友怎么了 我妹妹被蛋糕卡到了 陆陈旭看了一眼然然 此时的然然 已经快要失去意识 他立即将然然抱起来 用海姆利克急救法 进行救治 他们公司曾经配合政府医疗部门 做过这方面的宣传 作为总裁 为了做到表率作用 他特意去医院 学习了海姆利克卡侯的急救方法 经过陆陈旭及时的救治 然然喉咙里卡住的蛋糕 终于吐了出来 他被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爸爸 我好害怕 说着 突然就扑到了陆陈旭的怀里 陆陈旭看着怀里哭得 稀里哗啦的然然 心里竟然有些心疼 这个女孩的年龄和默默相仿 刚刚应该是被吓到了 没事了 小朋友别害怕 然然抱着他不肯放手 爸爸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爸爸的声音真好听 爸爸的怀抱好温暖 他情不自禁地 又往陆陈旭怀里拱了拱 鼻涕成功地抹在了陆陈旭的衣服上 墨子中一脸黑线地看着然然 真的是太丢人了 以后有什么事 绝对不能再让妹妹参与了 陆陈旭私下看了看 最后目光落在了墨子中身上 这个小男孩看起来有些眼熟 没眼的地方 竟然和陈宇有点相似 该不会是陈宇这个家伙 又在外面惹祸了吧 小朋友 你爸爸妈妈呢 他问墨子中 墨子中伸手用力 将窝在陆陈旭怀中的 然然拉了出来 我们的妈咪 就在会场那边 刚刚谢谢叔叔了 叔叔再见 说着拉着 然然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这要是被妈咪发现了 他们两个估计屁股 要开花了 一路上 然然试图挣脱开他的前置 爸爸 我要去找爸爸 一直跑到三楼走廊隐蔽处 墨子中才气喘吁吁地放开他 你要是不怕妈咪生气 就去找爸爸好了 我不拦着你 妈咪就在下面 你想好后果 一提到墨小蝶 然然立刻老实了下来 要是被妈咪发现 他们两个连同李叔叔都死定了 第二十章 真假相恋 晚宴还在继续 墨小蝶转了一圈 既没有找到墨墨 也没有找到那两个身形 有点像子重和然然的小孩 他有些无聊 一个人在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坐下 刚坐下几分钟 陆母突然拉着卢猩猩 怒气冲冲地走到了他面前 墨小蝶陆母因为气氛 声音有些大 成功地吸引了周围的一些人 墨小蝶站起身 陆夫人 你有什么事 陆母什么也不说 抬手就要甩他耳光 墨小蝶眯着眼 握住了陆母的手 声音冰冷 就算你是陆总的母亲 也不能如此嚣张 陆母用力抽回自己的手指着他的鼻子 墨小蝶 你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陆夫人这话什么意思 陆母将卢猩猩从身后拉了出来 卢猩猩脸上有刚刚哭过的痕迹 我说 你怎么轻易地就归还了猩猩的项链 原来是个假货 陆母指着墨小蝶的鼻子 声音更大了 远处的陆陈旭和白昊听到动静 赶紧走了过来 此时 他们周围已经聚满了看热闹的人 陆陈旭拨开人群走了过来 妈 出了什么事 陆母一看儿子来了 立刻拉住陆陈旭的胳膊 陈旭 你听妈的话 赶快辞退了这个甜点诗 陆陈旭皱着眉看了一眼墨小蝶 最后目光落在卢猩猩身上 怎么回事 她的语气冰冷中透露着威严 她的妈妈平时端庄稳重 举止得体 但却耳根子软 缺乏判断力 容易被人挑唆 看情形 此事绝对和卢猩猩脱不了关系 我 说着卢猩猩突然捂着嘴哭了起来 陆母挡在她面前 欣猩刚刚被那些小明星 还有厂商家属欺负 这会儿正伤心呢 有什么话你问我 她被欺负和莫小蝶有什么关系 你来这里闹什么 面对如此单纯好骗的母亲 陆陈旭有些头疼 欣猩就是因为戴了莫小蝶归还的假项链 才会被那些人嘲笑 戏弄的 你自己看看 说着陆母拉开卢猩猩脖子 让大家看 卢猩猩的脖子上 有很明显的一圈银灰色 像是什么东西染上去的 这是 陆陈旭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有些疑惑 陆母拿出手里的项链 这是项链掉甩的结果 说着 故意在众人面前展示了一下 果然 简单的搓几下 她的手上也满是银灰色 陆母又转向莫小蝶 就算是造假 也不至于用这种两块钱的货色 莫小蝶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到此刻 莫小蝶才终于弄明白 为何卢猩猩要用默默相邀鞋 让她必须今日归还项链 原来在这里等着她呢 陆夫人如何证明 这条项链 就是我归还的那条 她提出疑问 如星星看了陆陈旭一眼 为了搭配这件礼服 我才打电话 让你今日必须归还项链的 来之前 我并没有带其他项链 人群开始小声议论 没想到这个糕点是这么有心结 这么爱财啊 好歹去打一条A货 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A货 就她这样的 恐怕连买A货的钱都没有吧 对啊 A货也很贵的 对于她这种爱财又出身贫寒的人 怎么可能舍得 你看她身上的衣服 应该是某宝上卖的地摊货 最多超不过200 我看也像 她可真有勇气 穿着这样的衣服 也敢来参加陆氏的晚宴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人家啊 棒上了陆总 真的 假的 陆总怎么可能看上她 你真是孤陋寡闻 前段时间的热搜你没看到吗 别看她出身卑微 心迹和手腕可是一流的 哎 只是她太心急 眼光还不够长远 这么快就被陆夫人揭穿了真相 以后想要再靠近陆总 恐怕有些困难了 揭穿了又怎样 卢欣欣那条限量版的项链 可值不少钱呢 她这也算是小赚了一笔 周围人群的议论越来越激烈 卢欣欣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 莫小蝶 你也不拿镜子照一照 竟然敢来和她卢欣欣抢男人 简直不自量力 莫小蝶看了眼中人 不再解释 准备掏出电话直接报警 既然卢欣欣说项链是假的 那就让警察来处理吧 只是 她刚掏出手机还没有拨号 人群中突然传来一个充满惊喜的声音 蓝小设计师 真的是你 我找了你好久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 说话间 从人群中挤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穿着讲究的男人 那个男人直冲莫小蝶面前 一把拉住他的手 蓝小设计师 我可找到您了 我一直想找机会 感谢你当年对我们公司的帮助 奈何您行踪不定 没想到 今天竟然在这里遇到您 周围的人群 包括陆陈旭和白昊 都是一脸震惊 刚刚那个男人是 伊凡工作室的总经理王明杰 伊凡工作室成立于四年前 虽然规模不算太大 但是在家庄领域 却取得了不少成绩 尤其最近两年 发展势头迅猛 因此 王明杰的话 没有人怀疑 莫小蝶没想到 在这里竟然遇到了熟人 当年 伊凡工作室刚刚成立 接了一个古怪的户型改造 怎么设计对方都不满 还闹到了他们公司 他当时正好路过 出于对设计的热爱 看了看户型结构图 简单地指点了王明杰一二 也是王明杰聪明 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找到了满足业主要求的设计方案 事情才得以圆满解决 人群再一次议论纷纷 我的天啊 他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 蓝小设计师 是啊 只听说他充满了神秘 行踪不定 没想到竟然会出现这里 快 我得拍张照留念一下 我也要拍一张 发在朋友圈 让他们都羡慕一下 不对啊 蓝小设计师 怎么成了陆家的甜点师了 你笨啊 没听网上说吗 蓝小设计师某一天 突然对做蛋糕 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于是改行做蛋糕了 蓝小设计师真是帅气 果断 为了梦想全力以赴 以后 我要将他作为自己的榜样 这些人似乎忘记了项链的事情 一直对着墨小蝶拍照 夸赞 陆成旭盯着他 语气有点激动 你真的是设计师蓝小 墨小蝶还未回答 王明杰不愿意了 陆总 你这是什么话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蓝小设计师 第21章 设计师蓝小 墨小蝶看了一眼 已经傻眼的陆母和卢猩猩 转向陆成旭 陆总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先弄清楚卢小姐项链的真相 经他这么一说 周围的人突然想起了 还有这档子事 于是 又开始议论 蓝小设计师有钱 有名 怎么可能会诈骗卢小姐的项链 那项链才值几个钱 是啊 人家随便画个图纸 都有人抢着要 喜欢什么 可以随时去买 犯不着为了一条项链 去败坏自己的名声 我看啊 分明是如猩猩妒忌她和陆总走得太近 故意找借口来栽赃 为难她 就是 就是 别看如猩猩长得貌美如花 善良无害 我可是听说了 那些做义工的视频和照片 都是摆拍的 真的 你听谁说的 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在养老院工作 说是每一次如猩猩去 都是摆拍几下就走了 走的时候 还用消毒水洗手 擦鞋 很嫌弃那些老人 这么虚伪啊 怪不得陆总看不上她 我要是陆总 我也选蓝小设计师 蓝小设计师 虽然出身农村 可每次她都很大方地承认 真诚 不做做 我喜欢 我看过蓝小设计师的报道 说她当初一边打工一边求学 为了找寻设计灵感 了解不同地区的设计理念和特色 免费给旅行社当导游 借此观察不同村落的民俗特色 所以 她的设计充满了生命力和情感 能够很轻易地打动人心 周围的议论 让卢欣欣的脸上白一阵轻一阵 墨小蝶抬高了声音 态度坚决 陆总 我看还是报警好了 王明杰大概也明白了 事情的始末随身附和 对 对 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 蓝小设计师 怎么可能看上她的一条破项链 陆母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 你竟然是蓝小 那为何要到我们陆家做甜点事 体验生活 寻找灵感 墨小蝶简短地回答 说完 她拿出手机 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喂 这里是星月酒店 卢欣欣小姐 丢失了一条索夫尼限量版项链 麻烦你们派人过来调查一下 说完 她故意看了一眼卢欣欣 卢欣欣咬着嘴唇 手紧紧攥住 很快 警察就来了 简单地询问了之后 要调去酒店的监控 明明她还给我的 就是一条假项链 你们不抓她 为何要调去监控 卢欣欣拦住了警察 陆母将她拉到一旁 你有什么好怕的 让警察调监控 将证据摆在她面前 看她还狡辩 很快 酒店的监控被调取了出来 可是 监控只显示了墨小蝶归环项链 和卢欣欣戴上项链的画面 其中有一段竟然是黑屏 怎么回事 陆陈旭冷着脸问酒店经理 经理满头大汗 这 这 我马上去查 很快 结果查了出来 是黑客攻击了酒店的监控设备 毁坏了那段视频 黑客 陆陈旭有些意外 陆氏集团的网络 是他花重金特意聘请了 IT高手制作的 一般的黑客 根本无法攻击进来 如欣欣松了一口气 看来大哥办事还挺牢靠的 这么快就找人 侵入陆氏的监控系统 毁坏了那段 对自己非常不利的视频 酒店外面停车场内的 一辆黑色小轿车内 莫子重冷的小脸 在笔记本电脑上 飞快地敲着代码 敢用黑客技术 陷害他妈咪 看他怎么反击 陆氏酒店监控室内 几个工作人员试了半天 也无法恢复被销毁的视频 就在大家有些失望 准备离开监控室时 监控视频内的 那段黑屏突然就好了 恢复了清晰的画面 在走廊的拐角处 卢欣欣特意四处查看了一番 确定四下无人 躲在一颗绿植后面 取下了自己脖子上 墨小蝶归还给他的那条项链 小心地将项链埋在了 绿植的花盆里 然后又从包内 取出一条一模一样的项链戴上 戴上那条项链之后 他故意拉着陆母 走到了一群女眷中间 故意让人发现 他的项链是假的 让人故意羞辱他 然后他哭得既可怜又委屈 成功地骗取了陆母的信任 看完监控 陆母指着卢欣欣 气得手指都在颤抖 卢欣欣 我这么相信你 将你当成自己的女儿 没想到你 居然连我都利用 卢欣欣哭着 拉住陆母的胳膊 伯母 你听我解释 没什么要解释的 陆母甩开他 走到墨小蝶面前 蓝小设计师 对不起 我不该听信卢欣欣的话 这样误会你 墨小蝶没想到 陆母竟然会当着 这么多人的面 给自己道歉 有些惊讶 陆夫人 以后做什么事 还请三四二后行 这时 酒店的工作人员 已经从花盆里 找到了项链 前来办案的民警 看向卢欣欣 卢小姐 请你跟我们去警局 走一趟吧 卢欣欣一脸恐慌地 后退了几步 为什么 我犯了什么错 为什么要去警察局 你涉嫌捏造事实 诬告陷害他人 说着 两个民警 上前拿出了手铐 我不去 我没有 我不去 卢欣欣试图逃跑 被民警拦住 卢小姐 你好歹也是一个公众人物 既然敢做就要敢当 不要为难我们 其中一个民警 好言相劝 对啊 陷害他人还拒捕 这要是传出去 对你们卢氏可影响不好 另外一个民警 接着劝说 因为性别原因 再加上卢欣欣的身份特殊 因此 他们不好意思直接动手 听了民警的话 卢欣欣沉默了片刻 乖乖跟着民警走了 走到莫小蝶身边时 他低声说道 别得业 我饶不了你的 好好的宴会 因为这场插曲提前结束 默默可能是累了 莫小蝶看到他时 他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 看到陆母一直守着默默 他没有上前 转身准备离去 白昊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蓝小设计师 等一下 莫小蝶停下脚步回头 白总 有事吗 那个 你有时间吗 我们可不可以找个地方 坐下谈一谈 对不起 太晚了 改天吧 说着 他看了看外面的天 此时应该已经是晚上 十点多钟了 然然何子仲 应该已经等急了 尤其是然然 看不到他是不会睡觉的 这是我的名片 我想邀请您来星月家庄 做设计部总监 不知蓝设计师 对此是否感兴趣 白昊直接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莫小蝶接过来看了一眼 好的 我会考虑的 好 你好好考虑 我等你消息 第二十二章 入职星月家庄 莫小蝶刚出酒店 李明成就开着车 停到了他的面前 小蝶 结束了吗 莫小蝶打开车门 坐了进去 结束了 妈咪 我好想你 还未坐稳 然然就从旁边的座位上 扑了过来 妈咪也好想你 莫小蝶抱着女儿 却在她身上 闻到了一股淡淡的 卸妆水的味道 你今天化妆了 她疑惑地问 没 没有啊 然然有些心虚地低下了头 莫小蝶抬头看了一眼 李明成 怎么回事 李明成故意装傻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的 我们可是一直在外面等你 李哥 你知道吗 你撒谎的时候 右手小拇指喜欢翘起来 莫小蝶也没有生气 直接拆穿了他 李明成看了一眼 不知何时又翘起来的 右手小拇指 赶紧将手攥住 莫子中叹了口气 李叔叔 还是实话实说吧 我们骗不过妈咪的 李明成气地回头 瞪了一眼莫子中 你这小子 怎么这么快就投降了 下次再也不带你 出去玩了 李哥 你好好开车 莫子中 你说 是怎么回事 莫小蝶双手抱胸看着儿子 莫子中低着头 将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听到然然被蛋糕卡住 差点昏倒时 他和李明成同时吃了一惊 然然 你怎么样 嗓子还有没有不舒服 他紧张地看向女儿 李明成大叫 你们两个小东西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然然怯怯地看了莫小蝶一眼 没事了 妈咪 你别骂哥哥和李叔叔了 都是然然不好 是然然想见爸爸 看着女儿小心翼翼的模样 莫小蝶有些心疼地 将他揽在怀里 以后 有什么事先和妈咪商量 你看 今天多危险 幸亏陆总在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妈咪 你不生气了 然然仰起小脸问 生气有什么办法 谁让妈咪当年生下了你们呢 他有些无奈地 捏了捏然然的鼻子 孩子们大了 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他们想要爸爸 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过分打压 反而会引起他们的逆反心理 指不定还会出什么事 只要他们还在自己身边 只要不被陆承旭发现了身份 偶尔偷偷地去见几次爸爸 他还是可以接受的 回去之后 他将白昊 邀请他去星月家庄的事情 告诉了李明成 你怎么想的 李明成问 我去陆家 完全是为了默默 可是现在 陆夫人对我有了一些偏见 虽然今日项链的是他最后 向我道歉了 但我依然能感觉到 他对我的偏见 今后 想要在陆家见到默默 恐怕有些困难了 默小蝶冷静地分析 这么说 你已经决定接受白昊的邀请了 想要见到默默 就只能先进入陆氏 让陆夫人认同我 李明成不知想到了什么 突然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默小蝶有些不解 我在想 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呢 你还不如挑明了自己的身份 拿着亲子鉴定 去法院和陆陈旭征服养权 以你现在的身价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我听说 法院一般会倾向母亲的 默小蝶白了他一眼 一脸的无奈 让你平日多读点书 你就不肯 县竟然出这样的馊主意 我这怎么是馊主意了 李明成不满地叫嚷 我问你 默默当初是怎么出现在陆家的 如欣欣从福利院领回去的呀 那默默为什么会在福利院 你要如何向法官解释这个问题 那还不简单 实话实说呗 证据呢 叶兰西不会承认的 没一到现在 警方还会抓获 这 还有 如果告上了法庭 子仲和然然的身份就瞒不住 陆陈旭如果反过来告我 要争夺子仲和然然的抚养权 该怎么办 这 我没想那么多 李明成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默小蝶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李哥 以后还是多看些书吧 思考了三天 他打电话给白浩 决定接受他的邀请 入职新月 加装白浩喜出望外 5月10日 默小蝶正式入职新月 加装设计部总监一职 同时 新月加装全国海选设计师的活动 白浩将其中几位能力 外形都不错的设计师 推荐给了电视台的一档工艺家装节目 下一步准备全面培养他们 将他们打造成家装界新星 这档工艺家装节目 由陆氏冠名赞助 在全国范围内 征选一些贫困家庭 免费为他们改造 装修房子 提高他们的居住条件 任何人只要符合条件 都可以在网上报名 6月1日 儿童节在看守所 刑拘了半个月的卢欣欣 被放了出来 本来 卢欣欣背后有卢氏集团 根本就不会被刑拘的 可是 他到警察局 看到自己的律师之后 态度非常傲慢嚣张 惹得警察有些不爽 同时 李明成又在背后找了关系 送去了更多的证据 因此 警察叔叔生生地 将三天的拘留 延长到了半个月 卢欣欣一出来 就听说莫小蝶 入职了新月家庄 于是 他仗着卢氏在新月家庄 那20%的股份 硬是逼着白浩在新月家庄 给他安排了一个职务 白浩想了半天 最后将他安排到了办公室 处理一些公司内部的杂物 负责联系施工单位等工作 第一次在公司遇到莫小蝶 他就恶狠狠地发出狠话 我不会放过你的 莫小蝶冷笑 看守所的滋味挺好的吧 如果还想进去 尽管放马过来 辨识台工艺家庄开始第一期 新月家庄选择了 宇成一套52平的老旧单元房 护主是一对退休教师 独生子 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 前几年在国外车祸去世 老两口一直热衷工艺 将所有的收入 都捐给了西北众树之杀 他们说 那是儿子生前的愿望 然而 节目组和设计师 刚刚上门测量了室内面积 查看了现场情况 装修还未开始 有人就闹到了他们公司楼下 叫你们负责人出来 你们这么大的公司 竟然做这样的事情 我要投诉你们 一个女人大嗓门的 一直嚷嚷 正在办公室 看图纸的莫小蝶问助理 楼下怎么回事 哎 一家无赖在闹市 无赖 他们和这一期电视台 要免费装修的那户人家 在同一小区 户型差不多 面积好像只有三十多平 他们也报名了公益家装节目 没有被选上 所以来闹市 正说着 楼下突然传来了小女孩的哭声 莫小蝶皱眉 怎么还有孩子 他们的女儿呗 小女孩也是可怜 摊上这样的父母 说完 助理一脸同情地准备出去 只是走了两步 突然回头 对了 我刚刚在楼下见到了那小女孩 和陆总的千金长得很像吗 你说什么 莫小蝶激动地站了起来 第二十三章 七宝现身 莫小蝶部里会助理小娜惊恶的眼神 跌跌撞撞地冲下楼去 再出电梯的瞬间 因为紧张不小心扭伤了脚 一旁的前台工作人员 赶紧过来扶助他蓝总监 你没事吧 没事 外面怎么样了 他忍住疼看向外面 这会吵闹声似乎没有了 蓝总监不用担心 陆总和白总已经在处理了 陆总也过来了 他有些惊讶 前台的工作人员看看四周 压低了声音 刚刚那家人的小女孩受伤了 白总看到那个小女孩之后 很惊讶 立即给陆总打了电话 我听他们说 那小女孩和陆总的千金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说不定也是陆总的孩子呢 陆总他们人呢 莫小蝶的手有些发抖 蓝总监是不是很疼 我看你的脸色 怎么有些不太正常 我立即叫人送您上医院 前台感觉到莫小蝶的异样 赶紧呼喊同事 我没事 陆总他们人呢 莫小蝶又着急地问 刚刚那个小女孩 被他妈妈推倒 磕到了台阶上 头磕破了 陆总和白总 已经带他去了 宇成第一人民医院 莫小蝶有些惊慌 去了医院 然后他沉思了片刻 我的脚好疼 应该是扭到了筋骨 麻烦你安排让人送我 去宇成第一人民医院 好 蓝总监稍等 我立即去安排 很快 莫小蝶由助理小娜陪同着 来到了宇成第一人民医院 检查结果 只是普通的扭伤而已 针灸一下 磨点药 很快就会好 趁着助理去取药的功夫 他一蹶一拐地 走向了外科门诊处 很幸运地 在门诊处的走廊 遇到了准备去取药的白号 蓝总监 你怎么会在这儿 莫小蝶微微抬起 有些红肿的右脚 不小心崴到了脚 你自己一个人来的 白号皱眉 没有 小娜去取药了 我有点无聊 随便走走 这样了还随便走走 白号指了指他的脚 有些不能理解 莫小蝶假装无意地问 对了 我听说那个到公司闹事的 那家小女孩受伤了 人呢 白号将他拉到一旁 低头有些神秘地说道 去和陆总做亲子鉴定了 亲子鉴定 莫小蝶惊了一个 猎鞋差点摔倒 白号赶紧扶住他 你也觉得惊讶是吧 莫小蝶点了点头 我告诉你 我也很惊讶 那小女孩除了有些瘦弱 几乎和默默长得一模一样 我敢打赌 一定是陆总的骨肉 说完 白号一脸心疼地 又叹了口气 白总为什么要叹气 唉 这女孩也真是可怜 瘫上了这样的养父母 生生被折磨得 出现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心理疾病 莫小蝶的心 像是被巨石重重地撞击了一下 一时间疼痛难忍 手紧紧地钻成拳 整个人都在发抖 他的七宝 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小小年纪 竟然被折磨出了心理疾病 据说是因为长期暴力 引起了交流障碍 几乎不会说话 不会与人沟通 极度缺乏安全感 白号并没有发现他的异样 有些气愤地 向他讲述小女孩的病情 莫小蝶再也忍不住 捂着胸口 痛苦地蹲了下来 他可怜的女儿 他的七宝 蓝总监你怎么了 白号这才发现了 莫小蝶好像有些不对劲 赶紧弯腰询问 只是一弯腰 却正好看到两行眼泪 从莫小蝶的脸上滚落了下来 蓝总监 脚是不是很疼 你怎么哭了 有点疼 我没事 他害怕被白号发现了端倪 赶紧扶着墙 又站了起来 白号拿出纸巾递给他 小娜应该取药回来了 我送你过去吧 莫小蝶用纸巾擦了擦眼泪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不好意思 让白总监笑了 女孩子嘛 都很娇弱怕疼的 白号露出一副很了解的表情 正说着 陆陈旭抱着那个小女孩 从远处走了过来 她脸上的表情 阴沉得能够冻结周围三米内的空气 小女孩一脸惊恐 小脸蜡黄 头上包着纱布 在她怀里一动也不敢动 白号急忙走了过去 怎么样 鉴定结果怎么说 陆陈旭没有说话 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孩子 递给白号一张花眼单 莫小蝶赶紧扶着墙走了过去 伸头看了一眼 遗传学相识度99 99确定亲子关系 然后 她再也忍不住 整个人都靠在了墙上 真的是气宝 白号忍不住惊呼 还真是你的女儿 这么说 应该和莫莫是双胞胎了 白号 去帮我联系国内最好的二科专家 心理学专家 陆陈旭的手 竟然有些微微发抖 那个女人可真狠啊 一对双胞胎 竟然就这样狠心地抛弃了 她如果不想要 大可以不生 或者生下来 直接放到陆家门口 为什么生下来 要将他们抛弃 默默在福利院待了三年 这个女儿竟然被那对人渣 虐待了将近七年 好的 我马上帮你联系 白号看了一眼 陆陈旭怀里的女孩 也是一份填膺 正在这时 那对闹事的夫妇 却突然从外面跑了进来 豆豆 豆豆 他们四处张望 很快发现了 陆陈旭怀中的孩子 急步跑了过来 原来她的七宝叫豆豆 墨小蝶看着那对人渣夫妇 极力压下 想要上前抱走他们的冲动 陆总 我们家豆豆怎么样了 夫妻俩拦住了陆陈旭 伸手就要去抱孩子 陆陈旭怀里的豆豆 本能地往他怀里 缩了缩陈旭 看了他们一眼 大概三十多岁的模样 男的穿了一件蓝色短袖体恤 下面搭配了一件黑色短裤 长得流里流气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女的穿了一件劣质睡裙 头发披散着 一脸小市民气息 孩子头受伤了 我要将他带回陆家 随后会有律师找你联系的 陆陈旭冷面喊铁地说道 带回陆家 陆总这话什么意思 女的抬高了声音 具体原因 律师会向你们说明白的 此时已经有些人在围观了 陆陈旭不想和这对人渣多说 抱着肚肚准备离开 那男人上前伸出胳膊 拦住了他的去路 怎么 堂堂陆氏集团总裁 竟然要仗势欺人 抢人家孩子吗 第24章 医院虐渣 他们已经打听过了 陆陈旭有一个女儿 和他们的女儿长得 就几乎一模一样 陆陈旭带肚肚来医院 其实是为了亲子鉴定 陆氏这么有钱 如果不趁机敲诈一笔 岂不是太亏了 陆陈旭眯着眼 就是抢了你又能怎样 如果不是抱着肚肚 他真想一拳打爆对方的头 哎呀 大家快来看 陆氏集团总裁 要抢我们的孩子了 肚肚的养母 突然一蹦三尺高 大声嚷嚷起来 很快 他们身边就聚集了一些人 真的是陆氏的总裁啊 他怀里抱着的孩子是谁 那孩子好像受伤了 该不会是陆总 不小心撞伤的吧 那个女人为什么说 陆总要抢她的孩子 对啊 难不成陆总和这个女人 竟然有一段过往 你胡说什么 你看看那女人 装花得跟个鬼一样 陆总怎么会看上她 逗逗的养母 看到四周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索性坐在地上撒泼打滚 堂堂陆氏总裁 竟然这样欺负人 说是要找贫困户免费装修 可是去暗箱操作 我们一家三口 孩子 孩子爸爸都有病 我要照顾他们 也没办法工作 我们巴巴地跑去报名 他们却选了一队 有退休金的人 帮他们装修 我们去陆氏门口讨公道 可是他们 却派保安打伤了我们的孩子 天理何在 现在 陆总又要抱走我们的女儿 以此要挟我们 让我们闭嘴 我们无权无势 该怎么办啊 好心人 你们帮帮我们 这可怜的一家吧 我女儿还不到七岁 生着病 如果被他们带走了 说不定就活不成了 肚肚的养母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向众人哭诉 演技堪比一线明星 人群看陆陈旭的眼光 有些微变 不会吧 堂堂陆氏总裁 真的会做出这样的事 可是 你看 那个女人哭得多么可怜 你再看那小女孩 被陆总抱着 吓成什么样了 我看他说的八成是真的 陆氏这么大的集团 应该不会做 暗箱操作的事情吧 装修一套房子 才需要多少钱 陆氏会在乎那几个钱 这个可很难说 无奸不商 你听说过吧 没有利益 陆氏会傻傻的免费 给那么多穷人装修房子 这个 你说也有道理 不过真的看不出来 陆总长得人模人样的 一直标榜自己公正无私 热衷公义 如此看来 一切都是套路 是有钱人赚钱的套路 肚肚的养母听到周围的议论 有些得意 他就不信了 这样闹下去 陆氏会不给钱 他坐在地上 嘴角刚刚上扬 正准备开始下一轮的表演时 却突然被人一脚踢飞 在地上滑出了两三迷远 他捂住发疼的胸口 刚想开骂 突然被人掐住了脖子 紧接着 嘴里被塞进了一颗黑色药丸 对方猛地一拍他的胸口 他一吸气 药丸就被他咽了下去 你 你 他看着眼前双眼冲雪 咬牙切齿的女人 吓得一哆嗦 这个女人 好像地狱里的恶魔 莫小蝶在他耳边低声威胁 你知道我给你吃的是什么吗 什么 中西合璧制作的一种最新型的药 如果你再闹下去 很快就会精神错乱 被诊断为精神病 然后 我会让陆总送你去精神病院 你永远也别想出来了 其实 那只是一颗巧克力豆而已 莫小蝶是故意吓他的 你 我要告你 这里是医院 到处是摄像头 我不怕 警察来了 我就说你故意推我 害我扭伤了脚 不道歉还骂我 我气不过给你吃了一颗歇药而已 你刚刚吃的药 医生是检查 化验不出来的 我最多 只会被警察叔叔批评教育一番 你 嘟嘟的养母 刚想张口大骂 却听到莫小蝶在他耳边再次威胁 如果你想进精神病院 尽快骂吧 我会给你教医生的 最多十分钟 那药丸就会产生作用 你 识相的话 赶紧给我滚 陆总不会亏待嘟嘟的 莫小蝶起身 声音里有极力压抑的愤怒 这样的父母 他的妻宝这些年 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 嘟嘟的养母起身 有些害怕地看了莫小蝶一眼 拉着男人准备离开 那个男人一把甩开他 有什么好怕的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就算是陆氏集团 也不能抢人家的孩子 这么明目张胆地欺负人 嘟嘟的养母 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 那个男人恶狠狠地看了莫小蝶一眼 好 算你狠 你等着 说完 拉着女人走了 走的时候 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嘟嘟 莫小蝶一蹶一拐地 走到陆陈旭面前 刚刚那只扭伤的脚 此时红肿得更厉害了 蓝总监 巾帼不让须眉 佩服 只是 你的这只脚 恐怕要去拍个片子了 刚刚莫小蝶那一脚踹得快 哼 准 真的是大快人心 我等小娜过来再去 应该没什么事 说着 莫小蝶看向陆陈旭怀中的嘟嘟 此时的杜杜竟然在发抖 他 他怎么了 他想伸手抚摸一下女儿的小脸 却被杜杜躲开 应该是又被吓到了 陆陈旭看了他一眼 眼神有些复杂 这是我的家事 蓝总监刚刚为何要插手 他有些不解 刚刚莫小蝶愤怒的样子 一度让人怀疑 他就是杜杜的亲生母亲 因为只有亲生母亲 在听到孩子受虐待之后 才会不顾一切的爆发 那个 那个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而已 那对夫妇太气人了 看出了陆陈旭的怀疑 他挠了挠头发 胡乱的找个理由搪塞 陆陈旭还想问什么 小娜及时的跑了过来 蓝总监 你怎么跑这边了 让我好找啊 无聊 随便转转而已 莫小蝶扶住小娜的胳膊 小娜低头看到他的脚之后 惊呼起来 天哪 你的脚这是怎么了 刚刚不是已经没事了吗 白号笑道 小娜 你刚刚不在 你们蓝总监 简直就是个侠女 小娜一脸猛 这么说 我错过了一场好戏 没有 你别听白总胡说 我的脚恐怕真的骨折了 你快带我去拍片子 看着陆陈旭探究的目光 他心里有些发虚 赶紧找借口离开 拍片的结果 骨头没事 韧带挫伤严重 你这个刚才 没有这么严重啊 怎么一会儿就成这样了 骨科大夫一脸不解 这个 刚刚出门 不小心踢到了垃圾桶 莫小蝶有些不好意的解释 那你可要注意了 按时用药 最少要半个月 才会彻底痊愈 好的 谢谢医生 第二十五章 人渣父母 回去之后 白昊给他放了一星期的假 让他好好休养 子仲和然然 一脸心疼地抱着他的脚 妈咪 然然给你呼呼 就不疼了 说着 然然趴在他的脚上 轻轻地吹了几口气 好神奇啊 妈咪真的不疼了 莫小蝶夸张地安慰女儿 莫子仲翻了个白眼 妈咪 你就别装了 这么大的人了 走个路也会扭到脚 真是让人不省心啊 说着 模仿大人的模样 无语地摇了摇头 李明成正好从外面买菜进来 在他头上轻拍了一下 你个小鬼头 学得还挺像 李哥 我让你查的资料怎么样了 李明成将菜分类放进冰箱 然后将笔记本电脑 拿到床上递给他 已经发你邮箱了 你看下 莫小蝶飞快地打开邮箱 他那天从医院回来 就通知李明成 让他找人去调查 杜杜的养父母 他们竟然敢那样虐待杜杜 不给些教训 他实在是难以咽下这口气 很快 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了 杜杜养父母的详细情况 杜杜的养父名叫张强 家住宇成乡下 妻子孙艳和他同乡 初中毕业之后 游手好闲 四处偷蒙拐骗 结婚之后 来宇成投奔他的姑母 张强的姑母是个孤寡老人 没有孩子 张强哄骗说是要给他做儿子 给他养老 老人就相信了他 谁知他们夫妻二人 骗着老人立下遗嘱之后 对老人的态度大变 老人没几天就被他们折磨死 他们现在所居住的三十多坪的房子 就是张强姑母的 因为不能生育 他们在七年前掏了五千块钱 从人贩子手中买来了杜杜 可是买来之后 杜杜身体虚弱 抵抗力差 三天两头进医院 花了他们不少的钱 他们心中一肚子怨气 每次杜杜只要一生病 他们就拿孩子出气 不过多亏了张强的姑母 每次都护着杜杜 用自己的退休金给杜杜看病 杜杜才侥幸活了下来 只是这个善良的老人 一次中风之后 不到一个月 就被张强夫妇给虐待死 那时 杜杜刚刚五岁 他亲眼目睹了一切 从那之后 杜杜就很少再说话 姑母死后 张强夫妇失去了生活来源 于是就带着杜杜去摆地摊 不过每次他们都是 将东西放下 就去找地方玩去了 看摊 卖东西的后续事情 都有五六岁的杜杜 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 无论春夏秋冬 如果生意不好 或者找错了钱丢了东西 迎接杜杜的 就是一场暴打 可怜杜杜从五岁开始 几乎从来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看完之后 莫小蝶用力将电脑盒上 有些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七宝所受的苦 他这个做母亲的 一定会加倍替他讨回来 李哥 麻烦你将张强夫妇这些年 做的那些坑蒙拐骗的证据 都帮我找出来 你要替杜杜报仇 莫小蝶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 我这就派人去办 然然趴到床上 用小手摸了摸莫小蝶的脸 妈咪 我们已经找到了小七姐姐 你为什么还不高兴呢 没有 妈咪没有不高兴 莫小蝶握住了然然胖胖的 软软的小手 心里又是一阵酸痛 嘟嘟的小脸辣黄 骨瘦如柴 这都是他这个做母亲的失职 妈咪 你怎么哭了 看着莫小蝶脸上的泪水 然然赶紧转身拿出纸巾 帮他擦了擦 妈咪是不是想到 小七妹妹吃了很多苦 心里难过 自责 莫子忠一眼看穿了他的心事 他也趴到了床上 抱住了莫小蝶 妈咪 你不要难过自责 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你当年也是身不由己 我们一直在找弟弟妹妹们 谁也想不到 小七妹妹竟然会遇到了 这样恶劣的养父母 妈咪 你别难过了 子忠抱着他 轻声安慰 是啊 小蝶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要积极去面对 嘟嘟现在在陆总那里 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说着他们看向了子忠 莫小蝶将电脑推到儿子面前 扬了扬下巴 莫子忠立刻会议 在电脑上敲了一串代码之后 屏幕上出现了陆家别墅的照片 陆家只在客厅 二楼走廊 和院子内装了监控 因此 他们能看到的 只有这几个地方的视频 一楼客厅内 那天陆成旭抱回都督之后 似乎和陆母解释了很久 最后 陆母伸手想要抱都督 都督却尖叫着 躲到了桌子底下 陆母一脸尴尬 想命令庸人 将他从桌子底下拉出来 可是肚肚蜷缩在下面 怎么也不肯出来 后来 陆母让人拿来好多好吃的 放在了肚肚不远处的地上 肚肚犹豫了几分钟之后 迅速从桌子底下爬出来 飞快地抓起了一块面包 然后又充满戒备地 钻进了桌子底下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陆母眼面哽咽着 和陆成旭说了几句话 然后上楼 陆成旭脸上的表情 先是心疼 痛心 最后划过了一丝狠力 他们查看的是 杜杜回去当天的监控 正准备查看今天的监控时 子仲却突然皱起了霉 飞快地在键盘上敲打起来 怎么了 李明成问 他们发现了 现在正在追踪我 子仲头也不抬地说了几句 继续敲打代码 小手越敲越快 最后 飞快地关掉电脑 长长地出了口气 怎么样 被发现了 李明成担忧地问 莫子仲瞪了他一眼 李叔叔 你太小瞧我了吧 我是谁 怎么可能会被发现 他们追踪不到我的 这可怎么办 经过了这一次 我们再想入侵陆家的监控设备 可就有些困难了 李明成有些苦恼 莫小蝶沉思了片刻 先不及 等我的脚好了 我来想办法 陆家别墅的书房内 陆成旭正面无表情地 盯着眼前的电脑屏幕 是谁竟然敢如此大胆 侵入陆家的监控 难道是杜杜的养父母 不应该啊 那对夫妇根本没有这样的智商 也不会舍得花钱请人 他正想着 陆成宇从外面走了进来 哥 我已经查出来了 那对人渣 竟然敢这样欺负陆家的人 简直找死 陆成宇一直担任 新月传媒的总经理 认识了不少媒体 以及三教九流的人 知道了杜杜的身世之后 义愤填膺的自告奋勇 要去查那对人渣父母 他查出来的资料 和莫小蝶查出的相差无几 陆成旭看过之后 突然起身走到窗前 一拳打在了墙壁上 他此时很大对人渣父母 更很默默和然然的亲生母亲 他不明白 那个女人为何会如此心狠 害得自己的女儿 遭受如此非人的虐待 第二十六章 施工受阻 因为上次侵入监控系统 被陆家人发现 所以莫小蝶不敢让子重 才去冒险 他因为脚受伤 一直待在家里 但心里却非常挂念度度 李明成派人去查 陆家人刻意隐瞒了此事 因此 他除了查出来 国内最具权威的心理学专家 和儿科专家 去过陆家别墅之外 再也查不出具体有用的信息 为了尽快恢复 莫小蝶特意打电话问 李富要了几贴活血化育的药膏 一星期之后 她的脚刚能下地 她就迫不及待地赶到了公司 助理小蝶看到她有些惊讶 蓝总监 医生不是说你的脚 至少要休养半个月吗 你怎么 这快就来上班了 好的差不多了 整日闷在家里 太无聊了 还不如出来工作 莫小蝶放下包包 坐在了办公桌前 对了 小蝶 那家免费装修的护心图 整理出来没有 你们去和护主沟通过了吗 他们有什么要求没有 小蝶从外面拿进来一个文件夹递给她 已经整理出来了 那家人是一对退休教师 对装修没有什么要求 只是年龄越来越大了 想让我们多考虑一些养老因素 养老问题肯定是首先要考虑的 你通知他们 先出个设计草图给我看看 尽量融入一些智能家装的元素 这是老人房未来的发展趋势 好的 我接下来 说完 小蝶似乎有些欲言又止 有什么话直说 你也跟了我一段时间了 知道我的性格 总监 我听说那家人虽然不敢来公司闹了 可是却堵在了这队退休老人家门口 不让事工队进入 白总那边一直在和他们社区在处理此事呢 可是那家人就是个泼皮无赖 谁也没有办法 这都一个星期了 还没有解决呢 是吗 走 我们去看看 说着 墨小蝶拿起包站了起来 很快 他们开车来到肚肚养父养母居住的小区 蓝总监就在前面 小娜领着他穿过小区狭窄的道路 往前走 这是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旧小区 很多基础设施已经老化 道路也有些坑坑洼洼洼 多亏了有小娜的带领 否则还真不好找 刚走到楼道门口 就听到了肚肚养母孙艳在嚷嚷 你别以为你们带走了我女儿 我就会怕你 就算肚肚真的是陆总的女儿又如何 我们养了他这么多年 他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些补偿吗 墨小蝶皱眉 他和事工单位说 这些干什么 小娜连忙解释 蓝总监 他们住在这栋楼的一楼 那对教师夫妇住二楼 听声音应该是陆总派来的律师 律师 小娜在他耳边小声说道 你这几天不在公司不知道 我听说那个肚肚是陆总的亲生女儿 已经做过了亲子鉴定 陆总这几天一直派律师 和他们沟通肚肚的抚养权问题 真的 那他们怎么说 可别提了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听说他们要求陆总在市中心 给他们全款买一套120平的房子 还要再给1000万现金 他们才肯放弃肚肚 墨小蝶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就凭他们那样虐待肚肚 陆总没有教训他们 而是派律师过来商谈 已经算是仁慈了 可不是吗 这家人还真是厚颜无耻 因为陆总不同意 所以他们天天堵住楼梯口 阻碍施工团队 街道的工作人员来了 也拿他们没办法 说着 两人已经来到了一楼张强的家门口 门口放了一个木梯子 据说是为了堵楼梯 妨碍施工用的 门此时半开着 可以很清晰地听到里面的谈话 陆总最多给你们五十万 如果你们不配合的话 我们只有走法律程序了 走就走 你以为我们怕你啊 我们可是一把屎一把尿的 好不容易才将杜独拉扯大 他小时候三天两头生病 为了给他看病 我们家东拼西凑 便卖东西 好不容易养大了 马上要上小学了 你们陆总倒好 五十万就想把我们打发了 做梦 杜独的养母孙艳 抬高了声音 就是 你问问街坊邻居 我们这些年 为杜独付出了多少 你们说抢人就抢人 陆氏怎么了 陆氏也不能这样欺负人啊 杜独的养父张强 随声附和 既然如此 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 你们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里面杜独的养母 又开始撒泼 哎哟 没办法活了呀 杜独 我的宝贝女儿 妈妈好想你 莫小蝶刚想推门进去 就看到白昊从上面二楼走了下来 蓝总监 你怎么来了 你的脚好了 已经没事了 我听说施工不太顺利 所以过来看看 说着他看向一楼的房间 白昊无奈地摇了摇头 遇到了泼皮 不好处理 这是新月家庄和电视台合作的第一期节目 没想到就出了这样的问题 如果处理不好 会直接影响新月家庄的整体品牌形象 所以白昊这几天一直很头疼 两人正说着 外面突然涌进来一群拿着话筒 扛着摄像机的人让一下 让一下 白昊一眼看出这些人不同寻常 上前拦住了他们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都市生活台的记者 有市民打热线 说是陆氏集团总裁仗势欺人 抢了他们女儿 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 白昊立即解释 误会 一切都是误会 请问你是哪位 记者问 我 白昊还没有回答 一楼房间内 杜杜的养父母 就听到了门外的声音 突然跑了出来 记者同志 你们可来了 我们是没办法活了呀 说着 杜杜的养母 拉着记者的手 开始痛哭流涕 记者同志 您进屋看看 陆氏的律师还在这呢 刚刚还要求我们 如果我们不放弃女儿 就要去法院告我们 让我们坐牢呢 说着 杜杜的养父 就将记者请进了屋 白昊只觉得 太阳学腾得厉害 对付这样的破皮无赖 他真的是没有惊讶 莫小蝶看了一眼 揉着太阳发愁的白昊 白总 麻烦你派人去楼上 将老教师夫妇 这些年捐款重数制杀 政府所颁发的奖励 都帮我拿下来 你要这个干什么 白昊一脸不解 还有 去将物业工作人员 小区内被张强 孙燕骗过 欺负过的住户都找来 告诉他们 如果愿意在电视台 工作人员面前 揭露张强夫妇的恶性 陆氏会免费为他们 整改整个小区的基础设施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听了莫小蝶的话 白昊两眼顿时一亮 蓝总监 佩服 我这就去办 第27章 幼豫人渣 莫小蝶和助理 跟随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一起进了肚肚养父的家中 35平 一室一厅的老旧单元房 地板发霉 沙发掉漆 上面的凉席黑漆漆的 不知道用了多久 凉席的边缘已经零散锻炼 整个房间除了没胃 还有一股食物腐烂的味道 莫小蝶慢慢地走到那张小床面前 床上连个枕头都没有 这大概就是嘟嘟睡觉的地方 她的心此时 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吞噬一般 疼痛难忍 她的嘟嘟 她的七宝 一直以来竟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作为母亲 她是不是太失职了 蓝总监 你怎么了 小娜看出了她的异样 关心地问 没什么 她伸手想要去摸一摸女儿睡过的地方 手还未触摸到床上的凉席 一只蟑螂突然从凉席缝隙中爬了出来 蟑螂 蓝总监小心 小娜赶紧拉着她 躲到了一旁 正在和记者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倾诉的嘟嘟养父母 听到小娜的叫声 一回头才发现 屋内还有其他人 是你 记者同志 就是她 就是她那天在医院打了我 她也是陆时的人 说着 嘟嘟的养母孙艳 一把将莫小蝶拽了过去 她那天不仅打了我 还掐着我的脖子 给我吃了一颗会导致精神病的药丸 我们人为言轻 记者同志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养母孙艳指着莫小蝶 向电视台的记者介绍 记者立刻将话筒和摄像机都转向她 请问 她说的是真的吗 你也是陆时的工作人员 莫小蝶看着摄像机落落大方 是的 我是陆时集团旗下 新月家庄设计部总监 刚刚孙艳女士说 你在医院打了她 记者又问 莫小蝶看了一眼记者 你觉得市场上有这种药吗 这个 记者想了一下 好像没有听说 医院的事情 我在这里向大家陈述一下 新月家庄这次和电视台合作的免费家庄节目 选择的对象是家庭困难 真正需要帮助的住户 我们没有选择孙女士一家 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无非就是有人走后门 是你们公司暗箱操作而已 肚肚的养父不满的叫嚷 莫小蝶没有理她 而是看向记者 你也看到了 孙女士夫妻二人三十多岁 年轻力壮 如果两人都好好去找份工作 我想生活不至于过成现在这样 我女儿和丈夫都有病 要怎么工作 肚肚的养母指着莫小蝶的鼻子嚷嚷 有电视台的记者在 她才不怕这个女人呢 什么病 有医院的证明吗 莫小蝶反问 我们为什么要告诉你 反而是你 那天在医院给我老婆吃了一颗药丸之后 她一直全身疼痛 你必须要为此负责 肚肚的养父抬高了声音 莫小蝶也不气恼 清了清嗓子 那天你们去新月家庄门口闹事 故意将女儿从台阶上推下去 准备诬陷路士的员工 逼迫路士给你们免费装修房子 孩子受伤之后 你们连看都没看一眼 还一直吵闹 是我们公司的陆总和白总 及时将孩子送到了医院 说完 她看向记者 记者同志 新月家庄公司门口有监控录像 如果需要我们公司 可以随时提供给电视台 帮助你们查明真相 你 你胡说 肚肚养母孙艳一听有监控 心里有些发虚 但是嘴上却依然不肯认输 墨小蝶冷笑了一声 我胡说 到了医院之后 你们找到了女儿肚肚 没有先关心她的伤势 而是开口闭口想着 如何向陆氏索赔 作为新月的员工 我当时气不过 才拿了一颗巧克力豆 塞进了你的嘴里 骗你说 那是会导致精神错乱的药 以此阻止 你再胡闹下去 如果不信 我可是出钱给你做体检 巧克力豆 记者一脸猛 肚肚的养母孙艳 当然 我那天是扭伤了脚才去的医院 就算是真有那种 能治人十分钟内 精神错乱的神药 我也不可能随身携带 那天 她给孙艳吃的 确实是一颗巧克力豆 在孙艳坐地上 撒泼打滚时 一小孩不小心 将巧克力豆掉在了地方 正好滚落到她的脚下 墨小蝶疑惑得 质问肚肚的养母 所以 你说你全身疼 难受 我实在是不知道原因 这时 白昊已经找到了 小区的物业 以及和张强夫妻 有过节的人 白昊走到镜头前 我是新月家庄总经理 既然这要巧 遇到了生活频道的记者 那么再次 我向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第一期的 免费装修 会选择一对退休的老教师 说着 白昊将那对老教师 捐钱做公益所 得到了勋章 奖励 照片 已经转账记录都拿了出来 并对着镜头 向大家一一解释 最后白昊总结 这才是真正需要尊敬 需要大家学习帮助的人 所以 我们才会在第一期 就选择了为他们免费装修 白昊说完之后 记者看了看张强夫妇 白总 我看了一下 孙女是一家的住房条件 也很困难 你们公司能不能考虑一下 下一期为他们免费装修呢 白昊回答得很干脆 不会 我们公司不会考虑 为这种人免费装修房子 为什么 白昊向门外招了招手 这些都是他们小区的邻居 还有物业工作人员 你听听他们怎么说 就知道 我们公司为什么不选择这户家人了 很快从外面走进来十几个人 小蝶和小娜被挤到了角落里 小娜看了看身后的墙壁 一脸惊恐 这里会不会有张狼啊 物业公司的人先上前说话 张强夫妇根本不是这个小区的人 这房子是他姑母的 他们夫妻好吃懒做 一直靠着他姑母的养老金过日子 后来还欺骗老人 将房子过户给了他 可怜老人后来中风 他们连医院都不肯送 一个月就在家里将老人折磨死了 这几个月 一直拖欠着小区的物业费和电费呢 一个邻居上前一步 他们夫妻不但好吃懒做 虐待老人 还虐待孩子 他们家女儿肚肚 还不到七岁 他们不让孩子上幼儿园 天天让孩子去摆地摊卖东西 他们两个却在打麻将 吃喝玩乐 第二十八章 人渣服软 张强看到来了这么多人 心里感觉有些不妙 赶紧上前拉着这个邻居的手 王哥 不就是上次欠了你一百块钱吗 你至于这样诋毁我吗 说着 从裤兜里掏出一百块钱 强行要塞到这个邻居的手里 邻居一把推开他 你小子少装算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上次我家阳台上 做的二十斤腊肉 就是你偷的 王哥 你受了他们多少好处 我们都是多年邻居 你为什么要这样诋毁我 我诋毁你 我呸 我还用诋毁你 记者同志 不信你可以去小区问问 他们夫妻是我们这里 出了名的泼皮无赖 其他的邻居看不过去 纷纷开口 我家里新买的电动车 还没骑两天 就被他们夫妻脸 联手给偷走了电池 有人看到 他去二手市场卖电池了 他们还不肯承认 反而说 我们诬陷他 对 对 我们家女儿的自行车 停在院子里 孙燕飞要借用 结果将我女儿的自行车撞坏了 直接扔到我们家门口 连句解释都没有 还有 这两口子太不是人了 他们的女儿肚子还不到七岁 你们不让他上学 让他去车站要钱 去摆地摊 如果钱找错了 东西丢了 回来就是一顿暴打 可怜的孩子 也不知怎么活到了现在 这两口子 每天自己好吃好喝的 可是却连那孩子 吃一些剩菜 剩饭 有几次我路过 看到那剩饭都发霉长毛了 心疼 就偷偷给孩子拿了一个馒头 谁知被孙燕看到了 竟然将我大骂了一顿 说我多管闲事 对 对 我们听说陆总想要收养那个孩子 都替那孩子感到高兴 陆总人品好 家里有钱 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照顾 我们同意孩子 让陆总收养 张强夫妇听到邻居 都在说自己的坏话 气得一把将他们推了出去 出去 都出去 这是我家 陆氏 给了你们多少钱 你们要这样诋毁我 有一个大妈 气冲冲地跳了出来 陆氏没有给我们一分钱 我们说 这些全凭良心 杜杜不是你们亲生的 你们对他 连对一只狗都不如 如今 看到陆总要收养杜杜 不就是 想要敲诈一笔钱吗 另外一个大妈 也指着张强的鼻子 你小子敢摸着良心对天发誓 你没做那些亏心事 你要是敢发誓 你对杜杜像亲生女儿一样 我们立即上陆家 帮你把女儿要回来 张强夫妇有些心虚 用力将领居民推了出去 关上了门 记者同志 你别听他们的 他们都被陆氏收买了 白昊上前一步 立声质问 张强 你说这话可要有证据 否则我会代表陆氏告你污蔑 白昊的神情 吓得张强一愣 闭嘴不敢再说什么了 孙燕一看情况不对 一屁股坐在地上 又开始撒泼 老天爷 你睁眼看看这个社会吧 强权当道 我们这些穷人 要活不成了 没有人帮我们 就连电视台的人也被收买了 电台记者大概也没有见过这阵仗 惊得有些不知所措 白昊上前 记者同志 事情的经过 你大概也听明白了 陆总只是看那女孩可怜 单纯想要收养而已 只是他们却狮子大开口 要一千万现金 和市中心一百二十平的房子 这些钱对陆氏而言不算什么 可是陆氏的钱 只会用在哪些值得帮助的人身上 绝对不会给这些人渣 白总 情况我们基本上都了解了 回去之后会如实报道的 说完 记者带着工作人员 离开了张强家 肚肚的养母孙燕 从地上起来 恶狠狠地盯着墨小蝶 你这个女人 都是你 我和你拼了 说着 突然上前要去抓墨小蝶的头发 墨小蝶侧身躲开之后 一个反手就将她擒住 直接将她摁在了墙上 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 老公 快救我 孙燕的胳膊 被墨小蝶从身后擒住 疼得厉害竟然敢打我老婆 我杀了你 说着 张强抄起凳子 就冲墨小蝶的后背 砸了下去 白昊一抬腿 直接将她绊倒在地 趁着张强还会站起来 抬脚踩在了她的背上 想坐牢是吗 仅凭你们邻居刚刚说的话 我就有办法 让你们夫妻 在大牢内蹲上两三年 你 你们想怎样 夫妻二人同时被擒住 张强心里有些害怕 不准在阻碍楼上的施工 还有 尽快签协议 放弃嘟嘟 张强挣扎了几下 想要挣脱前置 但是却没有成功 她立刻感觉到 这个白昊也不好惹 于是赶紧求饶 好好 我们保证一定不再阻碍施工 至于杜朵 我们在签协议之前 想要再见她最后一面 麻烦白总去和陆总说一声 毕竟我们也养了她将近七年 好 希望你这次说话算数 否则 我随时会将你送到大牢内 好好 一定算数 见张强的态度还算不错 白昊放开了她 然后和墨小蝶递了个眼色 墨小蝶放开孙燕 几个人离开了这里 刚一出小区 白昊就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今天的事 多亏了蓝总监 否则 电视台要是被张强夫妻误导了 陆氏的形象可就要受损了 白总表现也不错呀 对付这种泼皮 我还是经验不足啊 白总 你这是在夸我 还是在损我 墨小蝶歪着头问 不管怎么说 张强夫妇答应签署协议放弃杜朵 这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杜朵在陆成旭那里 会得到更好的照顾 不过 早晚有一天 她会将杜朵和默默都要回来的 陆氏集团总裁办公室 陆成旭盯着电脑视频里的墨小蝶 眼神中充满了疑惑和探究 根据媒体的资料报道 蓝小指热衷创作 对创作以外的事情都不感兴趣 更不会去管自己职责之外的闲事 张强夫妇这件事 属于新月家装办公室的工作范围 和设计部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她一个设计部总监 为何要如此热心 三番两次的 对这对人渣夫妇出手 这不太符合她的性格 第二十九章 可能是谋杀 墨小蝶他们回去之后 张强夫妇果然消停了几天 不再阻碍施工 只是 这样就放过他们 实在是太便宜了 难解墨小蝶心头之恨 因此 她让李明成搜集证据 准备联合一些人 将张强夫妇告上法庭 李明成那边很快传来了好消息 张强手里拿的遗嘱 竟然是假的 那套房子 她的姑母根本没有留给她 而是留给了她大伯家的女儿 张强的姑母 一共姐弟三人 她姑母是老大 还有两个弟弟 张强的父亲最小 张强大伯夫妇 因为是企业职工 在计划生育的年代里 只生了一个女儿 老一辈的人 多少都有些重男轻女的思想 开始的时候 她姑母确实受了张强一家人的蛊惑 想要将房子留给张强 可是 张强在她家里住下之后 老人渐渐看清了 他们夫妇的真面目 再加上这些年 张强大伯和女儿 一直被弟弟偷偷地关心 接济老人 所以 最后老人临去世前 写了遗嘱 将房子留给了张强大伯家 老人死后 张强的大伯拿出遗嘱 张强的父亲 却联合亲戚 说他大伯见钱眼开 伪造遗嘱 闹得不可开交 张强夫妻俩 还去他大伯女儿的单位闹事 面对这种无赖 张强大伯家惹不起 只好放弃了继承权 两家人从此也断绝了关系 李明成联系了张强大伯一家 向法院提出了诉讼 准备帮他们要回房子 墨小蝶一直担心肚肚 可是 陆家那边却打听不出一点有用的消息 他只从小娜的口中得知 心理专家建议 给肚肚提供安静 温暖的生活环境 最好是爸爸 妈妈都在身边 通过父母的关爱 逐渐消除他内心的恐惧 这样 他才会试着打开心扉 主动说话 如欣欣知道后 曾自告奋勇 要给肚肚当妈妈 抚慰肚肚受伤的心灵 却被陆母给赶了出来 他想了一下 在星期六早晨 做了一些默默喜欢吃的蛋糕 一看默默为由 准备去陆家了解嘟嘟的情况 妈咪 我也想去 看她要出门 然然上来抱住了她的腰 墨子仲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走过来拉开然然 你别闹了 妈咪是要去办正事 什么正事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好吃的 然然的小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墨小蝶手里的蛋糕盒 墨小蝶一眼看穿了女儿的小心思 在她婴儿肥的小脸上捏了两下 厨房我给你们留着呢 是你最喜欢吃的蓝莓口味 真的 然然两眼放光 放开了墨小蝶 迈着小短腿跑向厨房 墨小蝶嘱咐墨子仲 看着妹妹 让她少吃一些 待会儿李叔叔就会过来陪你们 我知道了 妈咪放心去吧 也不知道肚肚妹妹 现在是什么情况 提到肚肚 墨子仲小脸上 划过一丝难过 那天 李明成给墨小蝶的资料 他也看了 他实在是没有想到 世间竟然有这样的父母 他的小妻妹妹 竟然受了那么多的苦 相比之下 他和然然 简直太幸福了 看着如此懂事的儿子 墨小蝶欣慰地摸了摸子仲的头 他转身正准备开门 然然突然从厨房探出头来 嘴角还沾了一些面包屑 妈咪 路上小心 回来记得卖肉 然然想吃红烧肉 墨子仲无语地走到她面前 敲了一下她的额头 你再吃下去 会胖成球的 到时候就没有人喜欢你了 然然 女孩子要注意保持身材 妈咪 哥哥欺负我 然然撅着小嘴 又跑过来抱住了她 哥哥说的对 然然你最近吃的有些太多了 女孩子太胖了 就不漂亮了 墨小蝶刚打开门要出去 就被他这样抱住 有些无奈 我不管 我就要吃红烧肉 然然气呼呼地嚷嚷 墨小蝶正想着 要如何给女儿讲道理呢 李明成突然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然然 快来看 李叔叔给你们买了什么 他手里竟然拎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小兔子 然然立刻放开了墨小蝶 冲到李明成面前 接过了他手中的笼子 事情办得怎么样 还顺利吗 墨小蝶问 很顺利 法院那边已经受理此案 所有的人证 物证都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一开庭 张强夫妇必败无疑 辛苦李哥了 我们之间客气什么 不过 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 张强大伯的女儿说 她怀疑张强故意谋杀了老人 谋杀 她可有证据 墨小蝶吃了一惊 那个老人很善良 如果没有她 她肚肚不可能活下来 如果真的是被张强蓄意谋杀了 无论如何 她一定要替老人报仇 她说老人去世那天 她正好去看望 当时她敲门之后 张强夫妇过了很长时间才开门 表情有些慌张不自然 随后就哭着说 老人刚刚咽了气 她进屋之后发现老人嘴唇 面部都是亲子的 很不正常 她当时没有提出要去尸检吗 你也知道 张强夫妇是什么样的人 她大伯的女儿 刚刚说了几句质疑的话 就被他们大骂着 赶出了家门 甚至连葬礼都不让他们参加 莫小蝶沉思了片刻 老人已经去世两年多了 他们家也没有监控 这个谋杀的指控证据不好搜集啊 我只是随口和你说一声 我会尽力派人去查的 如果真是张强谋杀了那个老人 相信一定会留下一丝蛛丝马迹的 好 辛苦李哥了 我先走了 他们两个就交给你了 让人人少吃一些蛋糕 放心吧 莫小蝶驱车来到陆家别墅 刚一下车 竟然又在陆家别墅门口 遇到了卢欣欣 她拎着蛋糕走了过去 卢小姐 真巧啊 又在这里遇到了你 真是倒霉 一出门就遇到了苍蝇 卢欣欣白了她一眼 火气这么大 是不是又被陆家赶了出来 你 卢欣欣用手指着莫小蝶 你别得意 小心我将你的秘密说出去 秘密 我有什么秘密 莫小蝶有些不解 卢欣欣上前一步威胁她 你当年算计了陆陈旭 你是默默和肚肚的亲生母亲 莫小蝶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卢欣欣恼羞成怒 莫小蝶 你笑什么 我笑你智商这么低 真不知道当年是如何考上华大的 第三十章 去见肚肚 卢欣欣看着莫小蝶 气得咬牙切齿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以为陆陈旭是谁 七年了 他真的不知道 是谁算计了他吗 莫小蝶盯着他 你 胡说什么 当年明明是你算计了他 默默和肚肚就是最好的证据 你敢不敢去做亲子鉴定 卢欣欣仰起头 威胁他 莫小蝶无语地摇了摇头 和这种人说话 真是累 好 就算当年是我算计了陆陈旭 以杜杜现在的情况 你说 我如果认个错 放低姿态向陆陈旭示好 他会不会考虑和我结婚 给杜杜一个完整的嫁 你 卢欣欣猛地后退了两步 他怎么没有想到 莫小蝶现在的身份 是知名设计师蓝小 陆陈旭对他似乎另眼相看 如果为了杜杜 说不定真的会同意和他结婚 莫小蝶扶在他耳边 所以 莫莫和杜杜的身世 你最好守口如瓶 否则 一不小心 我可能真的会嫁给陆陈旭哦 说完 他轻蔑地看了卢欣欣一眼 然后转身走向陆家别墅 卢欣欣望着他的背影 眼睛里露出恨毒的光芒 莫小蝶 有我在 你休想利用杜杜加入陆家 莫小蝶站在陆家门口 犹豫了片刻 一咬牙按响了门铃 为了女儿 莫小姐是你 王叔虽然已经听说他 就是大名鼎鼎的设计师蓝小 但是 习惯了喊他原来的名字 莫小蝶一脸微笑 王叔 默默在家吗 我给他做了一些 他最爱吃的蛋糕 这 王叔似乎有些为难 怎么了 莫小姐稍等一下 我去向陆总回禀一下 今天 陆陈旭又请了一位知名专家 来给杜杜看病 莫小蝶突然前来 他不知道该不该放他进来 王叔来到二楼时 专家已经见过了杜杜 正在书房和陆陈旭母子讨论病情 陆母抬头看到他 是不是卢欣欣一直赖在门口 不愿意走 王叔赶紧摇头 不是 是莫小姐 他说给默默做了一些蛋糕 说完 他不自觉地看了陆陈旭一眼 蓝小设计师 他来干什么 陆陈旭眉毛轻挑了一下 让他进来吧 陈旭 这是我们陆家的家事 陆母想要阻止 陆陈旭起身 妈 陆室内很多员工都见过杜杜 她是我女儿的消息 是瞒不住的 可是 这个蓝小设计师凑什么热闹 难不成他对你 陆母突然有些惊讶地盯住儿子 陆陈旭起身扶着陆母坐了下来 妈 你再和医生聊一会儿 顺便记录一下 平时照顾都督需要注意的事项 对了 别忘了打电话给爸爸 让他陪着奶奶在乡下多住几天 生人太多 都督会更害怕 陆母有些不满地瞪了儿子一眼 真的是有了女儿就不要爹妈了 养儿子干什么呢 这话 你应该说给陈宇听 说完 陆陈旭转身走出了书房 望着儿子的背影 陆母无奈地叹了口气 两个白眼狼 墨小蝶跟着王叔刚穿过陆家别墅的花园 墨墨就从屋内跑了出来 小蝶阿姨 你怎么才来看我 我好想你啊 他扑到墨小蝶的怀里撒娇 墨小蝶手里拎着蛋糕 没办法抱他 有些艰难地 腾出一只手摸了摸他的头 阿姨也好想墨墨呢 特意做了一些墨墨喜欢的蛋糕 真的吗 是什么形状的 有喜羊羊的吗 墨墨放开他 好奇地伸头查看他手里的蛋糕 喜羊羊 墨墨什么时候又开始喜欢喜羊羊了 墨小蝶有些不解 不是我 是妹妹 妹妹喜欢喜羊羊 妹妹 他愣了一下 很快就明白了墨墨的话 他说的应该是肚肚 他以为肚肚是他的妹妹 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的妹妹 说不定他是你的姐姐呢 肚肚排行老七 是墨墨的姐姐 他比我瘦 还比我矮 难道不是我的妹妹吗 小孩子的心思很单纯直接 这 这个也说不定啊 你们是双胞胎 只相差了几分钟而已 有一些家庭 双胞胎姐姐会比妹妹矮一些 我不管 我就要当姐姐 墨墨根本没有听懂墨小蝶的话 单纯地以为姐姐比妹妹要强大 所以一定要当姐姐 陆陈旭站在窗前 看着花树下一大一小两个人 剩下的阳光有些毒辣 透过花树洒下斑驳的光 一阵风吹过 花树上的花片如雨而落 落在一大一小两个人身上 给人一种母女情深的错觉 看了半天 两个人不知在讨论什么 竟然没有要进屋的意思 他忍不住走到门口倾壳了一声 王叔看了他一眼 立刻回忆 墨小姐 外面太热 请先进屋喝杯茶再说 墨墨殷勤勤地接过墨小蝶手中的蛋糕 阿姨 我帮你拿 墨小蝶一进屋 迎面正好遇到陆陈旭 他愣了一下 陆总 你也在家呀 陆陈旭看了他一眼 周末 我当然在家了 倒是蓝总监 这么热的天 还给墨墨送蛋糕 真是难得 墨小蝶听出了他言语中的讽刺 尴尬地笑了笑 闲着没事 做了一些蛋糕 一个人吃不完 就想到了墨墨 是吗 显然 陆陈旭不相信他的话 墨小蝶正不知该如何回答呢 墨墨拉着他的手 小蝶阿姨 快点 将蛋糕拿出来 我们去看妹妹 去看肚肚 他不自觉地看向陆陈旭 陆总 可以吗 爸爸 小蝶阿姨做的蛋糕可好吃了 那你就让小蝶阿姨去看他妹妹吧 可能是血缘关系的奇妙 不知为何 墨墨一定要闹着 让墨小蝶去看肚肚 陆陈旭无奈 只好答应 想必你在公司也听说了 肚肚有一些心理创伤 你们千万要小心 别刺激他 陆总 放心 我会很小心的 要去见女儿了 墨小蝶的手心 忍不住微微冒汗 他强壮镇定地 向陆陈旭保证 第31章 陆陈旭起疑 墨小蝶和墨墨 一起挑选了几块 小熊形状的蛋糕 来到了二楼 杜杜的房间 就在墨墨房间的对面 走到门口 隐约能够听到 里面喜洋洋动画片的声音 墨墨拉着他小声说道 阿姨 我妹妹很怕生人 你在这里等一下 我先进去 好 墨小蝶站在门口 透过门缝往里看 杜杜的房间装修的 和墨墨的有些相似 粉红色的基础色 搭配了一些治愈系的淡黄色 公主窗的左边 有一个喜洋洋形状的卡通沙发 杜杜此时正坐在上面看电视 杜杜 姐姐来了 你看姐姐给你拿了一些 什么墨墨献宝似的 将手中的蛋糕递到他面前 可能是已经相处了好几天 或者同龄的原因 杜杜似乎不排斥墨墨 他看了看墨墨手中的蛋糕 没有说话 毅然专注地抬头看电视 墨墨此时像急了一个大姐姐 也不生气 也不任性 而是坐在杜杜的旁边 拿起一块蛋糕 放在了他的手中 你尝尝 这蛋糕可好吃了 是小弟阿姨特意给我们做的 说着 他看着杜杜咬了一大口蛋糕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太好吃了 杜杜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看手中的蛋糕 犹豫了一下 也学着墨墨的样子吃了一口 墨墨看着他 我没骗你吧 是不是很好吃 杜杜没有说话 而是盯着电视 一口接一口地将蛋糕吃完 吃的过程中 有一些蛋糕屑掉在了裙子上 他很小心地用手捏起来 也塞在嘴里吃了 女儿细微的动作 墨小蝶通过门缝看得清清楚楚 他心里酸涩难忍 泪淫于劫 为了不惊动屋内的两个孩子 他赶紧转身捂住嘴后退了几步 可是在转身的瞬间 却撞到了一个人 蓝总监 你这是怎么了 陆成旭盯着他 眼神复杂 墨小蝶没有想到 陆成旭会突然出现 他有些慌乱地擦了擦眼泪 以最快的速度调整好情绪 没 没什么 为什么要哭 他的行为有些太不寻常了 引起了陆成旭的怀疑 那个 墨小蝶脑子飞快地转动 看到嘟嘟这样 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油杆发 心里难过 他低下头 不敢去看陆成旭的眼睛 小时候 陆成旭显然不相信 他胡乱扯出来的理由似的 小时候 我奶奶重男轻女 不喜欢我 我爸妈外出打工 将我交给他 他天天让我割草 喂猪 洗衣做饭 一不留神就会被打 被罚不准吃饭 提起小时候的事情 墨小蝶的语气有些哽咽 陆成旭看了他半天 没想到 蓝总监的童年也如此不幸 所以 我看到嘟嘟 就像看到了自己小时候 心里很难过 也很心疼这个孩子 陆成旭还想说什么 默默却从屋内跑了出来 小蝶阿姨 快进来 嘟嘟愿意见你了 墨小蝶看了一眼陆成旭 没有赶进去 他已经开始有所怀疑了 还是小心些为好 陆成旭通过门缝 看了一眼嘟嘟 点了点头 进去吧 别刺激他 好 我知道了 墨小蝶跟着默默有些紧张地走了进去 进去之后 他一直看着嘟嘟 不敢说话 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 生怕刺激到了他 墨默拉着他的手 走到嘟嘟面前 妹妹 这个就是我说的 会做喜羊羊蛋糕的阿姨 嘟嘟抬头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眼光又看向了电视 墨小蝶试着向前走了一步 嘟嘟 你也喜欢喜羊羊啊 阿姨也很喜欢呢 我最喜欢美羊羊了 她最漂亮 嘟嘟没有理他 依然沉浸在电视上的动画片里 墨小蝶试着在他身旁坐下 你说 这里面最幸福的小羊 是哪一个呢 是喜羊羊 他每次都能考一百分 墨默抢着回答 我觉得最幸福的小羊 是懒羊羊 墨小蝶说完 嘟嘟竟然扭头看了他一眼 为什么 他最懒 最馋 还最不爱学习 墨默反驳 因为懒所以他不用干活 因为嘴馋 所以他能吃好多好吃的 至于不爱学习 他有一群有担当的好朋友保护他 阿姨 你的观点太奇怪了 默默撇了撇嘴 表示不能理解 一直看电视的嘟嘟 却突然盯着他看了半天 然后从面前的盘子内 拿了一块蛋糕 递到了他的手里 不只是墨小蝶 就连不放心 一直在门外偷看的陆成旭 也吃了一惊 嘟嘟竟然听得懂 他们在说什么 并不是一直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开端 屋内的墨小蝶 看着手中的蛋糕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嘟嘟 他哽咽着将蛋糕放在嘴里 咬了一口 感觉这蛋糕比平日里的都要好吃 此时 电视里正播放村长带着小羊们 做青草蛋糕的画面 默默歪着头想了想 阿姨 我们也去做些小羊蛋糕 给妹妹好不好 莫小蝶看着嘟嘘试探着问 嘟嘟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吗 像这些小羊们一样 我们一起去做蛋糕 嘟嘟扭头看了他一眼 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站起身你 你愿意和我们一去做小羊蛋糕 莫小蝶简直要喜极而泣 嘟嘟没有说话 也没有动 看了他一眼 然后低下了头 默默上前拉住他的手 走 我们去厨房 嘟嘟顺从地跟着默默走到了出去 走到门口时 又回头看了他一眼 他赶紧快步跟上 陆承煦在门口一把拉住了他 你到底是谁 嘟嘟在陆家待了一个多星期了 除了默默和他 谁也别想走到他身边 即便是他 按照心理专家的指示 努力了一个多星期 嘟嘟也从没有给过他任何回应 陆总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莫小蝶调整好情绪 勇敢地迎上陆承煦探究的眼神 杜杜为何对你如此不同 这有什么奇怪的 小孩子都喜欢动画片 都喜欢手工 只要投其所好就行 我一直都在这样做 为何他从未回应过我 陆总 你这是吃醋了吗 蓝总监 请注意你的身份 陆承煦被人看穿了心事 有些发炯 莫小蝶想了想 很冷静地分析 我想 大概是我在医院教训他那对人渣养父母时 杜杜就记住了我 在他幼小的思维里养父母应该是坏人 而我是个好人吗 你不觉得这样的解释有些牵强 陆总如果不信 你可以去问心理专家 这个我也说不明白 请你不要横吃飞错 说完 他看都没有再看陆承煦一眼 扭头跟着默默和杜杜下楼去了 第32章 小杨蛋糕 陆家别墅厨房内食材很丰富 做蛋糕所需的材料也很齐全 莫小蝶带着默默和杜杜开始揉面 分离蛋黄蛋清 因为有些突然 他没有准备喜羊羊的蛋糕模具 因此只能教他们用手捏 杜杜刚开始一直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但是当默默捏出了一个似不像的小羊之后 他有些忍不住也走到了操作台前 莫小蝶赶紧给他分了一块面团 杜杜也来做一个吧 杜杜小心地接过面团 盯着莫小蝶手上的动作 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 从他揉面的动作可以看出 他以前没少干活 很快 杜杜学着莫小蝶的手法 捏出了一个比较形象的懒洋洋 莫小蝶走到他身后 杜杜好棒啊 做得太好了 太像了 说着 他伸手轻轻地纠正了一下懒洋洋身上的一些细节 虽然只是简单地捏了一下 但是却比刚刚生动了许多 杜杜一直面无表情的小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丝惊讶 他伸手又指了指莫小蝶手边的面团 莫小蝶赶紧又给了他一块面团 杜杜的神情很专注 很认真 很快又捏出了一只懒洋洋的形状 形象生动 栩栩如生 和莫小蝶捏出了的几乎一模一样 看着杜杜扬起的小脸 莫小蝶的眼睛有些发酸 他忍不住伸手摸了摸杜杜的小脸 你好棒啊 这么快就学会了 杜杜竟然没有躲避他的手 而是主动地从他手边又拿了一个面团揉了起来 陆成旭母子俩通过厨房的门 将里面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陆母有些激动 你看到了吗 杜竟竟然没有拒绝兰晓 竟然让兰晓摸他的脸 陆成旭的眸光闪了闪 看到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看到儿子一脸平静的样子 陆母再也忍不住 将他一把拉到了客厅 妈 你觉得哪里奇怪了 陆成旭盯着陆母问 你的两个女儿都喜欢兰晓设计师 如欣欣怎么说 也充当了默默三年多的妈妈 但是默默如今似乎更喜欢这个兰晓 还有杜童 我们努力了一个多星期了 他连正眼都没有看过我们一眼 这个兰晓才过来一个多小时而已 他竟然让兰晓摸他的脸 这还不奇怪吗 陆母皱着眉 一脸深思 那你有什么看法 陆成旭也有些疑惑 为何莫小蝶会如此招他的女儿喜欢 除非他就是他们的亲生母亲 但他很快就否认了这个观点 莫小蝶的背景资料 他找人调查过 七年前 他大一后半学期就失踪了 据警方资料记载 他确实被人拐卖到了偏远山区 山区附近的医院 也根本没有他生孩子的记录 所以 莫莫和杜杜不可能是他的女儿 陆母看着儿子 想了一会儿开始分析 照现在的情形来看 只有两种可能 哪两种 第一 蓝小设计师就是莫莫和杜杜的亲生母亲 你抽空偷偷去拿起他的头发 做个亲子鉴定 陆成旭直接推翻了母亲的观点 妈 这根本不可能 我和他七年前根本没有交集 我听说 他好像也是华大的 陆母表示 有些不理解 他大一没上完就失踪了 被人贩子拐卖到了偏远山区 我调查过 他根本没有生过孩子 听了儿子的解释 陆母放弃了自己的第一个推测 那么 只有第二种了 他是冲你来的 所以刻意去学习了一些讨好孩子的方法 故意想用这两个孩子来接近你 引起你的注意 陆成旭觉得有些无语 妈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 说完 他突然想起 那天莫小蝶在书房说过的话 他来陆家是为了陈宇 不知怎店 他的心情有些烦躁 怎么不可能了 我儿子这么优秀 是个女人都会想方设法往上扑的 妈 他来陆家是为了陈宇 陈宇 这怎么可能 陆母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他的二儿子确实也很优秀 但是 在女人这方面 却很不负责任 很不着调 蓝小怎么说 也是享誉全国的知名设计师 难道也演瞎了吗 是的 他在蛋糕房打工时 遇到客人刁难陈宇 替他解了围 他应该是从那时候起 就对陈宇念念不忘了 说完 陆成旭转身走向二楼的书房 陆母看着他的背影 总觉得大儿子今天怪怪的 半天也没有想明白 于是又悄悄来到厨房门口 厨房内 莫小蝶带领默默和杜杜 已经用面团捏出了各种造型 正准备装进烤箱了 这些都是杜杜捏的吗 莫小蝶一边装盘一边问 杜杜刚开始 只是模仿他的手法 捏出了懒洋洋的形状 可是到了后来 他捏出的懒洋洋 已经有些变样了 杜杜自主捏出的懒洋洋 每一个肚子都鼓鼓的 像是塞进了什么东西 懒洋洋肚子里是什么呀 让我猜猜 一定是青草对不对 他笑着问杜杜 杜杜没有说话 默默在一旁替他回答 小蝶阿姨 你猜错了 杜杜捏的懒洋洋 肚子里塞了一根铅笔 说着 默默拿起一旁 掉在地上已经脏了面团 很快捏出一个 他们口中的铅笔形状 你的铅笔也太粗了吧 还有铅笔上 为何会有按钮 莫小蝶有些不理解 笑着问默默 默默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反正妹妹就是这样 捏好以后 塞进了懒洋洋的肚子里 莫小蝶看了杜杜一眼 杜杜低着头 像是做错了事 似乎有些害怕 他赶紧换了口气 杜杜很有想象力 和创造力呢 这支笔里面 一定有懒洋洋的秘密 所以 他才会故意将笔 藏进了肚子里 不想让别人知道对吗 杜杜好棒 长大了 说不定可以当作家呢 杜杜一脸惊讶地 抬头直勾勾地盯着他半天 然后突然又低下了头 表情有些奇怪 默默有些不耐烦地 拉了拉他的胳膊 阿姨 别说了 快点烤蛋糕吧 好 我们马上烤蛋糕 莫小蝶赶紧将蛋糕 放在了烤箱内 你们去洗洗手 洗洗脸 都成小花猫了 莫小蝶捏了捏默默的鼻子 一脸宠溺 走 妹妹我带你去洗手 默默拉着杜杜的手 走到厨房门口 两个人又同时转身 阿姨 蛋糕好了 记得叫猫 好的 一定会叫你们的 莫小蝶一脸笑意 第三十三章 喜欢陆晨宇 她脸上老母亲般慈爱 宠溺的笑意 还未来得及收起 就看到了 陆母冷冰冰的脸 她赶紧调整面部表情 陆夫人 陆母走进厨房 蓝总监 我们谈谈 谈什么 该不会是陆母 发现了什么端倪了吧 莫小蝶有些心虚 蓝总监为了 肚肚和默默下了不少功夫吧 陆夫人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她低下头 陆母这是开始怀疑她了吗 难道她露出了什么破绽 莫小蝶在脑海中仔细地回忆 希望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蓝总监 我这个人性子直 不喜欢打雅谜 今日我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为了陈宇 费这么大功夫 太不值了 啊 莫小蝶有些发猛 难道是自己想错了 陆母并没有对自己的身份起义 蓝总监 你怎么说 也是全国知名的设计师 名利都有 我实在是不明白 你怎么会看上了陈宇 二少人很好 她好 你不要被她的外表蒙蔽了 那些新闻和热搜 难道你没有看过吗 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 对女人极不认真 不负责任 如果离开了陆甲 她什么都不是 陆母果然是陆陈宇的亲生母亲 贬低起儿子 堪称毒蛇 这个 二少好像没有那么不堪吧 那你是不了解她 我看你也是贫苦人家出身的好姑娘 早点醒悟 放弃她吧 她真的不值得你这样 我的两个孙女如今都很喜欢你 如果到时候弄得太难看 对大家都不好 陆母好心劝她 墨小蝶胡乱了 找了个理由搪塞 可是我还不想这么快就放弃了 她的孩子们还在陆甲 她无论如何都不会退窃的 陆母叹了口气 蓝总监 有些话说出来 我怕会伤了你的心 你这种类型的女孩 根本就入不了陈宇的眼 你看看绯闻上她那些女朋友 哪一个不是腹白貌美 身材一流 像你这种满腹才华的人 她恐怕欣赏不了 陆母的话音刚落 门口突然传来陆陈宇不满的叫嚷声 妈 你这是什么话 什么叫我欣赏不了满腹才华的人 有你这么损自己儿子的吗 看到陆陈宇走过来那一刻 墨小蝶忍不住无脸长叹 这也太贝了吧 陆陈宇屁颠屁颠地跑到她面前 蓝总监 你刚刚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你来陆家 真的是为了我 那个 烤箱里的蛋糕应该快好了 我去看看 墨小蝶只想快一点逃离这里 陆二少的为人 太不靠谱 他竟然像是个橡皮糖 黏着他就甩不掉了 竟然跟着他进了厨房 蓝总监 我们以前见过吗 我怎么没有印象 陆母看了一眼儿子 无奈地摇了摇头 转身上楼去了 该说的话 他都说了 蓝小如果非要自找苦吃 那他也没有办法 陆陈宇此时刻心里却乐开了花 刚刚在门口 他可听得清清楚楚 蓝小说来陆家就是为了他 大名鼎鼎的鬼才设计师蓝小 竟然暗恋他 这是何等荣耀 何等值得吹嘘的事情 挡着他道路的陆陈宇二少 让一下 陆陈宇这才赶紧往旁边让了一下 蓝总监 你说话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我有意思的 说完 他深情款款地盯住了墨小蝶 墨小蝶白了他一眼 二少 你别误会 我对你没有一点意思 不好意思是吧 我刚刚在门口 可是都听见了 你说我人好 不想放弃我 陆陈宇上前一步 将他逼到墙角 语气温柔地能凝出水来 蓝总监 喜欢我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对你们这类型的才女 一直都很向往呢 说着 他竟然了起了墨小蝶的一缕头发 轻轻地闻了一下 墨小蝶全身顿时起满了鸡皮疙瘩 一把推开他 二少 你真的误会了 我蓝小从来不想欠别人的 三年前 你在米多多甜品店 曾帮我解了围 我一直想当面向你道谢的 可是却没有机会接近你 哦 你那个时候 就对我一见钟情了 陆陈宇一脸地自我陶醉 墨小蝶满脸无奈地叹了口气 二少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恋 听我把话说完 你说 陆陈宇依然是一副深情 温柔的模样 墨小蝶深吸了一口气 一脸严肃 是这样的 我在设计灵感枯竭 或者感觉累的时候 会用做蛋糕来调节自己 给自己放个架 同时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 来你们家 真的是单纯地想要和你说声谢谢而已 绝对没有别的任何想法 看他严肃认真的表情 不像是在骗人 陆陈宇有些迷茫了 可你刚刚和我妈 明明不是这么说的 你可能听错了 我很喜欢小孩子 因为小孩子最天真烂漫 单纯直接 能够激发人无尽的想象力和灵感 你的意思是 你来陆家 是因为喜欢陆陆 陆陆能够给你带来创作上的灵感 陆陈宇有些不能接受 是这样的 不管怎么说 当年的事 我还是要谢谢你 多谢你为我解了位 陆陈宇一脸受挫地挠了挠头 小事一桩 我都忘记了 墨小蝶不再理他 回身从橱柜里拿出盘子 陆陈宇觉得有些丢脸 转身准备出去 看他终于要走了 只没想到陆陈宇刚走出一步 却突然惊呼 哥 你怎么在这儿 吓我一跳 厨房内 墨小蝶的手一抖 蛋糕掉在了地方 他弯腰捡蛋糕时 默默冲了进来 小蝶阿姨 蛋糕好了吗 好了 我已经帮你们摆好了 快叫杜杜过来尝尝 门口 陆陈旭突然觉得心情很好 看着弟弟也顺眼了许多 默默和杜杜做的蛋糕 你这个做叔叔的 要不要也来尝尝 陆陈宇刚刚在墨小蝶面前 闹了个笑话 此时恨不得赶紧离开陆家 哪里还有心情吃蛋糕 我还有事 哥 你自己陪着他们吃吧 说完 赶紧离开了这里 想他陆二少榴莲花间这么多年 什么时候这么丢脸过 今天他出门 一定是没有看皇帝 才会在蓝小面前 出了这么大的仇 第34章 做午饭 墨小蝶摆好蛋糕之后 陆陈旭带着默默和杜杜 坐到了餐桌前 默默献献饱似的 看不出造型的蛋糕问 你做的是什么 喜洋洋啊 爸爸 你真笨 这个都看不出来 你这个也叫喜洋洋 说着 他将杜杜做的蛋糕 和默默的放在了一起 杜杜做的蛋糕 经过烘烤也有些变形 但是从外观上 还是可以看出 是懒洋洋的模样 非常明显的对比 惹得默默有些不高兴 哼 杜杜的蛋糕肚子那么大 里面还塞了东西 怎么可能有我的好看 墨小蝶摸了摸他的头 默默 做人要诚实勇敢 这次做的不好没关系 阿姨有空了 还过来教你 我们一起努力 我相信 默默一定会做出 非常漂亮的蛋糕的 听了墨小蝶的话 一向有些任性的默默 居然很乖地点了点头 嗯 默默一定会努力 做出最漂亮的蛋糕 陆陈旭忍不住 又看了墨小蝶一眼 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 为什么自己的两个女儿 都这么喜欢她 陪着默默和杜杜吃完蛋糕 时间已经快到中午了 她想起了家中的 那两个小家伙 于是准备告辞 阿姨 快中午了 你在我们家吃过午饭再走吧 默默有些不舍地 拉住她的手 杜杜在一旁 抬头看了她一眼 没有太多的表情流露 这个 阿姨还有事 下星期再来陪默默和杜杜行吗 她看向陆陈旭 希望她能够帮她解围 可是 陆孝草好像没有看到一般 将连扭向窗外看风景去了 墨小蝶耐心地向默默解释 阿姨还有些工作没有做完 等阿姨将工作忙完了 一定陪默默玩一整天好不好 默默有些犹豫 正要松口放墨小蝶走的时候 一直看风景的陆陈旭 淡淡地开口 白昊说 与电视台的合作进行得很顺利 设计图兰总监已经看过 没什么问题了 公司的其他项目 还在商谈过程中 设计部最近应该很清闲 兰总监为什么会忙得 连周末都要加班 难道在外面又接了私活 陆陈旭看似无意的话 却将他想要离开的理由 都赌得死死的 阿姨 我爸爸的话是什么意思 默默拉着他不解地问 没什么意思 就是 他话还会说完 嘟嘟突然也拉住了他的手 墨小蝶一脸惊喜 嘟嘟 你也不希望阿姨走势吗 嘟嘟没有说话 就只是拉着他不肯放手 好 阿姨不走了 你们中午想吃什么 阿姨给你们做 看着嘟嘟拉着自己的瘦肉的小手 他突然想到 这两个小宝贝 还从未吃过他做的饭呢 我要吃糖醋排骨 水煮肉片 还要吃鱼 吃面条 默默有些兴奋地掰着手指头点菜 陆陈旭看了莫小蝶一眼 默默不能吃太多肉食 要吃些青菜才更健康 那就再炒两个青菜吧 默默毫不客气地又加了两个菜 蓝总监 有难度吗 如果有难度 可以让李嫂乖帮你 陆陈旭嘴角微微上扬 假装客气地问 他所说的李嫂 是陆家负责做饭的保姆 没问题 陆总 你带他们去玩一会吧 等饭好了 我叫你们 能够亲自给两个女儿做一顿饭 陆陈旭故意捉弄他的眼神 陆陈旭并没有带着默默他们上二楼 而是一直在一楼客厅玩 他的眼光时不时地 看向厨房内不停忙碌的莫小蝶 心里突然划过一丝梦中才有的幸福感 老婆在做饭 孩子在玩耍 他坐在窗前看报纸 最近他总是会做这样美好的梦 今日的情形和梦中的竟然一模一样 他有些惊讶 前些日 他去看了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他梦所反映的实际上 是他内心深处的渴望 他梦到了和莫小蝶结婚 还有了孩子 说明他的潜意识里已经爱上了他 他当时觉得很扯 他和莫小蝶才认识一个多月而已 怎么可能就会爱上他 可是 最近 他却经常会梦到 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温馨画面 刚刚在厨房 听到他不喜欢陈雨时 心里竟然有一丝窃喜 他觉得自己像是着了魔 很困惑 陆母突然从楼上走下来 伸了伸胳膊运动了一下 好香啊 李嫂的手艺什么时候变了 然后 他就看到了莫小蝶忙碌的身影 惊得他一把拉住儿子胳膊 陈旭 妈没有看错吧 板总监在厨房做饭 陆陈旭抬头看了他一眼 没有看错 确实是他 陆母一脸疑惑地坐在儿子面前 他 他没有跟着陈雨出去吗 他为什么要跟着陈雨出去 陆母不满地在儿子身上轻啪了一下 不是你说的吗 他来陆家 是为了陈雨 陈陈旭嘴角勾了勾 可能是我弄错了 他找陈雨 只是为了说声谢谢 没有我们想的那种意思 说谢谢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妈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反正蓝总监对陈雨 没有任何想法 陆陈旭似乎心情不错 陆母狐疑地看了一眼儿子 你的心情很不错 该不会 他看了厨房一眼 妈 如果你很闲 就去厨房看看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蓝总监毕竟是个客人 陆陈旭打断了他的话 我 又不是我让他做饭的 陆母有些不满儿子的作为 那您陪莫莫玩 一会儿也行 我看杜杜今天的表现不错 说不定他也会回应你一下 陆母看了一眼儿子 又看了一眼厨房内的陆小蝶 若有所思地 去陪陌陌他们玩积木了 过了一会儿 午饭好了 陆小蝶摆好饭菜 站在厨房门口 陆总 陆陌 午饭好了 快来吃饭吧 穿着围裙的他 像急了贤惠的妻子 陆陈旭又是一阵失神 陆小蝶的厨艺 很快得到了陆陌的肯定 他吃了一口排骨 摇着头一脸享受的样子 好好吃 太好吃了 小蝶阿姨 你的厨艺比李嫂的可好太多了 接下来 陌陌将每一个菜都尝了一遍 几乎每个菜 他都会忍不住赞叹一番 杜杜 你也尝尝 看看阿姨的厨艺怎么样 他亲切地给杜杜加了一块排骨 然后又将一块 踢出过刺的鱼块 放到了杜杜碗里 陆母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不得不承认 这个蓝小哄孩子 确实有办法 人虽然长得不是那么耀眼 但是看着也算清秀 关键是对孩子温柔 有耐心 厨艺还非常好 人品好像也不错 如果自己的儿子娶了他 默默和杜杜应该会很高兴吧 想到这里 他看了一眼儿子 陆陈旭此时 正盯着细心照顾杜杜吃饭的墨小蝶 眼睛里流露出难得一见的温柔 第35章 心动 陆母心里有些诧异 如此看来 自己这个万年高冷的儿子 应该是对蓝小设计师动了心 这么多年来 他还从未见儿子 用这样的眼神 看过任何一个女生呢 陆陈旭照顾得非常细心 因此陆母越看他 越觉得顺眼 李嫂将橱柜里的那瓶红酒拿出来 心里一高兴 陆母决定找墨小蝶喝一杯 陆陈旭皱眉 妈 你要干什么 陆母吩咐李嫂拿出杯子 帮他们多倒了一些红酒 蓝总监难得来一次 又亲自下厨 实在是难得 因此 我觉得 拿出珍藏多年的红酒 请蓝总监喝一杯 蓝总监应该不会拒绝吧 这个 陆夫人 我待会儿还要开车呢 墨小蝶看着面前的红酒 有些不适应陆母的突然转变 叫陆夫人太生分了 你以后就叫我伯母吧 说着 陆母端起了酒杯 来 蓝总监 我们喝一杯 陆夫人 不 伯母 我待会儿真的要开车 墨小蝶有些为难 一杯红酒而已 待会儿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陆母亲自将酒杯拿起来 递给他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为什么陆陈旭的母亲 对他的态度 会突然地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他求救地看了陆陈旭一眼 希望他能够替自己解围 既然我妈如此热情 你就陪他喝一杯吧 待会儿让司机送你回去 陆陈旭仿佛没有看懂他的表情 竟然也劝他喝酒 阿姨 你快喝吧 这瓶红酒我爷爷想喝 奶奶都舍不得 那默默也在一旁催促他 无奈之下 为了以后能够顺利来陆家看女儿 他只好喝了几口陆母 递给他的那杯红酒 味道怎么样 看他喝完 陆母期待地问 口感圆润 回味甘甜 是上等的好酒 还是蓝总监食货 来 再喝一杯 陆母又热情地给他倒了一杯 就这样 在陆母的热情招待下 他喝了好几杯红酒 回去的时候 他以为陆家只派了司机送他 可是打开车门坐进去之后 他竟然看到 陈旭就坐在他身旁 他有些不敢相信地 揉了揉眼睛 陆总 你怎么在这儿 司机不知道去你家的路 我帮他指路陈旭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解释 不用麻烦陆总了 我家就住在第一小学附近 很好找的 他感受到陆陈旭身上的气息 刻意往旁边坐了坐 小心地拉开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你好像很怕我 他的小动作 没有逃过陆陈旭的眼睛 他的嘴角不自觉地勾了勾 没有 只是觉得这样的小事 不敢劳烦陆总搭架 车内的气氛 让他觉得有些压抑和尴尬 他扭头 看向车窗外 车子此时已经启动 陆家别墅区的风景 还是挺不错的 你喝醉了 作为领导 我有责任安全送你回家 身旁又响起了陆陈旭的声音 莫小蝶不满地回头解释 我才没 他本来想说 他没有喝醉 可是 不知何时 陆陈旭已经坐到了他的身旁 和他一样 轻身正望向车窗外 他猛地一回头 好巧不巧 嘴唇正好撞上了陆陈旭的 前面正在开车的司机 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 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的天啊 一向高冷的陆总 竟然会在车上和兰总监玩轻轻 他一定是看错了 车后座上 时间仿佛被定格一般 面对这样的意外 两个人都没有动 陆陈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莫小蝶唇齿间红酒遗留下来的芬芳 他的心跳比刚才快了一些 感觉自己像是着了魔 竟然有点 喜欢这种蜻蜓点水般的触觉 在这一瞬间 七年前的那天晚上 很多已经模糊的细节 竟然会在这个时候 清晰地出现在莫小蝶的脑海中 那天晚上 那是他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他已经好久没有想起过了 两个人就这样保持了这个姿势 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 莫小蝶才猛然惊醒 他炯得满脸通红 一把推开了陆陈旭 他刚刚都在想些什么呀 陆陈旭看了他一眼 此时的莫小蝶 两颊通红 满脸娇羞 极力地想要掩饰自己内心的惊慌 这样的他 看起来竟然比平日里多了几分风情 竟然让人有信挪不开眼睛 半天 莫小蝶才小声说道 陆总 我没有喝醉 你不用送我了 还说没有喝醉 你的脸都红成苹果了 陆陈旭的语气 竟然出奇地温柔 前面的司机听了之后 简直要大跌眼镜 这是陆总吗 这是万年高冷 不苟言笑的陆总吗 聊起妹来 简直不要太直接好不好 面对这样的陆陈旭 莫小蝶一时间 竟然不知该如何回答 正在这个尴尬的时刻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赶紧从包里翻找出手机 看清上面的来电显示 他犹豫了一下 直接挂断了电话 是冉冉打来的 如果在车上接 恐怕陆陈旭又要起了 怎么不接电话 陆陈旭的声音 突然又变得冷漠起来 他刚刚清楚地看到 莫小蝶手机来电显示 写着 亲爱的宝贝这五个字 他已经有了男朋友 可他为何会对陆家的事 默默和肚肚的事 如此热情 如此上心 他刚开始说 接近陆家是为了陈宇 可是今天又和陈宇说得很明白 他一度认为 他可能是为了自己 心里还有些窃喜 如今看来 倒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两个人都不说话 车内安静的有些吓人 司机有些奇怪的 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 有些看不明白 这是怎么了 刚刚不是还谈得挺好的 怎么现在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很快 车子来到第一小学附近 莫小蝶对司机说道 麻烦 你将车停在学校门口就行了 我就住在这里不远的小区 千万不能让陆陈旭发现了 子重和冉冉的存在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第36章 录音笔 车子停下之后 莫小蝶刚想下车 却被陆陈旭拉住 蓝总监 我这么大老远送你回来 你不请我上去喝杯茶吗 啊 莫小蝶有些意外 怎么 男朋友在家 不方便吗 我没有男朋友 不知怎的莫小蝶 竟然脱口出 向他解释 是吗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接电话 陆陈旭的眉毛挑了挑 我 他还会说话 电话又响了 还是然然打来的 陆陈旭看了一眼手机 示意他接电话 在他的注视下 莫小蝶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按了接听键 喂 小蝶 你在哪里 怎么这么久了 还没有回来 是李明成的声音 莫小蝶松了一口气 我已经到了 在第一小学门口 好 我们下去接你 不 用他话还会说话 李明成已经挂断了电话 陆陈旭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让司机打开车门 既然有人来接你 蓝总监下车吧 他刚刚清楚地听到 里面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可是他却说 自己没有男朋友 他故意接近陆驾 不是为了陈宇 那他是为了什么 莫小蝶下车之后 急不得穿过马路 往小区门口跑去 千万不能让陆承旭 看到了子仲和然然 否则事情就乱套了 所以 他必须赶在 他们出小区前回去 可是不巧的是 他刚走到小区门口 就撞到了李明成小蝶 这么慌张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李明成一把拉住了他 他有些紧张地 向他的身后望去 没有见到子仲和然然 略微松了一口气 子仲和然然呢 李明成无奈地摇了摇头 别提了 然然非要将那只小兔子放出来 刚刚小兔子 钻进了沙发下面 怎么也不肯出来 这不 他们两个让我去超市 给小兔子买红萝卜和青菜呢 你们中午吃饭了吗 吃了 点的外卖 然然一直吵着 要吃红烧肉呢 家里好像没有肉了 我和你一起 去超市买一些回来 于是 两个人并肩穿过马路 向不远处的超市走去 过马路的时候 墨小蝶不小心 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李明成赶紧扶住他的肩膀 护着他来到路对面 陆承旭让司机 将车开到角落里 将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看得清清楚楚 司机此时吓得大气 都不敢出 这是什么情况 蓝总监刚刚不是 还和陆总在车上亲亲吗 怎么现在又和另外一个男人 这么亲密 三角链吗 他偷偷地瞄了一眼陆承旭 发现陆承旭的脸 此时阴沉的有些发黑 一直看着墨小蝶和李明成 走进了不远处的超市 陆承旭才冷冷地开口 走吧 司机不敢说话 离刻启动车子 离开了这里 只是这一切 墨小蝶都没有察觉 他和李明成采购完所需商品之后 就直接回了家 在小区门口 他特意私下看了看 没有发现陆家的车 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刚打开家门 一只白色的小兔子 就从他的脚边跑了过去 快 哥哥 他在哪里 快抓住他 然然激动地指着小兔子大叫 墨子中过来的时候 小兔子已经钻进了鞋柜下面 他有些不满地指责然然 你看到他了 为什么不抓住他 人家是女孩子 害怕吗 然然撒娇 一抬头看到墨小蝶 欣喜地一把抱住了他 妈咪 你终于回来了 然然好想你 妈咪也好想你们 墨小蝶将手里的东西 递给李明成 轻轻地拍了拍女儿的头 咦 妈咪你喝红酒了 然然在他身上闻了闻 喝了一点 你的小鼻子还真灵 妈咪是和陆总一起喝的红酒吗 然然一脸好奇地问 他问完之后 墨子中 李明成同时看向了墨小蝶 等待他的回答 没有 妈咪是和陆夫人一起喝的 墨小蝶不满地瞪了他们几眼 陆夫人是谁 然然又问 陆夫人是陆总的妈妈 墨小蝶耐心地解释 这么说 你是和奶奶一起喝的红酒了 一直在弯腰找小兔子的墨子中 突然起身问他 奶奶是谁 然然一脸好奇 奶奶就是陆总的妈妈 陆总是我们的爸爸 她的妈妈 当然是我们的奶奶的墨子中 向然然解释 墨小蝶本来就有些头疼 听了子中的话 感觉头更疼了 她走到沙发前坐下 揉了揉太阳穴 妈咪 你怎么了 头疼吗 然然赶紧跑过来 用笨拙的小手也帮着她揉 没事 休息一会就好了 说着 她的眼光不经意地 扫过了地上的玩具熊 和桌子上的画笔 脑海中竟然浮现出 杜独捏的奇怪蛋糕 妈咪 你怎么了 墨子中看她一直盯着 然然的毛绒玩具发呆 有些奇怪的闻 李明成已经帮着 她将小兔子抓到 放进了笼子里 此时也走了过来 李哥 今日我在陆家带着墨墨 和杜独一起做蛋糕 杜独捏的蛋糕很奇怪 她先是捏了一只笔的形状 然后又将那只笔 塞进了懒洋洋蛋糕的肚子里 将笔塞进懒洋洋的肚子里 李明成也觉得有些奇怪 我知道了 杜独妹妹一定是将自己的一些秘密 都用录音笔录了下来 然后藏在了玩具懒洋洋的肚子里 墨子仲突然在一旁说道 墨小蝶和李明成都是一惊 同时看向墨子仲 你怎么知道的 墨子仲耸了耸肩 我也经常将录音笔 藏在玩具熊的肚子里 或者带到学校 偷偷地录一些别人的秘密 然然突然指着她大叫起来 怪不得你知道 我的零食藏在哪里 你是不是在我的小猪佩奇里面 也放了录音笔 说着 然然起身气呼呼地 走到自己的房间 从床上将小猪佩奇的毛绒玩具抱下来 仔细地翻找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只录音笔 墨小蝶沉下脸 墨子仲 你老实交代 在家里一共藏了多少只录音笔 墨子仲吓得赶紧站起身 买两只 一只在书包里 一只在然然的小猪佩奇里面 不信你可以搜 墨小蝶起身和李明成一起 将家里翻了个底朝天 果然只发现了两只录音笔 看到儿子并没有撒谎 墨小蝶语重心长地教育他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如果没有必要 我们不能随便窃听别人的隐私 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你明白吗 墨子仲乖巧地低下头 妈咪 我错了 我只是好奇 以后再也不会了 第37章 事故 看到儿子的认错态度很好 墨小蝶摸了摸他的脸 妈咪相信子仲 一定是个说到做到的男子汉 去带着妹妹玩小兔子吧 子仲和然然走后 墨小蝶看了李明成一眼 李哥 你有什么想法 照这么推理 张强家中应该有一个 懒洋洋形状的毛绒玩具 玩具肚子里一定有一只录音笔 墨小蝶点了点头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说不定里面会有一些 我们想知道的秘密 你放心 我明月就想办法将玩具搞到手 第二天 李明成假扮成收废品的 来到杜杜养父母的家门口 故意将废品的价格定的 比其他人的要高一些 很快 喜欢贪占小便宜的杜杜养母 就上钩了 他领李明成进屋 找出了一大推的废旧纸板 和破旧衣服 李明成进屋 第一眼就看到了客厅小床下面 那个脏的 已看不出颜色的懒洋洋毛绒玩具 给杜杜养母结完钱之后 他指了指那只玩具 那个是你家孩子的吧 还要吗 杜杜养母弯腰捡起玩具 不要了 你随便给个几块钱吧 最后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李明成用十块钱的价格 回收了那个懒洋洋玩具 他算是见识了 杜杜养母孙燕的抠门和算计 真是让他大开眼界 正准备走的时候 孙燕又拉住了他 你还有什么事 李明成已经有些不耐烦 收废品的 我给你介绍一单生意 楼上正在装修 有很多包装纸板 你去回收一下 赚的钱 我们一人一半怎么样 孙燕看了一眼二楼 满脸的算计 大姐 我还有事 明天再来怎么样 李明成实在是不想和他废话下去 你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收废品的 送上门的生意都不做 还真奇怪 孙燕一脸怀疑 上下打量他 为了不引起孙燕的怀疑 李明成只好跟着他上楼 在楼上施工现场 收集了一大捆费 就纸板扛了下来 回去之后 他们果然在懒洋洋的肚子里 发现了一只劣质的录音笔 只是因为发霉 录音笔已经基本报废了 根本打不开 这个恐怕需要找专业人士 才能将里面的数据捣出来 莫小蝶放下录音笔 有些发愁 不用担心 我现在就去联系人 保证三天之内将他修好 李明成一脸自信地拍了拍胸膛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录音笔还未修好 老教师夫妇家的施工现场 突然发生了事故 不知因何原因 施工用的梯子上的脚踏板突然脱落 一个工人后脑勺着地 从梯子上掉了下来 送去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了 因为这是新月家庄 和电视台合作的第一期节目 前期的宣传家喻户晓 因此出了事故之后 尽管陆氏极力想要封锁消息 可是各大媒体 还是第一时间涌到了现场 新月家庄一时间 又被推上了热搜 陆陈旭阴沉着脸盯着白号 事故原因调查出来了吗 白号一脸自责 调查出来了 施工用踢踏板上的螺丝脱落了 施工单位是谁找的 你了解了吗 可靠吗 为什么连最基本的安全意识都没有 这个施工队的一切事物 都是由办公室那边负责的 负责人是谁 叫他过来 是 是卢欣欣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卢欣欣白号 你的脑子呢 陆陈旭气的将手上的文件夹 直接扔到了白号的身上 白号赶紧接住 你别生气 我也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事 你没有想到 家庄过程中 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是什么 设计和施工 施工甚至比设计还重要 你竟然将施工对这样重要的事情 交给了卢欣欣 白号 我该怎么说你呢 陆陈旭头疼的厉害 他忍不住揉了揉太阳穴 陆市门口 卢欣欣此时正在打电话 表哥 你是怎么搞的 不是说 都是专业的施工团队吗 为什么连最基本的安全意识都没有 欣欣 你别慌 我刚刚查了一下楼梯口的监控 也问了一下施工工人 找到了一个替罪羊 那边传来卢欣欣表哥的声音 替罪羊 是的 说出来 你一定感兴趣 是一个收废品吧 可是我却查出来 他和蓝小关心密切 事故当天 他曾经去过施工现场 表哥的意思 是将一切都推给蓝小 卢欣欣的眼睛猛的一亮 是的 我已经买通了在场的工人 他们都能证明 那个收废品的 曾经接触过那个出事的梯子 听了表哥的话 卢欣欣脸色滑过一丝阴狠 莫小蝶 你想嫁给陆陈旭是吗 做梦 所有证据都准备好之后 他才急匆匆的来到陆陈旭的办公室 此时 白昊刚被陆陈旭骂完 此时正在走廊上着急地打电话 想办法补救呢 看到他就来 白昊立刻挂断了电话 上前拉住他 姑奶奶 你可坑死我了 白总 真的很抱歉 我一直在调查事故的真正原因 所以来晚了 真正原因 白昊皱眉 是的 是有人故意要算计星月家庄 走 我们进去说 说着 白昊拉着他走进了陆陈旭的办公室 陆陈旭抬头看了他们一眼 找到解决办法了 陆总 卢主任说他已经找到证据 是有人故意要算计我们 白昊抢先一步解释 哦 证据呢 如欣欣上前一步 打开自己的手机 将上面的视频 投屏到陆陈旭办公桌对面的电视上 那是他表哥给他发的 老教师夫妇楼梯口的监控画面 就是这个人 事发当天 他曾经去过施工现场收废品 现场的工人证实 他故意接触过那个事故梯子 看到监控画面上的人 陆陈旭眯起了眼睛 这个男人 不就是那天在小门口看到的那个吗 是懒小的男朋友 他为什么要去施工现场 还穿成了这样 看到陆陈旭脸色微变 卢欣欣从包内掏出一份资料 放在了陆陈旭的桌子上 陈旭 我特意派人去调查过了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收废品的 而是志诚保全公司老板李明成 志诚保全 白昊愣了 那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保全公司 全国几乎一多半的银行 大厦 小区的安保系统 都是他们在座陈旭看完资料 突然冷笑了一声 李明成 好 很好 第38章 陷害李明成 白昊一脸不解 你笑什么 陆陈旭抬头看了他一眼 我笑蓝总监果然不简单啊 蓝总监 这关蓝总监什么事 卢欣欣在白昊身后轻声说道 李明成是蓝总监的男朋友 什么 白昊一脸惊讶 陆陈旭沉思了片刻 电视台不是在施工现场 安装了很多摄像头吗 白昊 你去联系电视台 将所有的视频都调出来 罪证确凿 即便他是志诚保全的老板 我也要将他绳之以法 卢欣欣一脸为难 事故当天 正是施工现场布置电线的阶段 拉闸之后 所有的摄像机都暂停了 这妖巧 那该怎么办 只有楼梯口的监控 李明成恐怕不会承认 白昊有些发愁 就算没有监控录像 施工现场的工人都能证明 他动过那个梯子 就凭这些 他不承认都不行 卢欣欣大声分析 陆陈旭没有说话 似乎在想什么事情 过了半天 他才抬头 白昊 将所有的人证 物证都搜集准备好 另外 保护好那些工人 我怕李明成会报复他们 好 我这就去办 陈旭 那蓝总监怎么办 他们会不会是一伙的 故意里应外合 想要搞垮陆氏 临走的时候 卢欣欣忍不住问了一句 陆陈旭没有理他 而是按下了助理的内线 通知蓝总监过来见我 看到陆陈旭愤怒的 即将冒火的眼神 卢欣欣忍不住暗自得意 他刻意找理由 在陆氏一楼的大厅等了一会儿 看到莫小蝶从外面走进来 起身走了过去 故意拦住莫小蝶的去路 卢欣欣 好狗不挡到 莫小蝶回避了两次 但是卢欣欣是铁了心 要挡他的路 惹得他有些不爽 莫小蝶 不要得意 你很快就要遭到报应了 卢欣欣一脸得意的 在他耳边小声说道 莫小蝶冷笑了一声 是谁要遭到报应 恐怕很难说吧 莫小蝶 你和志诚保全的老板 李英外合 想要算计录时 陈旭已经发现了 李明成是你的新男友 看不出来 你还挺有手段的嘛 莫小蝶心里一惊 李明成的身份暴露了 怎么可能 看到他一脸惊讶 卢欣欣更得意了 害怕了吧 我告诉你 现在害怕已经晚了 就算是志诚保全的老板 陈旭照样能够将他送进监狱 莫小蝶脑子里飞快地思索 陆陈旭今日叫他来 应该就是为了李明成的事情 只是 就算陆氏知道了李明成的身份 他们以为李明成是他的男朋友 可是 这最多只是员工的个人私事而已 为什么卢欣欣会说 他们里应外合要算计录事 他有些想不通 翻出包内的手机 准备打电话 问问李明成 可是 卢欣欣今日不知怎么了 就是不肯放过他 竟然一把抢过他的手机 怎么 想要打电话给你男朋友 事先串通是吗 莫小蝶沉下脸 手机给我 你想要给李明成打电话 我不会给你的 卢欣欣将手机藏在身后 此时莫小蝶的耐心已经用完 上前一伸手 直接拽住卢欣欣的头发 将他按倒在地上 然后飞快地从他手中夺过了手机 突如其来的状况 震惊了大厅内所有的人 大家都吸了一口气 怎么回事 为什么蓝总监要打卢小姐 有些员工开始小声八卦 不太清楚 好像是卢小姐刚刚抢了蓝总监的手机 抢手机 不会吧 卢小姐可是卢氏的千金 怎么会抢蓝总监的是手机 这你就不知道了 卢小姐从学生时代 就一直暗恋咱们陆总 三年前还帮陆总找回了女儿 可是 自从上次新月家庄的晚宴之后 陆总就不让他再登门了 说是人品不好 怕带坏了孩子 不过我听说 陆总的那个女儿 好像很喜欢蓝总监呢 这么说 卢欣欣是在争风吃醋 故意要找蓝总监的麻烦了 我看八成是这样的 你们是没有看到 他刚刚抢走蓝总监手机时 那一脸嚣张样 要是我 我也忍不住要揍他 卢欣欣他有什么了不起啊 不就是仗着卢氏欺负蓝总监 出身农村 没有靠山吗 墨小蝶抢了手机之后 没有多做停留 而是直接坐上了电梯 卢欣欣从地上爬起来之后 墨小蝶已经不见了 他看到周围的人 都在指着他议论纷纷 觉得很丢脸 可是 这里是陆氏 他也不好发作 只好赶紧整理了一下头发 低头溜走了 墨小蝶给李明成打电话 可是对方的手机 竟然一直打不通 这边 陆陈旭的助理一直催他 无奈之下 他只好先去找陆陈旭 敲门进去之后 陆陈旭抬头看了他一眼 我还真是小瞧了蓝总监 陆总这话是什么意思 墨小蝶假装听不懂 你看看这个人 你认识吗 说着 陆陈旭将卢欣欣提供给他的 那段视频打开 墨小蝶看了一眼 果然是李明成 出入肚肚养父母家的画面 我不明白陆总的意思 他到此时还是想不通 李明成和陆氏有什么关系 你先回答我的话 你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朋友 什么朋友 陆陈旭皱眉 这个恐怕没有必要告诉陆总吧 陆陈旭冷笑了一声 蓝总监不想说 没关系 只是 我很好奇 为什么堂堂制成保全的老板 要假扮成收废品的 混入施工现场 这个可否请蓝总监帮我解释一下 出入施工现场 陆总你搞错了吧 墨小蝶心里有些明白了 难怪卢欣欣刚刚一脸得意 如果陆氏证明了 李明成真的出入过施工现场 那么 将事故责任推到李明成身上 陆陈旭起身 面无表情地走到他面前 现场所有的工人都能证明他曾经去过 还刻意动了那个出师的梯子 蓝总监 却说我搞错了 你的证据呢 感受到他身上冷烈压抑的气势 墨小蝶后退了一步 这不可能 李明成他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蓝总监好像很了解他 那你先告诉我 为什么他要假扮成收废品的 去施工现场 这个 因联系不到李明成 所以他并不清楚当天的情况 因此一时无法解释 第39章 李明成被抓 怎么 找不到理由了吧 说着 陆陈旭突然怒气冲冲地 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揽小 你进入陆室 刻意接近陆家人 到底有什么目的 墨小蝶迎上他暴墓的双眸 我没有任何目的 只想好好地做设计而已 陆陈旭用力一推 直接将他推在了墙上 咬牙切齿地说道 事到如今 证据确凿 你还要撒谎吗 什么证据 就凭李明成进入楼梯口 就凭我和他是好朋友 陆总 陆陈旭死死地盯着他 手上的力度不断加深 墨小蝶感觉手腕有些疼 他挣扎了一下 陆总 麻烦请放手 陆陈旭没有理会他 也没有放手 只是死死地盯住他 似乎想在他的脸上 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手腕此时疼得厉害 他挣脱不开 心里有些恼怒 猛地用高跟鞋 狠狠地踩向陆陈旭的脚 陆陈旭猝不及防 只好放手 后退了几步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陆总 我一直认为 您仅用了七年时间 就将陆氏做得这么大 一定是一个有谋略 有心境 异常理智的人 如今看来 是我看错了 墨小蝶的语气 有些失望 你什么意思 就算李明成的身份 是志诚保全的老板 就算他曾经出入过施工现场 就一定是他对施工用梯 做了手脚吗 监控呢 施工现场 电视台装了很多摄像头 现场视频呢 你敢拿出来给我看看吗 当天正好在布置电线 拉闸之后 摄像机断电了 是吗 这要巧 陆总难道就没有一点怀疑 施工工人人为言轻 还不是领导让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们的话 陆总难道不用派人去调查一下吗 还有 陆总是否派人联系了电视台 当天真的所有的摄像机都停用了吗 面对墨小蝶一连串的质问 陆承煦愣了一下 他是怎么了 为什么墨小蝶所提出的疑问 他刚刚明明想到了 可是就是不想派人去调查 潜意识里似乎认定了李明成就是凶手搜 一定要将他送进警察局 看陆承煦皱眉深思 墨小蝶又说道 这样吧 陆总给我两天时间 我一定将事情查清楚 给陆氏一个交代 半想 陆承煦点了点头 好 如果你查不出什么 那么陆氏就只能报警了 墨小蝶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飞速地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刚到办公室门口 李明成就打电话过来了 喂 你在哪里 我现在就过去找你 他的语气有些急切 陆承煦站在办公室 将门外墨小蝶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有些阴沉 坐在桌前沉默了一会儿 拨通了白号的电话 你带着所有的证据去警察局报案 让警察来处理此事 墨小蝶出了陆氏之后 开车直冲李明成家里 怎么回事 你那天为什么会去施工现场 一见到李明成 他劈头就问 施工现场 什么意思 李明成一脸猛 好像还不知情 墨小蝶坐下 详细地将事情的经过 向他讲述了一遍 什么 陆氏竟然想要告我 果然李明成气得直接跳了起来 你好好想想 事发当天 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李明成仔细地回忆 没有啊 嘟嘟养母为了贪一些小便宜 非逼着 我去楼上施工现场 收费就值班 我为了怕他起疑 就去了 我根本就没有碰那个梯子好不好 当时 他们是不是在布置电线 电视台所有的摄像机都停用了 好像没有吧 施工现场有电啊 你好好想一想 确定当时施工现场有电 李明成想了一下 很确定地点了点头 确定有电 当时 他们正好在休息 天热 有好几个工人都挤在电扇前面 这就对了 有人想要利用你陷害我 莫小蝶脑海中 出现了卢欣欣的身影 这次施工队的所有工作 都是由他负责 除了他 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 谁这么缺德 要陷害你 还会有谁 卢欣欣呗 又是这个女人 我这就去找他算账 说着 李明成起身 就要往外冲 莫小蝶一把拉住他 你干什么呢 这个贱女人竟然敢诬陷我 看我不找人收拾他 坐下 莫小蝶强行将他按在了沙发上 就算要教训他 也要拿出真凭实据打他的脸 而不是你这样冲动的 去给别人送把柄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你先让人去电视台那边 找到当天的视频 接下来一切就好办了 好 我这就让他们去办 李明成起身打了几个电话 很快将一切都安排好 然后 他坐在沙发上 突然想起了什么 从茶几下面的抽屉里 拿出一个U盘 对了 录音笔里面的数据 我已经找人导出来了 一共复制了两份 一份给了律师 另一份在这个U盘里 你要不要听一下 里面是 莫小蝶有些不敢问 李明成叹了口气 张强夫妇用被子捂死了老人 杜杜当时就在现场 应该是吓到了 他的话还未说完 门口突然传来敲门声 李明成有些疑惑的 起身去开门 几名警察站在门外 请问 你是李明成先生吗 是 有什么事 莫小蝶听到声音 也跑到了门口 看到警察 他愣了一下 有人告你 说你故意破坏施工扶梯 酿成了事故 麻烦你跟我们去警局调查一下 警察出示了证件 李明成看了一眼莫小蝶 你不是说 还有两天时间吗 怎么陆氏今天就把我告了 莫小蝶心里也充满疑惑 只是警察已经上门 他们不能不配合 你跟着警察去 我会马上想办法救你出来 李明成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相信你 如果真遇到了困难 就去找我哥 他怎么说 大小也是个所长 不会对我这个弟弟 见死不救的 你这么看不起我 多大点事 怎么能去麻烦大哥 莫小蝶有些不满地 捶了他一拳 第四十章 录音曝光 李明成被抓之后 莫小蝶迅速联系 制成保全的副总 让他尽快去电视台查找证据 顺便派人去调查 施工队的所有情况 务必找到切实可靠的证据 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李明成救出来 安排好一切之后 他越想越气 陆成旭这个混蛋 明明已经说好的 给他两个时间查明真相 怎么可以出而反而 说话不算 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开车又来到陆氏集团总部 气冲冲上了22楼 直奔总裁办公室 助理想要阻拦 被他一把推开 陆成旭 你堂堂陆氏总裁 怎么能出而反而 他一脚踹开门 质问 外面的助理 工作人员都吓得站了起来 蓝总监这是怎么了 火气这么大 这架势是要跟陆总杠上了 总裁办公室内 陆成旭正在和白浩 以及其他的几个部门领导 商量这场事故的 应急处理方案 墨小蝶就这样 踹门闯了进去 让所有人都是一愣 这么多人 让墨小蝶也有些意外 他压了压火气 陆总 有时间吗 我找你有事 陆成旭看了他一眼 对白浩他们说道 你们出去吧 白浩最后一个走了出去 特意帮他们降门关上 陆成旭放下手中的笔 双手抱胸 靠在椅背上 蓝总监有什么事 墨小蝶冲过去 双手按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 咬牙齐齿 陆总 你刚刚明明答应 给我两天时间 为何要出尔范儿 蓝总监这话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明白 陆成旭故意装傻 是你让人去报警 抓了李明成对吗 李明成被抓了 我怎么不知道 陆成旭似乎很意外 墨小蝶冷笑 陆总 别装了 没有你的命令 谁敢去报案 陆成旭轻身上前 嘴角上扬 蓝总监 李明成被抓 你心疼了是吗 陆成旭 你太卑鄙了 是吗 那你呢 蓝总监 处心积虑地接近我的女儿 处心积虑地进入入室 是为了什么 为何到现在还不肯说 陆成旭又靠在椅背上 冷冷地盯住他 墨小蝶此时气得信念缘争 鼻尖微微冒汗 两甲有些微红 双手紧握成拳 陆成旭 我墨小蝶做事一向光明磊落 从来不向某些人说一套做一套 说着 他的拳头重重地落在了陆成旭的办公桌上 怎么 蓝总监为了男朋友 要打我吗 陆成旭看着他 有些阴阳怪气 打你 我怕脏了我的手 墨小蝶站直了身子 一脸自信地看着他 陆总 我很快就会找到证据证明李明成的清白的 到时候 可别怪我翻脸无情 蓝总监很爱你的男朋友 这个和陆总没有任何关系 正说着 墨小蝶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急忙从包内翻出手机 是志成保全副总打来的他 回头看了一眼陆成旭陆总 你等着吧 说完 拿着电话走了出去 只是 他没有发现 在他掏手机的那一瞬间 李明成给他的那个U盘掉了出来 陆成旭本来想叫住他 可是墨小蝶走得太匆忙 他没有来得及 他走过去 将U盘捡起来 翻来覆去看了半天 这里面会是什么 墨小蝶的一些私人文件 照片或者机密 想了一会儿 他果断地将U盘插在了电脑上 没有画面 只是一些嘈杂的录音 像是有人在走路 搬东西 他皱了皱眉 墨小蝶录这些干什么 就在他听了几分钟 觉得无聊 准备拔掉U盘时 电脑上音箱里 突然传出一个小女孩 凄惨的哭声 爸爸 我错了 你别打我了 是嘟嘟 是嘟嘟的声音 他的心里猛的一紧 紧接着 是一个老人 有些不太利落的声音 张 张强 你 你混蛋 放 放开嘟嘟 然后像是什么东西 被老人扔了出来 张强叫了一声 老不死的 你竟然敢用杯子砸我 然后就听到老人的一阵惨叫 嘟嘟在哭喊 爸爸 你别打奶奶 嘟嘟错了 你打嘟嘟吧 滚一边去 张强的声音里 伴随着重重的摔倒声 应该是嘟嘟被推倒了 张强似乎还不解气 继续说道 老不死的 老子天天伺候你 你竟然敢打我 看我不弄死你 然后就传来老人 微弱的挣扎声 和嘟嘟的哭声 爸爸 放开奶奶 放开奶奶 这样的声音 持续了两分钟后 传来孙艳的惊呼声 张强 快放手 你顾没气了 不知何时 嘟嘟的哭声也没有了 沉默了一分钟后 门口传来敲门声 然后就是张强夫妇 一阵手忙脚乱的声音 嘟嘟好像昏过去了 孙艳突然说道 将她先抱进去 是唐姐来了 千万不能让她 发现了破绽 然后 就是一些张强 和她唐姐的对话 陆晨旭颤抖着拔掉U盘 手紧紧握住 她的女儿 那时候才五岁 竟然亲眼目睹了 这样残酷可怕的场面 那个人还是最疼她的奶奶 怪不得她一直不肯说话 她手中的笔被硬生生折断 嘟嘟 爸爸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的 她的脑海此时 被愤怒舔得满满的 暂时忽略了 去深思U盘的来历 过了几分钟 她调整了情绪之后 第一时间给心理医生打了电话 找到了嘟嘟生病的根源 心理医生就可以对症调整治疗方案 相信嘟嘟很快就会好转 和心理医生沟通之后 她打电话给陆晨宇 准备以U盘为证据 起诉张强夫妇 哥 你也要告张强夫妇 电话那头陆晨宇有些惊讶 怎么 还有人要告她 陆晨旭有些意外 是张强的唐姐 她以伪造遗嘱和谋杀罪 已经到法院起诉了 谋杀罪 陆晨旭看了看手中的U盘 这时才突然想起 这U盘的来历 莫小蝶 为什么她会有这么重要的证据 陈宇 你查一下张强的唐姐 和志诚保全的人 最近有没有来往 志诚保全 他们和张强有什么关系 你别多问 快去查 她隐隐觉得这件事情 似乎和李明成假扮收废品的 有一定的联系 第41章 去救肚肚 莫小蝶出了入室 直接去了志诚保全公司 电视台那边的摄像机 确实收集了一些现场视频 可是不知怎跌 电脑硬盘突然出现故障 事故那几天的视频 竟然都丢失了 保全公司副总理权 用了一些手段 将硬盘借了出来 我向他们保证 三天内一定会将硬盘修好送回去 好 你现在跟我回去 看看子忠有没有办法 儿子在电脑方面展现出来的天赋 每一次都能让莫小蝶惊叹 希望这次也能给他惊喜 下午五点 他从幼儿园将冉然和子忠接了回来 莫子忠拿着硬盘和李全一起进了书房 他从冰箱拿出一些食材 准备做晚饭 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一下 接收到了一个图片 他擦了擦手点开 心瞬间凝固 图片上嘟嘟手脚都被绑在一个破凳子上 满眼惊恐 照片的背景像是在一个破旧的仓库内 他努力定了定心神 正准备打电话 没想到对方竟然先打了过来 莫小蝶是吗 对方的声音经过处理 听着很怪异 是 嘟嘟在哪 他急切地问 清溪山准备一百万现金 你一个人来 如果敢报警 我们立刻撕票 清溪山那么大 我上哪找你们 还有 现在银行已经关门了 我怎么取现金 对方被他问得愣了一下 像是和什么人在商量 过了一会儿 你现在过来 到清溪山脚下的小西客栈门口等着 会有人带你过来 至于钱嘛 先不急 等你来了再说 好 我现在马上过去 记住 不准报警 不准告诉任何人 否则我们立刻撕票 挂电话前 对方又一次警告他 挂了电话 他将李全叫到厨房 这两天 可能要麻烦你 照顾子众何然然了 莫总 出了什么事 李全看他一脸惊慌 担忧地问 杜杜被人绑架了 我现在就过去 你立刻联系李大哥 说着 他回到房间 找出公司最新引进的一种 类似发卡的小型定位装置 将头发排了起来 到明天中午 我如果还没有回来 你和李大哥 就按照这个定位 带人过去 他换上了简单利落的运动服 收拾了一下 准备出发 妈咪 你又要出去吗 正在看电视的 然然冲过来抱住了他 妈咪有事情 要出去一下 你和哥哥在家 好好听李全叔叔的话 莫小蝶摸了摸然然的小脸 想到了肚肚 心里一阵纠痛 妈咪要去干什么 然然陪你一起去好吗 女儿有些舍不得她 妈咪要去找姐姐 不能带然然一起去 然然乖乖在家等妈咪好吗 是默默姐姐吗 然然拉着她的手 怎么也不肯松开 她对李全使了个眼色 李全利用会议 然然 叔叔发现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玩 什么游戏 果然 然然有些心动 动物餐厅的游戏 如果你赢了 叔叔带你去吃披萨好不好 说着 李全将然然抱了起来 莫小蝶趁机悄悄溜了出来 此时大概已经是晚上六点多 正是下班高峰期 她心急如焚地开车上路 到了七点多才出了城 清溪山位于宇城正溪方向七十公里处 海拔八百多米 山上景色优美 尤其是到了秋天 满山的银杏树叶变得金黄透亮 吸引了大批游客 是当地比较出名的景区 晚上八点 她来到清溪山脚下 远远的就看到了小戏客栈的招牌 她没有急着下车 沉思的一会儿 拨通了陆陈旭的电话 她要确认一下 杜杜是不是真的不在陆甲 但是 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于是 她将电话打给了白昊 喂 蓝总监 有什么事吗 电话接通之后 她听到白昊那边的声音很乱 像是在马路上 白总 杜杜是不是找不到了 她直截了当地问 电话那头的白昊有些惊讶你 你怎么知道的 怎么回事 陆家那么多庸人 杜杜怎么会不见了 她要知道事情的经过 这样才能做出计划 将杜杜平安顺利地救出来 陆家的监控显示 是她的养父母翻墙进入陆甲 将她带走了 陆总已经快疯了 我们刚刚从警察局出来 白昊的话还会说完 电话突然被人夺了过去 陆晨旭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 陆小蝶 你是不是知道杜杜在哪 陆总 你这话问得真奇怪 我怎么会知道杜杜在哪 陆晨旭他们已经报警 为了杜杜的安危 他什么也不能说 对不起 陆总 我还有事 先挂了 说完 他不等对方回答 就挂断了电话 陆晨旭望着手机 一掌排在了车子后座上 掉头 去警局见李明成 他的直觉告他 陆小蝶一定知道杜杜的下落 清溪山脚下 陆小蝶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拿着包下车 走向小溪客栈 刚站在门口两分钟 他的手机就响了 顺着你面前的路 向前走二百米 然后右拐 对方应该已经看到他 好 他四下看了看 却没有看到可疑之人 他面前的路 通向清溪山下的一个小村庄 按照对方的话 他走出二百米 然后右拐 来到一个小土堆前乡村小路 没有路灯 周围有些昏暗 他刚站定 就从土堆后面走出来几个陌生男子 墨小蝶是吗 围守的一人低声问 是 他刚一回答 对方呼拉一下就将他围住 你们要干什么 他全身充满戒备 瞬间进入战斗状态 别紧张 想要见女儿就乖乖地配合 否则 你知道后果 说着 对方将他的包和手机都抢了过去 还直接将他手机里的电池扣了出来 然后 拿出一块黑布 想要见女儿 就要听话 墨小蝶没有办法 只能乖乖地让对方 将自己的眼睛蒙上 双手绑上 对方带着他 坐上了一辆农用三轮车 大概行驶了四十多分钟 车子才停下 黑暗中 他被人推进了一间屋子 眼上的黑布被取了下来 猛烈的灯光刺激 让他有些不适应 来得还挺快 蓝总监果然是爱女心切 张强叼着烟 翘着二郎腿 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第四十二章 三爷 墨小蝶打量了一下四周 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一个工厂的废旧仓库 到处是灰尘 只有中间的地方被清理了一下 杜杜就被绑在张强身后的椅子上 张强 你要干什么 看到杜杜痛苦 惊恐的表情 他顿时火冒三丈 蓝总监 我还想问你呢 你想要干什么 说着 张强一把将杜杜拖到了他的面前 用手上的烟头烫向杜杜的胳膊 杜杜咬着牙 咧着嘴看了他一眼 却没有吭声 张强 你放了他 有什么冲我来 墨小蝶不顾一切地冲上去 一脚踹飞了张强 刚刚在来的路上 他早已悄悄解开了 绑着他双手的绳子 作为制成保全的幕后老板 这点绳子根本困不住他 杜杜 疼不疼 他一把抱住女儿 帮他吹了吹伤口 张强从地上爬了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土 揉了揉有些发疼的腿 蓝总监 这可是你自找的 你们都愣着弹马 快给我将他拿下 此时 墨小蝶已经帮着杜杜解开了绳子 杜杜 别怕 有妈咪在他将杜杜护在了身后 对方加上张强 一共有十个人 拿着棍棒一涌而上 墨小蝶护着杜杜 一抬手就抢过了 其中一个人手中的棍子 左右开弓 和对方打了起来 如果只是他一个人 这个场面还可以对付 可是 现在他要护着杜杜 还要躲避攻击 一不留神 杜杜就被张强抓了过去 蓝总监 你还不束手就擒 张强抓着杜杜的头发 威胁他 张强 你要是敢动杜杜 我绝不饶你 他举着手中的棍子 指向张强 放下你手中的棍子 否则 你看我敢不敢动他 说着 张强一伸手 就掐住了杜杜的脖子 杜杜的脸 瞬间憋得通红 张强 放手莫小蝶扔下手中的棍子 想要冲上去 却被身后的一群人按住 看到莫小蝶被抓住 张强一把将杜杜推倒在地上 蓝总监 你不是很厉害吗 他走过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莫小蝶 张强 你无非就是想要钱 要多少 我给你就试了 你放了杜杜 莫小蝶被他们擒住 动弹不得 钱 我当然要 你连和我大伯告我谋杀 这件事要怎么算吗 说着 张强突然恶狠狠地甩了莫小蝶一耳光 一旁的杜杜突然冲过来 抓着他的手咬了一口 小畜生 竟然敢咬老子张强一抬脚 就将杜杜踢飞出去 杜杜跌落在地上 半天没有动静 杜杜 杜杜 莫小蝶用力挣扎 却怎么也挣脱不开 蓝总监 想救你女儿是吗 你怎么知道 杜杜是我女儿 莫小蝶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脑子飞快地在想办法 这个 当然是有人告诉我的 卢欣欣许诺 给你多少钱 我双倍给你 回去之后 保证让你大博一家车速 怎么样 除了卢欣欣 没有人知道杜杜的身世 看来 这些人应该都是他出钱请来的 张强果然一脸惊讶 你 你怎么知道的 你别管我如何知道 我刚刚提出的条件 你考虑一下 张强有些犹豫 你保证不是在骗我 杜杜还在你手里 你如果不放心 我现在就可以用手机给你转账 然后打电话通知律师 让他们撤诉 张强想了一会儿 好 我暂且相信你一次 他转身吩咐那些人 将莫小蝶的包拿过来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动 张强 你似乎忘了老板的交代 其中一个领头的 对其他人使了个眼色 另外的几个人立即上前 将张强用绳子捆了起来 你 你们干什么 张强吓得一脸惨白 不停挣扎 老实点 领头的踹了他一脚 用一块破抹布堵住了他的嘴 处理完张强 领头的走到莫小蝶面前 上下打量他一番 嘴角突然勾起一抹猥琐的笑 蓝总监 你想平安带走肚肚 怎么说 也得给我们兄弟一些好处吧 你想干什么 他的表情让莫小蝶心里一惊 领头的走到他面前 扶在他耳边 陪我们兄弟好好玩玩 再拍些照片 让我们回去交差怎么样 他的话音刚落 莫小蝶就用头狠狠地撞击了他的眼睛 紧接着一脚踢在了他的要害处 趁着所有人愣神的功夫 他身形一转 用力挣脱了前置 嘟嘟 嘟嘟挣脱前置之后 他不顾一切额冲到了嘟嘟的身边 嘟嘟捂住肚子 缓缓睁开了眼 竟然开口叫了他一声 妈 妈 然后就昏迷了过去 嘟嘟 嘟嘟他抱起女儿 惊喜之余 心里是前所未有的恐慌 那些人此时已经将他团团围住 可是大家还未开打 仓库的大门突然被人撞开 从外面冲进来二十几名黑衣 黑裤 黑墨镜的男人 那些人进来之后 看了他们一眼 什么也没有做 整齐的站立成两排 似乎在等待什么重要人物上场 莫小蝶和卢猩猩过来的人都愣住了 这是什么情况 等了大概有三分钟的时间 从外面走进来一个穿着白衬衫 黑马甲 黑短裤 黑皮鞋 带着黑墨镜的小男孩 对 就是一个六七岁左右的小男孩 小男孩看了他们几眼 竟然敢在龙威的地盘上干这种绑架的勾当 龙威 如星星的人顿时吓得屁滚妙流 见了三爷 还不跪下 有黑衣人上前一脚 将那个头领踹得跪倒在地 三爷 您是三爷 三爷 我们错了 我们不知道这是龙威的地盘 求三爷放过我们吧 我们再也不敢了 领头的人吓得面如死灰 其余的人立刻跟着跪地求饶 那个被他们称作三爷的小孩 小脚在地上轻轻地提了一下 立刻有黑衣人给他搬来了一把椅子 小男孩坐下 似乎对他们的认错态度还比较满意 抬手摘下了墨镜 露出一张白皙俊朗的小脸 你们是谁的人 我们就是宇城周边的小混混而已 接了卢氏集团大小姐的单子 说是要给这女人拍些验照放到网上 我们只是想讨口饭吃而已 哼 讨饭的方法有很多种 为什么要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还在我们龙威的地盘上 你们是想要打我们龙哥的脸吗 不敢 小的不敢 小的们并不知道 盐村这一带也是龙威的地盘 小的下次记住了 那几个人一直磕头 小男孩三爷 看他们认错态度还可以 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快滚吧 下次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了 几个小混混感激涕零 弯着腰小心地逃了出去 第43章 三爷谈话 墨小蝶抱着肚肚也要跟着出去 却被他们拉住 龙威集团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保全公司 势力几乎渗透到各个行业 传说他们的老板名叫龙威 大家都尊称他为龙哥 曾经是道上的人 这些年龙哥不知什么原因 一直在海外居住 整个龙威集团的所有事物 均由他的结拜小弟 龙谦和龙白两人管理 龙威的人尊称这两人为二爷 三爷 二爷和三爷虽然在道上 在国内都威名远扬 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们的真面目 有人传言 他们长得奇丑无比 面目可憎 所以才不肯露面 也有人传言 他们是因为长得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惹得许多女人都伤心欲绝 所以才不肯露面 更有人传言 他们其实是两个貌美如花的女人 是龙威的小女友 龙威怕他们出面被人拐跑了 所以才不让他们抛头露面的 可是谁能想到 威震四海的龙威集团长度人三爷 竟然是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 刚刚莫小蝶听到这小子自爆家门 是龙威的三爷时 惊得差点站不稳 三爷此时正站在他面前 盯着他上下打量 最后目光落在他怀中的肚肚身上 他怎么了 这个小孩的眼神 为什么和陆陈旭的这么相似 莫小蝶心里有些惊讶 看他一直不回答 三爷龙摆有点不爽了 扭头问旁边的人 资料上说 李明成的相好不是哑白啊 他怎么不说话 一个黑衣人上前推了莫小蝶一把 三爷问你话呢 你怎么不回答 莫小蝶这才回过神你说什么 三爷龙摆的小脸皱了皱 我听说李明成曾经放话 要在五年之内超越我们龙威 可有此事 三爷 能不能麻烦你先放了我 我女儿被他们踢了一脚 现在昏迷不醒了 莫小蝶看了一眼怀中的肚肚 声音急切 三爷起身 迈着小短腿走到他面前 点起脚尖看了一眼肚肚 带他们回老宅 打电话给王医生 让他立刻过来 黑衣人很快安排好一切 为了救女儿 莫小蝶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跟着这个三爷来到龙家老宅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龙家老宅竟然坐落在清溪山上 他们到达龙家的时候 医生已经到了 给肚肚检查的结果是 皮肤软组织受到了损害 出现了局面疼痛肿胀的情况 医生根据情况 给肚肚用了一些药 他受到了刺激和惊吓 现在的情况应该是睡着了 医生简单地向三爷龙板 介绍了一下肚肚的情况 三爷点了点头 事宜让他离开 李明成什么时候生了一个女儿 三爷好像有些奇怪 肚肚不是他的女儿 莫小蝶解释 三爷的小眼睛突然一亮 这么说 你给李明成戴了绿帽子 这可是个大新闻啊 莫小蝶有些无语 这小孩才多大 六七岁的年龄 不是应该还在上幼儿园吗 他刚刚说的都是些什么话 怎么不说话 三爷有些不高兴 撅起了小嘴 你为什么要救我们 莫小蝶有些不能理解 龙威集团和制成保全 虽然在保全行业 有些业务竞争和往来 可是却没有多少交情 救你们 我可不是去救你们的 我只是接到消息 说李明成的相好被抓了 还是在沿村龙威的地盘上 所以才过去的 我是想给李明成一些颜色瞧瞧而已 三爷气得睁大了小眼睛 李明成得罪过你 莫小蝶更疑惑了 三爷摇了摇小脑袋 没有 可是他抢了我大哥的女朋友 啊 莫小蝶惊讶地长大了嘴巴 李明成有女朋友了 他怎么不知道你是李明成的相好 你不知道吗 三爷看了他一眼反问 等等 小朋友 你的话我听得有些糊涂了 你这个女人叫我三爷 我可不是什么小朋友 三爷气得跳到了椅子上 莫小蝶看着他 想到自己还在龙威的地盘上 只好低头陪笑 对不起 三爷 口误 口误而已 见他认错态度还不错 三爷迈着小短腿 准备帅气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可是不凑巧 他的脚突然一歪 整个人眼看着就要摔倒 莫小蝶连忙伸手抱住了他 小心 三爷的脸仗的通红 一把推开他 谁让你抱我的 莫小蝶有些哭笑不得 我要是不抱住你 你就摔倒了 哼 三爷撅着嘴 将头扭向一旁 不理他 莫小蝶凑了过去 三爷 三爷我问一下 你刚刚为什么会说 李明成抢了你们老大的女朋友 哼 李明成这个人狂妄自大 自以为是 已经和你生了孩子 却还要去招惹别人的女朋友 实在是可恶 三爷 我再解释一遍 杜杜不是李明成的孩子 莫小蝶有些无语 那你家里那两个呢 他天天接送他们去幼儿园 带着他们出去玩 不是他们的孩子 他能那么热心 说了半天 莫小蝶还是没能问出 李明成女朋友一事 他有些气馁 想要放弃和这个小屁孩沟通 你怎么不说话了 看莫小蝶不理他 三爷走到他面前质问 三爷一定要这么认为 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你抓我们过来 如果说为了李明成 恐怕你要失望了 李明成现在还在警察局呢 真的 他犯事了 真的是老天开眼啊 三爷的小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他是被人陷害的 我会想办法救他出来的 听了莫小蝶的话 三爷用手指着他摇了摇头 你这个女人真的是太傻了 他根本不爱你 他爱的人是 米多多甜品店的执行总裁柳一一 为了得到柳一一 他天天和我们龙威集团作对 还扬言要在五年内 吞并龙威集团 这个人很阴险 你最好早点离开他 李明成和柳一一 莫小蝶皱起了眉头 作为米多多甜品店和制成保全的幕后老板 他怎么不知道这些 还有柳一一去年不是已经去了国外了吗 你们老大的女朋友是柳一一 想了半天 他总算里出了一些头绪 三爷点了点头刚准备说话 身后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 你又出去惹祸了 莫小蝶寻声望去 整个人都愣住了 一个身穿白色体恤 黑色短裤的小男孩 冷漠地站在门口 冷漠地看着他们 那模样 那神情 那气场和陆陈旭 简直一模一样 第四十四章 高冷的二爷 三爷回头看到这个小男孩 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赶紧低头走了过去哥 你怎么还没睡啊 小男孩冷漠的眼神扫过莫小蝶 他就是李明成的女朋友 是 是 我接到消息 就带人赶了过去 将他还有他的女儿都抓了回来 三爷点头哈腰 一脸讨好 女儿 你没有搞错 这个 三爷挠了毛头 他好像说 那女孩不是李明成的 小男孩看了三爷一眼 无奈地摇了摇头 静止走到莫小蝶面前 我们今天救了你 你准备怎么报答 小男孩没有拐弯抹角 而是直截了当地问 你就是龙威集团的二爷 既然龙威所谓的三爷是个小屁孩 三爷又对这个小男孩如此恭敬 那么他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二爷了 你很聪明 二爷赞赏地看了他一眼 我莫小蝶是个知恩必报的人 你们说吧 想要我如何报答 看着二爷冷酷帅气的小脸 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他和陆成旭如此相似 会不会就是自己被眉衣卖掉的儿子 二爷并不知道 他此刻心里的想法 依然是一副冷漠的表情 你近期可有时间 具体什么时候 两三个月之后吧 到时候你帮我们演一场戏 这个二爷的思路 明显比三爷要清晰得多 什么戏 三个月之后 刘依依会从国外回来 到时候 你想办法拉着李明成 在他面前做一对恩爱夫妻 告诉他 你们早已结婚 而且有了孩子 你是想让他对李明成死心 然后接受你们的大哥 莫小蝶瞪着他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小孩才多大 竟然有如此的心机 二爷被他揭穿了心机 有些不爽的皱了皱眉 女人太聪明了 并不是一件好事 这场戏 你演还是不演 我要是不演会怎样 莫小蝶故意反问 二爷冷冷地哼了一声 如果不演 我立刻让人在网上公布 陆成旭就是你孩子的父亲 一旁的三爷忍不住尖叫 什么 他不是李明成的相好 是陆成旭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莫小蝶心里有些惊慌 这点小事卢欣欣都知道 我们龙威集团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只不过不想多管闲事而已 全成这个所谓的二爷 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口中没有一句废话 却逼得莫小蝶 不得不与他们合作 好 我答应你 你什么时候放我们走 莫小蝶被这个小屁孩 拿捏住要害 一脸无奈 等你女儿醒了再说吧 二爷说完 不再多看他一眼 转身就走 莫小蝶趁着这个功夫 故意往前一摔 手划过二爷的小脑袋 然后整个人倒在了地上 二爷吓了一跳 转身后退了几步 抬手不自觉地摸了摸 有些微疼的脑袋 立声问道怎么回事 莫小蝶从地上爬起来 一脸歉意 对不起 对不起 刚刚不知怎的腿 突然软了一下 二爷 你没事吧 二爷 抬头看了他一眼 只见他满脸歉意 看起来不像是故意的 龙板 去让王医生给他检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受伤了 说完 二爷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看到二爷的身影 消失在楼梯的拐角处 三爷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你受伤了 刚刚怎么会突然摔倒 莫小蝶将手中刚刚利用摔倒 从二爷头上揪下来的几根头发 藏在了衣服里 弯腰揉了揉腿 可能是吧 你们没去之前 我已经和那些小混混交过手了 王医生很快又被请了过来 他替莫小蝶检查了一下腿部 果然有一处淤血 应该是刚刚打斗过程中 不小心被弄伤的 骨头没事 只是一些外伤而已 抹些药很快就会好了 检查完之后 王医生给他拿了一些活续话语的药膏 三爷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时间已经不早了 你也早点陪你女儿睡吧 明日一早 我会安排人送你下山的 多谢三爷了 他们走了之后 莫小蝶抬头看了看走廊上的钟表 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 回到房间 杜杜躺在床上睡得很香甜 他谨慎地查看了一下整个房间 没有发现可疑的监控之类的东西 小心地用纸巾将二爷的头发包起来 塞进了运动衣口袋里 然后 躺在杜杜身旁握着他的小手不知不觉也睡着了 陆承煦带着白号折回警察局 见到李明成 和李明成简单解释了几句 他们在打莫小蝶的电话 已经打不通 陆承煦通过律师办理了相关手续 将李明成保释了出来 李明成联系了李全才知道 莫小蝶自己一个人去了清溪山 凌晨四点半 陆承煦 白号还有李明成带着人 按照莫小蝶身上的定位 找到了盐村那处废旧仓库 仓库里一片凌乱 像是经过了剧烈的打斗 李明成在地上捡到了 莫小蝶戴在头上的定位发卡 表情名重 这是什么 陆承煦问 戴在小蝶身上的定位装置 这东西被扔在地上 难道是蓝总监也被他们抓住了 白号惊呼 陆承煦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闭嘴 很快 李明成的手下 在仓库角落的废品堆里 发现了全身被捆绑的张强 张强 杜杜和蓝总监呢 陆承煦上前一把 将他拎了起来 不 不知道 陆承煦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是你们夫妻二人 偷偷溜进陆家带走了杜杜 你竟然敢说不知道 张强哭丧着脸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突然就交我绑了起来 然后就来了一个什么龙威集团的三爷 那些人就吓跑了 杜杜和蓝总监被那个三爷带走了 三爷 李明成愣了一下 眉头紧锁 陆承煦也同样一愣 深思了一会儿 看向李明成 你们志诚得罪了龙威 忽然惊呼 等等 你们说的该不会是那个国内最大 势力范围在道上 都是数一数二的龙威集团吧 陆承煦白了他一眼 不然还有几个龙威 白昊看向张强竟然有些兴奋 你说三爷来了 你见到了龙威的三爷 张强想了一下 表情有些疑惑 我不太确定 不确定 你这是什么话 白昊有些不乐意 伸手就要打他 张强吓得赶紧求饶 那个小孩看起来最多七岁 他们都叫他三爷 还很尊敬的样子 我真的不知道 龙威集团的三爷 小孩 三爷 在场的三个男人 同时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第45章 做早餐 陆承煦看向李明成 你们志成和龙威都在保全行业 业务上应该有些来往 龙威集团在附近有没有什么产业 李明成摇了摇头 龙威集团形势低调 虽然我们有一些业务往来 但是能接触到的 也只是他们公司的一些中层而已 不瞒你们说 我也从未见过 他们公司的二爷和三爷 你们和龙威 最近可有什么矛盾冲突吗 陆承煦又问 陆氏和龙威 基本上没有什么交集 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 他们抓走杜杜和墨小蝶 很可能是冲着李明成来的 矛盾冲突 李明成皱眉想了一会儿 好像没有 你再仔细想一想 李明成又认真的想了想 确定没有 龙威实力太强 我们一直很小心 尽量避免和他们产生冲突 他怎么也想不到 龙威抓走杜杜和墨小蝶 是因为柳依依 猜不到龙威抓走墨小蝶和杜杜的原因 陆承煦有些头疼 时间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 夏季 天已经大亮 他沉思了一会儿 对李明成说道 让你的人去附近打听一下 看看附近有没有别墅区 或者比较大的宅子 说完 他转向白号 通知陈宇 让他想办法 查一查龙家 在青西山的产业 目前 他们能做的只有这些 好在有墨小蝶在 他应该会护着杜杜 六点多钟 墨小蝶在龙家老宅客房的床上 醒了过来 一睁眼 他就看到 杜杜正静静地盯着自己 杜杜 你醒了 怎么样 肚子还疼吗 他赶紧起身 查看杜杜的伤势 杜杜拉住他的手 再也坐了起来 妈 妈 杜杜有些不确定 所以用了疑问的口气 看到女儿终于开口说话 墨小蝶一把将他抱在怀中 眼泪流了出来 是 杜杜 我是妈妈 是你的亲生妈妈对不起 妈妈来晚了 让杜杜受苦了 杜杜伸出小手 帮他擦去眼泪 不 哭 看到女儿如此懂事 墨小蝶的眼泪 更是如雨而落 他亲了亲女儿的小手 然后擦了擦眼泪 好 妈妈不哭 妈妈以后 再也不会和杜杜分开了 杜杜抱住他 小脸上露出一丝喜悦 重重地点了点头 不 分开 母女二人 分离了近七年 终于再次相拥 这时 楼下突然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杜杜吓得连忙 蜷缩在墨小蝶怀中 杜杜 不怕 有妈妈在 妈妈会保护杜杜的 墨小蝶轻声的安慰 昨天晚上 杜杜看到妈妈 被打不是很勇敢的 要保护妈妈吗 现在有妈妈保护着杜杜 我们出去看看 发生了什么事 好吗 墨小蝶鼓励杜杜 杜杜开始有些抗拒 但是在墨小蝶鼓励 和期盼的眼神下 他慢慢地克服了自己 拉着墨小蝶的手 和他一起走到了楼下 楼下 三爷正指着 餐桌上的早餐撒泼 这么难吃的早餐 连狗都不吃 我猜不要吃呢 二爷没有抬头 这么说 你承认自己 还不如一只狗了 三爷不敢再说什么 小脸上还是有些不甘心 趴到二爷面前 哥 你尝一口 这早餐 真的不是人吃的 好歹今天我们老宅 还有客人 这要是让人知道了 我们龙家的饭这么难吃 我们以后还怎么再倒上混 严婶儿的儿媳妇 昨天半夜突然早产 她连夜请假去了医院 新的保姆明天上任 今天你就将就一天吧 二爷淡淡地解释 严婶儿走了 我们龙家 难道没有别的人会做饭吗 为什么你要让扫地的阿兰来做饭 他做的饭有多难吃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三爷嘴嚼着嘴 看了一眼面前的早餐 索性将勺子扔在餐桌上 二爷低头吃了一口面前的粥 眉头紧锁 小脸皱成一团 莫小蝶可以看出 他是很艰难的 才将粥咽下去 三爷有些幸灾乐祸的 又凑了过去 是不是很难吃 二爷冷冷地放下勺子 整个龙家 除了严婶儿和阿兰 就只剩下保镖了 要不让他们来做饭 他们 三爷看了看门口一身黑衣 窥然不动的保镖们 想了一下 摇了摇头 他们做的还不如阿兰呢 三爷的小脑袋 泄气地趴在餐桌上 大概有半分钟 突然又抬了起来 哥 要不我们点外卖吧 你想暴露了龙家老宅的地址是吗 二爷瞪向他 三爷立即低下头 算我没说 墨小蝶和杜杜站在楼梯口 大概听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龙家负责做饭的保姆 因为儿媳妇早产请假了 龙家 现在没有做早饭的人 这个两个小子肚子饿了 想要吃饭 却害怕暴露龙家的地址 不敢点外卖 他拉着杜杜的手走了过去 我会做饭 早餐你们想吃什么 二爷和三爷同时回头 看到他们母女二人 三爷从凳子上跳下来 飞快地跑了过来 你们醒了 小妹妹的伤势怎么样了 已经好了很多 多谢三爷昨晚请的医生 二爷坐在餐桌前 没有回头 你既然会做饭 厨房在右边 龙板 带他们去厨房 三爷愣了一下 哥 这不太好吧 他们毕竟是客人 我们救了他们母女二人的性命 他做一顿早餐 也是应该的 你盯好他们了 别让他们在厨房搞什么花样了 冷漠尖刻的话语 和陆陈旭 简直一模一样 想到他很可能是自己的儿子 墨小蝶没有生气 跟着三爷来到了厨房 你们平常都喜欢吃什么早餐 墨小蝶问三爷 你会做什么 三爷歪着头问 平常的早餐 我都会 那你会做煎饼果子吗 三爷一脸期盼地问 煎饼果子 当然会了 墨小蝶有些意外 他想着 这两个小子 应该会选什么蛋糕 三明治之类的西餐呢 没想到 这小子竟然想吃煎饼果子 那你快做吧 多做一些哦 我和哥哥都喜欢吃 三爷欢呼雀跃 墨小蝶找出面粉 鸡蛋 火腿等一些材料 顺便给他们熬了一些米粥 对了 你一直叫二爷哥哥 你们是亲兄弟吗 他打了一颗蛋 随口问道 第四十六章 平安回宇城 三爷有些不高兴了 扬起小脸 我们不仅是亲兄弟 我们还是一对双胞胎呢 墨小蝶猛地一惊 手里的鸡蛋掉在了地方 怎么 你不相信吗 三爷有些生气了 墨小蝶赶紧找来纸巾 将地上已经摔烂的鸡蛋处理了一下 三爷跟在他身后 你听到我们是双胞胎 为什么会很惊讶 连鸡蛋都掉在地上了 墨小蝶又拿了一颗鸡蛋 此时他已经调整好了情绪 我看你们一点都不像 通常的双胞胎 不是应该一模一样的吗 这你就不懂了 双胞胎分为铜卵 一卵两种 那些长得一样的是 铜卵双胞胎 我和哥哥这种 是一卵双胞胎 墨小蝶有些惊讶地 看了三爷一眼 没想到他小小年纪 竟然懂得这么多 不过这么仔细一看 这个三爷的眉眼处 倒是和自己有些相似呢 他心里一动 该不会这个三爷 也是自己儿子吧 他不动声色 做了一些煎饼果子 端了出去 煎饼果子特有的香味 吸引了正在低头看报纸的二爷 他经不住做了个吞咽的动作来 二爷尝尝我的手艺 墨小蝶殷勤地 给二爷加了一块煎饼果子 哥你快尝尝 很好吃 我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煎饼果子 三爷用手抓起一块煎饼 塞在嘴里 二爷皱了皱眉 龙板 注意你的形象 说完 他伸手很优雅地捏起一小块块煎饼 小心地吃了一口 点了点头 然后又捏了一大块吃了起来 整个过程动作斯文 优雅 好像他吃的不是煎饼果子 而是高档的西餐 墨小蝶从厨房又盛了几碗粥出来 二爷 三爷 来喝口粥润一润 肚肚在他身边 也吃了几口煎饼 喝了半碗粥 好 吃 他看着墨小蝶露出一丝笑容 墨小蝶小心地擦去他嘴角的饭里 摸了摸他的头 杜杜笑起来很好看 就是太瘦了 这顿早餐大家吃得都很满意 吃完之后 墨小蝶赶紧起身 我来收拾 杜杜跟在他身后 也赶紧帮他 二爷看了他一眼 让他们收拾吧 待会儿我会让司机送你回宇城 蓝总监 希望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 不急 我收拾厨房再回去也不迟 放心 二爷 我不会忘记的 说着 他端着碗筷 快步走到厨房 看看四下无人 将三爷刚刚喝粥用过的勺子 装进保鲜袋塞进了口袋中 杜杜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他低声解释 嘘 妈妈不是要偷他们的勺子 妈妈拿这个勺子有用 用过之后会还给他们的 杜杜点了点头 伸出小手 保 密 对 杜杜要替妈妈保密 来 我们拉勾 墨小蝶握住了杜杜的小手 拉 勾 早上八点左右 三爷将他们送出了门 你们这一走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煎饼果子 还真有点舍不得 你们呢 三爷有些沮丧 那还不简单 我就在宇城 你什么时候想吃 打个电话 我就帮你做了送过来 哎 我哥是不会让外人知道 龙家老宅的地址的 三爷的小脸上露出无奈之色 那你可以去宇城找我了 我就住在宇城第一小学附近 你到了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做给你吃 我会做好多好吃的呢 我家里还有一个儿子和女儿 和你年龄差不多 你们说不定还可以做好朋友呢 对啊 这是个好办法 我怎么没有想起了 三爷的小眼睛猛的一亮 那我等你 我的电话你知道吗 看着三爷小吃货的表情 莫小蝶想起了然然 这么一看 三爷贪吃的表情 和然然倒是非常相似 当然知道了 你不就是星月家装设计部总监兰小吗 电话我早就调查过了 就连住址我也知道 莫小蝶有些意外 但是转念一想 龙威集团想要知道的人何事 没有查不出来的 这其实没什么好意外的 回到宇城 已经是上午十点左右 他的手机 被那群小混混拿走了 一直都没有归还 他只好先去买了一部新手机 从商场出来 他给李全打了个电话 想报个平安 莫总 你回来了 见到李哥没有 他昨晚和陆总 一起去青西山找你了 电话那头 李全很惊讶 李哥 李明成被放出来了 是的 陆总昨晚将他保释了出来 你没有见到他们吗 没有 你照顾好 然然和子仲 待会我回去再说 他挂断了电话 有些头疼 陆成旭和李明成在一起 他应该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 还有肚肚 他看了看在一旁 吃冰激凌的女儿 肚肚已经知道 自己是他的妈妈 而陆成旭是 一定不会放弃肚肚的 这可该怎么办 肚肚要是回到陆家 万一说漏了嘴 他摇了摇头 不敢想这个后果 一旁的肚肚 看他一脸苦恼 用手碰了碰他 满脸疑惑 莫小蝶打起精神 笑着对肚肚说道 肚肚 待会你爸爸接你回陆家 你愿意吗 肚肚摇了摇头 一把拉住他的手 妈 妈 现在肚肚还只会 简单地说两三个字 很多话还不能连贯 莫小蝶不敢太刺激他 好 好 妈妈不离开肚肚 妈妈保护肚肚 莫小蝶抱着女儿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想了一会儿 他小声和肚肚商量 肚肚先跟着爸爸回陆家 妈妈每天都去看肚肚怎么样 两人还没有商量好 他就接到了李明成的电话 小蝶 你们在哪儿 李璇说 你们已经回到了宇城 是真的吗 是的 我和肚肚在中心商场 一楼的餐厅 他的话音刚落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了 陆成旭的声音 带着肚肚在那里别动 我们15分钟之后等 说完 不等他说话 就粗暴地挂断了电话 有病吧 莫小蝶盯着电话皱眉 高速公路上 正在开车的陆成旭 突然加速 后排的白昊和李明成 吓了一跳 他怎么了 火气这么大 李明成不解地问 你说呢 李明成想了一会儿 心里默默地为莫小蝶祈祷 第47章 回陆家 15分后 陆成旭在中心商场门口 直接将车扔给了白昊 自己一个人冲了进去 李明成有些担忧 想要跟上去 却被白昊一把拉住 你去了会更添乱的 李明成看着陆成旭的背影 犹豫不决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陆总又不会吃了他 你不是说蓝总监不是你女朋友吗 那你还担心个什么劲 说着白昊启动了车子 我们走了 陆总他们怎么办 李明成还是很担忧 他这样一走了之 莫小蝶会不会揍他呀 白昊有些不耐烦 李总 我觉得 你应该先担心 你自己 陆总虽然将你保释了出来 可是警局那边还没有结案 你也还未洗脱嫌疑呢 经他这么一提醒 李明成才想起了 自己莫名被冤枉的事 他没有再说什么 直接让白昊 将他送到了制成保全的总部 他倒要看看 是谁这么大胆 竟然敢栽赃他 中心商场一楼的餐厅内 莫小蝶远远地 就看到了暴怒的陆成旭 陆总他刚要打招呼 却被陆成旭 一把抓住了手腕 蓝总监 我们陆家的事 还用不着你插手 小手用力地打在他的身上 坏人 暴怒的陆成旭 突然一脸震惊地低下头 他看到女儿 还在用小手打他 坏人 他放开了莫小蝶 蹲在嘟嘟面前 有些不可置信 嘟嘟 你 你会说话了 我是爸爸 嘟嘟害怕地转身 躲到莫小蝶怀里 妈 妈 莫小蝶抱着他 小声安慰 嘟嘟不怕 妈妈在呢 这下 陆成旭更震惊了 说话都有些结巴 你 他叫你妈 妈 莫小蝶安抚了嘟嘟之后 看向他 陆总 请控制一下你的情绪 嘟嘟的情况你也知道 你吓到他了 他叫你妈妈 陆成旭盯着他又重复了一遍 莫小蝶深吸了一口气 是 这个我会单独找时间给你解释的 这次嘟嘟受到了惊吓 有些累了 他现在对我很依赖 你看能不能让他先去我家住一段时间 等 不可能 我陆成旭的女儿只能回陆家 他的话还会说完 直接被陆成旭打断 嘟嘟此时紧紧地抱着莫小蝶 好像非常害怕他抛弃自己 可是嘟嘟现在的情况 你如果强行带他回陆家 会吓到他的 莫小蝶很舍不得女儿 距离力争 陆成旭看了一眼女儿 又看了看莫小蝶 既然这样 你和他一起回陆家 我 去陆家 莫小蝶有些傻眼 怎么 蓝总监为了救嘟嘟 连青西山都敢一个人去闯 现在让你去陆家 你反而不敢了 陆成旭有些阴阳怪气 莫小蝶没有理他 蹲下和女儿商量 杜杜 你先跟着爸爸回陆家 妈妈回去换件衣服 就去陪你好不好 杜杜抱着他的脖子 摇了摇头 要 妈 妈 不管他怎么说 杜杜就是一直抱着他 不肯放手 陆成旭看着他 眼神里充满了质疑和探究 这个女人 她到底有何目的 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去救杜杜 还有 她是如何护着杜杜 从龙威的地盘上逃出来的 龙威的人 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莫小蝶和杜杜商量了半天 也没有谈妥 他有些无奈地抱起杜杜陆总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带着杜杜回家换一身衣服 拿些日用品 再去陆家可以吗 好 我跟你一起去 陆成旭冷冷地说道 莫小蝶抱着杜杜呆住 陆成旭看了他一眼 陆家的司机马上过来 你收拾一下 我们现在就走 那个 不用了 我们还是先回陆家吧 到了陆家 我再打电话 让朋友帮我把日用品送过来就行了 陆成旭要是去了他家 看到了子重何然然 一切就全乱了 蓝总监很怕我去你家 难不成你家里有什么秘密 陆成旭有些狐疑 哪里有什么秘密 只不过是家里太乱了 怕陆总监笑而已 莫小蝶赶紧解释 陆成旭就是一只阴冷的狐狸 在他面前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 陆成旭没有再说什么 看了一眼外面 陆家的车已经到了 走吧 车已经来了 没有办法 莫小蝶只好抱着杜杜 跟着他坐上了陆家的车 杜杜可能有些累 很快就在他怀里睡着了 陆成旭看了一眼熟睡的女儿 又看了看莫小蝶 低声问 你们是怎么从龙威逃出来的 龙威抓我们并没有恶意 只是有事情想请我帮忙而已 他深知有些事情 根本满瞒不了陆成旭 所以选择实话实话 找你帮忙 什么事 一些私事而已 我不能说 还请陆总见谅 陆成旭沉默了一会儿 杜杜为什么叫你妈妈 这是从刚刚开始 就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的问题 张强将他绑了起来 他很害怕 为了安慰他 情急之下我才撒谎说 自己就是他的妈妈 莫小蝶早就料到 陆成旭一定不会放弃这个问题的 因此早就想好了理由 为什么 对方问得没头没脑 莫小蝶有些不明白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撒谎 说是他的妈妈 安慰他 方法有很多种 你大可以谎称是他的姑姑或者阿姨 为时邀当时要说是他的妈妈 陆成旭盯着他 袍根问底 莫小蝶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陆总 你怎么说也是华大毕业的 就算没有学过心理学 也应该明白 妈妈在每一个孩子心中代表着什么 杜杜被张强用烟头烫伤 我们周围是一群拿着棍棒的小混混 杜杜当时处于极度恐惧之中 如果你是我 为了安慰他 你会选择谎称是他的姑姑还是妈妈 听了莫小蝶话 陆成旭的目光落在杜杜被张强烫伤的胳膊上 眸光闪了闪 蓝总监联合制成的人 帮着张强大伯家打官司 要置张强于死地 也是为了杜杜吧 莫小蝶没想到他竟然查出了这个 有些惊讶 是 也不全是 怎么说 杜杜的遭遇让我想起了小时候 我感同身受张强这种人渣败类 活在这个世界上太便宜他了 我这是在为民除害 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陆成旭有些失望 没想到蓝总监还是个侠女 第48章 夜兰西怀孕 车子到了陆家 陆成旭想要帮他将杜杜抱下来 只是 他刚刚碰到杜杜的胳膊 杜杜就紧觉地醒了过来 妈 妈杜杜缩在莫小蝶怀里 抱住他的脖子 拒绝陆成旭的碰触 陆成旭有些失落地缩回手 后退了一些 杜杜 他是爸爸 爸爸也很爱杜杜的 让爸爸抱一下好不好 莫小蝶小声劝说 杜杜很坚决地摇了摇头 不 妈 妈 陆成旭 别为难他了 我没事 几个人从车上下来 刚走进陆家别墅的院子里 陆母就从屋内跑了出来 回来了 杜杜怎么样 看到莫小蝶抱着杜杜 陆母有些惊讶 蓝总监 你怎么来了 妈 让人将二楼的客房收拾一下 蓝总监最近一段时间 要住在我们家 啊 陆母先是不解 很快好像明白了什么 连忙点头 好好 我这就让他们去收拾 看来 自己这个万年高冷的大儿子 终于开窍了 莫小蝶抱着杜杜刚进屋 就看到叶兰西小心地捂着肚子 从楼上走了下来 大哥 蓝总监你们回来了 俨然一副女主人的口吻 莫小蝶皱眉 叶兰西 她怎么会在这儿 而且还是这样的家具打扮 陆承煦也有些惊讶 你怎么会在这儿 叶兰西还会说话 默默就飞快地从她身后跑了出来 爸爸 小蝶阿姨 你们回来了 紧接着 陆老夫人和陆父也各自从房间走了出来 奶奶 爸爸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陆承煦更惊讶了 陆父走到她面前 语气严厉 你小子 出了这么大事 竟然敢瞒着我和你奶奶 你想要干什么 陆老夫人则走到莫小蝶面前 你就是莫小蝶吧 莫莫刚刚一直在夸赞你呢 杜杜猛地见到这么多陌生人 害怕地钻到莫小蝶的怀里 不敢出来 陆承煦看了她一眼 一直抱着杜杜 你也累了 和莫莫一起上楼休息一会儿吧 莫小蝶点了点头 抱着杜杜上楼去了 阿姨 我爸爸说 你从今天开始要住在我们家 是真的吗 莫莫跟在她身后 一脸兴奋 叶兰西就站在楼梯口 她看了莫小蝶一眼 装得很纯凉无害 叶兰西身子一歪 赶紧扶住楼梯扶手 陆承煦正好从外面进来 一下子冲过去扶住她 怎么样 没事吧 然后她有些不高兴地看向莫莫 莫莫 走路的时候小心线 你兰西阿姨肚子里怀着宝宝呢 莫莫被她这么一说 撅起了小嘴 谁让她站在楼梯口碍似的 没看到小蝶阿姨抱着妹妹要上楼吗 也不知道让一让 陆承煦有些不爽了 莫莫 你是怎么和小叔说话的 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 莫莫一直是陆家所有人的心肩宠 陆承煦还从来没有用这样的口气 和她说过话呢 今日为了叶兰西 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批评她 莫莫立刻生气了 小叔你欺负人 她是谁啊 为什么要住在我们家 赖在别人家里不走 还让人伺候她 她才没有礼貌呢 她是小叔的女朋友 肚子里怀了小叔的宝宝 小叔会和她结婚的 将来她就是你的长辈了 所以 你以后要尊敬她 哼 莫莫有些不服气地瞪了叶兰西一眼 而且一向多情的二少竟然要娶她 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是越来越有手段了 回到房间 莫小蝶帮杜杜杜洗了的澡 到了熟悉的环境 杜杜不再那么紧张了 很快和莫莫玩起了积木 剩下季节 从昨天一直到现在 莫小蝶都没有洗澡 她觉得身上黏黏的都是汗味 从一兜内掏出二爷的头发 和三爷用过的勺子 她想了想 自己还是需要出去一趟 将这些东西交给李明成 让她拿去做亲子鉴定 如果龙威集团的二爷和三爷 真的就是自己的儿子 那么她就必须要想办法 出国见一见龙威本人了 想到此处 她在抽屉里拿出一个密封袋 小心地将东西装好 装在了衣兜里 多亏她昨天刻意穿了运动衣 衣服上有两个大口袋 默默 你带着嘟嘟姐姐先玩一会儿 阿姨出去一下 马上回来 她走到两个女儿身边轻声说道 嘟嘟一听 飞快地起身 又抱住了她的腰 默默皱了皱眉 有些不满 小蝶阿姨 我都说了几遍了 我才是姐姐 你怎么又忘了 不好意思 阿姨确实忘了 说完 莫小蝶蹲下看向嘟嘟 嘟嘟 你看妈妈身上都是汗 衣服都有味道了 这里没有妈妈的衣服 妈妈出去拿几件衣服 马上回来 好不好 妈妈 不只是默默 就连一直躲在门外偷听的夜兰西 都吃了一惊 阿姨 你是嘟嘟的妈咪 那 那我 爸爸说我和妹妹是双胞胎 默默指了指默小蝶 又指了指自己 默默 其实我也是你的妈咪 这句话 默小蝶暂时只能藏在心里 看她不说话 默默有些着急了 阿姨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快说啊 那个 我 她还未解释 门口突然传来陆成旭 冷漠威严的声音 你在这里干什么 屋内的人都是一惊 默默第一个冲到了门口 你在这里偷听我们说话 哼 小叔的眼光 真的是太差了 默小蝶走到门口 看到夜兰西 一脸尴尬的正在向陆成旭解释 大哥 那个 我只是担心 想看看肚肚怎么样了 你还是先关心你肚子的孩子吧 我的孩子 还用不着你操心 陆成旭面无表情 语气冷漠而疏离 夜兰西脸上有些挂不住 大哥 我们都是一家人 妈的年龄大了 要操持这么一大家子 难免有些地方会考虑不到 陈宇一直说 让我多关心默默和肚肚 减轻妈的负担 默小蝶忍不住看了夜兰西一眼 这个女人的脸皮还真是厚 这还没过门呢 就叫得这么亲热 看来还真不能小瞧了她 陆成旭眉头轻皱了下 你最后能不能和陈宇顺利结婚 还不知道呢 陈宇的性子 你比我清楚 你还是不要这么称呼我们家的人 免得最后丢了我们陆家的脸 陆成旭对女人的冷酷无情 默小蝶在进入华大第一天就听说了 今日亲眼得见 果然名不虚传 夜兰西被她对的脸色发青 半天说不出话来 第49章 日常斗嘴 还有陈旭的房间在三楼 以后没事不要出现在二楼 免得吓坏了都督 看她还不走 陆成旭的眼神更冷了 夜兰西咬了咬嘴唇 装出一副委屈的模样 大哥 我真的没有恶意 我只是单纯的想要关心都督和默默而已 滚 陈成旭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夜兰西不敢再说什么 看了默小蝶一眼 转身捂着嘴哭着走了 默小蝶一脸无语 她那是什么表情 好像是自己欺负了她一样 从前的账台还没有找她算呢 她倒是先来劲了 爸爸 小蝶阿姨说 她是嘟嘟的妈咪 那她是不是也是默默的妈咪 默默突然语出惊人 陆成旭看了一眼默小蝶 这个 恐怕要让小蝶阿姨给你解释了 默默看向默小蝶 阿姨 你到底是不是默默的妈咪 我 看着女儿期盼的眼神 默小蝶一时间不知该如何解释 怎么 当着孩子的面 不敢说了 陆成旭有些幸灾乐祸 默小蝶瞪了她一眼 陆总 她们可是你的女儿 陆成旭上前一步 在她耳边低语 蓝总监不是也一直将她们 当成自己的女儿吗 她刚刚洗过澡 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薄荷清香 剩下季节 闻起来很舒服 默小蝶后退了一步 陆总 我想洗洗澡 换件衣服 可是陆家没有我的衣服 杜杜暂时麻烦你照顾一下 我回家一趟 马上回来 杜杜一听 立刻又上前抱住了她 妈 妈 陆成旭嘴角勾起一抹 若有若无的笑意 客房内 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衣服 什么 默小蝶有些傻眼了 陆成旭这个冷面狐狸 是铁了心 不想让她回去了 看她满脸意外的表情 陆成旭的心情顿时愉快起来 怎么 蓝总监抛买错了号码吗 你这样的身材 最多穿L号的 说着 她有些嫌弃的 上下打量了默小蝶几眼 默小蝶更傻眼了 陆成旭这是在干什么 开玩笑吗 这还是那个高冷的不近人情的陆笑草吗 蓝总监这是什么表情 难道我说错了吗 陆成旭嘴角的笑意更明显了 默小蝶一脸无语地转身 没有 陆总说得很对 我的衣服都是L号的 走到客房 果然床上放了好几个手提袋 她拿出来看了一下 从里到外 一共有好几套 都是她平日经常穿的牌子 颜色和款式 也是她平日喜欢的那几种 没想到这个陆成旭 有时候还挺心细的 她的心里有了一丝暖意 洗过澡之后 她换了一件紫色连衣裙 来到了杜杜的房间 陆成旭正穿着一身家居服 和两个孩子堆积木呢 画面很温馨 让她一瞬间有些恍惚 陆成旭一抬头 就看到了门口的墨小蝶 紫色收腰的连衣裙 穿在她的身上很合适 此刻 她的头发还未干 湿漉漉地 偶尔会滴下 一些水滴 她没有化妆 皮肤白皙中 透露出一些红韵 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朵 刚出水的芙蓉 莫小蝶看了她一眼 觉得今天的陆成旭 有些奇怪 陆总 你没事吧 为什么这么问 陆成旭挑了挑眉 觉得你和平日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了 陆成旭上前一步 盯着她的眼睛 似乎想要看穿她的内心 莫小蝶感觉到有些压抑 后退了一步 那个 陆总 李明成是被冤枉的 你既然已经将她保释了出来 应该不会再告她了吧 陆成旭的脸色顿时一沉 后退了一步 语气又恢复了平日的冷漠 我保释她是为了肚赌 并不是相信她 陆是相信的 只有警方的调查结果 感觉到对方好像有些生气 莫小蝶没有在说什么 既然陆是相信警方 那么就让警方决定一切吧 李明成已经被保释了出来 相信她 很快就能找到方法 自证清白的 只是 她现在一直被困在陆甲 不知道然然和子仲怎么样了 然然会不会闹着要找妈妈 蓝总监好像不太高兴 看她眉头紧锁 陆成旭问 没有 既然陆总相信警方 我也相信警方 蓝总监和李总感情还真不错 不过 我怎么听她说 你并不是她的女朋友 陆成旭好像对她的感情生活很好奇 我本来就不是她的女朋友 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 哦 这我倒是 有些好奇了 蓝总监学的是室内设计 李总经营的是保全公司 你们两个是怎么成为了好朋友的 陆成旭一脸好奇 这个是我的私事 陆总你是不是管得有些太宽了 莫小蝶有些不爽的反问 陆成旭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并没有生气 而是突然转换了话题 下午四点 心理医生会过来给杜杜做检查 蓝总监要不要一起听听 可以吗 你是杜杜的妈妈 有权利知道杜杜的病情和治疗方案 陆成旭将妈妈这两个字刻意咬得很重 莫小蝶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但是能够和杜杜的医生沟通交流一下 她还是很愿意的 只有听从了专业人士的建议 他们才能更好的配合 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杜杜的病治好 好 到时候我会去听的 我也希望能够尽快将杜杜治好 正说着 楼下的午饭已经准备好 杜杜和默默下楼吃饭 陆家的其他人已经坐下了 看着他们四个人从二楼走下来 陆老夫人推了推一旁的陆母 你还别说 他们看起来还真像一家四口 刚刚陆母已经详细地和陆老夫人解释了所有事情的经过 陆老夫人听到莫小蝶为了救杜杜 只身一人独闯青西山 顿时觉得她是一个难得的好孩子 又听说自己万年高冷的大孙子 似乎对她有那么一点意思 她更高兴了 大孙子一直过得太自律 对自己太苛刻 也该有人关心她 虽然陆家的人都相亲相爱互相很照顾 可是有些感情是父母永远无法替代的 第五十章 夜兰西假衰 陆老夫人一直盯着莫小蝶 越看越觉得顺眼 清秀 有气质 不张扬 不显眼 举止得体 落落大方 和自己的大孙子站在一起 如同一对碧人 很般配 来 小蝶 坐这边 莫小蝶本来想远离陆陈旭坐下 可是没想到 陆老夫人竟然主动叫她 还让她坐在自己身边 因为长辈发话了 她不好拒绝 只好带着杜杜坐到了陆老夫人的身旁 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陌生人 杜杜有些害怕 一直躲在她身后 她抱着杜杜坐在椅子上 小声温柔地鼓励她 妈妈知道杜杜是一个很勇敢的孩子 这里都是你的亲人 这个是你的太奶奶 这个是你的爷爷 奶奶 他们都很爱杜杜 杜杜不怕 我们勇敢地坐在这里 吃饭好不好 她指着陆家人 一一为杜杜介绍 在她的安抚下 杜杜不再那么害怕了 乖乖地坐在椅子上 太奶奶 对于杜杜的情况 陆家人都已经了解了 大家对杜杜都充满了怜惜 很心疼她小小年纪 竟然遭遇了如此非人的虐待 都想她早一点好起来 幸福快乐的成长 因此 杜杜突然开口称呼陆老夫人 所有人都有些惊讶 陆老夫人情着累 杜杜 你叫我什么 杜杜窃窃窃窃的看了墨小蝶一眼 墨小蝶鼓励她 太奶奶最喜欢杜杜了 别怕 告诉太奶奶 你刚刚叫她什么 太奶 这次杜杜的声音比刚刚的响亮了一些 陆家所有人都一眼欣喜 陆父高兴地说道 我看杜杜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陆陈旭坐在墨小蝶的对面 将她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 眼神中多了一些炙热 叶兰西此时低头吃着青菜 心里却窝了一肚子火 本来想着自己怀孕 能够得到陆家人的关注 没想到这个墨小蝶 如此轻易地就抢了她的风头 真是可恶 如今 陆家人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她和杜杜身上 根本没有注意到她叶兰西 这时 墨墨突然嚷着要喝水 她赶紧起身 殷勤地对墨墨说道 你等一下 阿姨马上帮你去拿 陆陈旭拉住她 让李嫂去吧 你怀着孩子呢 没事 今日人多 李嫂做了这么多菜 应该累了 还是我去拿吧 她装出一副 十分善解人意的模样 陆母有些不满 陈旭不就是去拿杯水吗 你至于吗 说实话 别看叶兰西最近很火 人也长得很漂亮 但是陆母却从心底里不喜欢她 娱乐圈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没有一点能耐 不可能走到现在这一步 这个叶兰西表面上一副文静 端庄的模样 但是有些东西是伪装不了的 前天陈宇将她领回来时 她曾私下问过儿子 儿子说和这个叶兰西 一共在一起才两次 第一次是在美国上学的时候 他们都喝醉了 第二次是一个月前 新月家装的那次宣传晚宴 叶兰西的衣服湿了 她带着她去换衣服 然后在酒店里没有把持住 不过 据陆陈宇回忆 当时她是采取了安全措施的 可是前天 叶兰西却拿着化验单找她 说自己怀孕了 一哭 二闹 三上吊迫使陆陈宇 只好暂时答应娶她 并把她带回了陆家 这样有手腕的女人 她在电视里见多了 也听闺蜜们说的多了 因此 陆母打心眼里 不喜欢叶兰西 陆家餐厅的位置 就在厨房附近 从叶兰西的位置去厨房 必须要经过墨小蝶身边 去的时候一切顺利 可是回来的时候 不知为何 她端着水杯 走到墨小蝶身边时 突然一个猎切差点摔倒 幸好陆陈宇眼疾手快 一把扶住了她 茶杯掉在地上 摔得粉碎 水溅了一地 她似乎被吓到了 惊魂未定地捂住胸口 蓝总监 你怎么突然伸出了脚 害我差点摔倒 正在安抚都督的墨小蝶 抬起头 你说什么 蓝总监 刚刚你是不是故意 想要绊倒兰西的 陆陈宇这个人 虽然是被逼着 才答应带叶兰西回来的 但是 作为一名多情的花花公子 叶兰西怀了她的孩子 她还是十分维护的 墨小蝶皱眉看了叶兰西一眼 叶小姐 你确定是我伴了你 叶兰西还真是沉不住气 这么快就开始作妖了 叶兰西装出一副 善解人意的样子 陈宇 不是这样的 蓝总监不是故意的 只是刚好不小心伸了一下脚而已 是我自己不小心 没有看到 刚好 怎么会这样巧 陆陈宇不幸 一直盯着墨小蝶 这个女人和志诚的老板李明成不清不白 现在又故意用孩子接近他大哥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二少的意思 是我故意要绊倒叶小姐吗 墨小蝶反问 是不是故意的 只有你自己知道 谁知道 你故意接近我大哥 又是什么目的 陆陈宇瞪了他一眼 墨小蝶起身抬头看了看 客厅不远处的监控摄像头 如果我说 是他故意假摔 要陷害我呢 叶兰西直接小声哭了起来 蓝总监 我一点要责怪你的意思都没有 我也没有说是你故意绊倒了我 你为何要诬陷我 我诬陷你 叶小姐 你不亏是个演员 这戏演得还真不错 墨小蝶冷笑了一声 正准备提议调监控 陆陈旭开口了 客厅那里有监控 看一下就清楚了 陈宇 你该去医院测一下智商了 小心年纪轻轻就痴呆了 哥 你怎么能向着外人呢 陆陈宇不满地叫嚷 外人 是谁外人 是蓝总监 还是叶小姐 陆夫看到两个儿子要掐架 赶紧获悉尼 快吃饭吧 一会儿饭就凉了 多大点事 也值得你们这样小题大做 陆陈旭没有说话 逃出手机 在上面点了两下 调出监控 看了几眼 然后将手机投屏到客厅的电视上 监控画面显示 叶兰西进出的整个过程中 墨小蝶都在仔细地喂嘟嘟吃饭 脚一直都没有动一下 第五十一章 你为什么不结婚 监控画面还清晰地显示 叶兰西走到墨小蝶身边的时候 裂切了一下 故意向陆陈宇那边摔了过去 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是故意的 既诬陷了墨小蝶 又能保证自己不会真的摔倒 这一招假摔很高明 叶兰西一脸苍白 低着头 半天 抬起头时已经泪流满面 对不起 我只是想帮墨墨拿杯水而已 不知道怎么腿突然一软 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办了我一下 没经过考虑 随口就问了蓝总监 实在是对不起 蓝总监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他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好像所有人都欺负了他一样 陆陈宇此事有些尴尬 本来想责备他几句 可是看他哭得这么伤心 而且还一脸自责 便有些不忍心别哭了 这并不全是你的错 你怀孕了 可能有些缺带 走路腿软也是 可以理解的 明天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陆陈宇轻声安慰他 小说 你的意思是 小蝶阿姨的错了 默默不爽的出声 替默小蝶打抱不平 小孩子 插什么嘴 赶快吃饭 陆陈宇瞪了默默一眼 扶着叶兰西坐到座位上 哼 小说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 默默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默默不高兴地撅起了小嘴 我怎么样了 陆陈宇问 欺负小孩子 缺乏判断能力 鬼迷心窍 眼瞎心瞎 默默一连串的吐槽 惹得在场的所有人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陆母摸了默默的头 默默说得真好 你小说呀 就是眼瞎心瞎 陆陈宇有些不满 妈 你不管她 还和她一起取笑我 有些太过分了 我们实话实说 哪里取笑你了 对不对啊 默默 陆母根本不看她 叶兰西有些坐不住 对不起 我有些不舒服 先回去休息了 说完 她捂着嘴哭着跑上楼去了 陆父看了一眼她的背影 有些责怪陆母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怎么说她肚子里的 也是陈宇的骨肉 陆母眼睛一瞪 怎么 你同意了她们的婚事 已经怀孕了 当然只能结婚了 不然你让别人 怎么看我们陆家 思想保守 十分重视陆家的名誉 陆母有些不高兴 转向陆老夫人 妈 你说句话啊 陆老夫人安慰她 既然已经怀孕 就只能结婚了 且不说陆家的名誉 你难道想陆家的骨肉 和肚肚一样流落在外 受尽凄苦吗 这 陆母看了一眼肚肚 不说话了 陆老夫人又说道 我知道你不喜欢她 大不了他们结婚之后 让他们搬出去住得了 只是 这老大还未结婚 老二倒抢先了 说着 陆老夫人看了一眼 陈宇 结婚非同而戏 你自己想好了 别将来后悔 陆陈宇起身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结婚了 陆父一愣 随即立声说道 你不结婚 那你干嘛让人怀孕 还领到家里来 这个 陆陈宇低下了头 我这不是怕他闹起来 影响不好吗 影响不好 你还知道影响 你早干嘛去了 我告诉你 如果不想结婚 早点把问题解决了 陆家绝不允许出现 未婚生子的情况 陆父气得想要拍桌子 却被陆陈宇拉住 爷爷 你吓到妹妹了 听了陆陆的话 陆父赶紧看向杜杜 果然 杜杜吓得已经缩进了 陆小蝶的怀里 我们吃好了 先带杜杜和陆陈旭上楼 陆陈旭起身 示意陆小蝶带着杜杜上楼 陆小蝶赶紧抱着杜杜起身 餐厅的气氛 让杜杜很害怕 他一直将头埋在陆小蝶怀里 回到房间之后 在陆小蝶的耐心安抚下 才渐渐恢复了正常 全程陆陈旭一直跟着 看着心里再一次充满了疑惑 仅仅是因为 和杜杜有过相同的遭遇 就能让他如此耐心 如此温柔 如此不厌其烦地照顾 安慰一个与自己 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吗 他有些想不通 陆小蝶一抬头 看到陆陈旭正盯着自己出神 心里不知怎的 竟然有些紧张 陆总 怎么 我脸上脏了吗 他问 陆陈旭这才回过神 脸上有些不自在 脸总监很喜欢小孩子 墨小蝶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转换了话题 杜杜的医生什么时候过来 下午五点左右 脸总监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陆陈旭上前一步 陆总 你不觉得你的问题很无聊吗 小孩子单纯可爱 我当然喜欢了 那你为什么不结婚 自己生一个 墨小蝶瞪着他 陆总 你不觉得自己管得太宽了吗 这么说 脸总监并没有结婚对象是吗 李明成只想和你做朋友 并不想和你结婚对不对 墨小蝶闭上眼 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 陆总 杜杜和默默要睡午觉了 请你回避一下 说完 他指了指陆陈旭身后的门 走的时候 麻烦你将门关上 谢谢 陆陈旭看了他一眼 嘴角勾了勾 他们是我的女儿 你这样将我赶出去 恐怕有些不合适吧 这么说 陆总是想要亲自哄他们睡觉了 那我先出去了 说着 他起身往门口走去 身后的杜杜第一时间冲了过来 从后面抱住了他的腰 妈 妈 陆陈旭服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蓝总监好像很怕我 他冰冷的脸上 竟有一丝细血的笑意 然后 没等莫小蝶发作 就又恢复了一贯高冷的模样 公司还有事 五点之前会回来 和你一起见嘟嘟的医生 说着 他转身准备离去 莫小蝶在他身后不满地喊道 陆总 我是一名设计师 不是保姆好不好 陆陈旭回头 星月家庄那边出了事故 最近几天没有什么工作 蓝总监不是很喜欢我的这两个女儿吗 你就在陆家陪肚肚和默默吧 说完 陆陈旭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 并细心地帮他降门关上 莫小蝶一肚子气 可是在回头看到肚肚和默默时 又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第52章 有了梅姨的线索 他陪着两个女儿玩了一会儿积木 又做了亲子游戏 接近三点时 这两个家伙终于睡着了 轻轻地帮他们盖上宝毯子 将空调的温度调高了一度 然后他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来到客房 他掏出电话 准备让李明成过来 拿二爷和三爷用过的东西 去做亲子鉴定 可是 就在他准备拨通电话时 却发现他换下了的运动衣不见了 运动衣口袋里的密封袋 也随之不见了棕印 他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在走廊上 正好遇到了负责陆家宝洁的阿姨 我床上的运动衣你见了没有 阿姨摇了摇头 那你看到有人进了我的房间了吗 阿姨想了一会儿 十分钟前 叶小姐好像进去过 出来的时候 拿着一套运动衣 说是要帮你洗一洗 叶兰希 又是他 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莫小蝶直接冲上三楼 叶兰希房间的门扮演着 他正在化妆 似乎准备出门 莫小蝶一脚将门整个踹开 巨大的动静惊动了叶兰希 他回头 莫小蝶 你吃枪药了 火气这么大 莫小蝶上前 一把拉住他的手腕 我的运动衣呢 运动衣 什么运动衣 叶兰希又装出一副 无辜的表情 少装算 我房间床上的那套 蓝色运动衣 到底在哪 哦 你说的是 那套蓝色运动衣啊 那么脏了 还满是汗臭味 我已经拿去 让负责打扫的阿姨洗了 洗了 我口袋里的东西呢 东西 你说的是 那个密封袋里的 纸巾和勺子吗 已经扔了 扔了 扔哪里了 莫小叠气的咬牙切齿 垃圾当然是扔垃圾桶里了 不过 刚刚物业的环卫车经过 陆家的所有垃圾 已经都被环卫车拉走了 他早就看到 那个密封袋里的东西 对莫小叠非常重要 头发 勺子 该不会是莫小叠找到了儿子 要做亲子鉴定吧 上次新月家庄的晚宴 莫小叠竟然敢算计他 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 他偏要将这些东西 扔到垃圾桶里 让他永远都找不到儿子 叶兰希 谁给你的胆子 竟然敢动我的东西 莫小叠手腕一用力 直接将叶兰希的胳膊扭了起来 叶兰希的头 也被他强行抵在墙上 莫小叠 放手 疼 叶兰希 疼的脸色苍白 疼 你也知道疼 当初你将我的孩子 都卖给梅姨的时候 你可想过 我有多疼吗 说着手上的力度加深 叶兰希 疼的头上开始冒汗 莫小叠 我肚子里可怀了二少的骨肉 要是有什么闪失 二少饶不了你的 陆二少 他算老几 我莫小叠不怕他 莫小叠 你不想找孩子了吗 叶兰希眼珠一转 突然说道 莫小叠手上的力度 放轻了一些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放手 我自会告诉你 莫小叠有些不甘心地放开他 说 叶兰希后退了一步 揉了揉发疼的手腕 不就是一些垃圾吗 你至于发这么大的火 难不成你有收集垃圾的怪品 想起被叶兰希丢掉的东西 莫小叠忍不住上前一步 这次 他直接掐住了叶兰希的脖子 别耍花样 知道什么老实说 怎么 我不说 你还敢掐死我不成 叶兰希不怕死的挑衅 莫小叠扶在他耳边 低声威胁 虽然我不能掐死你 但是我能让你架不成陆二少 混不成娱乐圈 你信不信 你 我不信 叶兰希愣了一下 莫小叠大学都没有上完 虽然有些设计天赋 但是他不信他有这么大能耐 不信 那你可以试一试 说着 莫小叠冷笑了一声放开了他 转身准备离去 看他似乎很自信 叶兰希心里有些发毛 等一下 莫小叠回头 怎么 改变了注意 想说了 叶兰希犹豫了一下 我要是说了 你必须帮我嫁给洛二少 他命令师的口气 让莫小叠很不爽 我又不是洛二少他骂 我没这个本事 那你保证不说出以前的事 怎么 觉得你父母还有哥哥丢人了 叶兰希脸色一阵发白 这个不用你管 你只要答应我不说 我就告诉你 关于梅宜的线索 莫小叠看了他一眼 觉得他不像是在骗人 点了点头 好 我答应你 叶兰希咬了咬嘴唇 三天后 宇城汽车站 有一批孩子 从山里运过来 梅宜会在那里接应 一批 你这消息可靠吗 莫小叠有些惊讶 信不信有你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提起梅宜 叶兰希不想多说 莫小叠有些狐疑 这个消息 警方恐怕都不知道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你不用知道 叶兰希有些心虚的 扭头看向窗外 这个消息 他是通过了层层关系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 当年跟在梅宜身边的小混混 才收集到的 梅宜这个贪婪阴险的男人 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查到了他的身份 半个月前 记了一张他当年的照片 威胁他 如果能够利用莫小叠的手 除掉梅宜 他岂不是省事了许多 莫小叠不知道他心里的想法 盯着他看了半天 好 我暂且相信你一次 如果你敢骗我 叶兰希 你知道后果的 叶兰希望着莫小叠的背影 脸上划过一丝算计 他知道的太多了 绝不能留在陆家 从叶兰希的房间出来 莫小叠查看了陆家 所有的垃圾桶 果然都是刚刚清理过 根本找不到那个密封袋 他有些泄气地回到房间 拨通了李明成的电话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 李明成的心情似乎不错 放心 紫仲已经将电视台的硬盘 给修好了 现场视频已经找到 我已经找了律师 将所有的证据都提交了上去 很快就会没事的 那就好 紫仲和然然怎么样了 哭闹了没有 紫仲挺好的 就是然然晚上睡觉前 一直哭着找你 对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杜杜现在的情况还不稳定 恐怕我还要在陆家住上几天 对了 如欣欣那边你查了没有 张强是个重要的人证 千万不能出了什么问题 我当然查了 就是那个贱人在中间搞的鬼 你放心 我饶不了他的 莫小叠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叶兰兰说 梅伊他们三天后 在宇城中心汽车站 接应一批孩子 什么 一批 这女人还真是胆大 电话那头 李明成果然也是一阵惊讶 我待会儿会打电话通知大哥 不过 为了确保一举抓住梅伊 你在公司也抽掉一些人 隐藏在汽车站附近的人流里 到时候见机行事 好 大哥他们专案组这些年 一直在追踪梅伊 希望这次能够一举成功 子仲和然然 这几天还要麻烦你了 我们之间客气什么 第五十三章 我们结婚吧 听了他的话 莫小叠突然想起来 好像所有人都误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忍不住轻笑了一声 小叠 你笑什么 电话那头的李明成 有些莫名其妙 没什么 只是突然想到 他们都误以为我是你的女朋友 怎么 小叠 你是不是对我有感觉了 李明成坏坏的调侃 李明成 你皮痒了是不是 莫小叠笑着威胁他 刚说完 身后突然传来陆成旭冷漠的声音 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莫小叠吓了一跳 赶紧对电话里的李明成说道 回头再聊 然后挂断了电话 陆成旭走到他面前 看了一眼他手里的电话 李明成 是 这才四点多 陆总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你们好像谈得很开心 陆成旭答非所问 这个好像和陆总没有关系吧 你如果喜欢他 我可以帮你 陆成旭的话 有些莫名其妙 帮我 什么意思 莫小叠一头雾水 我问过李明成了 他好像对你只是朋友之间的友谊 并没有男女之情 如果你喜欢他 我可以帮你制造机会 让他也喜欢上你 莫小叠看了他一眼 陆总还真是活雷锋啊 不过 谢谢你的好意 我不需要 蓝总监这么自信 能够自己一个人拿下李明成 莫小叠有些无语 陆总 你是不是闲得慌 我喜欢谁 和你有什么关系 看他一副随时要炸毛的样子 陆成旭后退了一步 我这都是为了杜杜和默默 管孩子们什么事 蓝总监如果有了喜欢的人 以你的能力 想必很快就会结婚 结婚之后 就会有属于你们自己的宝宝 蓝总监就不会有更多的精力 来照顾杜杜和默默 我怕到时候孩子们不适应 酷着要找你 万一打扰了蓝总监的生活 岂不是有些不太好 陆成旭难得一次说了这么多话 莫小叠翻了个白眼 陆总想的还真长远 那蓝总监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或者喜欢的人 没有 我是个不婚主义者 这总藏了吧 莫小叠没好气地回答 不婚主义者 你这么喜欢孩子 怎么会是不婚主义者呢 陆成旭又问 莫小叠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陆总 今天你太啰嗦了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 陆成旭挑了一下眉毛 哦 在蓝总监眼里 我的风格是什么 对不起 陆总 让一下 我去看他孩子们醒了没有 莫小叠实在是不想和他扯这些有的没的 直接无视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陆成旭跟在他身后 蓝总监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莫小叠猛地一回头 陆成旭没有杀住脚 两个人直接撞到了一起 为了防止他摔倒 陆成旭连忙抱住了他 两个人的距离很近 莫小叠甚至可以听到 陆成旭强有力的心跳 陆成旭抱着莫小叠 闻到了他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香味 竟然有些星云一马 有些不想放手 莫小叠反应过来之后 一把推开了他 陆总 你什么意思 陆成旭嘴角擒着一抹笑 一脸无辜 蓝总监 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呢 走得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回头 吓了我一跳 莫小叠彻底无语 转身进了杜杜的房间 两个小家伙刚刚睡醒 头发有些凌乱 看到莫小叠 杜杜伸出了手 妈 妈抱 莫小叠走过去 静杜杜从床上抱了下来 又给他们两个梳了梳头 陆成旭看他将孩子们都收拾好了 才说道 医生已经来了 让他给杜杜检查一下吧 很快 医生走进来 简单地问了杜杜几个问题 又询问了莫小叠一些问题 然后 医生示意他们出去说 莫小叠安抚了杜杜之后 跟着医生来到书房 陆总 您女儿的情况 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 不过 我们还是要注意 毕竟孩子从小受到了剧烈的心理刺激 如果稍有差池 会影响他医生的性格 医生很耐心地向他们解释 陆成旭点点头 可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吗 这个 医生看了一眼莫小叠 有些犹豫 有什么问题 你尽管说 他是自己人 是这样的 我刚刚听杜杜叫这位女士妈妈 我想知道她真的是杜杜的妈妈吗 医生问 这个和杜杜的治疗有关系吗 陆成旭看了莫小叠一眼 当然有关系了 儿童心理创伤的治疗过程中 母亲的角色至关重要 如果这位女士真的是杜杜的妈妈 那么你们二位和谐的夫妻关系 对于杜杜的治愈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莫小叠试探着问 你是说 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 更有力帮助杜杜 恢复心理创伤 那是当然了 我刚刚看到 杜杜对您非常依赖 目前 对于杜杜这类受过心理伤害的孩子而言 安全感也是至关重要的 只有让他有了安全感 他才会敞开心扉 试着去突破自己 试着去和外界沟通 医生说完之后 陆陈旭和莫小叠都同时沉默了 接下来 医生又简单地介绍了一些 平时和肚肚相处时 需要注意的事项 然后就告辞了 医生走后 莫小叠跟着也要走出书房 一直沉默的陆陈旭突然说道 我们结婚吧 正要出门的莫小叠吓了一跳 以为自己听错了 陆总 你说什么 陆陈旭走到他面前 语气坚定 蓝总监目前没有喜欢的人 那不如我们结婚吧 莫小叠后退了一步 一脸的不可置信 陆总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你也希望 杜杜早点好起来 不是吗 刚刚你也听到了 医生说 和谐的家庭氛围 能够有助于杜杜的恢复和治疗 他现在又这么依赖你 所以 不如我们结婚 这样 杜杜就会更有安全感 也会慢慢地好起来 陆陈旭进一步做出解释 莫小叠还是有些无法接受 和陆孝草结婚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好不好 陆孝草这种高冷直男 根本不是他的菜 第五十四章 动了胎气 陆陈旭看他一直眉头紧锁 不说话 接着说道 蓝总监不是很喜欢杜杜吗 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杜杜 可是 为了杜杜也用不着结婚吧 莫小叠有些矛盾 陆陈旭突然上前一步 近距离地盯着他的眼睛 蓝总监 该不会是以为是我看上了你 想要和你结婚吧 他的气息透过空气 传到了莫小叠脸上 让他忍不住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陆总 你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 他想要逃离这种亲密的姿势 可是却被陆陈旭死死困在 根本无路可逃 既然这样 蓝总监在怕什么呢 我 莫小叠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我一直以为蓝总监是个光明磊落 一身正气 扶住弱小的侠女 今日一看 原来是我看错了 如此可见 蓝总监对杜杜的关心都是假的 陆陈旭嘴角微微勾起 淡漠的话语中 却处处在击他 我对杜杜的关心是真的 莫小叠有些不甘心的反驳 既然如此 为何不敢和我结婚 放心 只是假结婚 我不会碰你的 况且 你这种身材 我也不感兴趣 陆陈旭一脸嫌弃莫小叠 彻底被激怒 用力一把推开他 你混蛋 看他彻底炸毛 陆陈旭嘴角的笑意更深了 没想到 蓝总监这么胆小 莫小叠用手指着他 陆陈旭 你少得意 不就是假结婚吗 有什么不敢的 老娘才不怕你呢 好 蓝总监果然是女中浩豪杰 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明日就去领证怎么样 陆陈旭趁热打铁地说道 领证 不是假结婚吗 干嘛要领证 莫小叠感觉自己 好像被套路了 你以为现在的孩子 都是傻子吗 尤其是默默 小人竟一个 我们如果不拿出结婚证 他是不会相信的 他要是不相信 就一定会告诉都督 你不想看到都督失望吗 可是 莫小叠总觉得 哪里好像不对 蓝总监 你不会说话 不算数吧 刚刚你可是已经答应我了 可是我没有说 要和你领证 蓝总监放心 到时候你遇到了心上人 我会立即和你离婚的 还会亲自去向对方解释 告诉他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给都督治病 绝对不会因为这个 阻碍了你的幸福 陆陈旭进一步保证 莫小叠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总觉得今天的陆陈旭很不一样 话特别多 一点都不像以前的他 他有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好 领证就领证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切都是为了给都督治病 好 你今天先回去拿证件 明日一早我去接你 陆陈旭心情似乎不错 我回去了 都督怎么办 他有些担忧 不行的话 让都督和你一起回去 这次 陆陈旭竟然很好说话 莫小叠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陆总 你今天没有吃错药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的风格 让人感觉怪怪的 有点害怕 说完 他故意打了个寒颤 然后走了出去 只是 刚跨出书房的门 陆家别墅外面 就响起了救护车的声音 陆陈旭愣了一下 奶奶 他快步跑到了楼下 莫小叠则赶紧跑向 杜杜和默默的房间 看到两个孩子 正安静地在看电视 他松了一口气 小叠阿姨 外面是什么声音 救护车吗 默默好奇地问 应该是吧 是谁生病了 太奶奶吗 默默又问 他刚想出去看看 就听到嘈杂的脚步声 上了三楼 三楼 叶兰西不是出去了吗 他有些疑惑地走出门 看到陆陈旭有些惊慌地 正带着医护人员上楼呢 陆陈旭走到他面前 神情有些紧张 你回屋 别出来 发生了什么事 该不会是叶兰西流产了吧 他刚想到这里 就看到医护人员 用担架抬着叶兰西 从楼上走了下来 陆陈旭跟在旁边 握着叶兰西的手 安慰他 别怕 孩子不会有事的 有我在呢 他皱了皱眉 这是唱的哪一出苦肉计 正在安慰叶兰西的陆陈旭 不知怎的一抬头 看到了墨小蝶 几步就冲了过来 兰小 原以为你一身才华 光明磊落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阴毒 墨小蝶一头雾水 陆二少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兰西只不过好心 帮你将脏衣服 拿给负责清洗的阿姨 你竟然恩将仇报将她推倒 我推倒了她 墨小蝶皱眉 她走的时候 叶兰西还是活蹦万跳 一副准备出门的样子好不好 这怎么就突然不出门 还摔倒了 我就知道 你不会承认 等晚上爸妈回来了 我再找你算账 放下狠话之后 陆陈宇急匆匆地跑下去 跟着救护车走了 墨小蝶一脸不爽 这个陆二少 也太好骗了吧 陆陈旭看着他气呼呼的样子问 叶兰西故意拿了你的衣服 是 还将我衣服里的一件重要东西 扔到了垃圾桶 被还卫车拉走了 想起那个蜜蜂带里的东西 墨小蝶就一肚子火 什么重要的东西 没什么 反正也找不到了 丢了算了 那里面的东西 是绝对不能让陆陈旭知道的 看他不想说 陆陈旭也不好多问 他看了看外面的天 此时已经是夕阳西下了 你收拾一下 我送你和杜杜回家 明日一早 我接你们去民政局 陆总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 毕竟结婚是件大事 他总觉得 自己好像被陆陈旭套路了 出而反而 可不是你懒小的作风 陆陈旭不给他思考的时间 直接和他一起走进了房间 杜杜 妈妈有事要出去一趟 杜杜今晚和爸爸一起好不好 面对杜杜 陆陈旭很温柔 很小心 一脸和蔼的笑意 这样的他 让墨小蝶有一瞬间的失神 不得不说 陆陈旭有时候 其实也挺有魅力的 最起码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正胡思乱想着 杜杜突然又冲了过来 抱住了他的腰 妈 妈 陆陈旭一脸无奈 看来 你只好带上他回家了 第55章 三个宝宝相见 车子到达第一小学附近 墨小蝶带着杜杜下了车 陆陈旭这次倒是很奇怪 没有再提去他家里 做做这种无理的要求 我明日来接你 记住带好证件 临下车时 陆陈旭特意叮嘱他 墨小蝶点了点头 杜杜 和爸爸再见 杜杜看着他犹豫了片刻 终于举起手 爸 爸 再见 这是杜杜第一次叫爸爸 陆陈旭的眼眶有些发红 他伸出手摸了摸女儿的小脸 杜杜再见 爸爸明天就来接你 墨小蝶看着他的车子离开 确定他没有再回来 才带着杜杜回到家中 刚一开门 正趴在茶几上吃西瓜的 然然飞快地冲了过来 妈咪 你回来了 然然好像你说着 紧紧地抱住了他 成功地将自己手上 脸上的西瓜汁 抹到了墨小蝶的身上 妈咪也好想然然 来 你看看 妈咪带谁回来了 说着 墨小蝶将身后的杜杜拉了出来 然然歪着小脑袋 你是姐姐吗 我们怎么长得一模一样 杜杜一脸疑惑地 抬头看向墨小蝶 墨小蝶将他们拉到 沙发前耐心地解释 然然 这是你的小七 姐姐杜杜 说完 他又看向杜杜 杜杜 这是你的小九妹妹然然 小七姐姐 然然先是一愣 很快就露出了一脸惊喜妈咪 你找到小七姐姐了 是啊 妈咪找到小七姐姐 小七姐姐 来 吃西瓜 然然很热情地 将面前最大的一块西瓜 推到了杜杜面前 杜杜看了墨小蝶一眼 有些胆怯 墨小蝶摸了摸他的头 妹妹给你的 吃吧 否则然然 妹妹会不高兴的 听了墨小蝶话 杜杜小心地拿起西瓜 吃了起来 这时 子仲和李明成 从书房走了出来 妈咪 你回来了 子仲欣喜地跑到他面前 然后 一眼就看到了杜杜 这个就是杜杜妹妹 陆总同意 你将她领回来了 明天我们还要回去 今天是回来拿些东西而已 墨小蝶拉着子仲 妈妈要拿什么东西 那个 没什么 一些证件而已 墨小蝶看了一眼李明成 不知该怎么开口 和孩子们说 证件 什么证件 我去帮你找 子仲站了起来 李明成将他按住 你个小孩子 知道什么是证件吗 快坐下吧 墨子仲有些不满 我怎么不知道了 身份证 驾驶证 户口本 这都是证件 李明成捏了捏他的小鼻子 你这小不点 知道的还真不少吗 墨子仲拍开他的手 李叔叔 你如果再教我小不点 以后 你要是有电脑方面的问题 我就不帮你了 李明成赶紧投降 好好 我错了 我不叫你小不点了 行不行 说着 他看了一眼杜仲 子仲 你可是酒包胎的老大 是个大哥哥 还不去见见你小七妹妹 和你小七妹妹说说话 李明成指着杜仲说道 听了他的话 墨子仲走到沙发前 看着杜仲开始自我介绍 小七妹妹 你好 我是大哥 我叫墨子仲 杜仲看着他 面无表情 然然忍不住笑了起来 哥哥 你这招在小七姐姐这里没用呢 墨子仲撅起小嘴 想了一下 回身跑到屋内 拿出了好多然然珍藏的玩具 全部都倒在了杜仲面前的地毯上 来 小七妹妹 你喜欢什么 我陪你玩 然然气得站了起来 用小胖手指着他 哥 你干嘛要拿我的玩具出来 墨子仲眨了眨眼 我的玩具都是男孩子的 杜仲肯定不喜欢 你们都是女孩子 他一定会喜欢你这些玩具的 果然 墨子仲猜得很对 面前的玩具 很快吸引了杜仲 他拿起了一套仿真厨房玩具 开始玩了起来 来 小七妹妹 我们陪你一起玩 可能是血缘关系 杜仲很快就接受了子仲和然然 三个孩子完成一片 很快乐 李明成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 看着他们 由衷地说道 你的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 墨小蝶低下了头 有些失落 才找到了他们两个 还有五个孩子 下落不明了 李明成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灰心 不是已经有了梅姨的消息了吗 相信很快那些孩子也会有线索的 但愿吧 说着墨小蝶突然想起了 龙威集团的二爷和三爷 那两个一卵双胞胎 会不会就是自己丢失的儿子 李明成 龙威集团的二爷 和陆陈旭长得十分相似 我怀疑他 就是我丢失的宝宝 二爷是你的孩子 李明成摸了摸他的额头 小蝶 你没发烧吧 你可能还不知道 龙威集团的二爷和三爷 其实是两个六七岁的小男孩 墨小蝶将他在龙家老宅的经过 详细地讲述了一遍 顺便也提了一下 蜜蜂带丢失的事情 李明成气得跳脚 叶兰兰这个贱人 真是牵走 李明成 你实话告诉我 柳一一两年前 为什么要辞去米多多的植物出国 你们两个之间究竟怎么了 墨小蝶突然问道 提到柳一一 李明成突然愣了一下 半天才问 你知道了 你们两个曾经谈过 墨小蝶有些惊讶 这个李明成平日里大大咧咧咧的 没想到 竟然背着他谈起了恋爱 没有 没有 你别误会 李明成急忙否认 柳一一和龙威又是什么关系 唉 什么也瞒不住你 李明成叹了口气 龙威和一一从小学到高中 一直是同班同学 只是到了高二 龙威家里出了事故 就辍学了 一一大学毕业之后 一次下业班被人跟踪 龙威正好路过 救了他 然后两人开始有了联系 一一告诉我 他在高中时 一直觉得龙威很酷 曾经暗恋过他 这次他不想再放弃了 可是 不管他如何嗜好 如何追求 龙威一直对他很淡默 最后 他决定孤注一掷 让我假扮他的男朋友 故意在龙威面前秀恩爱 还扬言说我们马上就要结婚 说到这里 李明成直摇头 他觉得 当时自己一定是脑子进水了 才会答应柳一一去帮他演戏 后来呢 莫小蝶问 后来 龙威打了我一顿 然后愤然出国了 想起挨的那顿打 李明成现在还觉得很窝火 所以 柳一一就追着也出国了 是 龙威这个人真的是脑子有病 明明非常喜欢一一 可是就是不肯承认 一一的眼光太差了 竟然看上了这样的人 李明成忍不住吐槽 莫小蝶看向窗外 一两个月后会回国 到时候可能需要通过他去见见龙威了 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 二爷和三爷就是自己丢失的孩子 第五十六章 领证 莫小蝶思考了很久 最后还是告诉了李明成 他决定和陆陈旭假结婚的决定 李明成听了之后 沉默了许久 既然你做了决定 我全力支持 子仲和然然 这边你就放心吧 有我呢 莫小蝶鼻子有些发酸 这些年如果没有李家的帮助 他和孩子 恐怕很难熬过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谢谢 他发自肺腑地说道 李明成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什么时候 你也变得这么多愁伤感了 我最受不了你们女人这样了 莫小蝶刚刚涌上来的感激之情 被他硬生生打断 怪不得你一直没有女朋友呢 他忍不住吐槽 第二天一大早 他趁着然然还没有醒来时 悄悄地带着肚肚出了家门 子仲这个小大人 竟然在电梯口等着他 妈咪 我爱你 你放心去照顾都督妹妹吧 我会照顾好然然的 莫小蝶摸着子仲的小脑袋 很欣慰 很感动 谢谢子仲 不愧是大哥 有担当 妈咪为你感到骄傲 莫子仲小朋友 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上前拉住都督的手 小七妹妹 你要快点好起来 这样我们一家人 就能够早点团聚了 电梯来了 莫小蝶有些不舍得 在儿子额头上亲了亲 妈咪很快就会回来的 因为时间还早 电梯里就只有他和嘟嘟两个人 莫小蝶再一次叮嘱嘟嘟 嘟嘟 你记住 见到了哥哥和然然妹妹这件事 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千万不能告诉爸爸哦 嘟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然后伸出小手 拉 勾 好 我们拉勾 谁也不准说 很快 两个人下了电梯 来到第一小学附近 此时正是小学生上学的高峰期 人很多 有些拥挤 嘟嘟望着小学的校园 一脸渴望 嘟嘟也想上学对吗 莫小蝶问 嘟嘟点了点头 他已经快七岁了 可是连幼儿园都没有上过呢 妈妈回去和爸爸商量一下 让你和莫莫一起去上幼儿园好吗 嘟嘟的年龄 今年也应该上一年级了 他现在的状况 不知能否适应集体环境 不过可以先去幼儿园试一试 八点钟 第一小学门口的人流减少了许多 陆晨旭的车缓缓地开了过来 莫小蝶带着嘟嘟坐了进去 证件都带齐了吗 陆晨旭问 嗯 莫小蝶点了点头 不知怎的 他心里竟然有些紧张 陆晨旭没有在看他 而是低头看向嘟嘟嘟嘟 昨天在妈妈家里睡得好吗 嘟嘟看着他 似乎不再那么害怕了 点了点头 一路上 莫小蝶一直沉默 他不知道 自己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谁也不知道 他心里很忐忑 很不安 似乎感受到了他的不安 嘟嘟伸出小手 握住了他的大手 像是要给他安慰 他有些惊喜地看向女儿 嘟嘟竟然弯了弯嘴角 笑了起来 这么多天了 这是嘟嘟第一次笑 看到女儿的笑容 他不再犹豫 为了女儿假结婚 算得了什么 很快 车子来到了明正局 下车走进明正局大厅的那一瞬间 陆晨旭居然主动牵住了他的手 他有些惊慌 想要甩开 却听到陆晨旭温柔的声音 我们是来结婚的 不是来离婚的 他抬头看了一眼 满脸温柔笑意的陆晨旭 觉得有些眼花 陆总 你的眼睛还真不错 不去演戏可惜了 陆晨旭浮在他耳边低语 蓝总监 彼此彼此 因为证件齐全 来得早 所以 他们很快就拿到了结婚证 出来明正局的那一刻 莫小蝶还是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他竟然和华大的男神陆晨旭结婚了 他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 大学第一天报道时 第一次见到陆晨旭的情形 那时 他作为大四的学长 正在校门口迎接新生 不过 他的出现没有起到帮助作用 反而引起了校门口小小的拥堵 所有的女生都围着他 如同众星捧月一般 那些挤不到他面前的女同学 交头接耳 四处打听关于他的情况 当时 他其实也被他的外表和高冷气质所迷住 只不过 他这个人一向很有自知之明 他摸了摸满脸的青春痘 自知配不上他 所以低着头 自己一个人去了宿舍 此后 在他短暂的只有半个多学期的大学生活里 他听到的 都是关于陆校草冷酷无情的传闻 他对付那些扑上去的女生 手段伶俐 毫不留情 让许多女生为此望而却步 如今 他竟然和这样的男人结婚了 虽然是为了孩子假结婚的 但是这感觉有些奇怪 不知不觉 车子已经停到了陆家别墅前 默默去上幼儿园了 我送你们进去 等晚些 我带你去选戒指 陆成旭看了他一眼 莫小蝶没有说什么 抱着肚肚下车 肚肚今天说 也想去上学 你看看 能不能安排他去幼儿园试一试 可以吗 不是是怎么知道 他的年龄 马上也该上一年级了 需要融入到集体生活中 他们两个人的对话 像集了一对结婚多年 讨论孩子生活 学习的夫妻 两个人一前一后 刚走到客厅门口 就听到里面叶兰希的哭诉声 伯父 我说的是真的 我不过是好心帮蓝总监 将运动衣拿去了洗衣房 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地闯进我的房间 将我推倒了 我本来打算去参加公司的一个发布会 可是摔倒之后 就一直觉得肚子疼得厉害 幸好陈宇叫了救护车 不然孩子真的就保不住了 陆陈宇也愤愤不平地叫嚷 爸 蓝总监他一个外人 总是这样住在我们家 要是传出去 对陆家的名誉不好吧 陆母有些不愿意听了 这什么话都是叶兰希一个人在说 具体情况如何 我们谁也不知道 再者 陈宇你说 蓝总监是外人 难道他叶兰希就是家里人了 妈 我决定了 下个月和蓝希结婚 陆二少突然语出惊人 昨天 在医院里 医生和他说 叶兰希怀的是一对双胞胎 如果流产了 以他的身体状况 将很难再怀孕 他看着病床上一脸苍白 还处处为他着想的叶兰希 突然觉得 自己应该像的男人 承担起做爸爸的责任 听到这里 陆陈旭带着墨小蝶 推门走了进去 陆二少看到墨小蝶嚷了起来 蓝总监来了 大家都在这 我们今天索性 把话说清楚了 第57章 机智虐渣 陆陈旭瞪了弟弟一眼 什么话 怎么说清楚 陆二少没有料到 自己的哥哥 竟然帮着外人 哥 他将兰希推倒 害得兰希差点流产 我告诉你们 兰希怀的可是双胞胎 如果有了意外 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叶兰希此时还坐在轮椅上 一副弱不禁风 善解人意的模样 二少 你别说了 都是一家人 别因为我闹得不愉快了 陆二少握住他的手 放心 我一定要替你讨回公道 这里可是陆家 墨小蝶没有说话 抱着肚肚静直上楼 客厅的气氛剑拔弩张 会吓到了肚肚 陆二少想要追上去 却被陆成旭拉住 你干什么 哥 你看到了没有 他现在连爸妈 都不放在眼里了 分明是做贼心虚 陆成旭一把将他拉过来 用力一推 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你胡闹什么 陆二少被推得后退了好几步 差点摔倒 爸 妈 你们看看哥 他是不是疯了 墨小蝶抱着肚肚回到房间 帮肚肚打开电视 安抚好之后 关上房门下了楼 二少 昨天我之所以会去 叶小姐的房间 是因为他不经过我的允许 动了我的东西 我们确实争吵了几句 我承认 我当时有些激动 曾抓住了叶小姐的手腕 但是 我绝对没有推她 墨小蝶走到众人面前 一脸平静地解释 叶兰西这个女人 是怕她说出了之前的事情 笃定了她 为了孩子不敢辩解 想要借此机会 将她赶出路家 只是 遇到了他墨小蝶 恐怕要让她失望了 叶兰西眼眶发红 一副很委屈的模样 对不起 蓝总监 我不该不禁允许 进了你的房间 只是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蜜蜂袋里的东西 对你那么重要 我以为 那几根头发和勺子 都是垃圾而已 所以才扔了的 真的不知道 是你拿来 做亲子鉴定用的 说完 叶兰西趁着擦拭眼泪的功夫 看了一眼陆陈旭 如果让她知道了 墨小蝶曾经生过孩子 墨小蝶就是对杜杜再好 恐怕她也不会让她 再留在路家了 亲子鉴定 路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因为 众所周知 墨墨和肚肚的妈妈 一直是个谜 墨小蝶冷冷地 看了嘴角上扬的叶兰西 演戏 谁不会 叶小姐 你怎么能乱说呢 蜜蜂袋里 确实有几根头发 和一个勺子 但是 你怎么知道 我是用他们 来做亲子鉴定的 她也装出一脸委屈的神情 对啊 叶兰西 你是怎么知道的 路母一脸疑惑 所有人都看向了叶兰西 叶兰西有些紧张 低下头小声解释 我 我猜的 小说里都有这样的情节 或者孩子用过的牙刷 勺子之类的东西 去做亲子鉴定 墨小蝶冷笑 大明星 这是现实生活 不是小说 你这样乱讲话 我可以告你污蔑的 叶兰西抬头 拉兰总监这么宝贝 那些头发和勺子 是为了什么 她就不信 墨小蝶能说出 什么更好的理由来 那东西 分明就是她用来 做亲子鉴定的 是啊 兰总监 好好的你收藏那些头发 勺子干什么用 陆家人都很疑惑 墨小蝶酿了一下情绪 是这样的 前几年我曾经去贫困山区 做过几个月的志愿者 那里有一个孩子的父母 因为泥石流双双遇难 家里只剩下一个 六十多岁的奶奶 祖孙俩的生活很困难 我当时就住在他们家 那年 那个小孩才七岁多 勤奋好学 几乎承担了家里 所有的家务 不是我夸张 他们家穷得 连一个勺子都买不起 临走的时候 我将身上的所有用品 都留给了他们 特意给那孩子 买了一个新勺子 最近今年 也一直在资助他读书 那孩子今年已经十岁了 几天前 他给我寄来了这些东西 特别提到了 我当年买给他的勺子 说他考了第一名 得了奖品 他用奖品 在小麦部换了一个勺子 感谢我这些年 对他的帮助 说到这里 墨小蝶叹了一口气 那三根头发 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秘密 当时 我给他将西游记的故事时 说起了孙悟空的三根毫毛 他曾天真的问我 是不是谁的头发 都能够有这般神奇的作用 我告诉他 只有聪明之人 他这次考了第一名 所以就给我寄了三根头发 希望我利用他聪明的头发 心想事成 墨小蝶说得很动情 他真的曾经带着子仲和然然 去过贫困山区 在那里住了大概有一个月 他的本意 是想让这两个小家伙 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 却没想到大山里的孩子 过得非常艰苦 后来 他捐助了很多钱 帮那些孩子改善学校环境 生活环境 这两年 他也确实在资助村里的 几个孩子上学 每一月都会给他们固定的 寄去生活费 学习用品 陆家人听了他真情流露的讲述 都沉默了 陆母这个人最心直 他走到墨小蝶面前 拉住他的手 蓝总监 和你一比 我们真是自残心慧 误会你了 你别介意啊 没关系 也是我不好 想着那些东西 承载了一个孩子的感情 所以听到 叶小姐将他扔进垃圾桶时 才会有些激动 抓了他的手腕 是我太冲动了 墨小蝶以退为进 也装出一副 善解人意的表情 陆老夫人对陆陈宇说道 既然你要和他结婚 以后他就是陆家的人了 最基本的规矩要让他明白 别人的东西不能乱动 此时 大家看叶兰希的表情都变了 觉得他很不懂事 有些胡搅蛮缠 叶兰希有些受不了 指着墨小蝶抬高了声音 他在骗人 他撒谎 他哪里有那么好心 去做志愿者 去帮别人 你们被他骗了 陆父突然一拍桌子 够了 这件事很清楚了 都是叶兰希的错 没经过别人的允许 乱动别人的东西 还将人家的东西 当成垃圾扔掉了 叶兰希给蓝总监道歉 陆陈宇有些不满了 兰希给他道歉 爸 明明是他推了兰希 害得兰希差点流产 那可是双胞胎啊 陆父瞪了儿子一眼 他有错在先 就应该道歉 如果是你 这么重要的东西 被人当垃圾扔了 你怎么办 恐怕会将对方做一顿出气吧 叶兰希坐在轮椅上 伤心地哭起来 兰总监明明在撒谎 你们为什么相信他 不肯相信我 第58章 肚肚去幼儿园 陆陈宇看他哭得伤心 赶紧哄他 别哭了 哭多了 对肚子里的宝宝不好 叶兰希抓住陆陈宇的手 二少 我真的是一片好心 要帮他将衣服拿去洗 为什么要我道歉 他明明在撒谎 此时的叶兰希 眼疾一流 一脸委屈 楚楚可怜 墨小蝶平静地掏出手机 在上面点了几下 递给了陆父 这是我的银行汇款记录 连忙将手机还给了他 蓝总监 我们一家人都相信你 你受委屈了 实在是抱歉 然后陆父又看向陆陈宇 和叶兰希 急言吏色 如果想要在陆家待着 就给我道歉 否则立刻搬出去住 叶兰希吓得顿时止住了哭泣 犹豫了半天 终于让陆陈宇扶着他 来到墨小蝶面前 蓝总监 对不起 我不该私自进你的房间 动你的东西 请你原谅我吧 墨小蝶装出一副 很大度的模样 叶小姐别这么说 你怀的可是双胞胎 以后千万要小心 做什么事 三四二后行 多为你的孩子积点得 说着壮丝无意地 看了一眼叶兰希的肚子 她的眼神很平静 可是叶兰希想起了当年的事 却有些害怕 当年 她卖掉了墨小蝶的九个孩子 她会不会也这样报复自己 想到此处 她打了个寒战 二少 我有些不舒服 你先送我回屋吧 因为叶兰希动了胎气 所以陆陈宇特意让人在一楼 收拾了一个房间出来 让她住 可谓是体贴入微 他们走后 陆母拉住墨小蝶的手 蓝总监 你别往心里去啊 那些东西找不到了 你和小朋友解释一下 没事的 伯母 他们都很懂事的 不会因此怪我 这么长时间了 我上楼看看肚肚的情况 嗯 好孩子去吧 陆母此时 是越看越觉得墨小蝶顺眼 懂事 善良 沉稳的女孩 不知哪个男的能有福气 娶到这么好的女孩子 回头 她看了一眼大儿子 陆陈旭此时已经转身 准备回公司了 她无奈地摇了摇头 大儿子就是个闷葫芦 即便是喜欢人家 也不会表达 真是要急死人了 陆陈旭这几天很忙 根本没空去琢磨老妈的心思 今天 法院那边要针对 新月家庄的那次事故 开庭出结果了 法院宣判之后 陆氏要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 就这次事故 以及事故的后续处理 做出说明 墨小蝶回到房间之后 肚肚还在看边市 她想起了肚肚早上 在第一小学门口渴望的眼神 决定带着女儿 去附近的幼儿园试一试 出门的时候 她在一楼又遇到了叶兰西 叶兰西在客厅吃水果 看到杜杜很热情地打招呼 杜杜 过来一起吃水果 杜杜躲躲在了墨小蝶的身后 不用了 叶小姐怀孕了 需要多补充营养 我们杜杜不需要 墨小蝶拉着杜杜 向门口走去 这个叶兰西 不愧是个演员 情绪收放的还真是自如 刚刚还痛哭流涕地说 所有人都欺负她 这会儿又像没事人似的 邀请杜杜吃水果 谁知她安得什么心 蓝总监 这是要带杜杜去哪 叶兰西又在他们身后问 墨小蝶回头瞪了她一眼 叶小姐还是管好 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吧 说完 她拉着杜杜走了出去 他们来到陆家别墅附近 墨墨所在的幼儿园 向幼儿园的老师 说明了情况之后 老师要带着杜杜进教室 杜杜有些害怕 躲在了她的身后 墨小蝶刚准备蹲下来 鼓励说服她呢 墨墨从教室里 跑了出来杜杜妹妹 小蝶阿姨 你们怎么来了 杜杜想来学校看看 也想和小朋友一起玩 墨小蝶解释 墨墨上前拉住杜杜的手 来妹妹 姐姐带你去教室里做游戏 看到墨墨 杜杜似乎有些放松 可是听到要去教室 杜杜还是有些害怕 墨墨的小眼珠一转 指着校园里的滑梯说道 来姐姐先陪你玩一会滑梯 然后我们再去教室好不好 看到滑梯 杜杜点了点头 于是 两个孩子愉快地跑去玩滑梯了 幼儿园的老师和墨小蝶打过招呼之后 去教室照顾其他的孩子了 墨小蝶站在台阶上 看着树荫下愉快地跑上跑下的两个女儿 眼睛有些发酸 他的宝贝们 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全部找到呢 时间已经到了上午十点左右 两个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这时 他注意到幼儿园的铁栅栏墙外面 站着一个小男孩 大概六七岁的样子 穿着一件蓝色条纹背心和黑色短裤 一直默默地 在看着滑梯上的默默和肚肚 一脸的羡慕 他好奇地走了过去 小男孩留着寸头 很黑 很瘦 脸上有汗水流下的灰子 身上的衣服 有一些地方已经有些脱陷了 看得出 小男孩的家境不是太好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你爸爸妈妈呢 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小孩看到他 有一瞬间的惊慌 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我叫李木塔 我爸爸在那边的工地上干活 我妈妈在前面的小区里当保姆 李木塔 今天是星期一 你怎么不去上学呢 不知怎么的 看到这个小男孩 莫小蝶心里莫名地觉得有些心疼 小男孩低下头 我生病了 不能去上学 生病了 你那里不舒服吗 莫小蝶赶紧上下打量他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不舒服了 我妈妈说 我从小心脏就不太好 需要到大医院动手术之后 才能上学 小男孩仰起头 脸上有超乎他年龄的成熟和懂事 先天性心脏病 这个孩子还这么小 真是可怜 阿姨 我妈妈说等他和爸爸存够了钱 就带我去医院动手术 我就能和他们一样 去上学 去玩滑梯了 说着 小孩的脸色露出了一丝乐观的笑容 他的那双眼睛对生活充满了渴望 李木塔 阿姨就住在前面的小区里 这是我的电话 有空了 你来找阿姨玩好不好 也不知为什么 莫小蝶看着这个小孩 就觉得莫名的亲切 他掏出了自己的名片 递给了他 小木塔将脏兮兮的小手 放在衣服上擦了擦 住的都是有钱人 你家里要是有废旧纸板 或者饮料瓶子 记得给我留着 我按照收废品的价钱给您 好 阿姨都给你留着 李木塔小小年纪就如此懂事 让莫小蝶感到一阵心酸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这个社会就是如此残酷 第59章 孙艳闹事 不远处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 李木塔赶紧拎起身边 装满了饮料瓶的编织袋 阿姨 我妈妈叫我了 我先走了 记住 废饮料瓶子给我留着 只有几分钟而已 莫小蝶也没有在意 他回头看了一眼 玩得正其境的 杜杜和默默 走了过去 热不热 他帮杜杜擦了擦汗 有点热了 杜杜 我们去教室玩吧 那里面有空调 还有好多好吃的 默默拉住杜杜的手 向教室走去 杜杜这次竟然没有抗拒 而是顺从地跟着默默 走进了教室 默小蝶悄悄来到教室的窗前 老师很热情地帮着杜杜 找了一把椅子 默默拉着他 坐在了自己的身边 然后 杜杜跟着小朋友一起 认真地开始 听老师讲课 女儿的进步 让默小蝶心里感到一阵欣慰 这么长时间的努力 总算没有白费 教室里幼儿园老师 生情并茂地讲着故事 默小蝶坐在幼儿园的树荫下 掏出手机 准备随便浏览一下新闻 今日是星月家庄事故开庭的日子 各媒体头条都在竞相报道此事 但是 新闻视频的热搜 居然是一条孙燕 带着人在陆氏门口闹事的画面 他快速点开 新闻的标题是 陆氏仗势欺人 抢夺幼童 逼死幼童父亲 张强死了 他仔细地又看了一遍视频 孙燕让人将张强放在陆氏门口 坐在地上撒泼打滚 哭得凄惨无比 一边哭 一边向媒体和周围的人 诉说事情的经过 说陆陈旭为了抢走肚肚 故意找人在看守所折磨张强 害得张强突发心肌梗塞死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陆氏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个视频后面有很多评论 网民义愤填膺 一边倒的指责陆氏 陆氏的骨架也是一路暴跌 莫小蝶满心疑惑 张强看着身强力壮的 怎么会突然就死了 这事情有些太蹊跷了 一定是有人在背地里 要对陆氏下手了 法院内 经过双方提供的人证物证 和律师的辩护陈词 最后做出裁决 老教师房子装修过程中 出现的事故 为施工方疏忽导致的安全事故 与李明成无关 施工方负责人罚款50万元 对于他在事故调查中 只使他人做伪证的行为 依法进行了刑事处罚 这件事总算是告一段落 不过后续陆氏的公关部门 还是不能调以轻心 陆陈旭和白浩刚走出法庭 就接到了助理打来的电话 说孙燕在陆氏门口闹事 他立刻带着白浩赶了过去 从法院到陆氏的路上 被人黑得惨不忍睹 骨架也跟着随之狂跌法院 到陆氏这段路 因为是宇成的主干道 星期一 本来车流量就非常大 偏偏前面十字路口 又出了一起交通事故 因此他们被堵在了路上 陆陈旭心急如焚地 打电话给助理 去查一下张强是怎么死的 还有 是谁在故意误导网络舆论 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白浩有些着急 去现场 孙燕这么闹 无非是想要钱而已 说着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白浩 你赶快去找人 想办法将舆论压下去 或者转移舆论也行 不要让媒体和网络 一直盯着陆氏 他刚说完 手机就响了 是墨小蝶打来的 我看到了新闻 你们在哪里 墨小蝶问得很直接 刚出了法院 再去陆氏的路上 有点堵车 别担心 一切都还在我的掌控之中 你好好照顾都督就行了 那你小心点 墨小蝶没有再说什么 嘱咐了一句 就挂断了电话 白浩一直盯着手机 突然他看到了一条 帮着陆氏说话的信息 很长的一段文字 还附带了图片和视频 文字详细地介绍了 陆陈旭要抢走都督的原因 图片配了陆陈旭 和都督亲子坚定的结果 还有电视台采访邻居们 揭露张强夫妇 虐待都督的那段视频 很快 这条评论下面出现了 大量的跟帖 有人细数了陆氏 最近几年来所参与的 各项公益活动 还有陆氏的许多员工 也站了出来 联合声明 替陆陈旭担保 证明他们的总裁为人正直 绝对不可能做这样卑鄙的事 接着 老教师夫妇也出现了 他们证明 事故发生后 陆陈旭第一时间登门 向他们道歉 并自己掏钱给他们在市中心 医疗 购物都极为方便的地区 买一套适合养老的住宅 他们拿出自己的教师证 和所获得的荣誉证书 担保陆陈旭的为人 紧接着 张强夫妇做监犯科的过去 也被一一揭露了出来 社区工作人员 以及邻居都出来发声 证明张强夫妇 就是一对泼皮无赖 网上的舆论 因为这些视频的出现 很快翻转 这次大家都是一片岛的 指责张强夫妇 有网友评论 怪不得陆氏集团总裁 要强硬地抢走孩子呢 原来是人家的亲骨肉 这要是我的孩子 被人这样虐待 我早就收拾他了 下面有一群人点赞 等到陆陈旭 他们到达陆氏门口的时候 陆氏的骨架已经恢复了正常 白昊忍不住赞叹 公关部那些人的工作效率 还真不错 这么快就搞定了网络舆论 陆陈旭白了他一眼 他们恐怕没有这个能耐 你调查一下 最先为陆氏发声的帖子 来自何处 他们下车时 孙燕还在陆氏门口 进行着他的表演 只是周围的人群 已经没有刚开始激动了 他们看了手机上的视频 和评论之后 都开始对他指指点点 陆陈旭一出现 孙燕急忙从地上爬了过去 抱住了陆陈旭的腿 陆总 你有钱有事 我们平头小老百姓惹不起你 可是 你也不能为了都督 逼死我们家张强吧 他死了 我的日子可怎么活啊 说着 又嚎啕大哭起来 陆陈旭低头看了他一眼 语气冰枉 你凭什么说是陆氏逼死了张强 第六十章 监控曝光 孙燕一听 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对着众人大声哭诉 我们夫妻因为不能生育 所以在七年前收养了都督 都督从小体弱多病 没少花钱 我们好不容易才将他拉扯大 陆总一来 就说 都督是你丢失的女儿 二话不说 强行将都督的带走了 我们一把屎一把尿 整整养了都督七年啊 这说带走就带走 谁受得了 孙燕开始嚎啕大哭 各位大姐 大哥 你们也有孩子 你说父母的心头肉 说带走就带走 还不让见 还派律师逼着我们签字放弃都督 谁能受得了 这分明是欺负人啊 孙燕生情并茂 哭得极为真切感人 人群有孩子的人 开始同情他 看他这样 不像是在撒谎啊 难不成 陆氏真的仗着自己有钱有势 抢了孩子 还欺负人 这有点难说了 不过没听说陆总结婚啊 这个孩子 怎么就是他的了 网上的亲子鉴定 该不会是假的吧 我看不会 我有一个亲戚在陆氏上班 他说 这家的小女儿 和陆总的千金 长得一模一样 是一对双胞胎 双胞胎 那孩子的母亲是谁 陆总该不会跟人作风 有问题吧 这 有钱人你懂的 哪一个不是见一个爱一个 你看看陆二少就知道了 孙燕听到人群的议论 心里窃喜 继续放声痛哭 我的都督 我们的心肝宝贝 自从被陆家带走之后 他爸爸天天睡不着 我们没办法只能同意 再签字放弃都督 最后才求得了陆总的同意 让我们见都督一面 可怜的孩子 一见到 我们就不肯撒手 非要让他爸爸抱着回家 我们实在是不忍心 就趁着他们不注意 偷偷带着渡渡跑出了陆家 逃到了乡下躲避 可是 这个挨千刀的陆总 竟然报警说 我们家张强绑架了渡渡 带着警察将张强抓了起来 可怜我孩子的爸爸 在警察局被他们虐待 突发心脏病 就这样死了 天理何在啊 老天爷啊 你睁眼看看吧 孙燕这波操作堪比 一级影后的表演 让在场的所有陆氏员工 都傻了眼 陆陈旭也是一阵头疼 他们家世代书香 所接触的人都是有素质 有文化的人 哪里见过这样又哭又跳 又撒泼的泼皮 孙燕再一次刷新了 他对女人的认知 他上前一步 站在孙燕的身后 你的条件是什么 尽管开口 孙燕看了他一眼 指着他又开始哭诉 大家都看到 听到了吧 这就是陆氏的总裁 问我要什么条件 我男人都死了 我要什么条件啊 说着 他突然回头指着陆陈旭 就算你是陆氏的总裁 我也不怕你 这天下还是有枉法的 我男人不能就这样枉死 你们陆氏必须给我们一个公道 我男人的命 不是钱可以买来的 孙燕这样的态度 让在场很多人 又开始同情他 看来网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人家不要钱 只要公道 是啊 这个女人虽然泼辣 但是却还是有情有义的 只想替她丈夫讨回公道而已 我看陆总的态度 一上来就谈条件 八成这个女人 说的都是真的 张强是陆氏故意算计整死的 哎 现在的社会 小老百姓真是悲哀啊 我决定了 以后再也不买陆氏的东西了 陆总平日里标榜高冷 正直 热衷慈善 没想到都是假的 这不明不白的 竟然连孩子都生了 这一对双胞胎的母亲 也不知道是谁 这年头 有几个是真的 都是公关部门操作的 人设这个东西 你看看那些大明星就知道了 陆陈旭听到人群的议论 脸色阴沉 保安 这些人已经严重扰乱了 陆氏的正常工作 都给我赶走 他虽然在商业谈判中 杀伐决断 叱咤风云 有敏锐的商业处决 和强有力的决断能力 但是 对付这种市井泼皮 他却没有一点经验 在陆陈旭看来 一切都是 可以用钱来解决的 他的命令刚下 孙燕就跳了起来 大家快看 陆氏又要仗势欺人了 要用保安来赶我们走了 保安们一涌而上 准备动手驱赶 周围人们的情绪 开始有些激愤了 有些媒体记者开始拍照 局势对陆氏很不利 墨小蝶从远处冲了过来 挡住了保安的脚步 住手 都停下 因为剧烈的奔跑 他有些气喘吁吁 陆陈旭看了他一眼 示意保安退下 你怎么来了 嘟嘟呢 他的话音刚落 就看到李明成 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个公文包 小蝶 你跑得太快了 我差点追不上你 墨小蝶顺了顺气 走到孙燕面前 顺便低头看了一眼 不远处张强的棺材 孙燕指着他 我认得你 你也是陆氏的员工 孙燕 你的记忆力很不错 我是星月家庄 设计部总监 墨小蝶抬头朗声说道 接着 他看向众人 大家火烧等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陆氏门前有一块大屏幕 平日里都是播放一些陆氏的产品 广告之类的东西 李明成 此时已经联系了陆氏的相关部门 将墨小蝶手机里的视频 连接到了大屏幕上 大屏幕上显示了一段 陆家别墅小区的监控视频 5月25日上午9点 一个身形酷似张强的男子 刻意戴着鸭舌帽 口罩 驾车逃跑 9点半 陆家管家发现后墙坍塌 找物业查看 商量维修事宜 11点 监控显示 张强夫妇出现在陆家别墅门口 和管家交谈了几句之后 进了别墅在陆家的院子里 见了肚肚 肚肚一直躲在陆陈旭身后 根本不敢看他们 11点05分 他们从陆家出来 并没有离开小区 而是躲了起来 11点半 陆陈旭离开陆家 驾车离去 下午1点40 正式酷暑 陆家人都在睡午觉 张强夫妇从陆家坍塌 还未来得及修缮的后墙溜了进去 此时 张强穿了一件和陆家管家一模一样的衣服 孙燕穿的 则与陆家负责保洁的保姆一模一样 他们一个放风 一个悄悄溜进了房间 5分钟后 孙燕抱着熟睡的杜杜出现 两个人向后门溜去 1点50 陆家后墙处监控显示 杜杜醒来 惊恐想要逃跑 被张强抓回来 扇了一巴掌 杜杜吓得不敢再反抗 他们夫妻强行带走了杜杜 第61章 危急解除 陆市门口的人群 因为这清晰的监控视频 突然变得极为安静 孙燕怎么也没有想到 陆家四周竟然全是监控 她有些愕然地指着墨小蝶 你这个女人 大家不要相信她的 这些视频是假的 证据确凿 周围没有一个人在同情孙燕 这个女人可真厉害 刚刚差点被她骗了 看来网上说的都是真的 因为她们一直在虐待孩子 陆总才会强行将孩子带走 刚刚她还说离开了孩子 他们夫妻就活不成了 你看看监控视频上 那男的下手多狠 不是自己的孩子 还真不知道心疼啊 肯定是他们带走了孩子之后 用孩子要挟陆总 陆总才会报警抓他们的 真是死有余辜 是啊 坏事做尽 早晚会遭报应的 哎 陆总的女儿还真可怜 遇到了这样的人渣 孙燕听到人群的议论之后 气得脸色发青 就算是我们夫妻带走了孩子 可是国有国法 你陆氏也不能买通警察 逼死我家男人吧 他故意大声嚷嚷 企图引起周围媒体 和人群的注意 一个不知名的媒体记者 突然冲到陆陈旭面前 陆总 对于孙女士的这一说法 你可有什么解释吗 墨小蝶抢先一步 站在了陆陈旭前面 这件事 陆总不方便解释 我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这是宇成最具权威的医院 开出的尸检报告 还有当日张强的审讯过程 上面有民警签字 你们大家可以去打听 看看对方到底有没有 故意用刑逼死张强 李明成将早已复印过的报告单 一一分给各个媒体的记者 还有一些看热闹的人 陆陈旭静静地看着一脸自信 气场十足的墨小蝶 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的一些感情 渐渐清晰起来 这些都是假的 你们别被陆氏的人给欺骗了 孙燕和他的亲切 想要去阻止 却被人一把推开 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 明明是你们夫妻坐监犯科 想要以女儿要挟陆总 你老公自己心里承受能力不好 犯了罪 到了警局突发疾病死了 你们却要来敲诈陆氏 太不要脸了吧 是啊是啊 你看 当时在场的民警 立刻就打了120 救护车来了之后 抢救了好久 却没有抢救过来 看来是他坏事做尽 老天爷要收他 你这个女人 还好意思来敲诈陆氏 真是想钱想疯了吧 所有的证据都呈现在众人面前 不管孙燕如何解释 都没有人再相信他了 墨小蝶看到时机差不多了 走到孙燕面前 你是要继续闹下去 还是进去谈条件 你什么意思 孙燕瞪着他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建好就收 陆氏说不定会可怜你 给你一些丧葬费 如果你一意孤行 非要闹下去 那么我们只好警察局里见了 孙燕转了转眼珠 很快做出决定 你们打算补偿我多少 你让他们先将张强的棺材抬走 不要影响了陆氏的正常工作 我们等一下到办公室相谈 局势现在对孙燕很不利 他没有别的选择 只好回头嘱咐亲戚 将张强的棺材抬走 门口看热闹的人也逐渐散去 陆氏公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趁机向各媒体的记者 讲述事情的经过 表明陆氏与张强的死毫无关系 陆氏本身也是这次事故的受害者 媒体 网络的风向一时间都倒向了陆氏 陆氏的股价竟然开始攀升 陆氏集团办公室内 孙燕狮子大开口 二百万 一分钱也不能少 否则我天天到你们陆氏门口闹事 陆陈旭冷着脸 盯着他 人性的贪婪和丑恶在这个女人身上 显示的淋漓尽致 五十万 这还是看在杜杜曾经叫你一声妈妈的份上 多一分陆氏都不会给你 五十万 陆总 你打发叫花子吗 孙燕接受不了 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墨小蝶冷笑了一声 扔给他一个信封 自己看看吧 你是要坐牢 还是乖乖接受这五十万 孙燕一脸狐一打开信封 里面是一些照片 还有按过手印的联合签名 全是他在小区偷东西的证据 这些证据如果交给警方 按照法律 你大概会被判个两三年吧 你自己想想吧 孙燕满充满恨意的 看了一眼墨小蝶 算你狠 老娘今日算是栽在你手里了 五十万就五十万吧 好 你先将这个签字画压 陆氏立刻把钱给你打过去 墨小蝶将事先准备好的保证书拿出来 孙燕看了一眼 上面大概的意思 是他今日拿了这五十万 此后 他们夫妻所有的事情 与陆氏再无任何牵连 杜杜也和他们再无关系 你这个女人想的 还是周到为了顺利拿到五十万 孙燕咬牙切齿地签了字 按了手印 陆氏按照承诺 很快将钱打到了他的银行卡上 这一场危急到此 终于得到了解决 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陆陈旭看着墨小蝶 眼神里多了一层温柔的情意 你怎么突然来了 不是说 让你在家照顾杜杜吗 他起身 走到墨小蝶面前 语气轻柔 白昊一看这情况 很有眼力劲地 拉着李明成走出了会议室 在出门的时候 很贴心地帮他们 将会议室的门关上 李明成不满地抗议 你干嘛拉我出来 小蝶还在里面呢 白昊瞪了他一眼 你这个人 还真是没有眼力劲 你没看到陆总嫌我们爱事吗 爱事 我爱他什么事了 今日要不是我利用我们公司的关系 调动大批人马去找证据 拍视频 你们陆氏现在的股价 恐怕已经跌到股底了 网络上那些支持陆氏的帖子和视频 是你的人拍的 那当然了 只要小蝶一声令下 我们制成保全的人 分分钟扭转乾坤 李明成一脸得意 白昊愣了片刻 突然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 蓝总监果然是个人才 陆陈旭这小子的眼光还真不错 你突然傻笑什么 怪甚人呢 李明成有些不解 没什么 和你这种缺少感情线的人 无法沟通 你记住了 自己一个人回去 千万别去找蓝总监 也别离他太近了 否则某人如果吃醋了 有你好受的 白昊很诚恳地给李明成 提出了一些良心忠告 李明成似懂非懂 摇了摇头 开车离开了陆氏 第62章 爱上莫小蝶 陆氏办公室内 莫小蝶被陆陈旭看得 有些心里发慌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陆陈旭抬手轻抚了 一下他额前的碎法 我老婆真好看 轰的一声 莫小蝶被陆陈旭的话给炸得 差点没站稳 他后退了一步 善笑 陆总 这个玩笑有点冷 陆陈旭上前一步 握住他的手 老婆 我们上午已经领证了 你忘了吗 莫小蝶甩开他的手 陆总 我们只是假结婚 是为了杜朵 那为何陆氏出了事 你第一时间赶过来 难道不是在担心我吗 陆陈旭轻身上前 盯住了莫小蝶的眼睛 他满眼的温柔 让莫小蝶有些发猛 可是这样的姿势 实在是太过于亲密 他不自觉地想往后撤 奈何身后是桌子 他只能上半身向后亲 陆总 你别误会 你是杜朵的爸爸 我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杜朵 陆陈旭嘴角勾起 一抹细血的笑意 浮在他耳边低语 老婆 你刚刚对付孙燕 这种泼皮无赖时 太有魅力了 他温热的气息 吐在莫小蝶的脖子上 让他有些不舒服 他用力推开他 指着他的鼻子 陆陈旭 你吃错药了 我身体很好 今天根本没有吃药 陆陈旭一本正经地回答 面对这样的陆陈旭 莫小蝶觉得很不适应 心跳不断在加快 脑子也有些发猛 他决定赶紧离开 这是非之地 没什么事 我先回去了 杜朵还在家呢 陆陈旭一伸手 将他拉进了自己怀里 老婆 你是不是忘了 我们待会儿 还要去选戒指呢 莫小蝶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 一直忙着应付孙燕 引起的这次危急 他中午只是在车上 吃了几口面包 喝了一些牛奶 现在肚子竟然有些饿了 正在说话的陆陈旭 不知怎的 突然用手捂住了胃部 脸上有些苦痛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中午没有吃饭 胃又疼了 莫小蝶赶紧扶着他坐下 陆陈旭点了点头 从法院出来 就急着赶过来了 不饿 所以忘了吃午饭 莫小蝶无语地瞪了他一眼 给他倒了杯温水 你可真行 这么不爱惜自己 陆陈旭接过水杯喝了一口 怎么样 还是很疼吗 他低着头不说话 看样子应该还是很疼 他拉过来拉开他的衣服 准备给他按摩 缓解疼痛 老婆 你要干什么 我现在胃疼得厉害 陆陈旭一脸苍白 还不忘调侃 莫小蝶瞪了他一眼 想什么呢 我要给你按摩中腕穴 缓解你胃部的疼痛 说着 他将手放在了陆陈旭中腕穴 距离肚脐上方一掌处 莫小蝶曾跟着李富学过中医 对中医按摩也有一定的了解 经过他细心的按摩 陆陈旭的疼痛缓解了很多 力度适中 因为天热 莫小蝶头上渐渐地渗出了一些汗水 但他却没有停手 依然在认真地为他按摩 这一刻 陆陈旭终于证实了自己的内心 他爱上了眼前的这个女人 爱上了这个容貌并不出众 却不时给他惊喜的女人 想到他们已经领了结婚证 他心里涌起了满满的幸福 这个女人 他陆陈旭这辈子都不会放手了 一直认真帮着他 按摩中腕穴的莫小蝶 并不知道陆陈旭此时的想法 一段按摩结束之后 他抬头 好点了没有 陆陈旭没有说话 而是盯着他看了半天 然后突然起身 直接将他抱住 低头稳了下去 因为长时间下蹲 又这样被猛地拽起来 莫小蝶觉得眼前有些发黑 头有些晕 整个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这样被对方突然稳住 他整个人立刻就傻掉了 大脑一片空白 吓得一动都不敢动 莫小蝶在愣了大概有一分钟之后 大脑才逐渐恢复正常 他用力地推他 剧烈地反抗 陆陈旭这才结束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吻 但是却随即抱住了他老婆 别推我 我呃 胃疼 语气中竟然有一丝撒娇的气息 面对这样的陆陈旭 莫小蝶充满了无力的挫败感 那你站好了 我们先去吃饭 好 你想吃什么 陆陈旭很听话地站好 莫小蝶看了他一眼 不是我想吃什么 是你能吃什么 把衣服扣自己好了 两个人一起走出会议室 在楼下找了一间粥铺 你现在的情况 最好每天喝一些小米红枣粥养胃 吃饭一定要清淡 按时 不能这样鸡一顿 饱一顿的 点了餐之后 莫小蝶有些不爽地开始数落他 陆陈旭今天很听话 一句话也没有反驳 全程乖乖地听着 你要是给我做饭 我每一餐都会按时吃的 我凭什么给你做饭啊 莫小蝶瞪了他一眼 陆陈旭趁机握住他的手 你是我老婆 为什么不给我做饭 你想饿死你老公吗 他这样老公 老婆的说话语气 让莫小蝶很不适应 他伸出手阻止他再说下去 听 陆总 我觉得有些事 我们有必要说明白 什么事 莫小蝶清了清嗓子 一脸严肃 第一 我希望你记住 我们之间是假结婚 一切都是为了肚肚 请你不要入戏太深 第二 除了肚肚 不能让第三人知道 我们结婚领证的事情 第三 陆总 请你恢复一贯的高冷 不要这样温柔 也不要对我做出过分轻易的动作 我接受不了 陆陈旭嘴角微微上扬 轻声压低了声音 可是当当在会议室 我看你明明可以接受 还回应了我呢 想起刚刚在会议室的那个闻 莫小蝶的脸颊有些发烫 一时竟然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这样的陆陈旭 让人不知所措 难以抗拒 幸好 服务员端着粥过来 暂时缓解了他的尴尬 服务员走后 陆陈旭盯着他 你脸红了 莫小蝶不爽地瞪了他一眼 谁脸红了 是天太热了好不好 陆陈旭看了一眼 周铺正在运作的空调 这里空调温度只有24度 这样你也会热得脸红 第63章 陆陈旭 我们谈谈 莫小蝶终于忍无可忍 陆陈旭 你究竟想干什么 陆陈旭一脸无辜耸了耸肩 不干什么 法律上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要想让杜杜相信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练习一下 什么是恩爱 说完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对了 你刚刚说的第二条 我不能答应 只让杜杜一个人 知道我们结婚了 这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 那默默呢 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了 该怎么办 还有 医生说 我们要营造出温馨的家庭氛围 才有利于杜杜的恢复 我们这样不告诉任何人 那个没有结婚 有什么两样 那你想怎样 莫小蝶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问 陆陈旭吃了一口粥 嘴角微微勾了勾 我的意思是 我们应该举行一场婚礼 邀请亲朋好友来热闹一下 让杜杜借此感受到 爸爸妈妈是真心相爱的 让他通过庄严的仪式 真切感受到家的存在 莫小蝶一听 拍桌子就站了起来 陆陈旭 你疯了吗 周铺的服务员 和一些客人 好奇地望向了他们 他感觉到自己的失态 坐下来小声质问 你不是说 我们是假结婚吗 为什么要举行婚礼 陆陈旭好像没有看到他的愤怒 慢条斯理地 将面前的一碗蔬菜粥吃完 然后优雅地 拿出纸巾擦了擦嘴 莫小蝶带着性子盯着他 咬牙露出一丝笑意 陆总 您吃好了吗 陆陈旭点了点头 您吃好了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吗 莫小蝶强忍住心里的怒气 好 你要怎么谈 陆陈旭靠在椅背上 一副放松悠闲的模样 陆总刚刚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们要举行婚礼 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他被陆陈旭耍了 这货肯定是想要以此 和他谈什么条件 陆陈旭一脸疑惑 蓝总监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要利用假结婚 抚慰他的心理创伤 怎么 你现在要反悔吗 我没有要反悔 可是你当初并没有说要举行婚礼 可是我也没说不用举行婚礼啊 蓝总监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杜杜 你想想 按照你的意思 只让杜杜一个人 知道我们结婚的事 我爸妈都不知道 那我们要怎么营造出 温馨和谐有爱的家庭氛围 该不会每天偷偷地在杜杜面前 指着结婚证说 你看爸爸妈妈结婚了 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莫小蝶被他说的 一时间竟然找不到理由反驳 看他满脸迟疑和矛盾 陆陈旭眼睛里 划过一丝脚下的光芒 小蝶现在对他好像 还没有多少感情 不能将他逼得太急了 否则弄不好 会把他吓跑的 想到此处 他装出一副深思的模样 蓝总监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们各退一步 不举行婚礼 但是必须要让我家里人知道 这样在家里 大家共同努力 为杜杜营造出温馨的环境 帮助他尽快恢复 如何 说完 看到莫小蝶还是皱眉不语 他接着保证 你放心 我会告诉我爸妈 我们之间只是假结婚 只是为了给杜杜治病而已 到时候 如果你遇到了合适的爱人 我会立刻和你离婚的 绝对不会阻碍了蓝总监的幸福 看他的态度还算诚恳 莫小蝶想了一下 这样吧 我们签一份合同 这样我比较放心 合同 没必要吧 我怎么说 也是陆氏的总裁 难道在你眼里 就这么不讲信用 陆陈旭一副受伤的表情 莫小蝶深吸了一口气 陆总 您是商人 还是签份合同保险一闲 您说呢 难道你就不怕 万一哪一天 我不小心爱上了你 不肯和你离婚了怎么办 陆陈旭的眼睛一亮 轻身上前 盯着莫小蝶的眼睛 蓝总监爱上我了 莫小蝶无语的扭头 起身 陆总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你一个人慢慢吃吧 合同回头我你好了 麻烦你签一下子 这个陆陈旭 今日一定是吃错药了 和以前太不一样了 以前的陆孝草 和人说话从来没有超过三句 可是今天 你看他一句接一句 说个没完没了 简直啰嗦 还有 以前的陆孝草 脸上常年冰冷 一副生人物净 可今日他脸上的表情 为什么这么丰富 一会儿深情 一会儿委屈 一会儿受伤 一会儿又惊喜的 更让他觉得可怕的是 陆孝草竟然嘴角情笑 一口一个老婆的叫他 这样撩人的陆孝草 实在是让人无力招架 他还是躲远点为好 可是 陆成旭根本不给他机会 从身后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老婆 我们等下 不是还要去买戒指吗 墨小蝶无力地翻了个白眼 又来 他调整了一下情绪 礼貌地回头 微笑 陆总 麻烦请你遵守约定 叫我蓝总监 还有 反正是假结婚 戒指你看着买就行了 我无所谓 说完 他果断 用力地甩开陆成旭的手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周铺 陆成旭今天早上 一定是被雷劈了 否则怎么会如此反常 陆成旭透过周铺的落地窗 看他气呼呼地走了出去 出去的时候 似乎心里还有气 用力地将脚边的一个塑料瓶踢了出去 不巧的是 鞋子也跟着飞了出去 墨小蝶看着飞出去的鞋子 有些尴尬 小心地看了一下四周 确定没有人 飞快地单脚跳过去穿上的鞋子 做完这一连串的动作之后 他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 撸了一下头发 假装没事地向前走去 周铺里的陆成旭 将一切都看在眼里 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他的老婆还真是可爱 离开了周铺 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 墨小蝶给陆家管家打了一个电话 询问了一下杜杜的情况 管家说保姆一直在幼儿园守着呢 杜杜一切都好 何默默还在幼儿园 等一下保姆会将他们接回来 听到杜杜没事 他直接打车去了志诚总部 明日就是梅姨在汽车站接近孩子的时间了 不知道李明成那边布置得怎么样了 必须要万无一失 抓获了梅姨 他的那几个宝宝才有希望找到 第六十四章 做陆承煦讨厌的女人 志诚保全公司 李明成看到他有些惊讶 小蝶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我 李明成赶紧给他倒了杯茶 你是我们最大的股东 我怎么敢不欢迎啊 只是有些奇怪 你不是和陆总在一起吗 怎么想起来公司了 墨小蝶喝了一口茶 想起反常的陆承煦 摇了摇头 别提他 提起他我就一肚子气 怎么了 他欺负你了 不应该啊 你刚刚帮陆氏 摆平了那样大的一个麻烦 他应该感谢你才对 李明成一脸疑惑 是 他很感谢我 感谢的非要和我举行婚礼 扑 对面的李明成口中的茶 一下子喷了出来 差点喷在墨小蝶的身上 嗨嗨 你 你说什么 陆总要和你举行婚礼 你们不是假结婚吗 墨小蝶满脸郁闷 可不是吗 今天他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非说只有举行婚礼 通过什么仪式感 肚肚才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我头疼死了 你们早上去民政局领证了吗 李明成弱弱地问 墨小蝶瞪了他一眼 你说呢 当然领证了 李明成 怎么办 我感觉自己被陆陈旭套路了 为什么这么说 不知道 就是有这种感觉 杜杜今天已经去幼儿园了 恢复得很不错 我觉得不用我和他假结婚 杜杜的病 说不定也会很快好起来 墨小蝶靠在沙发上 苦恼地用双手捂住了脸 他怎么那么笨 就能答应了陆陈旭这种 假结婚的荒唐要求呢 李明成坐在他面前 用他缺乏感情线的大脑 想了半天 终于一拍面前的茶几 有了 小蝶 我有一个好主意 你要不要听一听 墨小蝶立刻坐直 什么办法 说来听听 是这样的 你不是 想尽快和陆陈旭脱离关系吗 那么 你就要让他先讨厌你 他要是讨厌你了 自然就会主动要求 和你划清界限了 墨小蝶无语地白了他一眼 这谁不知道 还用你说 你先别急吗 听我说 你想一想 从大学到现在 陆陈旭最讨厌哪一种女人 讨厌哪一种女人 墨小蝶歪头想了一会儿 陆孝草从大学到现在 好像一直都不喜欢女人 尤其是对他别有用心 花痴表白 极力讨好的女人 他恨不得将这种女人扔到南极 永远不要出现他面前 李明成有些得意 想起来吧 陆陈旭最讨厌那些 围着他犯花痴 对他别有用心的女人 网上不是一直在转载 他们公司的前台 想利用假摔引起他的注意 结果被他直接叫保安 扔进垃圾桶的事情吗 墨小蝶眼睛一亮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假扮花痴 天天围着他转 然后让他感受到 我的别有用心 这样他就会厌恶我 然后和我划清界限 成功离婚 李明成打了一个响指 就是这样 墨小蝶赞赏地 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李明成 你行啊 不错 变聪明了 李明成被他夸得有些不好意思 挠了挠头 你是当局者迷 我是旁观者看得比较清楚而已 墨小蝶从未谈过恋爱 在感情上和李明成一样大挑 他仔细想了想 陆孝草大学时代 拒绝那些花痴女孩的手段 觉得李明成的主意切实可行 他决定试一试 这件事情解决之后 他提醒李明成 和大哥联系了吗 他们那边布置得怎么样了 明日务必要一举抓获媒遗 这次如果让他跑了 恐怕以后就更难找了 李明成拍了拍胸膛 这个你尽管放心 我早就和大哥安排好了 他们专案组今晚开始 已经派人盯着汽车站了 绝对万无一失 好 那明日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墨小蝶抬头看了看窗外的天 时间大概已经是下午六点左右了 李明成 子仲和然然 那边有人去幼儿园接他们吗 放心吧 大嫂专门来语成照顾子仲和然然了 大嫂来了 什么时候 我怎么不知道 李明阳夫妇对墨小蝶他们母子 有救命之恩 当年 子仲和然然在监护室急需要钱 他们夫妻俩二话不说 拿出了所有积蓄 这些年 也一直将子仲和然然 当成亲生孩子一样照顾 莫小蝶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青青出国了 大嫂一个人在家闲着没事 听说你要去陆家照顾都督 害怕子仲和然然没人照顾 主动要过来 你放心去陆家吧 青青是李明阳的女儿 今年考取了国外的一所大学 三月份出国了 你告诉大嫂 我抽时间回去看她 大嫂让我告诉你 让你好好照顾都督和默默 没事别总回去 免得引起陆成旭的怀疑了 我知道了 你先送我回陆家吧 我送你回去 你现在好歹也是陆家的少奶奶了 陆总没有给你陪司机吗 李明成有些不满 他从早上就被揪起来 一直忙活陆氏的事情 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 本来还想去放松一下的 莫小蝶眼睛一瞪 你疲痒了是不是 我和陆陈旭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吗 如果你实在不想送我 把你的车钥匙给我 要不是你前几天 把我的车送去保养了 谁喜欢你送我 李明成赶紧求饶 姑奶奶 我送 我送还不行吗 你少说两句话成吗 陆家别墅区内 陆陈旭刚从车上下来 正准备进去一回头就看到了李明成的车 他不自觉的眯起了眼睛 李明成在车内碰了碰莫小蝶 陆总在门口等你呢 我就不去了 你好自为之吧 加油 莫小蝶给了他一拳 明日要是赶出一点差错 看我不拔了你的皮 姑奶奶 你快下车吧 别让陆总误以为我要接近他老婆 他要是盯上了谁 谁就该倒霉了 你不想看着这城倒闭吧 啰嗦 莫小蝶推开车门走了出去 刚一下车 李明成又坐死的低声叫住他 小蝶 记住 做一个花痴 让陆总以为你别有用心 这样你才能早日摆脱他 莫小蝶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快滚吧 第65章 手滑了 李明成走后 莫小蝶硬着头皮走到陆家门口 嗨 陆总 这要巧啊 陆承旭看了一眼李明成已经开出去很远的车 你去找李明成了 对啊 有点事情 所以去了他们公司一趟 莫小蝶低头 有些苦恼 做一个陆承旭讨厌的花痴 这到底应该怎么做 他一点经验都没有啊 你好像有些心虚 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莫小蝶惊讶地抬头 陆承旭的嘴角含笑 亲身上前 老婆 你别忘了 你已经结婚了 这么晚了 被一个单身男人送回来 你老公 我可是会吃醋的 莫小蝶本能地后退了一步 那个 陆总 他本来想说下午的约定 不准陆承旭再叫自己老婆 可是 话到嘴边 他又想起了李明成的话 要做一个让陆承旭讨厌的女人 于是 他流转眼神 上前亲切地挽住了陆承旭的胳膊 用自己极为讨厌的声音撒娇 老公 别生气了 我的车送去保养了 所以才让他送我了这一次 我保证以后除了老公 再也不坐任何男人的车了 说完 莫小蝶心里忍不住想吐 这样的花痴角色 对他而言还真是个挑战 听到他突然这样 嗲声嗲气的撒娇 还亲切地叫自己老公 陆承旭先是一愣 很快嘴角勾起了一抹 看穿一切的笑意 他顺势捏了捏莫小蝶鼻子 这样听话才最可爱 莫小蝶在心里翻了白眼 可爱 他快被自己恶心死了好不好 那 老公 我们进去吧 孩子们还在家呢 他的话音刚落 就听到了杜杜的哭声 他们两个都是一愣 然后快速走了进去 刚一进院子 就听到莫默生气地叫嚷 叶兰西 你就是故意的 故意打翻茶杯 烫伤妹妹的 然后是陆承宇的声音 默默 你怎么和长辈说话的 明明是杜杜自己乱跑 撞到了你兰西阿姨 陆承旭冷着了 推门走了进去 默默 过来 杜杜看到莫小蝶哭着跑了过去 莫小蝶心疼地拉住他的小手 杜杜 躺到哪里了 给妈妈看看 杜杜抬起 已经起了一层水泡的右手 妈 妈 疼 这时 陆母从屋内拿着烫伤膏走了出来 杜杜 哎 奶奶给你涂一些药 涂上 这药就不疼了 陆承旭冰冷的眼眸 扫过叶兰西 怎么回事 杜杜是怎么烫伤的 保姆赶紧跑了过来 一脸自责 都是我不好 是我不小心 默默说 杜杜想要喝白开水 我就给他倒了一杯 放在桌子上 想着等凉一些 再让他喝 叶小姐好心 说是要帮杜杜吹一吹 这样会凉得快一些 然后 不小心 杜杜就烫伤了 陆承旭盯住叶兰西 你帮杜杜量白开水 为什么他会烫到 叶兰西低着头 眼面哭泣 大哥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 杜杜为什么会突然跑过来 默默指着他 你骗人 明明是你 看到我和妹妹在玩捉迷藏 偏偏要站在他身后 故意用开水烫他的 陆承旭立声呵斥默默 默默 小孩子怎么能这样撒谎 默默瞪着他 我撒谎 小说 你刚刚又没有在现场 怎么就肯定是我在撒谎呢 客厅有监控 我们可以查一查 叶兰西含着泪抬头 好 查监控 如果我不是故意的 默默 你要给我道歉 好 爸爸 你将刚刚的监控调出来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陆承旭打开手机 准备调取监控 却发现监控摄像头 从早上开始就已经坏了 他看了一眼 叶兰西 眉头皱了皱 默小蝶安抚好肚肚之后 走了过来 怎么了 不是要查监控吗 陆承旭看了他一眼 监控摄像头早上就坏了 坏了 默小蝶看了叶兰西一眼 心中已经明白 怪不得刚刚他理直气壮地 要求查监控吗 原来他早就知道 客厅的摄像头坏了 所以 才敢故意用开水烫伤肚肚 叶兰西此时虽然脸上一脸委屈 但是他微微上扬的嘴角 却向默小蝶发出一丝挑衅 本来 他最近不想招惹默小蝶 和这两个熊孩子的 可是 他们两个从幼儿园回来之后 就一直在客厅吵闹 尤其是那个默默 一会儿唱歌 一会儿大闹 一会儿又要跳舞 怎么说都没有 吵得他实在是心烦 所以 他就趁着客厅监控 坏了之际 给他们一点颜色 让他们长点记性 看他们以后 还敢不敢再吵闹了 监控坏了 就算是默小蝶猜到了 又能如何 谁也没有证据 默默就是一个小孩 他的话谁又能相信呢 他心里正得意呢 默小蝶突然从桌上端起 他面前的一杯牛奶 冲着他的脸 就泼了过去 牛奶是他刚刚吩咐 保姆帮他热的 虽然不是太烫 但是也有个五六十度左右 他愤怒地站起来 默小蝶 你干什么呢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本来想着 你怀孕了 给你递杯牛奶 可是谁知道手滑了 不好意思啊 说完 默小蝶回头吩咐默默 默默 还不快拿些纸巾 给兰西阿姨擦一下 保姆早就跑去卫生间 拿了毛巾出来 陆陈宇帮他 擦拭了一下脸上的牛奶 蓝总监 你太过分了 别忘了 这里可是陆家 二少 我怎么过分了 我是好心 要给他递牛奶的 只是不小心手滑了一下而已 不信你问问你大哥 看看是不是这样 陆陈宇看向陆陈旭 哥 你刚刚都看到了 明明是他故意将牛奶 泼到蓝西脸上的 陆陈旭抬头看了一眼监控 蓝总监是一片好心 只是不小手滑了一下而已 我看到了 他不是故意的 陆陈宇惊讶地长大了嘴巴 哥 你 你 然后他转向陆母 妈 你刚才也看到了吧 我哥他竟然在撒谎 陆母起身往门外看了看 你爸爸怎么还没有回来 这都到饭点了 妈 我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 陆陈宇一把拉住陆母的胳膊 听见了 我又不聋 我刚刚什么也没有看到 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回事 客厅的监控坏了 这个谁也说不清楚 我得马上找人来修监控了 第66章 我们已经领证了 这时 陆父正好开门走了进来 陆母赶紧回头吩咐保姆 李嫂 人都到齐了 开饭吧 陆陈宇气得跑到陆老夫人面前 奶奶 你看看我妈他们怎么都变成这样了 你刚刚也一直在这 可都看到了 明明是蓝总监 她的话还未说完 就被陆老夫人打断 人老了 我刚刚不小心睡着了 什么也没有看到 叶兰西看到陆家 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她 竟然都向着墨小蝶 心里的妒忌和仇恨 一下子就冲上了脑门 在陆父进门的那一刻 她委屈地挖的一声大哭起来 然后 走到陆陈宇面前 声泪俱下 二少 你对我的好兰西 都记得 兰西对二少的心 从五年前开始 从来没有变过 可是现在 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二少 我不想你 他委屈 心痛地捂着嘴 跑回了房间收拾行李 陆父一头雾水 怎么回事 陆陈宇愤怒地 指着陆陈旭叫嚷 爸 蓝总监将保姆 刚刚热好的牛奶 当着大家的面 泼在了兰西的脸上 可是妈和哥却一直护着她 说她只是手滑而已 爸 兰西她肚子里怀的 可是双胞胎 说不定还是两个男孩 她在陆家受了这样的委屈 肯定会和我分手的 孩子说不定也会去医院打掉的 陆父扫尸了一圈众人 最后看向陆母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陆母有些为难 这个我真的不太清楚 我刚刚一直在研究客厅的监控摄像头 怎么会突然坏掉了 没有注意你问陈旭吧 她应该知道 陆父看向陆陈旭 你说 陈陈旭看了一眼 肚肚烫伤的小手 蓝总监刚刚在门口就和我说 她想缓和与叶兰西之间的关系 所以 看到保姆热了牛奶出来 就赶紧给她端了过去 谁知不小心手滑了 牛奶撒到了叶兰西身上 蓝总监已经道歉了 可是陈旭他们却不肯接受 陆陈旭跑到他面前 仿佛不认识他一般 哥 你是我哥吗 你现在竟然也学会了撒谎 为了这个外人 竟然治陆家的骨肉于不顾 陆陈旭看着弟弟一语双关 陈旭 有时候眼睛看到的 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 我们要用心去看 客厅的监控坏了 妈和奶奶都没有看到 蓝总监故意将牛奶泼向叶兰西 现在我们很难说清楚 谁对谁错 不是吗 这时 叶兰西已经收拾好行李 他倒要看看 陆家是要留下他 还是要留下莫小蝶这个外人 他走到陆陈旭面前 泪流满面 二少 对不起 辜负了你的情谊 可是我真的不想你 为了我和你的家人闹不愉快 你放心 孩子我一个人会处理的 说完 他又走到陆父 陆母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伯父 伯母 这些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对不起 你们不要怪二少了 都是我不好 然后 拉着行李准备出门 陆陈宇拦住了他 你没有错 别走 该走的人是他蓝小 他失望地看着全家人 我没有想到 你们竟然会为了蓝小一个外人 这样欺负兰西 爸 妈 兰西肚子里怀的可是你们孙子 你们就忍心 让他这样走吗 陆母心里有些犹豫 他将头扭到一边 不想管这件事 虽然他的孙子 他是有些舍不得 可是 叶兰西这样的女人 教出来的孩子能好到哪里去 自从他住进了陆家 这个家就没有一天太平过 陆父用手指啄陆陈宇 你们两个过来 有话好好说 陆陈宇拉着叶兰西走过来 今天 你们必须给蓝小一个交代 这个家 他和蓝小 只能留下一个 陆陈旭眉头轻皱了一下 既然如此 你和叶兰西 一起搬出去住吧 蓝总监是不会离开陆家的 哥 你 你变了 陆陈宇有些无法接受 陆陈旭扫视了一下众人 拉住墨小蝶的手 今天上午 我们已经领证结婚了 现在他是真正的陆家人 如果只能留下一个 叶兰西只好搬出去了 陆母一脸惊喜地跑过来 陈旭你说的是真的 你们领证了 结婚证呢 快 拿来给妈看看 陆陈旭从公文包内 拿出结婚证递给陆母 陆母翻开看了一眼 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跑到陆老夫人面前 妈 妈 你快看看 陈旭结婚了 我还以为他这个鱼木疙瘩 永远不会开窍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领证了 太好了 陆老夫人赶紧带上老花镜 仔细地看了看结婚证 也笑了起来 我大孙子结婚了 太好了 来 小蝶 过来 奶奶看看 墨小蝶就这样被陆陈旭 推到了陆家人面前 她很不爽地 拧了一下陆陈旭的手心 然后笑着 走到陆老夫人面前 奶奶 不好意思 我们决定去领证 有些太仓促了 还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 您别生气啊 陆老夫人看着墨小蝶 越看越喜欢 握着她的手 好好 奶奶不生气 陈旭这孩子 就是个闷狐 不会讨女孩子欢心 你以后可要多担待她 如果她忍你生气了 你告诉奶奶 奶奶帮你收拾她 对 对 也告诉妈 妈也替你收拾她 陆母说着 突然看到墨小蝶的手上 没有戴戒指 有些疑惑 陈旭求婚 没有给你买戒指吗 墨小蝶摇了摇头 没有 她是被陆陈旭这只狐狸 套路了好不好 现在她肠子都毁清了 只想赶紧和她划清界线 脱离关系 陆母从自己手上 摘下一个大钻戒 直接塞到墨小蝶手中 这是 我们结婚二十周年 你爸爸送我的礼物 你先带着 回头让陈旭再给你买一个好的 墨小蝶看了一眼 手中价值不菲的钻戒 赶紧退给了陆母 伯母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陆母眼睛一瞪 怎么还叫我伯母 你和陈旭都领证了 该改口叫我妈了 妈送给你的 你要是不收 妈会生气的 这个 伯母 不 妈 这个是爸送给你的 我真的不能收 他回头求助陆陈旭 陈旭却一脸笑意地 冲他点了点头 示意他收下 第67章 收下钻戒 他决定不听他的 这个陆陈旭太不靠谱了 他要是收了这个戒指 到时候想要离开陆家 会更麻烦的 妈 陈旭回头就会给我买新的戒指 这个戒指 是你和爸之间爱情的见证 我真的不能要 他是铁了心的 要拒绝陆母送的戒指 你这孩子 不就是个戒指而已 你爸爸送我的东西多着呢 陆母硬要将戒指 往他手里塞 他准备再一次拒绝时 却被陆陈旭握住了手 妈送给你的 收下吧 不然妈会生气的 说着 陆陈旭接过陆母手中的戒指 不容拒绝地 帮他戴在了手上 墨小蝶没办法拒绝 只好抢笑 谢谢伯母 不 谢谢妈 陆母看他收下了 行情大好 笑着吩咐保姆 李嫂 上菜了 将我珍藏的红酒拿出来 今日太高兴了 我们要喝两杯 陆老夫人拉着他的手来 孙媳妇 和妈妈领证结婚是什么意思 他很高兴地跑过去 一手拉着墨小蝶 一手拉着陆陈旭 妈妈 爸爸 结婚 陆母摸了摸他的小脸 是啊 爸爸妈妈结婚了 嘟嘟高兴了吧 高兴了就快点好起来 到时候 就能和姐姐一起去上学了 可是墨小蝶却注意到 墨墨好像有些不太高兴 一脸沉默地 坐餐桌前低着头 也不说话 他刚想问问墨墨怎么了 一直被大家忽略的叶兰西 突然惊叫了一声 二少 我的头好晕 然后整个人很虚弱地 倒在了陆二少身上 是不是有些低血糖了 我扶你回屋躺一会儿 叶兰西没有拒绝 顺势让陆二少扶着他 走进了房间 他还真是小瞧了墨小蝶 陆陈旭那样的高冷 不敬女色 他竟然也能搞定 还这么快就嫁进了陆家 只是 陆陈旭大概还不知道 他生过孩子吧 还是一次生了九个 如果知道了 肯定会厌弃他的 可是 如果就这样 抖搂出墨小蝶生过孩子的事 他的身世 他一定要从长记忆 既然陆家人都这么宝贝 渡渡和墨墨 墨小蝶就是通过讨好 他们两个 才赢得了陆家人的欢心 那么 他从明天开始 也要学着讨好这一对双胞胎 等到他生下了孩子 陆家人一定会接受他的 到时候再对付墨小蝶 也不迟 叶兰西躺在床上 不停地算计 陆陈宇以为他 有些不舒服 怎么样了 好点了没有 要不要我去叫医生 叶兰西拉着他的手 一脸温柔 没事 我躺一会就好了 对不起 因为我让你和家人闹了矛盾 说什么呢 是蓝小那个女人太厉害了 竟然叫我妈他们骗得团团转 还有我哥 竟然会鬼迷心窍地和他结婚 真是太让我无语了 你如果真的不想看到蓝小 不如我们搬出去住吧 我在市中心有一套公寓 离公司很近 到时候我请个保姆照顾你 你就不用再受气了 不知怎叠 虽然陆陈宇一直对他还很关心 但是这几天 他却不再提结婚的事情 叶兰西心里着急 但是表面上却不敢催他 怕引起了他的怀疑 现在 陆陈宇又提议让他搬出陆家 如果离开了陆家 陆陈宇还不肯和他结婚 那他叶兰西不是白忙活了一场 所以 无论如他都不能离开陆家 他必须要得到陆家人的认可 利用陆老夫人 陆母给陆陈宇施加压力 让他早点娶她 正想着 陆陈宇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有人给他发了微信 他避开叶兰西看了一眼 关掉手机 你饿不饿 想吃什么 我让李嫂给你做些送过来 叶兰西皱了皱眉 你又要出去 陆陈宇点了点头 闭开他的眼睛 公司有点急事 需要回去处理一下 虽然明知道 他是在欺骗自己 可是叶兰西还是忍着不揭穿他 反而善解人意地表现出关心 那你早点回来 别喝太多的酒 对身体不好 陆陈宇弯腰在他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我知道 我会交代李嫂的 要是饿了你就叫他 叶兰西一脸微笑 好 你路上开车小心点 等到陆陈宇关门走了出去 他立刻露出一脸的愤怒 一把将床上的枕头给扔了出去 陆陈宇 你等着 等我生下了孩子 成了名副其实的陆太太 我会将你身边的狐狸精 一个个都收拾干净 客厅里正在吃饭的陆母 看到陆陈宇走出来问 你们吃不吃饭 陆陈宇没好气地回答 我公司有事 出去一趟 李嫂 你待会儿给兰西做些吃的送进去 她不是要走吗 怎么不走了吗 陆母故意看着夜兰西的房间 大声问 陆父敲了敲桌子 你就少说两句吧 他毕竟怀的是陆家的骨肉 陆母不再说什么 陆陈宇头也没回地走了 吃过饭 墨小蝶想要帮着李嫂收拾一下餐桌 却被陆母一把拉到了一边 你们今天才领政 怎么能让你干这些 让保姆来干就行了 今天为了陆氏 你们两个累了一天了 早点洗个澡休息吧 孙燕今日在陆氏门口闹市的新闻 一直位居热搜第一名 陆母看了所有现场视频 简直对墨小蝶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了 这个儿媳妇能干 善良 有才华 厨艺一流 关键还是真心对待度度和默默 既能在工作上帮助儿子 又能照顾好儿子 和两个孩子的饮食起居 这样好的儿媳妇 把这灯笼都难找 一定要让儿子看紧了 千万别被人抢跑了 想到这里 他推了推 一直傻站着的儿子 你去让保洁阿姨 将你房间的床单备照都换一换 将小蝶的东西 都搬到你的房间 今日可是你们的洞房花烛 陆陈旭看了一眼 抱着度度准备上楼的墨小蝶 觉得老妈的想法很好 就是操作起来有些困难 小蝶对她好像还没有什么感情 如果她太心急 恐怕会将她吓跑 陆母看儿子皱着眉 不知想什么 拧了她一下 想什么呢 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这个儿媳妇 你一定要给我看好了 千万别被人拐跑了 陆陈旭捂住发疼的胳膊 好了 妈 我知道了 第六十八章 默默的疑惑 墨小蝶抱着度度上楼之后 度度因为今天第一次去幼儿园 整个人显得有些兴奋 妈 妈 老师 讲故事 好听 她断断续续地表达着自己 对幼儿园的喜爱 那度度明天还去幼儿园吗 听到女儿一下子 说出了这么多的话 墨小蝶有些惊喜 嗯 度度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 那我们先去洗澡 然后早点睡觉 明天和默默一起去幼儿园好不好 好 墨小蝶回头看了一眼 情绪一直低落的默默 默默 我不想洗 阿姨 你带着度度妹妹先去洗吧 好 那你等着 阿姨帮度度洗完澡之后 陪你们玩 看着默默低垂的小脸 她有些担心 默默自从在楼下听到 她和陆陈旭领证的消息之后 就开始有些不太正常 吃饭的时候 也是一直沉默 不说一句话 和往常简直判若两人 是不是他们结婚的消息太突然了 默默一时接受不了 毕竟在过去的好几年里 她一直以为卢欣欣才是她的妈妈 小孩子 虽然也喜欢自己 也曾想着 让你自己和她爸爸结婚 可是 当事情真的发生时 恐怕她心里一时还会有些不适应 因为心里担心着默默 她一不小心 碰到了度度被烫伤的小手 妈妈 疼 阿姨坏 度度举着小手 表达着心中的不满 这一次 她说话的语速竟然很连贯 墨小蝶赶紧拉过她的小手 放在嘴边吹了吹 对不起啊 妈妈帮你呼呼 就不疼了 度度从浴缸里伸出胳膊 抱住了她的脖子 这是度度第一次在她面前主动表达自己的感情 墨小蝶的眼睛有些湿润 她顾不得度度身上的水 抱紧了她 妈妈也爱度度 洗完澡之后 她抱着度度出来 竟然没有看到默默 她赶紧将度度放在床上 度度 你先看会电视 妈妈去看看默默姐姐 等一下就回来 度度点了点头 默默的房间就在度度的隔壁 门没有锁 扮演着 她推门进去时看到默默 正抱着一个大大的玩具熊在哭泣 她快步走过去 默默 只是哭得更凶了 她心疼地走过去 将默默抱在怀里 怎么了 告诉阿姨 是不是有人欺负我们默默了 默默含着泪抬头 阿姨 你真的和我爸爸结婚了吗 默小蝶拿出纸巾帮她擦了擦眼泪 默默不喜欢阿姨和你爸爸结婚是不是 默默摇了摇头 然后又点了点头 小脸上满是挣扎 我不知道 阿姨 度度说你是她的亲生妈咪 可是爸爸和奶奶说我们是双胞胎 那你是不是也是我的亲生妈咪 看着女儿渴望的眼神 默小蝶鼻子有些发酸 她紧紧抱住默默 眼泪流了出来 是的 默默 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们的亲生妈咪 默默不是度度 她不敢告诉她实话 只能这样委婉地说出实情 默默扬起小脸 这么说 你并不是我和度度的亲生妈咪了 默小蝶不知该如何回答 想了一会儿 她小心地问 是不是因为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妈咪 却和你爸爸结婚了 所以默默才不高兴 默默不喜欢小蝶阿姨了吗 默默摇了摇头 不是 默默喜欢小蝶阿姨 可是 可是什么 默小蝶看默默突然低下头不说话了 有些疑惑 小蝶阿姨 我告诉你 你千万别告诉爸爸 爸爸不喜欢我妈咪 默默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门口 压低了声音 我妈咪昨天给我打电话了 妈咪在电话里哭得很伤心 说她很想我 很想见我 可是爸爸不让 还因为这个要将她赶出公司 如星星 这个女人又开始在背地里搞鬼了 默小蝶皱了皱眉 上次杜杜被绑架就是她指使的张强 还有老教师家的装修 也是她偷偷将施工包给了她表哥的装修公司 出事之后 还联合她表哥诬陷李明成 法院虽然依法对她表哥进行了刑事处罚 但是如星星却因为证据不足 侥幸逃过了 还有张强在警局死得很蹊跷 她一直怀疑是如星星搞的鬼 可是却没有证据 因为张强死了 杜杜被绑架的所有罪责 都被警方按在了张强的头上 如星星虽然是幕后主使 却没有一点证据能够证明 她依然逍遥地出入星月家庄 可是 陆陈旭这个人眼里 却容不下一笔沙子 虽然警方没有证据 但是她却直接以陆氏总裁的身份下令 以独职的罪责 将卢欣欣赶出了星月家庄 原以为 她会就此安生一段时日 没想到她竟然将主意打到了默默的头上 看她一直皱眉身思 不说话 默默推了推她 阿姨 你怎么不说话 哦 默默你说什么 被这么一推 默小蝶才回过神来 阿姨 我妈咪哭得很伤心 她让我帮她 去向爸爸求情 让她继续留在公司 她说 她也是被人骗了 才会出现了工作上的失误 默默低头 玩弄着衣袖 那默默打算怎么办呢 默默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我妈咪还说 让我替她看着爸爸 说只有她和爸爸结婚了 默默才会幸福快乐 这个世界上 只有她是真心带默默的 其余的人都是假的 都是为了接近爸爸 看上了爸爸的钱 才假装对我们好的 说完 她盯住默小蝶 阿姨 你也是因为 看上我爸爸的钱 才假装对 我和肚肚好的吗 我们不是你的孩子 你不可能真心对待我们的 望着默默充满疑惑的眼睛 默小蝶心里 恨不得杀了卢猩猩 她好好的女儿 正是天真烂漫的年龄 竟然成了 她勾心斗角的工具 她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拉住女儿的小手默默 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 阿姨到底是真心地 对待你和肚肚 还是故意利用 你们接近你爸爸 我相信 你自己能够感觉出来 在阿姨心里 你和肚肚 永远都是阿姨的亲生女儿 这辈子都不会改变 第69章 洞房花竹 她其实很想告诉默默 自己就是她和肚肚的亲生妈咪 可是 几次话到嘴边 都被她硬生生地 诱咽了下去 这件事牵扯太多了 其余的宝宝还未找到 还有陆陈旭 如果她知道 其他宝宝的存在 一定会和她抢孩子的 到时候 受伤害的 还是她的这些无辜宝宝 所以 现在她必须忍住 和默默相认的冲动 什么也不能说 默默 很多事情 你要用心去感受 不能只听别人说 阿姨向你保证 阿姨和你爸爸结婚 绝对不是因为她的钱 而是因为阿姨喜欢默默和肚肚 是因为你们两个我 才会和你爸爸结婚的 莫小蝶更进一步地 向女儿解释 真的 阿姨真的是因为 喜欢我和妹妹 才会和我爸爸结婚的 当然了 如果没有你们 我才不会嫁给你爸爸呢 她那么高冷无趣 阿姨其实很不喜欢她 莫小蝶抱着默默 说出了心里的真实想法 陆成旭站在门口 本来透过半开的门 看到里面 他们母女温馨的画面时 心里涌起了满满的幸福 莫小蝶的最后一句话 却如一桶冷水 直接将她从头到脚 浇了个透心凉 她没有说话 有些失落地退了回去 屋内的母女俩 根本没有注意到门口的异常 继续地进行着 两个人之间的谈话 那阿姨会不会和我爸爸 生小宝宝 莫小蝶果断地摇了摇头 绝对不会 阿姨有默默和肚肚 这一生就够了 说完 她亲了亲默默的额头 七年前 就那么一个晚上 她就怀了九个宝宝 还为此差点丧命 还生 除非是她脑子坏掉了 得到了她的保证 默默一直滴落的小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我们拉钩 她伸出小手 好 我们拉钩 阿姨说话绝对算数 默默这次主动抱住了她 阿姨 我妈咪说她星期五下午 会提前去幼儿园 接我出去玩 你说 我去不去 莫小蝶心里一惊 卢欣欣想要接默默出去玩 她该不会 又要利用默默搞鬼吧 那默默想去吗 默默看了她一眼点点头 其实 我妈咪说她 给我买了好多漂亮衣服和玩具 还有好吃的 我 我也有些想她了 莫小蝶摸了默默默的头 既然这样 到时候 阿姨陪你一起 去见你妈咪好不好 我们带上嘟嘟 一起去超市买东西 然后再去里面的游乐园玩一会怎么样 真的 阿姨 你要带我和杜杜去超市 还要去游乐园 太好了 小蝶阿姨我爱你 默默突然兴奋地扑上来 亲了她一下 你没去过超市吗 怎么这么兴奋 莫小蝶被女儿亲了一下 心里很高兴 没有 我爸爸说 超市是一个很乱 很吵的地方 从来没有带过我去 默默委屈地撅起了嘴 好 那我们就说定了 星期五下午 放学去见你妈咪 然后去超市 心结打开了 默默很愉快地躺在床上 一会儿就睡着了 莫小蝶替她调好空调的温度 然后又给她盖好毯子 悄悄退了出来 来到杜杜房间时 杜杜已经睡着了 陆陈旭正在给杜杜调整睡姿 盖毯子 她的动作很轻 很温柔 生怕吵醒了杜杜 朦胧的灯光 映照在她棱角分明的脸上 她的神情不再高冷 而是充满了温柔的父爱 莫小蝶歪着头 心里不得不承认 此时的陆啸草很有魅力 很迷人 陆陈旭轻手轻脚地准备退出来 一扭头 正好看到了莫小蝶有些花痴的眼神 她的眉毛不自觉地挑了挑 既然小蝶觉得她太高冷 不喜欢她 那么从今以后 在她面前 自己就变得温柔亲切一些 她就不信了 凭她陆陈旭的魅力 征服不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老婆 你这样看着我 很容易让人误会的 她尽量让自己的面部表情 看起来温柔亲切一些 误会什么 莫小蝶有些不解 陆陈旭将她从肚肚房门口 拉到了走廊里 低声说道 误会你爱上了我 看着她帅气的脸庞 莫小蝶想起了李明成的话 做一个让陆陈旭讨厌的女人 于是 她上前一步 甜甜地笑了笑 如果我真的爱上了你 想要做路士的总裁夫人呢 陆陈旭握住她的手 声音低沉 我求之不得 莫小蝶愣了一下 有些奇怪 她都表现出了这么明显的野心了 陆陈旭不是应该恼怒地推开她 或者指着她的脸怒斥一番吗 她不是一直很讨厌女人 对她别有用心吗 为什么她现在的表情这么奇怪 好像一点不生气 她有些不确定的 想要后退一步 想要终止自己的行为 陆陈旭却直接搂住了她的腰 怎么 你不是想做路士的总裁夫人吗 为什么要逃 莫小蝶觉得头有些发猛 为什么一切和她想的不一样 她实在是有些想不通 躲到了一旁 等一下 陆总 不好意思 我喝醉了 头有些发猛 说完 她奋力推了她 狼狈地逃向客房 这个该死的李明成 出的都是什么馊主意 陆陈旭现在转了心 根本不吃她这一套 等等 不对啊 陆孝草明明很讨厌女人 算计她的 为什么刚刚会对自己这样 该不会是 她看穿了自己的演技了吧 莫小蝶满心疑惑 想要打开客房的门 打电话 和李明成讨论一下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 可是 悲催的她发现 客房的门根本打不开她无奈地回头 五米外的陆陈旭 正在二楼主卧的门口 一脸笑意地看着她 那笑容看起来有些甚人 她指了指房门 做了一个打不开的手势 陆陈旭没有说话 招手示意她过去 莫小蝶抬头看了一眼 二楼走廊里的时钟 已经是晚上十点半 陆家的人大概都睡了 她一咬牙 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客房的门 为什么打不开了 陆陈旭长臂一身 直接将她拉进了自己的房间 随手锁上了房门 莫小蝶有些惊慌地后退了一步 你 你锁门干什么 陆陈旭轻笑 老婆 你忘了 今日是我们的洞房花竹叶 莫小蝶全身戒备 陆总 你别乱来啊 我们可是假结婚 你要是敢动我 我会讹上你的 陆陈旭脱下外套 挂在衣柜里 回头凝视她 老婆 你准备怎么讹我 第七十章 帮我拿下衣服 看到陆陈旭脱下了背心 莫小蝶急忙伸手捂住了眼睛 陆总 你 你要干什么 陆陈旭走到她身边 忍不住业余 老婆 想什么呢 天这么热 忙碌了一天 一身臭汗 我去洗一洗 说着 她笑着走进了浴室 莫小蝶想趁她洗澡的功夫 偷偷溜出去 既然客房的门锁了 那她去杜杜那里挤一晚上也行 可是 她的手刚握住门把手 浴室就传来了陆陈旭的声音 老婆 你要是敢去找杜杜和陌陌 我出去之后 会直接将你抓回来 你要是不怕惊动全家人 尽管去吧 莫小蝶正准备开门的手猛然停住 以陆啸草的性格 说不定真的会这么做 可是 她今晚总不能和她睡一张床吧 尽管一米八的大床 足够睡 想到这里 她的目光扫过陆陈旭的大床 整个人顿时有些不好了 大红色的四件套 和整个房间的装修极为不大 显得很土 很丑 她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没想到陆啸草表面上高冷 内心却是个门骚 大红床单 被照 怎么不在床头挂两个大红灯笼呢 她内心正在疯狂吐槽时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温热的气息 老婆 看什么呢 这么入神 莫小蝶往前走了一步 和她拉开了距离 陆总 没想到你的内心环 还挺热情的 她指着床上的大红四件套 想了半天 终于才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 陆陈旭走到她面前 握住她的手 放在自己的心口 今天是我们的洞房花竹 妈让宝洁阿姨换的 说是红色喜庆 莫小蝶清晰地感受到了她的心跳 她觉得自己的心跳有些快了 陆校草 这样的高冷男神 究竟是什么时候学会了撩妹 她不敢保证 下一秒 自己会不会像七年前那样 脑子一抽 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 毕竟 刚刚晚餐的时候 她喝了好几杯红酒那个 陆总 你先休息 我先去洗个澡 想了半天 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别角的理由 陆陈旭放开她 一脸宠密的笑意 去吧 莫小蝶无比狼狈地一把推开她 冲进了浴室 天啊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莫小蝶打开水管 捧了些凉水 用力地拍了拍自己的脸 她看向镜子中的自己 脸红得厉害 莫小蝶冷静 一定要冷静 陆陈旭是故意的 故意要这样撩你 目的就是想看你出丑 她在心里一遍遍地给自己打气 打开水花洒 她将水温调成凉水 夏日 微凉的水从头上冲下了之后 她整个清醒了许多 不对啊 陆啸草不是不喜欢女人吗 以她高冷的性格 怎么可能会这样温柔地撩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她看出了自己的想法 故意再和自己演戏 其实内心也和自己一样 十分鄙视自己的这种虚伪行为 莫小蝶在浴室分析了半天 最终得出结论 陆陈旭一定也和她一样 是在演戏 想趁机让她出丑 看她的笑话 她擦了擦头发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 做死的决定 既然陆啸草也是在演戏 那么最终的结果 应该是谁胆大 谁就能笑到最后 打定主意 调整心态 准备出去时 她悲催地发现自己 没有拿任何贴身的衣服 她有些犹豫地裹上宽大的浴巾 但是 又觉得这样做很不安全 犹豫了半天 终于隔着浴室的门 试探着喊了一声 陆总 你睡了吗 正靠在床上看书 等她的陆陈旭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没有呢 怎么了 那个 那个 能不能麻烦你去客房 给我拿件睡衣 浴室里 莫小蝶捂着脸低声说道 客房的门已经锁了 要是我妈拿着呢 里面不是有浴巾吗 你披着出来就行了 浴室里 莫小蝶低咒了一声 你以为我是你啊 光着膀子 就能出浴室 陆陈旭很不要脸地笑出了声 莫小蝶深吸了一口气 又低声哀求 陆总 那你能不能将你的睡衣 借一件给我 陆陈旭此时已经从床上下来 他打开衣柜 从里面拿出莫小蝶的睡衣 他的老妈 在听到他们领证的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 就让保姆将莫小蝶的衣服 都打包到了他的房间 我以为你会穿自己的睡衣 老婆 没想到你 还有这种癖好 他站在浴室门口 一脸细血的笑意 浴室里的莫小蝶愣了一下 你什么意思 妈已经让保姆阿姨 将你的衣服 都打包到了我的房间 浴室内的莫小蝶 沉默了半天 没有说话 因为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陆陈旭好像没有向陆家人解释 他们是假结婚的事 看他半天不说话 陆陈旭有些担忧地敲了敲门 怎么了 睡衣还要不要了 浴室的门开了一条缝 露出一截白皙的胳膊 拿来 莫小蝶的语气有些冰冷 陆陈旭赶紧将睡衣放在他的手上 自己则走到床头 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吹风机 很快 莫小蝶穿着睡衣从浴室走了出来 头发湿漉漉的 他感觉有些不舒服 拿着毛巾擦拭了一下 过来 陆陈旭冲他招了招手 陆总 有什么事吗 他一脸笑意地问 陆陈旭没有说话 而是接过他手中的毛巾 让他转过去 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帮他擦起了头发 擦了一遍之后 拿出吹风机 小心地开始帮他吹头发 莫小蝶心里有些惊讶 想要起身拒绝 陆总 我自己来吧 却被陆陈旭用力地按住 能为老婆吹头发 是我的荣幸 今天 孙艳的事多亏了你 忙碌了一天 老婆 你累不累啊 还行吧 坐在椅子上 莫小蝶打了个哈欠 陆陈旭帮他吹干头发的时候 发现莫小蝶 已经靠在椅背上睡着了 从早上到现在 他没有休息一刻钟 应该是累坏了 第71章 老婆 早上好 他坐在床上 仔细地看着他 刚洗完澡的他 身上有淡淡的沐浴露的香味 没化妆 也没有用任何的护肤产品 纯素颜的鼻子上 隐约可见一两个调皮的小雀斑 他的睫毛很长 睡着的样子 像是个小婴儿 十分惹人怜爱 他又想到了 今天他对付孙艳的情形 有些奇怪 他如此瘦小的身体里 竟然会迸发出 那么强大的气场 看他睡着的姿势 有些难受 他伸出手轻轻地准备 将他抱到床上 可是 就在手刚碰到他的腰时 他突然睁开了眼睛 一把抓住他的手 满脸的戒备 你要干什么 陆陈旭解释 你睡着了 我正准备将你抱到床上呢 莫小蝶从椅子上站起来 扭动了一下脖子 不用了 你睡床上吧 我拿床被子睡地上就行 说完 他走过去 准备打开柜子找被子 老婆 你确定 我们新婚第一晚 你就要睡地上 陆陈旭的声音里有些受伤 等等 正准备拿被子的莫小蝶 停住了手 陆孝草这个人 一直在演戏 故意要看他的笑话 他如果这样做了 岂不是顺了他的心意 想到这里 他关上柜门 转身 大方地躺到了床上 轻身过去 在陆陈旭脸上 蜻蜓点水地清了一下 然后迅速躺下 拉过毯子盖上 老公 晚安 一侧身关掉了床头灯 准备睡觉 心里暗自窃喜 演戏谁不会 陆陈旭看着他 行云流水般的这一波操作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伸手也关了 自己这边的床头灯黑暗中 他伸手握住了 莫小蝶的手 莫小蝶下的一动 也不敢动 虽然他很想继续 将这场戏演下去 可是 孤男寡女 夏天 衣着单薄 还是在同一张床上 他怕自己 万一做出了什么不理智的事情 到时候 他可真的没脸见人了 因此 他只能心虚地闭上眼 假装自己睡着了 看他一动不动 再也没有任何小动作 陆陈旭轻叹了一声 抱着他 闭上了眼睛 他不能太心急了 小蝶现在 对他还心存戒备 还不爱他 他必须要有耐心 要一步步来 要让他感受到自己的心意和诚意 这样他 才会渐渐接受自己 最后爱上自己 两人就这样个怀心思 逐渐睡着了 一觉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早晨 天已经大亮 墨小蝶睁开眼 发现自己躺在陆陈旭怀里时 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 七年前 他也是这样醒来 然后满脸震惊 谁能想到 七年后 他竟然又躺在了陆啸草的怀里 他轻轻地侧身 凝视着陆陈旭的脸 内心忍不住赞叹 七年过去了 这家伙除了更成熟 更稳重之外 脸上没有一丝皱纹 颜值还是那么耀眼 老天爷还真是不公平 一个男人 让他长得这么好看干什么 陆陈旭的唇形很漂亮 像是化妆师精心雕琢出来的 完美艺术品 他就这样凝视着它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陆陈旭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然后 一眼就看到了一脸花痴的墨小蝶 老婆 早上好 他握住墨小蝶的手 放在自己的唇边亲吻了一下 早上好 老公 墨小蝶的脸颊上染上一抹飞红 昨晚睡得好吗 陆陈旭从床上坐了起来 一脸宠溺地看着他 有老公在我身边 当然睡得很好了 墨小蝶想起李明成的话 故意说道 陆陈旭挑眉 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是吗 有老婆在我身边 我也睡得很好 墨小蝶的脸上 故意露出一抹算计的表情 那这么说 我们这假结婚 很快就可以变成真结婚了 陆陈旭回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眉梢微微上扬 当然 如果老婆你同意 我随时都可以 墨小蝶脸上的表情呆住了 这 这是什么情况 不是说陆陈旭最讨厌别有用心 算计他的女人吗 可是 刚刚自己那样说 他竟然一点都不生气 而且 竟然是这么回答自己的 难道他看出 自己在演戏了 故意想要看自己的笑话 墨小蝶此时 心里有些不想认输了 于是 他深吸了一口气 冲着陆陈旭玩耳一笑 现在怎么样 陆陈旭准备下床的动作顿住了 不可思议地回头看着他 你确定 看到他一脸震惊的表情 墨小蝶的心情大好起来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早晨的阳光很好 人的心情也跟着变得好起来 如果在这样美好的早晨 我成了真正的陆氏总裁夫人 那对我来说 将是一件极为美好的事情 毕竟嫁给你陆陈旭 做你陆陈旭真正的老婆 是语成万千女性梦寐以求的事情 说话时 他故意向陆陈旭身边靠了靠 陆陈旭乌黑如墨一般的眼睛 直直地盯着他 仿佛想要一眼看穿他的内心一般 小蝶 你爱我吗 半天 他才问道 墨小蝶正了一下 陆总 这个和爱有关系吗 当然 想成为我陆陈旭真正的老婆 必须是一个全身心爱我的人 陆陈旭的表情很认真 墨小蝶忍不住笑出了声 陆总 没想到像你这样有地位的人 竟然也相信爱情 你不信吗 我当然相信了 这不 我现在正在向你表白吗 说话时 墨小蝶又向陆陈旭身边靠了靠 陆总 我爱你 同时我也更爱你身后的陆氏集团 能成为陆氏的总裁夫人 进入宇成的上流社会 是我墨小蝶一生的梦想 他就不信了 他如此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野心 陆陈旭还能平静地和平相处 将这个假结婚的可笑计划执行下去 陆陈旭盯住他看了半天 脸上的表情丰富地变化着 先是震惊 然后是恼怒 最后嘴角竟然勾起了一抹笑意 既然如此 老婆 那就如你所愿 他对着墨小蝶露出一个迷死人的笑容 然后 手伸了过去 整个人也向墨小蝶靠了过去 房间内的气氛有些不一样了 就在陆陈旭准备采取下一步行动时 门外杀风景地响起了默默的声音 爸爸 小蝶阿姨起床了 然后 就是一阵剧烈的敲门声 墨小蝶的大脑顿时回过神来 他一把推开陆陈旭 整理了一下头发 默默 等一下 阿姨马上开门 他脸上的表情 有些傲恼和狼狈 陆陈旭此时的心情 如同窗外的阳光一般 灿烂 开心 从刚刚的情形来看 小蝶对他还是有感觉的 只是他自己没有发现而已 墨小蝶走到门口 又回头狠狠地瞪了陆陈旭一眼 然后 他才调整了一下情绪 打开了门 肚肚直接冲过来 抱住了他 妈妈 默默有些奇怪地 伸出头往房间里看了看 小蝶阿姨 你和爸爸在干什么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开门 墨小蝶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没 没干什么 我刚刚在上厕所 你爸爸在睡觉 可能没有听见 哦 原来是这样 阿姨 嘟嘟妹妹说 吃过早饭之后 还要和我一起去幼儿园 可以吗 小孩子很单纯 轻易地就相信了墨小蝶的话 当然可以了 早餐你们想吃什么 阿姨帮你们做听到女儿 主动要求去幼儿园 墨小蝶心里很高兴 不用了 叶兰西那个女人 已经帮大家做好了早餐 默默撇了撇嘴 叶兰西在做早餐 她有些疑惑地 回头看了陆承煦一眼 这个女人又要干什么 陆承煦走到门口 默默 你先带着妹妹下楼找奶奶去 爸爸和小蝶阿姨换件衣服 很快就下去 好 那你们快点哦 第七十二章 二少的新宠 默默和嘟嘟下楼之后 她有些疑惑地皱起了眉 叶兰西在搞什么鬼 陆承煦从衣柜里拿出衬衫 裤子 当着她的面准备换衣服 郑皱眉深思的默小蝶一抬头 正好看到她在拿衣服 她赶紧转身 陆总 你干什么呢 陆承煦穿好衣服 请笑 换衣服啊 对了 老婆 你今天要穿哪件衣服 我帮你拿 默小蝶小心地回头看了她一眼 见她已经穿好了衣服 转身走到柜子前 不用 我自己拿 说着 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件藕粉色连衣裙 陆承煦忍不住又伸手抱住了她 老婆 你的衣服太少了 等到星期天 我陪你去逛商场怎么样 高冷男神这样的温柔攻势 让默小蝶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 差点崩溃 她定了定心神 转身 推开她 陆总 谢谢你的好意 我有时间自己会去买的 就不劳您大驾了 陆承煦看着她 半天 突然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信用卡递给她 需要什么 尽管去买 密码是你的生日 默小蝶有些恶然 陆总 那个 我们可是假结婚 陆承煦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 可是 我们的结婚证是真的 法律上 我们可是合法夫妻 你是我老婆 花你老公的钱 天经地义 他这样一说 倒是提醒了默小蝶 对了 你曾经答应过 我要告诉伯父 伯母我们只是假结婚 一切都是为了肚肚给治病 你打算什么时候和他们说实话 陆承煦对着镜子 整理了一下领带 你昨天也看到了 我奶奶还有我妈 看到我们结婚证是有多高兴 我奶奶心脏不好 要是突然告诉她 我们是假结婚 她一失望 万一心脏病发做了怎么办 莫小蝶气呼呼地 一把将她拉过来 你的意思是不说了 就让他们误以为 我们是真的结婚了 陆总 做人不能这么卑鄙无耻哦 陆承煦低头搂住她的腰 在她耳边 那老婆你是什么意思 我听你的 你让我什么时候说 我就什么时候说 只是 我就怕我妈心里藏不住话 万一在杜杜面前 说漏了嘴可怎么办 你也看到了 杜杜昨天晚上有多高兴 杜杜就是莫小蝶的死穴 听了陆承煦的话 她沉默了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 陆母的性格 她大概也了解了一些 确实心直口快 可是 如果不说 她就要天天和陆承煦睡一张床了 万一 她又想起了刚刚发生的事情 如果不是默默及时敲门 她很可能稀里糊涂的 就要和陆啸草 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了 这该怎么办 陆啸草这样的男神 聊起人来 简直就让人无力招架 看她刚刚的反应 根本不像是在演戏 难不成她真的喜欢上了自己 莫小蝶被自己的想吓了一跳 猛地一抬头 正好撞到了陆承煦的下巴上 老婆 你干什么 谋杀亲父啊 陆承煦捂住下巴 后退了一步 莫小蝶顾不得头疼 直接上前一步质问 陆总 你不肯告诉你家里人 该不会是 喜欢上了我吧 剩下的几个字 她还未说出口 楼下突然传来了一阵 东西破碎的声音 杜杜 陆承煦和她同时一愣 陆小蝶穿着睡衣 就准备冲下楼去 陆承煦一把拉住她 你去换衣服 我先下去看看 莫小蝶关上房门 三两下就换好了衣服 刚走出房门 就听到了夜兰熙的哭声 她心里一惊 赶紧快步冲下楼去 看到陆承煦抱着肚肚 和默默一起安然无恙地 坐在餐桌旁时 她松了一口气 目光转向门口 陆承煦此时脸颊发红 正被一个烫着大波浪卷发 浓妆艳抹的女人扶着 女人的脸蛋和身材 和夜兰熙有的一拼 夏天 她穿了一件红色紧身包臀连衣裙 白皙的脖子上 隐约可见一些吻痕 再看陆承煦 白色衬衫上 有明显的口红痕迹 衣服扣子也记错了两个 任谁看到这样的情形 都会浮现连篇 再想想陆二少平日的作风 昨晚恐怕她和眼前这个女人 过得非常丰富多彩 夜兰熙正正地站在厨房门口 看着他们 地上散落着碎盘子 陆承煦觉得有些丢人 走到陆承煦面前 你这马上都要当爹的人了 不在家陪着兰熙 又去哪鬼混了 陆承煦有些艰难地 抬头看了一眼陆父 爸 你就别念叨了 我的头好疼 扶着他的女子 趁机赶紧解释 陆伯父 陆总昨天晚上陪客户吃饭 喝多了 然后不小心又着了凉 早上突发高烧 我刚刚陪他从医院回来 医生让他回来吃了药 好好休息呢 厨房门口的夜兰熙 此时已经调整好情绪 他走过去 从女子的手中 将陆二少拉了过来 红薇 谢谢你帮我照顾二少 你还没有吃饭吧 我刚刚做了早餐 过来一起吃啊 他嘴角含笑 表现出一副女主人的架势 说话很得体 站在餐桌前的墨小蝶 恍然大悟 原来他就是红薇啊 怪不得看着这么眼熟 红薇是最近通过选秀节目 突然窜红的一名歌手 声音很好听 宛如天籁 听说最近刚刚签约了新月传媒 红薇显然没有想到 夜兰熙今日会如此大方地 邀请他一起吃早餐 他本来是想着 借此机会送陆二少回家 让夜兰熙误会 然后挑起他和陆二少之间的矛盾 没想到夜兰熙竟然没有生气 还一脸笑意 以女主人的身份 邀请他吃早餐 他觉得有些尴尬 当着陆见人的面 他又不能说什么 只好笑了笑 不用了 公司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然后 礼貌地和大家打了声招呼 踩着高跟鞋 扭头走了出去 陆夫气得咬牙切齿 指着陆陈宇 你这个逆子 真是让人不省心 丢人都丢到家里来了 陆陈宇靠在夜兰熙身上 我好难受 兰熙 快扶我回房间躺一下 伯父 你们先吃 我扶二少先回房间躺一会儿 夜兰熙表现得很大方 很懂事 不哭 不闹 反而很细心给陆二少端茶 倒水 无微不至 第73章 老婆辛苦了 陆夫回到餐桌前 有些苦恼的叹了口气 我看还是让老二 早点和夜兰熙结婚吧 成了家 有了孩子 他就不会再这样胡来了 这样也行 我还以为他将夜兰熙领回来 会老实一段时间呢 没想到这还没几天 他的老毛病竟然又犯了 陆母随身附和 好啊 不如让他们两兄弟 一块举行婚礼吧 这样 更热闹 虽然他不喜欢夜兰熙 可是二子刚刚领回来的那个女人 一看就是个比夜兰熙还要难缠的主 何况夜兰熙肚子里 已经怀了陆家的骨肉 还是个双胞胎 就算是不喜欢 也只能让他们结婚了 否则 这老二还不知道要胡闹到什么时候呢 他忍不住咳嗽起来 陆承煦赶紧给他倒了杯温水 然后又轻轻拍了拍他的杯 怎么这么不小心 墨小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用眼神示意 让他阻止陆母所说的婚礼 和夜兰熙和陆二少一起举行婚礼 还不如杀了他来的痛快些 接受到他的眼神 陆承煦轻轻轻放下筷子 妈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让陈宇结婚 陆母想了想 结婚可是一件大事 要选一个好日子 这样吧 我和你奶奶 今日去庙里求个签回来再决定 好 不过我不要和陈宇一起举行婚礼 我和小蝶不喜欢热闹 我们的婚礼最好定在陈宇的前面 陆承煦的话再次下到墨小蝶 这次还好他已经吃完了饭 他有些着急地在桌子底下 用手拧了一下陆承煦的腿 可是却被他反手握住 怎么也抽不出来 妈 奶奶 你们记住了 我是老大 举行婚礼也应该是我先 定好了日子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 我吃好了 去上班了 说完 他又看向墨小蝶 当着众人的面 帮他捋了一下头发 昨晚你没睡好 新月在家休息一天 新月家装那边有白号呢 下一期装修工作 还在谈判过程中 不着急 看到儿子一脸温柔的笑意 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嗅起了恩爱 陆家长辈们都是一脸愕然 随即 陆母欣慰地流下眼泪 太好了 他的儿子终于开窍了 墨小蝶红着脸在桌子底下 用脚使劲踢了他一下 用眼睛警告他 让他赶紧和大家解释清楚 不要这么故意假装恩爱 陆承煦似乎感觉不到 他的警告和不满 擦了擦嘴 起身摸了摸杜兔的头 杜兔 摸摸爸爸去上班了 待会儿让妈咪送你们去幼儿园 杜兔抬头看了他一眼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爸爸 再见 这两天 杜兔进步惊人 说话比以前利落了很多 思维反应也比之前要快一些 整个人看起来开朗了好多 女儿的这些进步 都离不开墨小蝶的耐心关爱 想到这里 他又深情地看向墨小蝶 老婆 辛苦你了 他的话直接经得路母 将筷子都掉到了地上 这 这还是自己那个高冷 不懂风情的儿子吗 领个证 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说完 陆承煦心情大好的 拿起外套走了出去 墨小蝶本来想要追上去 警告他几句的 可是无奈杜兔拉住了他 妈妈 上学 经过昨天 杜兔似乎对上幼儿园充满了兴趣 墨小蝶无奈 只要帮女儿擦了擦嘴 收拾了一下 送他们去幼儿园 临出门时 陆母叫住了他 小蝶 你中午想吃什么 我让李嫂早点准备 他愣了一下 对于陆母的热情 一时间他还真的有点不适应 那个 伯母 不 妈 我中午还有事 就不回来吃饭了 麻烦你让保姆早点去幼儿园看看 我怕肚肚还有些不适应 陆母皱了皱眉 陈旭不是说公司暂时没事吗 公司没事 我个人的一点私事 今日 大哥他们要在宇城汽车站围捕梅夷 好 那你早点回来哦 陆母没有多问 而是亲切地嘱咐他 我会早点回来的 默默所在的幼儿园 就在这片别墅区马路对面的不远处 那边还有一片高档小区 周围的配套施舌很齐全 园林绿化得很到位 六月的早晨 天气还不算太热 他们母与三人拉着手不行 很快就来到了幼儿园 老师们都很热情 今天 虽然肚肚还是有一些紧张 可是和昨天比起来 已经好多了 他有些不舍得抱了抱墨小蝶 然后跟着老师走进了教室 墨小蝶看了看时间 才八点多 时间还早 听李明成说 梅伊他们的交货时间 是十点左右 他有些不放心肚肚 在幼儿园门口树荫下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现在李明成他们 一定已经埋伏在了汽车站 不能给他打电话 只能耐心地等待了 天气开始有点热了 他有些无聊 掏出手机 开始浏览最新的科技 财经新闻 其中有一条新闻吸引了他 国外的一家生物药业公司 出了一名神童 年仅七岁就研究改良了一种副作用较大的 治疗心脏病的药物 并结合一些中药提取物 大大提高了药物的药效 临床试验效果显著 七岁 这怎么可能 现在的媒体 还真是什么都敢报道 他往下翻了翻 新闻上配了一张小男孩的照片 穿着一身很正式的黑色西装 打了领带 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整个人看起来有些高了 不知怎的 看到这个手机里小男孩的照片 他突然想起了龙威的三爷 这个小男孩和三爷眉眼之间 竟然非常相似 他心里生起了一丝疑惑 如果三爷真的是自己的儿子 那么手机里的这个神童 该不会也是自己的儿子吧 阿姨 阿姨 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愉快的声音 他抬头寻声望去 就看到李木塔小朋友 拉着一个身形微胖的中年妇女 走了过来 李木塔今日穿了一件白色半旧的背心 黑短裤 他有些兴奋地跑到墨小蝶面前 阿姨 真的是你 你还记得我吗 墨小蝶起身 一脸笑意 阿姨当然记得你了 你是李木塔对不对 小朋友听到墨小蝶叫出了她的名字 很开心地回头看了一下 微胖的中年妇女 妈 我没有骗你吧 我就说 我在幼儿园遇到了一个很善良的阿姨 你还不信 中年妇女竟然是李木塔的妈妈 墨小蝶有些惊讶 因为从外貌上看 这个中年妇女至少要有四五十岁了 看出了她的惊讶 李木塔的妈妈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年轻时不能生育 四十多岁才有了木塔 只是她生下来就一身的病 这些年我和她爸好不容易才将她从鬼门关救回来 这孩子也受了不少罪 木塔的妈妈 看向儿子的眼神充满了慈爱 说话时 她忍不住用手摸了摸儿子的头 第七十四章 在狱里木塔 他们母子情深的模样感染了墨小蝶 她试探着我听木塔说 她还需要动手术才能去上学 木塔妈妈叹了口气 是啊 这孩子生下来心脏就一直不好 医生说血管 心绊膜都存在问题 我们也一直想办法给她治 可是 手术费实在是太高了 前些年她身体太弱 一直离不开人 只有她爸爸一个人在工地上打工 所以 一直拖到现在 李木塔看到妈妈有些难过 挺起胸膛 仰起小脸 妈妈 你别难过了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你看 我都吃胖了呢 李木塔超乎年龄的懂事 让她妈妈鼻子有些发酸 好孩子都是爸爸 妈妈没有本事 看着如此懂事的李木塔 墨小蝶不知怎么的很难过 她很像给予他们一些物质上的帮助 可是又怕伤了这对母子的自尊心 于是 她摸了摸李木塔的小脑袋 你别难过 木塔还小 应该还没有六岁吧 没关系的 过两年再动手术也不迟 李木塔有些不满地 撅起了小嘴 阿姨 我到今年十二月份就七岁了 七岁了 不好意思 阿姨说错话了 墨小蝶有些尴尬 看李木塔的个头 比肚肚还要矮一些 没想到她竟然和肚肚他们一样 快要七岁了 木塔妈妈解释 因为先天不足 所以她比同龄的孩子都要矮一些 哦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是吗 你看起来很年轻 向着大学生 一点都不像有孩子的人 木塔妈妈由衷地赞叹 墨小蝶有些不好意思了 这时 从不远处走过来一个拎着菜篮子的中年妇女 应该都是附近小区的保姆 很热情地向木塔妈妈招了招手 木塔妈妈 走了 去买菜了 木塔妈妈 赶紧拎起放在一边的手提袋 木塔 你在这里玩一会儿就赶紧回去 妈妈要去买菜了 今天先生家里要请客 李木塔很懂事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妈妈你放心吧 木塔妈妈向墨小蝶告别之后 小跑着跟着同伴一起走了 看着妈妈走远了 李木塔回头看着墨小蝶 有些欲言又止 墨小蝶拉着他坐在长椅上 有什么话想对阿姨说吗 阿姨 你们家有没有小妹妹们不要的课外书啊 我想买几本看看 说着 他从口袋里掏出来几张发咒的一块钱 你想看什么类型的课外书 看样子 这些钱应该是他减废品挣来的 小小年纪 懂事得让人心疼 我认识的字不太多 只跟着爸爸工地里的一个叔叔学会了汉语拼音 阿姨 你能不能把你家不要的绘本给我拿几本 你看看我这些钱够不够 墨小蝶握住他的小手 不用了 阿姨家里有很多绘本 妹妹们都不要了 明天我拿来送给你 不要钱 这可不行 我妈妈说不能贪占别人的小便宜 阿姨要是不要钱 那我也不要绘本了 李木塔有些激动地站了起来 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的心性和骨气 看来她的妈妈把她教育得很好 那好吧 等明天阿姨将书本拿来了 你再给我钱怎么样 她不想伤害了李木塔的自尊心 现在的社会 这样正值懂事的孩子太少见了 好 那我明天等着阿姨 看到墨小蝶同意要钱了 李木塔很高兴 拎起身边的塑料袋 向墨小蝶招了招手 然后跑开了 墨小蝶抬头看了看 已经有些炙热的太阳 又看了看拎着垃圾袋 在不远处垃圾桶里 翻找废纸板和塑料瓶的李木塔 有些担心她妈妈说 她有先天性心脏病 这样热的天气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正胡思乱想 她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李明成打来的 她有些颤抖地接通了电话 小蝶 梅宜已经过网了 现在正在专案组审讯呢 你要不要过来 好 我马上过去 她回头看了一眼幼儿园 里面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有默默在 杜杜应该没事 她小跑着来到大路上 拦了一辆出租车 四十分钟后 她来到了宇城公安局门口 李明成正在这里等她 怎么样了 梅宜交代了没有 我的孩子被她卖去了哪里 李明成没有说话 脸上的神色不是太好 她没有交代吗 不是 我们到大哥的办公室再说 墨小蝶心急如焚地 跟着李明成 来到李明阳的办公室 李明阳看到她有些惊讶 小蝶 你这么快就过来了 大哥 我的孩子 她不敢问下去 李明阳给她倒了杯茶 你先坐下 我慢慢和你说 我们刚刚审讯了梅宜 她承认七年前 确实在叶家村 遇到了罕见的酒胞胎 她说当时交易时 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气息微弱 被那个卖她们的女生 当场扔进了树林里 这两个孩子应该 就是子仲和冉冉 然后 还有一个女孩 还没有出雨城 也快不行了 他们就将她扔到了福利院门口 这个应该就是默默 其余的孩子 被他们卖了出去 因为是早产 虚弱 瘦小 所以卖不出高价钱 唯一幸存的女孩 被他们低价卖给了一对 农村来城里投亲的夫妇 我听明成说 你已经找到了她 叫肚肚对吗 李明阳问 墨小蝶点了点头 剩下的孩子呢 她知道 她的孩子因为多胎 早产 情况都非常不好 剩下的那几个孩子 有两个被卖到了 青溪山附近的沿村 一个被卖给了外省 具体乡镇 她已经想不起来了 不过她肯定是个 比较穷苦的农村 还有两个身体最健康的 据他们说 买他们的人家庭条件 应该都不错 都是开车来的 至于对方的住址 因为是在城外野地里交易的 他们并不知道 墨小蝶在心里算了一下 李明阳一共才说了八个孩子 这才八个 第九个孩子呢 第七十五章 去沿村找儿子 李明阳一脸惊讶地 看向墨小蝶 小蝶 我刚刚说的 一共就是九个孩子 你怎么了 连这个也会算错 九个吗 杜杜 然然 默默 沿村的两个 外省农村一个 最健康的那两个 卖给了开车来的女人 这不是八个吗 墨小蝶伸出手指 李明阳发现 她的手再不停地发抖 整个都非常紧张 李明成拍了拍她的肩膀 小蝶 你太紧张了 你忘了算子重了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仔细地又算了一遍 果然算上 子重正好是九个孩子 她深吸了一口气 故作轻松 我不紧张 最起码孩子还活着 也有了一些线索 无论如何 我都会一个个 将他们找回来的 李明阳看着她 有些欲言又止 大哥 怎么 你还有话说吗 李明阳沉默了半天 终于开口 小蝶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可是 你是孩子的母亲 有权知道 怎么回事 墨小蝶心里有些不好的预感 梅依说 那个最健康的孩子 迈出去一个星期后 又被退了回来 退回来时 被虐待得满身伤痕 气息微弱 而且一直发烧 后来 哭着哭着就没气了 他们趁天黑 把她扔在了金花镇 一个臭水沟旁边的草丛里 你 你说什么 墨小蝶一脸惨白地站了起来 然后双腿发软 又倒了下去 金花镇 那是她出生成长的地方 她的小学 中学 都是在金花镇读完的 没想到 她的孩子竟然 竟然被扔到了那里 李明成眼疾手快地扶住她 小蝶 你没事吧 墨小蝶正正地看着她 李明成 我的孩子死了 说着 她再也撑不下去 趴在李明成的怀里 失声痛哭起来 小蝶 还不一定吗 说不定孩子 只是被过气而已 小孩子有很多都会哭着哭着 突然被过气的 李明成乐观地安慰她 墨小蝶泪眼婆娑 那时候是腊月 孩子早产 发烧 先天不足 又被虐待 农村的野地里 黑夜 到处是野狗 就算是被过了气 她不敢再想下去 金花镇冬天农村是什么样的 她最清楚了 是她太没用了 当初没有能够早点 从叶兰兰家里逃出来 如果在生产前 她就逃离了叶家 她的孩子就不会被卖 这个宝宝就不会这样 被他们扔在臭水沟旁 李明成和李明阳两兄弟 都没有说话 他们很清楚 这些年支撑 墨小蝶走下来的所有信念 就是找寻她丢失的孩子 也很清楚 最后这个孩子 很可能已经不再认识 如今 听到一个孩子 可能惨死的消息 对于她而言 确实是一件难以承受的打击 哭了一阵之后 墨小蝶抬头看向李明阳 大哥 我能不能见一件眉衣 李明阳有些惊讶 你要见她干什么 我想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人 将我的孩子买了 扔了 她整个人都显得有些疲惫 李明阳犹豫了片刻 点了点头 好 我这就去安排 五分钟之后 墨小蝶被带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房间的角落里 站着一个穿着大红套装的胖女人 看样子 大概有五十岁左右 她就是眉衣 李明阳指了指那个女人说道 墨小蝶盯着她看了一分钟 突然像是疯了一般冲上去 对着眉衣 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你该死 你该死 她整个人都处于崩溃状态 不顾一切 只想着给自己的孩子报仇 李明阳赶紧上前 强行将她从房间拉了出来 小蝶 你冷静一下 墨小蝶瘫坐在走廊的地上 大哥 我的孩子死了 你让我怎么冷静 李明成将她拉起来 小蝶 嘟嘟 默默 子仲何然然 你都不要了吗 那几个孩子 你也不找了吗 李明成的话 提醒了沉浸在痛苦中的墨小蝶 她擦了擦眼泪 对 我不能倒下 其他的孩子还需要我吗 李明阳回到办公室 拿出一张纸递给她 这是被卖到清溪山 沿村那一带的 那两个孩子的地址 你们派人去找一找吧 说不定可以找到 每一所能提供的 就这么一个地址了 其余的还需要慢慢找 墨小蝶接过纸 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 沿村无阻王建国家 多谢大哥了 我现在就去 他擦了擦眼泪 果断地转身 我陪你一起去 李明成赶紧追了上去 李明阳看着他们的背影 无奈地叹了口气 下午一点多钟 他们开车 来到了清溪山附近的沿村 李明成拿出在半路上 买的面包和牛奶 小蝶 先吃一些吧 这都一点多了 墨小蝶摇了摇头 你吃吧 我吃不下 李明成无奈 自己吃了几口面包 然后下车去路边 打听了一下 无阻王建国家的位置 很快 他们两个来到 王建国家门口 三间平房 大门 是农村常见的 红色铁门 门口空地上 种了一些蔬菜 站在门口 墨小蝶紧张的 双手不停地发抖 七年过去了 孩子怎么样了 当初因为是酒胞胎 早产 他们的体重 健康状况都很不好 不知道 他不敢想下去 李明成看出了他的异样 拍了拍他的肩膀 给他打气 别紧张 有我呢 说着 他走上前敲了敲门 半天院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大中午的 是谁啊 花音落下之后 铁大门被打开了 一个穿着碎花棉绸睡衣 三十多岁的女人 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们 你们找谁 李明成赶紧陪笑 请问 这里是王建国家吗 是啊 你们是什么人 找他干什么 女人充满了戒备 李明成从后车厢内搬出来 事先准备好的几箱牛奶 和一些水果 王大哥在家吗 我们是从雨成过来 特意来看王大哥的 雨成他什么时候 在雨成有朋友了 女人上下打量他们 看他们衣着光鲜 不像是普通人 有些不幸 王大哥去年 不是在雨成中心医院工地上 干过活吗 当时我路过那里 差点被一个工人 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的 扳手给砸到 要不是王大哥眼急手快 将我拉到边上 我可能就没命了 这不 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了 王大哥家的住址 特意过来感谢他了 来的路上 李明成已经让手下 彻底地查过了这个王建国 对他的事迹 也大概有了一些了解 女人恍然大悟 哦 你就是我们家建国旧的那个人啊 我听他提起过 女人放松了警惕 将他们让到了屋里 然后又叫醒了 正在午睡的王建国 王建国从里屋出来 看到李明成 他愣住了 你们是 隔了一年多了 当时也只是一面支援而已 他有些不确定 眼前的人 是否就是当初 自己在工地上救过的那个人 李明成一脸惊喜地上去 就握住他的手 王大哥 我可找到你了 去年要不是你 我早就没命了 我当时走得匆忙 也没有要你的联系方式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面对李明成的热情 王建国也不好说什么 赶紧让媳妇倒茶 招待他们 莫小蝶趁机在屋内 院子里私下看了看 却只发现 绳子上挂了几件 三四岁小女孩穿的衣服 根本没有见到任何 七岁左右男孩所需的日用品 他走过去 摸了摸绳子上的连衣裙 问王建国的媳妇 这小裙子好可爱啊 是你女儿的吗 是啊 小淘气一个 这到了夏天 每天要穿好几件衣服呢 你就这么一个女儿吗 王建国媳妇点了点头 前几年 我身体不好 一直怀不上孩子 跑遍了国内的医院 好不容易才怀上了这个女儿 莫小蝶的心开始往下沉 那他的儿子呢 没说他的两个儿子 都买给了王建国夫妇 为什么现在没有看到孩子 第七十六章 无法相认 李明成看了他一眼 示意他不要再问下去 王大哥 我们这急匆匆赶来 还没有吃饭呢 不如去村头的饭店喝一杯如何 他已经查过 王建国喜欢喝酒 这 这不太好吧 王建国看了一眼自己的老婆 但是 李明成热情相邀 并拿出了一个红包 放在了桌子上 说是一定要表达对他的谢意 王建国媳妇看到红包 笑了起来 既然这个大兄弟这么热情 你就去吧 不过要记得少喝点 村头小饭店内 几杯酒下肚 王建国很快打开了话匣子 李明成一步步地套他的话 王大哥 我怎么听人说 七年前 你和嫂子 曾经抱回来过一对双胞胎 今天怎么在家里没有看到他们 王建国红着脸 冲他摆了摆手 别提了 提起那个双胞胎 我就一肚子气 我当时看他们两个又瘦又小 就不想要 可你嫂子觉得便宜 非要抱回来 两个孩子 花了我一万块钱 王建国比划了一下手指 可是 谁知道抱回来之后 三天两头生病住院 医生说是早产 肺部功能发育不全 心脏也不太好 总之全身的毛病 我是实在养不起了 就把他们给扔了 扔了 扔哪了 莫小蝶震惊地站了起来 哎 大妹子 你别激动 我王建国虽然没读过书 但也不是什么坏人 不做伤天害理的事 我们趁着晚上 把他们俩扔到了清溪山上 那个大户人家门口 躲在不远处 看着里面的人 将孩子抱了进去 才放心回来的 后来 我打听了 那家人将孩子送到了国外治疗 放心 那两个双胞胎 应该活得好好的 只是我们这样的农村人家 当时实在是养不起 我要是有钱 我真舍不得将他们送出去 你们不知道 那两个小家伙 还是很可爱的 李明成不动声色地 给王建国夹了一口菜 大哥说的那个大户人家 可是清溪山上的龙家 王建国四下看了一眼 压低了声音 你也知道龙家 我听说他们家 曾经可是道上的人 不过最近几年 改邪归正 开始做起了正经的声音 听了王建国的话 莫小蝶扭头就冲了出去 他的直觉没有错 龙威集团的二爷和三爷 真的就是他的儿子 龙板 龙谦 真的是他的儿子 他像是疯了一样 跑过去打开车门 准备开车 冲上清溪山龙家 李明成飞快地跑过来 拉住了他 小爹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龙家 我的孩子在那里 你冷静一点 那可是龙家 龙板和龙谦 可是龙威集团的二爷和三爷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小孩子 你这样冲动地找过去 你能保证 他们一定会认你吗 万一他们问你 当初为什么要抛弃他们 你怎么说 还有 他们的爸爸是谁 你又该如何回答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龙板已经知道 你孩子的父亲 就是陆陈旭 那么以他的性格 你觉得 他会原谅你们两个吗 要知道 当初他们可是差点死掉 李明成一连串的质问 让墨小爹一瞬间冷静了下来 是啊 根据传言 龙板和龙谦 可不是普通的小孩 尤其是龙板 冷静睿智 有些想法 已经远远超越了成人 因此 龙威才会放心地 将整个龙威集团 都交给他打理 那我们要怎么办 明知道他们是我的儿子 却不能相认 我做不到 墨小爹痛苦地抱着头蹲了下来 这样吧 我们先回去 然后联系依依 让依依通过龙威 先侧面打听一下 这两个小家伙 对亲生父母的想法 如果他们内心 也很渴望找到亲生父母 你再去和他们相认 也不迟 说到这里 李明成停顿了一下 如果 他们心里 对自己的亲生父母有怨恨 那我们就需要花点功夫了 你先想办法接近他们 让他们逐渐接受了你 然后再找机会 表明自己的身份 到时候 他们应该就不会那么恨你了 墨小爹抬头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我现在就想见到他们 李明成摇了摇头 小爹 我知道牵扯上孩子 你就特别紧张 心里很乱 可是这种事不是着急就能够解决的 我们现在也可以去龙家 可是万一 他们恨你 将你赶了出来 以后 你再想去见他们 恐怕就有些困难了 墨小爹靠在车上 沉默了半天 李明成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 他不能这么冲动 龙板 龙谦和其他孩子不一样 他们从小跟着龙威 经历过家族内斗 经历过龙威集团最艰难的时期 在道上见多识广 心智比同龄的孩子都要成熟 深思了半天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李明成 你说得很对 是我太冲动了 我们先回去联系依依 再从长记忆吧 他不想 儿子一开始就对他充满戒备和恨意 下午五点多钟 李明成开车送他来到陆家别墅附近 远远的 他就看到一个酷似如星星的身影 鬼鬼祟祟的在陆家门口徘徊 等到走到近处 那个女人一转身 果然是卢欣欣 莫小蝶憋了一天的悲愤 再看到卢欣欣那一瞬间 再也无法控制 当年 如果不是他 要在邮轮上 强行给自己灌多胎药 他也不会跳进长江 不会被叶兰兰一家控制 他的宝宝们 也就不会被叶兰兰卖掉 受尽苦难 下落不明 想到这里 莫小蝶怒气冲冲地推门下车 几个剑步就冲到了卢欣欣面前 卢欣欣买通了陆家的一个下人 打听过了 今日莫小蝶有事要晚一些才回来 因此 他悄悄地躲在陆家附近 准备趁着保姆接默默放学时 见一见默默 用漂亮的衣服和玩具 买通默默 让他在陆陈旭面前 替自己说些好话的 可谁知 保姆还没有接默默回来 莫小蝶倒先回来了 他有些尴尬 小蝶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莫小蝶没有说话 上前对着卢欣欣的脸 一巴掌就呼了过去 卢欣欣被打得一个 猎且差点倒在地上 半边脸立刻红了起来 莫小蝶 这个疯子 他之前吃过亏 不敢和莫小蝶应来 后退了几步 叫嚷着 转身想要逃走 第77章 我就是打你了 可是 莫小蝶此时就像是发疯了一般 上前一伸手 直接揪着他的头发 将他拽了过来 然后扭着他的胳膊一用力 就将卢欣欣的一条胳膊给卸了下来 然后又一用力 又帮他将胳膊装了回去 如此反复来回了好几次 卢欣欣疼得呲牙咧嘴 满头大汗 却毫无还手之力 李明成一看 吓得赶紧从车里跑了出来 上前一把拉住莫小蝶 小蝶 你冷静一点 这样下去 他的胳膊就废了 卢欣欣趁机挣脱了莫小蝶的束缚 跑到了五米远的地方 用另外一只手哆嗦着掏出手机 110骂 你们快过来 有个疯子要杀我 莫小蝶还想去追卢欣欣 却被李明成死死拦住 半个小时后 他们被附近的警察 带到了派出所 卢欣欣捂着受伤的胳膊 一脸委屈 警察同志 他疯了 一上来就要杀我 警察看了看莫小蝶 一脸严肃 你 为什么要打他 李明成赶紧陪笑 警察同志 误会 误会而已 警察一瞪眼 还没问你呢 站一边去 此时的莫小蝶 已经完全冷静下来 他指着卢欣欣 这个人一直在我家门口 鬼鬼祟祟的 昨天我还听说 小区里丢了一个小孩呢 我以为他是偷孩子的人贩子 所以一冲动 就动了手 对不起 警察同志 卢欣欣有些激动的 用手指着莫小蝶 你家 陆家什么时候成你家了 莫小蝶 你要点脸好不好 你只不过是陆家 暂时过来看孩子的保姆而已 警察敲了敲桌子 注意你的态度 莫小蝶趁机对警察解释 警察同志 你看他这个样子 这几天一直想要接近我家孩子 说不定真的是人贩子呢 莫小蝶 你少含血喷人了 我是默默的妈咪 我想见一见女儿怎么了 默默的监护权和户口都在陆家 默默早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吗 你这个女人太恶毒了 利用陆家的信任 调拨我们母女关系 两人你一句 我一句吵得不可开交 办案的民警大概也听明白了 无非是前妻和现任之间的矛盾 家务事 很难说清楚 民警不耐烦地拍了拍桌子 都别吵了 叫你们家里人来 签字 卢欣欣网加了打完电话 不确定地问警察 他这样要拘留多少天 拘留 谁说要拘留了 警察有些奇怪的反问 如欣欣猛了 他打了我 不用拘留吗 他不是已经解释了吗 是误会 没事 你在人家门口瞎转有什么 如欣欣不干了 我这胳膊都折了 你竟然说是误会 你们怎么办的 民警也有些不爽了 你胳膊折了吗 我看挺好的 你要是真想告他 先拿出医院的验伤证明来 说完 民警又看了一眼墨小蝶 你怎么不给家里人打电话 李明诚凑上钱 同志 我就是他的家里人 你看我签子行不行 民警又瞪了他一眼 不行 怎么哪都有你 一边站好了 李明诚无奈地看了墨小蝶一眼 耸了耸肩 我帮不了你了 你给你家陆总打电话吧 墨小蝶没有办法 只好从包里拿出手机 打给陆陈旭 掏出手机 他才发现 有两个未接电话 都是陆陈旭打来的 还有一条微信 老婆 你在干嘛呢 想你了 不知怎的 他紧动了一天的心 在看到这条信息时 突然崩溃 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 他还未来得及 拨通陆陈旭的号码 对方就打了过来 喂 老婆 你在哪里 怎么不接电话 电话那头 陆陈旭的语气有些焦急 听家里人说 小蝶一大早就出门了 到现在还未回来 他很担心 那个 我在程西派出所 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派出所 出了什么事 我马上过去 陆陈旭的声音很紧张 一点小事而已 你不用紧张 他的话还未说完 陆陈旭那边 已经挂断了电话 卢欣欣距离他有点远 所以并没有听清楚 他到底将电话打给了说 15分钟后 陆陈旭来到了 程西派出所门口 他正准备往里走时 被一个人拉住了胳膊 陈旭 真的是你 我还以为看错了呢 卢浩泽一脸惊喜 陆陈旭眉头轻皱 浩泽 你什么时候从国外回来了 卢浩泽是卢欣欣的哥哥 医药学专业博士 一直在国外从事 药物研发工作 是卢家的骄傲 一直到读大学时才分开 卢浩泽选择了出国 而他却选择了华大 大概有一个星期了 我这次准备回国定居了 我爸年龄大了 一直逼着我回来接班 没办法只能回来了 卢浩泽主动向他说起自己的家事 这样也好 卢伯父今年确实苍老了不少 是啊 我爸天天和我念叨 说是羡慕陆叔叔 有你这么一个好儿子 可以提前退休养老了 你也不错 哈哈 对了 你和欣欣准备什么时候领证结婚啊 他可是从高中开始 卢晨旭没有回答 怎么 不好意思了 卢氏准备转型从事药物研发了 以后还需要你这个妹夫多帮扶一下呢 国内的形势 我不太了解 我已经结婚了 妻子是星月家庄的蓝小设计师 卢晨旭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卢浩泽一脸猛 你 你不是喜欢欣欣吗 他还帮你找回了女儿 不介意你从前的事情 卢晨旭 做人怎么可以这样 对不起 浩泽 我还有事 改天我们再聊 说完 不等卢浩泽反应过来 陆成旭甩开他 快步来到了派出所二楼的办公室 他敲门进去之后 卢晨旭看到他一脸惊讶陈旭 你 你怎么来了 陆成旭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静止走到墨小蝶面前 一脸关心 怎么样 没受伤吧 墨小蝶摇了摇头 民警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陆成旭眯起眼睛盯住卢晨旭 你去陆家门口等默默 卢晨旭有些着急的解释 不 不是 陈旭你别误会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默默了 想见一见他 带他去买一些他喜欢的玩具和衣服而已 卢晨星 当初我们可是谈好的 我给卢氏星月家庄 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你放弃默默 永远不再见他 陆成旭冰冷的语气中 隐含着随时都可能爆发的怒气 第七十八章 我要默小蝶死 门口突然传来卢浩泽的笑声 你真不会是个商人 好算计啊 星月家庄现在情况如何 想必你比谁都清楚 出了那样的事故 别说赚钱了 拉住了卢浩泽的手 哥 就是这个女儿 她打我 卢浩泽看了一眼 妹妹有些红肿的脸颊 目光盯住默小蝶 向前走了一步 陆成旭直接挡在了默小蝶面前 怎么 事情还没有问清楚 浩泽就想动手吗 还需要弄清楚 我妹妹只不过是想去看看默默而已 陆成旭 几年不见 没想到你 居然变得如此无情无义 默小蝶从陆成旭身后走出来 迎上卢浩泽有些微怒的毛子 谁知道他是想见见 还是准备将默默偷偷带走吗 我只不过是情急之下 和他拉扯了几下而已 没想到他的胳膊就脱臼了 早知道被人这么冤枉 还不如不帮他装上 让他一直腾着 去医院好了 卢欣欣不可思议地指着默小蝶 默小蝶 你也太不要脸了 这样的慌话都能说出来 陈旭 这种人 你怎么能让他留在陆家 照顾都督和默默 陆成旭没有理他 直接看向卢浩泽 看来一切都是误会 小蝶也是太紧张孩子了 才会误伤了卢小姐 这样吧 你带他去医院看看 所有的医疗费 务工费 精神补偿费 我们录下全包了 怎么样 卢欣欣睁大了眼睛 陈旭 你 你为什么要护着他 明明是他先动手的 陆陈旭伸手将默小蝶揽入怀中 一脸宠溺 他是我老婆 我当然要护着他了 你 你 你说什么 卢欣欣后退了好几步 显然是被吓到了 我们昨天已经领了结婚证 估计下个月就会举行婚礼 到时候 还请你们兄妹赏光来参加 卢欣欣脸上的表情有些吓人 他死死盯着墨小蝶 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 七年前 他费尽心机 好不容易才成功给陆陈旭下了药 可是墨小蝶这个贱女人 却趁机将陆陈旭给拉进了房间 现在 他精心设计了三年多 好不容易利用默默 成功接近了陆陈旭 可是墨小蝶一出现 一切就都变了 陆陈旭突然就厌弃他了 不准他出入陆家 就连默默也不再喜欢他了 墨小蝶这个女人该死 七年前就该死 就不应该回来 在他恶毒的目光注视下 陆陈旭签了字 带着墨小蝶离开了派出所 卢浩泽签完字之后 搂住他的肩膀 欣欣 别这样 为了陆陈旭这样的男人不值得 卢欣欣没有说话 一直到出了派出所 坐到了车上他才开口 哥 我要墨小蝶死 要他像张强一样突发心脏病死了 谁也查不出来 卢浩泽愣了片刻 欣欣 这个我们还是要从长计议 张强只是个泼皮无赖 死了就死了 没有人会为了他深究下去 可是墨小蝶不一样 如果我们也对他下药 恐怕陆陈旭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哥 你放心 国内的医生查不出来的 给张强试检的 就是语成最具权威的专家 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 卢欣欣抓住卢浩泽的手 一脸阴毒的光芒 卢浩泽还是有些犹豫 卢欣欣又说道 哥 你不是想要帮卢氏转型吗 我们现在需要资金 渠道的支持 墨小蝶要是死了 我就有办法嫁给陈旭了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依靠陆氏的渠道 资金来帮助卢氏 渡过转型这个难关 卢浩泽有些动摇 你确定墨小蝶死了 你就能够顺利嫁给陆陈旭 卢欣欣冷笑了一声 你还记得我上次和你说过的 那个小明星叶兰希吗 他就因为怀了陆二少的孩子 所以马上就要和陆二少结婚了 你有办法怀上陆陈旭的孩子 子旭最近不是对试管婴儿这个课题 很感兴趣吗 到时候 我会想办法给陆陈旭下药 并趁机取一些他的东西回来 通过试管婴儿 确保万无一失 子旭是卢浩泽已故前女 有给他生的儿子 今年七岁 医学天才 前几天刚在国外获得了一项医学大奖 网络上最近热议的神童 卢浩泽嘴角抽搐了一下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 当然是那个小明星叶兰西了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 成功怀上了陆二少的孩子 卢浩泽有些不信 你行啊 小明星这么隐私的事情 你都知道 卢欣欣露出一丝不懈的表情 切 这算什么 我早就买通了新月传媒 好几个一线明星的助理 叶兰西 她还不是我的对手 卢浩泽想了想 卢氏现在的情况 确实需要大笔资金的注入 才能够成功转型 可是他刚回归国 没有一点人脉 如果欣欣能够成功嫁入陆家 依靠陆氏的力量 确实能够帮助卢氏实现转型 最后权衡了利弊之中 他做出决定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帮你 不过 我们还是要好好计划 一下才行 我都想好了 半个月后 爷爷的生日 我们举行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会 邀请陆家人来参加 然后趁机 卢欣欣做了一抹脖子的动作 卢浩泽点了点头 好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包括爸妈和你嫂子 我知道了 陆陈旭开车载着莫小蝶回陆家 一路上 他一直低着头 不说一句话 莫小蝶现在的心情很乱 因为除了孩子的事 他刚刚才突然发现 自己似乎对陆陈旭 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感 在派出所内 他出现的那一瞬间 他竟然想要扑到他的怀里寻求安慰 想要告诉他所有事情的经过 想和他一起承担找孩子的重担 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想法 吓得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和陆陈旭说话 他害怕自己 忍不住告诉他一切 他们之间没有感情 只是为了肚肚 才被迫捆绑在了一起 如果陆陈旭知道了 九个孩子的事情 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到时候和自己对不公堂 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还是为了孩子 勉强和自己 维持这种虚伪的貌合神力的婚姻 这两种结果 都不是他想要的 如果父母不是真心相爱才结婚的 对孩子来说也是 一种无形的伤害 第79章 陆陈旭的表白 等红绿灯时 陆陈旭看了他一眼 握住了他的手 因为事情紧急 今日他来不及等司机 自己直接开了车过来 老婆 别担心 一切由我呢 莫小蝶低着头 半天才吐出一句话 陆总 以后你能不能别这样叫我 我们之间又没有感情 只不过是为了肚肚才假结婚的 等肚肚的病好了 我希望你能信守承诺 立即和我离婚 他淡默的神情刺痛了陆陈旭 你有喜欢的人了 莫小蝶摇了摇头 没有 我说过了 我是个不婚主义者 为什么 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曾经被男人伤害过 陆陈旭试探着问 没有 只不过是从我父母身上 得出了一些感悟而已 你父母 怎么了 眼前的红灯变成了绿灯 后面的车开始催促 陆陈旭只好放开他的手 启动车子 莫小蝶看向窗外 神色忧郁 并不想多谈 没什么 他的老家 在距离宇城200多公里的金花镇 那里温度适宜 是国内最大的中药种植基地 他的妈妈 当年大学毕业后 跟随他的爸爸回家乡创业 可是却在他五岁时 因劳累病逝 他当年一直以为 他的父母很相爱 可是爸爸 却在他妈妈死后不到一年 就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女人进门 听大人们说 妈妈在世时 他们已经偷偷好上了 妈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气病的 后妈不喜欢他 爸爸就将他丢给了奶奶 他的奶奶 是个极为重男轻女的农村老太太 听村里人说 当年他奶奶生了五胞胎 三个女儿两个儿子 因为不喜欢女儿 觉得女儿没用 他硬是将其中的两个女儿 按在水盆里淹死了 只留下了他的大姑 从四岁起就开始 喂鸡 烧火 做饭 照顾弟弟 他的童年里没有父爱 也没有母爱 是在他奶奶的打骂中长大的 从上高中开始 他就再也没有问家里 要过一分钱 也很少回家 当年他考上了 全国重点大学 华大 全村人都为他高兴 他的爸爸也觉得脸上有光 因此破天荒地 给了他两千块钱 说是学费 他来华大报到的时候 就直接将户口 从家里转了出来 这么多年了 再也没有联系过 这世界上的男人 都是虚伪的 靠不住的 所以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结婚 尽管他努力 想要和家里划清界限 但是有时候 还是会忍不住惊叹 他们家族基因的强大 他的大姑结婚后 生了四胞胎 他的表姐结婚后 也生了五胞胎 那时他正在上高中 觉得很不可思议 没想到 到最后 他竟然生了九胞胎 不知怎样 他又想起了 梅姨所说的那个 被扔在金花镇 臭水沟旁的孩子 也许 他该抽时间回去看看 顺便打听一下 那个孩子 最后怎么样了 如果有好心人 将他埋了 他应该去给儿子 烧些纸钱 他看着车窗外 思绪飘渺 车子在陆家门口停下 陆承旭看他周身 都被莫名的悲伤包围着 有些心疼 小爹 我们到了 他茫然地看了他一眼 点了点头 推门下车 陆承旭想要拉他的手 却被他言辞拒绝 陆总 我不管你是出于何种原因 才故意和我演戏 假装恩爱 我们到此为止吧 不要再装下去了 这样大家都很累 陆承旭有些生气 上前一步 扶着他的肩膀 让他看着自己 你一直认为 我在和你演戏 不是吗 莫小爹心里有一丝惊慌 因为他在陆承旭的眼睛里 看到了从未见过的深情 如果我告诉你 我不是在演戏 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你信吗 陆承旭一脸认真的表白 莫小爹闭开他的眼睛 陆总 这种玩笑不好笑 莫小爹 我是认真的 我爱上了你 所以才会和你结婚 根本不是因为肚肚 只是因为 我早就在不知不觉中 爱上了你 陆承旭嘀吼 你 你爱上了我 为什么啊 我不漂亮 身材也不好 也不温柔 你为什么会爱我 莫小爹一脸不解 陆承旭充满挫败感地抱住了他 我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了 就是疯狂地爱上了你 想到你就会觉得 心里很幸福 很温暖 还会做梦 我们在一起生了好多孩子 一家人在银杏树下做游戏 心里咨询师说 那是我内心渴望的生活 听着他深情的表白 莫小爹整个人都梦了 陆啸草爱上了他 陆啸草竟然会爱上他 他是不是在做梦 这也太玄化了吧 看他一直不说话 陆承旭以为他被吓到了 我知道你现在还不喜欢我 你放心 我不会逼你的 你要是想和嘟嘟睡一起 我不会勉强你的 只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试着慢慢接受我 他的态度很谦虚 还有些讨好的味道 莫小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这样深情略带忧郁的男神 简直让人不忍拒绝 可是 他又想起了母亲下葬时的情形 连他爸爸那样普通平凡的男人 都无法做到对爱情忠贞 更何况是陆啸草这样的完美男神 他莫小爹一直很有自知之明 陆啸草对他应该只是一时新鲜而已 他不想落得和妈妈一样的下场 想到这里 他已狠心 陆总 不好意思 我是个不婚主义者 等到嘟嘟病好了 我就会离开 请你遵守我们的约定 陆成旭在他身后语气坚定喊道 小爹 我是不会放弃的 莫小爹的身形停顿了一下 然后又继续向前走去 叶兰西今日像是转了形 出奇的规矩 热情 懂事 让人即便是想要挑刺 也找不出来 因此 晚餐吃得很平静 吃过晚餐之后 他去陆成旭的房间 将自己的衣服都搬到了杜杜的房间 陆成旭一直站在门口盯着他 你为什么要打卢欣欣 他不怀好意 交坏了默默 所以我才打他的 我帮你吧 他抬手想要帮他抱衣服 不用 就几件衣服而已 对了 我希望你尽快和你家人说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 别让他们一直误会 今日的莫小爹对他很疏离 陆成旭想了一会儿 将他拉到了电脑前 自己在电脑上飞快地打出了一份文件 你不是要签合同才安心吗 你看这份合同怎么样 第八十章 痛打叶兰西 合同上大概的意思 第一条 从今天开始 不经莫小爹的允许 不准叫他老婆 不能有过分亲密的动作 第二条 所有决定无关大小 都必须和莫小爹商量 第三条 二十天之内 解决陆家决定举行婚礼的问题 第四条 半年之后 如果莫小爹还是不能接受陆成旭 陆成旭必须主动签字离婚 放他自由 这是个粗略的草稿 莫小爹看完之后 有些疑惑 为什么是半年之后 还有 你怎么解决伯母要我们举行婚礼的事 陆成旭看着他 语气中透露着哀求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的 只是我现在不能告诉他们真相 我怕奶奶受不了 也怕肚肚和莫默接受不了 小爹 求你给我半年时间 如果半年后 你还是对我没有任何感觉 还是坚定自己的不婚主义 那么我一定会签字 放你自由的 他的言辞恳切 曾经的高冷 不可一世已经不见 只是满眼深情地望着莫小爹 莫小爹将脸扭到一边 好 那就这么办吧 你打印出来 我们签字 听了他的话 陆成旭将合同打印了出来 一试两份 莫小爹拿起笔 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陆成旭看着他 嘴角勾了勾 半年时间 他一定会想办法 让小爹爱上自己的 当晚 莫小爹睡在了肚肚的房间 肚肚很高兴 抱着他断断续续地 讲述着幼儿园发生的事情 他的表达能力和语速 正在逐渐恢复 看着女儿终于一满笑容的脸 莫小爹悲伤的心情 逐渐被冲淡 他一定要振作起来 不能被打倒了 他还有八个孩子要照顾 还要想办法 去见龙柏和龙千 想办法和他们相认 他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 妈妈 我口渴 快要睡着的杜杜 突然又睁开了眼睛 好 你等着 妈妈去给你倒水 他摸了摸女儿的头起身 杜杜茶杯里的水 已经有些凉了 他开门出去 准备去厨房倒一杯温水 时间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整个路架静悄悄的 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厨房 打开灯 倒了杯温水 一转身 却被吓了一跳 叶兰西穿着一身 纯白色针丝睡裙 看到叶兰西 他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平复自己暴怒的心情 孩子的事 他早晚会找这个女人算清楚 但不是在路架 也不是现在 因此 他只是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然后端着茶杯 准备从他身旁走过去 墨小蝶 我们谈谈 叶兰西拉住了他的胳膊 他挑眉看了他一眼 谈什么 关于七年前 孩子的事情 墨小蝶瞪着他 嘴角勾起一抹恨意 叶兰西 你竟然敢和我谈七年前的事 他走到厨房的操作台前 茶杯放下 手紧紧地握成拳头 叶兰西不怕死地走进厨房 回手将厨房的门给关上 然后突然向墨小蝶 深深地鞠了一躬 小蝶 对不起 你要是想打我出气 就打吧 当年的事 确实是我的不对 我太年轻 太自私了 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说着 他已经痛哭流涕起来 墨小蝶拽住他的头发 将他摁在墙上 叶兰西 别以为你这样 惺惺作态地给我道歉 我就会原谅你 我们之间的仇恨 不共戴天 小蝶 如果杀了你会解气一些 那你就杀了我吧 我自从怀孕之后 每天都会做梦 梦到那九个孩子 围着我哭 吵着要找妈妈 我的良心 每天都受尽了煎熬 还不如以死谢罪 叶兰西满脸真挚地忏悔 墨小蝶放开他 冷笑了一声 叶兰西 别装了 有什么直接说吧 少在我面前拐弯磨脚的 叶兰西一脸哀求地 拉住了他的手 小蝶 我没有装 请你相信我 墨小蝶直接将他的手甩开 你要是不说 我走了 不过 我告诉你 你这招苦肉计 在我面前没有用 我们之间的仇恨 早晚我会找机会 和你做个了断的 叶兰西一脸尴尬 但是随即 又堆起了满脸笑意 小蝶 你们今天抓到梅姨了吗 今天 她一整天都在担心这个问题 她查看了很多新闻 但是没有一条 关于梅姨的报道 怎么 你怕她供出你 不是 我是希望你能够早点 找到那几个孩子 为自己减轻罪过 叶兰西不亏是个演员 装得情真一切 她不提孩子还好 一提到孩子 墨小蝶心里都火疼的一下 就窜了上来 她随手在操作台上 拿起一个木铲子 啪的一下 用力打在了叶兰西的手背上 叶兰西吓了一跳 手背立刻红了一片 她愤怒地看向墨小蝶 你 你干什么呢 墨小蝶冷笑 你不是天天遭受良心谴责 要忏悔 要让我打你吗 怎么 这一下就受不了了 说着 手中的木铲子 如雨点一般落在了叶兰西的身上 叶兰西疼得四处躲藏 却不敢叫出声 最后 墨小蝶打累了 才终于停下手 她虽然暴怒 但是下手时却很注意 只打叶兰西的后背 肩膀和腿部 力度也拿捏得正好 没有伤及她肚子里的孩子 因此 从表面看 叶兰西除了狼狈 看不出任何异常 叶兰西护着肚子坐了下来 还好 她这几天经过保胎 孩子已经坐稳了 小蝶 你的气也出了 我们可以谈谈了吧 墨小蝶将手中的木铲子一扔 那就谈吧 梅宜落网了吗 落网了 放心 她没有供出你 说是时间长了 根本没有记住你的长相 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这也是让墨小蝶最郁闷 生气的地方 这次专案组出动了大批人马 一举抓获了包括梅宜在内的九个人 可是 却没有一个人记得叶兰西的名字和长相 大哥说没有证据 无法逮捕叶兰西 果然 叶兰西松了一口气 梅宜终于被抓了 她再也不用整日提心吊胆了 那 她有没有说出你孩子的下落 叶兰西假装关心 说了 那个女人将我的孩子卖出去了六个 扔了三个 这都是拜你所赐 你说什么 那个女人 叶兰西猛地站了起来 墨小蝶有些奇怪 怎么 梅宜不就是个女人吗 惊觉自己失态 叶兰西一脸惨白地又坐了下来 梅宜并没有抓到 她逃了 她竟然逃走了 她手里有很多当年逼迫她拍的视频和照片 万一 叶兰西有些不敢想象 第八十一章 叶兰西求和 此时的叶兰西如坐针毡 她突然起身 走到墨小蝶面前 一把拉住墨小蝶的手挨球 小蝶 我是真的很爱二少 我求你不要说出七年前的事情 我保证 也不会告诉大哥 你生过九胞胎的事 我们以后和平相处怎么样 她一定要想办法 尽快嫁给陆二少 然后 利用陆家少奶奶的身份 去找人做掉梅姨 否则 她这一辈子 就要被梅姨给毁了 墨小蝶冷冷地推开她 转身拿起操作台上的茶杯 你要嫁给二少 是你的事 与我无关 你不用求我 也不用为我保守秘密 我墨小蝶不需要 说完 她打开厨房的门 走了出去 刚走到楼梯口 就看到 杜杜正准备下楼 她赶紧跑过去 抱起女儿 杜杜 你怎么出来了 妈妈 时间太长 杜杜 担心 杜杜用最简单的词汇 表达着对她的爱 她在女儿的小脸上 亲吻了一下 对不起啊 妈妈让杜杜久等了 抱着女儿刚走上二楼 陆成旭的房门突然开了 杜杜怎么了 她一脸关切地走了过来 穿着背心短裤的她 看起来很迷人 没什么 我去厨房帮她倒水 她等不到我 所以就出来了 杜杜在墨小蝶的怀里 冲陆成旭伸出了手爸爸 抱抱 这还是她第一次 主动要求陆成旭抱她 陆成旭满脸惊喜 小心地从墨小蝶的怀里 接过杜杜 你叫我一声 我去帮她倒水就好了 看着女儿的小脸 变得红润起来 她忍不住亲了亲她的脸颊 我以为你已经睡了 就算是睡了 只要你叫一声 我也会立刻过来的 小蝶 他们毕竟是我的女儿 照顾他们是我的责任 你这样客气 我心里会自责 难过的 说着 她握住了墨小蝶的手 她的手掌宽大 温暖 墨小蝶低落 难过了一整天的心里 划过一丝温暖可视 童年的经历太过于深刻 让她不敢 也没有勇气去相信 眼前如此完美的男人 她默默地抽出手 很晚了 杜杜明天还要上学 我们回去睡觉了 说完 她从陆成旭怀里接过杜杜 转身回了房间 轻轻地关上了房门 陆成旭盯着房间的门看了一会儿 也转身回了房间 小蝶今日的情绪有些不对劲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了 她看了看手机 决定明天找时间去和李明成谈一谈 第二天 星期三 墨小蝶早上起床 帮孩子们收拾好 下楼第一眼就看到 穿着围裙的叶兰西 突然就转了醒 昨天晚上 竟然低姿态地向自己求和 这有些不像她的作风啊 叶兰西端着包子从厨房走出来 看到他们一眼热情 蓝总监 来 尝尝我蒸的包子怎么样 默默撇了撇嘴 坐到餐桌前 肯定没有小蝶阿姨做的好吃 叶兰西帮默默盛成了一碗小米粥 也不生气 是啊 蓝总监的厨艺我是怎么学也赶不上了 然后 她看向墨小蝶 一眼谦虚 蓝总监 等有空了 教教我怎么做菜好不好 我这怀孕了 在家里也有些无聊 学会了做菜 将来就可以做给宝宝们吃了 说着 她一脸幸福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墨小蝶没有让她盛饭 而是自己去厨房 帮着肚肚和陆成旭各自盛了一碗 现在手机上有很多美食视频和教程 你在手机上学就行了 我没时间教你 陆母吃了一口包子 还算满意 这是香菇包菜馅的 还不错 得到了陆母的肯定 叶兰西赶紧又将面前的鲜肉馅包子 加了一个给陆母 伯母 你尝尝 这个是鲜肉馅的 我知道奶奶幸福 不吃肉 所以特意包了两种 默默瞪了她一眼 小声嘀咕 虚伪 然后扭头对墨小蝶故意大声说道 小蝶阿姨 太奶奶最喜欢吃豌豆糕了 我们星期五下午去超市的时候 买些豌豆回来 给太奶奶做豌豆糕怎么样 墨小蝶细心地帮她擦去嘴角的饭里 好啊 当然可以了 肚肚在一旁拉了她一下 妈妈 肚肚也要去 墨小蝶笑着捏了捏肚肚的小脸 好 我们一起去 妈妈怎么可能忘记肚肚呢 陆成旭盯着她 你星期五要带孩子去超市 墨小蝶没有告诉她卢欣欣的事 只是简单地回答 是啊 他们说你 很少带他们去超市 说那里太脏 太乱了 可是他们一直很想去呢 既然这样 到时候 我陪你们一起去 这是一个和小蝶相处的好机会 陆成旭不想错过 墨小蝶当然知道她的用意 可是那天 她要去见卢欣欣 陆成旭如果在场会有些不方便 因此她委婉地拒绝 这个 我们还没有确定时间呢 陆总这么忙 恐怕时间上不凑巧 看出来 她是在拒绝自己 陆成旭没有在说什么 只是贴心地嘱咐 那你们小心点 这时 陆成旭从一楼的房间推门走了出来 用力地吸了吸鼻子 好香啊 李嫂 你的手艺长进了不少啊 是我最喜欢吃的鲜肉包对不对 李嫂赶紧给她添了一副碗筷 不是我做的 是叶小姐一大早起床 特意为大家做的早餐 陆成旭起身 一脸温柔地走到她面前 伸手关切地在她额头上摸了摸 还好 稍退了 陆成旭看她如此善解人意 有些心虚地握住她的手 放在唇边亲吻了一下 你怀着孩子呢 家里有李嫂 你好好休息就行了 叶兰西拉着她在自己身边坐下 没事的 医生说 孩子已经坐稳了 可以适当地走动一下了 你快尝尝 我的手艺怎么样 说着 她殷勤地给陆二少加了一个鲜肉包 陆二少吃了一口 竖起了大拇指 好吃 比外面买的好吃多了 陆父就坐在他们对面 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放下了筷子 你奶奶和你妈 昨天已经找人看过了 7月16 8月12号 都是好日子 你们都赶快把婚礼办了吧 墨小蝶一愣 看向陆成旭 陆成旭用纸巾擦了擦嘴 爸 新月家庄最近出了很多事 股东们这几天闹得厉害 我太忙了 昨天已经和小蝶商量过了 我们打算过完年 再举行婚礼 第82章 确定婚期 陆母一听 也放下了筷子 那不是要到半年后了吗 不行 我不同意 婚礼的事 又不用你操心 你只管去上班 到时候记得出席就行了 陆老夫人也不乐意了 陈旭啊 老一辈说得好 这老大不结婚 老二是不能结婚的 小的走在前面 不好的 既然你和小蝶已经领证了 干嘛不举行婚礼 奶奶 我是真的很忙 陆成旭极力解释 奶奶不管 7月16号 你和小蝶举行婚礼 就这么定了 陆老夫人一脸任性地 拍了拍桌子 这大孙子是不是傻呀 这样有能力 有才华 还实心实意地 对肚肚和默默好的女人 上哪去找 虽然领证了 可是没有举行婚礼 谁知道小蝶的身份啊 万一中间杀出个程咬金 把人给抢走了 到时候有她哭的 举行了婚礼 媒体一报道 大家都知道 小蝶是陆氏的少奶奶了 谁还敢打她的注意 这大孙子 平日看着挺聪明的 怎么遇到感情的事 就这么迟钝啊 莫小蝶一脸为难地抬头 替陆陈旭解释 奶奶 最近公司的事情确实很多 陈旭她真的很忙 还有慢性未言 要是下个月就办婚礼 她恐怕会吃不消的 陆老夫人大手一挥 有什么吃不消的 你们该怎么上班 怎么上班 家里有保姆 婚礼的事情 我和你妈全权负责 不用你们操一点心 这样还不行吗 奶奶 我真的 陆陈旭还想解释 陆老夫人却突然开始哭起来 我今年都七十多了 不知道还能活几天 想要参加孙子婚礼 怎么就这么难 陆父是个大孝子 看到陆老夫人被儿子气哭了 眼睛一瞪 就按照你奶奶说的办 老大七月十六日举行婚礼 老二八月十二号婚礼 谁也不准再提出异议 陆二少刚张嘴想说什么 话到嘴边 被陆父给吓得又咽了回去 结婚 岂不是意味着 他就要受人管束了 那可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可是 不结婚 叶兰西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他又舍不得那对双胞胎儿子 陆二少的心情很纠结 叶兰西低着头 在心里默默地计算了一下 今日是六月二十日 距离他们结婚的日子 还有五十多天 无论如何 这五十多天 他都要好好表现 吃过早饭 墨小蝶领着着肚肚和默默出了路甲 陆承旭也跟着走了出来 小蝶 你放心 回头我会再想办法的 答应你的事 我陆承旭一定会做到的 陆总 我相信你 新月家庄那边怎么样了 后续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你估计下个星期就要去上班了 因为我听白浩说 他们拿下了一个科技馆的装修项目 电视台那边呢 已经在着手安排下一期了 名单已经确定 是一对来宇城打拼的农村年轻人 房子好像很小 估计又是一项挑战了 想起第一期的装修 陆承旭对这一期还是有些担忧的 陆总不用担心 那些新进的设计师能力都不错 最后的设计我会全程盯着的 相信这期节目一定会顺利播出的 墨小蝶安慰他 看着他谈论起工作眼睛里散发的光芒 陆承旭有一瞬间的痴迷 风吹过 门口树上的一片树叶落在了他的头发上 陆承旭上前一步 抬手想要帮他摘掉 墨小蝶却充满戒备的后退了一步 陆总 别忘了我们的合同 陆承旭将手上的树叶举到他面前 你头上有树叶 我只是帮你拿下来而已 说完 看到墨小蝶有些不好意思的表情 他低头扶在他耳边低语 小蝶 说过的话 我都会做到的 我也会用自己的行动 让你心甘情愿地爱上我的 他的气息蔓延到墨小蝶脖子上 他觉得自己的脸颊有些发烫 心跳不自觉地加快 那个 陆总 已经八点了 杜杜和墨墨要迟到了 我们先走了 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的深情 赶紧拉着杜杜和墨墨想前 跑去陆承旭看着他的背影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明明对自己是有感觉的 为什么还一直嘴硬 小蝶心里到底在纠结什么 想到此处 他拨通了助理的电话 今天我要见支撑保全的李总 你务必帮我约到人 他的直觉告诉他 李明成一定知道一些什么 墨小蝶拉着杜杜和墨墨 快要走到幼儿园门口的时候 才突然想起来 他昨天答应过李木塔 要给他带一些绘本的 因为梅伊被抓 知道了孩子们的下落 他情绪低落 竟然将这件事给忘得一干二净 这可怎么办 他想起了李木塔渴望的眼神 有些为难 小蝶阿姨 你怎么不走了 他叹了一口气 阿姨昨天答应给一个小朋友带绘本的 可是忘记了 该怎么办呢 墨墨歪着小脑袋 想了一会儿 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商店 阿姨 那个商店里面有很多玩具 不如你先给那个小朋友买一个玩具吧 这样 他就不会失望 生你的气了 墨小蝶想了想 李木塔的爸妈应该舍不得给他买玩具 于是 他带着肚肚和墨墨来到了商店 买了一款子中最喜欢的变形金刚 小男孩应该会很喜欢 他看了一眼上面的标价 小心地将价钱扣了下来 一百多元对他而言不算什么 可是对于李木塔那样的家庭 却是算得上高价了 如果看到上面的价钱 李木塔一定不会要的 那个小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 他拿着变形金刚摆到幼儿园门口 远远地就看到 李木塔正在向他这边张望 看到他急忙跑了过来 木塔 你心脏不好 不能跑这么快的 看他用力地喘着气 墨小蝶有些担忧 赶紧扶着他坐到了一旁的椅子上 墨墨歪着头打量了急眼李木塔 小蝶阿姨 这就是你说的小朋友 是啊 你们打个招呼吧 墨墨落落大方地伸出了小手 你好 我叫墨墨 马上就七岁了 你呢 叫什么名字 杜杜在一旁 竟然也学着墨墨的样子 伸出了小手 我叫杜杜 你好 第83章 你喜欢他什么 李木塔看着眼前这两个 穿着好看的连衣裙 长得一模一样 漂亮可爱的小朋友 有些不好意了 他红着脸 后退了一步 挠了挠头 我 我叫李木塔 却不敢和他们握手 幼儿园的老师 看到杜杜和墨墨赶紧走出来 迎接他们 老师好 墨墨很有礼貌地和老师打招呼 老师很热情地将杜杜和墨墨领了进去 李木塔望着他们的背影 一直到他们消失在教室门口 一眼羡慕 看着他渴望的眼神 墨小蝶觉得有些心酸 墨塔 来看看阿姨 你给带了什么 说着 他从手提袋里 拿出刚刚在商店买的 变形金刚李木塔 一脸惊讶 这 这是变形金刚 他窃窃地看了墨小蝶一眼 然后忍不住伸出小手 隔着包装盒子摸了一下 看得出 他非常喜欢这个变形金刚 墨小蝶拉过他的手 将变形金刚塞到了他的怀里 李木塔吓得连连后退 阿姨 不能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这个一点都不贵 才十几块钱而已 阿姨送你的 没关系 为了让他收下 墨小蝶故意撒了谎 李木塔眨了眨眼睛 阿姨 你在骗人 我知道前面的商店 就有卖这个的 要一百多块钱呢 被李木塔当场拆穿了谎言 墨小蝶有些不好意思 那个 这个东西这么贵啊 阿姨不知道呢 这是阿姨一个朋友 送给都督和默默的 只是他们 是女孩子 不喜欢这种男孩子的东西 放在家里也没用 阿姨正打算 把它当废品卖了呢 当废品卖了 李木塔看了一眼 手中的变形金刚 眼睛闪过一丝光芒 是啊 放在家里也没有人玩 占地方 李木塔犹豫了一会儿 抬头问他 阿姨 你准备买多少钱 墨小蝶假装歪头 想了一会儿 昨天 一个收费品的 准备给我十块钱 我没有买 今天 看你这么喜欢 十块钱买给你吧 十块钱 阿姨 那个收费品的在骗你 这个变形金刚是新的 最少能买二十块钱呢 李木塔激动地提醒他 是吗 阿姨差点被骗了呢 这样吧 十块钱买给你了 为了照顾李木塔 小小的自尊心 墨小蝶只能随机应变 胡乱撒谎了 李木塔将变形金刚放下 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零钱 在地上数了起来 一共只有十二块钱 他起身将这十二块钱 都塞到了墨小蝶的手里 阿姨 你这个变形金刚 你能不能卖给我 我给你二十块钱 只是我现在的钱不够 剩下的八块钱 能不能等到我 再卖一些废品攒够了 再给你 墨小蝶握住手里的 这几张零钱 心里五味杂陈 这么小的孩子 竟然这么正直 一点小便宜 都不愿意贪别人的 真是太难得了 好 玩具你先拿回去 剩下的钱 你什么时候给阿姨都行 得到了墨小蝶的答复 李木塔有黑的小脸上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谢谢阿姨了 阿姨再见 他抱着变形金刚 深深地给墨小蝶鞠了一躬 然后满心欢喜地跑开了 墨小蝶看着他的背影 突然有些羡慕他 小孩子的思想单纯 生活里的一点小满足 都会让他们满心欢喜 快乐一整天 然而 人一旦长大了 就会逐渐生出一些贪念 一些忧愁和顾虑 再也无法保持这份纯真了 不知为何 他的脑海里 又浮现出了 陆成旭一脸深情的模样 陆孝草那样的男神 不是他能把握和掌控的 面对他的深情 他不是没有心动 可是 他太贪心了 他想要一生一世的爱情 他不想像妈妈那样 为了爱情不顾一切 可是却落得背叛病死的下场 陆孝草太耀眼 他不敢去冒险 他还有九个孩子 他不能带着他们去冒险 爸爸妈妈的不幸福 会直接影响孩子的一生 他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 陆氏集团总裁办公室内 李明成瞪大了眼睛 看着陆成旭 陆总 你火急火燎的叫我来 就是为了这个 志诚有一大堆事情等着处理呢 陆成旭的助理说 是有急事要找他商量 他还以为是小蝶被他识破了呢 没想到陆成旭这个 在商界杀伐决断 冷酷无情的陆氏总裁 竟然只是为了问他 墨小蝶喜欢吃什么 玩什么 听什么歌 家乡在哪里 父母感情有如何 这么无聊的问题 陆成旭该不会中邪了吧 然而 李明成以为中邪的陆成旭 正坐在电脑前 一本正经地 将他刚刚说的话 都打印了出来 小蝶最喜欢吃 宇承西街的螺蛳粉 喜欢做蛋糕 手工 画画 最喜欢的听舒缓一些的歌曲 最喜欢的歌手是陈叔画 家主金花镇 我说的没错吧 陆成旭拿着手中 重复了一般 李明成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陆总 陆氏最近是不是生意很不好 为什么这么问 陆成旭挑眉看了他一眼 如果不是生意不好 你怎么这么无聊 你和小蝶就是假结婚 他又不是 你真的老婆 你用得着这样吗 陆成旭嘴角勾了勾 一脸严肃 我们的结婚证 可是在宇承明正局领的 法律上是承认的 那又怎样 你们又不是真心相爱 不过是为了给都督治病而已 李明撇了撇嘴 只是说完之后 他猛地感觉有些不对劲 陆总 你 你该不会 该不会是认真的吧 李明成被自己的认知 给吓得差点站不稳 我当然是真的 你真的爱上了小蝶 李明成不确定地 又问了一句 陆成旭一脸认真的回答 是的 我爱小蝶 想和他一生一世 李明成终于承受不住 这个巨大的惊吓 一个猎切摔倒在一旁的地上 他有些狼狈地 从地上站起来 陆总 我胆小 你别吓我 陆成旭皱了皱眉 你以为我是在和你开玩笑吗 可是为什么啊 小蝶他不漂亮 身材也不好 脾气也不好 有时候还很暴力 你喜欢他什么呀 李明成掰着手指头 细数墨小蝶的缺点 我觉得他很好 性格好 厨艺好 善良 聪慧 有爱心 长得清秀可人 我很喜欢 陆成旭的话 再次吓到李明成 等等 陆总 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 李明成一脸疑惑 小蝶怎么在陆成旭嘴里 成了女神了 第84章 往事重提 陆成旭看他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有些不能理解 为什么我爱上小蝶 你是这副表情 难不成你也对他 李明成连忙摆手 陆总 你千万别误会 我的审美很正常 一直喜欢漂亮 温柔贤惠的女人 对小蝶这种类型的不感兴趣 说完之后 他又走到陆成旭面前 一脸八卦 陆总 说说呗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上小蝶的 陆成旭瞪了他一眼 你见过小蝶的父母吗 昨天 在车上小蝶说 是因为他父母的原因 他才有了不婚主义的念头 他想知道他父母之间的事情 想多了解他一些 想走进他的内心 他父母 李明成愣了一下 对 他父母的情况 你知道多少 李明成想了想 我与小蝶是七年前认识的 那是他抱着 不是 他自己一个人半夜 从一个小山村逃了出来 然后遇到了我哥 我哥是一名特警 刚好执行任务回来 当时 他很狼狈 我哥就把他带回了家 说完 李明成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 他真是个猪脑子 竟然差点将 小蝶有孩子的事情说出来 好险啊 陆陈旭听了之后 半天没有说话 他怎么忘了 小蝶曾经说过 大学时被拐卖到了 一个落后的山区农村 好不容易才被解救出来 他有些痛苦地闭上眼睛 小蝶当年 是不是被拐卖到了山区农村 李明成愣了一下 随即点头 是啊 他在哪里待了足足半年多 遭受了非人的虐待 他说的是实话 当年他第一次见到墨小蝶 是在医院 那时 他全身是伤 尤其是脚踝处的伤口 简直深可见顾 还有子仲和冉冉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在医院整整抢救了一个多月 那时候的小蝶 为了两个孩子强撑着自己 后来 孩子脱离了危险 为了早日归还大哥锁定的医药费 他一边带孩子 一边打工 同时还继续自学 那几年 他每天最多睡四个小时 其余的时间都是在拼命 他今天所取得的成绩 都是他拼命努力才换来的 至于他的父母 他也只是 从他断断续续的谈话中 了解了大概 陆成旭沉默了半天 终于睁开眼问 他出了这么大的事 难道他父母不管吗 他终于知道 小蝶为什么明明对他有感觉 却一直要拒绝他 和他划清界限了 那半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不用问他 也可以想象得出来 他一定是怕自己知道了 到时候会嫌弃他 抛弃他 他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 李明成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接着他的话 小蝶的家住在金花镇 是国内最大的中药材种植基地 他很少提起他的家人 出世之后 也没有人来看过他 我听说 他母亲很早就病逝了 他父亲在他母亲病逝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就又娶了别人 小蝶从小是在他奶奶家长大的 农村的老太太 大多都重男轻女 小蝶从小的日子过得很不好 说完之后 他又很认真的看着陆成旭 所以 陆总 如果你无法做到全心全意地对小蝶 无法保证 此生只爱他一人 那么就请你离他远一些 他的前半生 已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作为他的朋友 我李明成不想看到他在受到伤害 陆成旭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半天才开口 小蝶有你这样的朋友 是他的福气 李明成不确定地问 那陆总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陆成旭沉思了片刻 抬起头 语气坚定 不管他曾经经历过什么 从今之后 只要有我陆成旭在 就不会让他再受到一丝伤害 这辈子 我陆成旭认定了他 他坚定的语气和表情 赢得了李明成的赞赏 李明成拍了拍他的肩膀 陆总 我怎么帮你 你尽管开口 我想知道 小蝶昨天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情绪从昨天开始 就一直很低落 这个 李明成愣住了 这要他怎么说 虽然陆成旭已经表明 此生非小蝶不可 可是小蝶 现在对陆成旭是什么态度 他并不知道 这要是说错了话 以莫小蝶的性格 非杀了他不可 看他一脸犹豫 陆成旭皱了皱眉 怎么 不能说吗 不是 李明成大脑飞速转动 拼命地想理由搪塞 那个 是这样的 陆总 昨天警方抓获了一个 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团伙 当年拐卖小蝶的人贩子落网了 小蝶去了警察局 所以 他会情绪低落 也是正常的 希望陆总能够理解他 李明成一直低着头 不敢看陆成旭 害怕他发现了端倪 陆成旭若有所思 原来是这样啊 怪不得从昨天开始 他突然对自己的态度 变得很冷淡 一直要努力 和自己划清界限呢 他心里一定很难过 很需要人安慰 陆成旭此时有些后悔了 昨天 他应该好好抱抱他 安慰他的 看他一直沉思不语 李明成试探着问 那个陆总 没事的话 我先走了 我公司还有一大堆事情 等着我去处理呢 他必须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陆成旭就是一只狐狸 万一哪一句话说错了 让他看出了端倪 莫小蝶非杀了自己不可 看到李明成要走 陆成旭赶紧起身 将他送到了门口 今日 多谢李总为陆某解惑 商界冷酷无情的大佬 突然对他说谢谢 李明成有些不太适应 赶紧陪笑 小事而已 陆总您请留步 走出陆氏大楼 他常常出了一口气 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竟然出了一层的冷汗坐到车上 他拨通了莫小蝶的电话 李明成 有什么事吗 电话那头 传来莫小蝶的声音 那个 你今天有空吗 我正在超市买菜呢 已经和大嫂打了电话 让他中午将子重和然然接回来 我想他们了 想回去看看他们 那正好我有事要和你说 电话里说不清楚 我们见面想谈啊 好 我很快就到家了 电话那头 莫小蝶的声音 听起来已经没有那么低落了 第85章 妈咪做的菜最好吃 中午11点多 莫小蝶买了很多 子重和然然喜欢吃的零食和蔬菜 来到一小附近的家 刚一打开家门 两个小小的身影就冲他扑了过来 妈咪 我好想你 然然抱着他的腰 整个人挂在他身上不肯下来 莫小蝶两只手都拿着东西 疼不出手 被他抱得只好弯下了腰 莫子重赶紧帮他将手里的东西接了过去 放在门口的置物架上 然然 快下来 你这样 妈咪会很累的 他心疼妈咪 准备将然然从莫小蝶身上拉下来 然然看到莫小蝶的双手已经腾出来 伸出双臂撒娇 妈咪 抱抱 莫小蝶一脸宠溺地将女儿抱了起来 另一只手拉住子重 走到沙发前坐下 李明杨的媳妇王平听到声音从厨房走了出来 小蝶 你回来了 莫小蝶赶紧放下然然 她的鼻子一酸 眼眶有些发红了 王平拍了拍她的肩膀 一家人 客气什么 你忘了 我可是子重何然然的干妈 莫小蝶吸了吸鼻子 将王平拉到沙发上 让她坐下 大嫂 你坐下歇一会吧 我去做午饭 王平有些不愿意了 我听你大哥说 你们昨天去沿村找孩子 忙活了一天了 回家了 就好好休息一下 你好好陪陪孩子们 我去做饭 然然一把拉住王平 皱着小脸 干妈 让我妈咪做饭吧 然然好想吃她做的红烧肉 还有糖醋排骨 说着 口水竟然流了下来 王平宠溺的 替她擦了擦口水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 我昨天不是还给你炖了鸡腿吗 怎么这么馋嘴 一直站在一旁的莫子仲 忍不住开口 干妈 鸡腿和红烧肉 糖醋排骨可不是一个味道 王平假装生气的 指着莫子仲 大宝啊 你不是一直不喜欢吃肉吗 怎么这会儿也嘴馋了 莫子仲一脸骄傲的仰起头 我妈咪做的菜最好吃了 就是肉我也喜欢吃 王平假装伤心的捂住胸口 趴在沙发上 你们这两个小没良心的 干妈好心痛 好伤心啊 看着王平好像要哭了 然然赶紧跑过去 扑到她的怀里讨好干妈 你炖的鸡腿也很好吃 然然也喜欢吃 干妈 你别伤心了 莫子仲嘴角微微动了动 干妈 别装了 大人不能欺骗小孩子的 王平被她识破 笑着用手指着他们 小爹 你快看看 你儿子要成精了 莫子仲走过去 坐到王平身旁 干妈 我和然然也很爱你 只不过你的厨艺 是真的不如我妈咪 你就不要生气了 王平被子仲彻底打败 你这小子这性格 到底随谁 分分钟能气死人啊 莫小爹此时 已经拎着他 刚刚买来的蔬菜和肉类 走进了厨房 莫子仲扭头看了一眼 起身走过去 帮王平捏了捏肩 干妈 你就不要生气了嘛 我妈咪这么长时间了 才回来这么一会儿 你也要吃醋 大人不能这么小心眼的 王平瞪了他一眼 无语地摆了摆手 莫子仲 你 去厨房帮你妈咪摘菜吧 别再安慰我了 你这种直男式的安慰 你干妈我分分钟血压都要飙升 我最近马上要进入更年期了 你们都少惹我 然然歪着头不解地问 干妈 更年期是什么 莫子仲走到厨房门口 却转身一本正经地 向然然解释 更年期是女人变老的标志 干妈这事 马上要变成老奶奶了 王平气得抓起 沙发上的靠枕 就扔了过去 莫子仲 你皮痒了是不是 李明成此时正好开门进来 眼急手快地一把接住了抱枕 大嫂 你又和子仲吵架了 你问他刚刚都说了什么 李明成不解地看向莫子仲 你惹你干妈生气了 然然跑过去 一本正经地解释 哥哥说 干妈进入了更年期 马上就要变成老奶奶了 李明成没有忍住笑出声来 大嫂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子仲说的没错啊 王平起身 指着李明成的鼻子 李明成 你的皮是不是也痒了 子仲这样心直口快 没有情伤 都是你教的 李明成不满地反驳 怎么是我教的 都是遗传好不好 说着 他走到王平面前压低了生命 你是没有见过他爸爸 标准的直男 每句话都能噎死人 王平眼睛一亮 一脸八卦 将他拉到了阳台上 你见到了子仲他们的爸爸了 长得怎么样 李明成翻了个白眼 大嫂 我看子仲说的一点都没错 你真的是年龄大了 开始健忘了 他们的爸爸是陆氏集团的总裁陆陈旭 前几天我特意 让你在网上看过他的照片的 王平不满地凝住了他的耳朵 你说谁年纪大了 那照片和真人能一样吗 大嫂 我错了 你快放手 疼 看李明成不住地求饶 王平才放开了手 他回头看了看厨房 脸色有些忧虑 哎 其实小孩子在自己亲生父母 身边长大 才是最幸福的 只是 子仲他们的爸爸太优秀 太耀眼了 恐怕他看不上小蝶 李明成心直口快地说道 这你就猜错了 现在是小蝶看不上人家 王平一听 立刻来了兴趣 说来听听 于是 李明成这个大嘴巴 就将上午陆陈旭 找他所说的话 都向王平讲述了一遍 王平一拍腿 这么优秀的男人 还是孩子们的亲生爸爸 小蝶有什么好犹豫的 我这就去劝他 李明成吓得赶紧拉住了他 我的好大嫂 你就别去添乱了好不好 感情的是 要小蝶自己去出脸 他不接受陆总 应该有他自己的理由 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他的人生 无法体会他的感受 厨房内 莫子仲有模有样 一脸认真的 在帮着莫小蝶削土豆 包算了 大宝啊 你一定要学会做饭 这样将来才会有女孩子喜欢你 在你老婆胃的时候 才能给他惊喜和安慰 莫小蝶语重心长地教导儿子 莫子仲抬头白了他一眼 妈咪 你想得太远了 我怎么想得远了 会做饭的男人最有魅力 最讨女孩子喜欢 那我把鼻 不是 是陆总会做饭吗 这个 莫小蝶想了一下 他好像从来没有见过陆陈续进厨房 应该不会吧 所以 妈咪你才不喜欢他对吗 莫子仲突然语出惊人 第86章 谈一场恋爱吧 莫小蝶放下手中的菜刀 盯着儿子 我为什么要喜欢他 莫子仲歪着头 一本正经 第一 陆总长得好看 严于律己 还有钱 第二 他毕竟是我们的亲生把逼 我和然然都不想看到 他和别的女人结婚 第三 我觉得同时有爸爸和妈妈的孩子 才最幸福 妈咪应该为我们想一想 你的意思 是你和然然现在过得不幸福 莫小蝶压下心里的惊讶 反问儿子 没想到 儿子一直不说话 心里却一直渴望着爸爸 莫子仲摇了摇 有妈咪 李叔叔 还有干爸 干妈在 我和然然当然很幸福了 可是 说着 他低下头 可是什么 莫小蝶不知道 儿子为何话说了一半 突然不说了 可是 我们也希望妈咪能够幸福 干妈有干爸陪着 李叔叔肯定也会找到喜欢的人 我们长大了 要出去上学 要成家立业 到时候 就只剩下妈咪一个人了 你会觉得很孤单的 我希望 妈咪也有人疼 有人爱 儿子小小年纪 竟然说出这样一番深奥长远的话 让莫小蝶震惊不已 也感动不已 他蹲下抱住儿子 有你们陪着妈咪呢 妈咪不孤单 可是我们会长大 会有自己的爱人 妈咪 不是陆总也行 你去谈一场恋爱吧 让自己放松一下 不要每天都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看着儿子小小年纪 却一脸成熟的 劝自己去谈恋爱 他又好气 又好笑 捏了捏他的鼻子 假装生气 莫子仲 你是不是嫌弃妈咪了 莫子仲 趁机抱住了他的脖子撒娇 没有 大宝最喜欢妈咪了 莫小蝶摸了摸他的头 去帮妈咪摆碗筷吧 饭菜马上就好了 很快 饭菜摆好 大家都做了下来 然然吃着他亲自做的红烧肉 和糖醋排骨 一脸满足 要是天天能吃到妈咪做的饭菜就好了 莫子仲嫌弃的 捏了捏他的小肚子 还吃 你都快胖成小猪了 然然拍掉他的手 眼睛一瞪 要你管 王平给然然加了一些青菜 来 然然 吃些青菜 不然你又要变秘了 莫子仲皱眉 干妈 吃饭的时候 能不能别说这么倒胃口的话 王平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就倒胃口了 你小时候 我们正在吃饭 你拉了我一身呢 莫子仲的小脸 一下就红了 干妈 你怎么老提小时候的事情 众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然然指着自己的脸 哥哥 羞羞 这一顿午饭 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莫小脸低落的心情 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 逐渐好转 吃过午饭 他陪着然然和子仲 看了一会儿电视 玩了一会儿玩具 然后 两个小家伙 才有些不情愿地 跟着王平去睡午觉了 六月的天气很热 窗外的太阳炙烤着大地 楼下小区花坛里的花枯萎了一片 李明成把他拉到了书房 将上午和陆陈旭之间的对话 原原本本地对他讲了一遍 小脸 我觉得陆总是真心的 你不如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吧 这样 你们一起去找孩子 你身上的压力也会减轻一些 李明成劝他 莫小脸看了他一眼 你觉得陆陈旭那样高冷 耀眼的男人会一辈子 守着我一个人吗 这 李明成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容貌一般 鼻子上还有几个小雀斑 身材干边瘦弱 他心里也有些疑惑了 凭陆陈旭的条件 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怎么可能一辈子 守着小脸这么个平凡的女人 可是 上午他在陆时的办公室 一脸认真的对我说 这辈子非你不可 看样子不像是在骗人 莫小脸笑了笑 看向窗外 李明成 这或许就是你们男人惯用的伎俩 没有得到石山蒙海誓 得到之后时间长了 就会觉得厌烦了 就会去找更新的 年轻的 有趣的女人了 说到这里 他叹了口气 一辈子很长 谁也说不准 李明成也跟着他看向窗外 想了一会儿 突然问小脸 你说实话 在华大时 你有没有暗恋过陆陈旭 莫小脸看着落地窗外的阳光 悠悠地说道 他那时那么耀眼 走到哪里 都是一道完美的风景 我当然暗恋过他 否则也不会趁醉酒之机 将他拉进了房间 你难道就不想和自己的男神 谈一场恋爱吗 人这一辈子 太过短暂 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呢 你马上就要三十了 还从没有谈过恋爱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莫小脸有些不解 我的意思是 你要趁着年轻 好好去谈一场恋爱 这样到老了 才不会后悔 莫小脸的生活过得太苦了 简直就是自虐 唯一支撑他的信念 就是找孩子 到时候 万一孩子没有找到 或者出了什么意外 他整个人一定会崩溃的 李明成想转移他的注意力 让他过得开心一些 谈恋爱 我去和谁谈恋爱啊 莫小脸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陆陈旭啊 他不是你的男神吗 现在男神向你示好了 你干嘛不接受 你不要去想孩子 也不要去想什么一辈子 你就想着 趁着年轻 给自己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你想想 到老的时候 你住在养老院 和那帮老太太吹嘘 自己是如何征服高富帅男神的 那该是多么神气的一件事 说完 李明成又凑到他面前 小脸 美男在前 何必想那么多 你就当他是你 学习恋爱的试验品了 李明成的话 让莫小脸有些动摇 这样 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 那可是你大学时代的男神啊 你犹豫什么呢 可是 我的孩子还没有找到 找孩子需要慢慢来 和他谈恋爱 又不耽误你找孩子 你不要去想陆陈旭 就是孩子的父亲 你就把他当成 是一个恋爱对象 什么时候感觉不合适了 就分手得了 第87章 偶遇老同学 莫小脸没有说话 而是沉默地望向窗外 他想起了大学时代的事情 多少女人为了陆陈旭 争风吃醋 用尽心计和办法 只为了和他擦肩而过 这样的男神 如果能够和他谈一场恋爱 大概是所有女人 都梦没以求的事情吧 他脑海中又出现了 那天早上的画面 如果不是默默 自己恐怕早就沦陷在他 温柔的宫式下了 抛开一切 单纯地和陆孝草 谈一场恋爱 为自己的人生 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李明成的这个提议 确实很诱人 下午五点 他有些不舍地告别子众 和冉冉准备回陆家 李明成的建议 像是一粒种子 迅速在他的心底里发芽 而已生长得飞快 他有些烦恼地 坐在街角的长椅上 剩下的傍晚 夕阳的余晖 染红了整座城市 不知为何 他现在满脑子 都是陆陈旭高冷帅气的脸 怎么也甩不掉该死的李明成 没事出的什么烂主意 他忍不住在心里阻骂 手机在这个时候 突然想了起来 是陆陈旭打来的 他有些苦恼地盯着手机 不知该不该接 本来他还能 以母亲悲惨的经历告诫自己 果断拒绝陆陈旭 并和他保持距离 因为他不相信 这世间有天长地久 一生一世的爱情 可是 李明成那个混蛋 却突然告诉他 可以不用什么天长地久 一生一世 只需要谈一场恋爱 给自己的人生 留下美好的回忆即可 陆啸草 确实是一个 让人无法拒绝的美好回忆 他的手机还在响 他的心也在不停地挣扎 连子重都看出来 他压力太大了 是不是真的应该去谈 一场恋爱了 手机终于不再响了 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然后不知不觉地 跟着人流 登上了一辆 开往滑大的公交车 坐在车上 他看到路边 有拉着手一起散步的恋人 心底里 竟然升起了一丝羡慕 到了一站 上来了一对年轻人 在他的面前坐下 只有一个座位 男生主动地让给了女生 老公 你说我们的房子 新月家装什么时候 会开工啊 女生小声问 昨天他们的设计师 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说是明天早上 来现场查看情况 男生很温柔地回答 可是我们的房子那么小 只有46平 怎么能做到两室一厅呢 我觉得设计师会很为难 女生有些苦恼 男生有些愧疚地 拉住女生的手 老婆 对不起啊 我会努力早点换的大房子的 女生急忙安慰她 老公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别自责 能够和你在一起 无论未来如何 我都不后悔 我们一起努力 两个人的手 紧紧地拉在一起 原来他们就是新月家 装下一期 免费装修的户主 看到他们眼神中 满满的幸福 莫小蝶突然很羡慕 难道这就是恋爱的味道 到了一个 看起来比较老旧的小区 两个年轻人 拉着手下了车 因为李明成的话 莫小蝶觉得自己 好像着了魔 一直封闭的内心 突然裂了一条缝隙 满脑子竟然都是 陆成旭的身影 而且 他竟然觉得 李明成荒唐的提议 其实很不错 不考虑未来和结果 不考虑孩子 只单纯随心 和陆孝草谈一场恋爱 他忍不住拍了拍 自己的脸颊 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 公交车的中边站 是华大门口 他下了车 站在华大的门口 又想起了开学 第一天的情形 那时的陆孝草 站在那里 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他心里有些疑惑 为什么他会来华大 然后 他又觉得自己 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孩子还没有找到 竟然想起了谈恋爱 正准备转身离开时 有人惊喜地 拉住了他的胳膊 莫小蝶 真的是你 拉住她的是一个 看起来微胖的女人 在她的身边 站着一个高个子 瘦瘦的男人莫小蝶 有些疑惑 你们是 微胖女人推了他一下 有些阴阳怪气 哎呦 莫小蝶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听说你被拐卖到了 山区农村 脑子不好使了 我还不信呢 看来当年学校的传言是真的 经他这么一说 莫小蝶想起来了 眼前的女人 竟然是自己大意识的室友李芳 她的父亲 是华大后勤处的一个小领导 当时在宿舍有些嚣张 李芳 好久不见 在这里竟然遇到了老同学 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李芳拉过一旁的瘦高个男人 一脸挑衅 小蝶 我和王硕结婚了 刚怀上孩子 你呢 结婚了吗 王硕有些脸红 不敢看莫小蝶的眼睛 他和莫小蝶 曾经是高中同学 都是从金花镇出来的孩子 因为是老乡 他们在大意上半学期时 走得很近 后来 开学路上 王硕曾向他表白 但是被他拒绝了 在他短暂的大学生活里 唯一让他心动过的人 就是开学第一天 在校门口惊鸿一瞥的陆校草 后来 不知为何 王硕突然就成了李芳的男朋友 从那之后 李芳就处处和他作对 这么多年过去了 竟然这妖巧在华大门口 遇到了他们 不知该不该用冤家路窄 来形容现在的情形 看着李芳一脸挑衅的表情 莫小蝶觉得可笑 他满脸敷衍 那真是恭喜你们了 说完 他转身准备离去 李芳却一把拉住了他 故意大声问 小蝶啊 听说你在山村里 待了足足半年的时间 是不是被卖给了好几个男人了 我看新闻上说 那些被拐卖的女学生 一般都同时伺候好几个男人嘛 下午五点半左右 华大门口正是人流高峰期 听到李芳的话 很多人驻足开始观望 对他指指点点 莫小蝶脸色一沉 李芳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注意点 我说的都是事实 这可是前一段时间同学聚会时 他们听如欣欣说的 你该不会在山里流产多了 伤了身体 不会伤了吧 唉 真是可怜 莫小蝶抬手用力握住了他的手腕 李芳 你不要太过分 王硕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赶紧劝李芳 都是同学 小蝶也够可怜了 你何必呢 李芳用力甩开莫小蝶的手 指着王硕开始破口大骂 怎么 你到现在还惦记这个贱人 你别忘了 你的工作是谁帮你安排的 第88章 我要吃螺丝粉 他们的吵闹声顿时吸引了很多人 因为李芳和王硕 现在都是华大的职工 所以有很多华大的学生 都认识他们 王硕觉得有些没有面子 但又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好言相劝 现在我们孩子都有了 干嘛还要提以前的事情 走了 我们回去了 李芳不依不饶指着莫小蝶 怎么 要是没有孩子 你还想要这个破鞋啊 王硕 你可真见 就他这样 瘦不拉几 要身材没身材 要长相没长相 还不知被多少个男人睡过的女人 除非是傻子 否则哪个男人会要他 门口的人越聚越多 莫小蝶眯起了眼睛 正准备动手教训礼方时 身后传来了一个低沉 充满雌性的声音 老婆 你怎么在这儿啊 让我好找 他有些不确定的转身 看到陆成旭 一身休闲地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今日 他穿了一件白色体恤 蓝色牛仔裤 整个人 看起来像是从杂志里走出来的模特 周围开始有女生惊呼 天啊 他是谁啊 这么帅 我知道 我知道 他就是陆氏集团的总裁陆成旭 有女生兴奋地说道 陆成旭 我们华大曾经的校草 那个所有女生心中的男神 对 对 就是他 我在网上看过他的访谈 我的天 陆成旭来我们学校干什么 听着周围人群的议论 时隔多年 墨小蝶再次为陆孝草的魅力感到惊叹 陆成旭直接走到他身后 很自然地搂住了他的腰 一脸关切 老婆 谁让你生气了 说完 他看向李方和王硕 李方整个人已经蒙圈 他指着陆成旭 语无伦次 你 你 他 他 他是你老婆 陆成旭皱了皱眉 是啊 怎么了 有问题吗 人群中又是一阵惊呼 天哪 陆成旭竟然已经结婚了 是啊 刚刚被李老师骂的女人 竟然是陆总的老婆 哎 陆总的眼光也太差了吧 怎么差了 你仔细看看 那个女人可是著名设计师蓝小 蓝小 真的爷 真的是他 那刚刚李老师骂他的那些话 那些话肯定不是真的 李老师是什么人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通过关系进了图书馆 可是我每次去借书 他都凑着一张脸 要不就是再聊别人的八卦 他的话怎么能信 陆总和蓝小设计师 我要拍一张照片发朋友圈 这应该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了 有人拿出了手机开始拍照 莫小蝶故意拉住陆陈旭的手 李方 看在我们是老同学的份上 你刚刚说的那些话 我就不计较了 如果还有下次 你和王硕都别想再华大混了 王硕赶紧拉着李方道歉 小蝶 陆总 对不起 对不起 他怀孕了 情绪有些不正常 你们别介意啊 李方满脸的嫉妒 莫小蝶 没想到你竟然藏得这么深 竟然嫁给了陆总 陆总 你一定不知道吧 莫小蝶他当年曾经被拐卖 他的话还未说完 王硕就吓得赶紧捂住了他的嘴 对不起 我们先走了 然后强行将李方拉走了 陆陈旭是个什么样的人 恐怕整个羽城都知道 要是得罪了他 他们可真的别想再华大混了 看王硕还挺识趣 陆陈旭没有再说什么 这种势力低俗的人 他不屑收拾 你怎么会在这儿 莫小蝶有些奇怪 他想抽回自己的手 但陆陈旭却不肯放 我打你电话你不接 问了李明成 他说 你可能在小附近 我开车去找你 就看到你上了这趟公交车 然后我就跟了过来 你找我有事吗 陆陈旭突然伸手抱住了他 温柔的语气中透露着心疼 小蝶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别和自己过不去 也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那不是你的错 从今之后 一切有我 他突然的拥抱 和不同以往真挚的表白 瞬间击碎了莫小蝶心里 最后的一道防线 也许 李明成说的对 他应该放下孩子 抛开过去 不去想未来 只单纯地和陆孝草谈一场恋爱 给自己的人生 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想到这里 他低声开口 陆总 我饿了 陆陈旭放开他一脸神秘 走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什么好吃的 他有些好奇地问 去了你就知道了 半个小后 他们来到了宇成西街 一家有名的小吃店 此时正是饭点 西街上人很多 西街是宇成的小吃街 因为历史久远 道路有些狭窄 卫生条件也一般 此时 卖烤串 米粉的叫卖声不断 一不小心 陆陈旭还被旁边的人踩到了脚 莫小蝶看了一眼 和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的陆陈旭 陆总 你确定 你要在这里吃饭 像陆孝草这样 从小生活在别墅内的富二代 恐怕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吃过这种东西吧 陆陈旭握住他的手 你不是喜欢吃这里的螺蛳粉 和麻辣烫吗 我也想尝尝 莫小蝶有些感动 没有再说什么 拉着他来到了他和李明成 以前经常来的那家小吃店 老板 来两份螺蛳粉 一份不加辣 说完 他起身 你在这里等一下 我去隔壁商店 给你买些酸奶和面包 陆陈旭有些奇怪地拉住他 为什么 我要吃酸奶和面包 莫小蝶看了一眼他的胃 我刚刚给你 点了不加辣的螺蛳粉 可是 你有慢性胃炎 不能吃太多 所以我才要去给你买酸奶和面包 陆陈旭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老婆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莫小蝶瞪了他一眼 陆总 你好像忘记了我们的河头 陆陈旭拉着他的手撒娇 我不吃面包 我也要吃螺蛳粉 莫小蝶睁大了眼睛 这还是高冷的陆啸草吗 他竟然 竟然在对自己撒娇 他定了定心神 你要是胃疼了怎么办 不是有你吗 老婆 你不会不管我的对吗 陆陈旭冲他眨了眨眼 莫小蝶被彻底打败 只好放弃了 去买酸奶面包的打算 很快 散发着香味的螺蛳粉端了上来 莫小蝶特意用纸巾将筷子 勺子擦了一遍 然后递给陆陈旭 你少吃点 待会儿回去 我给你再熬些粥 听到莫小蝶主动要给自己熬粥 陆陈旭很听话地点了点头 好 第89章 李木塔被冤枉 莫小蝶拿起筷子 开始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陆陈旭看着他 也拿起筷子 加起一些螺蛳粉吃了一口 觉得味道还行 不过 莫小蝶碗中放了辣椒的螺蛳粉 似乎看起来更好吃 他拿起筷子 很自然地 从莫小蝶碗中夹了一些过来 陆总 你干什么呢 莫小蝶用自己的筷子 压住了他的筷子 我觉得你碗里的更好吃 我想吃你碗里的 陆陈旭眼巴巴地看着他的碗 莫小蝶耐心地解释 你胃不好 不能吃辣的 陆陈旭伸出一根手指头 可怜兮兮 一口 我就尝一口 莫小蝶无奈 只好让他尝了一口自己碗里的螺蛳粉 陆陈旭吃了之后 连连点头 好吃 还是加了辣椒的螺蛳粉好吃 说着 又要去莫小蝶碗里加 嗨嗨 莫小蝶轻咳了一声 他立马缩回手 笑了笑 好了 我说话算数 不吃了 这还差不多 吃饭的过程中 陆陈旭看他喜欢吃里面的木耳和香菇 就把自己碗里的都夹给了他 你不吃吗 莫小蝶有些奇怪 我不喜欢吃 你吃吧 你的毛病还真多 莫小蝶忍不住吐槽他 陆陈旭盯着他 一脸宠溺地笑了笑 也没有辩解 吃过饭 时间大概接近七点 陆陈旭提议陪他去逛街 却被拒绝 杜杜和莫默还在家呢 我们早点回去吧 我怕杜杜找不到我哭闹 他有些担忧 杜杜的情况虽然一天天在好转 但是还需要注意 以免他才受到刺激 看他如此担忧自己的女儿 陆陈旭握住他的手 小蝶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莫小蝶一头雾水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陆陈旭将他的手放在唇边亲吻了一下 莫小蝶有些不好意思地抽回手 我们赶快回去吧 晚上七点多钟 他们开车来到陆家别墅区附近的主干道上 这边别墅区需要经过李木塔他们所在的那片高档小区 夏季 这个时间天还很亮 那个小区门口不知怎地竟然围了一群人 陆陈旭小心地开车经过 莫小蝶透过车窗一闪而过之间 好像看到了李木塔被人打了 停车 他有些焦急地喊了一声 陆陈旭赶紧踩下刹车 小蝶 怎么了 陆总 你等一下 我遇到了一个熟人 说着 他推开车门向人群走去 一个衣着光鲜 浓妆艳抹的女人指着李木塔母子 我真是瞎了眼 引狼入室 没想到你们母子俩竟然是小偷 竟然敢偷我儿子的玩具 女人旁边 一个和李木塔差不多大小的男孩 突然拿着手中的变形金刚 狠狠地打在李木塔身上 你这个小偷 穷光蛋 撒谎精 你怎么会有钱买这样的玩具 分明是偷我的 还不承认 李木塔的妈妈赶紧护着儿子 对不起 太太 对不起 木塔还只是个孩子 她只是好奇而已 不是真的要偷这个玩具 李木塔一脸倔强地抬头 这个变形金刚不是我偷的 是一个阿姨卖给我的 我没有偷东西 我不是小偷 卖给你的 你知道这个变形金刚多少钱吗 你有钱吗 龙庄艳抹的女人一脸比一 李木塔的妈妈拉过儿子 木塔 你和妈说实话 这玩具真的是你买的吗 李木塔点了点头 是的 我没有撒谎 就是昨天早上你遇到的那个阿姨 是她卖给我的 龙庄艳抹的女人指着她问 好 既然你说是一个阿姨卖给你的 我问你 你花了多少钱 还有那个阿姨在哪里 木塔妈妈低头小声问 你花了多少钱买的玩具 李木塔犹豫了一下 二十 不过我身上只有十二块钱 其余的阿姨说 我可以慢慢还 二十 你们大伙都听听 二十块能买来这样的玩具吗 简直是笑话 龙庄艳抹的女人推了李木塔一下 举着手中的玩具 一脸得意 仿佛终于找到了李木塔偷东西的证据 人群开始怯怯思语 哎 现在的保姆真的靠不住啊 是啊 是啊 这不光自己偷东西 还叫孩子偷东西 这个李木塔妈妈我听说过 她儿子有先天性心脏病 雇主对她还挺好的 允许她带着儿子一起住家 我还以为她是老实本分的人呢 没想到竟然是个小偷 这年头 人啊 看到利益 都没有了感恩之心了 周围人群的议论 让李木塔母子有些抬起步头 李木塔的妈妈 极力为儿子辩解 太太 我们家木塔 是绝对不会偷东西的 我相信她 龙庄艳抹的女人 一脸夸张的惊讶 你的意思 是我冤枉了你们 木塔妈妈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说完 她回头看向一旁 一直沉默的蓝衬衫男子 老公 你看看他们 我就说 他们母子手脚不干净 你非不信 现在到好了 证据血凿了 人家还不承认 就好像是我们欺负了他们母子一样 蓝衬衫男子皱了皱眉 走到李木塔母子面前 既然这样 你们收拾一下 走吧 木塔妈妈一眼惊讶 先生的意思 是要辞退我 龙庄艳抹的女人指着他们 辞退你们已经算便宜了 难不成你还等着我去报警 墨小蝶走了过去 挡在李木塔母子面前 报警吗 很好 麻烦你现在就报警 让警察来好好查一下 到底是这个孩子 偷了你们的东西 还是你们仗势欺人 污蔑他们母子 仗势欺人 你是谁 蓝衬衫男子有些不爽的 上下打量了一下墨小蝶 觉有些眼熟 但是一时却没有想起来 我就是李木塔口中 那个卖给他变形金刚的阿姨 墨小蝶根本没有将这对夫妻放在眼里 有几个臭钱 就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 看不起别人 这种人注定目光短浅 没有什么前途 大人正在说话 刚刚打李木塔的那个小男孩 突然从一旁窜到李木塔面前 拿着手中的变形金刚 冲着李木塔的脸 狠狠地打了起来 那个凶狠的样子根本不像一个孩子 李木塔的小脸顿时有些红肿 可是他们母子二人却都不敢还手 墨小蝶一伸手 就将那个小男孩拎了起来 小小年纪 怎么这个恶毒 然后故意一松手 那个小男生顺势摔倒在地上 顿时撒泼大哭起来 第九十章 医院急救 农庄艳抹的女人赶紧将儿子从地上抱起来 小孩指着墨小蝶恶狠狠地说道 爸爸 打死他 打死他 蓝衬衫男人一脸怒气地向墨小蝶走过来 李木塔突然冲过去抱住男人的腿哭着哀求 叔叔 不要打阿姨 是墨塔的错 墨塔向你们道歉 还不行吗 蓝衬衫男人一抬腿 就将李木塔给踢倒在地上 墨小蝶正准备跑过去 查看李木塔的情况时 却被蓝衬衫男子拉住了手腕 我儿子可不是谁都能欺负的 只是 他的话音刚落 拉着墨小蝶的那只手 就被人一把拽开 然后对方一用力 直接一个过肩摔 将他摔在了地上 陆陈旭凌厉地扫了他一眼 马子辉 你敢动他一下试试 蓝衬衫男人 抬头看到陆陈旭 顿时吓得一脸土灰色 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 陆 陆总 你 你怎么在这儿 陆陈旭走过去 查看了一下墨小蝶的手腕 还好没事 他回头冷笑了一声 马经理好威武啊 威武这两个字的发音 他故意咬得很重 蓝衬衫男人 正是陆氏集团旗下 新岳服事的总经理 马子辉 马子辉吓得一头冷汗 那个 陆总 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家的保姆 偷了我儿子的东西 我正准备开除他呢 是吗 事情 你调查清楚了吗 真的是保姆偷的 陆陈旭冷冷地质问 这 这个 马子辉正不知该怎么回答呢 木塔妈妈突然惊慌地 大声哭叫起来 木塔 木塔 你怎么了 别吓妈妈 你醒醒啊 墨小蝶一愣 两步就冲到李木塔面前 此时的李木塔脸色苍白 躺在地上 气息微弱 怎么也叫不行 药 他平日常吃的急救药呢 快拿来 墨小蝶冲着已经下呆的木塔妈妈吼道 药 药 药在他的口袋里 平日我怕他有事 都让他随身携带的 木塔妈妈终于回过神 赶紧从李木塔的口袋里 掏出了一个小瓶子 然后倒出了一片药 压在了李木塔的舌头下面 现在必须马上送去医院 李木塔的情况 看起来很不容乐观 去医院 木塔妈妈愣了一下 连连点头 好好 去医院 马子辉看了陆成旭一眼 赶紧上前一脸殷勤 用我的车 我送你们去医院 陆成旭一把推开他 这个还不敢劳烦马经理大驾 你还是想一想 该怎么写辞诚吧 说着 他拦住正要暴力木塔的墨小蝶 我来 墨小蝶看了他一眼 小心 一定要轻爆轻放 他有先天性心脏病 二十分钟后 他们出现在羽城中心医院的心血管科室 这里有整个羽城最具权威的心脏方面的专家 医生直接将李木塔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很快有医生出来 你们谁是李木塔的家人 李木塔的妈妈 赶紧回答 我 我是他的妈妈 我儿子怎么样了 孩子爸爸呢 医生看了看他的身后问 孩子爸爸还在工地上 没有赶过来呢 你这个孩子的情况很复杂 先天是间隔缺损 心半膜狭窄 还有少部分心脏血管畸形 必须要马上动手术 否则孩子可能撑不过一个月 什么 医生 你说什么 木塔妈妈没有站稳 直接要摊坐在地上 被墨小蝶一把拉住 你们有保险或者医保吗 他这个手术比较复杂 费用大概要三十万左右 如果有医保或者保险 可能你们负担要轻一些 医生好心地给出他们建议 木塔妈妈 靠在墨小蝶身上哭了起来 我们没有保险 只有农村的医保 还是外省的 在羽城好像不能用 医生有些为难 你家孩子的情况 不太适合转院 路上的风险太大 你们先去交一下费用吧 至于手术等 孩子爸爸来了 你们再商量一下 木塔妈妈试探着问 医生 先交多少吗 你孩子这个情况 你先交一万吧 医生叹了口气 摇了摇无奈地回了病房 大概是在医院 见多了这样心酸的事情 墨小蝶扶着木塔妈妈 在病房走廊里的椅子上 坐了下来 木塔妈妈拉住她的手 谢谢了 今天多亏了你们 不然我家木塔可能救 说着 他忍不住低声哭了起来 陆陈旭抬头 看到走廊镜头 急匆匆地跑过来 一个身材中等 满身灰尘的男人 看样子 大概五十多岁 穿着一件工地上的工装 脸上的表情 有些憔悴和慌张 他四下张望了一会儿 看到木塔妈妈冲了过来 小芬 木塔怎么样了 木塔妈妈 看到他再也忍不住哭出声来 医生说 必须马上动手术 要 要三十万 否则木塔 木塔坚持不了一个月 木塔爸爸后退了一步 喃喃自语 三十万 以前不是说 二十万就够了吗 医生说 我们家木塔的情况太复杂了 怎么办 夫妻俩忍不住师生低措起来 穷人的悲哀就是这样 让人充满了绝望 莫小蝶实在是忍不住了 打断了他们 那个 木塔妈妈 你们现在手里有多少钱 她其实准备全部帮他们出的 可是又怕伤害了他们的自尊 所以才换了一种方法问 木塔妈妈夫妻俩 互相看了一眼 不知她这样问是什么意思 一共有十万 莫小蝶回头看了一眼 陆陈旭想出了一个 既不增加木塔父母心理负担 又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们等我一下 她回头将陆陈旭拉到一边 还没有开口说话 陆陈旭直接给了她一张信用卡 秘密是你生日 没有上限 你随便花 我没意见 莫小蝶白了她一眼 轻叹了一口气 陆陈旭还真不愧是直男 思考问题的方式还真直接 怎么了 看她叹气 陆陈旭有些不解 你这样做 会让他们有负担的 陆陈旭一脸不解的皱了皱眉 有什么负担 能救他儿子的命就好了 大少爷 你还真是高冷不识人间烟火 我想扮你商量一下 家里负责保洁的阿姨 不是过几天要回老家了吗 我们让李木塔的妈妈 来家里做保洁吧 还有 我看李木塔的爸爸 年龄也不小了 不如让他去陆氏当的保安 这些钱算是预付他们的工资 你看怎么样 陆陈旭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她的那句 家里 让她觉得心里很暖 小蝶似乎已经试着在接受她了 这是个很好的开端 她握住墨小蝶的手 在她耳边低语 老婆 家里你说了算 我没有意见 第九十一章 垫付医药费 面对她突然的深情 墨小蝶的脸颊有些发烫 那好 就这么说好了 说完 她急忙转身 跑到了李木塔父母面前 你们先别着急 我会先帮你们垫付木塔的手术费 以及医疗费的 孩子的病要紧 这对老师的农村夫妇 一脸错愕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您 您说什么 我和木塔也算有缘 她很懂事 我很喜欢她 愿意先帮她垫付医药费 墨小蝶又耐心地解释了一遍 李木塔的父母 互相看了一眼 依然不敢相信 为了让他们相信 也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 墨小蝶接着解释 木塔妈妈 现在也回不去那家了 不如去我们家当保姆吧 工资和你之前的一样 还有 木塔爸爸 你如果不嫌弃 可以去我 我老公的公司当保安 一个月工资 虽然可能比你在工地上少一些 但是 你们可以利用下班时间照顾木塔 他们公司还提供有员工宿舍 我们垫付的这些钱 就算是提前给你们发工资了 你们商量一下 看看行不行 其实 30万对她和陆陈旭而言 根本不算什么 他们不还也可以 但是依据她对小木塔的了解 那个小孩才7岁 在日常为人处事中 都不愿意贪占别人任何的小便宜 孩子的品行 很多都来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 小木塔的父母一定也一样 不肯贪占别人任何便宜 如果她说 夫妻俩还处于一片震惊之中 木塔爸爸将妻子拉到一边计算了一下 如果木塔经过手术病好了 平常就不需要那么大的 要药物开销了 那依照他们现在的工资情况 出去日常开销 要还清莫小蝶的20万 大概需要5年时间 她认得不远处那个一脸冰冷 却长得很好看的男人 是陆氏集团的总裁 她的工友们也讨论过 陆氏的保安工资待遇都很好 其实计算下来 比她现在的收入还要高一些 她的身体其实不太好 工地上的活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曾经也想过去陆氏当保安 可是因为年龄已经超过了45岁 陆氏那边不收 所以为了木塔 她才一直在工地上强撑着 听到墨小蝶这样的提议 他们夫妻俩觉得 简直是喜从天降 即找到了工作 还能提前预支工资 给木塔治病 当下两人就做出了决定 双双跪在了墨小蝶面前 谢谢你 谢谢 墨小蝶下得赶紧将他们拉了起来 别 你们别这样 我家里也是正好缺人手而已 李木塔的父母做出决定之后 墨小蝶将陆陈旭给他的那张信用卡 还有秘密都给了他们 夫妻二人再一次感激涕铃 要下跪表示感谢 墨小蝶拉住他们 时间不早了 你们赶快去找医生 商量具体的手术时间吧 等木塔的病情稳定了 再去找我 说着 他将自己的电话号码 留给了这对夫妻 墨小蝶看他们一直感谢 有些不好意思 不想再给他们添麻烦 随便找了个理由 拉着陆陈旭走出了医院 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糟了 这么晚了 杜杜一天没有见到我 该哭闹了 他有些着急 急忙拉着陆陈旭往医院停车场 跑去陆陈旭顺势将他搂住 老婆 别担心 杜杜很好 没有哭闹 墨小蝶歪头 有些疑惑地看向他 你怎么知道 陆陈旭轻笑了一声 我刚刚将他妈妈 学雷锋救人的视频发给了他 他立即就不哭闹了 还和墨墨一起夸你呢 说着 陆陈旭打开了自己的手机 果然 他刚刚偷偷录了一段医院走廊里 李木塔父母激动地拉着墨小蝶 要感谢的视频 因为角度和光线原因 将他拍得有些丑 他不满地撇了撇嘴 你是怎么拍照的 把我拍得这么丑 丑吗 陆陈旭又认真地看了一遍视频 很肯定地说道 不丑啊 我觉得很漂亮 我陆陈旭的老婆 最漂亮了 听了她的话 墨小蝶故意抖了抖身子 怎么了 你冷吗 陆陈旭关心地问 墨小蝶白了他一眼 不冷 就是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 陆陈旭一脸不解地问 看他一脸认真浑然不觉 自己刚刚说的话太肉麻 墨小蝶被彻底打败 没什么 快走吧 路上等红路灯时 陆陈旭又握住了他的手 老婆 你是怎么认识李木塔那家人的 墨小蝶将自己的手抽出来 陆总 你是不是又忘记了我们之间的合同了 陆陈旭歪头看着他 没有忘啊 可是为什么 你可以称呼我老公 我不可以叫你老婆 陆陈旭 我什么时候叫你老公了 墨小蝶抬高了声音 瞪向他 陆陈旭慢条斯理地拿出手机 点开上面的视频 墨小蝶的声音传了出来 木塔爸爸 如果你不嫌弃 可以去我 我老公的公司当保安 老婆 这是你的声音吗 墨小蝶恼羞成怒 伸手要抢他的手机 陆陈旭 你太卑鄙了 陆陈旭的手往后一缩 他整个人扑了个空 趴在了陆陈旭怀里 刚一抬头 就被陆陈旭 蜻蜓点水般地 在唇上亲吻了一下 陆陈旭 你 墨小蝶撤回身 坐好 脸颊红得厉害 面前的交通信号灯 正好变成了绿色 陆陈旭偷偷看了他一眼 愉快地启动了车子 一路上 墨小蝶一直看向车窗外 没有再和他说一句话 他有些心虚 陆陈旭刚刚那个不经意地吻 让他心跳加快 心里涌起了一些幸福的小甜蜜 墨小蝶拍了拍脸颊 他一定是疯了 回到陆家 已经是晚上九点四十 陆母还坐在客厅看电视 妈 你怎么还没睡 陆陈旭有些惊讶 陆母打了个哈欠起身 看向陆陈旭 我听默默说 你们送一个孩子去了医院 还拍了视频传给他 是怎么回事 没事 只是如果遇见了 顺便而已 陆陈旭简单地解释第九十二章 老婆 我胃疼 陆母没有再说什么 走到儿子身边时 皱眉在他身上闻了闻 你晚餐吃的什么 陆陈旭看了一眼墨小蝶 和小蝶一起去西街吃了螺蛳粉 陆母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你们 去约会了 陆陈旭嘴角露出一丝幸福的笑意 是啊 去约会了 陆母开心地拉住墨小蝶的手 快和妈说说 你们除了吃螺蛳粉 还干了什么 看电影了没 还有她有没有陪你逛商场 妈 别问了 小蝶累了 让她早点休息吧 陆陈旭将墨小蝶拉到自己怀里 护住 陆母用手指着她 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和你媳妇说几句话怎么了 这么消气 妈 我们今天真的很累了 有什么话 明天再说 说完 拉住墨小蝶直接往楼上走 墨小蝶觉得这样很不礼貌 微笑着回头 妈 晚 你早点休息 陆母一脸笑意地摆了摆手 示意她赶紧上楼 高冷 不解风情的大儿子 脸上终于有点恋爱和幸福的笑意了 真好 墨小蝶上楼之后发现 墨墨已经睡了 肚肚却一直在等她 妈妈看到 她肚肚扑了过来 抱着她不再撒手 墨小蝶抱着女儿走进了房间 顺便将房门轻轻关上 陆陈旭有些郁闷地站在门外 看了半天 叹了一口气 有些不甘心地走回房间 看来 今晚想抱着老婆睡觉 是不可能了 肚肚躺在床上 抱着墨小蝶 妈妈 想你 爱你 她似乎有些困了 但是一只耳强撑着 等墨小蝶回来 闭着眼睛一直重复这句话 看着女儿日渐红润的小脸 墨小蝶心里一片柔软 她忍不住亲了亲女儿的小脸 杜杜 妈妈也爱你 睡吧 等到杜杜睡熟了之后 她才小心地抽出自己的胳膊 去浴室洗了洗澡 刚从浴室出来 正在擦拭头发呢 突然听到了很轻的敲门上 她有些疑惑地开门 陆陈旭正捂着胃部 一脸痛苦地站在门口 老婆 我喂好汤 墨小蝶怕吵醒杜杜 赶紧拉着她走了出来 顺便将门轻轻关上 是不是吃螺丝粉的原因 她低声问 陆陈旭点了点头 应该是吧 疼得有些睡不着了 说完 偷偷地看了她一眼 果然 墨小蝶无奈地瞪着她 我早就说过 你不能吃 你还不信 现在好了 胃疼了吧 陆陈旭趁机拉住她的手哀求 老婆 你帮我揉揉吧 高冷美男怒笑草的这个表情 简直杀伤力十极 拒绝的话已经到了嘴边 墨小蝶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她叹了口气 扶着陆陈旭来到主卧 陆陈旭很自觉地走过去躺下 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示意她坐下 墨小蝶有些疑惑 你真的是胃疼 为什么她刚刚走到床边的动作 看着狠角见 陈旭立刻皱起了眉 又捂住胃 好疼 墨小蝶算是败给了她 伸手俯上她的中晚穴 开始给她进行中医推拿按摩 陈旭一脸深情地看着她 老婆 你什么时候学得中药推拿 李明成的父亲 是当地有名的中医 我前些年一直跟着她住在乡下 你和李明成感情很好 我们是铁哥们 好朋友 那你什么时候去学的做糕点 四年前吧 那时候学设计 有时候觉得灵感枯竭 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网上看到了蛋糕制作 突然就来了兴趣 其实当时学做蛋糕 有一半原因 是因为了灵感枯竭 另一半原因 是为了家里那两个小家伙 然然简直就是个小吃货 后来 她遇到了有同样爱好的柳一一 两人联手 开了第一家米多多甜品店 她出资金柳一一负责管理和运营 只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米多多甜品店一开张 生意就出奇的好 不到四年 就将连锁店开遍了全国 她正在出神 陆成旭突然伸手一拉 她整个人就被困在了她的怀里 老婆 你做的饭真好吃 高冷男神没头没脑 蹦出一句话 陆总 放开 莫小蝶觉得脸颊发烫 心跳得厉害 这样昏黄的灯光 俊美温柔的男人 她感觉自己有些难以抵抗 陆成旭在她耳边低语 叫我老公 我就放开你 陆成旭 你别太过分了 莫小蝶生气地抬头 陆成旭脸上露出一抹小孩子耍赖的表情 手却紧紧地扣住她的手腕 要不 你亲我一下 高冷陆笑草的脸上露出一抹坏笑 陆成旭气恼地战红了脸 陆成旭 谁给你的脸 放手 不放 你不亲我 我就不放 陆笑草像是个耍赖的小孩子 脸上的表情很执着 莫小蝶停止了挣扎 瞪了她一眼 语气中有一丝危险 你到底放手不放手 不放 陆成旭一脸无畏 莫小蝶嘴角微勾 另外一只手在她的腰间狠狠地凝了一下 陆成旭吃痛地叫了一声 哎呦 然后放开了手 莫小蝶一脸得意地跑到门口 陆总 我刚刚已经警告过你了 正在这时 走廊里却突然传来了杜杜的哭声 妈妈 妈妈 莫小蝶赶紧打开门冲了出去 杜杜 床上的陆成旭有些懊恼地垂了垂枕头 女儿还真是上天故意派来折磨她的 每一次都是这两个小祖宗坏她的好事 此时的陆成旭对两个女儿真是又爱又恨 第九十三章 决定摊牌 莫小蝶在走廊内看到杜杜穿着睡衣 光着脚站在那里 红着眼含着泪 满脸委屈 她心疼地过去抱住她杜杜 怎么了 杜杜趴在她怀里 阴阴哭了起来妈妈走了 不 不要杜杜了 莫小蝶亲了亲她的小脸 帮她擦去眼泪 妈妈没有不要杜杜 妈妈最爱杜杜了 主卧的陆成旭听到杜杜的哭声 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杜杜 怎么了 她走到莫小蝶面前有些担忧 看到她 杜杜急忙抱紧了莫小蝶的脖子 妈妈 是 是杜杜的 陆成旭愣了一下 随即宠溺地捏了捏她的小鼻子 你个小鬼头 是要和爸爸抢妈妈对吗 莫小蝶瞪了她一眼 杜杜应该是做噩梦了 都怪你 陆成旭看了一下四周 一脸坏笑地凑到她耳边低语 怎么怪我了 老婆 你刚刚不是也很陶醉吗 莫小蝶还未来得及说话 杜杜就一把将她的头推开了 撅起了小嘴 爸爸坏 杜杜的妈妈 陆成旭和莫小蝶都被杜杜的行为给逗笑了 莫小蝶白了她一眼 在孩子面前 不要乱说话 老婆 我错了 莫小蝶狐疑地看了她一眼 你的胃部疼了 陆成旭愣了一下 赶紧捂住胃部 那个 你这么一说 还真有点疼 莫小蝶懒得拆穿她的谎言 瞪了她一眼 抱着杜杜转身回房间去了 早晨 六点多一点 她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她刚刚做了一个梦 梦到陆成旭发现了九个孩子的事情 不听她的解释 愤怒地将她赶出了陆家 还把所有的孩子都藏了起来 不让她见 在梦里 陆成旭指着她 眼神里充满了恨意 莫小蝶 我陆成旭这辈子 最恨的就是被人欺骗 莫小蝶摸了摸心脏的地方 在梦里 她竟然因为陆成旭的这句话 心痛得无法呼吸 她将头深深地埋在薄毯里面 听到了心底清晰的声音 莫小蝶 别再自欺欺人了 你其实早就爱上了陆成旭 是啊 她早就爱上了陆成旭 准确来说 七年前在华大门口 她就和所有的女生一样爱上了她 否则 也不会趁着醉酒 将她拉进房间 只是 她太过频繁 很清楚自己和陆孝草之间的差距 所以从来没有奢望过而已 然而 现在 上天用这九个孩子 将陆孝草和她绑在了一起 于是 她开始有些贪心了 想要和陆孝草一生一世 又害怕自己太平凡 陆孝草有一天会厌倦自己 最后落得和母亲一样的下场 想到这里 莫小蝶起身 到洗手间 用冷水洗了洗脸 莫小蝶看向镜子中的自己 满脸的犹豫不决 和患得患失 突然她开始有些讨厌这样的自己了 她指着镜子中的人问 莫小蝶 什么时候你变成这副德行了 爱就爱 不爱就不爱 有什么好犹豫的 陆成旭怎么了 不爱了就离婚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世界上 谁离了谁都能活下去的 你又不是你妈妈 自己的人生自己掌握 还有 你想一想 子重何然然 他们是那么渴望见到爸爸 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自私了 陆成旭是孩子们的父亲 他有权知道真相 未来的是谁也说不准 现在就止步不前 这可不是你的作风 莫小蝶拿出你的勇气 面对你的内心 勇敢向前 不要再一副患得患失的鬼样子了 自言自语了一阵之后 莫小蝶深吸了一口气 决定勇敢地面对一切 接受陆成旭 然后再找机会和他摊牌 孩子又不是他一个人能生的 陆成旭也有责任的 做出决定之后 他的心情突然变得轻松起来 从衣柜了 拿出一件漂亮的衣服换上 然后他又给自己花了一个淡妆 他要先想一想 如何才能让子重何然然 出现在陆家人面前 来到楼下时 陆家其他的人都还未起床 只有李嫂在厨房准备做早餐 看到他李嫂有些惊讶 少夫人 你怎么起来了 莫小蝶笑道 陆总昨天晚上胃疼 我起来给他熬点养胃的粥 少夫人和陆总的感情真好 李嫂欣慰的也跟着笑了起来 他是在陆成旭十岁的时候 就来陆家的 也算是看着他们长大的 大少爷从小不爱说话 但却非常懂事 这几年更是抗下了陆氏所有的责任 真的是看着就让人心疼 现在好了 终于有人爱他 疼他了 李嫂是打心眼里 替陆成旭感到高兴 将养胃的小米山药 红枣粥熬上之后 莫小蝶又拿出手机 查找了一下 礼服当初发给他的中药方子 准备趁着今天还有空 去给陆成旭抓一些中药 好好的养养胃 粥熬得差不多了 他上楼帮陆陆和肚肚收拾了一下 拉着他们准备下楼 陆成旭从主卧走了出来 老婆 你起得好早啊 他一脸笑意地走过来 莫小蝶指了指身旁墙上的时钟 笑眼如花 老公 是你起得太晚了 陆成旭的瞳孔猛地一缩 顾不得肚肚和默默在场 直接搂住了他 你叫我什么 莫小蝶歪着头 嘴角调皮地勾了勾 老公啊 怎么了 陆成旭扶在他耳边 呼吸有些紧张 小蝶 你是不是爱上我了 莫小蝶还未回答 肚肚就开始拉他的衣服 爸爸坏 肚肚的妈妈 莫小蝶急忙推开了他 我给你熬了养胃的粥 时间不早了 快下楼吃饭吧 说着 他有些脸红地抱起了肚肚 不过心里却是满满的幸福 这样不再纠结 和陆孝草谈恋爱的感觉真好 吃早饭的时候 他故意将话题引到孩子们身上 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 有一个孕妇 一胎生了七个呢 他害怕自己突然说出实话 吓坏了陆家人 尤其是陆老夫人 七十多岁了 还有心脏病 只能这样旁敲侧击 徐徐徐治 是吗 那个孕妇可真够辛苦的 陆母有些感慨 陆老夫人抬头 七胞胎其实也挺好的 有男有女 家里到时候还热闹 多好 陆母有些不赞成陆老夫人的说法 妈 这七胞胎一定是早产 七个孩子能不能全部活下来 还很难说 还有 早产大多心肺功能发育不全 养起来很麻烦 很烧钱的 陆老夫人看了一眼墨小蝶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 墨小蝶整个人还沉浸在陆母的话中 她又想起了 自己还未找到的那几个孩子 还有那个被眉仪扔在金花镇 不知生死的宝宝 心里有些悲伤 所以 并没有听见陆老夫人的问话 只是 她还没有说话 默默却替她做出了回答 太奶奶 小蝶阿姨说了 她和爸爸不会再生宝宝了 有我和都督就足够了 第九十四章 然然失踪 听了默默的话 包括陆陈旭在内 所有的陆家人都是疑论 陆母有些迟疑地盯住墨小蝶 小蝶 默默说的可是真的 你们不打算要孩子了 所有人都盯着默小蝶 等待着她的回答 叶兰西低头吃了一口粥 怪不得默小蝶能这么快讨得陆家 这对双胞胎姐妹的欢心呢 原来是自己放弃了做妈妈的权利 不过 算她聪明 当年她一胎九宝 这还能不能再生 还真不一定呢 默小蝶看了一眼陆陈旭 那个 是这样的 我们家的基因有些特殊 陆母脸上猛的一惊 基因特殊 难道你家有遗传病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还真的不能要孩子呢 不 不是 没有遗传病 我们家的女生 都是多胞胎体质 我奶奶当初生了五胞胎 我大姑结婚后 一胎生了四个 我大姑家的表姐 也生了五胞胎 我 我 她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 叶兰西惊讶地看了她一眼 默小蝶这事 要干什么 难道要向陆家人 坦白她生过九个孩子吗 陆陈旭听完她的话 握住了她的手 既然这样 我们就不生了 陆老夫人有些不乐意了 为什么不生 多胞胎多好啊 陆陈旭解释 奶奶 你也看过新闻了 多胞胎怀孕 生产过程中很危险的 我不想我老婆受那么多的苦 我们有度度和默默 就已经足够了 陆老夫人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但是看到他们紧握在一起的手 却没有说出来 大孙子这颗万年铁树不开花 这一开花 竟然如此猛烈 将媳妇捧在了手心里 也罢 有什么比大孙子的幸福重要呢 默小蝶鼓起勇气 弱弱地问 那个 你们想过没有 要是度度和默默的妈咪 也是多胞胎体质呢 陆母一听 脸色顿时变了 提那个狠心恶毒的女人干嘛 陆陈旭也突然放开了她的手 我吃饱了 先去上班了 老公 怎么了 我说错话了吗 莫小蝶拉住她不解地问 陆陈旭伸手摸了摸她的脸 老婆 你没有说错话 是我都不想提起那个女人 她生下度度和默默 却将她们抛弃 让她们 特别是度度 受了这么多的苦 根本不配做妈妈 叶兰希却陷入了一点深思 莫小蝶无缘无故提这个干嘛 自找没去 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陆陈旭瞥了她一眼 吊耳郎当地说道 蓝总监 这次你马屁拍错地方了 度度和默默的妈妈 是我哥这一生的耻辱 她是被别人算计了 才会和那女人睡了一夜的 餐厅的气氛 突然变得有些尴尬和冰冷 莫小蝶有些惊讶地看着陆陈旭 她是陆陈旭一生的耻辱吗 正在这时 陆陈旭的手机响了 她皱着眉接通了电话 陆总 新月服饰的总经理马子辉 带着人在陆氏门前闹事呢 变化那头 助理的语气有些焦急 马子辉 好 我马上过去 转身她将莫小蝶 拉到了客厅的角落里 老婆 你别生气 这件事等晚上回来 我会好好给你解释的 说完 她在莫小蝶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然后急匆匆地走出了陆家 莫小蝶回到餐桌前 刚坐下 陆母就开始劝她 小蝶 你记住了 以后千万不要在陈旭面前 提起莫默和杜蝶的妈咪 她会不高兴的 莫小蝶点了点头 好 我知道了 吃过早饭 她将杜蝶和默默送到了幼儿园 准备去医院看看李木塔的情况 然后再去药店 给陆陈旭抓些中药条理位 下星期她就要回新月家装上班了 到时候 自己恐怕就没有时间了 只是 她开着车还未到医院 手机突然响了 是大嫂王平打来的 大嫂 传来了王平的哭声 小蝶 你快来幼儿园 然然不见了 什么 然然不见了 莫小蝶惊得差点追尾了前面的车 好 你等我 我马上过去 她在路口紧急调转车头 向着一小附近飞快开过去 15分钟后 她急匆匆地冲进了幼儿园 怎么回事 幼儿园已经报警 警察此时正在查看监控 幼儿园的园长一脸自责地 向她解释事情的经过 然然妈妈 是这样的 早上进班的时候 然然和班里的一个同学发生了争执 两个小朋友逗了几句嘴 老师将他们分开之后 一转身的功夫 然然就不见了 教室的监控呢 我要看教室的监控 莫小蝶心急如焚 很快 教室的监控掉了出来 一切确实和园长说得差不多 然然是 趁着老师给别的小朋友发玩具的时候 偷偷溜出教室的 当时她好像还在哭幼儿园监控只有画面 没有声音 因此 她皱眉看向园长 他们两个小朋友 为什么起了争执 这个 小孩子之间一点小摩擦而已 好像是小朋友嘲笑 然然没有爸爸 不过老师当时就赶紧将他们拉开了 还让那个小朋友和然然道歉了 园长犹豫了一下 向他详细地解释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大家正说着呢 子仲班里的老师 气喘吁吁地冲进了办公室 园长 不好了 莫子仲也不见了 因为子仲一直嘲笑 然然太胖 是个小吃货 所以然然强烈要求 不要和哥哥在一个班级读书 王平前几天才找院长 将他们两个人分开 什么 莫子仲也不见了 园长的腿一软 瘫坐在椅子上 民警此时已经在监控中发现了端倪 找到了 莫小蝶赶紧冲到监控前面 早上九点 然然和小朋友争执以后 哭着跑到了幼儿园的院子内 自己一个躲在大门附近的角落里 九点十五分 有人给幼儿园送菜过来 在对方搬菜的过程中 然然趁机溜了出去 监控再往后看 九点四十 他来之前的十分钟 莫子仲小朋友 竟然先将门口的保安片走 然后自己从幼儿园的铁门上翻了出去 莫小蝶觉得自己的头很疼 这两个小祖宗是要翻天啊 第九十五章 如子循 幼儿园园长立刻叫来保安 问他为什么要善离职守 保安一脸委屈 莫子仲小朋友说 后面厨房有一只老鼠 园长 你让我去帮忙抓老鼠 所以我就去了 王平扶住莫小蝶 也是头疼的厉害 现在该怎么办 莫小蝶揉了揉太阳穴 掏出手机 给李明成打了一个电话 将事情的经过 简单说了一遍 李明成吓了一跳 立刻通知志成保全的所有人 开始全程寻找子仲何然然 莫小蝶又跟着警察回到警局 查看幼儿园沿路的监控 只是他的这两个小祖宗 异常聪明 都十分懂得掩护自己 他看了半天的监控 只看到然然进了街角的公园 然后就找不到踪迹了 而莫子仲 过了一个十字路口 就拐进了一个没有监控的小道内 也不见了踪迹 这两个小祖宗 究竟要干什么 他心急火燎地 拉着王平出了警察局 在两个小家伙消失的街道附近 开始了地毯式的搜寻 众人都找翻天的 然然小朋友此时 正一个人走在马路上 小嘴还不停地嘟囔 马二明 你爸爸算什么 我爸爸比你爸爸有钱 比你爸爸长得帅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自从早上被同学马二明嘲笑之后 然然小朋友就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去路市和爸爸相认 一定要带着爸爸来幼儿园 让其他同学瞧一瞧 看看以后 谁还敢嘲笑他 可是他偷偷跑出幼儿园之后 才发现 自己没有钱 也不知道去路市的路怎么走 该怎么办呢 他站在马路边上 歪着小脑袋 仔细地想了半天 一抬头看到对面的警停 突然有了主意 妈咪说过 有事要找警察叔叔 如果他嘴甜一些 警察叔叔一定会将他送到路市的 那么他就可以见到爸爸了 想到这里 他有些兴奋地 飞快向马路对面跑过去 一辆车从远处飞速而过 在他面前紧急杀主 他吓得摔倒在地上 擦伤了腿 跑什么 没看到车吗 司机探出头 很不爽地吼了一句 然然吓得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卢浩泽看了一眼 地上哭泣的小女孩 觉得有些面熟 但是因为他常年在国外 不经常见默默 所以并没有发现 地上的女孩和默默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小孩子 别理他 绕过去我们走吧 他吩咐司机 坐在他身旁的卢子循 却突然开口 等一下 然后 他推开车门走了出去 子循 你要干什么 研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卢浩泽想阻止儿子 可是卢子循根本不听他的 他来到然然面前伸出手 小妹妹 你没事吧 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车上看到这个小妹妹的第一眼 就觉得很可爱 很亲切 然然抬起头 胖乎乎的小脸上挂着泪水 他指着自己的膝盖 流血了 好疼 卢子循伸手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 你家在哪里 我送你回去吧 然然含着泪的眼睛猛的一亮 哥哥 你愿意送我回家 卢子循点了点头 先上车 我给你涂歇药 车上的卢浩泽连同卢家的司机 都被卢子循的行为给吓到 卢子循这个天才少年 自从两年前他的妈妈病逝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敢靠近他 别说是他的手了 就是他的东西 谁要是敢碰一下 立刻就会被他扔掉 或者销毁 就连卢浩泽和现在妻子所生的小女儿 他的亲妹妹 他也从未正眼瞧过 卢家 谁也别想靠近这个小祖宗 可是 今天 他竟然会主动去扶一个陌生的小女孩 还牵着对方的手 这画面太诡异了 我爸和司机震惊的表情 直接将冉冉扶到车内 从车内拿出他常备的创伤药 小心地给冉冉涂上 然后又用纱布 替他将伤口包扎了一下 这样还疼吗 包好以后 他小心地问 冉冉摇了摇头 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 不疼了 谢谢哥哥 不知怎么的 卢子循在看到冉冉的笑容时 心里突然觉得很温暖 又听到他亲切地叫自己哥哥 竟然开心地笑了 小妹妹 你家住那里 我送你过去 卢浩泽和司机 像是看到鬼一样 惊恐地望着卢子循 他的儿子竟然会笑 竟然会和一个陌生小女孩 说这么多话 要知道 在卢家一整天 卢子循说过的话 一般不会超过五句 长这么大 就是在他亲妈面前 也没有笑过几回好不好 这也太诡异了吧 然然歪着头想了想 哥哥 我要去找爸爸 我爸爸在路市上班 你能不能送我去路市 好 掉头 我们去路市 卢子循想也没想 直接命令司机 卢浩泽试图阻止他 子循 卢子循眉头轻皱了一下 那爸爸一个人去吧 我带着这个妹妹 打车去路市 你 卢浩泽想要呵斥他 但是看了儿子一眼 却将倒嘴的话 又咽了下去 他这个儿子 是他的骄傲 也是他最爱女人生的 他舍不得 也不忍心呵斥 卢家的车子 在马路上飞驰 很快就来到了路市门口 然然有些舍不得 和这个小哥哥分别了 这个小哥哥 长得真好看 还很有气质 像是读过很多书的样子 对他也很好 一定都不像家里的哥哥 一直嘲笑他吃得太胖 哥哥谢谢你 有时间我请你去我家玩 我妈咪做的饭可好吃了 虽然舍不得 但是找爸爸 才是最重要的 好 这是我的电话 我等你 卢子循向司机要了一张纸 飞快地写了一行号码 递给然然 然然接过来 小心地装在口袋里 好 你等着 我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 卢浩泽再次被吓到 儿子这是干什么 小小年纪 就在聊妹吗 这么轻易地 就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人家 这一点都不像他的风格 他笑着看向儿子 子循这么喜欢小妹妹 怎么不见你对子梦这么亲切 子梦是他和现在的妻子 软之与生的女儿 才刚刚两岁 也是生的软糯可人 可是卢子循却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 卢子循没有理他 直接吩咐司机 开车 我们要迟到了 第九十六章 我要见爸爸 然然抬头看了看 陆世高耸入云的大楼 深吸了一口气 迈着小短腿向前台走去 莫子仲听到妹妹不见的消息之后 又从老师那里 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很快就得出结论 然然一定是去陆世找爸爸了 她很担心 然后就找机会 骗过保安偷偷跑了出来 她的目标很明确 第一时间找到然然 在妈咪发现之前 将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因此 她很轻易地 就避开了街道上的摄像头 然后用自己的私房钱 打了一辆出租车 直奔陆世 来到陆世 远远的她就看到 然然向前台走去 她火急火燎地往里冲 想要尽快将然然拉回来 因为跑得太快了 所以撞到了听说马子辉闹事 特意来公司的陆父陆母 马子辉当年是陆父一手提拔上来的 毕业于华大 马子辉的父亲出身农村 为人耿直 蒋义气 和陆父曾是大学室友 关系不错在陆世最初 最艰难的时候 曾经雪中送炭地帮助过他们 十年前 马子辉大学毕业 马父身患癌症迷流之际 哀求陆父给儿子 在陆世找一份工作 陆父看到马子辉 确实积极上进 为人踏实 就一手提拔了他 只是今天 他接到马子辉的电话 说自己的儿子 不分青红皂白要开除他 于是 他就和陆母一起 急匆匆地赶到了公司 谁知 刚进公司的大门 就被一个小朋友 给撞了个满怀 陆母怕小朋友摔倒 赶紧扶住了他 对不起 对不起 莫子仲赶紧抬头道歉 他这一抬头不要紧 陆父陆母 直接呆住了 这 这小孩怎么和他们家 那两个儿子长得这么像 陆母用胳膊碰了陆父一下 你说 这孩子会不会是你那两个儿子 在外面惹的祸 陆父拉住莫子仲和蔼地问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几岁了 爷爷好 我叫莫子仲 快七岁了 莫子仲看了一眼 陆父陆母很礼貌地回答 眼神却着急地妄想然然 前台的工作人员 正低着头看文件呢 突然听见了软软诺诺的声音 阿姨 你好 工作人员赶紧起身 然后就看到了 身穿粉色连衣裙 胖乎乎点着脚尖的然然 他有些惊讶 更可爱 尤其是红扑扑 肉乎乎的小脸蛋 让人忍不住想要捏一把呢 莫莫 你怎么一个人来找爸爸了 工作人员很热情地走出来 拉住他的手 然然后退了一步 仰起小脸 我不是莫莫 我是然然 我要见我爸爸 然然 前台一脸错 这是怎么回事 然然还准备在说话时 莫子仲已经从旁边冲了过来 然然 我就知道 你跑到这里来了 快跟我回去 莫子仲拉住然然的手 想要尽快将他带回去 这要是让妈咪发现了 他们两个人的小屁屁 就要开花了 然然一把推开他 一脸倔强 我不要 我要见爸爸 我要让马二明看看 我爸爸比他爸爸帅多了 妈咪会收拾我们的 快给我回去 莫子仲急地一头汗 不 我不回去 然然任性地往后退了一步 他们的吵闹声 吸引来一些人的目光 陆父陆母看到 然然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 这个小女还是谁 为什么会和肚肚 还有莫莫长得一模一样 陆母回过神之后 两步就走到了然然面前 小朋友 你说 你叫什么名字 然然看着陆母 觉得这个奶奶很亲切 收起了刚刚的任性 甜甜地说道 奶奶 我叫然然 我刚刚听你说 你要找爸爸 你爸爸是谁啊 我爸爸是 然然的话还会说完 就被子仲捂住了嘴 那个 奶奶 我妹妹她胡说呢 你别听她的 我们只是迷路了而已 说着 她用力拉住 然然准备赶快离开 陆父却一把拉住了她 你说 她是你妹妹 莫子仲皱了皱眉 这个爷爷的表情 为什么这么奇怪 但是 出于礼貌 她还是点了点头 是 她是我妹妹 陆父和陆母互看了一眼 然后伸手 一人拉住了一个 打电话给你们陆总 让她马上下来 陆父吩咐前台 莫子仲感觉到 事情有些不对劲 你们是谁啊 陆父一把 将她抱了起来 我们是谁不重要 关键你们 是谁家的孩子 爷爷 快放我下来 子仲用力挣扎 可是 陆父却怎么也不肯放手 这个小男孩将近七岁 还和自己儿子长得这么像 旁边的小女孩 又和默默一模一样 难道真如默小蝶所说 默默的妈咪当年生的是多胞胎 陆氏总裁办公室内 马子辉正和陆陈旭谈判 陆总 我没有违反公司任何规定 你为什么要开除我 如果你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了 陆陈旭看了他一眼 陆氏没有开除你 只是让你自己主动离职而已 就为了那个保姆的儿子 陆总 你至于吗 马子辉窝了一肚子火 他承认 昨天是他自己太冲动 儿子的变形金刚 最后在书架后面的夹缝里找到了 是他没有调查清楚 冤枉了李木塔 可是 这和陆总有什么关系 他凭什么打电话 让人事不暗示自己自动离职 他马子辉在陆氏整整干了十年了 多少还有些亲信 可不是他陆陈旭想赶走就能赶走的 不想走是吗 陆陈旭薄唇轻气 冷冷地说道 要走 我也得走得明白啊 你说是不是 陆总 陆陈旭冷笑了一声 欺负弱小 冲动 打女人 你这样的员工陆氏 怎么敢再用你 马子辉看他是铁了心 想要将自己赶出陆氏 也不再客气了 陆总 这个和我的工作无关吧 我在陆氏这十年 功劳有目共睹 如果不是我 新月服饰能做到现在这个程度 能够创建出属于自己的品牌 你的功劳 陆陈旭看着他嘴角动了动 伸手从桌子上 拿出一叠文件扔了过去 你自己看看吧 第97章 开除马子辉 文件看了一眼 顿时脸色大变 这叠文件全部是他贪污 吃回扣 造假账的证据 上面有供应商代表 和财务部门主管的签字 陆陈旭又拿出一支录音笔 这里还有一些录音 你要不要听听 马子辉吓得赶紧求饶 陆总 陆总 看在我爸当年 曾经帮过陆氏的份上 求你饶我一次吧 饶你 你刚刚不是要走法律程序吗 财务部已经报警了 你等着和警察解释吧 陆陈旭声音冰冷 没想到他非但不思悔改 反而纠结了一群人来公司闹事 既然如此 就只有公事公办了 马子辉看着他再次哀求 陆总 怎么说我也在陆氏干了十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我妈年纪大 身体不好 一个月光药费就要好几千 我还有车贷 房贷要还 孩子还要上学 如果我失业了 就活不下去了 陆陈旭看了他一眼 不用和我装下去了 这些年 你在陆氏捞了多少 你我都清楚 一切让法律来裁断吧 看他一点情面都不讲 马子辉的眼神中 划过一丝阴狠的光芒 他抬起头 一脸挑衅 我是老总才提拔上来的 就是走 也是老总才说了算 凭着陆父和自己父亲 知道的交情 只要他说几句好话 陆父一定会放过他的 就在此时 陆陈旭桌子上的电话响了 他接通了电话 陆总 老总才来了 让你马上下去 电话那头 传来了助理的声音 好 我马上下去 警方那边怎么说 警方的人马上就到 陆陈旭起身 与其不容置疑 这件事我说了算 即便我爸来了也没用 陆氏这次绝对不会侵扰你的 他走到助理的办公桌前 嘱咐道 看好了 别让他跑了 陆氏集团大厅内 莫子仲奋力地挣脱陆父的怀抱 拉着然然就要往外跑 这一对爷爷奶奶 虽然看着很慈祥和蔼 可是他们这种态度 一定是开始怀疑然然的身份了 必须马上离开才行 只是 虽然莫子仲聪明伶俐 奈何然然却是一个猪一样的队友 我还没有见到爸爸呢 然后 蹲在地上开始大哭起来 莫子仲急地团团转 弯腰讨好他 然然 妈咪说过 不让我们自己来见爸爸的 你就不怕妈咪生气吗 然然抬头有些犹豫不决 可是 可是 我想见爸爸 马尔明总是嘲笑欺负我 没有爸爸 莫子仲顺势将他拉了起来 你跟我回去 哥哥帮你去揍他 你想想 万一妈咪生气了 以后不给你做红烧肉和糖醋排骨了 该怎么办 这 好吧 一听到自己最爱吃的食物 然然这个小吃货瞬间妥协 莫子仲回头一看 陆父陆母已经追了过来 赶紧拉起然然 向陆氏大门口跑去 可是 刚跑出去几步 就看到一群穿着制服的警察 从外面走了进来 糟了 是不是幼儿园的老师报警了 警察找到这里来了 莫子仲心里猛的一惊 他四下张望 一转身 拉着然然跑向了楼梯间 两人一口气趴到五楼 然然终于爬不动了 他坐在地上 哥哥 我跑不掉动了 莫子仲看了看下面 那些人好像没有追上来 也松了口气 和然然并排坐了下来 哥哥 我们不是要回去吗 为什么要躲起来啊 然然小脸上满是汗水 不解地问 你没看到那些警察吗 肯定是幼儿园的老师报警了 警察通过监控 找到这里来了 莫子仲小心地用自己的衣服旁 然然擦了擦脸上的汗 然然摇了摇头 有些得意 警察才不会这么快找到我们呢 我溜出来的时候 特意避开了幼儿园门口的监控 是吗 我也是特意避开了监控 难道那些警察不是来找我们呢 莫子仲歪着小脑袋 有些想不明白了 然然拉住他的手 哥哥 我们回去吧 我口渴了 莫子仲小心地又看了看四周 好 我们走 两个小家伙刚起身 他们身后楼梯间的门突然被人撞开 对方像是在躲避什么人的追捕 神色有些慌张 莫子仲赶紧将然然拉到身后 马子辉在陆成旭的办公室 给陆父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 但是陆父都没有接 他感觉到陆父应该也不愿意帮他了 整个人开始有些着急和崩溃 他自己心里很清楚 依据陆成旭刚刚扔给他的那些证据 如果到了法院 他最少也要判个三年以上 这一判刑 他这辈子就全完了 因此 他不能坐以待毙 找了机会逃了出来 他不敢坐电梯下一楼 害怕在大厅里遇到警方的人 因此 电梯到了五楼 他就悄悄下来了 可是 刚下来 就看到陆氏的保安急匆匆地在满层搜索 于是 他赶紧躲到了楼梯间 莫子仲看对方一直盯着他们 有些害怕地 拉着冉冉慢慢地往楼下挪动 这个人的眼神看起来很可怕 他们要小心一些 谁知 还未下一阶楼梯 对方突然将他们拦住 你是默默 马子辉盯着冉冉问 他曾经在公司见过默默好几次 虽然最近默默吃胖了 但是他绝对不会看错的 莫子仲护住默默 不是 他不是默默 他是我妹妹 说完 赶紧拉着冉冉往楼下跑 可是 两个小孩 怎么可能跑过一个穷途陌路的大人 马子辉轻而易举地 就将然然抓了过来 哥哥 哥哥 救我 然然吓得大哭起来 放了我妹妹 莫子仲冲过去 狠狠地咬住了马子辉的胳膊 马子辉吃痛 用力一甩 子仲瘦小的身体 就从楼梯上滚落了下去 小脑袋撞在台阶上 昏迷了过去 然然一看哥哥 受伤昏迷了 立马伸手 抓向马子辉的脸 你是坏人 坏人 马子辉的脸上 顿时出现了一道血液 他恼怒地甩了 然然一巴掌闭嘴 否则老子杀了你 然然背下地大哭起来 第九十八章 可能是你的儿子 陆陈旭在一楼大厅 刚出走电梯 就看到自己的父母 一把年纪了 还剑步如飞冲 正准备冲向不远处的楼梯间 他急不过去 喊住了他们 爸 妈 陆父 陆母回头看到他声音急切 陈旭 快 那两个孩子跑进去了 陆陈旭一脸不解 什么孩子 就是 就是 刚刚我们看到 陆母的话还未说完 前台工作人员 已经带着警察 来到他们面前 陆总 这是与城公安局 经侦部门的同志 警察同志 这是我们公司总裁 陆总前台的工作人员 很礼貌地介绍 公安局办案警察 出示了自己的相关证明 我们今天早上 接到贵公司财务部门的报警 说是新月福市总经理 马子辉涉嫌贪污 侵占公司财产 特意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是 马子辉正在我的办公室内 请随我来 陆陈旭很礼貌地 领着警察 准备进电梯 陆父着急地一把拉住他 陈旭 你听我说 刚刚 陆陈旭以为他要为 马子辉求情 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爸 这件事只能公事公办了 我很忙 你们先回去吧 说完 正好电梯来了 他准备和警察一起进电梯 助理小楼从电梯里 慌慌张张张地冲了出来 陆总 马子辉不见了 陆陈旭脸色微变 通知安保部门 堵住陆市大楼所有的出口 层层给我排查 是 助理立即打电话 通知陆市大楼的所有安保人员 警察同志 马子辉现在可能藏在某一个角落里 麻烦你们随我到办公室等一会儿 他很客气地 准备将警察带到自己的办公室 陆父直接走到他面前 指着他的助理 小楼 你先带警察同志上去 我有话 要和你们总裁说 是 助理小楼礼貌地 领着警察坐上了电梯 陆陈旭一脸无奈地 看向自己的父亲 爸 你知道马子辉这几年 在公司利用职权 贪污了多少吗 就算是马伯伯还活着 恐怕也就不他 陆父摆了摆手 有些不耐烦 谁要和你说马子辉的事 我是要和你说孩子的事 孩子 默默和肚肚怎么了 陆陈旭猛地一惊 陆母吉的一把 将陆父拉到一边 不是肚肚和默默 是我们刚刚在大厅里 遇到了一个和默默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 还有一个和你有几分相似的小男孩 陆陈旭皱眉 和默默长得一模一样 他正想问个明白时 保安队长突然抱着一个小男孩 从楼梯间的门里冲了出来 陆父陆母看了一眼 急忙冲了过去 对 就是这个小孩 他怎么了 我们在四楼和五楼之间 楼梯上发现了他 应该是从楼梯上滚落下来 摔伤了头部 保安队长解释 陆陈旭走过来 看了一眼莫子重 心里有些惊讶 这个小孩闭着眼 睫毛很长 猛地一看 和小蝶竟有几分相似 小孩的家人呢 陆陈旭看了一眼大听问 前台工作人员 此时也跑了过来 没有见到他的家人 他是和他妹妹一起过来的 说是要找爸爸 你们先去 将孩子送到医院 一切等到联系到他的家人再说 陆陈旭指了指 陆氏对面的医院 声音有些急切 这孩子 要是在陆氏出了什么问题 媒体指不定要如何大肆报道呢 我和他们一起去 陆母有些不放心 准备跟上去 却突然发现了 莫子仲衣服上的字迹 咦 他这衣服上面 好像是幼儿园的名字 莫子仲今天穿的是幼儿园的园服 在衣服后面 印着幼儿园的名字 陆陈旭吩咐前台工作人员 将孩子先送到医院 然后立刻和幼儿园联系 陆母将儿子拉到一边 陈旭 这个孩子的鼻子长得和你很像 说不定也是你的儿子呢 妈 您别开玩笑了 你和爸想要孙子 陈宇的双胞胎儿子 过几个月就生出来了 别羡慕人家的孩子了 怎么不可能了 小蝶今天早上还说 有人一胎生了好几个宝宝呢 说不定当年默默的妈咪 也是一胎生了好几个 一胎多宝 妈 你想得太多了 说完 陆陈旭指了指保安队长的背影 他们要过马路去医院了 你要是真的喜欢那个小孩 就跟过去再多看几眼 陆母没有办法 只好拉着陆父跟着保安队长去了医院 我觉得 我们应该和那个小孩 做个亲子鉴定 走在路上 陆母提出建议 我看行 陆父表示同意 中午十二点 虽然是多云的天气 可是空气依然沉闷异常 墨小蝶站在马路上 一脸焦急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 他刚刚和李明成通过电话 制成保全和公安局那边都没有线索 现在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了 这么热的天气 不知道那两个小家伙现在在哪 热不热 呃不饿 可不可 突然 他的手机响了 是幼儿园打来的 他急忙接通电话 子仲妈妈 我们刚刚接到电话 子仲受伤了 现在在宇城第三人民医院的急诊室呢 电话那头传来了园长的声音 受伤了 伤哪了 墨小蝶握住电话的手 有些发抖 不知道 我们也正往医院赶呢 你也快过来吧 挂断电话 墨小蝶飞速地拦下一辆出租车 飞奔向第三人民医院 他到的时候 幼儿园的园长已经到了 正在和陆父陆母说话谢谢你们 子仲的妈妈 马上就过来了 说完 园长一抬头 就看到了急匆匆跑进急诊课的墨小蝶 子仲妈妈 在这里 园长冲墨小蝶招了招手 墨小蝶冲过去 拉住园长的手 神情紧张 语气急促 园长 子仲呢 他人在哪 园长安慰他 子仲妈妈 你别担心 子仲摔伤了头部 当刚做了头部的CT 医生说只是皮外伤 没什么大碍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现在正在进行全身检查呢 墨小蝶松了一口气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第99章 然然被挟持 陆父和陆母在看到墨小蝶的那一刻 早就被吓得目瞪口呆 他们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 小蝶是子仲的妈妈 这 这是什么情况 子仲妈妈 就是这两位好心人 将子仲送到了医院 院长指着陆父 陆母 向墨小蝶解释 一直紧张儿子伤势的墨小蝶 这才看到院长身后的人 爸 妈他吓得一脸惨白 陆母拧眉 小蝶 真的是你 你 你有孩子了 妈 这个 我 他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这个事情太遥远 太复杂 一时半会儿很难说清楚 急诊科门外 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快看 对面陆氏的大楼上 有一个男的要跳楼了 是吗 我怎么看着 好像还有一个孩子呢 太高了 看不清 应该没有孩子吧 很多人听到消息跑了出去 陆父陆母 也顾不得听墨小蝶解释 跟着人群也跑到了外面 与第三人民医院 一马路之隔的陆氏大楼 23楼顶上 一个男人正站在楼顶的边缘 手里抱着一个孩子 像是随时都要他跳下来 我的天啊 真的有孩子 那个男人真的抱着一个孩子 陆母心惊肉跳地互看了一眼 然后 陆父掏出手机 拨通了陆陈旭的电话 但是接通了好久 却没有人接 他有些焦急地 又打给助理小蝶 电话一接通 就急不可待地问 小蝶 谁在跳楼 他抱着的那个孩子是谁 电话那头 传来小蝶的声音 陆总 是马子辉 他拒绝接受警方的询问 然后挟持了一个 和默默长得很像的小女孩 陆总和警方的人 正在楼顶和他谈判呢 还真是那个小女孩 陆母自言自语之后 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转身冲回急诊科 墨小蝶 里面的小男孩 真的是你的儿子 他再次确认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墨小蝶已经不打算隐瞒了 他点了点头 子中确实是我的儿子 等他出来 我会向你们解释清楚的 陆母一把拉住他的手 你先不用解释 我就问你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女儿 和默默长得一模一样 刚刚这两个小孩 是一起来的墨小蝶一论 紧张地一把拉住了陆母的手 妈 你见过然然啊 此时陆母心下 已经大概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怪不得墨小蝶 要对肚肚和默默那么好 放着米多多甜品便的店长不做 要去陆家当蛋糕师呢 她应该就是当年 生下肚肚和默默的女人 不 准确地说 她当年生下的 应该不只是肚肚和默默 今天早晨 她曾故意提起过一胎七宝的事情 该不会 她当年一胎生了七个宝宝吧 陆母被自己的想法给吓了一跳 正准备问呢 墨小蝶却先一步开口 妈 然然在哪 这个 陆母想起了对面楼顶上的然然 急忙将她拉了出去 马子辉挟持了然然 在上面呢 陆母指了指对面 陆氏大楼的顶楼 墨小蝶的腿一软 整个人向前摔倒下去 陆母眼几手快地 一把拉住她 陈旭和警察都在上面呢 你别着急 妈 子仲先拜托你了 说完 她就向陆氏飞奔过去 穿过马路之后 她给李明成打了一个电话 简单地说明了一下 陆氏这边的情况 李明成正和王平在一起 一听这话 两个人都紧张起来 小爹 需要怎么做 你尽管吩咐 支撑保全的人随时待命 十分钟内 我要马子辉的所有资料和弱点 好 我马上去办 陆氏大楼顶层 陆陈旭接到安保经理的电话冲上去 看到然然时 整个人都呆住了 老妈说的一点都没错 这个小女孩 果然和默默他们 长得一模一样 难道她也是自己的女儿 那么 当年那个女人 到底生了几个孩子 她既震惊 又有些紧张 然然胖乎乎的小脸上 满是恐惧 眼睛已经哭得有些红肿 看到陆陈旭 突然睁大了眼睛 哭喊起来 爸爸 爸爸 快来救我 我害怕 她的这几声爸爸 喊得陆陈旭的心都要碎了 马子辉听到 然然叫她爸爸 有些得意地笑了笑 陆总 既然你不让我活 那我就和你的女儿一起死 说着 她抱着然然又往边缘处走了一步 然然吓得大叫起来 爸爸 爸爸 我害怕 我害怕 陆陈旭赶紧阻止她 马子辉 你别冲动 你要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是吗 你让他们都往后退 马子辉看了看 她身后的保安和警察 陆陈旭朝身后挥了挥手 警察和保安没有办法 只能后退 好了 他们后退了 你要什么条件尽管开口 陆陈旭尽量不刺激她 我要你把刚刚拿出的证据原件 复印件 还要录音都当着我的面销毁 好 你下来 我马上让他们去拿东西 马子辉冷笑 陆总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销毁那些东西 我自然会抱着你的女儿下来 陆陈旭回头吩咐助理 小楼 去将所有的证据都拿来 马子辉看她这么轻易就答应了 又说道 陆总 想要你女儿活着 我还有一个条件 你说 我都答应你 只要你不伤害我女儿 然然听了她的话 忍不住哭泣 爸爸 然然爱你 陆陈旭的心头猛的一震 然然 这个小女孩叫然然 好 陆总果然爱女心切 是个难得的好父亲 我要心悦服侍全部的股份 马子辉狮子大开口 陆陈旭愣了一下 马子辉 如果马伯伯还活着 一定会对你非常失望的 马子辉面目争鸣 你少跟我提我爸 如果不是我爸 你们的路市当年早就倒闭了 陆陈旭看她站在楼顶边缘地带 情绪激动 害怕她一个不小心抱着孩子摔下去 赶紧安抚她 你这样的要求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需要董事会所有股东通过了才行 马子辉将然然往外抱了抱 少废话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 这件事 你一个人说了算 赶紧将股权转让书签了字给我 然然此时已经哭得嗓子沙哑 爸爸 爸爸 我好害怕 好好 我马上让人准备股权转让书 你冷静些 陆陈旭不敢再刺激她 只能吩咐人去准备 第100章 然然获救 墨小蝶来到路市之后 虽然心急如焚 非常担心然然然的安全 但是却没有急着冲上顶楼 她在等李明成的电话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五分钟后 李明成给她传了一份 关于马子辉的简历 马子辉 35岁 十年前因为父亲的原因 入职陆氏集团 现任新岳福市总经理一职 因为贪污受贿 吃回扣 今日被陆氏告上了公安局 简历上有一张马子辉的照片 墨小蝶看到照片才想起来 原来他就是昨天推倒李木塔的那个人 简历上还写着 马子辉有一个儿子今年五岁 马子辉对这个儿子十分宠溺 几乎是有求必应 李明成打了个电话 李明成 15分钟内 想办法将马子辉的儿子带到陆氏 然后 他看到消防人员已经紧急赶过来 在陆氏门前的楼下铺上了消防器垫 有警方专业的谈判人员也跟着上楼 墨小蝶跟随着警方的人也上了顶楼 不过他没有出来 只是悄悄地躲在了楼梯口 陆成旭今日会态度强硬地开除马子辉 很可能和昨天马子辉准备动手打自己有关 如果现在他出现 他怕然然和马子辉都会异常激动 必须等待时机 等李明成将马子辉的儿子带过来 到时候一举击破马子辉的心理防线 他躲在暗处 看着然然小脸上的泪水和惊恐的表情 心如刀割 几次都忍不住想要冲出去 警方的谈判高手 开始和马子辉进行第一轮的谈判 为了不刺激他 按照他的要求 陆成旭当着他的面 销毁了他贪污 吃回扣 造假账的所有证据 然后又在股权转让书上签了字 这样总可以了 你下来吧 陆成旭举起股权转让书 让他看仔细 因为距离太远 马子辉看不清楚 他指了指陆成旭 拿进线 陆成旭刚向前走了一步 他立刻感觉到威胁 又立声呵斥 站着 不准再过来了 陆成旭只好停住脚步 你别激动 然后 警方和陆成旭一直在拖延时间 试图找准机会 将冉冉一举救下 但是 马子辉很聪明 一直都没有露出破绽 十分钟后 李明成气喘吁吁的 抱着马子辉的儿子赶了过来 太幸运了 我们正好在他儿子的幼儿园附近 马子辉的儿子 被李明成钳制着双手 看到墨小蝶一脸恨意 墨小蝶在他的小脸上拍了拍 你瞪谁呢 然后 他直接抱着小男孩走了出去 他的力量很大 马子辉儿子的双手 被他钳制住 根本挣脱不了 爸爸 爸爸马子辉的儿子 一看到马子辉急忙叫了起来 马子辉看到儿子 一脸震惊 墨小蝶二话没说 直接抱着他儿子 准备和马子辉一样 翻越到护栏外面 陆成续一把拉住了他 小蝶 你要干什么 然然看到墨小蝶哭得更厉害 更激动了 妈咪 妈咪快来救然然 然然好害怕 陆成续脸色大变 惊得连话音都变了 你 他 你们 墨小蝶现在没有空和他多做解释 等救下然然 我会和你解释的 说完 他不顾陆成续的阻拦 直接抱着马子辉的儿子 也翻越到了护栏外面 马子辉儿子吓得哇哇大叫 爸爸 爸爸 快来救我 马子辉脸上露出一丝惊慌 你想干什么 墨小蝶看着他 眸光中露出一丝寒意 你说呢 你敢伤害我女儿一根头发 我会让你儿子十倍偿还 马子辉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他的儿子 他和前妻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出生时难产 导致他前妻身体受损 无法再怀孕 为了要儿子 他找了小三 逼迫前妻离婚 这个儿子就是他的命 他的一切 你快放我儿子 马子辉看着儿子小脸上的惊恐 心疼得厉害 你先放我女儿 墨小蝶根本不相信他 马子辉有些犹豫 然然在墨小蝶眼神暗示下 不再哭泣 乖乖地在马子辉怀里 一动也不动 他相信 爸爸和妈妈 一定会将他救下来的 马子辉 刚刚陆总已经销毁了你所有的罪证 而且还签了新月服饰的股权转让输 你的目的不就是这个吗 你要是敢抱着我女儿一起跳下去 我也会立刻抱着你儿子跳下去的 黄泉路上 我也定不饶你 看出了马子辉的犹豫 墨小蝶接着说道 马子辉看他一脸认真的样子 很怕他说到做到 伤害了自己的儿子 他沉默了片刻 抬头 好 那我们一起放 好 我数三 二 一 我们一起放 于是 在众人的注视下 墨小蝶和马子辉 一起将怀里的孩子 慢慢地放到了栏杆的里面 然后一起放手 陆成旭和警方的人 在马子辉 放下然然那一瞬间同时冲了过去 陆成旭一把抱住了然然 警方则瞬间制服了马子辉 儿子 儿子 马子辉被警方制服以后 看着跑过来抱住他的儿子 满脸悔恨的泪水 墨小蝶被李明成从栏杆外面扶下来后 整个人突然贪卵在地上 刚刚好险了 然然看到他一脸苍白 赶紧挣脱陆成旭的怀抱 跑过来抱住了他 妈咪 妈咪你怎么了 都是然然不好 是然然错了 不应该自己偷跑出来找爸爸 说着 他刚刚也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来呢 墨小蝶一脸慈爱的摸了摸女儿的小脸 妈咪不怪你 妈咪只是太紧张了 然然没事 妈咪就放心了 说完 他一抬头就看到陆成旭正凝视着自己 李明成很识趣的赶紧抱起然然 你这个小鬼头 看把你妈咪吓得还有 你哥哥也因为你受了伤 我带去医院看哥哥去 后续的所有事情 陆成旭都交给了助理小楼处理 有一些真相已经在他脑海中浮现 不过他还是要确认一下 他没有急着质问墨小蝶 而是直接将他抱起来 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一路上 墨小蝶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因为从今天早上的情况来看 陆家人 包括陆成旭 都对孩子的亲生母亲充满了敌意 他偷偷地看了一眼陆成旭的脸 除了常见的万年高冷 再也看不到任何表情 第101章 九个孩子的真相 陆氏总裁办公室内 陆成旭给他倒了杯茶 然后在他面前坐下 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 墨小蝶抬头深吸了一口气 两只手不自觉地抓住自己的衣服 我 我就是七年前在华大附近酒店里和你 和你过了一夜的女人 说完 他低下了头 准备迎接陆成旭的暴怒 可是 等了半天 办公室内却传来陆成旭平静的声音 你是墨墨和肚肚的亲生妈妈 为什么生了他们却扔掉 陆成旭的声音里 听不出任何情绪 墨小蝶心里有些慌乱 你愿意听我解释吗 陆成旭就坐在他面前 伸手捏住他的下巴 小蝶 你知道曾经我有多恨肚肚 和默默的妈妈吗 眼泪顺着墨小蝶的脸颊滑落了下来 我也恨我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 当年 我发现自己怀孕 刚出医院 就被如欣欣派人 抓到了一艘游艇上 他准备让人给我灌胎药 强行堕胎 为了保命 我趁机跳进了长江 已经结痂的往事 又被强行撕开 墨小蝶的心里 此时已经是鲜血淋漓 陆成旭惊恶地放下手 你 你说什么 墨小蝶凄惨一笑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 我被人拐卖到了山村半年多 其实事情的真相是 我在长江里体力不支时 被一对夫妇救了起来 可是他们有一个吃傻的儿子 所以就将我用锁链绑了起来 准备给他们的儿子当媳妇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我怀孕了 山里人迷信 认为强行堕胎会招来横祸 所以就一直将我锁在房间里 想等我生了孩子之后 再和他们的儿子结婚 后来 怀孕七个月时 我早产生下了九个孩子 九个 陆成旭惊得一脸惨白 小蝶竟然给他生了九个孩子 在那样落后的山区农村 没有去医院 被铁链捆绑 陆成旭不敢去想象 当时还不到二十岁的他 该有多么惊慌 恐惧 无助 他再也忍不住 紧紧地将墨小蝶抱在了怀里 老婆 对不起 对不起 他亲吻着他的额头 满脸自责和心疼 在他宽广有力的胸膛内 墨小蝶强称多年的坚强 终于在这一瞬间 崩溃他失声痛哭起来 一边哭 一边拍打着他 你为什么不早点出现 为什么不早点爱上我 为什么 为什么 陆成旭什么也没有解释 只是抱住他 任由他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悲伤和委屈 七年了 小蝶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 还一直恨了他七年 一切都是他的错 不知哭了多久 墨小蝶终于止住眼泪 吸了吸鼻子 陆成旭拿出纸巾 帮他擦了擦眼泪 老婆 别哭了 都是我不好 墨小蝶擒着泪握住他的手 孩子刚刚满月旧 就被叶兰兰给卖给了 你一定要将他们都找回来 买了 怎么回事 陆成旭眼神里 划过一丝灵力 谁这么大胆 竟然敢卖了他陆成旭的儿子 墨小蝶哭着 向他讲述了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后来出国之后 换了名字 还整了容 我找了七年 才将他找到 叶兰兮 陆成旭突然起身向外走去 脸上的表情 阴冷得如同地狱里的阎罗 墨小蝶一把拉住他 你要干什么 陆成旭回身 轻轻拍了拍他的头 你乖乖在这里等我 我马上回来 你是要去找叶兰兮对吗 陆成旭没有回头 只冷冷地吐出一个字 是 敢伤害他的老婆和孩子 他陆成旭绝不轻饶 只是刚打开房门 迎面正好看到陆父陆母 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陈旭 你和小蝶谈了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陆母一脸焦急 谈过了 小蝶就是当年生下 杜杜和默默的人 那 那当当那个小女孩呢 她和默默 可是长得一模一样 陆父问 她也是我的女儿 小蝶当年 一胎生了九个孩子 什么 九个 陆母被吓得直接昏了过去 陆成旭赶紧一把抱住了他 妈 妈 你怎么了 快 你妈应该是被吓得心脏病犯了 陆父急得团团转 墨小蝶在他身后焦急地说道 快送妈去医院 于是 陆成旭抱着陆母 直接冲向了对面的 宇成第三人民医院 子仲此时已经醒了 经过全面检查 除了头上的皮外伤 一切都正常 医生说 他会昏迷 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惊吓 然然很乖地一直陪着他 给他倒茶 削苹果 包瓜子 小心翼翼地讨好他 墨子仲本来想好好教训他几句的 可是听到李明成 说他被马子辉挟持到陆氏的顶楼 差点摔下来 他顿时心软了 然然 把苹果放下 小心弄伤了你的手 他指了指身旁的位置 示意然然过来 然然急忙放下水果刀 颠颠地跑了过去 哥哥 你不生气了 墨子仲摸了摸 他还有些红肿的眼睛 你吓坏了吧 都怪哥哥没有保护好你 然然突然扑到墨子仲身上哭泣 哥哥 都是然然不好 不该任性地跑出来 墨子仲被他压得差点喘不过来气 但是看到妹妹再哭 又舍不得推开 只好用力吸了一口气 然然 不要哭了 哥哥不怪你了 妈咪呢 怎么还没有过来 然然抬起头 小脸上眼泪鼻涕一大把 妈咪被爸爸抱走了 爸爸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存在 妈咪现在应该再和爸爸解释吧 墨子仲的小脸上有些忧虑 不知道然然他们这么一闹 妈咪和爸爸会怎么样 爸爸会不会怪妈咪 瞒了他这么多年 还有 妈咪和爸爸会不会因此吵架 他的小脑袋很苦恼 突然感觉自己胸前的衣服上有些湿 一低头 就看到然然将自己的鼻涕和眼泪 都抹在了他身上 有点小结皮的墨子仲受不了了 大声呼喊 李叔叔 赶快将然然给我抱走 看到哥哥一副崩溃的表情 然然胖乎乎的小脸上 露出了一丝阴谋得逞的笑意 哥哥 我不要走 我要陪着你 李明成看到墨子仲满脸的嫌弃 只好将然然抱了起来 然然 哥哥头上受伤了 不许这么调皮了 不要 我要陪着哥哥 然然最喜欢哥哥了 然然挣扎 第102章 两个小宝贝 看着怀中奋力挣扎 想要再跑到墨子仲床上的然然 李明成有些头大 刚刚经历了那么大惊吓 这个小丫头 竟然一点心里阴影都没有 这么快就又开始调皮捣蛋了 他真是要被他打败了 然然 你中午是不是没有吃饭 我带你去吃炸鸡腿怎么样 李明成的话音刚落 然然立马停止了挣扎 亮晶晶的小眼睛看着他 真的吗 我还要吃蛋糕 吃米线 李明成点了点头 好 只要你不再去招惹哥哥 叔叔就买给你吃 墨子仲一脸嫌弃的摆了摆手 李叔叔 你赶快把他抱走吧 我也饿了 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些粥 李明成抱着然然出门 准备去吃东西 刚到的大厅 就看到陆承煦抱着陆母跑了进来 怎么了这是 他迎上去问 有医生和护士紧急将陆母送进了急救室 听到小蝶生了九个孩子 我妈被吓到了 陆承煦担忧的看着急救室的门 这 哎 可以理解 李明成一脸同情 别说是陆母了 就是自己当年听到小蝶一胎生了九个孩子时 也是吓得差点站不稳呢 然然看到陆承煦 突然从李明成怀里正脱下来 直接扑了过去 爸爸 抱抱 他伸出自己如脸偶般胖乎乎的小胳膊 声音软弱 看到然然 陆承煦赶紧伸手将他抱了起来 有些担忧地问 然然 刚刚是不是吓到了 然然摇了摇头 然然不害怕 然然知道 爸爸一定会救然然的 说完 他在陆承煦脸上亲了一下 看着然然如红苹果般胖乎乎的小脸 陆承煦忍不住轻轻捏了一下 然然真勇敢 他的话音刚落 然然的小肚子突然咕咕叫了起来 他有些不还意思地红着脸 爸爸 我饿了 你饿不饿 陆承煦看了一眼紧闭的急救室大门 爸爸还不饿 然然和李叔叔先去吃东西吧 然然突然抱住他的脖子 不要 我不要和李叔叔去 我要和爸爸一起去 莫小蝶上前耐心劝说 然然 奶奶还在急救呢 你不能这么任性 一直缠着爸爸 乖 让李叔叔带你去吃东西 然然撅起了小嘴 我不要 妈咪你骗人 我要是跟着李叔叔走了 你就不会让我再见爸爸了 没有爸爸 马二明会嘲笑我的 听了然然的话 陆承煦心里突然划过一丝疼痛 七年了 因为没有爸爸 然然 他们在幼儿园 一定被同学嘲笑了很多次 他亲了亲然然的脸颊 然后握住莫小蝶的手 然然放心 从今之后 爸爸再也不离开你们了 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 然然歪着头 看了看爸爸妈妈紧握在一起的手 有些不确定的 看向莫小蝶 妈咪 爸爸说的是真的吗 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 莫小蝶含泪点了点头 妈咪保证 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 正说着呢 急救室的门打开了 陆母被推了出来 医生 我太太没事吧 陆父着急地问 医生耐心地解释 病人没事 只是一时受到了惊吓才会昏迷的 我们已经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 除了血糖稍微有点高之外 其余一切正常 病床上陆母已经醒了过来 陈旭 陈旭 你过来 还有小蝶 你也过来 他着急地想要起身 却被陆父一把按住 你这才刚醒 不要太激动了 这还掉着水呢 有什么话等回到了病房再说 陆母硬撑着坐了起来 瞪了陆父一眼 陈旭 刚刚你说小蝶就是默默和肚肚的妈妈 七年前一胎上了九个孩子 是真的吗 陆陈旭和墨小蝶相互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他怀里的冉然歪着小脑袋 对陆母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 奶奶 你好 我是然然 胖乎乎的 然然人见人爱 陆母高兴地拉住然然的小手 然然啊 我是奶奶 来 奶奶抱抱 陆父伸出胳膊拦住了她 你掉着水呢 还是我抱抱 然然 来 爷爷抱抱 然然被陆父抱在怀里之后 看着陆父眨了眨眼睛 爷爷 你看起来好年轻啊 比我们班同学的爷爷 长得都好看 听到孙女的夸奖 陆父开心地笑了起来 陆母撇了撇嘴 糟老头子了 有什么好看的 然然赶紧回头看向陆母 奶奶 你也长得很年轻 很好看 还很有气质 像电影明星 陆母被夸的嘴都喝不拢了 我的小心肝 这小嘴可真甜 莫子仲站在不远处的走廊里 无奈地摇了摇头 然然 你不是饿了吗 怎么还有空在这里拍马屁 她的声音很轻 但却很有穿透力 莫小蝶第一个跑了过去 拉住她的手 不放心地上下检查她的身体 莫子仲皱了皱眉 拉开莫小蝶的手 妈咪 医生已经全部检查过一遍了 没事 只是额头受伤了而已 此时 陆陈旭已经走到了她的面前 我们见过 她想起了这个小男孩了 在星月家壮的晚宴上 她当时还救了一个 被蛋糕卡住的小女孩 莫子仲看了她一眼 爸爸 你的记忆力还真好 然然这么一闹 妈咪一定和爸爸摊牌了 看他们刚刚紧紧握住一起的手 她知道 妈咪终于不再自欺欺人 应该是敞开心扉接受了爸爸 突然听到儿子叫自己爸爸 陆陈旭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 但是内心却已经掀起了巨浪 这个和小蝶有些相似的小男孩 竟然是她的亲生儿子 她在莫子仲面前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和表情 都和蔼可亲一些 你叫什么名字 莫子仲白了她一眼 莫子仲 我妈咪没有告诉你吗 爸爸这是吓傻了吗 一点都不像网络上说的那样 杀法果断 冷酷无情 看到儿子有些嫌弃自己 陆陈旭嘴角勾了勾 她指了指莫子仲头上的伤口 还疼吗 莫子仲像一个小男子汉一般 摇了摇头 这点小伤 一点都不疼 陆陈旭眼神里划过一丝赞许 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勇敢坚强 果然是我陆陈旭的儿子 莫子仲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没有说话 爸爸还真自以为是 看到这么可爱的大孙子 陆父陆母早就等不及冲了过去 陆母让陆父帮忙举着树叶瓶 一脸急切 子仲 你叫子仲啊 我是奶奶 你的亲奶奶 陆父在一旁补充 我是爷爷 亲爷爷 看着如此激动的两位老人 莫子仲懂事地将自己病房的门打开 奶奶 你身体刚刚好 到病床上躺一会吧 这样让爷爷一直举着树叶瓶 他的胳膊会吃不消的 好好 我这大孙子真贴心 真懂事 陆母的笑容 从见到冉冉和子仲就没有停下过 这么贴心的大孙子和孙女 一定是庙里的菩萨显灵了 回去之后 她好好去捐些香火钱 第103章 去吃饭 看着哥哥领着爷爷奶奶一起走进了病房 然然拉了拉陆陈旭的衣袖 爸爸 我饿了 陆陈旭回身抱起女儿 满脸温柔 好 爸爸陪你去吃饭 你想吃什么 然然在陆陈旭怀里 歪着头响了响 我想吃炸鸡腿 披萨 米线 陆陈旭一脸黑线 这些好像不能在一个店里吃吧 我不骂 我就是想吃 然然撒娇 莫小蝶轻咳了一声 然然 这三种食物只能选一种哦 然然看了他一眼 抿着小嘴 有些不高兴 可是又不敢惹妈咪生气 那我要去吃披萨 好 爸爸带你去吃披萨 看到女儿这么听话 陆陈旭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 说完 他看向李明成 我们一起去 李明成摆了摆手 你们一家人团聚 我就不去凑热了 公司还有一大堆是等着我呢 说完 他准备转身离开 经过两个孩子这么一闹 小蝶应该已经敞开心扉 和陆陈旭摊牌了 看着他们一家人幸福的样子 不 然然就在身后叫住了他 李叔叔 你帮我回去告诉干妈 我和哥哥要搬到爸爸家里去住了 有时间会回去看他的 然然和哥哥都很爱他 李明成假装生气地指着他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 你干妈因为你们俩高血压都犯了 他要是听见了你这么说 不知道有多伤心呢 莫小蝶一惊 大嫂高血压犯了 怎么样 我现在就带着然然回去看他 别 这都几点了 孩子们还没吃饭呢 先吃了饭 等你有时间了再回去 不急这一会儿 大嫂吃了药已经好多了 大哥在照顾着他们 李明成赶紧拦住了他 陆氏现在一团乱麻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吗 他们两个人又刚刚将话挑明 陆成旭需要和孩子培养感情 完全可以晚一点去看大嫂 这 好吧 吃过饭 我就抽时间回去看看大嫂 李明成知道他的脾气 没有再阻拦 陆成旭带着然然和莫小蝶 来到附近的一家全国知名连锁餐厅 然然接过服务员手里的菜单 开始点餐 这个 这个 还有 这个我都要 他指着菜单上的食物 直流口水 莫小蝶从他手中将菜单抢了过来 服务员来一份香酥鸡肉披萨 一份意大利酱面 一份欧式培根炒饭 一份培根土豆浓汤 两杯奶茶 说完他看行陆成旭 你呢 想吃什么 和你一样 要一份意大利酱面 陆成旭嘴角擒着笑 点完餐之后 然然有些生气地撅起了小嘴 妈咪点的东西这么少 然然要是吃不饱怎么办 不行 我要加两个鸡腿 陆成旭被然然的表情给逗笑了 正准备叫服务员过来满足女儿的愿望呢 莫小蝶打断了他 你别被他欺骗了 他吃不完的 然然仰起小脸不满的抗议 谁说我吃不完了 我是给哥哥点的 莫小蝶捏了捏女儿胖乎乎的小肚子 然然 你不能再吃仙去了 否则就不漂亮了 哼 小吃货没有得到满足 有些不开心 然然的性格活泼开朗 胖乎乎的充满了亲和力 小嘴又甜 就算是生气的表情 看着也十分惹人恋爱 陆承煦在他耳边低语 宝贝 别闹了 回头爸爸给你买鸡腿 真的 然然的小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陆承煦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吃过饭之后 他们给子仲打包带回去很多他喜欢吃的食物 回到医院时 陆母掉平了的水已经输完 医生又为子仲开了一些消炎的药水 现在才刚扎上 陆父陆母看到他们回来急忙说道 你们回来了 我已经打电话给王叔 让他派人将二楼的那几间客房都收拾出来了 刚刚和子仲一起在网上选购了一些家具 他们下午送货 我们现在回去 还要给你奶奶好好解释一下 这一台酒宝 真是少见 我怕你奶奶和我一样吓到了 陆母有些不好意思的自嘲 陆父从口袋里拿出塑笑就心丸 别担心 我已经备好了药 然然眨了眨眼睛 我和哥哥今天晚上就搬到爸爸那里住吗 陆母摸了摸他的小脸 当然了 既然你们已经和爸爸相认了 当然要和爸爸妈妈住一起了 太好了 陆父陆母走了之后 陆承煦接到了小楼打来的电话 马子辉已经被警方带走 他所有的犯罪证据 又重新打印了一份交给了警方 现在 各大股东要求临时召开董事会 商讨新月服饰下一任总经理的人选 墨小蝶拉着他从病房内走出来 你赶快去忙吧 子仲然然 这里有我呢 陆承煦抱着他 趁着四下无人 在他的唇上亲吻了一下 子仲说完药之后 你先带着孩子们回家 默默和肚肚见到他们 一定会很高兴 好 我们在家里等你 老婆 辛苦你了 说着 他忍不住又吻了下来 墨小蝶看到有人过来 赶紧推开他 有人看着呢 看他好像有些害羞 陆承煦服在他耳边低语 老婆 你好美 晚上等我回去 好了 你快回公司吧 别让那些股东等久了 墨小蝶红着脸 推了他一把 陆承煦这才有些不舍地离开了医院 下午三点左右 墨子仲的要输完了 墨小蝶为他办了出院手续 然后开车带着他们来到一小附近的家 王平因为子仲和然然失踪 急得高血压的老毛病都犯了 他要先带孩子去看看他 门打开后 然然看到躺在沙发上的王平 立刻扑了过去 干妈 然然好想你 王平用手轻轻地戳了戳他的小脑袋 假装生气 你少来 我刚刚和你李叔叔通过电话了 他说 你准备搬到你爸爸家去住 你高兴得跟什么似的 根本就忘了你干妈我 墨子仲看着然然被戳穿谎言后不开心的小脸 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 我就说吧 你这样胡乱撒谎 拍人马屁早晚会穿帮的 你还不信 现在好了 干妈要生气了 然然瞪了他一眼 要你管我 说完之后 又回头扑到王平怀里撒娇 干妈 然然错了 你就别生气嘛 我听哥哥说 爱生气的女人容易老 第104章 你永远的娘家 听着然然软弱的声音 看到他胖乎乎的脸上的笑意 又想到他要搬去路嫁了 王平不舍地抱住他 然然 到了你爸爸那里 千万不能忘记了干妈哦 然然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 放心 然然和哥哥会经常回来看干妈的 会给干妈带好多好吃的 莫子仲坐到王平身边 白了然然一眼 你以为干妈像你一样 就知道吃啊 说完 他握住王平的手 我和然然的命 都是干妈和干爸救的 在我们心里 干妈和干爸的位置 永远无人能够取代 干妈放心 我们每星期都会回来 看你和干爸的 站在一旁的李明阳 眼睛有些湿润了 当年的小豆丁已经长大了 还如此懂事 他走到王平身边 你就别再为难这两个孩子了 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爸爸 说到这里 他们夫妻同时看向莫小蝶 你决定带着孩子们回陆家吗 莫小蝶点了点头 和陆承煦坦白一切之后 他的心里轻松了许多 从此之后 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陆承煦会和他一起去找孩子 和他一起分担痛苦的 至于未来 走一步算一步吧 即便有一天 陆承煦真的厌弃了自己 爱上了别人 只要孩子们能够平安找到 过得幸福快乐 他无所谓 会做一个恶观坚强勇敢的妈妈的 王平夫妇沉默了一会儿 小蝶我们支持你的决定 要是在陆家受了委屈 我们两个永远是你的大哥大嫂 李家永远是你的娘家 莫小蝶鼻子一酸 抱着了王平 大嫂 谢谢你们 遇到你们 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王平被他感染的眼眶也红了 说什么傻话呢 要没有你和这两个小不点 我和你大哥的生活 也太枯燥了 李明阳一看这情况 赶紧上前劝说 好了 好了 小蝶找到了幸福 子仲何然然找到了爸爸 这事件值得高兴的是 你们两个哭什么呢 莫子仲拉住他的手 干爸 你让他们哭吧 女人就是一种感性的动物 眼泪是他们的标配 小小年纪 一本正经的 说出这样的话 让在场的三个大人 都是一论王平擦了擦眼泪 指着莫子仲 大宝啊 到了奶奶家你最好少说话 否则会把他们气死的 莫小蝶忍住笑 指了指房间 你带着妹妹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要拿的东西 我们等下去 幼儿园接杜督和莫默 既然一切都挑明了 也该让孩子们相认了 听到要去见其他的妹妹 莫子仲赶紧拉着然然回房间 很快就将两个人的行李收拾好了 我们只带走了一部分 周末要回来陪干爸和干妈住 莫子仲将小小的行李 相放到门口 回头对大家说道 王平欣慰地跑过去 抱住他们两个 还算你们有良心 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半 王平夫妇虽然不舍 但还是送他们出了家门 莫小蝶开车 载着子仲和然然 准备去幼儿园接杜督和莫默 在车上 他收到了陆承煦的简讯 老婆 子仲怎么样了 我忙完可能要到五点半了 要不要去接你们 他嘴角勾起一抹幸福的笑意 很快给他回了一条 子仲已经出院了 我们现在准确去接杜督和莫默 我在家里等你 很快 陆承煦给他回了一个亲吻的表情 他笑着放下手机 启动了车子 然然一脸好奇地凑过来 妈咪 你刚刚笑什么 莫子仲将他强行拉过来坐好 又帮他系上安全带 车子要启动了 你坐好 别乱动 哥哥 你知道妈咪笑什么吗 莫子仲看了一眼 正认真开车的莫小蝶 压低了声音 还能笑什么 肯定是刚刚看到了爸爸的简讯了 恋爱中的女人都是这样 什么是恋爱中的女人 然然简直就是个好奇宝宝 恋爱中的女人就是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莫小蝶冷着脸打断 莫子仲不许教坏妹妹 莫子仲不满地抗议 妈咪 我没有教坏她 我是在教一些她不知道的知识而已 莫小蝶冷哼了一声 莫子仲 你们今年几岁了 到十二月份七岁啊 妈咪 怎么了 七岁是讨论恋爱这种话题的时候吗 面对这个智商超高的儿子 莫小蝶常常会有一种无力的 莫子仲歪着头想了想 我觉得 特别是女孩子 应该让她早点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从小就培养她们辨别渣男的能力 这样长的了 才不会被人骗 莫小蝶彻底无语 你 这些东西 你都是从哪儿学来的 你知道什么是渣男吗 手机上 网上啊 妈咪 你都不看手机新闻吗 还有 我当然知道什么是渣男了 二叔就是个彻彻底底的渣男 莫子仲再次语出惊人 莫小蝶被儿子的话 惊得差点闯了红灯 二叔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陆成语要是听到了这些话 非当场气的吐血不可 莫子仲扬了扬手中的平板电脑 你看看 这上面有好多二叔的花边新闻 昨天媒体才报道 他要和女星叶兰西 8月20日举行婚礼 就有人拍到他和刚刚窗红的歌手红威 一起出入酒店 这不是渣男是什么 说完 莫子仲像是又想起了什么问 妈咪 你不是说叶兰西就是当年 叫我们卖给梅伊的坏人吗 他现在是不是也住在陆甲 我们要不要想办法教训他一顿 莫小蝶一脸黑线 你 你准备怎么教训他 莫子仲小脸上露出一副高深的笑意 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他下血药 羊羊粉 在他房间放置恐怖玩偶 还有 我刚刚已经侵入了他的电脑 妈咪 那里面有很多劲爆的消息 你要不要听听 莫子仲 停 莫小蝶赶紧阻止儿子 小小年纪 如果再这样下去 儿子的三观恐怕断毁了 大宝啊 报仇的事情爸爸妈妈会去做 你是哥哥 要好好读书 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给弟弟妹妹梳理榜样 叶兰西是非常的坏 可是他现在怀孕了 肚子里的宝宝是无辜的 你不可以在背后这样 搞恶作剧整人的 想要报仇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光明正大的手段 不可以这样在背后算计 莫小蝶语重心长地教育儿子 莫子仲撅着小嘴 毫不留情地对了一句 可是妈咪 你当初就悄悄在 叶兰西的奶茶中下了解药啊 第105章 莫莫知道了真相 莫小蝶被儿子 对得愣了一下 只好强行为自己辩解 我 我那不是为了找你的弟弟 妹妹 着急吗 再说了 我是大人 能够掌握分寸 你不一样 你是小孩子 要天真可爱 不能老想着背地里算计别人 莫子仲显然不认同他这一套 撇了撇嘴 大人都是这样 只许自己干坏事 却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子光明磊落 莫小蝶头疼地从后世 竟看了一眼气呼呼的儿子 决定从今开始 将儿子的教育重任 交给陆成旭了 谁让儿子完全遗传了 他气死人不偿命的基因呢 他们到达幼儿园附近时 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左右 然然这个小吃货 吃饱喝足 很快躺在莫子仲的腿上睡着了 到幼儿园附近时 还在呼呼大睡 口水都流在了莫子仲的衣服上了 莫子仲推了推他 然然 我们到了 快起来了 然然皱了皱眉 推开他的手 别吵我 我要睡觉 莫小蝶刚将车子停稳 就看到卢猩猩拉着莫猫 从幼儿园走了出来 他立即下车 拦住了他们 卢猩猩 你准备把莫猫带哪去 卢猩猩不懈地看了他一眼 莫小蝶 你不要以为陆成旭娶了你 你就真的是陆家的上奶奶了 我和陈旭可是青梅竹马 十几年的感情 我们之间只不过有些误会而已 等我将误会解释清楚了 有你哭的时候 莫小蝶冷笑 是吗 那等你们将误会解除了再说吧 现在 放开莫默 我们要回家了 莫小蝶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可是莫默的妈咪 养了莫默四年呢 说完 她低头推了推莫默 一脸得意 莫默 告诉你小蝶阿姨 我们今天不回去了 妈咪带你要去逛商场 买漂亮的衣服和玩具 然后再去吃大餐 卢欣欣并不知道 因为马子辉挟持了冉冉 莫小蝶已经和陆陈旭摊牌了 因此 她笃定莫小蝶 不敢在默默面前说出实话 默默站在两人之间有些为难 这两个人 她都很喜欢 她不想得罪他们任何一个人 莫小蝶看出了女儿的为难 指了指幼儿园轻声说道 默默 去帮阿姨把嘟嘟妹妹叫出来吧 我们待会儿一起回家 好 默默点了点头 正准备转身回幼儿园 却被卢欣欣一把拉住 默默 时间来不及了 我们必须马上走了 否则到时候 商场就要关门了 莫小蝶上前一步 直接将卢欣欣拉了过来 卢欣欣 今天我们好好谈谈 因为有了前两次被打的经验 卢欣欣吓得赶紧后退了好几步 整个人都充满了戒备 莫小蝶 你想干什么 莫小蝶看了一眼默默 一眼亲切 快进去吧 我们在这里等你 卢欣欣不甘心地想要冲过去拉住默默 却被莫小蝶瞪了回来 卢欣欣 有些话 你真的想当着默默的面说吗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当年之所以从福利院收养默默 无非是发现 她是陆成旭的女儿 你是拿到她和陆成旭的亲子鉴定书之后 才决定收养她的对吗 你怎么知道的 卢欣欣有些惊讶 你其实根本不爱默默 只不过是想利用她接近陆成旭而已 你对她的关爱 只是在做给陆成旭看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嫁给了陆成旭 你就会找理由 将默默送去寄宿学校 因为你觉得 她整天叽叽喳喳的 很讨厌 你 你派人跟踪我 卢欣欣的 吓得一脸惨白 她确实在她的闺蜜们 面前炫耀时 说过这样的话 也确实讨厌默默 整天叽叽喳喳 一会儿要她陪着去游乐园 一会儿又要吃饭 推积木 玩游戏 她觉得烦死了 莫小蝶上前一步盯着她 跟踪你 你还不配 只不过是凑巧听到罢了 李明成前几天去唱歌时 正好听到了 卢欣欣和一群女人的谈话 卢欣欣的原话更可恶 更难听 卢欣欣挺起胸 你知道了又能怎样 反正默默是不会相信的 在她心里我 永远都是她的妈咪 而你这个亲生母亲 永远都无法和她相认 你怎么知道 我无法和她相认 莫小蝶反问 莫小蝶 你敢妈 你敢告诉默默 就是她的亲生妈咪吗 我为什么不敢 莫小蝶觉得 卢欣欣的问题很愚蠢 卢欣欣不知想到了什么 笑了起来 要是默默问你 当年为何将她扔在福利院门口 你要怎么说 生而不养 你以为默默会原谅你吗 看她一脸得意 莫小蝶没有生气 反而异常淡定地眨了眨眼 我和陈旭决定 7月16日举行婚礼 到时候 你记得参加哦 说完 她亲身上前 一脸挑衅 默默不原谅我没关系 我有一辈子的时间来陪她 求她的原谅 而你 卢欣欣 永远都别想 再进陆家的大门 听了她的话 卢欣欣突然愤怒地一把推开她 莫小蝶 我和你拼了 说完 伸手就要去抓莫小蝶的头发 莫小蝶身形轻轻一侧 身腿一半 卢欣欣就面朝地下 结结实实地摔了一跤 脸上 嘴唇上都渗出了血 她刚准备起身 就看到面前有一双 穿着粉色凉鞋的小脚丫 顺着脚丫往上看 默默一脸泪水 正愤怒地盯着他们 你们 你们都是骗子 骗子 默默哭喊过后 转身跑了出去 她刚刚都听到了 小蝶阿姨就是自己 和肚肚的亲生妈咪 卢欣欣对她的爱都是假的 只想利用她接近爸爸 还想着要将送到寄宿学校 他们两个都在欺骗自己 都是骗子 为什么小蝶阿姨 明明是自己的亲生妈咪 却不肯承认 当年既然生下了他们 为什么要将她和肚肚扔掉 默默怎么也想不通 想不明白 默默 默默默小蝶跑过去拉住了她 默默一把甩开她 你走开 你这个骗子 我再也不喜欢你了 看着女儿哭红的眼睛 听着女儿绝情的话 默小蝶心如刀割 默默 你听妈妈解释 妈妈 够了 我不想听 你不是我妈咪 我们没有妈咪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你走 你走 默默用力推她 然后 头也不回地向前跑去 默默 默小蝶正准备追过去时 莫子仲拉住了她 妈咪 你现在过去她会更生气的 我和然然去吧 你快去看看杜杜妹妹 她好像吓到了 第106章 姐妹相认 默小蝶赶紧回头 卢猩猩已经溜走了 只剩下杜杜一个人 站在幼儿园门口 此时的杜杜 吓得一脸惨白 全身发抖 她赶紧跑过去 抱住女儿 杜杜 不怕 妈妈在呢 不怕 不怕 杜杜用自己小小的手臂 紧紧抱住她 妈妈 姐姐生气了 杜杜害怕 没事 姐姐一会就会回来的 回来就不生气了 杜杜不怕 她安抚了好一阵 杜杜才逐渐平静下来 默默哭着跑开之后 发现默小蝶并没有追自己 伤心地坐在了附近的一棵树下 骗子 都是骗子 莫子仲示意 然然先躲在一旁 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走了过去 小妹妹 你妈咪呢 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啊 默默抬头看了她一眼 哭得更伤心了 我没有妈咪 莫子仲顺势在她身边坐下 每一个小朋友 都有爸爸和妈妈的 你怎么会没有妈咪呢 是不是你妈咪逼着你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了 所以你才说自己没有妈咪的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我妈咪是个骗子 默默哭着说道 小妹妹 别哭了 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莫子仲柔声哄她 默默抬头 有些好奇 什么故事 从前 有一个妈妈 她生了九个宝宝 可是 她的宝宝生下来之后 就被坏人拐卖了 那个妈妈也差点被坏人害死 有一天 她经过努力终于从坏人那里跑了出来 可是她的孩子都找不到了 她很伤心 每天拼命地工作 拼命地找孩子 终于 七年后 她找到了当年卖了她孩子的坏人 默默止住了哭泣 一脸同情 这个妈妈好可怜 是啊 找到那个坏人之后 坏人告诉她 有一个女儿因为身体太弱 被扔到了福利院门口 于是 她就跑到福利院去找 可是福利院的人却告诉她 女儿被人领养了 领养她女儿的 也是当年害过她的坏人 默默皱了皱眉 似乎想到了什么 她的女儿 是不是被那个坏人 送到了爸爸身边 你说的是不是我 这个妹妹竟然如此聪明 让莫子仲有些惊讶 她决定不再隐瞒下去 实话实说 是 那个被坏人领养的小女孩 就是你 而我就是九胞胎的老大 是你的哥哥 叫莫子仲 说完 她冲然然招了招手 然然 过来 然然 手里拿着一朵红色的花朵 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 小八姐姐 这花送给你 默默有些愕然地看着 和自己长得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然然 你是 我是然然 是你最小的妹妹 不过妈咪说 我们三个出生时间 只相差了几分钟而已 我比较吃亏 跑得太慢了而已 莫子仲打趣她 你不是跑得太慢 你是太贪吃 吃得太胖了 然然拉住默默的手 哥哥 你要再敢欺负我 我和小八姐姐一起揍你哦 默默被他们感染的嘴角 露出了一些笑意 莫子仲趁机解释 默默 不是妈咪不要我们 是我们刚生下来 就被坏人带走了 妈咪这些年一直在找我们 从来没有放弃过 妈咪当初去陆家做蛋糕 就是为了找你 妈咪她很爱你的 听了她的话 默默沉默了一会儿 歪着头问可是 我问过她 是不是我和杜独的亲生妈咪 她没有承认 这个 当时 她和爸爸之间有一些误会 她害怕承认了 爸爸会将她赶出陆家 不让她再见你和杜独 那妈咪为什么现在 又愿意承认了呢 然然扶在她耳边神秘地说道 那是因为爸爸爱上了妈咪 他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 他们两个会一起抚养我们的 所以妈咪 才决定告诉你真相的 莫子仲赶紧将然然拉开 然然 你小小年纪说什么呢 不学好 然然扬起小脸不甘示弱 这都是你教我的 说完 她拉住默默的手 姐姐 我们回去吧 妈咪找不到你 一定很着急 她很爱你的 这些年吃了很多苦 你不能再这样误会她了 她会伤心的 默默不说话 她回忆起和莫小蝶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她的真心 如果真像哥哥所说的那样 他们是一生下来 就被坏人拐卖了 那妈咪确实很可怜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默默想要再次确认一遍 莫子仲和然然同时点头 是的 我们说的都是真的 不信你可以去看看妈咪的脚踝 那里还有当年被坏人打伤的疤痕呢 然然拉她起来 姐姐 你就不要再生气了 回去之后 我让妈咪给你做好吃的 妈咪做的红烧肉和糖醋排骨可好吃了 说着 她忍不住吸溜了一下自己的口水 默默被她的行为逗笑了 跟着他们一起回到了幼儿园门口 默小蝶抱着肚肚正在焦急的张望 看到默默 肚肚赶紧从她怀里下来 跑了过去 姐姐 姐姐 默默有些不好意思地拉着肚肚 然后走到默小蝶面前 妈咪 对不起 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很真诚地向默小蝶道歉 她的一声妈咪让默小蝶泪如雨下 急忙抱住了她 默默 我的女儿 你没有错 都是妈妈不好 没有保护好你们 这个拥抱让默默清楚地感受到了她的紧张 关心和满满爱意 默默的眼泪也流了出来 妈咪 对不起 默默不知道你为了我们吃了那么的苦 默小蝶帮她擦了擦眼泪 没事 只要你们都平安健康 妈咪吃多少苦都没关系 说完之后 她看着其余的孩子 张开怀抱 过来 妈咪抱抱你们 莫子重 然然 肚肚跑过去 默小蝶将四个孩子抱在怀里 热泪盈眶 陆陈旭远远地看到 抱在一起的老婆和孩子 眼眶有些湿润了 然然第一个看到了她 惊喜大叫起来 然后挣脱默小蝶怀抱跑了过去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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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陈旭弯腰用力 将三个女儿一起抱了起来 高冷的脸上露出一脸宠命 莫子重走过去看了她一眼 爸爸 小心你的老腰 要是闪到了 可没有人照顾你 莫小蝶在儿子头上轻拍了一下 莫子重 说什么呢 不过还是从陆陈旭怀里 将肚肚接了过来 第107章 回家 莫子重白了她一眼 妈咪 我说错了吗 你看然然吃得那么胖 你真的不怕将爸爸累坏了吗 儿子的教育问题 以后交给你了 这小子 我是管不了了 对于莫子重这个高智商 低情商的儿子 莫小蝶真是头疼的厉害 陆陈旭将肚肚和默默放了下来 赞赏地看了儿子一眼 知道心疼爸爸 是个好儿子 莫子重一副受不了的表情 别和我掏紧火 我快饿死了 什么时候能回家吃饭啊 莫小蝶看向陆陈旭 一脸无奈 没用吧 你这个儿子可是软硬不吃 一根筋到底 陆陈旭拉住他的手 不怕 还小着呢 一家六口回到家门口时 陆父 陆母 陆老夫人 还有陆陈宇和叶兰西 以及陆家的下人都在门口张望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妈 他们回来了 陆母激动地直拍陆父 看到如此阵仗 陆陈旭和莫子重同时皱了皱眉 这皱眉的表情都一模一样 陆老夫人一把将子重拉到怀里 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我的小曾孙 让太奶奶看看 长得和你爸爸小时候还真像 陆老夫人心甘宝贝似的 抱着莫子重不肯放手 在她的脸上亲了又亲 莫子重小脸上虽然面露微笑 但是心里却有些抗拒 虽然她和然然都渴望爸爸 但是 爸爸的家人未免有些太热情了吧 然然晃动着胖乎乎的小脑袋 来到陆老夫人面前 太奶奶 你好 我是然然 真个漂亮可爱的曾孙女 更是高兴得爱不释手 好可爱 真漂亮 陆老夫看她非常激动 急忙扶住她 妈 外面太热了 快让孩子们进屋凉快一会儿吧 好 好 进屋 进屋说 李嫂 快点把那个奶油冰淇淋蛋糕拿出来 还未进屋 陆老夫人就高声吩咐 莫小蝶准备进屋时 却被叶兰西悄悄拉住 你孩子的爸爸是陆陈旭 莫小蝶甩开她的手 怎么 害怕了 叶兰西故作镇定 时隔多年 梅姨他们都已经忘记了我的名字和长相 警方那边都没有证据了 你们能拿我怎样 既然如此 你心虚什么 说完之后 莫小蝶没有再看她 直接走进了房间 陆家的客厅内 奶油冰淇淋蛋糕已经被拿出来 几个孩子正围坐在餐桌前吃得开心呢 陆老夫人一脸笑意地坐在一旁看着他们 陆母则站在他们身边 为他们擦嘴 递纸巾 看着这副阵仗 莫小蝶皱了皱眉 妈 奶奶你们别太宠着他们了 陆老夫人眼睛一瞪 我的曾孙子 曾孙女这么可爱 我不宠他们宠谁呢 你们吃这么多甜食 待会儿还吃不吃饭了 莫小蝶有些担忧 陆晨旭搂住他的腰 今天第一天回家 你就让他们开心玩一天吧 陆二少到现在才回过神来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陆晨旭 哥 他们真的都是你的孩子 这一胎四宝 够牛的呀 说完 他又冲莫小蝶 竖了个大拇指 大嫂 佩服 在下是真的佩服你 当年能够不留痕迹的 给我哥下药 这一胎又生了四个 我哥栽在你手里 也是应该的 陆晨旭推了他一下 说什么呢 当年给我下药的人 根本不是小蝶 陆母走过来 对了 我一直没有问你们 不是说 小蝶当年生了九个宝宝吗 那几个孩子呢 怎么没有看到 陆晨旭看了一眼 叶兰兮满脸心痛地说道 孩子们刚满月 就被人卖给了人贩子 陆父一下子 就从餐桌旁站了起来 什么 孩子被卖给人贩子 怎么回事 陆晨旭回头看了一眼叶兰兮 爸 你问问叶兰兮吧 这个他应该比 我们都清楚 叶兰兮吓得两腿发软 他扶着身旁的墙壁抢笑道 大哥 这话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陆晨旭神情冷然 听不懂是吗 打开你的手机看看 一切你就都明白了 哥 你这话什么意思 陆二少有些不解的 低头打开手机 下午三点开始 热搜榜第二名 标题是新月传媒清纯女星 叶兰兮的精彩私生活 媒体从大学时代开始 将叶兰兮的个人经历 翻了个底朝天 出生江北市偏远农村 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还有一个傻子哥哥 所谓父母都在瑞士当医生 根本是家庭背景造假 在美国时 曾和学校教授的儿子 交往一年多 堕胎一次 后来因无法留校 和教授的儿子分手 搭上了国内一知名导演 然后回国 回国后 签约新月传媒之前 和该导演同居好几个月 后来 通过心中有鬼 迅速窜红之后 搭上了陆二少 然后火速和知名导演分手 媒体上面配了好多狗仔 对偷拍的图片 有些图片很亲密 陆二少看完之后 一脸错愕地抬头 叶兰兮 这都是真的 叶兰兮同时也打开手机 看到了热搜 他流着眼泪 一脸震惊 大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些信息 明明他已经掏了高价处理过了 为什么还会被扒出来 你说呢 你以为 当年你卖了我的九个孩子 警方没有证据 我就没有办法了吗 陆陈旭冰冷的声音 如同利剑一般 穿透了叶兰兮的心脏 他再也站不稳了 瘫坐在地上 陆家所有人都震惊无比 陆母第一个回过神 陈旭 你说什么 是叶兰兮卖了那几个孩子 是 小蝶落水 被他们一家人救下之后 他们就一直将他囚禁在家中 准备给他的傻子大哥当媳妇 后来 小蝶早产生下了九个孩子 刚满月 就被他卖给了人贩子梅姨 陈旭冷烈的眼神中 划过一丝疼痛 他的孩子多胎 早产 抵抗力极弱 刚满月就被人贩子抱走 不知道宝宝们能否扛过来 陆陈旭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哥 你开玩笑吧 一台酒宝 这怎么可能 陆陈旭瞪了他一眼 然后从公文包内取出一叠文件 扔了过去 自己看看吧 默默说得对 你最近真的是有些眼瞎 第108章 叶兰兮被赶出陆家 陆陈旭满脸疑惑地打开文件 上面是国外一家妇产医院的接诊资料 清楚地显示 4月底 叶兰兮在这家医院 做过试管婴儿的手术 4月底 叶兰兮自己一个人 悄悄去过国外 还因此错过了一场 电视剧女主的试镜机会 当时 公司特意针对这件事 对他提出了批评 这么推算 他肚子里的双胞胎 根本就不是那天晚上怀上的 而是他后来去国外做的试管婴儿 陆陈旭走到叶兰兮面前 一把将他拉起来 咬牙切齿 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对吗 叶兰兮惊恐地盯着陆二少 哭着辩解 不是 不是 二少 我没有要算计你 我是真的爱你 怕你离开 我才这样做的 二少 你相信我 陆二少有些嫌弃地推开他 自嘲地笑了笑 我还以为 当年在国外 你真的是第一次呢 这么多年 一直觉得愧疚 没想到 你那时的男朋友 是教授的儿子 我当时如果没有回国 是不是你的下一个目标 叶兰兮跪在地上哭着哀求 不是 不是的 陈宇 从五年前开始 我一直爱的人就是你 陆二少怒吼 够了 滚 你让我感到恶心 说着 拖着叶兰兮就往外走 明天公司 会派人去和你解约的 叶兰兮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这样激烈的场景 吓坏了嘟嘟 墨小蝶捂着嘟嘟眼睛和耳朵 正准备抱他上楼呢 叶兰兮奋力挣脱陆二少的手 冲到他面前跪下来 猛地磕起头来 小蝶 小蝶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该卖了你的孩子 我当年太年轻 不懂事 你原谅我吧 我发誓 一定会帮你把孩子找回来的 你帮我求求情 别让二少赶我走求你了 说完 他抱着墨小蝶的腿 不肯放手 嘟嘟吓得大声哭了起来 陆成旭一伸手 就将他拎给了陆成宇 既然他已经承认了 送去警察局吧 别让我再看到他 陆成宇拉着叶兰兮 直接将他赶出了陆家的大门 阴沉了一天的空中 突然划过一道闪电 然后又响起了一声闷雷 狂风突然刮了起来 叶兰兮抱着陆成宇的腿 怎么也不肯松手 陈宇 我是真的很爱你 你看在我肚子里的两个宝宝的份上 原谅我这次好不好 我保证以后乖乖听话 求你了 叶兰兮哭得撕心裂肺 大雨此时突然倾盆而下 陆成宇强行掰开他的手 如果不是看待孩子的份上 我早就听大哥的话 将你送去警察局了 叶兰兮 这都是你自找的 明日去公司解约之后 我会给你一些补偿的 至于孩子 说到这里 陆成宇有些心痛的停顿了一下 孩子还不足三个月 你如果要堕胎我没有意见 不 我不会堕胎的 这是我们的宝宝 我一定会将他们平安生下来的 叶兰兮一脸坚定的捂住肚子 两个人就这样站在雨地里 半天 陆成宇才又说道 孩子在你的肚子里 我也没有办法 生下来之后 如果你不想养 可以抱来陆家 陆家只承认孩子 永远都不会承认你的 说完 陆成宇转身决绝地离开 走出两步之后 他停顿了一下 我建议你 还是去医院将孩子拿掉的好 毕竟你才二十多岁 别让孩子拖累了你 说完 他再也没有停留片刻 走进去之后 直接让王叔将陆家的大门锁上 叶兰兮摊坐在雨地里 全身已经湿透 整个人像是傻了一样 为什么事情会转变得如此突然 他还一直憧憬着 两个人的婚礼呢 墨小蝶 对 就是他 如果不是他告诉了陆家人真相 陆成宇也不会找人去调查他 二少就不会对他这么绝情了 半天 他缓缓地起身 看了一眼陆家二楼上的灯光 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 墨小蝶 谁能笑到最后 还不一定呢 你别太得意了 陆成宇回去之后 铁青着脸 直接将自己关在了房间内 不再出来 陆母看着紧闭的房门摇了摇头 别管他了 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 我们大家先吃饭 肚肚躲在墨小蝶怀里 妈妈 肚肚害怕 然然拉住他的手 肚肚姐姐不怕 坏人已经赶走了 没事了 墨墨拉住他的另外一只手 是啊 妹妹别怕 姐姐保护你 在肚肚和墨墨的鼓励下 肚肚渐渐恢复了正常 哎 陈宇的婚讯才刚刚公布 这叫什么事 陆母叹了口气 陆父的态度 这次很坚决 怕什么 大不了再取消好了叶兰西那种女人 是绝对不能让他进入家的大门 那他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虽然怀得不光明 但是毕竟是陈宇的骨肉 陆老夫人想到了孩子 有些发愁 陆父沉思了片刻 让陈宇自己去处理吧 这小子也应该学着长大了 吃过晚饭 几个孩子冲上二楼 然然看到自己房间里粉色的公主床 直接扑了上去 好漂亮 我太喜欢了 肚肚和墨墨也跟着他爬上了床 然然很热情地 打开自己小小的行李箱 呼拉一下 将里面的玩具都倒了出来 来 姐姐 我们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 好啊 好啊 三个女孩欢呼雀跃 开心地完成一片 墨子中到自己房间看了一下 将衣服都整齐地放进柜子里 然后走了出来 爸爸 我房间里为什么没有电脑 他皱着眉头问 陆陈旭不解 你还没有上学呢 要电脑干什么 玩游戏吗 墨子中指了指书房 爸爸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书房谈谈 你的认知能力好像有些问题 说完 他转身自己先走了过去 陆陈旭 看向墨小蝶 他什么意思 你去和他谈谈就知道了 你这个儿子 可是电脑方面的天才 陆陈旭搂住他 是吗 难道比他老八 我还要厉害吗 墨小蝶想了想 嘴角突然勾起一抹笑意 说不定你真的不如他呢 看到他的笑容 陆陈旭忍不住在他耳边低语 老婆 我们都生了这么多孩子了 你今晚是不是可以搬回主卧了 温热的气息 吹在墨小蝶的脖子上 他红着脸推开他 快去吧 你儿子等着你呢 等我 陆陈旭趁机偷吻了一下他的唇 墨小蝶不好意思地 看了一眼女儿门开着的房门 然然冲他扮了个鬼脸 然后做了一羞羞的动作 第109章 父子谈判 书房内 陆陈旭和儿子面对面坐着 大眼瞪小眼都不说话 半天 陆陈旭终于忍不住了 你不说要找我谈谈吗 怎么不说话了 爸爸 你觉得妈咪长得漂亮吗 墨子重问 什么 陆陈旭皱眉 儿子这话什么意思 你当初和妈咪结婚 现在呢 你愿意和妈咪在一起 是不是因为妈咪为你 生了九个孩子的缘故 陆陈旭没有说话 盯着儿子的小脸看了半天 怪不得小蝶说儿子智商高 难管呢 这小家伙才七岁 想的还挺多 子重 你有什么担忧直说吧 他直接问 我想知道 爸爸是不是真的爱我妈咪 陆陈旭点头 语气坚定 当然 爸爸这辈子 只对一个女人动过心 那就是你妈妈 真的 当然是真的 爸爸绝不撒谎 那要是有一天 有一个比我妈咪有才华 漂亮 温柔 贤惠的女人倒追你 你会背叛我妈咪吗 陆陈旭揉了揉太阳穴 儿子考虑的还真长远 周全 他握住墨子中的小手 严肃认真的回答 不会 在爸爸眼里 你妈妈最漂亮 最有才华 做饭还最好吃 你放心 爸爸绝不会背叛她的 那万一你真的背叛她了呢 毕竟一辈子的时间很长很长 那你说 要爸爸怎么做你才放心 才相信爸爸 如果爸爸有一天 真的背叛了妈咪 你要主动放弃 我们九个的抚养权 不能和妈咪争强我们 你能做到吗 这 好 爸爸答应你 绝对不会背叛妈妈 如果有一天背叛了 主动放弃你们的抚养权 绝不食言 他的话音刚落 墨子仲就从口袋里 逃出了一支录音笔 他有些得意地 将录音笔在陆陈旭面前晃了晃 爸爸 我可是有证据的 你不能反悔哦 陆陈旭一脸黑线 突然觉得头很疼 有些忧虑自己的老年生活了 这小子才七岁啊 这都是从哪学来的鬼把戏 一定是李明成 这些年 他一直和儿子在一起 一定是李明成教坏了他儿子 一小附近小区内 刚洗了澡 坐在床上 和柳一一视频的李明成 突然打了个喷嚏 视频那边 柳一一轻笑 怎么 感冒了 李明成摇了摇头 没有 你以为我像你家龙威一样 弱不禁风的 柳一一立刻变了脸 李明成 不准说我们家威威 他要不是当年伤到了心脏 能一拳将你打飞出去五米 你信不信 李明成撇了撇嘴 一一 你就吹吧 牛都要被你吹上天了 我才没有吹呢 对了 小蝶真的和陆成旭坦白了 柳一一问 对啊 现在他们说不定 正在动房花烛呢 李明成突然笑得别有深意 柳一一做出了一个 受不了的表情 一天到晚 你脑子都在想什么呢 怪不得支撑在你的领导下 一点进步都没有 怎么没有进步了 这个季度的业绩 比上个季度增长了不少呢 要不是你们家龙威 志诚早就成了 国内第一的保全公司了 李明成不满的嚷嚷 你就吹吧 柳一一一点都不信他的话 对了 你和龙威什么时候回来啊 龙百和龙千 很可能就是小蝶失散的儿子 真的 那两个聪明的要上天的小鬼头 竟然是小蝶的儿子 小蝶知道吗 柳一一大惊 小蝶当然知道了 你和龙威一直在一起 可曾听龙威说过 那两个小家伙 对他们亲生父母的看法 柳一一摇了摇头 没有 不过听龙威的话音 龙百好像挺恨他们的 觉得他的亲生父母 因为他们生病 就抛弃了自己的孩子 太自私冷血 从知道自己的身世开始 就没有再提过他们 李明成眉头紧锁 看来 小蝶想要和他们相认 有些难度了 你们什么时候准备回来 提到回来 柳一一有些垂头丧气了 不知道 龙威的身体 还正在恢复中 不是说是最后一次 手术了吗 怎么还没有痊愈 痊愈了又能怎样 他还是一样不喜欢我 柳一一的神情有些失落 不喜欢你 大姐 你们不会还没有 挑明关系吧 李明成算是服了 这么一笔 龙威还真是不如 陆陈旭果断 讨人喜欢 真不知道 他是怎么将龙威集团做大的 李明成 你是不是在骗我 龙威他根本不喜欢我 一直都是我一厢情愿 柳一一满脸的迷茫和不确定 这个 他肯定是喜欢你的 就是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 不然你自己先回来吧 反正小蝶他们 马上要举行婚礼了 你冷淡 他一段时间再说 我考虑一下 柳一一刚说完 视频那头 他的电话突然响了 什么 你说一个金发美女 进了龙少的房间 你等着 我这就过去 说完 他招呼都没有打 直接风一般地挂断了视频 龙威和金发美女 李明成可以想象 以柳一一的暴脾气 龙威今晚一定过得很精彩 同样过得精彩的 还有陆陈旭 和儿子保证了半天 这小子终于相信 他对小蝶的心是真的了 他好不容易准备送儿子回房 然后去抱着老婆亲热一番 可是儿子走到门口 却又突然转身威胁他 爸爸 你要是敢欺负妈咪 我第一时间会捣毁 你们公司的网络的哦 就你 开玩笑的吧 他根本不信 儿子有这个能力 你不信 那我们试一试 说完 莫子忠又转身 走到他书房的电脑桌前 打开电脑 飞快地开始敲一些代码 十分钟后 陆氏集团旗下 星月传媒的网站 被黑客攻击 瞬间瘫痪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陆陈旭满脸震惊 他的儿子果然是天才 这才七岁啊 要是长大了 还了得 对于他震惊的表现 莫子忠很满意 又在电脑上敲了一些代码 很快 星月传媒的网络 又恢复了正常 所以 爸爸 你要好好听妈咪的话 不准惹他生气 更不准欺负他 莫子忠再次以威胁自己的老子 陆陈旭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很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这儿子 简直是要上天啊 这才七岁 他就不是对手了 长大了可怎么办 不是说早产的智商都偏低吗 为什么他的儿子会这么聪明 第110章 我要和爸爸一起睡 等到他终于心里憔悴地 将儿子送到房间 并保证两天之内 给他安装一台最新款的电脑之后 儿子才满意地拥抱了他一下爸爸 我爱你哦 陆陈旭捏了捏儿子的小脸蛋 我也爱你 这个小子典型地打一巴掌给个甜枣 简直要成精了 退出儿子的房间 他看到莫小蝶 莫小蝶已经将三个女儿都哄睡了 三个小家伙今晚都睡在然然的房间里 头挨着头 可爱的让人想要摸一摸他们的小脸 陆孝草心里有些郁闷 果然女儿才是自己的小棉袄 儿子简直就是上辈子的仇人 他走进去 想要弯腰轻一轻女儿们的小脸 却被莫小蝶拉了出来 噓 别吵醒了他们 莫小蝶压低了声音 拉着他悄悄退出了房间 陆陈旭一脸委屈地抱住了他 老婆 我受伤了 莫小蝶一惊 赶紧拉着他检查 哪里受伤了 怎么会受伤 陆陈旭拉着他的手捂住自己的胸口 这里 被儿子伤到了 看他满脸郁闷 莫小蝶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就说吧 子重高智商 低情商 很难管的 陆陈旭有些不满 手开始有些不规矩了 儿子刚刚用十分钟时间 将星月传媒的网络给弄瘫痪了 然后又用了五分钟将他恢复好了 莫小蝶按住他的手 有些不解 为什么他要攻击星月传媒的网站 陆陈旭低头亲吻了一下他的耳垂 他要挟我 要是敢欺负你 就捣毁我们整个陆市的网络 看到不可一世的陆啸草 一脸郁闷的表情 莫小蝶不厚道地笑得更灿烂了 老婆 儿子欺负我了 你还笑 看我怎么收拾你 说着 他一把将莫小蝶抱了起来 向主卧走去 夜很长 美好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主卧的大床上 陆陈旭将莫小蝶放下来 莫小蝶突然坐了起来 我 我去洗个澡 他的声音有些紧张 说着 就跳下床 准备冲向浴室 陆陈旭拉住了他的手 声音低哑 充满了雌性 老婆 我陪你一起洗 不用 我洗得很快 说完 他不等陆陈旭反应过来 就跑进了浴室 然后将门锁了起来 浴室内 他的手附上了自己的肚子 当年因为怀了久胞胎 所以他的肚子上长满了可怕的妊娠纹 虽然后来 他特意去做了除疤痕的手术 但是如果仔细看 还是能够看出一些妊娠纹存在的痕迹 前几次和陆陈旭之间的亲热互动太突然 他一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可是这一次 他们注定是要坦诚以对的 不知道陆陈旭看到他肚子上残留的妊娠纹痕迹 会不会嫌弃他 毕竟 他除了给他生了九个孩子 其余的一切都不优秀 陆陈旭看他进去了半天 一点动静都没有 整个人都靠在浴室的门上 老婆 洗好了没有 我进去帮你搓搓背怎么样 不 不用 马上就好了 陆陈旭的声音有些紧张 陆陈旭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笑意 老婆 你是不是有些害怕 陆陈旭一把将浴室的门打开 谁害怕了 我洗好了 你去洗吧 说完 他正准备离开浴室时 却被陆陈旭一把拉了进去 浴室内乌蒙蒙的 水流声中渐渐传出了爱情特有的声音 半个小时后 陆陈旭才抱着陆陈旭从浴室出来 他轻轻将它放在柔软的大床上 老公墨小蝶拉着陆陈旭的手 附在自己的肚子上 怎么了 你刚刚看到了吧 看到什么 认身纹的痕迹 虽然我特意做了除疤痕的手术 可是还能看出来 你刚刚一直在担心这个 墨小蝶点了点头 陆陈旭抵了抵他的额头 傻瓜 你是为了给我生孩子 我怎么会在意这个呢 说着 他特意去吻了吻他肚子上的认身纹 墨小蝶的眼泪涌入眼眶 老公 我爱你 老婆 一场甜蜜还未开始 敲门声和然然的声音同时响起 床上重叠在一起的陆陈旭夫妇 顿时愣住了 两个人赶紧手忙脚乱地穿好睡衣 整理了一下头发和床铺 调整了呼吸之后 他们两个打开了门 然然扑到陆陈旭身上 爸比 我要和你一起睡 墨小蝶看了一眼其余的孩子 他们都还在睡梦中 然然 你怎么不睡觉呢 然然撅起了小嘴 有些委屈 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 爸爸又走了 不要然然了 所以就吓醒了 听了然然的话 陆陈旭心底一片柔软 他弯腰将然然抱了起来 亲了亲他的小脸蛋 爸爸最爱你们了 永远都不会离开然然的 然然抱着他的脖子 那爸爸明天早上送我去幼儿园吧 我要让他们都看看 我的爸爸有多帅 陆陈旭笑着捏了捏他的小鼻子 好 爸爸明天一定送你去幼儿园 现在 很晚了 爸爸送你回去睡觉好不好 不好 我要和爸爸一起睡 然然坚定摇了摇头 然然 你看 姐姐和哥哥都是一个人睡的 然然马上要上一年级了 还和爸爸睡 哥哥会笑你的 莫小蝶耐心地劝说 然然撅起了小嘴 妈咪 你都是大人了 还要和爸爸一起睡 为什么我不能和爸爸一起睡呢 不行 我就是要和爸爸一起睡 莫小蝶看了陆陈旭一眼 无奈地摇了摇头 真是怕了你了 去吧 我们一起睡 得到了妈妈的许可 然然开心地从陆陈旭怀里下来 直接扑到他们的大床上 陆陈旭看了他莫小蝶 两个人一脸无奈地也上了床 第111章 然然的爸爸 陆陈旭刚想将莫小蝶摟到自己怀里 然然突然钻到了两个人中间 撅着小嘴 直接推开了莫小蝶 抱住陆陈旭 妈咪 爸爸是然然的 你都是大人了 怎么还要爸爸抱你 面对着扬起小脸 义正言辞指责自己的小小人 莫小蝶一时语色 皱着眉 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半天他才轻戳了一下然然的额头 假装生气 你个小没良心的 这么快就不要妈咪了 然然窝在陆陈旭怀里 拉着他的手撒娇 妈咪 然然也很爱你哦 我们在一起已经七年了 这才刚找到爸爸 然然想和爸爸多亲近一些 妈咪 你就不要这么小气了吗 说完 他又歪着小脑袋想了想 还有 妈咪你前段时间 要来照顾都督和默默姐姐 然然就很乖的和哥哥待在家里 没有生气 也没有捣乱 妈咪 你是个大人了 不能因为这个生气的 莫小蝶彻底被女儿打败 捏了捏她的小鼻子 真是说不过你 快睡吧 你要送我哦 好 快睡吧 陆陈旭抱着女儿 满了无奈的宠蜜 忍不住在被子底下 悄悄地拉住了莫小蝶的手 第二天 是陆家有史以来最热闹的早晨了 四个萌宝吃饭 斗嘴 不亦乐乎 陆老夫人满脸笑意地 看着这四个可爱的小家伙 这才像得家的样子吗 陆父也是一脸笑意 是啊 这样热闹才像得家 你看陈旭的脸上 终于有笑容了 陆母也是一脸感慨 老天爷终于开眼了 让陈旭从阴影里走了出来 这孩子 之前过得太苦了 陆老夫人瞪了陆母一眼 多少年的陈年往事了 不是让你烂在肚子里吗 怎么还提 陆母赶紧捂住嘴 这不是高兴 说漏嘴了 说漏嘴了 也不准再提 你的这张嘴 总是没有把门 这孩子好不容易才有了一点笑容 你别惹事 陆老夫人严厉地警告陆母 陆母赶紧点头 是 妈 我记住了 吃过早饭 陆陈旭夫妻俩 先送都督和默默去幼儿园 然后再送然然和子仲 不然让他们两个也转过来算了 这样就不用两头送了 路上 陆陈旭提出了建议 爸爸 我们还有一个月就放假了 九月份就要上小学 不用那么麻烦了 再转学了 墨子仲实在是没有心情 再去适应新同学 直接推翻了陆陈旭的提议 墨小蝶表示同意儿子的观点 大宝说得对 实在是没有必要再转学了 看到老婆儿子都这么说 陆陈旭只好无条件妥协了 对了 昨天马子辉最后怎么处理了 墨小蝶问 过几天开庭 很快就会盼下来 最少五年 墨子仲冷哼了一声 摸了摸自己额头上的伤 真是便宜他了 我听说他是新月服事的总经理 那谁接替了他的职位 陆陈旭握住他的手 沉沉的眸光中划过一丝算计 屈灵墙原来新月服事的副总 昨天开了一下午的董事会 最后才勉强通过 你推荐的他 看着他逐渐黯淡的眼神 墨小蝶觉得 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果然陆陈旭点了点头 是 屈灵墙两年前从国外留学回来 就一直入职新月服事 能力超群 为人正直 他的姐姐是卢浩泽的前女友 为卢浩泽生下了卢子循 两年前因卢浩泽病逝 你是想利用屈灵墙报复卢家 卢欣欣害你跳入长江 被叶兰西一家人折磨 这笔账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陆陈旭看着他 神情决绝 敢欺负他陆陈旭的老婆和孩子 就算对方是试交卢家 他也绝对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 你有什么计划 卢家 现在只有在服饰这一方面 还稍微赚钱 我要利用屈灵墙 抢夺卢家的市场 让他们彻底没有翻身的机会 可是 我听说卢子循是个医学天才 已经在国外获得了好几项医药专利 卢浩泽准备利用儿子 转向医药市场 墨小蝶有些担忧 陆陈旭自信的眸子中 闪过一丝深远的光芒 屈灵墙会想办法带走卢子循的 没有了卢子循 卢浩泽就算是有资金 也无法实现转行 看他一脸自信 墨小蝶露出一抹浅浅的笑意 你好像已经算计好了一切 陆陈旭轻抚了一下他的脸颊 谁也别想伤害我的家人 他的话 让墨小蝶的心里感到温暖甜蜜 整个人靠在了他的怀里 老公 谢谢你 可是还没有一分钟 然然就将他拉到了一旁 妈咪 司机叔叔还在呢 你休不休啊 说完 他自己则坐在了陆陈旭的怀里 你呀 墨小蝶无奈又宠溺地戳了一下他的小脑袋 很快 子仲和然然的幼儿园就到了 然然拉着陆陈旭一脸骄傲地下了车 早上八点多 正是家长送孩子的高峰期 陆陈旭的出现果然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天哪 他是谁 怎么长得这么帅 有宝妈捂着嘴惊呼 看着好面熟啊 好像电影明星 是啊 是啊 比电影明星还好看 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陆氏集团的总裁陈旭 陆陈旭 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来我们这种普通的幼儿园 你看错了吧 没有 绝对错不了 不信你看看 我手机里有关于他的访谈的说着 这个宝妈就打开了手机 其他的宝妈都围了过来 大家看了看手机 又看了看不远处的陆陈旭 都惊得长大了嘴巴 我的天啊 还真是他 然然拉着陆陈旭的手 一脸骄傲地来到幼儿园门口 向负责迎接学生的老师介绍 老师好 这是我爸爸 门口的老师眼睛早就看直了 半天才回过神 你好 你好 不远处的宝妈群顿时炸锅了 天哪 那个小胖墩 然然竟然是他的女儿 这怎么可能 陆总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女儿 这些宝妈们 好像忘记了默默的存在 从陆陈旭出现 就惊呼不已 然然刚准备进幼儿园 就看到了马二明和他的爸爸 他拉着陆陈旭 快步走了过去 拦在了马二明面前 马二明 你不是嘲笑我没有爸爸吗 今天我爸爸送我来了 你看看 他是不是比你爸爸帅 比你爸爸有气质 然然仰起小脸 一副的礼不饶人的表情 马二明的爸爸 明显比陆陈旭低半头 有点中年发福 长相一般 和陆陈旭 这样的校草站在一起 根本没办法比 马二明看了陆陈旭一眼 有些不甘心 撅起小嘴哼了一声 拉住自己的爸爸走了 然然还想追上去 却被莫子仲拉着 然然 得死够了 快让爸爸走吧 你看看幼儿园门口 要交通堵塞了 老爸这样耀眼 招风引蝶 让莫子仲很为自己的妈咪担忧 第112章 陆陈旭的秘密 然然回头看了一眼 围堵在幼儿园门口 拿着手机 对着自己老爸拍照的人群 心里有些得意 趾高气扬地伸出小胖胳膊 将陆陈旭的脖子勾下来 亲了一下 爸爸 我爱你哦 陆陈旭看着他小眼睛里闪过的骄傲 也亲了亲他的小脸蛋 快和哥哥进去吧 然然听话地点了点头 嗯 爸爸再见 路上小心哦 和女儿再见之后 陆陈旭有些艰难地 从拥挤的家长群里走了出来 陆总 没想到七年过去了 您的风采和魅力 依旧不减当年哦 莫小蝶一脸笑意地调侃 陆陈旭眉眼含笑 宠溺地捏了捏他的脸 老婆 你这是在吃醋吗 莫小蝶推开他的手 轻身上前调皮地眨了眨眼睛 我用得着吃醋吗 反正你又不敢背叛我 儿子会弄垮 你们公司网络的 提到儿子 陆陈旭扶住了额头 今天有空吗 我答应过 儿子要给他装一台最新款的电脑的 当然有空啊 你不是说我下星期才用去上班吗 陆陈旭在他唇上清拙了一下 那好 我们现在去科技市场 然后我陪你去逛街怎么样 不怎么样 给子中买完电脑之后 你要和我去一趟药店 去药店干什么 莫小蝶摸了摸他的胃 抓中药 调理你的胃啊 你现在可不是自己一个人 有老婆和孩子了 不能再像之前那样 不顾自己的身体了 陆陈旭亲吻了一下他的手 好 一切都听老婆的 说完 他又扶在莫小蝶耳边 别有深意的低语 我如果乖乖喝药 你要怎么奖励我 莫小蝶红着脸推开了他 看了一眼 一直默不作声开车的司机 说什么呢 陆陈旭的这个司机 跟了他将近六年 此时正处于认知崩塌阶段 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的老板 是个不尽女色 冷酷无情的工作狂 他跟了老板六年多了 再漂亮的女人 老板从来都不多看一眼 他一直以为 老板的兴趣向有问题 因为老板只偶尔对小楼秘书 有点笑脸 所以公司里曾经盛传 老板其实喜欢男的 可是自从蓝总监出现之后 老板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刚刚他竟然听到 老板主动和蓝总监打情骂靠 主动亲吻蓝总监 而且他们竟然已经生了四个孩子了 是他昨晚没有睡好 这会儿大脑还不清楚 听错了吗 然而老板给他的认知冲击 还没有结束 老婆 我打算星期一向媒体公布我们的婚期 你看如何 结婚 老板和蓝总监还没有结婚 就生了四个孩子了 这是要带着孩子去结婚吗 司机马大哥表示很震惊 一切都听老公的 墨小蝶依偎在他的怀里 一脸幸福 他们先去了科技市场 给墨子重选了一台最新装备的电脑 然后又去药店抓了一星期的中药 陆承旭拉住他 老婆 我陪你去逛商场怎么样 墨小蝶一脸不解 你一个大男人 干嘛一直嚷着要逛商场 陆承旭搂住他的腰 满脸宠蜜地宣布 因为我想给你买衣服 买首饰 化妆品 想让我老婆花我的钱 墨小蝶掐了一下他的腰 眉眼中满是幸福的笑意 老公 你这样讨好我有什么目的 陆承旭趁着四下无人 轻咬了一下他的耳垂 你说呢 当时是想晚上 被他这样在公开场合聊斗 墨小蝶觉得有些口干舌燥 赶紧拉着他 走进了一家女装专卖店 你不是要陪我买衣服吗 走了 很快 他看中了一件蓝色连衣裙 款式新颖 细节之处设计得很体贴 完全能够展现出 女性独有的魅力 陆承旭点了点头 这件不错 去试试 墨小蝶拿着衣服去了试衣间 陆承旭回头 正准备坐下等他 却看到一个长发急尖的女人 在店门口一闪而过 那个女人的脸像 急了记忆里的一个人 他心里猛的一惊 急忙追了出去 商场的长廊上 根本没有再看到那个女人 难道是他看错了吗 不 他绝对没有看错 那个女人的脸 虽然已经退去了 高中时的青涩 但是 确定是梅若秋无疑了 难道他还活着 不 不可能 陆承旭摇了摇头 当年梅若秋出事之后 他去了他家 虽然被他的家人 打了一顿遍体鳞伤 但是他 确实是看着他下葬的 身后有人轻拍了一下 他的肩膀 陆总 我还以为我眼花了呢 怎么 这么快就沦落到 要陪西夫逛商场的地步了 白昊幸灾乐祸地调侃他 只是在看到陆承旭的表情时 皱起了眉 你怎么了 像是大白天遇到了鬼一样 陆承旭拉着他 来到一旁的角落里 心有余悸 白昊 我刚刚看到了梅若秋 白昊愣了一下 随即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你没发烧吧 梅若秋不是早就死了吗 陆承旭因为紧张 额头上渗出密密麻麻的细汗 脸色有些苍白 高大的身躯 显得有些虚弱 我刚刚真的看到他了 白昊看他情绪有些不对 赶紧扶着 他在不远处的椅子上坐下 陈旭 你该不会心里还装着那件事吧 这都多少年了 那只是意外 不是你的错 陆承旭没有说话 只是弯下腰 将头深深地埋了起来 梅若秋是他们高中时的同学 是与诚意高出了名的笑话 肤白 貌美 那一头秀发 比电视里洗发水广告中的 还柔顺漂亮 文静 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淡淡的知性美 同学们都在背后悄悄议论说 他是一高的林徽英 当时的陆承旭 是意高的学生会会长 成绩第一 篮球第一 性格温和 对每一个同学都温文尔雅 是很多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后来 在高二上半学期的一个早晨 梅若秋在他上学的路上 红着脸拦住他 你看到我写给你的信没有 他当时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就问了一句 什么信 梅若秋的脸更红了 昨天 我加在你语文课本中一封信 经梅若秋这么一说 他才想起 昨天放学收拾书包时 好像是从语文课本中 滑落了一张粉丝的纸片 不过当时 他接到了弟弟的电话 说是父母又因为公司的事情在吵架 这次还要闹离婚 他着急赶回家 就没有去剪那张纸片 也根本不知道那张纸片上的内容 当时 陆氏企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低谷时期 家里的气氛每天都很紧张 他从未将心思放在儿女情肠上面 对梅若秋更是没有一点想法 只想早点考上大学 为父母分担忧愁 他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小插曲 可是国庆节过后 却传来了梅若秋自杀的消息 梅家的人带着警察 直接冲进了他的家中 说是他害死了梅若秋 当时才17岁的他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进了警察局 第113章 衣服不适合你 到了警察局之后 经过民警的问话 陆陈旭才知道 梅若秋自杀的原因 原来有人捡到了那张粉红色的纸片 看到了梅若秋给他的那封情书 然后 在国庆节以他的名誉 将梅若秋约了出去 后来 那几个小混混在荒僻的废旧工厂 才17岁 还从未涉足过社会 不知道人心的黑暗和险恶 在警察局整个人直接吓傻了 后来 经过警方的调查 终于将那几个小混混抓住 洗清了他身上的嫌疑 可是 梅家人却始终认为是 他的父母买通的警察 故意找了小混混来顶罪 他当时很单纯 很自责 认为是自己的疏忽 才导致了这场事故 因此 在梅若秋下葬那天 他决定去送他最后一程 可是 梅家人却将满腔的悲愤 都发泄在了他的身上 差点将他打死 他当年身上多处骨折 内脏出血 差点一命呜呼 在医院躺了整整一个多月 出院之后 整个人就陷入了抑郁之中 休学治疗了一年才康复 他到现在都记得 梅家人用充满怨恨血红的眼神 盯着他诅咒 诅咒他 一辈子都孤独终老 不得好死 从那之后 他整个人就变了 变得高冷 不尽人情 特别讨厌女生 所有知道事情始末的人 以为他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了 却没想到墨小蝶的出现 改变了这一切 白昊作为他最好的朋友 本来知道他和墨小蝶 准备举行婚礼时 还替他感到开心呢 如今 看他这样子 不免有些担忧了 陈旭 你一定是眼花了 那件事真的不是你的错 白昊拍了拍他的肩膀 给予他男人之间的鼓励 陆陈旭抬起头 看了看四周 眼神清冷 似乎已经从刚刚惊慌的情绪中 走了出来 他拍了拍白昊的胳膊 放心吧 我没事的 只不过 是刚刚突然看到一个 和他长得有些相似的人 一时有些惊讶罢了 看他已经不像刚才那般惊慌失落 白昊转移了话题 你这个大忙人 怎么想起来逛商场啊 陪你老婆来的 你老婆呢 说话间 白昊开始四下张望 却没有看到墨小蝶的身影 陆陈旭指了指不远处的专卖店 在里面是衣服呢 想起墨小蝶眉眼弯弯 嘴角上扬 笑意浅浅的模样 侧后长 小心你老婆生气了 让你回去跪搓衣板哦 白昊故意业余他 陆陈旭好看的眉毛挑了挑 叮嘱白昊 你呢 现在应该是上班时间 为什么你会出现在商场 该不会翘班了吧 白昊起身指着他不满地嚷了起来 万恶的资本家 我是陪着雨萌过来的 石雨萌 你高中的那个暗恋对象 一丝惊讶 划过陆陈旭的眼眸 白昊点了点头 你可别小瞧了他 当年他在设计学院毕业之后 直接去了意大利深造 现在可是国际知名的设计师 我都求了他一年多了 好不容易他才答应 回来入职星月家庄 这次科技馆的事情能这么顺利 也多亏了他的帮忙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 白昊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一星期前 不过 陆总你那个时候满眼 满心都是你的老婆 哪里有功夫管星月家庄的事情 陆陈旭冷峻的嘴角勾了勾 一脸戏谑 这么说 你以后可是进水楼台了 有信心拿下吗 要不要我帮忙 白昊故作正经地 装出一脸的严肃 你想哪儿去了 我们之间只是好朋友 我对他早就 没有了非分之想 你就装吧 陆陈旭显然不幸 墨小蝶从十一间出来之后 私下看了看 没有看到陆陈旭 他自己在镜子前看了看 觉得很满意 换下衣服 正准备去交钱时 一个身材高挑 眉眼清秀 妆容精致的女人拦住了他 等一下 我刚刚试了这件衣服的同款香郁色 很合适 可是我更喜欢这件蓝色的 对方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眼神中有明显的不屑 墨小蝶因为不上班 在家陪孩子 所以着装很随意 也没有化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将衣服放在收银台 抬起头 没有一丝要退让的意思 我的意思 是像你这样矮小的身材 这件衣服根本不适合你 说完 这个女人回头喊了一声同伴 若宇 你来帮这位女士 挑一件合适她的衣服 墨小蝶忍住心里的怒气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女人嘴角扯出一抹嘲讽 我这也是为你好 你知道这里的衣服 多少钱一件吗 花这么多的钱 买一件不合适自己的衣服 何必呢 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 你怎么就确定 这件衣服一定适合你呢 墨小蝶眸光冷烈地反问 女人身后的同事 若宇走到她面前 有些不满的介绍 我姐可是国际知名设计师 她的审美 还没有人敢质疑呢 她的话音刚落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清冷的声音 知名设计师又如何 人品这么差 能设计出什么好作品 女人寻声回头 在看到陆承煦时 脸色的表情 突然变得惊喜柔和 陈煦 这要巧啊 陆承煦冷漠地看了她一眼 直接走到墨小蝶面前 伸手搂住了她的腰 老婆 怎么 选好了没有 女人的眼神 在看到陆承煦 搂住墨小蝶的一瞬间 划过一丝阴厉 但是很快就被她脸上 虚假的惊讶掩盖 你 你结婚了 白昊走到女人身边 羽蒙你没有想到吧 高冷的陆啸草 竟然是我们当中 第一结婚的人 这个女人正是白昊口中 荣获了好几项 国际设计大奖 好不容易才被她 挖回来的石羽蒙 他们三个高中时 曾经是同班同学 虽然当年梅若秋的事情 发生之后 陆承煦曾休学一年 但是功课却没有拉下 因此 恢复之后并没有留级 直接又进了原来的班级 石羽蒙脸色变得很快 听了白昊的话 立刻上前拉住了 墨小蝶的手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陈旭结婚了 墨小蝶靠在陆承煦怀里 很明显地感觉到了 对方的敌意 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没关系 你一直在国外 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说完 他故意拉住陆承煦的胳膊 指了指收银台上的衣服 一脸委屈地说道 老公 我刚刚设这套衣服 很喜欢 可是石小姐 说我的身材不适合 怎么办呢 你喜欢就好 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老婆最漂亮了 穿什么衣服我都喜欢 说完 陆承煦看向店员 掏出银行卡 这件衣服 每一种颜色都要一件 石羽蒙咬了咬嘴唇 阴冷的毛子闪了闪 然后 装出一脸的羡慕 拉过一直站在 衣架后面的同事 若宇 你看陆总多疼老婆 我们以后要找男朋友 一定要找陆总这样的 白昊和陆承煦抬头 在看到梅若宇时 两个人都愣住了 第114章 梅若宇 墨小蝶感觉到 陆承煦在看到梅若宇时 突然肌肉紧绷 似乎很紧张 白昊一脸疑惑地 走到梅若宇面前 你和梅若秋是什么关系 当年他们好像没有听说过 梅若秋有妹妹啊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女人 和梅若秋长得这么像 梅若宇被他们这么盯着 整个人选得有些紧张 我 我是梅若秋的妹妹 我们高中时 只听说她有一个弟弟 没有听说有妹妹啊 白昊又问 梅若宇低下了头 柔美的脸上 显出一丝自卑 我是家里的老二 为了要儿子 从小就被家里人 送到了偏远农村的亲戚家 石羽蒙拉住她的手 脸上露出一抹同情 我也是看她像梅若秋 才收她做助理的 她从小吃了很多苦 我这样做 也算是帮帮老同学吧 其实 她回国当天 在酒店见到 正在走廊打扫的梅若宇时 就想着利用她接近陆承煦 作为老同学 她清楚地知道 陆承煦一直对梅若秋的死心存愧疚 梅若宇从小寄人篱下 生活艰苦 性格懦弱 很容易掌控和利用 她石羽蒙从高中时 就对陆承煦一见钟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以为自己会将年少时的感情 当作一段美丽的回忆 可是 最近几年 她在国外的杂志上 网站上看到了 关于陆承煦的介绍 访谈 七年过去了 她全身都散发着 岁月沉淀的成熟和魅力 更让她痴迷 让她难以忘怀 因此 她才决定接受白昊的邀请 入职新月家庄 她要让陆承煦 看到她的智慧 她才华 然后逐渐走入她的内心 只不过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晚了一步 眼前这其貌不扬的女人 竟然是陆承煦的老婆 而一向高冷 不苟言笑的 讨厌女人的陆承煦 竟然会将这个平凡的女人 捧到手心里 原来是这样 羽蒙你真的是太善良了 白昊一直以为 石羽蒙还是高中时期 那个单纯爱笑的女孩 而根本没有看出 她眼神里的虚伪和算计 陆承煦整个人 此时已经恢复了正常 她现在已经有了老婆和孩子 不能一直困在过去里 她要让自己强大起来 好好保护小蝶和孩子 她看着石羽蒙声音冷淡疏离 既然如此 就让她好好跟着你吧 我们还有事 先走了 说完 她接过店员打包好的衣服 搂着墨小蝶的肩膀 准备离开 石羽蒙站在她身后 妒忌的目光一闪而过 她有些不甘心地叫住了陆承煦 白皓眼眉头轻皱 怎么 你到现在还没有给老同学接风 太抠了吧 白皓不明白 他们两个是什么意思 愣了一下 不满的辩解 谁抠了 羽蒙一回来 我就在新月酒店摆了接风宴 当时还邀请了你呢 可是 你只顾着谈恋爱 根本没有回我的信息 是吗 可能家里孩子太多了 有点忙 既然你已经代表陆氏 摆过了接风宴 那我就不用再多此一举了吧 说完 她看了一眼石羽蒙 石羽蒙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 声音柔软中带着一丝撒娇 可是 陆总 你还没有请我呢 陆承煦搂着墨小蝶的胳膊紧了紧 不好意思 我已婚 没有必要 不会去参加任何宴会 老同学也不行吗 我想 陆夫人不会这么小气不讲理的 石羽蒙看着墨小蝶眨了眨眼 墨小蝶心里冷笑了一声 这个女人也嚣张了吧 当着她的面 聊她的男人 还真不把她放在眼里 她抬头看了一眼陆承煦 然后转向石羽蒙 脸上似笑非笑 不好意思 我家里有四个孩子 如果她自己跑出去陪老同学 让我自己在家带宝宝 我确实会很生气 石羽蒙没有料到她 竟然会这么直截了当地拒绝自己 脸上划过一丝尴尬 但是很快就被她用惊讶的笑容掩饰 四个孩子 陆夫人真是了不起 陆承煦眯着眼 将她脸色的表情变化 瞧得清清楚楚 扭头看了一眼白号 白号似乎也察觉到了石羽蒙的不同 此时正促着没沉思呢 这时 莫小蝶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一个陌生号码 她轻皱了一下眉头 按了接听键 阿姨 我是李木塔 电话那头传来了李木塔 有些虚弱的声音 木塔 你怎么样了 有没有不舒服啊 一听是李木塔 莫小蝶的声音变得温柔亲切 阿姨 我一个小时候就要进手术室了 你能不能来一趟医院 我想要当面向你说声谢谢 李木塔的在电话里哀求 李木塔这么快就要进行手术了 不知怎变 莫小蝶心里突然有些为李木塔感到紧张 好 你等着 阿姨马上就过去看你 木塔要勇敢哦 好 阿姨 我等你 得到了莫小蝶肯定的答复 李木塔的声音变得有些轻快 收起了电话 莫小蝶有些抱歉的 看了一眼白昊 不好意思 我们还有事情 要先走了 说完 拉着陆陈旭 直接走出了专卖店 他们身后 石雨萌看着陆陈旭奇长 帅气的背影 眼神中的嫉妒和恨意 倾泻而出 白昊抬头将他的眼神尽收眼底 俊朗的脸上划过一丝疼痛 原来他的感觉一直都是对的 雨萌从高中时期就一直暗恋陆陈旭 到现在依然如此 只是 他现在的模样和高中时期 简直判若两人 高中时虽然喜欢 却心思单纯 只会默默守候 现在的雨萌眼里 却多了一些算解和贪婪 看来 这次他大费周章地将他请回来 是个错误的决定 不知道陆陈旭会不会因此而怪罪他 猛然想到 星期一莫小蝶就要回新月家庄上班了 他心里突然打了一个哆嗦 他们两个要是对着干起来 陆陈旭非扒了他的皮不渴 白昊这次算是真切地感受到了 什么叫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了 第115章 李木塔进手术室 陆陈旭和莫小蝶出了商场之后 直接去了医院 李木塔今天要动手术 因为有了孩子 所以陆陈旭很理解做父母的心情 是的 他说想见我 莫小蝶握住陆陈旭的 整个人不知怎跌 就是觉得很紧张 陆陈旭看着他 眼神中划过一丝不解 你很紧张 莫小蝶深吸了一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他要进行手术了 心里突然莫名地感觉有些害怕 你不知道那个小孩很乖 很懂事的 医生说他的情况很复杂 我好害怕他撑不过来 看到他满脸的焦虑和担忧 陆陈旭有些心疼地将他搂入怀中安慰 别担心 我已经让小楼去问过了 给他动手术的 是国内最具权威的心脏方面专家 一定不会有事的 即将被推入手术室的李木塔 李木塔的父母看到他们走过来 真诚地鞠躬表示感谢 陆总 谢谢 谢谢你们专程过来看木塔 莫小蝶将他们拉起来 我们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不用这么 客气还有 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木塔手术之后 还需要人好好照顾他呢 这时 躺在手术室门口病床上的李木塔 伸出了手 阿姨 莫小蝶赶紧过去 拉住了他瘦弱的小手 怎么了 木塔害怕了吗 李木塔黑瘦的小脸上 划过一丝勇敢的笑意 他摇了摇头 不怕 木塔会很勇敢的 看到他小小年纪 面对生死 竟然如此坦然 莫小蝶的心里有些难受 木塔好棒啊 放心 只是一个小手术而已 等你出院了 就和妈妈搬到阿姨家里去 阿姨给你准备了好多绘本呢 一丝期望的光芒 在李木塔的眼睛里一闪而过 真的 当时是真的了 阿姨说话算数 李木塔看着他 神情突然变得有些落寞和犹豫 阿姨 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什么事 只要是木塔说出来的 阿姨一定会答应你的 这个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 李木塔看了一眼 站在床尾的父母 然后亮闪闪的小眼睛 看向莫小蝶 眼神中竟有一丝失落和悲凉 莫小蝶心里猛的一惊 这么小的孩子 竟然会有这样的眼神 穷人的生活果然是最悲伤的 阿姨 我听妈妈说 你和叔叔帮他和爸爸安排了工作 还预知了工资给我治病 木塔心里很感激 说到这里 李木塔停顿了一下 似乎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阿姨 如果我在手术过程中出了意外 可不可以麻烦阿姨 不要急着让他们还钱 我爸爸妈妈都很能干 很勤快的 等到他们将欠你们的钱还完了 你能不能让他们在你家多干几年 让他们存一些钱养老 木塔万一不在了 就没有人为他们养老了 病床上 身形瘦小的孩子 竟然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 让在场的几个大人都唏嘘不已 李木塔的妈妈 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木塔 不要多想 你一定会平安出来的 木小蝶鼻子发酸 泪水不自觉已经蓄满了眼眶 一旁的护士看了看墙上的时钟 催促他们 好了 好了 时间到了 马上要进手术室了 李木塔拉着木小蝶的手不肯放 阿姨 你就答应我吧 好 阿姨答应你 不过 你要答应阿姨 要勇敢坚强 无论如何都不要放弃 好不好 不知为何 木小蝶觉得心里疼得厉害 好 阿姨 我们拉高 说着 李木塔伸出了自己瘦弱的小手 好 拉高 墨小蝶也伸出了手 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李木塔很高兴 小脸上再也没有一丝顾忌 和自己的父母告别之后 被护士推着进入了手术室 李木塔的妈妈赵芬 贪坐在手术室门前的凳子上 无声地哭泣 父亲李健刚 握住妻子的手眼眶微红 盯着手术室的门满脸焦虑和担忧 走廊沉闷的气息 让墨小蝶觉得心里堵得慌 他们在手术室门口等了一会儿 看看时间已经快到中午一点多了 于是出去给李木塔的父母 买了一些吃的回来 李健刚夫妇 这才从担忧中惊醒过来 满脸歉意地推托 这怎么好意思 我们不饿 墨小蝶强行将东西塞到他们手里 我刚刚问过护士了 木塔的手术 大概需要五六个小时 不吃东西 你们怎么能撑到他出来呢 别客气了 多少吃一些 谢谢 谢谢 赵芬弯腰 眼眶微红 像是极力要忍住哭泣一般 卑微且真诚地表示感谢 他这样的态度 反倒让墨小蝶有些不好意思了 李健刚看出了墨小蝶的为难 赶紧将妻子拉了过去 言语中也一样充满了感激 只是却没有像妻子那样的卑微 陆总 不好意思 耽误你们的宝贵时间了 木塔这个孩子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很喜欢陆夫人 这几天一直吵着要见他 今天 他要进手术室了 我不想让孩子带着遗憾进去 所以才冒昧地给你们打了电话 谢谢你们能来看他 没关系 我们今天正好有空 李木塔是个很乖的孩子 我们都很喜欢他 陆陈旭想到小男孩进手术前 对墨小蝶说的话 又想到了家中威胁他的儿子墨子仲 心里竟然有些羡慕李木塔的父亲 李木塔这个孩子太懂事了 懂事得让他这个自以为冷血的人 都觉得有些心疼 什么时候 墨子仲也知道 心疼他这个老爸就好了 李健刚看了看时间 已经快到一点五十了 有黑瘦弱的脸上 划过一丝愧疚 不好意思 陆总时间已经不早了 墨塔出来 还需要等好长时间呢 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 真的是太不好意思了 墨小蝶看了一眼他们夫妻二人 觉得自己如果和陆陈旭一直在这里 非但不能替他们分担忧愁 反而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不等木塔出来了 手术结束后 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好 一定会第一时间 给您和陆总打电话的 李健刚夫妇再次弯腰鞠躬 表示感谢 墨小蝶拉着陆陈旭离开医院之后 抬头看了看闷热的天空 打算去超市买些食材 晚饭的时候 给孩子们做些好吃的 陆陈旭搂住他的腰 声音中满是宠溺 老婆 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 第116章 偶遇卢子巡 墨小蝶看着他 有些疑惑 你不上班吗 今天是星期五 公司没事了吗 堂堂陆氏集团的总裁 怎么会清闲的 要陪着老婆闲逛一整天 我今天都推掉了 就是想要好好陪陪你 老婆 这些年你辛苦了 陆陈旭抬手轻抚了一下 墨小蝶的头发 想到他这些年 为了找孩子付出的辛苦和艰辛 很后悔当年没有早点 找到他这么多年了 一直都是墨小蝶一个人苦苦支撑着 突然听到陆陈旭发自肺腑的心疼 他的眼睛有些红润了 老公 只要能够早点找到孩子 我辛苦一点不算什么的 他挽住陆陈旭的胳膊 吸了吸鼻子 放心 有我在 孩子们一定会找到的 嗯 老公 我相信你 墨小蝶抬头 泪光闪闪的看着陆陈旭 陈旭不想勾起他伤心的往事 拿着纸巾给他擦了擦眼泪 然后转移了话题 你饿吗 已经过了中午了 我们去吃饭吧 好 我们去吃饭 然后再去超市买些食材 然然想吃糖醋排骨了 想到胖乎乎的然然 陆陈旭倾笑出声 这个小家伙就是个小吃货 哎 能有什么办法 这个小家伙就是个无肉不欢的主 长大了 可不能再让他这么吃下去了 否则会嫁不出去的 墨小蝶很为然然的未来担忧 我陆陈旭的女儿 怎么可能嫁不出去 老婆 你想的太多了 陆陈旭扬眉 满脸都洋溢着我的女儿 全世界最好的自信 两个人很快来到附近的一家中高档餐厅 这个时间点 餐厅的人已经不算太多了 墨小蝶在靠近走道的位置上坐下 陆陈旭叫了服务员过来点餐 他没有问 但是却点的都是墨小蝶喜欢吃的 墨小蝶觉得有些奇怪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陆陈旭神秘一笑 你猜 一定是李明成那个大嘴巴告诉你的 除了他再也没有别人了 墨小蝶不用想 也知道是李明成 他也是好心 想要促进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你就别再怪他了 陆陈旭难得替李明成说了句好话 提到李明成 墨小蝶突然想起了龙板和龙千 你们公司和龙威集团有来往吗 陆陈旭看他一脸认真 有些疑惑 龙威和志成都属于保全行业 你打听龙威集团做什么 这个李明成应该更清楚吧 龙威集团的二爷和三爷 应该也是我们丢失的宝宝 你说什么 那个名镇保全界 甚至在道上都很有名的二爷和三爷 是我们的儿子 陆陈旭经的瞬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不远处的客人奇怪地望向他们 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赶紧坐下再次确认 老婆 你说的可是真的 应该是真的 什么叫应该是真的 到底是不是啊 陆陈旭心急如焚 如果龙板和龙千真的是他的儿子 那他陆陈旭的基因该有多么强大 子重已经够让他震惊和头疼了 要是这两个小子回来 那他岂不知可以直接将陆氏交给他们 然后退休带着小蝶去养老了 那样的生活 可是他一直都向往的没被抓获之后 交代将两个孩子卖到了青西山岩村五祖王建国家 我和李明成去了王建国家 王建国说当年那两个孩子买回去之后 因为早产 心肺功能不全 抵抗力弱 三天两头生病 医生还说需要手术才能根除 他们没有钱 就将两个孩子扔到了青西山龙家老宅门口 看到有人将他们两个抱回去才离开的 提起龙板和龙千 莫小蝶的心又开始疼痛不已 龙板和龙千看样子和子重年龄差不多 上次杜杜被绑架时 我见过他们 龙板和你长得很像 我本来想办法拿了他的头发 还有龙千用过的勺子 想要去做鉴定的 可是却被叶兰希扔掉了 想起这个 莫小蝶心里更恨叶兰希了 叶兰希 陆陈旭清冷的眸子中 划过一丝狠力 是啊 虽然没有去做鉴定 但是我感觉 他们一定就是我们的儿子 老公 怎么办 李明成昨天打电话说 他们两个好像心里一直记恨着我们 根本就不愿意提起自己的亲生父母 想到昨天 李明成在电话里说的话 莫小蝶满心忧虑 那个两个小家伙可不是一般人 要想得到他们的认可 估计会很难 陆陈旭握住他的手 轻声安慰 别担心 既然知道了他们在龙威集团 那就好办了 我来想办法 你千万不要直接告诉他们真相 他们两个跟着龙威经历了很多 心智比一般的孩子都要成熟 我们必须慢慢地接近他们 试着去了解他们 然后等到合适的机会 再告诉他们当年的事情 否则 我怕他们一开始就抗拒 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我们 莫小蝶害怕 他以陆陈旭直男的性格 直接去龙威集团找龙板和龙谦 赶紧解释 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以后找孩子的事情有我在 我们一起勇敢面对 陆陈旭握住了他的手 好 我们一起面对 他们所在的餐厅 一共分为上下两层 装修得非常温馨 优雅 莫小蝶他们所在的位置 距离二楼的楼梯很近 是从二楼到餐厅门口的必经之路 饭菜上来之后 他刚刚吃了一口 不经意地抬头 就看到一个身穿白色短袖衬衫 黑色西装短裤 脖子触及着黑色蝴蝶结 戴着金丝眼镜的小男孩 从楼上走了下来 那个小男生看样子七岁左右 神情淡漠 气质高冷 小小年纪 竟然有一种学术专家的气质 不知怎跌 莫小蝶看到这个冷漠的小男孩 心里竟觉得 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小男孩看到有人一直盯着他 有些不爽地皱了皱眉 但是 脚步却没有停止 然而 就在他的脚步 刚刚迈下最后一阶台阶时 他的左侧一米不到的距离 一个端着热汤的服务员 不知怎跌 脚下突然一滑 整个人一裂且 手中的热汤 直接就泼向了那个小男孩 莫小蝶想都没想 直接冲过去 一把将小男孩护在怀里 滚烫的汤汁 全部撒在了他的背上 餐厅经理看到这一幕 赶紧跑过来 大声呵斥服务员 怎么回事 这么不小心 巨大的动静 惊动了楼上的一些客人 卢浩泽在二楼伸出头看了一眼 神情猛地一紧 赶紧从楼上冲了下来 子循 你没事吧 第117章 烫伤 卢子循被莫小蝶护在怀里 有些疑惑地看了看他 为什么这个女人 会给他一种妈妈的感觉 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的妈妈 才会在他有危险时 不顾一切地冲过来保护他 而这个女人 他根本不认识 可是被他这样抱在怀里 为什么会感觉很亲切 甚至很想让他 一直抱着自己 难道是因为妈妈的忌日快到了 他想妈妈的缘故吗 陆陈旭先卢浩泽一步 冲到了莫小蝶他们面前 老婆 你怎么样 烫伤了没有 莫小蝶此时觉得后背火辣辣的疼 他看了一眼卢子循 与其关切 小朋友 你没有被烫到吧 卢子循还没有说话 就被卢浩泽一把拉了过去 这个儿子可是他的心头肉 活财神 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 子循 怎么样 让爸爸看看 有没有被烫到 卢浩泽将卢子循全身上下都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有事之后才放心 然后他抬头看向莫小蝶 立一声质问 你是记恨猩猩猩 故意想要烫伤我儿子的 陆陈旭扶着莫小蝶 冰冷的眼神中浮现出一团火焰 卢浩泽弄清楚情况在说话 卢子循拉了拉卢浩泽的衣角 爸爸 是这个阿姨救了我 如果不是他 烫伤的人就是我 你不可以和阿姨这样说话的 他救了你 卢浩泽显然不相信 莫小蝶有这么好心 一脸疑惑 陆陈旭指了指头顶上的监控 不信你可以去查监控 只是没想到几年不见 你竟然变得如此心胸狭暗 早知道 我就该拉住小蝶 不让他这么傻傻地冲过去 事实上 刚刚莫小蝶的动作迅速 而突然 他根本就没有来得及拉住他 二楼上走下来 一个怀抱两岁多女婴的女人 他抱着孩子走到卢浩泽面前 浩泽 你误会人家了 刚刚楼上很多人都看到了 是这位女士救了我们家浩泽 你应该感谢人家的 这个女人 正是卢浩泽现在的妻子软之语 听了妻子的话 卢浩泽立刻转头 将怒气撒到了餐厅经理身上 你们是怎么回事 既然出了这么大的失误 这要是烫到了我儿子 我饶不了你们 虽然儿子没有受伤 可是他却因此欠了莫小蝶一个人情 这样的结果 让他心里很不爽 很不甘 莫小蝶一个没有背景 没有视力 长相一般的女人 凭什么超越欣星 得到陆陈旭的喜爱 如果当年不是她 恐怕欣星早就坐上了 陆家少奶奶的位置 卢氏也不用一直为了资金而发愁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们的员工疏忽了 所有的医疗费用我们承担 实在是对不起 餐厅经理一个劲的道歉 说好话 卢浩泽努力压下内心 对莫小蝶的厌恶 看向陆陈旭 堆起一脸虚伪的笑意 陈旭啊 这次真的要感谢你们家兰总监了 要不是他 我们家子熊可就惨了 陆陈旭看都没有再看他一眼 直接丢下一句话 我们现在要去医院 跑过去拦住了他们 好像有些过意不去的样子 陈旭 蓝总监都是为了救子熊才受伤的 我陪你们一起去吧 陆陈旭直接绕开他 语气冰冷 不带一丝感情 不用 你去了只会给我们添堵 卢浩泽没有想到 大庭广众之下 陆陈旭竟然这么不给他面子 有些善善的笑了笑 这样也好 我待会还要带子熊去参观药厂 陆陈旭没有再理他 扶着莫小蝶直接出了餐厅 刚打开车门 正准备坐进去时 卢浩泽竟然又追了过来 这次 他竟然满脸堆笑 陈旭 下星期五是我爷爷的生日 到时候 你们夫妻一定要一起来参加哦 到时候再说吧 陆陈旭敷衍了一句 然后和莫小蝶一起坐进车里 直接关上了车门 车子启动之后 卢浩泽脸上的笑意逐渐淡去 随之浮上的是一丝阴险算计的光芒 莫小蝶 陈旭 就让你们夫妻再得意这一个星期 过了爷爷的生日 莫小蝶就会突发心脏病死亡 而陆陈旭也会落入星星的圈套 不得不娶他 到时候 陆家的销售渠道 平台 资金就能够为他们如是所用了 车子飞驰向雨成最著名烧伤医院 怎么样 疼吗 陈陈旭看着莫小蝶 一直皱着眉头不说话 有些心疼他 还行 这会儿比当才疼得轻一些了 你呀 逞什么呢 就是去救他 也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才行 你可别忘了 你现在是有老公和孩子人了 虽然知道他一直很热心 但是看到他这么痛苦 陆陈旭还是忍不住责怪他 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只想着 只要那个小孩没事就好了 不知道自己会被烫倒 可能是做了妈妈 看不到任何一个孩子受伤吧 陆陈旭忍不住捏了捏他的鼻子 你呀 还说 让我以后注意照顾自己的身体 你这样 让我怎么放心呢 我以后不会再这么冲动了 老公 好疼 你就不要再说我了吗 莫小蝶挽住他的胳膊撒娇 很快 他们来到烧伤医院 医生帮莫小蝶检查了一下后背 虽然后背红了一大片 却没有起大多的水泡 烫伤并不严重 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 并嘱咐了日常注意事项 听了医生的嘱咐 陆陈旭一脸郁闷地扶着他走了出来 去大厅拿药 怎么了 老公 我烫伤得不严重 你好像不高兴 莫小蝶眨了眨眼睛也与他 陆陈旭看了他一眼 扶在他耳边低语 老婆 我觉得你是故意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陆陈旭闷闷闷地回答 医生说 天气炎热 为了避免感染 不要让我离你太近 你说 你是不是故意的 原来你刚刚一直闷闷不乐 是因为这个呀 莫小蝶后知后觉 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看他嘴角微微上扬一出的笑意 陆陈旭将他抵到了墙上 满脸委屈 你自己说 我们从领证到现在 可曾彻底地亲热过 陆小蝶有些痛苦地皱了皱眉 老公 你碰到我伤口了 疼 陆陈旭赶紧将他拉到怀里 一脸关切地问 碰到哪里了 墨小蝶趁机拉住他的手 调皮地笑了笑 走了 赶紧去拿药了 两个人刚走出几步 一抬头 竟然在医院的走廊上 碰到了叶兰西 第118章 落魄的叶兰西 叶兰西的手上抱着纱布 似乎是烫伤了 在他的面前 曾经送陆陈旭回过陆家的歌手 红威正一脸不屑地嘲讽他 叶兰西 你别忘了 你已经和新月传媒解约了 你以为这样故意当着陆二少的面陷害我 烫伤自己 他就会心疼你 责怪我 别做梦了 叶兰西整个人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光彩 显得有些狼狈和憔悴 但是却依然不肯认输 红威 你别得意 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二少的孩子 他早晚会看在孩子的份上原谅我的 墨小蝶那个丑陋的女人 都可以凭借孩子 得到万年高冷的陆陈旭青睐 他叶兰西有学历 有颜值 到时候有了孩子 就不信陆二少会不原谅他 红威听了他的话 像是看到了一个精神病人一样笑了起来 叶兰西 到现在 你还做梦吗 你的孩子 究竟是谁的 还不知呢 你以为二少不说 心里就没有怀疑吗 他和你解除合约 将你赶出新月传媒 就是因为他根本不信 你肚子的孩子是他的 红威的话 像是一个巨大的石头 瞬间击碎了叶兰西心底 最后一丝幻想 他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摇摇晃晃地后退了好几步 你是说 陈宇他 他根本不信 这个孩子是他的 看到他一脸崩溃的表情 红威笑得更灿烂了 你以为呢 你这孩子是怎么怀上的 我们心知肚明 事管婴儿到底是谁的种 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看着红威一脸得意的表情 叶兰西不甘心地挺起了腰 红威 你别得意太久了 陆二少师的品行如何 你我心知肚明 他对你 也只不过是一时新鲜而已 你以为你 真的能笑到最后 成为陆家的少奶奶吗 别做梦了 听了他的话 红威满脸不在乎地 将满头的大波浪头发 往身后甩了甩 叶兰西 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 一心只想嫁入豪门 我红威可是从来没有想过 要嫁给陆二少 我们之间 只不过是各区所需罢了 说完 红威突然上前俯身低语 倒是你 我听说为了处理你那些 见不得人的过去 几乎掏空了所有的积蓄 你还是想一想 接下来该如何生活吧 说完 红威开心地又笑了起来 这个叶兰西 还真是活该 今天去星月传媒办理解约的 最后一道手续时 竟然故意当着陆二少的面 庄英勤对她嘘寒问暖 端茶倒水 然后故意将滚烫的茶水 泼到自己的手上 污蔑说是她故意推她的 她真当陆二少眼瞎 还是以为她红威如此好欺负 想到了这里 红威又装出一脸的同情 叶兰西 看着我们曾经是同事的份上 如果你真的接不开锅了 我倒是可以介绍 你去夜店 以你的身材和长相 相比一个月也能赚不少呢 叶兰西憔悴的脸上 因为愤怒而胀的通红 她想反击 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反击的理由 她手里确实如红威所言 已经没有多少钱了 这些年 她赚的钱 大部分都拿来处理那些绯闻了 剩下的一少部分 她寄回家给了父母 她孤注一掷 将所有的赌注 都压在了陆成宇身上 却没有想到 是这样的结果 她原以为陆成宇 就算不是全心全意地爱她 至少对她也是有些感情的 却没想到 陆成宇竟然真的如此绝情 她咬住嘴唇 握紧拳头 强迫自己 忍下红威所有的嘲讽和耻笑 自己一个人 静止走出了医院 一直走到附近一个无人的公园里 她才终于忍不住 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哭了起来 莫小蝶 红威 你们等着 我叶兰西绝对不会就这样 被轻易打败的 一边哭 她一边咬牙切齿地咒骂 一双红色高跟鞋 出现在她的眼帘里 她愕然地抬头 看到一个身材高挑 容貌清秀 妆容精致的女人 你想报仇吗 女人笑着冲她伸出了手 你是谁 她充满戒备地问 石雨萌 如果你真想报仇 我可以帮你 石雨萌嘴角含笑 我要如何相信你 叶兰西有些警觉地问 你现在的情况 还有选择吗 据我所知 你的房贷很快就还不上了 新月传媒已经将你封杀 你接下来的生活 马上就成问题 你要拿什么养活你的孩子 在找她之前 石雨萌已经将整个陆家的情况 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尤其是叶兰西 她七年前就和墨小蝶结下了梁子 如今又怀了陆二少的孩子 倒是可以很好的利用一下 你调查我 叶兰西吓得后退了一步 手下意识地捂住了肚子 叶兰西 别紧张 我的目标是陆成旭 墨小蝶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石雨萌表明了自己的目的 陆成旭 叶兰西有些不确定问了一句 此时 她的心里已经有些动摇了 是的 只要你配合我 帮我将墨小蝶从陆成旭身边赶走 事成之后 我会帮你还完房贷 另外再给你一百万现金 这样就算陆二少不要你 你和你的孩子也有了保障 石雨萌的开出的条件很诱人 叶兰西犹豫了片刻 点头答应 石雨萌笑逐颜开 握住叶兰西的手 叶小姐 合作愉快 叶兰西勉强露出一个笑容 合作愉快 墨小蝶拿过药之后 本来还想去超市采购呢 结果被陆成旭 直接将他押回了家中 受伤了 跑什么呢 回去好好养着 陆母看到他们这么早就回来了 有些奇怪 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不是说要去逛街吃饭 约会吗 陆成旭无奈地看了自己老妈一眼 小蝶受伤了 受伤了 怎么回事 陆母很紧张 赶紧去检查墨小蝶的伤口 墨小蝶拉住他的手 笑着解释 妈 你别听陈旭说 没什么事 不过是不小心烫了一下而已 已经去医院看过了 还拿了药 陆母的关心 让他心里暖暖的 妈妈去世这么多年了 他终于再一次感受了母爱的味道 烫伤 怎么会烫伤了 陆母满脸疑惑 陆成旭看了墨小蝶一眼 忍不住调侃 有人在餐厅建议勇为 救了一个孩子 结果自己不小心被烫伤了 陆母不高兴地拍了他一下 你媳妇被烫伤了 你怎么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还不赶快扶小蝶上去涂药 这个儿子什么时候才能让他省心啊 怎么就这么傻呢 这可是在媳妇面前 现殷勤表现的大好机会 他这个傻儿子 竟然还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 陆母对于大儿子的婚后生活 表示很担忧 第119章 涂药 陆成旭扶着墨小蝶上楼 小心地给他涂药 涂完之后 自己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墨小蝶坐起身有些不解 老公 为什么要叹气 陆成旭抵住他的额头 嗡声嗡气 老婆 我们才刚刚结婚啊 我也不想这样的墨小蝶委屈的辩解 陆成旭用手戳了戳他的脑袋 宠溺地说道 你呀 就喜欢逞强 从17岁那年之后 他就从未正眼看过任何一个女人 在他的认知里 女人只会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 他一直以为 他会一个人孤独终老 可是 老天终于还是眷顾他的 竟然将小蝶送到了他的身边 他从没有想过 30岁的自己 竟然会像一个矛头小伙一般 这么深爱一个女人 他的小蝶 清秀动人 虽然容貌并不出众 却独立 坚强 善良 一个人历经磨难 却仍然能够保持一颗纯善的心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 实在是太难得了 他陆成旭 必将用尽此生所有的力量 来保护自己的爱人和孩子 陆成旭避开他的伤口 轻轻地抱住他 老婆 以后不准再这样逞强了 你受伤了 我很心疼 好 老公 我以后会注意的 莫小蝶一脸幸福 乖乖地点了点头 这还差不多 是个听话的好老婆 得到他肯定的回答 陆成旭在他的额头上 亲吻了一下 不知怎跌 莫小蝶突然想起了李木塔 不知道那个孩子的手术 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 他有些担忧 陆成旭发现 他突然不说话 脸上似乎在担忧什么 关心地问 怎么了 老婆 你好像有些不开心 莫小蝶侧身看着他 现在几点了 五点多 怎么了 不知道李木塔的手术 怎么样了 我有些担忧 李木塔的手术 到现在已经有三个多小时了 不知道进行得是否顺利 陆成旭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心里有些不适滋味地说道 老婆 你是否应该分下爱心给我 我可是你老公 要陪着你过一辈子的人 李木塔的手术结束 估计要到晚上六点多钟了 现在没有消息 就是最好的消息 听到他酸酸的口气 莫小蝶顽皮地眨了眨眼睛 老公 我给你抓了那么多条李威的中药 怎么不关心你了 想到那些南河的中药 陆成旭忍不住皱了皱眉 有些不满地捏了捏他的鼻子 你呀 都是九个孩子的妈妈了 怎么还这么顽皮 对了 老公 明天是星期六 我们带孩子们去超市好不好 默默说他从来没有去过超市 很想去呢 莫小蝶提出建议 可以 只是 你背上的烫伤 没关系 只是几个水泡而已 医生也说了 很快就会好的 真的没事吗 陆成旭又小心地看了一眼他的后背 刚刚还是一片红色的地方 因为涂抹了药物 已经有些好转 伤口中间的指甲盖大小的两个水泡 已经破开 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纱布 药膏和棉签 小心地帮他将水泡里渗出的组织液清理好 然后涂上药膏 用纱布包扎好 伤口还疼吗 处理好了之后 他又再次关心问 莫小蝶坐了起来 比刚刚好多了 陆成旭亲吻了他一下 既然这样 小心地扶着他侧躺好 然后帮他盖好被子 你呢 你要干什么 莫小蝶拉住他的手问 我去安排司机接孩子们放学 然后坐着这里看着你睡 说着 陆成旭在床边坐下 满眼的宠溺和温柔 莫小蝶盯着他 一瞬间他有些恍惚 这是梦吗 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 冷漠地俯视众人的陆孝草 竟然变成了自己的老公 眼神中全是对自己的爱 如果这是一场梦 那么请不要让他醒来 夕阳的余晖染红了陆家别墅的院子 风吹过 紫薇花树下 落花如雨 一切都显得格外温馨美好 六点左右 几个孩子被接了回来 陆家开始热闹起来 莫子仲刚进客厅 就闻到了浓浓的中药味 他皱了皱眉问李嫂 是谁生病了吗 是陆总 他的胃不好 少夫人抓了一些中药 帮他调理 莫子重点了点头 我妈咪呢 李嫂还会说话 然然就抢着说道 我知道 妈咪一定是去超市 买我最喜欢吃的红烧肉食材了 莫子重看了一眼 他圆滚滚的小肚子 摇了摇头 你呀 再吃就要胖成球了 说完 他又指了指 然然身后的默默和肚肚 你看看 你的两个姐姐 人家的身材多好 你再看看你 然然 你该减肥了 李嫂终于找到机会插嘴了 少夫人不小心烫伤了 正在楼上休息呢 烫伤 妈咪烫伤了 几个小家伙一听 丢下书包就冲到了楼上 莫小蝶陪着陆成旭 聊了一会儿天 整个人竟然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陆成旭不忍心叫醒他 小心地检查了他的伤口 悄悄转身 正准备下楼去 看看孩子们回来了没有 就看四个小家伙 像是疯了一般冲上楼 噓 他赶紧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然后快速关上了房门 妈妈 妈妈 肚肚想要冲过去 被他一把抱了起来 妈咪很累 睡着了 我们先下楼去 等一会儿再来找妈妈好不好 他压低了声音和孩子们商量 莫子仲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我妈咪是怎么被烫到的 第120章 来自儿子的鄙视 陆成旭指了指楼下 到下面去说 莫子仲没有理他 直接走到门口 轻轻将房门打开了一条缝隙 看到莫小蝶脸朝外 侧着身正睡的香甜 他抿着小嘴 回头冲妹妹们招了招手 几个人来到楼下 李嫂此时已经按照莫小蝶的吩咐 将调理味的中药熬好 黑黑的一小碗中药 我妈咪是怎么烫伤的 莫子仲咬着这个问题不肯放 陆成旭只好将事情的经过 详细地给他讲了一遍 听完之后 莫子仲在他面前的椅子上坐下 将那碗中药推到了他的面前 轻叹了一声 爸爸 你真的很失败 陆成旭的眉毛轻挑了一下 有些不解的端起药 准备试试温度 大宝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 你还是不是的男人 陆成旭刚刚抿了一小口苦涩 南河的中药 猛然听到儿子话 差点没有将口中的要吐出来 嗨嗨嗨嗨 你妈咪是突然冲过去的 我只是 没有来得及拉住他而已 他为自己辩解 不知怎么的 看着莫子仲指责鄙视的眼神 他突然想起了懂事的李牧塔 要是自己的儿子 能有那孩子的一半 懂得心疼父母 他这个老父亲 定然会喜极而泣 莫子仲小脸微皱 显然不接受他的解释 这根本就不是理由 你以后还是不要单独 和妈咪一起出去了 我不放心 你不放心 陆承煦很想在儿子面前 摆出父亲的威严来 可是一想到这小子五分钟内 就捣毁了新月传媒的网络 只好放弃了自己的念头 惹恼了这个小祖宗 说不定他真会一气之下 弄坏了整个陆氏集团的网络 到时候可就得不偿失了 大宝啊 你回房间了吗 今天爸爸特意去科技市场 给你装了一台最新配置的电脑 他决定改变策略 讨好儿子 果然 莫子仲一听 小脸上立刻露出一丝光芒 去看看吧 好 说完 莫子仲一溜小跑的冲上了二楼 沙发上坐着的陆母 陆父还有陆老夫人 看到陆承煦吃别样子 早就笑得合不拢嘴了 真是一物香一物啊 陈旭啊 你也有今天 陆母笑着调侃儿子 陆承煦瞪了自己老妈一眼 妈 看自己儿子的笑话 这么开心吗 陆母很诚实地点了点头 是的 很开心 陆承煦有些无语了 端起面前温度适宜的中药 有些犹豫 三个小女孩凑够了过来 默默盯着她碗里黑乎乎的东西 满脸嫌弃地捂住了鼻子 爸爸 你喝的是什么呀 这么难闻 冉冉有些同情地看着她 爸爸 这中药很苦的 我和哥哥之前生病的时候 李爷也给我们熬过 好难喝 爸爸加油 我给你准备了一颗糖 你喝完之后 吃颗糖就不会觉得苦了 说完很贴心地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颗糖 递到了陆承煦的手里 杜杜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也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颗糖塞到陆承煦手里 爸爸 吃糖 不苦 默默一看 赶紧也从口袋里 掏出一颗糖果 递给陆承煦 原来这就是中药啊 爸爸加油 三个小女孩相互看了一眼 同时为陆承煦补长 爸爸加油 爸爸加油 看着面前几乎一模一样 可爱的三个小人 又看了看手中的糖果 陆承煦的眼眶有些湿润了 他端起中药 一饮而尽 然后将空丸举了起来 爸爸很勇敢吧 喝完了 冉冉赶紧给他包了一颗糖果 塞到嘴里 爸爸 快吃糖 这样就不苦了 甜蜜的糖果 顷刻间覆盖了口中所有的苦涩 侵染了他的整个内心 他张开双臂 抱住了三个女儿 宝贝 爸爸爱你们 一旁的陆母有些被感动了 用纸巾擦拭了一下眼角 还是女儿好 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 我这辈子 是没有这个福气了 陆老夫人不满地敲了敲拐杖 我当初让你再生一个女儿 是死活都不肯 现在后悔了吧 妈 你忘记了 当初为了生陈宇我工作都丢了 要是再生女儿 我恐怕命都没了 想起二儿子 陆母又叹了口气 唉 早知道陈宇这小子这么不听话 当初就不该生他 陆父拍了他一下 别胡说 让陈宇听到了 可就不好了 因为墨小蝶背上有伤 所以然然不再嚷着 要和爸爸一起睡了 几个孩子窝在床上 和听墨小蝶讲了一会儿故事 然后才不舍得离开 爸爸 你晚上一定要好好照顾妈咪 记得给妈妈涂药哦 离开时 几个小家伙还不放心地 一遍又一遍地嘱咐他 放心吧 爸爸一定会好好照顾妈咪的 送走了孩子们 陆陈旭洗了澡之后 抱住墨小蝶 在他唇上清啄了一下 老婆 谢谢你 谢我什么 墨小蝶有些奇怪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是的 如果没有墨小蝶和孩子们 他大概真的会和没家人 所诅咒的那样 孤独终老吧 现在有了孩子 有了心爱的人 他才体会到过去的十年里 他的日子过得是怎样的枯燥和乏味 晚上八点多 他们接到了李木塔父母的电话 电话里王建国夫妇激动得气不成声 说是木塔的手术很成功 只需要后期好好调养 就能和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学了 接完电话之后 墨小蝶长长地松了口气 那个懂事的让人心疼的孩子 终于没事了第二天 多云天气 他们吃过早饭 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发 去了宇城最大的购物中心 墨墨和肚肚还从未来过这里 因此到了之后非常兴奋 三楼有一个儿童游乐园 还有一个图书室 先带他们上楼去玩一会儿 然后我们再去一楼超市买食材怎么样 墨小蝶提出建议 好 一切都听老婆的 墨子仲回头看了一眼 一身休闲的陆成旭 爸爸 你最好低调有限 不要招风影蝶 保护好妈咪 陆成旭摸了摸儿子的小脑袋 有些不爽的回答 好了 知道了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妈咪的 说完 他紧紧搂住了墨小蝶腰 今天 你不准再逞强 做什么英雄了 否则儿子会骂我的 墨小蝶忍住笑意 好的 知道了 老公 一家六口来到三楼的游乐园 三个女孩子 开心地扑到了游乐园的各种玩具中 玩得不亦乐乎 墨子仲有些不屑地翻了白眼 然后走到三楼最西侧的图书室 找出一本科幻方面的书籍 开始认真的看了起来 陆成旭和墨小蝶 坐在不远处的长椅上 老婆 我已经让小楼去约龙百和龙千了 打算将陆氏地产所有的物业管理 楼店维修 还有环保清理工作 都交给他们来做 估计下星期一 就能见到他们两个 其实 要去见那两个聪明绝顶的儿子 他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 一个墨子仲 就让他备受打击和头疼了 以那两个小子的精力和智商 他担心到时候 自己应付不了 墨小蝶有些紧张地握住他的手 真的吗 我也要去 那是他的儿子 他一定要去见一见 第121章 舅舅 你带我走吧 陆陈旭看了一眼 正在认真看书的子仲 扭头安慰他 老婆 你别着急 还是让我先见一见他们吧 如果你也去了 我怕会引起他们的戒备 毕竟 你也说了 那两个小子 可不是一般的小孩子 可是 你自己一个人能行吗 墨小蝶有些不放心 陆陈旭摸了摸他的头顶 老婆 你对自己的老公 这么没有信心吗 别忘了 我可是陆氏集团的总裁 说完 他浮在墨小蝶的耳边 又小声说道 我会想办法 弄到那两个小子的头发 或者拖叶去做鉴定的 你就放心吧 一切由我呢 看到他满脸的自信 墨小蝶只能提醒他 你说话时一定要小心 千万别露出了什么破绽 龙百和龙千 简直就是个小人精 知道了 我自有分寸的 老婆 你就别担心了 陆陈旭捏了捏他的鼻子 宠溺的安慰 只是 不经意的抬头 看到图书室靠窗位置 坐着的两个人时 唇盼突然勾起一抹笑意不远处 靠窗的位置上 屈灵墙盯着卢子循一脸感慨 子循啊 没想到两年不见 你竟然长这么高了 还成了国际上知名的天才少年 你妈妈再天有灵 一定会很欣慰的 卢子循看到舅舅 一直冷漠的小脸上 终于有了一些暖意 舅舅 我已经回来快一个月了 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 屈灵墙握着他的小手 舅舅前段时间一直很忙 还有 你爸爸似乎也不想让我见你 哼 他应该是没有脸再见你吧 如果不是他狠心绝情 妈妈就不会在大雨中奔跑几公里 就不会发烧 就不会感染了心肌炎 也就不会那么快去世 想起自己的妈妈驱灵血 卢子循亮闪闪的眼眶里 蓄满了泪水 那是世界上最温柔 最善良 最有才学 最疼爱他的人 在他幼小的记忆里 他好几次生病 都是妈妈不眠不休地在照顾他 即便是犯错误 妈妈也从来没有大声指责过他 都是温柔地和他讲道理 明天就是妈妈的忌日了 他好想妈妈 他拼命地研究医学 研发药物 就是想挽救更多的人 他不想有人和自己一样 因为疾病失去自己的至亲 你恨他吗 屈灵强问 他口中的人指的是卢浩泽 当年他的姐姐屈灵血 是国外著名医学院的高材生 还未毕业 就在世界顶级医学杂志上 发表了好几篇论文 当时在医学界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毕业之后 直接进了国外知名的研究所 卢浩泽那个虚伪的男人 就是看中了他姐姐的才学 才故意接近他 然后花言巧语欺骗了他的姐姐 两个人背着家里人 悄悄领了结婚证 结婚之后 那个男人利用他姐姐的关系 也进了那个研究所 可是 后来姐姐怀孕时 他却整天早出晚归 说是在加班赶着研究一个课题 其实是出去鬼混 子荀出生时 他竟然回国探亲 让他姐姐一个人去了医院 一直到子荀三个月了 他才从国内回去 回去之后 竟然说卢家人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无法回国举行婚礼 让姐姐再忍一段时间 后来 卢浩泽那个渣男 就一直国内 国外两头飞 他姐姐一个人一边上班 一边将子荀拉扯大 一直到子荀快过五岁生日时 那个一直做外貌生意的 阮氏集团独生女阮之语 拿着化验单找上了门 说是他已经怀了卢浩泽的孩子 让姐姐成全他们 三天后 卢浩泽回家和姐姐直接摊牌 说是卢氏企业遇到了困难 他也没有办法 为了保证卢氏服事的正常出口 他只能取软之语 只是他却不肯放弃卢子荀的抚养权 找了关系 用了卑鄙无耻的手段 将子荀抢了过去 那天 正是大雨磅礴 卢浩泽强行带走子荀 他的姐姐一个人在大雨中 追出了好几公里 最后昏倒在路边的雨中 后来 有好心人将他送到医院 姐姐高烧了一星期 最后转为严重心肌炎 万念俱灰的他 没有一丝的求生欲 最后 突发心脏衰竭 不治身亡 这个仇 他屈灵强 一定会向卢家讨回来的 看着舅舅一脸痛苦的表情 卢子荀知道 他肯定也是想起了妈妈 我当然恨他 他那么虚伪自私 到现在了 还在我面前口口声声说 最爱的人就是我妈妈 说到这里 卢子荀小脸上露出一丝厌恶 他抓住屈灵强的手哀求 舅舅 你带我走吧 那个家 我一天都不想多担 屈灵强看着卢子荀 有些心疼地安慰他 子荀乖 你再忍耐一段时间 等到舅舅替你妈妈报了仇 一定带着你离开卢家 真的 舅舅不骗人 卢子荀歪着头再次确认 在这个世界上 他就只有舅舅这一个亲人了 卢家的人 包括他的爸爸 对他也没有多少真情 只不过是一直在利用他而已 其实 他内心一直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 爸爸妈妈相亲相爱 弟弟妹妹活泼可爱 而不是像他这样 虽然身在卢家 却一直是孤单一人 舅舅绝不骗人 到时候 一定会带着你 离开卢家的 屈灵强再次保证 明天就是妈妈的忌日了 舅舅 我今晚能住在你家吗 今晚是阮智雨的生日 卢浩泽在家里请了人庆祝 他实在是不想回去 看他们丑恶的嘴脸 好 只是舅舅家里 没有你的洗漱用品和睡衣 待会儿我带去你一楼超市买一些 听到舅舅答应了自己的要求 卢子荀的小脸上 露出一些笑意 墨小蝶发现 陆陈旭一直盯着不远处 有些奇怪的 也顺着他的目光望了过去 那个是卢子荀 他对面坐着的男人是谁 他不解地问 屈灵强 明天是卢子荀生母屈灵雪的忌日 他们应该是准备去拜祭屈灵雪 陆陈旭解释 屈灵雪当年是怎么死的 墨小蝶有些好奇 陆陈旭想了一下 不知道 只是听说 当年卢浩泽和他已经在国外偷偷领了结婚证 可是为了保住卢家的企业 卢浩泽抛弃了他和阮之宇结了婚 而且还用了强硬的手段 抢了卢子荀的抚养权 听了陆陈旭的话 墨小蝶有些替屈灵雪感到不值 这个卢浩泽 还真是个彻彻底底的渣男 你以后少跟他来往 陆陈旭搂住他的腰 知道了老婆 自从他和阮之宇结婚之后 我就很少和他来往了 对了 李木塔的手术非常成功 估计过一段时间就会出院了 我准备将四楼的阁楼收拾一下 让他们母子二人居住 清洁房也正好在四楼 阳光 采光都很好 很适合他休养 他突然想起了李木塔的事情 和陆陈旭商量 好 不过四楼的空调 好像有些旧了 回头我让王叔找人好好收拾一下 换一台新的 说完 他又宠溺地摸了墨墨小蝶的脸 我的老婆太善良了 第122章 梅若宇被欺负 几个孩子玩了一阵之后 终于有些累了 大家吵着要下一楼买吃的 于是 夫妻二人带着两个孩子 去了一楼的超市 墨墨和肚肚 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简直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走一步惊讶地叫一声 爸爸 这个是什么 南瓜吗 这个是什么 像是一朵花一样 墨墨拿着一颗黄色的菜心问 这是菜心 我们吃面条的时候 里面就有啊 姐姐 你不知道吗 然然很耐心地向墨墨解释 然然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 墨墨一脸好奇 然然有些骄傲地扬起 胖乎乎的小脸 我从小就住在李爷爷家 李爷爷家的院子很大 种了很多菜 所以 这些菜我都认得 嘟嘟在一旁低着头小声说道 我也认得 墨墨有些不高兴地 跑到陆陈旭面前 爸爸 都怨你 都不带墨墨来超市玩 害得墨墨什么都不认识 陆陈旭大手一挥 这还不简单 回去让王叔将院子里的花园腾出来 全部让你种才好不好 墨子种看着一脸豪气的爸爸 有些嫌弃地撇了撇嘴 爸爸 你就别吹了 那些花可是奶奶和太奶奶的宝贝 你说了不算的 大人不能随便给小孩子许诺的 这样很不好 陆陈旭一时语色 求救地看向墨小蝶 他实在是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儿子 就不能对他这个老爸好一点 每一次非要拆他的台 看他出丑很好玩吗 你的儿子 我不管 终于看到 他也被儿子气得满脸黑线了 墨小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这些年 他在儿子面前吃北的几率 可比他多得多 一家六口采购了一些蔬菜 肉类 正准备去零食区呢 不远处摆放出宝塔造型的饮料堆 不知怎的 突然被人撞到 各种颜色的橙汁饮料瓶子散落了一地 发出巨大的声响 吸引了超市大部分人的目光 一个穿着超市员工服饰的女人 有些狼狈地倒在散落的饮料瓶上 正挣扎着准备起身时 被急匆匆赶过来的超市经理 一把拉了起来 梅若宇 不相干了是不是 经理气得额头上青筋突起 指着梅若宇的鼻子怒吼 梅若宇下的脸色发白 身子微微颤抖 用手指了指经理身后的一个大妈 经理 对不起 是他故意推我的 大妈立刻不干了 一伸手就将经理拉了过去 你是经理 你来评评理 这事儿到底怨谁 我孙子今天想吃牛肉干 可是不知道口味如何 我就撕开一袋 给他尝尝怎么了 你们超市卖东西 不让人尝吗 我又没说不给钱 瞧你们这姑娘不依不饶的 好像我是个小偷一样 非要我现在就去收银台结账 梅若宇在经理身后微微懦懦 声音小的像蚊子哼哼一般 他没有说付钱 说是不好吃 准备带着孙子溜走 大妈气得直接走到梅若宇面前 用力推了他一把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要溜走了 你们这牛肉干难吃死了 我不想买了不行吗 梅若宇被推得裂切了一下 低着头 不敢再说话 事情的经过 大家基本上都明白了 经理陪着笑向大妈解释 阿姨 我们这个员工不懂事 我替他向你道歉了 只是这超市的东西撕开了包装 是要付钱的 您看您能不能现在和我去收银台结一下账 大妈看了一眼满脸陪笑的经理 又看了看周围的人群 清了清嗓子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也不差这几个钱 只是你们的员工刚刚污蔑我是小偷 这事你准备怎么解决 经理一听 直接将梅若宇推到大妈面前 快给这位阿姨道歉 大妈斜着眼看了她梅若宇 目光中有嘲讽和不屑 光道歉可不成 我活了六十多岁了 还第一次被人这么污蔑呢 心里委屈 这样吧 让她帮我将这袋牛肉干的账结了 然后再给我磕个头 说声对不起就行了 大妈的话一出口 周围人群中发出一阵唏嘘 大家都觉得大妈有些过分了 经理可能也有这种感觉 皱了皱眉 阿姨 这毕竟是公众场合 磕头好像有些不合适 不然让她给你鞠躬道歉 你看这样行不行 鞠躬 大妈歪着头想了想 好 鞠躬也行 二十个 一个也不能少 梅若宇猛地抬头 满脸的不可思议 凭什么 我刚刚只是建议去结账 从来没有说过 你是小偷 你看看 她竟然敢这样瞪我 还语成最好最大的超市呢 就这样的服务态度 我要去投诉你们 大妈怒气冲冲地指着梅若宇 抬高了声音 墨小蝶有些看不惯了 刚想冲过去打包补平时 却被陆陈旭一把拉住 别惹事 我们还带着孩子呢 可是 那不是你同学的妹妹吗 这样被人欺负 你都不管吗 她刚刚才猛然想起来 这个营业员 竟然是昨天在专卖店 遇到的那个石雨萌的助理 说是他们高中同学的妹妹 只是 做营业员 陆陈旭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他们经理会处理的 你去了反而会添乱 快点走吧 孩子们都等不及了 说完 她强行将墨小蝶的头扭 向零食区 小家伙们已经推着购物车 在疯狂选购自己喜欢吃的零食了 可是 她还想说什么 却被陆陈旭拉着 直接走进了零食区的通道 透过堆满零食的货架 她隐约听到了经理的怒吼声 和梅若鱼委屈的低措声 不就是鞠二十个宫吗 这有什么 不想干了 早点给我滚蛋 可是 我根本没有说 她是小偷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什么 顾客至上 顾客就是我们的上帝 叫你鞠躬就鞠躬 磨叽什么 还有 那包牛肉干的钱 我先替你垫一下 到时候从你的工资里扣 那边一阵沉默之后 半天 她听到了梅若鱼 夹杂着哭泣的声音 对不起 对不起 她在心里无声叹息 这个社会就是这般的残酷 所以 无论到什么时候 强大起来 这样才能应对各种挫折和打击 这个梅若鱼的性格 太过于懦弱了 恐怕以后还会被欺负 她侧头看了一眼陆成旭 她仿佛根本没有听见那边的情况一般 一直在和然然 默默挑选零食 第123章 请你吃糖 她有些想不通 默默地走到她身旁 你上学的时候 和梅若鱼有过节 她记得 昨天白号和她看到梅若鱼时都很惊讶 还提到了她的姐姐 是他们的同学梅若鱼 陆成旭拿着零食的手 突然顿了一下 然后淡淡地开口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墨小蝶看了一眼购物车 里面装了好多薯片之类的棚化食品 随手拿出了几袋 放回了超市的货架上 如果没有过节 她的妹妹受了欺负你 怎么可能不管 陆成旭看了一眼她 放在货架上的零食 有一袋歪歪扭扭眼 看着要掉下来了 她伸出手将那袋零食摆好 声音依然是淡淡的 我不喜欢管闲事 尤其是女人的闲事 虽然是我同学的妹妹 但是 如果她不改变懦弱的性格 谁也帮不了她 说到这里 她伸手扶住了墨小蝶肩膀 幽深的毛子直勾勾地盯着她 我知道你热心 善良 可是 你想过没有 这次我们可以帮她 要是有下次呢 谁来帮她 要想突破困境 光靠别人是不行的 必须她自己努力 强大起来才行 听了她的话 墨小蝶竟然觉得无言以对 陆成旭说的很有道理 能让她改变现状 突破困境的只有她自己 别人帮不了她一辈子 想通了之后 她亮闪闪的眼睛中 露出一丝赞赏 伸手勾住她的胳膊 老公 没想到你看问题这么理性 透彻 陆成旭宠溺地捏了捏她的鼻子 你呀 很聪明 就是有时候太热心了 莫子仲推着购物车 走到他们面前 无情地吐槽 爸爸 妈妈 别再撒狗粮了秀恩爱了 我们选好了 去结账吧 等一下 墨小蝶拉着她 准备推向收银台的购物车 面无表情地 从里面拿出一大堆巧克力 薯片等垃圾食品 这是你们谁挑的 知不知道这是垃圾食品 不能吃太多了 她拿着零食问面前的四个小家伙 四个小家伙 像是商量好的似的 挺起胸膛 仰起小脸 异口同声地回答 我们一起挑的 看着四个小家伙 一脸认真的和墨小蝶对抗的小模样 陆成旭忍不住扑斥笑出了声 墨小蝶不爽地瞪了她一眼 然后将怀里的零食全部塞到她的怀里 挑眉质问 有那么好笑吗 陆成旭赶紧忍住笑 摇了摇头 不好笑 一点都不好笑 说完 她又假装生气地指着四个小家伙 你们几个 谁让你们挑这么多垃圾食品的 看把你妈妈气的 赶紧跟我去将这些东西都放回去 说完 她冲几个小家伙 使了一个眼神 小家伙们会议 赶紧跟着她一溜小跑地 逃到了零食区 墨小蝶将她的小把戏 看得清清楚楚 看着那一大四小五个背影 嘴角倾泻出无尽幸福的笑意 结完账 拎着买来的东西 一个转身的功夫 然然就不见了 她四下看了看 问墨子仲 然然呢 陆成旭也有些慌张了 是不是刚刚没有给她买巧克力 不高兴又跑回去了 墨子仲淡定地拉了拉她的衣角 指了指不远处 无情地吐槽 没有 她刚刚遇到了一个小帅哥 范花痴追了过去 夫妻俩顺着墨子仲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然然正拉着一个身 穿着白色体恤短袖 蓝色牛仔短裤的小男孩 热情地往人家手里塞糖果 小男孩背对着他们 因此 他们没有看清楚对方的长相 墨小蝶赶紧跑过去 一把将她拉过来 然然 你干什么呢 然后 她堆起一脸的笑意 正准备向对方解释呢 可是在看到小男孩的脸时 却将到嘴边的话 又咽了下来 卢子仲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你舅舅呢 刚刚在三楼 她不是一直和舅舅屈灵墙在一起吗 卢子仲手里拿着然然递给她的糖果 一直弹幕的小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然后她指着然然不确定地问 阿姨 她是你的女儿 然然拉住墨小蝶的手 仰起小脸 骄傲地向她介绍 对啊 这就是我妈咪 她做饭可好吃了 小哥哥 你要不要去我家尝尝 听了然然的介绍 卢子仲忧郁 黯淡的眼神中 划过一丝艳线 此时 驱灵墙突然急匆匆 从旁边的洗手间跑了出来 子虚 原来你在这里啊 嗨的舅舅好找 说完 一抬头 正好看到陆陈旭领着一群孩子 走到墨小蝶的身后 陆总这要巧 在这样热闹 又充满生活气息的超市里 遇到陆陈旭 让她很惊讶 她在陆氏工作的这两年 只有在重要的部门会议时 才会见到陆陈旭 每一次 这位年轻的总裁 给人的感觉都是冰冷 无情 生人物净 脱离了城市 如今突然看到 她一身休闲 手里还拉着几个孩子 嘴角竟然擒着一丝 慈父般的笑意 这样的总裁 让她有种晴天被雷劈了的感觉 很不真实 大人们还未开始说话 卢子循却在看到 墨小蝶身后的杜杜和默默时 忧郁的小眼睛 突然睁得很大 满脸都是不可置信的表情 她用手指着然然的身后问 他们 他们是你的姐妹 然然回头看到陆陈旭之后 开心地一把将陆陈旭 杜杜和默默拉了过来 然后热情地一次向卢子循介绍 这个是我爸爸 我爸爸是不是长得很帅 这是我的小八姐姐默默 她会跳舞 弹钢琴 拉小提琴 多才多艺 厉害吧 这个是我的小七姐姐 我这个姐姐小时候受了很多苦 现在有些胆小 不过她会熬米粥 会做西红柿炒鸡蛋 是不是也很厉害 说完 她拉着肚肚和默默站成一排 歪着小脑袋问卢子循 我们三个是同软三胞胎 长得是不是一模一样 卢子循眼中的神情 由震惊 逐渐变成了无法掩饰的羡慕 然然妹妹 你好幸福 如果当年她的爸爸 不肯心抛弃妈妈 说不定 她现在也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妹妹 如果那样 她就不会觉得这么孤单了 第124章 卢子循的羡慕 和卢子循同样震惊的 还有屈灵强 她也瞪大了眼睛 望着陆陈旭 陆总 您结婚了 为什么她在陆氏这两年 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 大家不都是在传 集团总裁性取向有问题吗 什么时候 已经孩子成群了 陆陈旭万年高冷的脸上 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前不久刚结婚 7月16日准备举行婚礼 到时候还请屈经理赏光啊 啊 屈灵强的认知 再次遭到了重创 脑子有些混乱 吕不清头绪了 看陆总这几个孩子的年龄 应该和子循差不多 怎么会刚结婚不久 还未举行婚礼 是他听错了吗 看到屈灵强一脸愕然的表情 陆陈旭也懒得解释 反正星期一 媒体就会公布婚序 顺便会对此做出解释 点头示意后 他拉着墨小蝶的手 准备带着孩子们离开 然然有些不舍地 站在卢子循面前 利落地撕开手里的 另一个糖果 毫无征兆 直接塞到了卢子循嘴里 小哥哥 你怎么不吃我给你的糖果呢 你尝尝 这个是橘子味的 很甜的 屈灵强被他突然地 举动吓了一跳 要知道自己的这个小外甥 可是一直有些小洁癖的 从来不吃外面的东西 更别说是糖果 这种甜腻腻的东西了 他害怕卢子循生气 惹哭了人家小姑娘 正准备劝他呢 却看到卢子循 并没有将糖果吐出来 而是细细地在品尝 忧郁冷漠的眉头 逐渐舒展开来 一出一丝温暖的笑意 酸酸甜甜的 很好吃 卢子循看着然然 点了点头 屈灵强揉了揉眼 以为是自己看花了 但是揉过眼睛之后 看到的依然是卢子循 和然然两个人 对视着吃糖果的甜美画面 他忍不住深深地 多看了然然几眼 胖乎乎的小女孩 笑起来眉眼弯弯 右边脸颊上 有一个浅浅的小梨窝 可爱动人 陆总 你的女儿真可爱 他由衷地赞叹 陆成旭看着然然 和卢子循在一起 岁月静好的画面 突然觉得有些刺眼 他的女儿竟然 对别的小子这么热情 他这个老父亲 心里有些不适滋味 然然 我们该走了 他走过去 拉住了然然的小手 声音淡淡的 小哥哥 再见 有机会 一定到我家做客哦 再见 卢子循一直注视着 他们一家六口的背影 在看到莫子仲拉着肚肚 和然然的小手 突然欢快地向前跑时 他的眼神中 浮现出一丝落寞 那个小男孩 真幸福啊 爸爸妈妈相亲相爱 妹妹活泼可爱 不像他 一直活在虚伪 冰冷和孤独之中 他从小跟在 医学天才的妈妈身边 耳闻木染 因此才在医学方面 取得了一些小成绩 其实那些成就 大多数都是妈妈 以前研究的课题 他只不过是拿出来 重新整理了一遍而已 除了医学 他在其他学科方面 几乎一无所知 他也很想 和其他小朋友一样 背着书包去上学 去交朋友 去学习医学之外的 更多知识 他想弹钢琴 想出去旅游 可是 他的爸爸却一直将他 困在实验室里 让他不停地做研究 做实验 不准他出门 也不准他去交朋友 他其实早就知道 爸爸根本没有多爱他 只不过是想 利用他手里的专利和研究 挽救如是起义而已 那些专利 都是妈妈的心血 他不会轻易地拿出来的 他要让爸爸 要让整个卢家 为妈妈的死付出代价 屈灵强看他一直 盯着陆总一家人 小脸上的神情 由羡慕 逐渐变得忧伤落寞 有些心疼地 将他抱了起来 子萱 我们回家吧 舅舅永远爱你 屈灵强抱着卢子萱 刚转过身 不巧正好撞上了 对面一个脚步匆忙的女人 怎么走路的 女人皱着眉 有些不爽地指责他 却在看到他的脸上时 勾起一抹淡漠疏离的笑意 石屿萌 好巧啊 六年前 在国外 他曾经和石屿萌 有过一段短暂的感情那时 他们都刚刚从国内过去 一国他乡 人生地不熟地 半攻半毒 处处碰壁 受人排挤 在失落和打击中 两个人的心渐渐地靠拢 走到了一起 只是后来 石屿萌在设计行业 逐渐展现出惊人的天赋 接连获得了好几项大奖 最后 石屿萌提出了分手 然后一晃好几年 就这样过去了 你结婚了 孩子竟然都这么大了 石屿萌指着他怀里的卢子循 有些惊讶 那些年 屈萌墙确实在他最艰难的时候 给予了他很多的帮助 可是 他的心里从来没有爱过他 只不过是一国他乡漂流的日子太难熬 所以才不得已接受了他而已 他的心里从十六岁开始 就一直深爱着陆陈旭 从来没有改变过 卢子循忧郁冷漠地皱了皱眉头 舅舅 他是谁 这个女人化得妆太浓了 一点都不好看 还是然然的妈咪好 即便是没有化妆 也给人一种亲切 想要靠近他的感觉 舅舅 他不是你的孩子 石屿萌伸出手 准备摸一摸卢子循的小脸 脏 别碰我 卢子循无情 冷漠地一把推开他的手 石屿萌脸上有些尴尬 善善地收回手 这个孩子还挺有个性 这是我姐姐的孩子 有点洁癖 你不要介意 时隔多年 再次见到前女友 屈灵墙平静的心里 泛起一阵涟漪 不得不承认 分手这几年 石屿萌变得更成熟 更知性 更有魅力了 只是 屈灵墙心里很清楚 他们之间永远都不可能了 因为他刚刚在石屿萌眼睛里 又看到了当年分手时的野心和算计 他想要的东西 他屈灵墙这辈子都无法满足他 舅舅眼神中的惊艳 让卢子循有些不安 他皱着眉头 又看了一眼石屿萌 舅舅该不会眼瞎的 看上了这个丑女人了吧 这个女人心急深重 刚刚他迷路了 不小心走到了楼梯旁边的杂货间旁边 正好听到了这个女人和别人的谈话 第125章 舅舅 你眼瞎啊 当时这个女人 正在指责一个老奶奶模样的人 什么 陆陈旭他们 看到你故意欺负梅若宇 竟然无动于衷 是啊 我觉得我说话已经够难听了 可是他们竟然头也不回地去了临时区 老奶奶解释 然后 这个女人又看向一旁一个低着头的漂亮姐姐 若宇 是不是你没有哭出来 让他们看出了破绽 漂亮姐姐摇了摇头 我哭了 我当时哭得很伤心呢 然后 这个女人沉默了一会儿 又说 既然如此 你们回去吧 千万别让人看出了破绽 我们准备进行下一步计划 听她的话音 他们应该是故意演戏 想要针对那个叫陆陈旭的人 只是她想不通 为什么他们要故意装可怜骗人 这个女人很不简单 舅舅千万不要喜欢上这个的女人了 因此 卢子循皱着眉 拍了拍屈灵墙的肩膀 舅舅 我饿了 我们赶快回家吧 屈灵墙回过神 看了看外面的天空 已经是中午了 好 我们现在就走 说完 她看了看石雨萌 子循饿了 我们先走了 石雨萌笑着冲卢子循 摆了摆了手 小朋友 再见 卢子循冷漠地 将头扭向一旁 小声嘀咕 虚伪 屈灵墙抱着她走出超市 将她放在地上 拉着她的小手 来到车旁 将食材和一些洗漱用品 放进后备箱 坐在车上 她才突然问道 子循 你刚刚说谁虚伪 舅 舅舅 你喜欢刚当那个女人 卢子循一针见血地问 屈灵墙没想到她小小年纪 竟然能一眼看穿 大人之间的感情 愣了一下才说道 我们曾经在国外 谈过一段时间 不过 后来分手了 你现在还喜欢她 也不能说是喜欢吧 看她变得更成熟 更知性 有些欣赏而已 舅舅 你该配一副眼睛了 为什么 我眼睛好好的 没有近视啊 虽然不近视 可是你也瞎呀 那个女人身上 除了化妆品的味道 什么知性美都没有 你却说欣赏她 不是眼瞎是什么 卢子循无情地吐糟 子循啊 你今天才见她第一面而已 为什么会对她 有这么大的偏见 被自己亲外生这样吐糟 屈灵墙心里有些郁闷和不解 卢子循忧郁淡默地 看向车窗外 半天 才将自己在楼梯处杂货间 听到的谈话 简单地向屈灵墙叙述了一遍 屈灵墙听完之后 沉默不语 当年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感觉到 石雨蒙心里 一直深藏着一个人 只是她一直不肯说 她也就一直假装不知道 原以为自己有一天 会用真心和行动感动她 却没想到 她取得成功后 直接提出了分手 分手那天 他们心里都很不好受 喝了一些酒 石雨蒙在醉酒之后 一直喊着陆陈旭的名字 她当时并不知道 陆陈旭是谁 今日 听自己的外甥这么一说 她才想起来 陆氏总裁的名字就叫陆陈旭 石雨蒙从国外回来 大概就是为了她 可是 陆总已经结婚 而且夫妻恩爱 还有一群可爱的孩子 石雨蒙是想要干什么 破坏别人的家庭吗 一直回到住处 屈灵强都在想这个问题 以至于将菜都烧糊了 卢子旭洗了澡 换上家居服 闻到空气中浇糊的味道 无奈地摇了摇头 叫叫 我有些鄙视您哦 她站在厨房门口 冷漠地说道 屈灵强手忙脚乱地 将烧坏的菜倒掉 扭头问她 为什么 一个石雨蒙 就让你心慌意乱 把菜都烧糊了 以你现在的心理素质 要如何击垮卤士 屈灵强走到她面前 轻戳了一下她的额头 还不都是因为你 要是我一个人 早就点外卖了 小没良心 舅舅 我和你说过多少遍了 外卖很不卫生的 饭店的菜 一般都只清洗一遍 上面有很多农药残留 细菌 虫卵 寄生虫 说不定还有粪便 而且 有些外卖中 还会吃出头发 苍蝇 甚至蚯蚓的 她还未说完 就被屈灵强打断 听 卢子循 我服了你 去我房间玩电脑吧 饭菜好了 我会叫你的 舅舅 你这是在逃避问题 卢子循不满地白了她一眼 冷漠地转身 走进了她的房间 屈灵强房间里的电脑 放在靠窗位置的书桌上 桌子上放着一个水杯 应该是她前一天晚上喝茶后 随手放在哪里的 卢子循在打开电脑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水杯 水杯里的水 瞬间洒在了桌子上和地上 她环顾四周 想要找纸巾擦拭一下 却发现 纸巾盒里是空的 舅舅 你房间里还有纸巾吗 她走到门口 扯着嗓子问 在柜子最下面的抽屉里 屈灵强在厨房回答 卢子循按照她的提示 很快在柜子最底下的抽屉里 找到了几包纸巾 但是在拿纸巾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 里面有一个精美的盒子 盒子上面贴着一张 她一碎时 妈妈抱着她的照片 她有些疑惑地拿出盒子 很轻易地就打开了 里面是一些她小时候 送给妈妈的手工礼物 有卡片 有彩泥做的花朵 有树叶做成的图画 还有她小时候画的画 画中 她拉着爸爸妈妈的手 一起走在阳光下 身边有无数盛开的花朵 她的眼泪无声地流了出来 颤抖着小手 将这些东西抱在了怀里 妈妈 妈妈 泪眼朦胧中 她发现 盒子最下面有一个信封 上面写着 送给子循宝贝18岁的成人礼物 那是妈妈的笔记 她一眼就认了出来 哭着拿出了信封 打开却发现 里面只有一个油盘 然后什么也没有了 难道这个油盘 就是妈妈送给她18岁的成人礼 她正拿着油盘发愣时 屈灵强的声音传了过来 子循 吃饭了 然后 站在门口的屈灵强 一眼就看到了 卢子循手里的油盘 她快步冲了过去 一把夺过 卢子循手里的东西 你怎么把这个翻出来了 屈灵强的眼神 有些紧张慌乱 像是有什么很重要的秘密 被人发现了一样 卢子循看着她 冷漠的小脸上 浮现出一丝疑惑 卢子循面前的盒子和信封 将所有的东西都装了进去 第126章 卢子循的身世 卢子循伸出有些冰凉的小手 按住了屈灵强的大手 仰起小脸 语气坚定舅舅 这些都是妈妈留给我的东西 你妈妈说 要等你18岁成人之后 才能将这些东西交给你 屈灵强有些为难的解释 卢子循忧郁的小眼睛眨了眨 舅舅 你确定那个油盘 在我18岁的时候 还能放出东西 这个 屈灵强一时间 不知该怎么回答 是啊 子循今年才7岁 要等到11年后才18岁 这个油盘到时候 能不能用 还真不好说 舅舅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很快的 万一到我18岁时 这个油盘已经老旧的 放不出东西 该怎么办 那妈妈想和我说的话 我岂不是永远都听不到了 说着 她低下头两颗滚烫的泪水 滴落在屈灵强的手背上 顺着她的手背 慢慢地流到了盒子上 蕴染了上面的照片 就这样僵持了半天 屈灵强突然一狠心 一咬牙 算了 反正你早晚都会知道的 拿去吧 说完 她松开了手 看着卢子循一脸认真和严肃 子循 你马上就7岁了 舅舅相信你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都会勇敢坚强地去面对的 对不对 卢子循受了她的感染 冷漠忧郁的小脸上 也是一脸严肃的表情 舅舅放心 还有什么打击 能抵得过妈妈的趣事 好 那我们先去吃饭吧 吃过饭了你再看 说完 屈灵强拉住她有些微凉的小手 向餐厅走去 也许 这一切都是天意 是老天爷故意让子循在今天知道真相的 这样也好 说不定有一天 真的能够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这样的话 这个孩子 也许就不会再这么孤单冷漠了 吃过午饭 卢子循迫不及待地跑到了屈灵强的房间 地上 桌子上洒的水 已经被屈灵强擦拭干净 她打开电脑 插上U盘 然后打开视频 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屈灵血苍白的面容 她身上还穿着医院的病号服 鼻子上插着氧气管 应该是她生命的最后几天在医院录制的 妈妈 卢子循伸出小手 摸了摸电脑屏幕上屈灵血的脸 无声地哭了起来 视频里 屈灵血有些艰难地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子循宝贝 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应该已经过了18岁生日 妈妈要恭喜我们子循 终于长大成人了 我们子循现在应该比舅舅还要高 还要帅了 是不是 很遗憾 妈妈以这样的方式为你庆祝成人礼 说着 屈灵血垂下眼帘 有些落寞和伤心 过了一会儿 她才又仰起头 妈妈现在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听了之后 一定要勇敢坚强地去接受她 好不好 说到这里 屈灵血的呼吸有些困难了 她用力大口呼吸了好一阵子 才又接着开口 子循 其实我并不是你的亲生妈妈 当年我的孩子在临产前突然失去胎动 我到医院的时候 她已经没有了胎性 当时 你爸爸正好回国去向家里人争取我们的婚事 所以就拜托国内的姐妹从人贩子没一手中 买了一个刚满月的孩子回来 那个孩子就是你 子循 虽然你不是妈妈亲生的 可是在妈妈心里 你就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宝贝 孩子 妈妈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你年纪小 需要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 这个秘密不公布 你爸爸就会一直将你当成亲生的来抚养 栽培 毕竟 你是卢家的长孙 说到这里 屈灵血突然又开始呼吸困难了 苍白的脸憋得通红 她努力大口呼吸了好一阵 脸色才逐渐恢复 子循宝贝 妈妈可能抗不过去了 你要勇敢坚强一些 现在 你已经成人了 可以去找你亲生的爸爸妈妈了 当年我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你 你很可能是被拐卖来的 或者是家里困难爸爸妈妈 迫不得已才将你送了人 子循 血浓于水 不要责怪他们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没有哪个父母 愿意和自己的孩子分离的 他们是你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 好好去找他们吧 找到了之后 好好地带他们 说到这里 视频里的屈灵血突然又开始呼吸困难 这一次 比前几次看起来都要严重 有医生和护士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开始了抢救工作 视频也因此中断 卢子循呆呆地坐在电脑前 整个人像是傻掉了一般 不言不语 面无表情 他不是妈妈生的 他竟然是妈妈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 这怎么可能 不 不可能 妈妈一定是在骗他 卢子循被这个巨大的消息 震得整个人都有些恍惚了 身子摇摇晃晃 一头栽在了屈灵墙怀里 屈灵墙吓坏了 子循 子循 你没事吧 别吓舅舅 舅舅胆小 说着 屈灵墙抱着他就准备冲出去 往医院送 只是 他刚起身 卢子循突然虚弱地睁开了眼 整个人都显得有些有气无力 舅舅 我没事 躺一会儿就好了 你确定 真的没事吗 屈灵墙一脸担忧 真的没事 你把我放到床上吧 我想躺一会儿 卢子循一脸坚持 屈灵墙没有办法 只好将他抱回房间 轻轻地放在床上 要是真的不舒服 一定要告诉舅舅 舅舅就只有你这一个亲人了 说着 屈灵墙的眼睛就红了 他的父母身体本来就不好 因为姐姐的去世备受打击 因此 在姐姐去世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也相继去世了 卢子循应该是这个世界上 他唯一最亲的人了 看到舅舅眼眶里 隐约闪现出来的泪水 卢子循再也忍不住 趴在他的怀里哭了起来 舅舅 这不是真的 我怎么可能不是妈妈亲生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屈灵墙抱着他 眼泪也跟着流了出来 子循 这是真的 我当时就在国外 你爸爸那次一回国就是三个月 等他回来的时候 你已经过了百天 当时为你妈妈动手术 银产死胎的医生 是他的好朋友 你妈妈确定自己的孩子 胎死腹中之后 害怕你爸爸知道了伤心 在银产手术前 就联系国内的好朋友 帮他找刚出生被遗弃的孩子 也许一切都是天意 对方用了两天时间 就从人贩子梅衣那里买来了你 我亲自去国内办理了相关手续 一星期不到的时间 就将你带到了你妈妈身边 你妈妈在医院一共住了六天 出院的时候 是抱着你回去的 因此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 你是你妈妈亲生的 其实 如果不是看到 今天你妈妈留给你的视频 舅舅早就忘记了 你是抱养的 舅舅和你妈妈一样 一直都认为 你是他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 第127章 拜祭屈灵雪 听了屈灵墙的话 卢子循停止了哭泣 整个人突然安静下来 屈灵墙从桌子上拿出纸巾 替他擦了擦眼泪 语气低缓 却充满了真情 子循 不管你是不是你妈妈亲生的 在舅舅眼里 你都是我的亲外甥 是舅舅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我想你妈妈 也一定是这样想的 妈妈 卢子循抬头看了屈灵墙一眼 脑海中又浮现出 屈灵雪温柔亲切的脸庞 是的 你妈妈一定希望他的子循 每天都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 不希望看到 你这样伤心 难过 卢子循沉默着低下了头 半天突然缓缓地躺在了床上 舅舅 我有些困了 想睡一会儿 屈灵墙有些不放心地 摸了摸他的额头 然后握住了他有些微凉的小手 好 你睡吧 舅舅在这里陪着你 卢子循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将头扭到一旁 闭上眼 竟然真的睡着了 他这一觉 一直从中午睡到夕阳西下才醒过来 睡醒之后的卢子循 精神状态已经恢复了正常 还是一贯的高冷 忧郁 冷漠 餐桌前 曲灵墙为他盛了一碗粥 试探着问 子循 你没事吧 卢子循默默地接过曲灵墙递过来的粥 拿着勺子 微微地搅动了几下 舅舅 你放心吧 我没事的 当年妈妈去世 我都挺过来了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 不算什么 曲灵墙心疼地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舅舅知道 我们子循最勇敢了 然后 卢子循就没有再说什么 低着头 一口一口默默地喝粥吃过晚饭之后 他起身准备回房间睡觉 曲灵墙却拉住了他 子循 陪舅舅玩会儿游戏吧 我记得 上一次我们在一起玩你才五岁 还是我教你玩的 他不想看到卢子循小小年纪 就背负太多的压力 这孩子本应该快快乐乐的 可是却被命运折磨得一脸忧郁 卢子循一看 就看穿了曲灵墙的心思 他点了点头 好 舅舅想玩什么游戏 王者荣耀怎么样 你会玩吗 不会 我爸爸从来不让我玩这些东西 只会逼着我去做研究 卢子循稚嫩的声音里 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失落 曲灵墙的心猛的一颤 卢浩泽那个人渣 还真把子循当成了摇钱树 这么小的孩子 正是天真烂漫 贪玩的年纪 每天被困在实验室里 怪不得子循小小年纪 就一脸淡漠和忧郁 他必须想办法 早点将子循接出来 那你会玩什么游戏 曲灵墙笑着问 这个孩子过得实在是太苦了 卢子循歪着头想了想 还是舅舅当年教我的 大鱼吃小鱼游戏 好 我们去玩大鱼吃小鱼 夜里九点 玩了一会游戏之后 卢子循躺在床上 渐渐地睡着了 曲灵墙站在窗前 抿着嘴 看着卢子循沉睡的小脸 静默了一会儿 转身走了出去 阳台上 他拨通了死党林峰的电话 卢家准备在西郊买地间药厂 正在和当地政府接触 我听说龙威集团最近 也对那块地感兴趣 我相信 你有办法搞砸卢家的计划 让龙威拿下那块地皮的 林峰是龙威集团的高层 二爷龙谦的心腹 小强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 怎么 终于决定对卢家出手了 电话那头 传来林峰细血的笑声 曲灵墙皱了皱眉 李峰 你要是再敢叫我小强 小心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哟 这刚升官 当了新月服事的总经理 就是不一样 连说话口气都这么冲 电话里 林峰笑得很肆意 你到底帮不帮 曲灵墙咬牙切齿地问 帮 当然帮你了 我们是什么交情 怎么这就生气了 听到曲灵墙像是真的生气了 林峰赶紧改变了语气 曲灵墙沉默了一会儿 平静地开口 子巡知道了他的身世 林家和曲家 曾经住在同一个小区 同一个单元 一个在二楼 一个在三楼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两家人之间的感情一直都很好 当年子巡就是 林峰的姐姐林静 从人贩子妹一手中买来的 所以 电话那头林峰惊讶地报了粗口 卧槽 你是怎么搞得这么快 就让子巡知道了真相 他才七岁啊 不是说到十八岁才告诉他吗 天忆 他今天自己发现了 我姐姐留给他的视频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将子巡带走吗 不知道 他现在受了打击 我还没有和他谈 我觉得卢浩泽不会轻易放手的 也对 子巡现在是国际知名的少年天才 他手上的专利可是无价之宝 卢浩泽那个人渣 怎么可能轻易放手 所以 我要先击垮卢氏 然后再带走子巡 好 我支持你 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尽管开口 你派人帮我盯紧了卢氏的服装厂就行了 其余的 我自己来办 好 林峰答应得很爽快 这点小事对于荣威集团而已 根本不算什么 第二天早上 驱灵墙带着卢子巡 去城外的墓园拜祭驱灵雪 卢子巡没有像往常一样 和他的妈妈鞠躬 而是突然跪在墓碑面前 咚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 妈妈 子巡来看你了 说着 他跪着 向前走了几步 伸出小手 俯上冰冷墓碑上驱灵雪的照片 眼泪顺着他的小脸 滴落在墓碑前的黄色的鲜花上 在花片上晃动了几下 消失不见了 驱灵墙上前将他抱了起来 声音哽咽 子巡 别哭了 你妈妈看到你这个样子 会难过的 卢子巡浮在驱灵墙的怀里 终于像是一个孩子一般 大声哭了起来 舅舅 我想妈妈了 我想妈妈 驱灵墙眼眶微红 紧紧地抱住他 子巡 你别说了 舅舅也想你妈妈了 他们两个一直沉浸在悲伤之中 并没有注意到 不远处缓缓走过来的两个人 卢浩泽和阮之宇 手里抱着一束黄色的鲜花 慢慢地走到驱灵雪的墓前 哟 子巡竟然也会哭啊 我还以为他面瘫 一直都只有冷冰冰的一个表情呢 阮之宇捏着嗓子 一脸嘲讽 驱灵雪这个贱女人 都死了两年了 可是卢浩泽却一直都没有忘记她 捧到了手心里 谁也不让动她 她有一次气不过 教训了她两句 卢浩泽竟然差点对自己动手 这个剑种在家里 每天都板着脸 凭什么得到卢家所有的人的宠爱 她的子梦 那么可爱 现在都两岁多了 卢浩泽却从来没有好好抱过她 第128章 仇人见面 听到身后传来尖酸刻薄的女人声音 驱灵强抱着卢子巡 缓缓地转过了身 看到卢浩泽和阮之宇时 驱灵强慢慢地将卢子巡放在了地上 然后盯着卢之宇眼睛里的愤怒像一团火焰 似乎随时都能将对方燃烧殆尽 你刚刚说什么 驱灵强的声音冰冷如同地狱里的空气 卢之宇 你给我闭嘴 看到驱灵强 卢浩泽有些心虚 怒斥卢之宇 驱灵强低头看了一眼她手中的花 又看了看她身旁一脸不屑的卢之宇 咬牙切齿 一字一句地问你带着她来拜计我姐姐 卢浩泽感觉到了驱灵强的怒气 赶紧陪笑 灵强 你听我解释 只是 她的话还会说完 驱灵强一拳就打在了她的脸上 卢浩泽 你是觉得我们驱家人好欺负是吗 我姐她都不在了 你还要这么欺负她 你还是不是人 说着 看到卢浩泽直起了身 接着又是一拳 驱灵强下手很重 卢浩泽的半边脸瞬间肿了起来 鼻子也开始流血 阮之宇看到自己老公被打指着驱灵强 你竟然敢打我老公 我和你拼了 说着 她张牙舞爪冲着驱灵强就扑了过去 卢子循在她身旁 精准无比的是伸出小腿 阮之宇被她绊了一下 直接趴在道路旁边的花坛内 花坛里清晨刚刚浇了水 泥巴呼了 她满脸都是 她气恼得起身 用力涂了涂口中的泥巴 指着卢子循 你个小贱种 竟然敢扮我 说着 冲着卢子循就扑了过去 卢浩泽一把拉住了她 怒斥 你干什么 谁是贱种 当着我的面你 还想打子循不成 此时 卢浩泽的鼻子还在流血 可是 脸上的表情却有些猙獰可怕 阮之宇被吓了一跳 赶紧解释 我 我 刚刚子循他故意伴我 卢浩泽从口袋里掏出纸巾 擦了擦鼻子上的血 根本不看他 子循还是个孩子 你这么大人了 要和一个孩子一般见识 说完 他走到卢子循面前 充满慈爱地摸了摸他的头 子循 放心 有爸爸在 谁也别想欺负你 卢子循看了他一眼 机械地向后退了一步 皱眉 嫌弃 爸爸 你的手好脏 现在还不是他和卢浩泽决裂的时候 卢氏企业虽然一直在走下坡路 但是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舅舅一直是在和别人打工而已 他们还不是卢浩泽的对手 因此 一切还是应该从长计议 卢子循的话 让卢浩泽满脸尴尬 他的手停留在空中 有些无措 半天才说 爸爸怎么忘了 我们子循有洁癖 是爸爸不对 屈灵强不想再看到卢浩泽虚伪的嘴脸 拉住卢子循的手 子循 我们走 只是 还未走出一步 却被卢浩泽拦住 屈灵强 是我对不起你姐姐 所以刚当你打我的两拳我认了 可是 子循是我的儿子 是卢家的长孙 你凭什么带走他 屈灵强抡起拳头 直接又打了过去 你说我凭什么 但是 他的这一拳 却被卢浩泽灵巧地躲过 卢浩泽寸步不让 用力握住他的手腕 法律上你只是子循的舅舅 我可是他的爸爸 我是不会让你 把我儿子带走的 卢子循上前拉了拉屈灵强的一脚舅舅 你们别打了 我跟爸爸回去 屈灵强有些震惊地收回手 子循 你 他有些不明白 既然子循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世 为什么还要回卢家那个 让他压抑的地方 卢子循冷漠 忧郁的眼神里 有泪光闪动 舅舅 我是卢家的长孙 应该跟着爸爸回去的 屈灵强不知道他的小脑袋里在想什么 担忧地看着他 可是 子循 你 舅舅 你别说了 你想我了 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们电话联系 卢子循害怕他冲动地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 赶紧打断了他 看他一脸坚持 屈灵强叹了口气 好 舅舅尊重你的决定 如果有什么事 第一时间给舅舅打电话 有舅舅在 谁也别想欺负你 说完 他灵力的眼神扫过阮之宇 阮之宇一脸不服气地嚷了起来 怎么 屈灵强 别以为你当上了新月服饰的总经理 就了不起了 我告诉你 你就是干得再好 充其量也是给人打工的 卢浩泽一个巴掌就甩了过去 闭嘴 男人说话 谁让插嘴的 阮之宇捂住发疼的脸颊 不可思议地用手指着卢浩泽 你 你竟然敢打我 为了那个女人的弟弟 你竟然打我 卢浩泽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你别以为 我不在家 你在背地里搞的那些小动作 我就不知道了 阮之宇 你最好放聪明些 子寻和雪儿是我的底线 你 你到现在了 还爱着屈灵雪那个贱女人 阮之宇后退了好几步 脸上泥巴混合着化妆品 整张脸都显得有些争鸣 卢浩泽没有再理他 而是拉住卢子寻的手 子寻 我们走 别理那个疯女人 卢子寻回头看了一眼崩溃的阮之宇 和屈灵墙摆了白手 被卢浩泽拉着走出了墓园 星期天 陆家别墅内 本来应该放松休息 抱着老婆睡懒觉的陆陈旭 不能说话不算 这个 她有些为难 可是海口已经夸下 她又不能在女儿面前食言 因此 她特意削了一些水果 端了过去 放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 陆母正陪着陆老夫人看偶像剧 她用牙签扎起一块苹果 满脸堆笑地递了过去 妈 奶奶 吃点水果 陆母像是看外星人一样 看了她一眼 整个人不自觉地往旁边坐了坐 陈旭 有什么话直接说 你突然这个样子妈有些害怕 听到老妈这样说 陆陈旭也就不再客气了 直接说道 默默想种菜 我想将院子里的花园改成菜园 你看行吗 不 行 一直看电视的陆老夫人 这次竟然和陆母一口同声地 喊了出来为什么 陆母抬头摸了摸她的额头 儿子 你是不是发烧了 你见过我们小区有哪一家人 在院子里种菜的 可是 默默和孩子们想种菜 我已经答应了他们 陆陈旭有些泄计 陆老夫人从电视里回过神 伸手拿了一块水果吃了一口 看她一脸郁闷 有些不忍 默默要是真想种菜 后院前些十日 被人撞坏的那堵墙下面 还有一片空地 不过如今好像长出了一些杂草 你倒是可以带着孩子们 去那里种菜 真的 太好了 她赶紧起身 准备上楼告诉孩子们 这个好消息 只是 刚走出没几步 就接到了助理小楼打来的电话 陆总 龙威集团拒绝与我们合作 什么理由 她有些意外 对方说 二爷对陆氏没有兴趣 好的 我知道了 陆晨旭有些郁闷地叹了口气 龙谦既然拒接陆氏这么大一单生意 有钱不赚 她究竟在想什么 第129章 公布婚讯 星期一 陆氏集团正式公布了总裁陆晨旭 和知名室内设计师蓝小的婚讯 媒体大肆报道 说是在大学时代 陆晨旭就一直暗恋着蓝小 只是后来 两个人因为误会而分开 分手之后 蓝小设计师独自生下了四胞胎 因为坏人的介入 孩子肚肚和默默从小走失 蓝小设计师四处奔波找寻孩子 前些十日 终于和陆晨旭解除误会 两个人破镜重圆 他们没有公布九胞胎的事实 害怕知道的人多了 会对那几个还未找到的孩子不利 毕竟陆氏集团在国内的影响力 是数一数二的 网上的吃瓜群众一片惊呼 校园爱情 好浪漫 对啊 怪不得这些年来 陆总一直高冷地拒绝任何女人的追求呢 原来一直在等着初恋呢 陆总好吃情啊 就相信了爱情了 对了 那个坏人是谁 为什么要破坏陆总的感情 我猜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如是的千金如新星 听说他从高中时代开始 就一直暗恋着陆总呢 只是陆总不喜欢他 喜欢蓝总监 所以 一定是他从中捣鬼 害得陆总和蓝总监一直分离了七年 对啊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了 默默好像就是如新星从福利院领养之后 交给陆总的 他怎么知道陆总的女儿在福利院 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如新星这个女人 没想到外表装得那么清纯 心里却如此狠毒 真的是典型的高段位绿茶表 是啊 是啊 我听说如新的衣服布料 好像出了问题 治检部门已经去了他们的工厂了 是吗 那以后我们不要再买如新的衣服了 网上的热议 让如新星气得火冒三丈 抓着桌子上的茶杯就摔了出去 茶杯落在地上 被摔得粉碎 如浩泽听到声音 从外面推门进来 如新星以为是家里的保姆 头也没抬得怒吼 出去 谁让你进来的 如浩泽皱了皱眉 新星 怎么这么沉不住气 这可不像你从前的作风哦 听到如浩泽的声音 如新星愣了一下 抬头 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哥 他们欺人太甚了 如浩泽拿出纸巾 给他擦了擦眼泪 在他的鼻子上轻戳了一下 你呀 这么沉不住气 别忘了 这星期五就是爷爷的寿宴 墨小蝶活不过这周末的 如新星含泪的眼睛 划过一丝光亮 哥 紫寻家要给你了 他决定帮我们了 还没有 我等下会过去找他商量 小孩子 很好哄的 如浩泽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 嗯 你还是要好好和子寻说清楚 确保我们的计划万无一失 如新星有些担忧 哥哥做事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倒是你 这几天安分一些 别露出了破绽 让爸妈怀疑了 好的 我知道了 屋内兄妹二人 胜券在握地商量着星期五的计划 却不知道隔着门缝 正好路过的如子寻 已经将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 墨小蝶是谁 爸爸和姑姑 为什么要让他死 他不动声色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打开电脑 热搜榜第一名 是陆氏集团总裁 即将要举行婚礼的新闻 照片上陆陈旭夫妻深情相望 四个孩子围绕在他们身旁 然然妹妹笑得很幸福灿烂 他想了一下 在电脑上搜索了一下 设计师蓝小的简历 上面赫然写着蓝小 原名墨小蝶 他忧郁的眼神里 显现出一丝恐慌 果然如此 他们要害死然然妹妹的妈妈 那个阿姨善良亲切 寻忧郁淡漠的眼神里 逐渐显现出一丝坚定的光芒 龙威集团总经理办公室内 龙柏和龙千两个小脑袋 都挤在电脑前 龙柏指着电脑上 墨小蝶和陆陈旭的照片 撅起小嘴 胖乎乎的小脸上 满是愤怒的表情 哥 这个女人耍了咱们 说好的 要等柳依依回来 帮我们演一场戏的 可是现在 他却这么大张旗鼓地 和陆陈旭结了婚 到时候 谁帮咱们演戏呢 说完之后 龙柏急地 跺着脚团团转 龙千冷冷地合上电脑 似乎根本没有看到 急得冒火的龙柏 一点小事而已 龙柏 你最近的定力越来越差了 龙柏瞪大了眼睛 一点小事 哥 这可不是小事 关系着老大的终身幸福呢 大哥一个月后才回来 我们还有时间 有时间有什么用 这个墨小蝶 现在满世界的人都知道 他要嫁给陆陈旭了 到时候 他怎么可能愿意 配合咱们和李明诚去演戏 就算是演戏了 柳依依也不会相信啊 急什么 婚礼不是7月16日才举行吗 我们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足够了 龙千云淡风轻地说道 似乎所有的事情 在他面前都不值一提 哥 你是不是已经想到了办法 龙柏有些好奇地凑上前 亮闪闪的小眼睛里满是期盼 期盼着龙千能够和他透露一些 可是 龙千却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缓缓地说道 我没有想到办法 没有想到办法 你这样一副表情 是个什么意思 龙柏失望地白了他一眼 退到了一旁 乌黑透亮的小眼睛 咕噜噜地转了好几圈 既然 哥哥想不出办法 那么他就按照自己的办法来 他就不信了 他堂堂龙威集团的三爷 斗不过一个女人 婚讯公布 墨小蝶去星月家庄上班 在他走进办公室的瞬间 以小娜为首的同事们 突然很热情地放了礼话 蓝总监恭喜你啊 是啊 苦尽甘来 你和陆总以后 一定要幸福 到时候 别忘了提醒陆总 给我们发红包 还有一定要给我们带喜糖 同事们真诚地祝福 让墨小蝶有些感动 他笑着对大家承诺 放心 我一定会记得 让陆总给你们每一个人 都包一个大大的红包的 好啊 蓝总监 我们爱你 办公室内 大家听了墨小蝶的承诺 都激动地欢呼起来 第130章 针锋相对 一道灵力的声音 从众人身后转了过来 上班时间 你们在这里吵什么 所有人回头 看到一身干练职业妆 妆容精致 表情严肃的石雨萌后 都低着头 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石雨萌走到墨小蝶面前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蓝总监 恭喜啊 只是今天是星期一 公司马上要召开会议 讨论科技馆的设计 还有电视台的节目 你这样 因为私事影响大家的时间 好像有些不妥 他今天看了热搜 没想到陆成旭 真的要和这个女人结婚 而且还故意 将他们之间 虚假的爱情故事公布出去 让所有人祝福 莫小蝶这个女人 要身材没身材 要学历没学历 要容貌容貌 她凭什么得到陆成旭的宠爱 极度像是千万只蚂蚁 一直在石雨萌心里吞噬 她再也装不出礼貌和谦让了 莫小蝶低头看了一眼 同事电脑上的时间 抬头直视石雨萌 现在距离上班时间还有五分钟 距离开会还有十五分钟 石总监 虽然我们是平级 但是 你好像没有权利过问 员工的私人时间吧 他们身后 有员工小声嘀咕 就是 还没有到上班时间呢 不就是个海龟吗 有什么好得意的 石雨萌的假睫毛微微颤动 她指着身后的梅若宇怒吼 让你准备的资料都准备好了没有 别一天到晚的 这么没有眼力劲 梅若宇低头小心翼翼回答 石总监 已经准备好了 石雨萌有些不甘地 瞪了莫小蝶一眼 然后头也不回地 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小娜在莫小蝶身边 愤愤地替她打抱不平 白总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一个设计部 竟然安排了两个总监 这不是诚心让你难看吗 其他的同事 也随身附和起来 是啊 是啊 这以后的工作 我们要听谁的 莫小蝶看到大家 似乎都对石雨萌非常不满 赶紧安抚他们 我们大家都是为了 新月家庄的未来 为了自己的钱包而奋斗的 你们要相信白总 他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就一定会有合理的安排 石总监从国外回来 在国际上获得过好几项大奖 这次科技馆的项目 也是他争取来的 虽然他的脾气可能有些不好 但是跟着他你们 绝对会学到不少东西 说完之后 看到大家似乎没有刚才那样激动了 才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小娜 待会儿开会需要的资料准备 齐了没有 他看了一眼时间 距离开会还有十分钟 早就准备好了 不过 我听说白总好像 准备将科技馆的所有工作 都交给石总监来做 小娜小心地看了一眼外面 低声说道 莫小蝶眉头轻皱了一下 是吗 白昊这是刻意针对自己吗 十分钟后 星月加装的会议室内 会议刚开始不到五分钟 石宇蒙便起身 将自己对科技馆的设计理念 用了幻灯播放了出来 不得不承认 石宇蒙在设计方面 确实很有才华 对于科技馆设计的构思 很接近语成的人文地理环境 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非常周到 在座的都是一些有经验 内行的设计师 听了他的构思 忍不住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石总监真不会是国际知名的设计师 设计理念新颖 吸引人的眼球 而且还完美地结合了科技馆的特色 真是让人佩服 有一些人开始见风使舵地拍马屁 墨小蝶没有说话 一直低头在看手上的文件 他最近一直在家休息 只知道白昊拿下了科技馆的项目 具体细节和工作进度他一概不知 本来以为今天的会议 大家只是初步讨论 却没有想到 石宇蒙竟然连方案和设计图都做了出来 对此 他心里还是有一些吃惊的 石宇蒙得到大家的认可之后 眼角有无法掩饰的得意之色 他看了一眼默不作声的墨小蝶 清了清嗓子 听说蓝总监曾经荣获了亚太室内设计的冠军 不知蓝总监对我的设计是否满意 郑辰竟在自己思绪中的墨小蝶愣了一下 抬头 一眼就看到了石宇蒙眼神中的挑衅 石总监的设计很新颖完美 我没有意见 他实话实说 不想在会议室内和他做无谓的争执 是吗 蓝总监的设计图呢 可否让我们大家也看一下 有了对比和讨论 才能交出令业主更满意的设计图 你说对吗 在场的人只要不是傻子 都能听出石宇蒙话语中的含义 蓝总监这段时间一直没有上班 根本不知道客户对科技馆的具体要求 怎么可能做出合适的图纸 这不是分明想要看蓝总监的笑话吗 白昊坐在正中间的位置上 他皱了皱眉头 抢在墨小蝶之前开了口 我没有让他参与 他手里没有设计图 石宇蒙看到白昊出言维护墨小蝶 装出一副恍然大悟 不好意思的表情 原来是这样 那真对不起了 不过 蓝总监一直设计的是普通的住宅房屋 对科技馆这种大型户外项目可能不太熟悉 说完 他一脸笑意地看向白昊 白总 我和蓝总监属于平级 如果两个人都参与到科技馆的项目中 恐怕会有诸多的意见冲突 蓝总监的优势是 小户型住宅设计 理念可能不够大气 不如让他全权负责电视台那边的公益项目 还有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小户型设计如何 说到这里 他又看了一眼墨小蝶 嘴角似笑非笑 这样蓝总监就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而我这边也能认真专心地和客户沟通 顺利完成科技馆的设计 一举两得 白总说好不好 其实墨小蝶的想法和石宇蒙的差不多 他不是拿不下科技馆的设计 而是这个项目 既然是石宇蒙一开始接触的 他不想介入 横生事端 但是 石宇蒙的话说的虽然隐晦 但是在座的都不是傻子 都听出了他语气中的贬低 抬高自己 贬低别人 这种行为让墨小蝶有些不爽 他刚准备对回去 白昊这个祸悉尼的和氏佬 突然起身又抢在他前面发话了 石总监的提议合理 我同意了 就这么办吧 第131章 白昊的忠告 说完 他看到石宇蒙一脸得意之色 接着又说道 我同意的原因并不是蓝总监胜任不了科技馆这个项目 而是我们星月家庄刚刚经历了一场小危急 我和蓝总监都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 共同努力 让我们公司的专业水平和综合能力 能够得到更多业主的认可 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在未来的三年内 让星月家庄能够成为行业的领军人 因此 在公司内部 绝不允许出现内斗和贬低他人的行为 相互尊重是最基本的员工准则 白昊最后这句话咬得很重 紧接着 他直接当着众人的面对石宇萌说到石总监 希望下次有什么意见直接提出来 不要在会议上说一些带有私人感情 莫名其妙的话 散会 说完不等石宇萌反应过来 他直接拿着文件夹走出了会议室 石宇萌看了一眼众人 觉得大家因为白昊的最后几句话都在嘲笑他 有些不甘心地追了出去 白总 等一下 在白昊办公室门口 他伸手拦住了他 什么事 白昊看了他一眼 心里还是有些疼痛 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从高中时期一直暗恋的女神 那个笑起来单纯的如同一朵空谷幽蓝的女孩 有一天竟然会变得心胸狭窄 多多逼人 白总刚刚说的话 我听不懂 羽毛 别装了 你懂的 你做所的一切 不过都是为了陆成旭而已 羽毛 醒醒吧 他已经结婚了 还有了好几个孩子 你们之间永远都不可能的 白昊挑明了一切 作为曾经的同学 他好言相劝 白昊 你在说什么 我真的听不懂 我一直把你和陈旭都当出了好朋友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误会我 到了这个时候 石羽蒙仍然不愿意承认 故意装傻 白昊看他这样 也懒得再和他说下去 只能严肃地警告他 你愿意自欺欺人 是你自己的事情 不过作为老同学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 不要去招惹兰总监 陈旭的性格你了解 到时候他如果翻脸 你可别怪我这个老同学没有提醒你 说完 白昊转身推门 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少年时期美好的梦境 就这样破碎了 他的心里有些疼痛 该说的 改劝的他都做了 如果石羽蒙还是执迷不悟 那谁也没有办法了 陆氏集团总裁办公室内 为了给默默他们小姐妹 找一块地仲裁 星期天下午 陆陈旭一直在别墅后面的 那块空地上忙碌了 楚草 翻地 现在他感觉自己的胳膊 还是有些酸痛 这刚到公司 就有一大堆的文件 等着他签字 好不容易签完了 小楼却告诉他 他们查不出 龙谦和龙柏的联系方式 要想找那两个小子 只能通过他们公司的副总林峰 他拿着林峰的名片 轻叹了一口气 这当爹的日子 还真是不好过 拿起电话 正准备联系林峰时 小楼的内线 却突然打了过来 电话里 小楼的语气很震惊 总裁 龙 龙威的集团的二爷和三爷来了 他们要马上见你 陆陈旭手上 林峰的名片猛地掉了下来 他有些不确定地问 你说什么 小楼看了一眼 面前站着的两名穿着黑西服 打着领结 戴着墨镜 一胖一瘦两个小孩 又看了看小孩身后的两名 几乎是同样装束的保镖 咽了咽兔目 是 是龙威集团的二爷和三爷 他们说 要和你谈生意 要马上见你 这次 陆陈旭总算是听清楚了 龙柏和龙谦找上门了 他有些疑惑 昨天他们不是说 对陆氏不感兴趣吗 今天来做什么 虽然想不明白 但是陆陈旭 还是赶紧整理了 一下自己的着装 第一次见儿子 千万不能让他们小瞧了 确认自己任何地方都很得体 没有毛病之后 他让小楼将他们带进来 小楼很客气地 将龙摆龙谦 还有那两个黑衣保镖 请进了陆陈旭的总裁办公室 陆陈旭看他们这样一副正事 不自觉地皱了皱眉 这两个小子 小小年纪派头 竟然比他这个老爸都大 这要是回来了 还得了啊 只是 想归想 他还是很客气地起身 伸出手和他们打招呼 龙谦并没有和他握手 而是透过黑色的墨镜 狠狠地叮住陆陈旭的脸 精明睿智的眼神中 有一丝疑惑 为什么自己和陆陈旭 会长得这么相似 龙摆也是一样 惊讶地一把 将墨镜摘了下来 看了看陆陈旭 又看了看自己的哥哥 忍不住脱口而出 陆总 你为什么会和我哥哥 长得这么像 陆陈旭伸出手半天 也没有人和他握手 只好自己善善地 将手收了回来 听到龙摆这样说 他在心底默默地回答 因为我是你们的爸爸 所以他才会长得这么想我 龙谦在一瞬地惊讶之后 很快恢复了平静 立声呵斥龙摆 闭嘴 胡说什么 这世界上长得相似的人多了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本来 他对陆氏 是根本没有任何兴趣的 只是 墨小蝶那个女人 既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就应该信守承诺 可是 他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 反而如此高调地宣布 和陆陈旭的婚讯 既然他不仁 那就不要怪他龙谦不义了 龙摆被哥哥呵斥之后 立刻捂住了小嘴 不再说话 陆陈旭指了指他们身后的保镖 语气尽可能地和蔼可亲 龙总 我们是要谈生意的 你这个 保镖不太合适吧 龙谦没有回头 只是微微抬了一下右手 两名保镖立刻会议 转身训练有速地退了出去 在退出去时 不着痕迹的将门关上 龙总 请坐 陆陈旭很热情地 将龙摆和龙谦 让到靠窗位置的真皮沙发上 然后 他又很热情问道 两位想喝些什么 奶茶 咖啡 还是红豆冰沙 红豆冰沙 龙摆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在这样炎热的夏季 要是能喝上几口红豆冰沙 那可真好啊 只是 哥哥还没有说话 他虽然心里很想喝 但却不敢开口 第132章 父子浇冰 龙谦一直戴着墨镜 透过墨镜他 深深地看了陆陈旭几眼 然后才冷漠地开口 白水就行 龙摆胖乎乎的小脸 立刻皱成了一团 犹豫了一秒钟之后 果断开口 我要喝红豆冰沙 谢谢 龙谦扭头 透过黑色的墨镜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丢人 哼 龙摆将脸扭向窗外 不看他 陆陈旭看着这两个小子 闹别扭的可爱小表情 忍不住嘴角勾起一丝笑意 他们两个现在这个样子 很像子重和然然斗嘴时的模样 可爱的 让人想捏一捏他们的小脸 陆总 很好笑吗 龙谦盯着他 冰冷的声音里 透露着一丝不满 眼前这个强忍着傻笑的男人 真的就是传说中 沙发果断 冷酷无情的陆陈旭吗 是他眼睛花了 还是外界对陆氏总裁 有什么误会 这个男人从他们进房间开始 全身上下 就一点集团总裁的气质 都没有 他很怀疑 陆氏到底是如何在他的手里 迅速发展壮大的 听到儿子不满的声音 陆陈旭赶紧收回笑意 极力调整情绪 让自己看起来严肃认真一些 他走到桌前 接通了内线 小楼 准备一杯白开水 和一份红豆冰沙送进来 红豆冰沙 好的 我马上送进去 小楼愣了一下 然后回身 走到办公室角落里的冰箱前面 从里面取出一份 陆陈旭早上带来的红豆冰沙 早上的时候 看到陆总将这个交给自己 让放进冰箱内 他以为是陆总要吃 在心里感慨了半天呢 原来 陆总这是给龙威集团的 二爷和三爷准备的 真不愧是总裁啊 想事情 还是比他们这些下手周到 办公室内 龙谦冷冷开口 我听林副总说 陆氏想要将旗下所有地产 工厂 子公司的保全业务 都交给龙威来做 是吗 我确实有这个打算 陆陈旭回答 为什么 我查过了 你们之前一直和国外的一家公司 合作得挺好 连续五年都是安全第一 虽然合同马上到期了 对方似乎一直在接触你们 想要续签 陆总为什么要转向我们龙威 黑色墨镜下 龙谦的眼神睿智 冷静 陆陈旭惊叹地看了他一眼 这个儿子确实如小蝶所说 智慧和思维完全超越了同龄的孩子 甚至超越了大人 支持政府 爱国 不想外国人白白赚我们的钱 想和本土企业共同努力 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出一份力 陆陈旭想到的理由 非常的高大上 龙谦的眉头轻皱一下 这个理由很明显是在敷衍 据我所知 陆总在这个月的16号 就要和知名室内设计师蓝小举行婚礼 蓝小设计师有一个铁杆好朋友 是志成的老板 陆总为什么不和志成合作呢 此时陆陈旭心里对这个儿子 简直要竖起大拇指了 这小子思路清晰 步步紧逼 绝对是个谈判高手 我们这种国情 相信龙总是明白的 和亲戚扯上关系 很多事情就不好说了 作为陆氏的总裁 我可不想拿着集团的未来 去讨好媳妇 哦 这么说 陆总并没有像媒体宣传的那样 深爱着蓝总监了 龙千的小眼睛里 闪过一丝脚狭的光芒 这个 陆陈旭没有料到 龙千会突然将话题 转变到他和小蝶的感情上 愣了一下 龙千抓住机会接着说道 看陆总这么犹豫 你会和蓝总监结婚 应该只是为了那几个孩子吧 你其实并不爱蓝总监 不是 我是因为爱他所有 才会和他结婚的 和那些孩子没有关系 他的话音刚落 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 小楼端着白水和红豆冰杀走了进来 冰冰有礼的将东西放下之后 小楼退了出去 只是 退出去之后 却满脸疑惑地摇了摇头 不是说谈生意吗 为什么他刚刚听到的是结婚 爱情之类的话题 难不成陆总在和这两个小孩 谈论成人之间的感情 这也太扯了吧 龙千看了一眼面前的茶杯 没有动 龙百却一把将红豆冰 沙拉到自己面前 拿起勺子大口吃了起来 看他没有形象 大口吃冰的模样 龙千不着痕迹地在下面掐了一下他的腿 小声说道 注意形象 龙百平白被掐 有些委屈却不敢说什么 坐直了身子 端起玻璃小碗 优雅地一小口 一小口吃了起来 看到陆成旭一直看着他们 龙千清了清嗓子 既然陆总这么说 你们的爱情确实很让人感动 只是 陆总有没有想过 蓝总监说不定根本不爱你 他只是在和你逢场做戏而已 他心里爱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人 陆成旭的眉头狠狠地皱了起来 这小子不是来谈生意吗 为什么却这么关心他和小碟之间的感情 他的目的是什么 龙总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有些不明白 他不想再和自己的儿子打雅谜 索性直接问了出来 我这里有些东西想要送给陆总 你看一看就明白了 说着 龙千推了一下 正在故作优雅吃东西的龙百 东西呢 拿出来给陆总看一看 龙百赶紧将手里的红豆冰沙放下 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 递给了陆成旭 陆成旭狐疑地看了他们一眼 不知道他们葫芦里买的是什么药 打开了信封 里面大概有一二十张照片 各种角度都有 拍的都是墨小蝶和李明成在一起的画面 有些应该是故意错位拍的 效果显示墨小蝶和李明成很亲密 龙百上前 指着一张好像是在家门口拍的照片 给他解释 在遇到你之前 他们两个一直在一小附近的小区里同居 不信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他们夫妻恩爱着呢 他真是太很佩服哥哥了 竟然想到了这么好的办法 陆成旭看了这些照片 一定会恼羞成怒 取消和墨小蝶的婚礼 那个女人虽然烧得一手好菜 可是却不讲信用 明明答应他们的事情 却反悔 他们这次一定要让他知道 龙威集团的人可不是好欺负的 第133章 陆总合作愉快 陆成旭拿着照片 心里五味杂陈 小蝶其实早就和他解释了一切 如果没有李明成兄弟俩 他 子仲何然然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 他相信李明成 也相信小蝶 可是让他不明白的是 这个两个儿子 拿着这些会让人产生误会的照片 给他是什么目的 看着陆成旭一直低头握着照片 眉头越皱越深 高冷的脸上逐渐显现出怒气 龙谦和龙白两个人相视一笑 看来 鱼儿要上钩了 陆成旭的脑子飞快地转动 他想了半天 也无法猜透这两个小子的用意 因此 只能抬起头 一脸不解地问 龙总 你们给我送来这个 是什么意思 龙谦愣了一下 以陆成旭的性格 看到这样的照片 不是应该大发雷霆 将照片摔出去吗 为何他会如此淡定 虽然心里很疑惑 但是龙谦面对陆成旭的提问 依然对答如流 陆总这么看得起我们龙威集团 愿意将这么大的单子都交给我们 为了感谢陆总的信任 这只是我们略表诚意的一点小意思而已 我们实在是不想看到 在商界闻名于世 杀伐决断的陆总 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龙谦的理由也很敷衍 陆成旭猛地站起身 在办公室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 他真的很想将这两个小子的裤子扒下来 一个人打他们一顿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他们也不能这样污蔑自己的亲生母亲 小蝶为了他们历经艰辛 久死一生 好不容易才放下顾虑 接受了自己 到现在还是不放弃任何机会 去苦苦找寻他们 这两个小子这样做 实在是太可恶了 看到陆成旭一脸愤怒 在办公室来回踱步 两个小家伙 以为他相信了照片的内容 心里认定了墨小蝶和李明成之间 不正当的关系了 龙摆站起身 迈着小短腿走到陆成旭面前 扬起胖乎乎的小脸 陆总 我觉得 你最好领着你的孩子 做一下亲子鉴定 万一 那些孩子是李明成的 你不仅被戴了绿帽子 还免费给别人养儿子 要是我 会呕死的 龙摆画蛇天族的行为 让龙谦有些恼火 他立声呵斥 龙摆 回来 丢人现眼 听到哥哥声音里隐含的怒气 龙摆乖乖地跑了回去 坐在了龙谦的身旁 但是却有些不服气地 回了一句嘴 我哪里说错了 陆总的孩子 都已经做过了亲子鉴定 你是猪脑子吗 这都能忘记了 龙谦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戳了一下他的额头 露斥了龙摆之后 他扭头看向陆承煦客气地解释 我弟弟心直口快 陆总不要介意 那些孩子是陆总的没错了 只是 蓝总监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谁也不知道 陆总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陆承煦强忍着心底的愤怒 咬牙问道 龙总可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龙谦以为他的愤怒 是因为墨小蝶和李明成 心里有些得意 但是表面上 还是一如既往的沉静 冷漠 我是小孩子 对于大人的感情不太懂 不过如果 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暂时推迟婚礼 然后悄悄派人去查清楚真相 如果一切只是误会 那么到时候再举行婚礼 也不迟 毕竟 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 非同儿戏 需要慎重 说完 他透过墨镜 又深深地看了一眼陆承煦 你说呢 陆总 陆承煦后退了一步 转身 陆总说的有道理 这件事确实事关重大 我自会派人去查的 既然这两个小子 想要拆散他和小蝶 不如将计就计 看看他们究竟要玩什么话呀 龙白忍不住问 这么说 陆总是会退市婚期了 这个要看我查到的结果 如果小蝶真的和李明成不清不楚 那就不是退市婚期那么简单了 我会直接宣布取消婚礼的 取消婚礼 龙白的小眼睛里 划过一丝计谋得逞的光芒 陆承煦将这一丝光芒 看得清清楚楚 如此看来 这个两个小子一定是受人指使 一心想要破坏他和小蝶的婚礼了 这个人会是谁呢 如欣欣兄妹 还是叶兰西 龙谦看到此次前来的目的已经达到 站起身 陆总 合作的事宜 我会让林副总过来和你们相谈 如果没什么事了 我们就告辞了 一听到他们要走 陆承煦急忙站起来 犹豫了片刻之后问道 龙总 可否冒昧地问一句 你和龙白真的是锅儿吗 就没有想过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他的话一出口 明显感觉到龙谦身上的气息 瞬间变得冷漠无情 就连龙白的小脸上也是一脸怒气 怎么 我说错话了吗 他的心里猛得一沉 看来 李明成说得很对 这两个小子对他和小蝶的误会很深 龙谦透过墨镜 打量了他几眼 语气如同冬日里的冰雪 陆总 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吗 在我们生死一线之时 抛弃我们的人 怎么能算作父母 最多只是畜生而已 龙谦的话像是一记重锤 狠狠地 无情地敲在陆陈旭的心上 他的心顿时疼得厉害 整个人也裂切了一下 如果不是扶着身旁的桌子 他大概会很狼狈 这两个孩子果然在恨他们 龙白看他一脸苍白 用手扶着桌子 不解地问 陆总 你怎么了 陆陈旭赶紧站直了身 抢笑道没 没什么 就是刚刚突然有点头晕而已 龙谦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既然陆总不舒服 就不用送我们了 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 他伸出小手 准备和陆陈旭握手 合作愉快 陆陈旭握住他小小的 骨节分明的手 心里五味杂陈 握了手之后 龙谦拉住龙白刚要离开 陆陈旭却不怕死地 轻抚了一下他的小脑袋 第134章 被亲儿子打了 龙谦警觉的回身 直接一拳就激在了他的肚子上 小小的拳头 却充满了攻击力 陆陈旭瞬间疼得满头冷汗 他捂着肚子后退了好几步 龙谦转身 看着一脸痛苦的他 小脸拧着一团 陆总 你为什么要突然摸我的头 陆陈旭忍住疼 我不过是看你可爱 想起我儿子了 不自觉地摸了一下而已 龙白一脸幸灾乐祸地 跑到他面前 陆总 我和哥哥从小就拜了高手为师 防身术在龙威集团内 可是数一数二的 你以后可不能这么突然地 靠近我们了 否则 下次会如何 我们可不敢保证哦 陆陈旭铁青着脸点了点头 好的 我知道了 那么 陆总 我们告辞了 龙谦睿 冷漠的小脸上 没有一丝的不好意思 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他陆陈旭就应该挨打似的 龙谦和龙白走后 陆陈旭揉了揉 还有些发疼的肚子 伸开手掌 里面是他刚刚冒着生命危险 从龙谦头上揪下来的两根头发 他拿出两个塑料密封袋 分别将龙谦的头发 和龙白刚刚吃红豆冰沙的勺子 宇成最大的亲子鉴定中心 做了加急的亲子鉴定 三个小时后出结果 在鉴定中心的走廊上 他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了 想了想 他给墨小脸打了一个电话 龙白和龙谦的行为很奇怪 一直在针对小脸 他们必须要尽快查清真相 墨小脸此时 正在第二期免费家装的护主家 查看情况 护主就是他前些十日 在公交车上遇到的 那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男生名叫杨海川 女生名叫刘子夏 两个人都毕业语成传媒学院 杨海川在一家文化公司做策划 刘子夏刚刚入职新月传媒 是个小小的经纪人助理 46平的老旧单元楼里 承载了两个人 对未来的所有希望 杨海川没有想到 具体负责给他们设计装修的 竟然是知名设计蓝小 因此 看到墨小脸 他们两个人都很激动 我今天只是过来现场 查看一下具体情况 再确认一下 上次测量的房屋尺寸 你们有什么具体要求 尽管提 我尽可能地想办法满足你们 墨小脸的态度很客气 因为 他已经在公司听到 新入职的设计师在抱怨说是 只有小小的46平 对方却要求三房一厅 说是到时候 老家的父母会过来帮忙照看孩子 而且 男主人想要一间书房 晚上办公用 听了墨小脸的话 刘子夏文静秀气的脸上 划过一丝红韵 他有些不好意思 蓝设计师 我知道 我们之前的要求 可能有些过分 如果无法做到三房一厅 两房也行 杨海川有些不满地打断他的话 那怎么能行 到时候我爸妈来了住哪 住客房啊 不是已经和之前的设计师沟通过了 最少要两房吗 刘子夏看了一眼杨海川有些不解 那孩子呢 孩子长大了怎么办 杨海川似乎有些不高兴了 孩子长大了 你爸妈不是就回老家了吗 刘子夏小声说道 杨海川不知怎的突然就火了 站起身 用手指指刘子夏 刘子夏 你什么意思 这房子的首付 可是我爸妈辛苦一辈子存的钱 怎么着 还没有结婚 你就嫌弃 他们了是不是 刘子夏看了一眼莫小蝶 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可能是觉得不好意思 赶紧起身道歉解释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我们的房子太小了 三房设计师恐怕会有困难 杨海川看了一眼莫小蝶 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羞愧 理直气壮地说道 子夏 你想的太多了 他可是顶尖的设计师 我们这点要求 在他们眼里根本不算什么 我看过一期装修节目 18屏就满足了三房一厅的要求 我们这可是46屏 根本没什么难的 是不是 蓝设计师 莫小蝶淡淡地笑了笑 拍了拍刘子夏的胳膊 是啊 这点要求 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说 根本不是个问题 你们放心好了 一定会让你们满意的 那天在公交车上 这个男生看起来挺温柔 挺好的 怎么还没过几天 就突然像是变了个人一样 刘子夏瞧着 倒是个懂事 支里的好女孩 只是 如果真的跟这个男生结婚了 会幸福吗 和他们沟通之后 他带着小娜 离开了这个破旧的小区 刚一出小区的门 小娜就忍不住开始吐槽 那个男生还真是啰嗦 斤斤计较 一看就是个农村出来的凤凰男 那个女生真是瞎了眼 莫小蝶看了一眼 义愤甜音的小娜笑道 小娜 话可不能这么说 农村人可不都是她那样的 别忘了 我也来自农村哦 小娜赶紧挽住她的胳膊 蓝总监 我可没有一点 看不起农村人的意思 我就是看不惯那个杨海川而已 不就是女生怀孕了吗 她和她妈妈立刻就变了嘴脸 怀孕了就变脸 什么意思 你都是从哪听到的 莫小蝶皱了皱眉 有些听不懂 蓝总监 你在家休息的那一星期 我跟着负责的设计师 来过几次施工现场 不小心听到了一些 八卦那个男的杨海川家里 本来收好的房子的首付一家一半 然后给女方三万块钱的彩礼 可是一听说女方怀孕了 彩礼直接不给了 你是没见到杨海川的妈妈 简直是农村一字丝自立 算计到家 抠门到家的泼妇 我觉得 刘子夏要是真的嫁给了杨海川 肯定会离婚 小娜很理智 很冷静地分析 莫小蝶拍了拍她的肩膀 别人的家事 我们就不要讨论了 做好自己的工作才是正事 中午了 到哪去吃饭呢 只是 她的话音刚落 手机就响了起来 小娜身头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有些羡慕地说道 陆总找你吃午饭了 我还是自己回公司点外卖吧 莫小蝶接通了电话 果然 陆陈旭问她在哪 她看到小娜准备去坐地铁 提出邀请 我才不去当电灯泡呢 莫小蝶像是想起了什么 突然拉住小娜 等一下 你开我的车回公司吧 我待会儿让陆总直接送我回去 你的车 蓝总监 你不怕我将你的车撞坏了 小娜看着她塞过来的车钥匙 惊讶地长大了嘴巴 第135章 把东西卖给媒体 要知道 莫小蝶的车 虽然不是上千万的名车 但也价值几百万 就这样放心地 让她这个小助理开 小娜还真是有些受宠若惊 看着小娜夸张的表情 莫小蝶忍不住笑了起来 怕什么 你不是已经有三年驾龄了 况且 我的车有保险 就算是撞坏了 也不会让你赔的 小娜仰了仰手中的车钥匙 蓝总监 这可是你说的哦 是我说的 路上开慢点 两个人来到莫小蝶的车前 小娜打开车门赞叹 不愧是百万豪车啊 我的小破车简直没法别 我先拍个照显摆一下 好了 别显摆了 你以后有的是机会 快走吧 莫小蝶关上车门催促他 小娜这才美滋滋地 缓缓开着车上路 只是 他们谁都没有注意到 小娜开着莫小蝶的车 刚刚穿过不远处的十字路后 开出去还不到一公里 就被一辆黑色轿车盯上 黑色小轿车里 叶兰西眸子中 尽是愿度的光芒 她打开手机嘴角 勾起一抹肆意的冷笑 十分钟后 莫小蝶的车到达峰岭路口 你们做好准备 小娜刚走没几分钟 陆陈旭的车 就停在了莫小蝶面前 老婆 等久了吧 有点堵车 她一脸抱歉地打开车门 莫小蝶直接坐了进去 星期一你不是很忙吗 而且还要去查 龙柏和龙千的联系方式 怎么有空来找我吃午饭 车子开启后 莫小蝶有些不解的问 不用去查了 一个小时前 我已经见过他们了 什么 你已经见过他们了 在哪 莫小蝶很激动 他们主动找上门 要和陆氏合作 合作 不对啊 你昨天不是说 龙千对路是不感兴趣吗 怎么又会主动找上门 眼前过了一个十字路口 到了一家 宇成比较有名的连锁餐厅 陆陈旭缓缓地将车子 停到餐厅门口的停车场 我们边吃边说 说着 他帮莫小蝶打开车门 拉着他走进了餐厅 刚找到位置坐下之后 莫小蝶就急不可待地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陆陈旭沉着气 将早上和龙百龙千之间 谈话的全部内容 向莫小蝶讲述了一遍 说完 他看了看手表 下午三点半 亲子鉴定结果就出来了 听了他的话 莫小蝶嘴唇有些苍白 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开始发抖 虽然有九成的把握 龙百和龙千是他们的儿子 可是 在听到陆陈旭说 亲子鉴定结果马上就出来时 他依然很紧张 七年了 他生活的所有希望 就是找孩子 老天保佑 龙百和龙千一定要是他的孩子 陆陈旭看到他有些不对劲 赶紧抱住了他 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小蝶 别紧张 没事的 我见过龙千了 他和我长得很像 肯定是我们的儿子 莫小蝶浮在他的怀中 听到他强有力的心跳 感到到他身上传递过来的温暖 整个人慢慢地放松下来 老公 我好害怕 我害怕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他平生第一次 终于在人前流露了自己的软弱 陆陈旭抱着他的胳膊紧了紧 别怕 一切由我呢 以后只管做好陆太太就行了 找孩子的事情交给我 真的 莫小蝶抬头眼睛里有晶莹的泪光闪动 七年了 找孩子的执念压得他喘不过来气 他自责 焦虑 担忧 害怕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做噩梦 梦里孩子们满身是血的哭着找妈妈 每次从梦中醒来 他都会一个人在坐在阳台上偷偷地哭泣 然后 天亮了 擦干眼泪再勇敢地站起来 继续努力工作 继续努力找孩子 虽然李明成兄弟俩一直也在帮他 可是他们毕竟是外人 面对他们 他才真切地感受到终于有人和他一起分担这份责任了 老婆 一切有我在 没事的 陆承煦抬手 温柔细心地替他擦去眼角的泪水 这时 服务生走过来面带礼貌地微笑 双手递上的了菜单 两位想吃什么 莫小蝶有些不好意思 赶紧坐直了 脸有些微红 老婆 你想吃什么 陆承煦贴心地将菜单推到他面前 他简单地看了一下 点了几道素菜和一份汤面 我的和他的一样 谢谢了陆承煦搂住他的肩膀 对服务生说道 服务生走后 莫小蝶有些奇怪地问他 你怎么也吃得这么清淡 陆承煦拉住他的手 放在自己的胃部 老婆 你忘了 我正在喝中药 既辛辣油腻 说完 他的目光停留在莫小蝶的后背上 语气关切 对了 老婆 你背后的伤头怎么样了 要不要待会儿回去 我帮你再涂些药 已经好多了 等到晚上回去了再涂药也行 我们吃完饭之后 还是先去看亲子鉴定结果吧 他心里一直想着龙柏和龙谦的事 有些心神不宁 好 我们先吃饭 一直忧心忡忡的夫妻俩并没有发现 餐厅最北边的屏风后面 几个人一直在偷偷地关注着他们 龙柏坐在屏风后面 用手里的叉子 指着陆承煦和莫小蝶的背影 气呼呼地说道 哥哥 你看看 那个陆承煦还真是怕老婆 三两句就原谅了那个女人 龙谦此时已经摘下了墨镜 他顺着龙柏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 抿着小嘴 没有说话 哥 那个陆承煦不上钩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龙谦优雅地拿起勺子 吃了一小口粥 薄成亲戚 通知凌峰将照片卖给媒体 他就不信了 在媒体和网络的双重压力下 陆承煦还能如期举行婚礼 就算是他陆承煦肯 恐怕陆氏的那些大股东也不肯 这样有污点的女人 如果真的成了陆太太 恐怕对陆氏的股价或多或少 会有些负面影响 股东们是绝对不会拿着自己的利益 去冒险的 他倒要看看 陆承煦到时候 是选择陆氏总裁的位置 还是要选择墨小蝶这样的女人 不远处的陆承煦夫妇 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儿子 已经对他们开始了下一轮的攻击 两个人吃过午饭之后 心里都很着急 准备直接去鉴定中心的大厅等着 第一时间看到鉴定结果 只是 刚走出餐厅 他就接到了事故中心的电话 说是小娜开着他的车 在十字路口出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人正在中心医院抢救 第136章 车祸 小娜是从外地来宇城打工的 在宇城并没有什么亲人 接了电话之后 莫小蝶心急如焚 和陆承煦一起来到中心医院 在医院急诊科手术室门口 负责的交警 向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事故发生的经过 在封岭路口 一个刚刚拿了驾照的18岁少年 看到红灯突然一紧张 勿将油门荡成了刹车 直接加速撞上小娜的车 对方开的是个中型乡货 因为当时车速很快 直接将小娜的车撞 飞出去好几米 如今 对方只是一些皮外伤 可是小娜却受伤严重 事故处理鉴定对方权责 可是那个少年却说 刚刚从农村过来 没有钱 要打要杀随便 他的老板一直逃避 不肯出面 莫小蝶二话没说 直接去医院先交了押金 一切都没有人命重要 小娜一定要活着 否则他会内疚一辈子的 手术一直还在进行中 他看了看手机 已经接近下午三点 你先去鉴定中心拿结果 我在这里 等着就行了 他看着陆陈旭 语气有些交集 陆陈旭伸手 直接他搂进了怀里 没关系 我陪着你 结果晚一点去拿也没事 他的话音刚落 急诊手术室的灯突然灭了 很快有一声 从里面走了出来 谁是李小娜的家属 我是 莫小蝶赶紧走了过去 患者已经脱离危险 肋骨和腿部多处骨折 头部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脖梗处挫伤 需要住院观察治疗一段时间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了 小娜没事 太好了 莫小蝶浮在陆陈旭怀里 喜极而泣 很快 小娜就被转入了病房 腿部打了石膏 脖子处固定着脖套 额头上包着纱布 整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小娜 你怎么样了 莫小蝶关切地问 小娜看到他 愣了一下 突然哇 得一声哭了起来 蓝总监 怎么办 我把你的车撞坏了 莫小蝶被他的话给气得笑了起来 忍不住称怪 你的小命都快没了 还想着车子呢 怎么办 我赔不起 小娜垂下眼眸 一脸沮丧 莫小蝶坐在床前 握住他冰冷的手 我的车有保险 不用你赔的 还有 你这个属于工伤 医药费公司全包了 你只管好好养伤就行 真的 小娜一脸惊喜 当然是真的了 我说的话 你还不信吗 正说着 陆陈旭从外面走了进来 小楼已经联系好了护工 马上就到 陆总 小娜吓得想从床上坐起来 那也和他全身多处骨折 根本动不了 别动 莫小蝶按住他 陆陈旭看了小娜一眼 眉头微皱 小娜 你还记得事故的经过吗 小娜愣了一下 想了想说道 记得 我当时正在等红绿灯 左侧方向突然有一辆香火 加速直冲着 我就撞了过来 在撞上的那一瞬间 我看到了他的脸 他 他好像是故意的 故意 莫小蝶猛的一惊 扭头看向陆陈旭 陆陈旭似乎早就知道了真相 并没有太大的惊讶 他刚刚看了封岭路口的监控视频 事情绝对不是交警说的那么简单 那辆车分明就是故意的 仔细想想 对方的目标 可能根本就不是小娜 而是小蝶 不过 他们只是 没有想到今天开车的人 不是小蝶本人而已 莫小蝶在惊讶之后 很快也想到了这一层 脸色瞬间有些苍白 陆陈旭握住他冰凉的手 看向小娜 胡工马上就到 我和蓝总监还有事情要去处理 回头再来看你 说完 他拉着莫小蝶转身走出了病房 走出病房之后 莫小蝶着急地问 有人想要置我于死地 陆陈旭抿着嘴 眸光冷然凌厉 不管是谁 我一定会查出来的 说完 他将莫小蝶搂入怀中 老婆 别怕 有我在 谁也休想动你一根手指头 感动他陆陈旭的女人 简直找死 下午4点20分 陆陈旭夫妇开车来到鉴定中心 结果已经出来 当看到两份鉴定结果上 都显示 亲子相似度99 99 10 莫小蝶再也忍不住 扑到陆陈旭的怀里 失声痛哭起来 龙柏和龙千 果真就是他们的儿子 历经艰辛 他终于又找到了两个孩子 陆陈旭理解他的心情 轻轻摸了摸他的背 任由他发泄 这么多年来的艰辛和苦涩 不知哭了多久 莫小蝶才吸了吸鼻子 从他的怀里出来 看到陆陈旭胸前的衣服上 满是鼻涕和眼泪 他有些不好意思 终于找到了他们 我太激动了 陆陈旭眼神中满是心疼和宠爱 他抬头揉了揉他的头顶 老婆 对不起 这些年你一个人辛苦了 莫小蝶摇了摇头 只要孩子们都平平安安的 我不辛苦 陆陈旭拉住他的手 眼眶有些微红 走 我送你回家 龙柏和龙千怎么办 我想见他们 想到那两个小子 对自己亲生父母的评价 陆陈旭忍不住轻叹了一口气 安慰他 那两个小子 对我们有很深的误会 既然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不急 一切慢慢来 说完 看到了莫小蝶眼神中的失望 有些心疼 又将他拉到怀中 亲吻了一下他的额头 老婆 你也知道他们 和普通的小孩子不一样 你再忍忍 我会尽快找机会 安排你们见面的 好 老公 我相信你 陆陈旭开车 将莫小蝶送回家之后 自己却没有下车 而是直接又赶回了公司 六点钟 陆氏大楼内 大部分员工已经下班 总裁办公室内 李明成正在等他 查出来没有 他开门见山直接问 李明成自信地笑了笑 这点小事 放在我们志诚 当然是分分钟就查出来 只有你的那些属下才笨的 什么也查不出来 陆陈旭抿着嘴 幽深的眸子闪了闪 他走到办公桌前 从抽屉里 拿出上午龙摆龙牵 给他的那些照片 扔了过去 人呢 他冷冷地问 在志诚的一个废旧仓库里 怎么 陆总要亲自去审问 李明成一伸手 轻松地接住信封 我倒要看看 是谁这么大胆子 竟然敢动小蝶 陆陈旭的眸子 危险地眯了起来 这是什么 李明成晃了晃手中的信封 你自己看 切 自己看就自己看 说着 他粗鲁地将信封里的东西 都倒在了桌子上 看到里面的照片时 他忍不住吹来的口哨 哇哦 这是谁啊 竟然将我和小蝶拍得这么登对 这么好看 陆陈旭伸手 直接一把拽住了他的衣领 你再说一遍 第137章 幕后真凶 李明成赶紧陪笑 生气了 开个玩笑而已 小蝶是我的老婆 陆陈旭霸道地宣誓自己的主权 李明成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拍了拍他的手 只是个玩笑而已 我对你老婆 没有一点兴趣 快放手 听了他的话 陆陈旭有些不甘心地松开他 这些照片 你找专业人士鉴定一下 做出一份分析报告出来 李明成一脸不解 不是 这照片是谁给你的 有媒体要用这个敲诈你吗 想到自己那两个聪明绝顶的儿子 陆陈旭憋屈地叹了口气 龙百和龙千早上送来的 李明成立刻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然后小心地后退了好几步 终于忍不住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那两个小子 用这些照片 要挟你这个老子 哈哈 威震商界 大杀四方的陆陈旭 竟然被自己的亲儿子威胁 这应该是他李明成听到的 最好笑的笑话了 看到陆陈旭高冷帅气的脸上 一副吃瘪的样子 他心里好爽啊 李明成 你要是再笑一下 信不信我将你从22楼扔下去 陆陈旭眯着眼 挽起袖子走向李明成 李明成赶紧忍住笑 装出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 但是又忍不住一脸好奇的吻 这些照片 那两个小子准备勒索你多少钱 陆陈旭瞪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他们不要钱 只想拆散我和小蝶 让我们取消婚礼 取消婚礼 为什么啊 李明成一脸猛 按理说 那两个小子什么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阻止陆陈旭和小蝶结婚 和李明成这样的人说话 陆陈旭觉得自己的头很疼 我要是知道了 还找你干嘛 可是 对这些照片做技术分析 就能分析出他们的目的 李明成还是很不解 陆陈旭已经没有了耐心 让你做分析就做分析 问那么多干什么 说完 他转身打开门 声音冰冷 走了 李明成不满地嚷嚷起来 陆陈旭 我好歹也是志成的总经理 不是你的手下 你说话客气些 远处的电梯前 陆陈旭回头看了他一眼 快七点了 再不去审问 回去晚了 我老婆会担心的 你 欺负他没老婆是不是 半个小时后 志成公司的废旧仓库内 陆陈旭看着眼前 被五花大绑的男人 皱了皱眉 李明成介绍 就是他买通了那个少年 在峰岭路口开的车 陆陈旭搬了一把凳子 坐在那个男人面前 目光如同利剑 直视着对方 谁让你这么做的 那个男人黑黑一笑 露出满嘴 被烟熏的大黄牙 老板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听不懂是吗 陆陈旭缓缓起身 向前走了几步 语气轻松地 对李明成说道 既然听不懂 那就先削去他的两只耳朵 这么简单的话 都听不懂 要耳朵有何用 好嘞 李明成从怀里 拿出一把明晃晃的水果刀 走了过去 一把拽住了对方的耳朵 先搁那边的 都行 你怎么顺手怎么来 被五花大绑的男人 一看对方二话不说 就要削自己的耳朵 顿时吓得屁滚尿流 别别 我说 我说 陆陈旭回头目光凌冽 说 是 是一个女人给我打的电话 说是试诚之后 给我五十万筹金 我也是鬼迷心窍了 才会接了这单生意 求你们饶了我吧 那女人长什么样 没 没看到 是吗 不说实话是不是 李明成的水果刀 直接划上了他的耳朵 一丝血迹 顺着他的脖梗流了下来 我说 我说 男人吓得脸色发白 他不过是街头小区里的 无赖混混而已 平日里都是干一些 偷鸡摸狗的小买卖 哪里见过这样 针刀针血的场面 说 李明成忍不住踹了他一脚 我说 我说 三天前晚上十点左右 有一个穿着红色紧身裙 大波浪头发的女人 找到了我的小弟 说是有一扇大买卖 让我们在峰岭路口 制造一起车祸 那个女人打着一把 黑色的大伞 灯光太暗 看不清楚他的长相 不过 他走到时候 我好像听到车里的人 叫他红威 红威 李明成和陆陈旭 同时愣住 你确定对方叫他红威 李明成又问了一遍 男人点了点头 我确定 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我的那些小弟 他们当时都在场 应该都听到了 李明成看向陆陈旭 语气中有些不确定 他所说的红威 可是新月传媒那个 最近才窜红的歌手 你弟弟的新欢 陆陈旭拧眉沉色片刻 问他 你能调查到 当时那个路段的监控吗 他也有些不确定 陈宇最近因为夜兰西的事情 一直很少回家住 不过红威应该就是他的新欢 因为老妈前几天不放心去公寓找他 在那里确实遇到了穿着睡衣的红威 回家之后 生了好长时间气呢 可是 红威和小蝶根本没有交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李明成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调监控 你找我干嘛 你儿子可是高手 你会找他就行了 我可不是你们家的庸人 死众 他还小 我不想让他过早地接触这么多复杂的事情 陆陈旭摆出一副老父亲互独子的态度 切 别扯了 那小子早就跟着小蝶当了不少坏事 他曾经好多次入侵了你们家的监控 星月酒店的 还有你们公司总部的 你可别小看他 这点小事 瞒不住的他的 李明成很不仗义地出卖了莫子仲 既然这样 那就算了 我走了 你记得找人好好对那些照片做出技术分析 最好是权威的 说完 陆陈旭不再看他 转身就走 喂 陆总 不带这样的 你这是典型的过河拆桥好不好 李明成在他身后气得跳脚 他身后的属下 小心地指着被绑的男人问李总 这个人该怎么处理 打一顿 交给我哥 他会依法处理的 第138章 爸爸 你撒谎了 陆陈旭开车回到家 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三个小女孩已经睡了 陆母陪着陆老夫人在房间做按摩 陆父说是和老同学相约出去骑行了 估计要好几天才能回来 莫子仲陪着莫小蝶在客厅一边看无聊的动画片 一边等他 看到他进来 莫小蝶赶紧迎了上去 一脸关切 怎么这么晚 吃饭了吗 听着他关切的话语 陆陈旭心里暖意横生 一把将他搂入怀中 在他耳边滴雨 还没有呢 想你了 所以就急着回来了 莫小蝶红着脸推开他 子仲还在呢 我给你熬了养胃的粥 这就去给你去盛饭 陆陈旭这才看到沙发上看电视的儿子 他走了过去 大宝 还没睡呢 莫子仲白了他一眼 爸爸 你和妈妈还没有正式举行婚礼 就这么晚擦回来 这样很不好 俨然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陆陈旭忍不住揉了揉了他的小脑袋 莫子仲看了一眼厨房里的莫小蝶 低声质问 爸爸 你这么晚回来去哪了 在公司加班啊 他理所当然地回答 作为父亲 很多事 他并不想让孩子们知道 莫子仲小眼一瞪 爸爸 你骗人 你和李叔叔 晚上七点左右 就离开了公司 陆陈旭看着儿子 一脸惊讶 你 你是什么知道的 说完 他猛然想起了李明成的话 他这个儿子 经常入侵他们公司的监控系统 该不会这小子 刚刚已经入侵了他们公司的监控茶岗了吧 莫子仲仲扬起小脸 威胁他 爸爸 你最好别耍花样 语成所有的监控系统 对我而言都是小菜一碟 好 爸爸知道了 陆陈旭扶俄叹息 有时候生的儿子太聪明 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他早上刚被龙柏和龙谦那两个小子威胁 晚上回到家 又被子仲这样教训 他这个父亲 当得是不是有些太憋屈 太失败了 爸爸 你还不说实话吗 莫子仲一脸严肃 陆陈旭看了一眼厨房 凑到他耳边小声说道 你先回房 我吃过饭 找你有事情商量 你做了对不起妈咪的事情了 没有 大宝 听话 先回去 待会儿爸爸会向你解释清楚的 陆陈旭现在总算是相信了李明成的话 什么事情也别想瞒得过他这个聪明的儿子 作为父亲 一再地被儿子碾压 这滋味还真不好受 好 我给你十五分钟时间 莫子仲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起身乖乖地上楼 莫小蝶热好了饭菜端出了的时候 没看到莫子仲 有些疑惑 大宝去睡觉了 陆陈旭从身后抱住他 将头埋在他的颈尖里 语气中满是委屈和郁闷 老婆 你说 这些孩子们明明都是早产 为什么就这么聪明呢 莫小蝶伸手揉了揉他的头顶 这能怨谁呢 谁让你的基因太强大 太聪明了 我没有 在他们面前我这个爸爸 简直就是个弱子 他问声问气地说道 言语里的憋屈 让莫小蝶忍不住笑出了声 怎么 儿子又欺负你了 他转身拥抱住他 刚刚莫子仲一直在和他说 不能怪他爸爸的坏毛病 一定要让他养成 下班准时回家 出门必须报备的好习惯 他还以为 儿子还只是说着玩呢 看样子 他刚刚在厨房的时候 他们父子俩已经谈过了 而且 陆陈旭这个爸爸输了 陆陈旭扶在他耳边 轻咬了一下他的耳垂 儿子欺负我 我心里受伤了 你要好好补偿我 然后 转向他的唇 直接吻了下去 两个人在餐桌前腻歪了一阵 陆陈旭才猛然想起 儿子只给了他15分钟的吃饭时间 他赶紧看了一眼手表 还好 还有五分钟 看着他突然狼吞虎咽的 加快了吃饭的速度 莫小蝶一脸不解 老公 你吃这么快干什么 你的胃不好 这样不利于消化的 来不及了 儿子只给了我15分钟吃饭时间 我先上楼了 老婆辛苦你了 你先回房等我 他着急忙慌的 喝完最后一口粥 擦了擦嘴 在莫小蝶脸颊上亲吻了一下 然后小跑着冲上楼 莫小蝶看着他的背影 露出一脸同情 看来有时间需要找大宝谈一谈了 让他好好地对待自己的爸爸 陆陈旭敲门进入了莫子仲的房间 莫子仲正坐在电脑桌前等他 爸爸 你迟到了一分钟 他刚在椅子上坐下 莫子仲这小子就指着电脑上的时间 给他这个父亲来了个下马威 是吗 我的手表上显示的时间刚刚好 他不能一直被儿子打压 适当的时候 还是要摆出一些父亲的威严 莫子仲没有再和他争论下去 而是转变了话题 爸爸 你今天晚上和李叔叔去了哪 看来还真让李明成说对了 什么事情也瞒不住儿子于事 陆陈旭将今天发生的事情 详细地向儿子解释了一遍 莫子仲听完之后 眉头轻皱 小脸上逐渐显现出一丝灵力 你是说 有人想利用车祸 要了妈咪的命 陆陈旭点了点头 那个人说 买通他们的人是红威 可是我有点不信 你妈妈和红威没有任何过节 不可能是他的 莫子仲抬头看了他一眼 可是二叔和妈妈有过节 叶兰西是因为妈咪 才被赶出陆家的 也可能是二叔 陆陈旭很肯定地摇了摇头 不可能 你二叔就算再生气 也绝不会要你妈妈的命 那可说不准 我弟弟我最清楚 绝对不可能 好吧 那你想让我帮什么忙 莫子仲看到自己老爸一脸坚定 不想和他做无谓的争执 你能帮我查到 三天前晚上十点左右 金花巷的监控吗 爸爸想要干什么 莫子仲眉毛挑了挑 我想确认一下 那个人到底是不是红威 莫子仲没有在说什么 而是转身在键盘上 飞快地敲打着一些代码 五分钟后 电脑上显示出一片昏暗的视频 隐约中只看到一个 打着黑色大伞 穿着红色紧身裙的女人 无论从任何角度 都看不到那个女人的脸 和几个小混混交谈之后 那个女人上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 第139章 到底是谁 看了监控之后 陆成旭有些泄气 从身材和动作上 根本看不出那个女人是谁 爸爸 怎么样 能确定是谁吗 不能 陆成旭摇了摇头 莫子仲回身 又在电脑键盘上 敲了一些代码 那辆黑色小轿车 当天晚上的行车轨迹 被详细地显示出来 不过对方似乎很聪明 在灯光通明的十字路口 车上的两个女人都戴了口罩 根本看不出长相 对方的反侦查能力 还挺强的 莫子仲撇了撇小嘴 晃动鼠标 将车牌号放大 爸爸 你可以从这个车牌号入手 说不定会查出一些 有用的东西 陆成旭赞赏地看了儿子一眼 揉了揉他的头顶 你小子还挺聪明的 莫子仲推开他的手 爸爸 不要用摸小狗的姿势 和神态来对我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陆成旭忍不住笑出了声 满脸宠蜜 好 我们大宝长大了 马上就要成小学生了 爸爸为你们感到骄傲 说着 他忍不住给儿子 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莫子仲突然被他抱在怀里 本能想要推开 可是在听到爸爸 强有力的心跳之后 却有些舍不得了 爸爸的胸膛很宽广 很温暖 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男人的刚毅和魄力 和妈妈温柔慈爱的怀很不同 直到这一刻 莫子仲小朋友 才突然真切地感受到 自己真的有爸爸了 如果遇到危险 这个男人也会和妈妈一样 不顾一切地去救他 这种感觉 有些陌生 却很不错 陆成旭却根本不知道 他无意中的一个拥抱 能给儿子带来这么多的感想 要是知道一个拥抱 就能让儿子 从内心彻底接受他这个老爸 他恐怕早在一见面就抱他了 回到房间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 莫小蝶已经换上睡衣 正趴在床上看手机 听到开门时 他赶紧起身 老公 儿子找你干什么 陆成旭低头看了一眼 他身上的睡衣 声音低哑 充满雌性 老婆 你的背上的伤好点了吗 他后退了一步 还有点疼 你先去洗澡 待会儿帮我涂药 陆成旭轻叹了一口气 宠溺地捏了捏他的鼻子 哎 谁让你那天逞能呢 说完之后 他从衣柜中拿了睡衣 然后去洗澡去了 洗完澡 拿出治疗烧伤的药膏 帮莫小蝶涂药 涂药药药之后 两个人坐在床上 开始随便地聊天 老公 我什么时候 能去见龙柏和龙千 他又想起了儿子 等我们的婚礼过后 我立刻想办法安排 老婆 你再耐心地等几天好不好 他摸了摸他的头发 发现头上有汗 拿过桌上的毛巾 贴心地为他擦了擦 嗯 好吧 莫小蝶知道 要管理整个路市 他其实也很忙 就没有再说什么 老婆 嗯 子仲是什么时候 开始学的电脑知识 大儿子才不到七岁 就成了顶尖的黑客 这实在是太让他惊讶了 大概五岁吧 有一次他看到李明成 在玩电脑 突然很感兴趣 然后李明成 就给他报了个学习班 不过他接受理解知识的 能力非常好 三个月就将学习班的 初级知识全部掌握 后来李明成又从国外 请了一些老师过来教他 那小子的专注度 和钻研能力很强 遇到一点疑难问题 不眠不休 也一定要将他搞懂 哦 原来是这样 这一点倒是和我小时候很像 陆成旭有些郁闷 看来以后他要努力 做一个模范丈夫了 儿子随时会利用监控设备 跟踪他 调查他 老公 你好像有些不高兴 莫小蝶抬头看了一眼陆成旭 感觉到他似乎有些郁闷 陆成旭搂住他躺了下来 吻了他一下 没有 就是觉得 儿子太聪明了 其实也不是件好事 被自己儿子一次次碾压 这个滋味不太好 看着他一脸憋屈的表情 莫小蝶忍不住笑了起来 老公 你可以这样想 大宝这么聪明 等到他18岁 就可以独挡一面了 那时 你将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他 自己去晒太阳 喝茶休息 岂不是也很好 陆成旭在脑海中 想了一下十几年后的画面 子重 龙板 龙谦他们三个在办公室忙碌 而他和莫小蝶 则在四处游玩 钓鱼 喝茶 晒太阳 骑行 像他老爹一样 逍遥快活果然 他心里被儿子欺负的 郁闸情绪好了很多 低头亲了亲老婆的脸 他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 很快就睡着了 星期二早上 刚一起床 陆成旭和莫小蝶的电话 就同时响了起来 电话里 小楼声音急切 陆总 你快看一下今天的热搜 莫小蝶那边 李明成的声音里 全是不满 小蝶 你儿子可真行 这些东西 竟然敢卖给媒体 你到底 是怎么惹到龙板和龙谦 那两个小祖宗了 星期二网络热搜榜 第一名未来陆市总裁夫人 蓝小的神秘男友 媒体还特意放了那几张 看起来最亲密 最容易引人遐想的图片 文字部分 将李明成的简历 从中学到现在 挖了个底朝天 并信誓旦旦地说 李明成和莫小蝶 早就在一小附近的 万和家园小区内同居 万和家园小区内 他们的邻居也出面证实 确实经常看到 他们出双入队 一时间 网上舆论一边倒的 开始咒骂懒笑 天哪 看着挺有才华 挺温柔文静的一个女人 怎么私生活这么混乱 就是啊 长得就是有些清秀而已 没想到这么有手段 脚踏两只船 而且还都是年轻帅气的 黄金单身汉 真让人羡慕啊 姐妹 你羡慕什么 人家虽然长得一般 说不定活好啊 否则怎么会有 这么优秀的两个男人 为他死心塌地呢 那你们说 他那四胞胎 到底是谁的孩子 应该是陆总的吧 不是说 已经做过了亲子鉴定了 那可不一定 李明成可是志诚的老板 志诚是干什么的 弄一套假的亲子鉴定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也对哦 那陆总岂不是太惨了 头上的绿帽子 岂不是要发光了 男小 你这个贱人 放过陆总 第140章 不能让子询参与 网上的咒骂声铺天盖地 越来越难听 陆氏各大股东 一大早就打电话 强烈要求举行股东大会 准备合力给陆陈旭施加压力 迫使他取消和懒小之间的婚礼 这样有污点的女人 绝对不能做他们陆氏总裁夫人 龙威集团办公室内 龙百和龙千 看到网上的评论乐开了花 想要和他们龙威集团斗 莫小蝶还嫩点 他们倒要看看 网上如洪水猛兽般汹涌的舆论 他陆陈旭要怎么处理 卢家老宅内 一大早所有人都在餐厅用餐 正在吃饭的卢猩猩 突然拿着手机跳了起来 天哪 这新闻太 太棒了 真是天助我也 卢猩猩开心地握住手机 笑得一点淑女形象都没有了 什么事值得你这么高兴 卢浩泽有些不解 不过 在场的所有人都好奇地打开了自己的手机 看完之后 表情不一 卢父和卢母皱着眉 有些担忧 卢母 陈旭这个孩子 原来是被坏女人迷惑了 所以才会拒接咱们星星的 真是太可惜了 卢父 哎 文祥老弟昨天还和我视频 说是和那些旅友 准备去花泽到乡村玩呢 看来是去不了了 陆氏的骨架 可能要受到重创了 他口中的文祥 正是陆陈旭的父亲陆文祥 两个人曾经是大学同学 后来都跟随时代的变迁 下海经商了 阮之鱼 一看这女人的面相就不简单 有才学的女人都喜欢假装清高 其实心里一肚子算计 说完 他一有所指地 这些女人已经死了 可是还阴魂不散 影响着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卢浩泽嘴角微微上扬 心情看起来很不错 拿出纸巾擦了擦嘴 我吃好了 星星 我找你有事商量 哦 好 去我房间 卢星星心情大好 他们兄妹二人走后 卢子循也找了理由 离开了餐厅 哥 你说是不是老天爷 被我对陈旭的痴情感动了 所以才故意爆出了这些照片 卢星星从看到热搜开始 脸上的笑意就没有断过 看现在的情况 陆氏今日肯定会召开股东大会 那些股东不会允许 这样有污点的女人 嫁给陆陈旭的 那么 我的计划 是不是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卢浩泽问 其实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想闹出人命的 不行 莫小蝶非死不可 哥 媒体不知道那四个孩子的身世 可是我知道 他们都是莫小蝶和陈旭亲生的 即便是陈旭迫于压力 暂时取消了婚礼 他也不会轻易放弃 莫小蝶那个贱人的 所以 莫小蝶必须死 卢浩泽想了想 你说的也有道理 对了 哥 子巡交给你了没有 今天已经是星期二了 爷爷的寿宴 已经开始着手准备 有些事情 也应该开始实施了 已经给我了 他只给了我一片 然后当着我的面 亲手将剩下的药片 和关于这种药的 所有资料都销毁了 想起儿子当时的表情 卢浩泽心里 隐隐有些不安 销毁了 为什么 卢欣欣也有些惊讶 子巡说 他本来是想用这些药 来救人的 却没想到副作用这么大 既然不能救人 就没有必要再留存于世 我总感觉 子巡像是知道了什么 说着 卢浩泽不放心地 走到门口看了看 确定无人之后 才又坐下 怎么可能 子巡才七岁 每天大部分时间 都待在后院的实验室内 他能懂什么 哥 你想的太多了 卢欣欣安慰他 你说的对 子巡才七岁 虽然他最近一直在研究 试管婴儿的课题 但是爷爷寿宴那天 取经和之后的试管婴儿手术 我不想让他知道 也不想让他参与 卢浩泽的态度很坚定 子巡是血儿 留给他的唯一血脉 他一定要好好保护他 不能让他小小年纪 就接受这些勾心斗角的东西 那我们的计划 卢欣欣虽然有些不满 但是却也理解 哥哥的一片苦心 毕竟卢子巡 是他们卢家未来的希望 好好保护是应该的 放心 我已经通知了高辉 他明天就到 高辉 卢欣欣的眉头 不自觉地皱了皱 高辉是卢浩泽 在国外医学院的同学 毕业之后 和卢浩泽一起进了 去灵学所在的那家研究所 现在据说在国外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 混得还不错 三年前 在卢家做客 见到卢欣欣之后 就一直在疯狂追求他 不过卢欣欣根本没有看上他 怎么 你对他有意见 卢浩泽看到妹妹 有些不高兴 沉下脸问 哥 能不能换一个人 那个高辉尝得太丑了 卢欣欣一脸为难地开口 试管一儿的手术 如果让高辉给他做 他还不如死了算 没有别人了 高辉是 我们能找到的最可信的人 你不能带着那些东西 去国外找医院 以陆成旭的手段 一定会查出来的 叶兰西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卢浩泽一脸严肃 可是 可是 那个高辉他 卢欣欣想到 高辉那张有黑的脸 有些倒胃口 他其实人品挺好的 也很会赚钱 虽然长得一般 可是对你却痴心一片 从来没有过越轨的行为 再说了 只是让他帮你一把 给你做个手术而已 你干嘛那么抗拒 作为男人卢浩泽 有些不能理解妹妹的心情 哥 他明明很黑 很丑的 哎 他妈妈是非洲人 中非混血 当然会黑一些了 又不是让你嫁给他 纠结这个做什么 没事的 忍忍就过去了 你难道不想当陆太太了 想到陆成旭高冷帅气的脸庞 卢欣欣一咬牙 好 高辉就高辉吧 只要能嫁给陆成旭 让我做什么都行 卢子循面无表情地切断了窃听设备 是的 卢子循小朋友 为了弄清楚 自己老爸和姑姑的计划 趁人不备 悄悄地在卢欣欣房间的床底下 装了窃听器 他歪着小脑袋 将自己所了解到信息串联了一下 很快得出结论 爸爸和姑姑 是想在太爷爷的寿宴上 同时对然然妹妹的爸爸妈妈下手 然然妹妹的妈妈如果死了 他的爸爸被算计 就只能娶姑了 他们还真是不择手段 第141章 兄弟过招 陆家别墅内 餐桌上的气氛很沉闷 怎么办 陈旭 你爸爸不在家 怎么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陆母忧心忡忡 此时的陆老夫人还在房间内 大家都刻意地瞒着他 陆母说完之后 用狐一的眼神看了看墨小蝶 小蝶啊 你和那个李明成 真的只是朋友关系 妈 你这话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李明成他们兄弟俩 小蝶 子仲和然然早就没命了 陆陈旭冷冷地打断陆母的话 我 我只不过问问而已 你这么凶干嘛 陆母有些委屈 问了会让人伤心的 说着 他紧紧握住了墨小蝶的手语气 坚定有力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取消婚礼的 墨小蝶的眼睛有些湿润 我们一起面对 因为要处理突发事件 陆陈旭夫妻俩 只能将孩子们交给保姆 让保姆和司机送他们去幼儿园 但是 他们夫妻俩刚走 墨子仲就突然捂着肚子 痛苦地叫了起来 奶奶 我肚子好疼 大宝 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肚子疼呢 陆母紧张地跑过去抱住他 可能是昨天晚上吃了冰激凌的缘故 奶奶 你让司机先送妹妹们去上学吧 我不行了 要上厕所 说完 墨子仲推开陆母 飞快地跑向厕所 陆母看了看穿戴整齐 背着书包的三姐妹 只能吩咐司机和保姆 你们先送他们姐妹吧 顺便替子仲请个病假 司机和保姆 带着三姐妹离开之后 过了没几分钟 墨子仲就捂着肚子 从厕所走了出来 大宝啊 怎么样 要不要奶奶带去医院看看 陆母很担心自己这个宝贝孙子 墨子仲摇了摇头 不用了 我现在感觉好一些了 想回去躺一会儿 说着 他弯着腰就往楼上走 奶奶陪着你 陆母有些不放心 墨子仲赶紧加快了上楼的速度 奶奶 不用 我躺一会儿就好了 你快去陪他奶奶吧 上了二楼 这小子更是一溜小跑地冲进了房间 直接将房门锁上 陆母狐疑地走到他的门前 敲了敲门 大宝 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快给奶奶开门 房间里 墨子仲的小脸皱成了一团 奶奶怎么这么难缠啊 奶奶 你别进来 我 我刚刚不小心拉裤子上了 正在换衣服等下 还要洗澡 你先去陪他奶奶吧 陆母听后 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好吧 换下来的衣服 直接丢掉就好 有什么不舒服 立刻叫奶奶哦 好的 我知道了 墨子仲趴在房间的门上 听到陆母的脚步逐渐远了 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然后 他转身走到电脑前 打开电脑 飞快地浏览上面的新闻 爸爸和妈妈 原来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 怪不得一大早上 都是愁眉苦脸的 他快速地在电脑上 敲出了一连串的代码 半个小时后 成功地查出了照片的最早来源 是从龙威集团的一个账号上 发给了一家 名叫娱乐前端的杂志社 龙威集团 墨子仲眯起了小眼睛 嘴角微微勾起 然后又开始在键盘上输入代码 同时 龙威集团办公室内 一直坐在电脑前的龙谦 突然皱起了眉头 有人竟然在攻击龙威的网站 他的手指飞快地开始敲代码 试图阻止对方 几个回合下来 对方的攻击越来越猛烈 他用尽了全力 却依然阻止不了 很快 龙威集团的整个网络 都陷入瘫痪状态 龙谦恼的一把 将桌上的茶杯摔了出去 竟然有人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用黑客技术 弄垮了龙威的整个网络 一分钟后 他的手机 桌子上的电话 开始响得不停 所有的员工都很疑惑 很震惊 龙谦深吸了一口气 给林峰打了个电话 通知所有部门主管 因为公司 网络出现安全漏洞 今日放假一天 升级网络 电话那头林峰 看了一眼办公室内 一脸焦急的各部门主管 有些惊讶 升级公司网络 好的 我立刻通知他们 林副总 是二爷的电话吗 怎么回事 我们公司是不是 得罪了哪个大佬 所以才被黑客攻击了 有人惊慌的猜测 林峰起身 咳嗽了一声 胡说什么 我们龙威集团 在国内的地位 你们难道还不清楚吗 谁有那个胆子 敢攻击我们的网络 刚刚二爷 已经让我通知大家 公司网络升级 所以才会出现 暂时的中断 所有人放假一天 真的 放假一天 众人还有发猛 为什么升级网络 不提前通知 怎么 我说的话 你们也不信吗 林峰突然一脸 严厉地抬高了声音 信 我们当然信林副总了 走了 回家咯 各部门主管很快散去 林峰想了一下 起身去了龙谦的办公室 他很清楚 刚刚二爷 只不过是用了一个借口 稳定员工的心态而已 龙威的网络 绝对出现了问题 龙谦的办公室内 龙摆正极的团团转 哥 对方是谁 竟然这么厉害 我们公司的网络 可是请了顶尖的技术人员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被攻破 龙谦盯着眼前 漆黑一片的电脑屏幕 摇了摇头不知道 我们现在能做的 只能是等 等 等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林峰敲门进来 二爷 我们的网络 他迟疑了一下问 被人攻击了 现在已经瘫痪 龙谦此时已经平静下来 既然对方是有针对的攻击 那么他一定有自己的目的 现在就只能等了 等对方联系他们 亮出底牌 然后谈判了 林峰虽然已经猜到是这个原因 但是真的听龙谦说出来 还是有些震惊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龙威集团电脑停静一个小时 损失可能就是上百万 等对方主动联系我们 看看他有什么条件 说完 龙谦有些泄气地 靠在半公里的后背上 没想到 世界上还真有这么厉害的黑客 如果找到了他 一定要想办法 将他挖到龙威来 这种人 如果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龙威集团永远都是个威胁 第142章 股东大会 陆氏集团大会议室内 所有股东都一脸严肃地 看着陆成旭 等待这个年轻的总裁 做出最后的决定 陆成旭起身 声音冰冷 一脸坚决地看着众人 我是不会取消婚礼的 陆总 你这是 要拿我们陆氏集团的未来 为你的爱情买单吗 有人站起身 提出抗议 就是 你爸爸呢 他怎么不来 年轻人还是太冲动了 这里的一些人 是曾经跟着陆父打拼过的 按照辈分 陆成旭叫他们叔叔 陈旭啊 你听大家火一句劝 天下的女人多的是 我看那个蓝小 也没什么特别的 长相还那么一般 你放弃了他 以后说不定会遇到更好的 就是 就是 那个女人一看就不简单 说不定是和那个李明成员起手来 想要搞垮我们陆氏呢 对啊 李明成可是制成集团的总经理 那个女人能够周旋在你们两个人之间 肯定不简单 你还是太年轻 才会被他骗了 说不定那些孩子也是李明成的 你想想当初吕不韦 就是将怀着他孩子的赵姬 献给了作为人质的秦义人 这才有了后来的秦始皇 说不定那个李明成 就在效仿当年的吕不韦 他脑洞大开 竟然将历史人物都搬了出来 是啊是啊 陈旭啊 那几个孩子 你都做了亲自坚定吗 确定都是你的 别说那么多了 你赶快给我们一个痛快话 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件事 陆氏的股价 今日开盘可是一直在下跌 股东们一听 股价下跌 瞬间停止了争论 齐刷刷地看向陆陈旭 陈旭冷漠地看向众人 缓缓却坚定地说道 我如果坚持要举行婚礼呢 众人大概没有想到 他如此执迷不悟 都愣住了半想 有一个名叫黄庆的大股东 站了起来 那我们只好召开董事会 重新选出一名总裁了 你这样胡闹 这所有股东的利于不顾 已经没有资格 坐在总裁的位置上了 对 如果你非要娶那个蓝小 我们就只能换总裁了 很快有人跟着附和起来 蓝小和李明成之间 只是好朋友 李明成一家人 当年救过他的命 陆陈旭试图解释 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听 大家要求换总裁的呼声 越来越高 哦 讨论的还挺热闹的 李明成带着几名手下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你是谁 竟敢擅闯我们陆市的会议室 在座的 有很多人都不认识他 气愤地起身 准备叫保安 李明成伸出一根手指头 晃了晃 他身后的属下立刻会议 直接将会议室的大门锁了起来 你 你们要干什么 有些人开始慌了 不干什么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刚刚你们说的那个 想要效仿吕不韦的 志诚总经理李明成 李明成双手放在桌子上 附身看向刚刚骂的最凶的那个股东 李 李明成 你竟然敢来我们陆市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黄庆起身 用手指着李明成怒吼 我无缘无故被你们这些人骂 为什么不敢来 李明成直起身子挑眉 根本没有将黄庆看在眼里 无缘无故 李明成 你还真有脸说 有些胆大的也开始发声 李明成没有在说什么 而是吩咐属下 将那些东西 给这些脑子不好使的老家伙们看看 属下很快将手里 针对照片做出的技术分析 发放了下去 这个分析做得非常详细 专业 而且都是摄影界的权威人士做的 有几张特别亲密的照片 其实是利用最先进的 P图技术合成的 还有一些根本就是拍摄角度的问题 是对方故意的 黄庆看完之后 随手将这些分析扔在了桌子上 这只能说明那些照片是假的 但是网络上说 你们已经同居了这个 要如何解释 李明成显然是有备而来 回身对手下点了点头 他的属下立刻将手机 连接在了会议室的大屏幕上 视频中曾经在网络上说 李明成和莫小蝶同居的那些邻居 都一次出来道歉 说是自己误会了 其实并没有看到李明成 在蓝小的家中过夜 在大家都愣神的功夫 李明成又说道 在座的可以查看一下手机 陆氏已经下了热搜 股价正在恢复 而且我已经以制成公司 总经理的名誉 起诉了那家名叫 娱乐前端的杂志社 我和设计师蓝小之间 只是朋友关系 有些股东看了照片的技术分析 刚刚的视频 又听到李明成说 起诉了那家最早发出照片的杂志社 开始窃窃私语 有些动摇了 黄庆回头看了一眼大家 冷笑了一声 陆总 没想到你的手段这么高明 黄叔叔 你这话何意 陆陈旭一脸冷然 何意 黄庆站起身 转向众人 抬高了声音 大家别被他们欺骗了 你们想想 志诚是干什么的 他们的员工三教九流 什么人都有 弄几分假的照片分析 威胁几名普通的市民 对他们而言 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说完 他又一脸心痛地 看向陆陈旭 陈旭 我也算是看着你长大的 之前看你挺聪明果断的 怎么一遇到感情的事情 智商就不在线了呢 看来 你真的不适合 在做陆氏的总裁了 这是一次千年难逢的好机会 他无论如何 也要将陆陈旭拉下来 这样 他们皇家在陆氏集团的地位 就无人能及了 说不定 过几年 陆氏集团就可以改名为 皇室集团了 李明成愤怒地上前 一把拉住了皇庆的衣领 老东西 你再说一遍 皇庆到底是见过 大风大浪的人 面对圣怒的李明成 丝毫没有任何惬意 怎么 李总这是恼羞成怒 想要杀人灭口吗 李明成用力推开他 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杀你 我怕脏了我的手 陆陈旭示意李明成后退 自己则上前一步 面对所有股东 在座的有一部分人 是看着我长大的 还有一部分人 从我当上路师的总裁开始 我们也已经合作了有七年时间了 我陆陈旭是什么样的人 想必大家都清楚 我再重申一遍 婚礼我是不会取消的 陆氏总裁的位置 我也不会让 这可由不得你 皇庆用眼神示意了一下 呼啦一下站出了 好几名反对陆陈旭的人 第143章 危机解除 陆陈旭冷笑地看了他们一眼 还有谁反对 都一起站起来 陈旭 你可不能这么任性 陆氏集团是你爸爸和我们 割几个的心血 你爸爸呢 他在哪 有几个和陆夫关系好的股东 一脸担忧地劝他 我爸爸去骑行了 就算是他回来 我也依然是这样的决定 黄庆笑了起来 李哥 你就别劝了 这小子已经鬼迷心窍了 你们就别抱希望了 说完 他应该是为了让所有股东彻底死心 回头吩咐身边的一个年轻人 去 让大家看看 我们年轻有为的陆总 究竟要给陆氏集团 找一个什么样的总裁夫人 年轻人起身 点了几下手机 会议室的大屏幕上 立刻播放出了 关于知名设计师蓝小的相关新闻 当然 点击率最高的 依然是他和李明成之间的亲密照事件 特意放大的图片 看起来更加让人浮想连篇 李明成气恼地冲过去 想要夺过那个人的手机 却被黄庆起身拦住 怎么 李总这是 做贼心虚了吗 新闻上还在解释 并晒出了房产证 说 万和家园小区内 那套中高档住宅 是李明成在三个月才送给蓝小的 蓝小就是李明成秘密偷养的女人 两个人这次应该是联手想要欺骗陆陈旭 谋夺陆氏的财产 网络和媒体对陆陈旭都表示了极大的同情 黄庆有些得意地看向会议室内的股东 诸位 如果我们的陆总一意孤行 你们真的愿意拿自己的利益 来为他愚蠢的爱情买单吗 这个 所有人都开始犹豫 会议室内突然安静的有些可怕 只剩下大屏幕上的新闻里发出的声音 只是 新闻里一直在批判抨击莫小叠的视频 不知怎跌却突然中断 主持人一脸严肃的现身 现在 插播一条最新动态 龙威集团副总林峰邪娱乐前端杂志社总编 正在宇成中心大厦一楼召开记者会 公开向志成集团总经理李明成 和知名设计师蓝小道歉 请看我们现场记者发来的报道 大屏幕内 龙威集团副总林峰 正在面对众多媒体记者发言 因为和志成公司之间的一些商业竞争 我们龙威集团公关部经理王素 擅自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 将一些通过电脑合成 和故意错位拍摄的照片 卖给了娱乐前端杂志社 给即将举行婚礼的蓝小设计师 和陆氏集团总裁造成了困扰 龙威集团在些郑重声明 愿意为此次事件负全责 蓝小设计师是一位有才华 有爱心的女士 她虽然出身农村 却一直自强不息 努力工作 她有爱心 有当丹 热衷公益 龙威集团不应该为了利益 将这样优秀的女士 卷入这样的是非之中 为此 我代表集团总裁龙威先生 向蓝小设计师 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说完之后 林峰带着参加发布会的 所有龙威集团员工 以及娱乐前端杂志社的总编 当着镜头 充满诚挚的深深居了一躬 然后 大屏幕上开始播放 墨小蝶这些年所从事的 资助贫困儿童 在贫困山区投资修路 建学 注资宝贝寻亲网络 帮助那些被拐卖儿童 重回家园等多项公益活动 新闻最后 做出总结 谴责龙威集团 不应该为了商业利益 将如此优秀的女性 卷入商业竞争之中 呼吁陆氏集团总裁陆陈旭 要好好珍惜蓝小设计师 网络上的舆论瞬间转变 轻易色地开始夸赞蓝小 有人甚至留言 如果陆陈旭 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照片 误会了蓝小设计师 那么他们这些网民 就要去陆氏门前 为蓝小设计师讨回公道 五分钟不到的时间 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会议室的那些股东错愕之后 都有些不好意思 原来是龙威集团 在背后搞的鬼啊 我就说嘛 蓝小设计师 一身才华和傲气 怎么也不可能是那样的人 陆总啊 不要意思 是我们误会了 您别往心里去 是啊 是啊 蓝小设计师 那么有爱心的一个人 你可一定要好好珍惜他 黄庆一脸不甘 指着那些讨好陆陈旭的人 已经承认了 一切都是他们策划的 陆总不怪 我们已经大人大量了 你还想闹事不成 有人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黄庆期的脸色通红 信心坐下 陆陈旭看了众人一眼 诸位可还有话说 没有了 没有了 希望陆总不要将此事放在心上 我们也是被媒体欺骗了而已 众人纷纷摇头 既然都没有了 那三会吧 说完 陆陈旭带着李明成 转身离开了会议室 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他回身就在李明成肩上捶了一圈 你小子 藏得够深的 李明成一脸不解 你这什么意思 陆陈旭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装 还装是不是 我之前还真是小瞧了你 竟然能逼着龙威集团出来道歉 李明成 你还挺有本事的 李明成正色道 不是我 我只查出了照片 最早是娱乐前端杂志社发出来的 根本就没有查到 任何和龙威集团有关系的实质线索 不是你 陆陈旭看他一脸严肃 不像是撒谎 愣住了 那会是谁 李明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 小蝶 打电话问问是不是他 星月家庄 墨小蝶一到公司 所有人都背着他指指点点的 大家即便是打招呼 也没有了往日的热情 他在办公室内隐约还能够听见 外面那些人的议论 没想到 蓝总监长得一般 竟然这么有手段 是啊 脚踏两只船 还都是有钱 有颜值的高富帅 我真是要嫉妒死了 嫉妒 嫉妒你也去啊 去聊几个帅气有钱的小帅哥 哎 我可没有蓝总监 那个能力和技术 技术 什么技术 有懵懂的小女生不解地问 其余的几个人 无嘴笑了起来 你说什么技术 当然是床上的技术呗 不然你以为凭他的相貌 怎么会有两个那么优秀的男人 同时喜欢他 几个人说完 都会议地偷笑起来 梅若鱼走过去 鼓起勇气指着他们 你们这样在背后议论别人很不好 其中一个年纪稍长一些的女人抬头 一脸不屑地撇了撇嘴 哟 我还以为是哪位领导呢 原来是你这个高中毕业生啊 怎么 今天没有被石总监骂 石总监今天当然不会骂他了 因为他怎么教都学不会 石总监已经决定开除他了 今天应该是 他在星月家庄最后一天上班了 所以 当然要刷一些存在感了 说完 几个女人开心地笑了起来 梅若鱼美丽的脸庞仗得通红 眼睛里蓄满了泪水 第144章 鞠躬道歉 墨小蝶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设计部真的这么清闲吗 我要的设计图做出来没有 他一脸严厉地问 有几个胆小的赶紧低下头 开始假装工作 但是 有一个在海选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容貌秀丽的新入职设计师王莉莉 却不屑地撇了撇嘴 蓝总监 你都不看新闻和热搜吗 我要是你 可是没有脸来录事上班了 王莉莉是华大设计学院的高材生 校花才女 她在之所以历经艰辛 通过海选来录事 目标就是陆氏年轻 高冷 帅气的总裁陆陈旭 在华大时 她就听到了一些关于陆陈旭的传闻 在网络上见到她的第一眼 更是一见倾心 她以为自己年轻 漂亮 有才气 只要进入陆氏 取得一些小成绩 一定会引起陆陈旭的注意 毕竟这世界上 男人都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 可是 她万万没想到 她才刚一进公司 陆陈旭就宣布了婚婿 新娘既然是莫小蝶这个奇貌不扬的女人 她心里极度的要死 周围其他的同事 听到王莉莉的话之后 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热搜第一的新闻 公司里谁不知道 可是都没有人敢在莫小蝶面前说 这王莉莉还勇敢 莫小蝶皱眉看了她一眼 哦 作为设计学院的高材生 你应该一眼就能够看出 那些照片是辟图和刻意错位拍摄的吧 既然是有人嫉妒我 刻意要污蔑我 我为什么没脸来公司 倒是你 王莉莉设计师 那么拙劣的八卦新闻 你都能相信 真不知道我应该说你天真 还是应该说你蠢呢 你 王莉莉的脸上的通红 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 石雨萌却在这个时候 从办公室内一边鼓掌一边走了出来 蓝总监的口才真好 莫小蝶看了她一眼 多谢石总监的夸奖 两个人就这样充满敌意的相识而立 梅若宇站在一旁 有些手足无措 石雨萌微微一笑 故意流露出一脸的同情 蓝总监 作为同事 我真的很为你感到担心 虽然我们这些专业人士都能看出来 那些照片是有人刻意制造出来 可是 网友们不知道啊 陆氏集团的那些股东们也不知道 我听说一大早 他们就召开了股东大会 逼着陆总取消婚礼呢 蓝总监 你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吗 石雨萌心里 此刻已经乐开了花 真是连老天爷都在帮她 她一直在找机会 想要阻止他们的婚礼 却都没有成功 没想到网络上 却突然爆出了莫小蝶和李明成的照片 她倒要看看 莫小蝶这一次还能得意多久 莫小蝶看着她极力想要掩饰 却依然清晰显现在脸上的笑意 嘴角勾了勾 装出一副不解的样子 我为什么要担心 陈旭说宁愿不要录氏总裁的位置 也不会取消婚礼的 我的老公这么爱我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她的语气很轻 很慢 却公开地向众人炫耀了一把 看来她的直觉没有错 这个石雨萌和王莉莉 都对陆陈旭不怀好意 所以才会故意趁着这次热搜事件 想要看自己难看 果然 石雨萌听了莫小蝶的话 脸色顿时气的脸色发青 王莉莉却猛地抬头 出声牛独不怕虎地问道 可是网络上却放出了 万家园小区那套中高档住宅的房产证 上先显示 是李明成三个月前送你的 还有一些邻居出面作证说是 你们这三个月一直在同居 不知道这个蓝总监 是如何向陆总解释的 石雨萌故意拍了拍王莉莉的肩膀 你还是太年轻了 这点小事难不到我们蓝总监 毕竟要同时周旋在陆总和李总 这两个优秀的男人之间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没有一点手段和心计 可能早就露线了 只是可怜了我们陆总 一片痴情却被人玩弄了 石雨萌痛心疾首地叹了口气 莫小蝶冷冷地看着他 仰起头 我和李明成是好朋友 我们之间清清白白 我莫小蝶问心无愧 石雨萌轻笑了一声 蓝总监 陆总又不在这里 你不用这样和我们解释 我们都是女人 都懂得 谁不想判刀枝啊 石总监 你要为你说过的话负责 莫小蝶眼神清了 一脸严肃 负责 怎么负责 蓝总监 这次热搜 你要是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 顺利和陆总举行婚礼 那么我石雨萌 立刻为今天所说的话 给你鞠躬道歉 他刚刚打电话问过了 陆市总部那边 正在召开股东大会 几乎所有的股东 都在逼着陆陈旭取消婚礼呢 蓝小这次是 绝对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只是 他的话音刚落 却听到 有同事指着电脑惊呼 咦 龙威集团的记者会 所有人都围了上去 林峰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并严厉处罚了 公关部经理王素 然后 龙威集团向莫小蝶 李明成郑重道歉 并顺带在媒体上 将莫小蝶狠狠地夸奖了一番 他曾经默默做的那些公益活动 也被媒体播放了出来 一时间 莫小蝶成了 石宇萌后退了好几步 他不明白 为什么龙威集团会突然出现为莫小蝶 和李明成辩解莫小蝶 没想到 你竟然和龙威集团也有关系 我真的是小看了你 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死死盯着莫小蝶的脸 莫小蝶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石总监 你刚刚说过的话 没有忘记吧 你 竟然想让我给你鞠躬道歉 石宇萌有些不敢相信 怎么 石总监不讲信用 在座的同事可都听着呢 石总监作为领导 是不是应该给大家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莫小蝶步步紧逼 这一次如果他退让了 石宇萌以后会更加的得寸进尺 所以他必须让他道歉 莫小蝶 算你狠 石宇萌看了一眼周围盯着他的同事 咬牙 闭着眼走到莫小蝶面前拘了一躬 蓝总监 对不起 然后 起身扭头快步走进了办公室 但是 回到办公室之后 却不解气 又将梅若宇叫进去大骂了一顿 梅若宇最后是哭着跑出来的 莫小蝶有些同情的 一把拉住梅若宇的胳膊 怎么了 他为什么要骂你 梅若宇看了他一眼 流着泪小声说道 都是我不好 是我的学历太低了 石总监教给我的工作无法完成 我这就走 他要开除你 莫小蝶皱眉 上次 在陆陈旭和白昊面前 这个石宇萌不是说梅若宇是他们老同学的妹妹 要帮他吗 怎么现在又要赶他走 这个女人如此虚伪多变吗 他正准备劝说梅若宇时 电话突然响了 是陆陈旭打来的 你先去休息室等我一会儿 我接个电话 他指了指不远处的休息室 示意梅若宇过去 自己则拿着电话走进了办公室 第145章 好好对待梅若宇 接通电话之后 还未开口 就听到陆陈旭有些着急的声音 老婆 你去找龙柏和龙谦了 他一头雾水 没有啊 电话那头陆陈旭沉默不语 他有些紧张 怎么了 是不是龙柏和龙谦出了什么事 听到他的声音 突然变得的紧张焦急 陆陈旭赶紧安慰他 没有 他们应该没有事 只是 我不明白 为什么龙威集团 会出面澄清照片的真相 他们会出面澄清 不是你和李明成去谈判的结果 墨小蝶也有些梦了 他刚刚还在想呢 他们俩竟然这么快 就能够说服龙柏和龙谦 现在听陆陈旭的话 他好像并不知情 不是 我一大早就到公司参加股东大会了 李明成也没有去找他们 那他们 墨小蝶有些搞不懂了 龙柏和龙谦到底是什么意思 将那些照片卖给媒体 制造舆论 然后再自己出面澄清 这根本说不通啊 老婆 你别担心 我立刻派人去查 好 让李明成帮你 我知道 待会儿我去找吃你午饭 想你了 嗯 我等你 挂断电话之后 墨小蝶坐在桌前想了半天 也想不出 到底是谁能够让龙柏和龙谦改变主意 出面澄清整个事件 想必 那两个小家伙此时应该很恼火吧 龙威集团总经理办公室内 龙谦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新闻 抿着嘴 用力就将手中的圆珠笔给折断 他龙谦从小到大 还没有被人这样威胁过 此仇不报 他咽不下这口气 林峰的电话在此时打了进来 龙总 事情已经按照对方的意思办妥了 我们公司的网络 已经恢复了 龙谦的声音 冰冷的能将周围的空气凝结 林峰不敢再说什么 他知道 此时的龙谦一定是气得想要杀人 龙威集团从成立至今 还从未这么憋屈地让人威胁过 林峰 给我找世界最顶尖的计算机高手 我一定要将对方挖出来 是 我马上去办 挂断电话 龙谦狠狠地瞪了一眼 正坐在一旁吃面包的龙摆 整天就知道吃 龙摆嘴里挤满了面包 口齿不清的嘟囊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慌 就算是再生气 也要吃饱啊 否则你怎么有力气和他们斗 斗 我们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怎么斗 龙谦美好气地说道 哥 管他是谁呢 既然他是帮着墨小蝶那个女人的 就一定是他们一伙的 我们何必一定要找到那个攻击我们网络的人 只要针对墨小蝶就行了 龙摆 吃完最后一口面包 心满意足地端起茶杯 喝了口茶 龙谦看着他 突然笑了起来 龙摆 没想到你吃饱了之后 脑子也变得好使了 说得不错 不管对方是谁 他的目的是帮助墨小蝶 我们只要对墨小蝶下手就可以了 龙摆看到哥哥笑了 就知道他一定想到了办法 凑上前问 哥 你是不是已经想到办法了 龙谦点了点头 不过这次 我们不能做得那么明显 要暗地里慢慢来 林峰已经去请世界级的计算机高手 等升级了我们公司的网络安全系统 到时候再一起找对方算总账 龙谦胸有成竹地 伏在龙摆耳边低语了几句 龙摆立刻一脸敬佩地竖起了大拇指哥哥 你好厉害 中午十二点左右 墨小蝶接到陆成旭的电话 说他马上就到 他起身走出办公室 准备到楼下等他 只是 刚开门走出来 就被石羽蒙拦住 蓝小 你什么意思 墨小蝶叹了口气 石总监 你这问得没头没脑的 让我怎么回答你 石羽蒙冷笑 你别以为 这次有龙威集团帮你 你做的那些事情 就没有人知道了 我做了什么事 还请石总监说清楚 你和李明成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还有 你当年是如何爬上了陆总的床 别以为我不知道 陆总会娶你 也不过是 为了那几个孩子而已 这个石羽蒙今天很不正常 墨小蝶不想和他争论下去 侧身准备从他身边走过去 石羽蒙却一把拉住了他 在他耳边低语 梅若乔你知道吗 你们的高中同学吗 墨小蝶不解的看了他一眼 不知道他又要搞什么花样 石羽蒙却突然放开他 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笑容 看着的他眼神顿时充满了同情 果然 他娶你 只是为了那几个孩子 你这话什么意思 墨小蝶隐隐觉得 他话里有话 没什么意思 既然蓝总监已经决定 让梅若宇留在身边 暂时代替小娜做你的助理 那么就请你好好带他吧 毕竟 他的姐姐是梅若秋 曾经和陆总 说到这里 他故意闭口不再说下去 石羽蒙 你到底想说什么 墨小蝶有些不爽了 平生他最讨厌这种话说 一半故弄玄虚的人了 上午的时候 在休息室 他和梅若宇聊过 那个女孩出生在那样一个 重男轻女的家庭里 过得很辛苦 因此 他便将她留下 暂时代替小娜 做了她的助理 没什么 我只是想好心地提醒你 他只有高中学历 我们这一行 他根本没有接触过 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如果在工作中搞砸了事情 你可一定要多担待 说完 他又亲身上前 假装好心地提醒 可千万别像我 一着急就冲他发火 这要是让陆总知道了 可能会影响了你们之间的夫妻关系 他的话音刚落 身后就传来一声清冷的声音 没想到宇盟这么关心我和小蝶啊 陆承煦静止走向他们 一伸手 就将墨小蝶拉到了怀中 累不累 他宠溺地揉了揉他的头发 你怎么上来了 想你了 所以想快一点见到你 两个人就这样公然地 在石宇盟面前 嗅起了恩爱 石宇盟盯着陆承煦 搂住墨小蝶腰间的手 眼睛里像是脆了毒一般 散发着幽蓝的光 半天 陆承煦像是才想起了石宇盟 拧没问到 刚当你们在讨论什么 只是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而已 墨小蝶挽住他的胳膊倾笑 不是工作 石总监只是提醒 我要好好照顾你老同学的妹妹而已 第146章 他们是你的亲弟弟 老同学的妹妹 陆承煦有些疑惑地拧眉 似乎早已经忘记了梅若宇这个人 就是上次我们在商场遇到的那个女孩 小娜受伤了 我让她暂时代替小娜做我的助理 墨小蝶耐心地解释 哦 原来是她 只要你高兴 怎么都行 说着 陆承煦语气温柔地 替她将耳边有些凌乱的头发整理好 呃不 想吃什么 她又低声问 有点 你不能吃辛辣油腻的 我们去吃点清淡的怎么样 好 一切都听老婆的 陆承煦搂着墨小蝶 没有再看石雨萌一眼 直接走向电梯 石雨萌看着她温柔 宠溺的眼神 双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 墨小蝶 你等着 总有一天 她也会这样对我笑 对我温柔地说话的 坐上电梯之后 墨小蝶突然想起了 石雨萌刚刚充满暗示的话音 梅若秋 难道真的曾经和陆承煦 有过一段感情吗 想到这里 她突然自嘲地摇了摇头 青春年少的时候 谁没有过懵懂暗恋的经历 即便梅若秋当年 真的和陆承煦有过一段感情 那又如何 陆承煦现在爱的人 是她墨小蝶 她何必要在意过去 别说是陆承煦了 就是她 在高中时代 也曾经暗恋过他们的学生会会长刘宇呢 刘宇比她大三岁 长得高大帅气 和她同村从小一起长大 只不过 后来上了大学 各奔东西 就一直没有再联系了 陆承煦看她不说话 一会摇头 一会微笑 直接将她抵在了电梯的墙壁上 老婆 你不爱我了 墨小蝶不明白 这个男人 为什么突然一脸委屈 看她有些呆萌的样子 陆承煦忍不住低头吻了她一下 我想你 特意来找你吃饭 可是你却在电梯里发呆 都不理我 嗯 我在想事情 想什么 我在想高中时期的学长 墨小蝶一脸调皮的笑意 果然 陆承煦的脸立刻冷了下来 学长 口气中也是满满的醋味 墨小蝶赶紧抱住她撒娇 老公 逗你玩的 吃醋了 陆承煦很诚实地点了点头 是的 吃醋了 电梯到了一楼 墨小蝶他们两个人 刚走出电梯 就接到了李明成的电话 小蝶 陆承煦在你那吗 在 有什么事 我已经查到了 龙威举行记者会 澄清事实的真相 在德比圣餐厅等你们 快过来 说完 他看了一眼 正一脸认真吃着披萨的墨子仲 待会儿你爸爸妈妈来了 你自己解释 为什么要解释 我又没有做错事 明明是你们这些大人太没用了 墨子仲白了他一眼 继续吃披萨 李明成耐着性子说道 大宝 你说得对 我们大人呢 有时候是没你聪明 可是 你做事情之前 是不是要和我们商量一下 是你们一直认为我只是个小孩子 先不和我商量的 墨子仲一句话对得李明成 半天没有缓过来好吧 你爸爸妈妈过来了 你和他们解释吧 总之 大宝 你记住 这次你已经惹毛了龙千龙百 那两个小祖宗 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们再敢对付我们 我下一次会直接摧毁 他们龙威的网络 看他们还敢不敢了 墨子仲根本没有将龙威集团 放在眼里 李明成赞赏地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好 出生牛犊 李叔叔佩服你 既然陆成旭不告诉墨子仲实话 那么就让他们三兄弟去斗吧 想到陆成旭一脸头疼的模样 李明成就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二十分钟后 陆成旭和墨小蝶推门走了进来 大宝 你怎么在这儿 看到儿子夫妻二人都是一愣 你不是应该在幼儿园吗 墨小蝶在儿子旁边坐下 有些不解 李明成看了一眼陆成旭 今天你请客 我要吃这里最贵的套餐 好 你随便点 我买单 今天的事还要谢谢你呢 陆成旭很大方的回答 今天的事确实多亏了李明成帮忙 否则面对那些跟着父亲一路走来的老顽固们 说不定现在他已经被逼着辞职了 听你陆氏总裁说一句谢谢 还真是难得 不过 这个功劳我可不敢当 你还是要好好谢谢小蝶 李明成扁了扁嘴 指着墨小蝶说道 谢我 墨小蝶一头雾水 是啊 谢谢你给他生了大宝这样优秀和聪明的儿子 如果不是他利用黑客技术 攻击了龙威集团的网站 你以为龙百和龙千那两个小子 会那么容易让林峰出来澄清真相 夫妻二人齐刷刷地看向正在吃批萨的墨子仲 大宝 是你 墨子仲勇敢地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 小脑袋点了点 先发致人不满地开口 爸爸妈妈 你们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 为什么要瞒着我 这 夫妻二人一时语色 不知该怎么回答儿子的问题了 半天 墨小蝶才摸了摸墨子仲的头 大宝 不是爸爸妈妈不告诉你 是因为你还小 缺乏判断能力 我们不希望你过早地接触这些复杂的东西 墨子仲突然站起来身 像是一个小小的男子汉一般 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已经要上小学了 不再是小孩子了 妈咪 我想要保护你 他们竟然那样污蔑你 我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了 听了儿子的话 墨小蝶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他伸手将墨子仲抱在怀里 妈咪知道 大宝最懂事了 妈咪答应你 以后有什么事情都不再瞒着你了 不过 大宝也要答应妈咪 做什么事情之前 一定要先和爸爸妈妈商量 好不好 好 我们一言为定 墨子仲伸出小手 要和墨小蝶拉钩 好 一言为定墨小蝶伸出手指 勾住了墨子仲的小拇指 陆成旭赞赏地看了儿子一眼 心里有些骄傲 不愧是他陆成旭的儿子 小小年纪竟然如此冷静 果敢 聪明 既然小蝶已经答应了 不再瞒着儿子 那么龙柏和龙千的真实身份 也应该告诉子仲了 想到此处 他拉住了儿子的手 大宝 你这次做得非常棒 帮助爸爸妈妈 解决了很多的难题 爸爸为你感到骄傲 不过 现在爸爸要告诉你一件事 龙柏和龙千 其实是你的亲弟弟 第147章 车牌是陆二少的 什么 墨子仲忍不住尖叫起来 墨小蝶点头看着儿子 你爸爸说得很对 他们确实是你的亲弟弟 他们既然是我的亲弟弟 为什么还要这样污蔑妈咪 惊讶之后 墨子仲有些不能理解 陆成旭叹了口气 这个说来话长 他们对我和你妈妈有误会 一直在恨我们 恨你们 为什么啊 他们以为是因为他们早产 生病了 所以才被亲生父母抛弃的 因此一直在恨我们 陆成旭的声音里 有些无奈和心酸 墨子仲的小脸沉默了下来 坐在桌前不再说话 大宝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了 墨小蝶害怕儿子 一时间接受不了 一脸关心地问 墨子仲摇了摇头 语气有些自责 妈咪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恐怕经过了这件事 弟弟他们会更恨我们的 墨小蝶搂住他 没关系 爸爸妈妈没有要责怪你 今天如果不是你 我们可能到现在还没有想出办法 来解决照片的事情了 对 这次 爸爸妈妈还要感谢你呢 陆成旭接着说道 你们不怪我莽撞 惹恼了弟弟们 不会 爸爸妈妈以后会找机会 和他们解释的 子仲 你很棒 别想太多了 爸爸为你感到骄傲 陆成旭伸手摸了墨儿子的头 鼓励他 吃过饭之后 陆成旭和墨小蝶 先将墨子仲送到幼儿园 然后才回到星月家庄 老婆 我晚上可能回来都会晚一点 你别等我了 墨小蝶准备推门下车时 陆成旭吻了他一下说道 公司里还有事情 嗯 虽然照片的事情解决了 但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好 挤得吃晚饭 看着墨小蝶走进星月家庄的大门之后 陆成旭拨通了李明成的电话 你在哪 二手车交易中心 你什么时候过来 半个小时后到 说完 他命令司机老马 调转车头 直接开向二手车交易中心 昨天晚上从子仲哪里查出幕后那个女人的车牌之后 他就拜托李明成去查 刚刚李明成的属下传来消息 说是那辆车在二手市场挂牌交易 看到对方已经感觉到有人在深究这件事了 所以想要将车子处理掉半个小时后 陆成旭来到二手车交易中心 就是这辆车 李明成指着眼前看起来 几乎是八成星的黑色保时捷 我已经联系了工作人员 说是看上了这辆车 车主马上就来 不过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什么意思 陆成旭皱眉 这辆车的车主是陆二少 陈宇 果然陆成旭一脸惊讶 李明成有些同情地点了点头 也许 那天那个人真的就是红威 是你弟弟因为叶兰西想要害死小蝶 这根本不可能 陆成旭依然不愿相信 可是 他的话音刚落 就看到了陆成旭的助理穆森走了进来 穆森看到他很惊讶 陆总 你怎么在这儿 这辆车是陈宇的 他指着眼前黑色的轿车冰冷的质问 穆森吓了一跳 是的 是二少三个月前买的 为什么要出手 这 这个二少没有说 我也不知道 他现在在哪 陆成旭的眼眸里有一堂火焰 似乎随时都会喷涌而出 刚 刚参加完一个宴会 有些累 红威送他回去了 看着陆成旭满脸的怒火 穆森吓得后退了好几步 星月传媒附近的那套公寓 是 陆成旭没有再说话 而是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李明成犹豫了片刻 想要跟上去 但是却忍住了 别人的家事 他还是少掺和为好 陆成旭命令老马 一路加速直奔陆成旭 在星月传媒附近的公寓 老马还从未见总裁 如此生气过 一路上 什么也不敢问 二十分钟后 他们就来到了 星月传媒附近的高档公寓里 陆成旭坐上电梯 来到门口 深吸了一口气 才用力敲门 半天 里面才传来陆成旭 有些微醉的声音 谁啊 陆成旭冷冷地回答 是我 很快 门开了 是红威开的门 他像是刚刚洗过澡 只裹了一条浴巾 陆二少正在客厅 慌乱地穿衣服 从地上和沙发上的痕迹 可以看出 他和红威 刚刚应该在客厅很疯狂 哥 你怎么来了 陆成旭没有说话 灵略的眼神 扫了一眼红威 红威赶紧低着头 跑进了卧室 你打算和他结婚 陆成旭看了一眼 红威的背影 觉得和监控视频里的女人很像 陆成旭满不在乎地 在沙发上坐下 用脚踢了踢地上的卫生纸 是老妈叫你来的 不是 这辆车是你的吧 陆成旭将手里的资料扔了过去 陆成旭看了一眼 点头 是我的 怎么了 才买了三个月 为什么要出手 哥 你什么时候也这么爱管闲事了 不喜欢了呗 他不以为然的态度 一下子激怒了陆成旭 陆成旭直接上前 抓着他的衣领 直接将他拎了起来 陈宇 你太让我失望了 叶兰西一家人虐待小蝶 拐卖了我的九个孩子 我没有将他交给警察 没有对他赶尽杀绝 是因为我还顾念你我之间的兄弟情谊 可是你 却为了那样的一个女人 想要制造车祸 害死小蝶 你太混蛋了 说着 陆成旭一拳就打在了他的脸上 陆成旭的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 陆成旭不解气 还要再打 陆成旭却用力挣脱他的前置 哥 你疯了吗 我可是你的亲弟弟 陆成旭躲在沙发后面 一脸委屈地叫嚣 我没有你这样的地点 陆成旭越过沙发 还要再去打他 他却飞快地躲到了另一边 你打我也行 可是总要把话说明白 为什么要打我 墨小蝶车祸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到现在还不肯承认吗 你让红威去买通金华像的小混混 故意在峰岭路口撞上小蝶的车 如果那天开车的是小蝶 恐怕现在满身骨折躺在床上的 就是他了 陆成旭气得脸色发白 用手指着弟弟 满脸恨铁不成钢的失望 红威买通小混混 害墨小蝶 哥 你在说梦话吗 陆二少一脸猛 证据确凿 你还要狡辩吗 证据 什么证据 你要是能拿出证据 我立刻去给墨小蝶磕头道歉 陆二少一脸坚定 大声嚷道 他倒要看看 谁这么大胆子 竟然敢栽赃陷害到他的头上 第148章 不是红威 陆成旭抿着嘴 瞪着他 半天才冷冷地说道 打开电视 打开电视干什么 陆二少虽然不解 可还是听话地走过去 他用手机将昨天晚上下载的监控视频 投屏到电视上面 那些小混混说 是一个叫红威的女人 给了他们50万 让他们故意针对小蝶 刻意制造一场车祸 你看看 上面的人是不是红威 陆二少瞪着眼睛认真地看了半天 回头有些苦恼地看着哥哥 从身材和动作上看 确实有点像 但是看不到脸 无法确定 陆成旭将黑色轿车的车牌号放大 这就是你要卖掉的那辆车吧 为什么要卖掉 看着监控视频里突然放大的车牌号 陆二少突然震惊地后退了好几步 红威 你给我滚出来 他愤怒地脸上 轻筋突起 红威已经穿好衣服 听到陆二少恼怒的声音 赶紧从卧室走了出来 二少 有什么事 陆二少死死地盯着他 你为什么非要换车 真的只是因为 那辆车是叶兰西开过的吗 红威一头雾水地点了点头 三天前 叶兰西在路上堵住他 故意嘲笑他 说他的男人 车子 房子都是他叶兰西用剩下的 不稀罕的 还嘲笑他 陪着陆二少睡了这么久 连一辆车都没有混来 开的车还是当初陆二少 买给他叶兰西的 是他不要的回去之后 他很生气 所以就在两个人 最尽兴的时候 提出了换车的要求 没想到陆二少很爽快的 当时就答应了 可是 今天看他的表情 是想要反悔吗 陆二少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咬牙说道 红威 我以为你和叶兰西不一样 你爱钱 虚荣 但是很直接 不会装 不会耍心机 没想到 我错看了你 说 谁让你这么做的 他的手用尽了力气 像是一把铁钳一般 抓得红威生腾 二少 你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还不肯说 你自己看 说着 陆二少一用力 就将他推倒在地上 接着 他指着电视上的监控视频幕后 红威眼中含泪 抬头看了一遍视频 立刻从地上爬了起来 不 这不是我 那女人根本就不是我 不是你 我记得7月4号晚上 你说有事情 一直到半夜才回来 陆二少直直地盯着他 想要一眼 将他看穿 我 我那天晚上 红威支支吾吾 不肯说 陆二少冷笑了一声 编不出理由了是吧 哥 你打电话报警吧 让警察来问清楚 他的语气很决绝 没有一丝要庇护他的意思 陆陈旭拿出手机 正准备拨号 红威却突然扑过去哀求 别 别报警 我说 如果警察来了 即便事情不是他做的 他的名声也必定受损 新月传媒内 眼红他的 等着给他穿小鞋的 看他笑话的人多着呢 那就说吧 为什么要害小蝶陆陈旭推开他 从桌子上拿出纸巾擦了擦手 我没有要害兰总监 7月4号晚上 我 我去 去陪我男朋友了 红威看了一眼陆二少 闭着眼睛 一脸悲痛地说道 是的 他其实是有男朋友的 只不过男朋友 是一名普通的外卖骑手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只是普通家庭出身的他们 想要在羽城立足 真的是太难了 红威大学毕业之后 因为身材 容貌声音都非常好 因此一直在酒吧住场 后来 同事鼓励他去参加 新月传媒的选秀活动 他幸运地脱颖而出 更幸运地得到了陆二少的赏识 可是 新月传媒内部勾心斗角 暗流涌动 没有强有力的靠山 他根本无法出头 因此 他瞒着男朋友 开始接近陆二少 他给自己定了时间 只要一年 等他存够了钱 在羽城全款 买了房子 安定之后 就和男朋友结婚 然后告别歌坛 去开一个艺术辅导班 过平平淡淡的生活 只是他没想到 才几个月而已 就被发现了 男朋友 陆陈旭拧眉 不自觉地看了一眼弟弟 陆二少 则一脸震惊 你 你有男朋友 是 我们从高中开始 一直谈了快八年了 红威的眼泪流了出来 那你 我 陆二少用力地抓了 抓自己的头发 有些难以接受 这样的事实 打电话让你男朋友过来 我要证实一下 你说的话 陆陈旭冷冷地开口 红威立刻跪在了地上 痛哭流涕地哀求 不要 陆总 我求你了 不要打电话 他要是知道了 会和我分手的 陆二少此时已经处于 暴躁崩溃的边缘 他一把拉起红威 你有男朋友了 为什么还要接近我 红威看着他 满脸悲凉 二少 你们一出生就含着金汤池 从小什么都不缺 是无法体会我们这些 普通人的悲哀的 我们想要在宇城 买房站住脚 还要赡养家里的老人 将来还要养孩子 仅仅依靠那点工资 根本是不可能的 你或许不知道 如果不依靠你 我这种出生 在新月传媒内 根本就站不住脚 陆二少被他脸上的表情给惊叨 松开手 整个人无力地瘫倒在沙发上 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我需要证据 陆陈旭却丝毫不为所动 声音依旧冰冷坚定 红威想了想 突然翻出手机 递给了陆陈旭 7月4日晚上10点多 我和男朋友 在西区的一家大排档吃烧烤 我手机上有支付记录 陆总可以看一下 陆陈旭借过他的手机 翻看了一下 果然 7月4日10点多 有一条大排档的扫描支付记录 既然不是红威 那会是谁呢 他的眉头越皱越深 红威却像是想起了什么 突然开口 会不会是叶兰西 那辆车是二少买给他的 他应该有备用钥匙 我那天去见男朋友 没敢开车 叶兰西 陆二少一愣 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他走的时候 可曾将备用钥匙还给了你 陆陈旭问 陆二少摇了摇头 他只给了我一把钥匙 说另外一把钥匙丢了 叶兰西住在哪儿你知道吗 陆二少深吸了一口气 我只知道 他曾经在宇城买过一套房 不过具体位置却不清楚 陆陈旭没有在说什么 看了红威一眼 然后无奈地拍了拍弟弟的肩膀 陈宇 你也不小了 该懂事了 说完 他摇了摇头走了出去 第149章 遇见叶兰西 陆陈旭看着被哥哥关上的大门 有些泄气地坐在沙发上 看着红威好半天才开口 你走吧 红威抬头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起身小心地问 二少 那我们 除了在公司 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说完 他起身走到卧室 拿出一张银行卡地给红威 这里面的钱 你拿去和你男朋友 买一套小房子吧 也算是我对你的补偿 这件事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他叹了口气 看向窗外 夕阳的余晖 红威将整个小区的建筑 都染成了红色 小区下面的柳树上 知了正迎风鸣叫 哥哥说得对 他是该懂事了 红威拿着银行卡 正正地看了他半天 咬着嘴唇 转身开门走了出去 门被关上那一刻 陆二少忽然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窗外知了的叫声时高时低 却丝毫没有要停歇的意思 他突然觉得心里烦躁 转身拿起车钥匙走了出去 七月的雨晨 到了晚上 风中有些许清凉 他漫无目的地开着车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城中的白水河畔 白水河南北横川雨城 将雨城分为东西两个区域 白水河畔沿河修建了许多 宫市民休息 健身的冰河公园 七月 风中隐隐带着花香 陆辰宇将车子停靠在路边 自己一个人坐在河堤上看风景 路灯渐渐亮了起来 昏黄的路灯下 不时有人从他身边走过 有紧密搂在一起的情侣 有相互扶持的中老年夫妇 还有拉着孩子的一家三口 他整个人突然有些迷茫了 开始审视自己之前的生活 突然 不远处的一处烧烤摊前 一对男女的争吵声 吸引了他的目光 那个女生穿着一件白色短袖体恤 蓝色牛仔裤 扎了一个马尾 充满了青春的朝气 我们别在这里 吵架好不好 女生哀求着 拉住一个穿着蓝衬衫的男人 刘子夏 你妈是什么意思 说好的首付一家一半 你们家只给这十万是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道 我爸妈为了那套房子 已经掏空了所有积蓄 吵架的人 正是新月家庄第二期 免费装修的业主 刘子夏和杨海川 我爸爸前几天骑电动车 不小心摔断了腿 现在正在医院 明天就要动手术了 是我让他们 留下一部分钱看病的 你眼里就只有你父母 根本没有我们的小家 杨海川愤怒地指责 你 杨海川刘子夏深吸了一口气 拉着杨海川 离开了烧烤摊 走到附近的一处花荫下 杨海川 二十万是你父母全部的积蓄 也同样是我父母的全部积蓄 我爸妈都五十多岁了 却离乡背景地来宇城打工 供我上学 出钱买房 现在他的腿摔伤了 我让他们留些钱治病 有什么错 杨海川愣了一下 大概没想到 一向温柔顺从的刘子夏 会突然顶撞他 那你爸爸的腿好了之后 还能工作吗 他问 不知道 不过我打算 让他和我妈 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他们辛苦了一辈子了 也该休息了 刘子夏的声音 很轻柔 很好听 伤感中带着无奈 能够直透人心 陆成渝忍不住 又看了他几眼 昏黄的灯光下 女孩的脸清秀 文静 略带忧愁 美丽的像一朵雨中的兰花 这个女孩 如果好好包装一下 凭他的声音和外形 应该能够一举走红 他们出院之后 直接回你们老家吗 不回去 他们就只有我这一个女儿 我会让他们 一直留着宇城了 留在宇城 他们不工作 房租谁出 杨海川抬高了声音 我用我的工资 给他们付房租 刘子夏 你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 我们还要还房贷 还要养孩子 你父母不上班 干嘛不回老家 杨海川愤怒地 用手指着刘子夏 我爸的腿一声说 即便是手术了 也要好好休息一阵子 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 我当然要给他们养老了 刘子夏后退了一步 似乎有些不能理解 男朋友的愤怒 看来 我妈说的没错 你们家就是一个无底洞 杨海川似乎 对自己的女友很失望 杨海川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还没有结婚 你妈突然取消了彩礼 我什么也没有说 你们家怎么能这样欺负人 刘子夏委屈地哭了起来 彩礼 你都怀孕了 还要什么彩礼 杨海川不以为然地说道 你 这话是不是你妈说的 刘子夏终于忍不住 用手指着杨海川吼了起来 是啊 是我妈说的 刘子夏 你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除了我 谁还会要你 我妈这样做 也是为了我们的小家 说着 杨海川有些得意 上前搂住了刘子夏的腰 刘子夏愤怒地推开她 用力甩了她一巴掌 杨海川 你混蛋 杨海川恼羞成怒 用力推了刘子夏一把 刘子夏 你竟然敢打我 刘子夏后退了几步 摔在了地上 捂着肚子 痛苦地皱起了眉头 杨海川冷冷地看着她 刘子夏 别演戏了 她的话音刚落 就被陆晨宇一拳打倒在地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她都流血了 陆晨宇虽然穿着背心短裤 可是与生俱来的气势 立刻震住了杨海川 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地上的刘子夏 邪已经染红了她身下的地面 子夏 她走过去赶紧抱起她 有些慌张地跑到大路上 试图拦车 可是半天 出租车司机一看这种情况 没有一个人愿意停车的 陆晨宇开着她限量版的跑车 停到了他们面前 上车 杨海川一眼就看出 眼前这辆车价值不菲 她有些犹豫 再晚一会儿 你女朋友命都没了 陆晨宇冷冷地说道 同样身为男人 她从心底里看不起杨海川 杨海川这才抱着刘子夏 坐进了车里 到医院的时候 刘子夏已经昏迷 孩子没有保住 大人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 陆晨宇无奈地摇了摇头 转身准备离开医院 却一抬头 正巧看到叶兰西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 叶兰西 她快步走了过去 叶兰西正拿着手中的化验单发呆 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 猛地抬头 看到陆晨宇 突然慌张地向外面跑去 第150章 生下孩子就去自首 陆晨宇跟着她跑了出去 在医院的院子里 终于将她拦住叶兰西 你跑什么 陆晨宇怒不可遏地盯着她 叶兰西看到陆 已经被她堵住 凄惨地笑了一声 二少这个时间来医院妇产科 难道是红薇也怀孕了 说着她不着痕迹地 将手中的报告单 塞进了夸包内 你这么晚了 来医院做什么 陆晨宇拧眉 看了一眼她的动作 并没有多想 没什么 过来拿产检报告单而已 你还是决定要留下孩子 陆晨宇迟疑了一下问 这个已经和陆二少没有关系了 你放心 孩子生下来之后 我会自己抚养 不劳二少费心 说完 叶兰西转身准备 从另外一条路离开医院 陆晨宇上前拉住了她的胳膊 为什么要冒充红薇 去买通小混混 暗害莫小蝶 叶兰西的眼神中 划过一丝慌乱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我哥已经查了那天晚上的监控 通过车牌号找到了红薇 可是红薇那天晚上 根本没有去过金华像 那辆车是我买给你的 你走的时候 并没将备用钥匙还给我 叶兰西此时已经恢复了镇定 眼神悲痛 备用钥匙早就丢了 我走的时候 已经和你说过了 怎么 现在为了替你的新欢脱罪 你要陷害我吗 叶兰西 你别装算了 到底是谁想要莫小蝶死 你我心知肚明 当年 是你先卖了她的孩子 我哥只是将你赶出路甲 并没有追究你 犯卖儿童的罪责 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没想到你如此狠毒 竟然想要利用从车祸 害死莫小蝶 我真的是错看你了 陷晨宇一脸心痛 叶兰西看着她 突然冷笑了好几声 格外开恩 那我是不是要磕头 感谢他们夫妻俩呀 我努力了这么多年 就因为她莫小蝶几句话 就被你们解了约 逼得无路可走 我不好过 她莫小蝶凭什么 能够过得那么好 我不甘心 我就是要让她死 你这是承认了 看到她如此痛快的 就承认了 陷晨宇感到有些意外 是啊 我承认了 那天就是我假扮成红威 去金华巷买通的小混混 怎么样 反正凭着你大哥的手段 她早晚都会查到的 还不如 你现在就回去告诉她 让她把我抓起来 然后 将我送到监狱里 让你的孩子 在监狱里出生 让他们 从出生 就被人瞧不起 叶兰西像是突然崩溃一般 笑得有些猙獰 笑着 笑着 突然又哭了起来 你看着叶兰西猙獰的面孔 陷晨宇突然犹豫了 如果她肚子里的孩子 真的是自己的 将她交给警察 自己的孩子 就真的如她所言 要在监狱里出生了 而且一出生 就会因为 有一个杀人犯母亲 而被歧视 怎么 二少不敢了吗 叶兰西收起眼泪 冷冷地反问 等孩子生下来 我希望你 主动去警察局自首 孩子如果是我的 我不会放弃的 说完 她又看了一眼叶兰西 昏黄的灯光下 她显得有些憔悴 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我请个人去照顾你 还有银行卡号 我给你转一些钱 你好好待在家里养胎 叶兰西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眼泪流了出来 故作倔强地仰起头 不用二少可怜我 我自己一个人 也可以照顾好孩子的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做过的事 我不后悔 等孩子生下来 我会去自首的 果然 她的话让陆陈宇觉得 心里有些难过 你何必如此呢 叶兰西趁机一脸深情地望着她 陈宇 我是真的爱你 即便你不是陆氏集团的二少爷 我也一样爱你 我不是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说到这里 她低下头 一副痛心悔恨的模样 当年是我太年轻 才会听信了村里人的话 将墨小蝶的孩子 卖给人贩子 这些年 我一直备受良心的折磨 在陆家时 我曾下跪向她祈求 曾心甘情愿地被她打 让她出气 我掏空了积蓄 一直在帮她打听为一的消息 帮她找孩子 可是没想到 最后她还是狠心绝情地 将我赶出了陆家 我气不过 冲动之下做了错事 你放心 等孩子生下来 我一定会去自首的 说完 她擦了擦眼泪 转身准备离去 看着她轻瘦的背影 陆陈宇突然有些不忍心 追了上前 这么晚了 我送你回去 叶兰西嘴角勾起一抹 不易察觉地笑 她就知道 陆陈宇一定会上钩的 刚刚她已经打听过了 红薇已经彻底搬离了 陆陈宇的公寓 虽然这一次 没能够弄死墨小蝶 但是赶走了红薇 还让陆陈宇 对自己产生了怜悯之情 收获也不错 陆陈旭从弟弟那里出来 直接给李明成打了电话 让她查找叶兰西的住址 叶兰西 这个女人 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放心 明天一定给你答复 电话里头 李明成拍胸膛保证 嗯 辛苦了 感动小蝶 她是绝对不会 再轻易放过那个女人了 回到家中 已经接近晚上七点 爸爸 爸爸 刚一进门 三个女儿 就冲上来抱住了她的腿 软弱的声音 驱散了她心里所有的疲惫 她弯腰用力一把 将三个小宝贝都抱了起来 爸爸的力气好大呀 爸爸是个大力士 然然和默默 在她的怀里欢呼起来 嘟嘟抱着她的脖子 也着急地说道 爸爸 力气大 莫小蝶和李嫂 从厨房出来 笑着说道 你们三个快下来 爸爸累了一天了 让她好好休息一会儿 听了妈妈的话 三个小家伙赶紧要求陆陈旭 将他们放下来爸爸 快坐下休息一会儿 然然赶紧拉着她 坐在沙发上 杜杜则赶快跑过去 帮她把拖鞋拿了过来 默默看着忙碌的姐姐和妹妹 赶紧给她倒了杯茶 爸爸 喝茶 然然爬到沙发上 抡起小拳头 在她的肩膀上捶了几下 爸爸 我来给你捶捶呗 杜杜坐在一旁 学着然然的模样 在她的腿上也捶了起来 爸爸 捶腿 陆陈旭像得大佬一般 被三个女儿伺候着 陆母和陆老夫人有些犯酸 哎 还是生女儿好啊 女儿是爸爸妈妈的贴心小棉袄 陆陈旭 你小子赶紧给我做好 别在这里故意气 我们这两个没有女儿的人了 第151章 凭什么放过她 陆陈旭看了一眼 自己的老妈和奶奶 勤着笑将嘟嘟抱了起来 一脸的嘚瑟 妈 这也没有办法 要不你和我爸再追胜一个 陆母走过来 在她的肩膀上拍了一巴掌 臭小子 说什么呢 然然在沙发上站起来 搂住陆母的脖子 甜甜的撒娇 奶奶 然然最喜欢你了 我帮你也吹吹呗 说着抡起小拳头 在陆母的背上轻垂了几下 陆母满心欢喜地将她抱了起来 轻了轻她胖乎乎的脸颊 我的宝贝孙女 奶奶也最喜欢你们了 默默则起身跑到陆老夫人身后 在她的肩膀上 像模像样地捏了捏 太奶奶 我帮你捏捏肩 好不好 陆老夫人开心地笑了起来 好好 你们三个都是好孩子 一直静默地坐在一旁 看电视的莫子仲 突然抬头看向陆老夫人 太奶奶 我不是好孩子吗 陆老夫人愣了一下 随即又笑了起来 大宝 你这是吃醋了吗 过来 让太奶奶抱抱 你也是个好孩子 莫子仲有些抗拒地往后撤了撤 太奶奶 我已经是大孩子了 不用大人抱了 你还是抱妹妹们吧 陆老夫人似乎是故意想要逗她 起身走过去 张开双臂 非要抱她 莫子仲赶紧起身躲到一旁 太奶奶 我是个男子汉 你不能随便抱的 太奶奶今天非要抱一抱大宝不可 自从几个孩子回来之后 陆老夫人的心情就变得很好 此时更是充满了童趣 开始和莫子仲玩起了追逐游戏 陆家的客厅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吃过晚饭之后 陆老夫人故意堵住莫子仲 大宝 今天太奶奶帮你洗澡怎么样 妈咪 救命啊 智商超高的黑客小朋友莫子仲 夸张地尖叫着 跑上了楼 陆老夫人则站在楼梯口 开心地大笑起来 太奶奶怎么变得像小朋友一样 故意捉弄哥哥默默 有些不解的问陆陈旭 陆陈旭看了一眼心情大好 满面红光的陆老夫人 嘴角露出一抹幸福的笑意 这些孩子就是一群小天使 让原本冷清的陆家 充满了生活气息 太奶奶是心情好 反老还童了 爸爸 反老还童是什么意思 然然不解的问 反老还童就是 看着三个女儿 一脸好奇的表情 陆陈旭正准备好好的给他们解释呢 客厅的大门突然开了 陆陈宇拉着行李箱 有些狼狈地走了进来 二叔 你回来了 陆陈旭愣了一下 跑了过去 陆陈旭揉了揉陆默默的小脑袋 勉强露出一丝笑容 是啊 这些天 陆默有没有想二叔啊 陆默先是摇了摇头 然后又点了点头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到底有没有想二叔啊 陆陈旭有些看不懂他 想要表达什么 如果二叔一个人回来 我就是想你了 如果你是带着那个坏女人一起回来 陆默就不想你 他口中的坏女人 应该指的就是叶兰西 陆陈旭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放心 叔叔是一个人回来的 那个坏女人以后都不会再来咱们家了 真的 就算他生了小宝宝也不会回来了 默默一脸不确定地问 陆陈旭点了点头 是 就算他生了小宝宝也不会再回来了 说完之后 他看向有些发呆的陆母和陆老夫人 缓缓地走了过去 妈 奶奶 我搬回来住了 以后不会再胡闹了 会好好地帮着个管理公司的 他的态度认真诚恳 目光中充满了悔恨 这样的他 让陆母和陆老夫人有些是意外 陈宇啊 你是不是在外面惹祸了 陆母试探着问 陆陈宇摇了摇头 没有 妈 你放心 我已经都处理好了 只是突然想通了一些事情 觉得自己年纪也不小了 该懂事了 总不能一直让你们大家为我担心 陆母还要说什么 却被陆老夫人拦住 好 想通了就好 家里的大门永远都为你敞开着 可能是陆老夫人的话又触动了陆陈宇 她上前突然抱住了陆老夫人 奶奶 你真好 我好爱你 陆老夫人在她的背上拍了一下 好了 多大的人了 还煽情 快滚到你的三楼去吧 陆陈宇放开陆老夫人 看了一眼站在大哥面前的三个一模一样的小姐妹 眼神里划过一丝羡慕 大哥 我先去三楼收拾一下 等一下有事找你 走到楼梯口 她伸手捏了捏冉然然胖乎乎的小脸蛋 好可爱 然然撅着嘴不客气地推开她的手 二叔 别捏我的脸 虽然是二叔 但是他们根本不太熟好不好 而且 听哥哥说 这个二叔还是个彻彻底底的渣男 他以后要和姐姐离他远一些 晚上九点 陆陈旭将三个宝贝女儿哄睡之后 上三楼敲开了陆陈宇的房门 你找到叶兰西了 他没有废话 直接看门见山地问 陆陈宇赞赏地看了哥哥一眼 什么都瞒不过你 他在哪儿 哥 你找到他之后打算怎么办 陆陈宇给他到了杯茶问 先找人打他一顿 然后送进警察局 谋杀罪加上拐卖儿童罪 大概至少也要判上个十几年吧 陆陈旭抬眼看了弟弟一下 声音冷淡 可是他怀了我的孩子 你确定试管婴儿是你的肿 这陆陈宇犹豫了片刻 点了点头 我确定 哦 你是如何确定的 陆陈旭挑眉又看了弟弟一眼 他前几天给了我一份胎儿的亲子鉴定报告 确实是我的孩子 陆陈宇坐在床上 双手握在一起 垂下了头 你想让我放过他 陆陈旭直接一语语 点破弟弟的小心机 陆陈旭惊喜地抬头 可以吗 陆陈旭冷笑 他想要了小蝶的命 如果是你 你会放过他吗 陆陈旭拉着他的胳膊 哥 他也是一时冲动 他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孩子 我不想看到孩子一出世 就失去妈妈 听了弟弟的话 陆陈旭愤怒地一把推开他 急言吏色道 你不希望你的孩子从小 没有了妈妈 我呢 我的孩子呢 刚一出生就被他卖给了人贩子 杜杜从小遭受虐待 默默在福利院孤单长大到三岁 另外的五个孩子 至今下落不明 生死未卜 我凭什么要放过他 第152章 老婆 你专心点 陆二少大概没有想到 哥哥会如此恼怒 愣了一下 陆陈旭瞪着弟弟接着问道 夜兰心那样的女人 你真的要为了孩子和他结婚吗 陆陈旭摇了摇头 不 我不会和他结婚的 说完 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要求太过分了 低下头小声说道 我 我只是不想自己的孩子出生在监狱里 有一个坐过牢的妈妈 陆陈旭转身不再看他 声音冷然 他要伤害小蝶 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如果 你想替他求情 恕我不能答应 说完 他开门准备出去 陆陈旭突然扑过去 拉住了他的胳膊挨求 哥 我知道他最大恶劫 做的事情不容饶恕 我不再求你放过他了 等孩子生下来 我会让他去自首的 自首 陆陈旭眯起了眼睛 叶兰心会愿意去自首 是的 我已经派了保姆和保安负责监视他 等到他一生下孩子 立刻让他去自首 孩子是无辜的 哥 我求你了 陆陈旭再次挨求 如果他不肯去呢 我会亲自压他去的 哥 你放心 我说到做到 陆陈旭一再保证 将叶兰心的地址给我 陆陈旭盯着弟弟看了半天 才缓缓地开口 哥 你想干什么 陆陈旭后退了一步 有些震惊 他的预产期 还有六个月 对吗 我会找人秘密监视他的 等他生下孩子 立刻会让他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应有的代价 陆陈旭无奈地 做出了最后的让步 陆陈旭是他唯一的弟弟 他不想为了叶兰心这样的女人 伤了兄弟之间的感情 哥 陆陈旭松了口气 是吗 那我现在就去报警抓他 他瞪了弟弟一眼 让叶兰兮在外面生下孩子 已经是他做出的最大让步 但是 那个女人心计深重 如果掉以轻心 指不定他还会耍什么花样 所以 他必须知道他的住址 亲自派人去监视 看到哥哥微怒的眼神 陆陈旭赶紧拿出纸 飞快地写下了叶兰兮的地址 递给了他 这就是他所在的小区 哥 谢谢你 明天 保姆我来安排 你只需将人带过去就行了 其余的别多说 临走时 他又深深地看了弟弟一眼 语气中有一丝警告的味道 好 一切都听歌的 从三楼下来 已经接近晚上十点 孩子们正睡得香甜 他以为莫小蝶也睡着了 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门 正准备去冲洗的时候 床头灯亮了 你回来了 陈旭找你有什么事 莫小蝶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走过去 揉了揉他 有些凌乱的头发 满脸宠蜜 怎么还没睡 是不是我不抱着你 睡不着啊 说着 他伸手揉了揉莫小蝶头 莫小蝶推开他的手 才不是呢 我等你是有事要和你说 一听到他有事要说 他索性也不洗了 直接将他抱在了怀里 什么事 莫小蝶从他的怀里正拖出来 你先去洗洗吧 天热都出汗了 陆承旭一伸手 就将他再次捞到了自己怀里 老婆 你嫌弃我了 陆孝草很受伤 莫小蝶仰起头 盯着他替自己辩解 我哪里嫌弃你了 这大夏天的 让你去个洗个澡怎么了 陆承旭不说话 一直盯着他 莫小蝶的脸 不自觉的有些发烫了 老婆 你说 你孩子都生了 怎么还这么害羞呢 陆承旭故意逗他 我 我虽然生过了孩子 可是却 却只有你一个男人 心里还是很保守的 说着 他的脸更红了 陆承旭心情大好 笑着一把 将他从床上抱了起来 你 你要干什么 莫小蝶有些惊慌 陆承旭脸坏笑 这大夏天的 你应该也出汗了吧 不 不用 我没有出汗 他红红的脸上 有些惊慌失措 可爱中 透露着别样的风情 你出汗了 我都看到你头上的汗珠了 陆承旭静止打开了洗手间的门 四十分钟后 他们才从洗手间出来 躺好了 我帮你吹吹头发 否则湿着头发 睡觉会感冒的 他拿出吹风机 让莫小蝶躺在自己的腿上 开始仔细地 为莫小蝶吹头发 莫小蝶昏昏沉沉中 突然想起了什么 老公 妈说 卢浩泽今日亲自送来了请柬 让我们星期六去参加他爷爷的寿宴 好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陆承旭拿起梳子 帮他将头发又细心地梳了梳 那个 妈说 他那天要和奶奶去庙里还愿 让我们和陈宇去 孩子们去不去 卢浩泽心术不正 孩子们还是不去为好 嗯 好 正好星期六 然然和子忠要回去看大嫂 让杜杜和默默和他们一起去好不好 好 这是 他的头发已经吹干了 莫小蝶疲惫地打了个哈欠 陆承旭心疼地问道 困了 莫小蝶在床上翻了个身 昏昏沉沉地说道 好嘞 老公 我先睡了 陆承旭将吹风机收好 回身看向莫小蝶的时候 他已经睡着了 他宠溺地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 莫小蝶不爽地揉了揉鼻子 又睡着了 第153章 有人阻碍施工 星期三早晨 莫小蝶睡醒的时候已经接近八点 他急忙从床上爬起来 快速地穿好衣服 正在刷牙洗脸时 陆承旭从外面走了进来 老婆 醒了 他精神饱满 心情大好 莫小蝶白了他一眼 揉了揉自己有些发酸的双腿 今晚我和杜杜一起睡 陆承旭一把抱住他的腰 装出一副委屈可怜的表情 老婆 你这是要抛弃我吗 莫小蝶无奈地戳了戳他的额头 快放开我 我要去照顾孩子们吃早餐了 再晚一会儿就迟到了 陆承旭趁机偷清了一下他的唇 孩子们已经洗漱好 正在吃早餐 我已经安排好了 莫小蝶不再那么着急了 回身对着镜子开始简单地化妆 陆承旭坐在他身旁 将胳膊放在梳妆台上 拖着腮 直直地盯着他 他飞快地化完妆 起身瞪了他一眼 看什么呢 陆承旭也跟着起身 再次搂住了他 我的老婆怎么这么漂亮可爱 一点都不像生了九个孩子的妈妈 好了 快走吧 你今天不用上班吗 莫小蝶在他的腰间 轻轻地拧了一下称笑 那你今天晚上 不准去找孩子们睡觉 陆承旭抱着他 不肯放手 莫小蝶白了他一眼 无奈地答应 好 我答应你不行吗 快点放开我 他下楼的时候 孩子们已经吃完了早餐 正准备去上幼儿园呢 妈咪 你今天早上起得有些晚了 上班会不会迟到 莫子仲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 有些为他担忧 陆承旭上前为儿子 整理了一下书包没事 大宝不用担心 你们赶快去上学吧 爸爸待会儿 送妈妈去上班 这个儿子还真是操心啊 吃过早饭之后 上班路上 老婆 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和你说一声 他想了想 觉得还是应该将夜兰希的事情告诉他 什么事 他握住他的手 车祸的幕后之人 我已经查出来了 是夜兰希 夜兰希 又是他 莫小蝶的眼神变得有些凌厉 这个女人还真是阴魂不散 是 我本来可以拿着证据 将她直接送到警察局的 可是 陈宇昨天晚上来求我 说不希望孩子生在监狱内 所以 我答应他 等到孩子出生之后 再将夜兰希送进去 莫小蝶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他想起了七年前 在夜家的情形 夜兰希亲手卖掉了 他的九个孩子 还将虚弱的大宝 何然然扔在了村口的树林中 如今 还有五个孩子下落不明 夜兰希 竟然想要利用车祸害死他 他莫小蝶 从来不是可以任人欺负的 老婆 你如果不同意 我现在就让人 将证据交给警察局 将夜兰希抓获归案 看他半天不说话 陆陈旭以为他生气了 不用了 既然陈宇都求你了 那就等他生下孩子再说吧 他看向车窗外 声音淡淡的 不过 等他生下孩子 我要亲手将他送进去 是的 他要亲眼看着夜兰希 和自己的孩子分离 看着他进监狱 看着他痛不欲生 这样才能抚平他心中的恨意 好 我和你一起亲自看着他进监狱 陆陈旭的话音刚落 莫小蝶就接到了梅若宇的电话 蓝总监 电视台那个节目 施工现场出事了 工长一直催你过去呢 出了什么事 他拧眉问道 虽然星月家庄最近的业务和口碑 走在逐渐上升 可是电视台那个节目 是他们公司主推的项目 关系到整个星月家庄的名誉 和企业形象 第一期的时候 出了张强那样的事情 害得星月家庄的品牌 差点毁了 因此 第二期必须圆满完成 不能再出一点的差错 否则 星月家庄这段时间的努力 就都白费了 好像是有人在工地上闹事 阻止施工 我已经在去的路上了 蓝总监 你快点过来啊 梅若宇那边的声音有些嘈杂 像是在地铁上 好 我马上过去 挂了电话 他看向陆成旭 能送我去幸福小区吗 施工现场出了什么事 陆成旭是一司机老马 在路口处掉头 不知道 听说有人在阻碍施工 他有些担忧 别担心 我陪你去 陆成旭握住了他的手 看他还是有些焦急 又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 语气有些内疚 老婆 跟着我 让你受苦了 从这星期一开始 他和墨小蝶 每天几乎都是从早忙到晚 他此刻真的希望子中快点长大 能够替他抗下这一切 让他可以带着老婆 好好地去度假休息 这次节目 关系到新月家庄的未来 真的不能再出什么差池了 他靠在陆成旭怀里 觉得最近一段时间 事情特别多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幸福小区 刚走到楼梯口 就听到了楼上的吵架声 你这样装修 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 我就是不让你们施工了 怎么了 是一个大妈的声音 对啊 你们悄悄打打的 万一动了承重墙 这整栋楼岂不是都成威房了 我不同意你们装修 一个听起来有些斯文的男人的声音 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按照图纸来的 绝对没有动一点的承重墙 施工过程绝对安全 新月家庄的设计师耐心地解释 你说安全就安全了 我们不信 对 我们不信 你们天天敲墙 我们家的墙皮都震掉了 你们必须停止施工 听声音应该是这栋楼的住户 可是施工前 明明他们已经联系了小区的物业 已经和住户们达成了装修的共识了 为什么这些人会突然变卦呢 墨小蝶皱着眉 准备上楼问清楚情况 蓝总监 蓝总监 身后传来梅若宇的喊声 他和陆成旭回身 看到梅若宇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 急匆匆从小区大门口跑了过来 可能是有些着急 他的脸上的通红 头发也有些凌乱 额头上还有些汗水 蓝总监 总算是赶上了 可是 不知怎的 他喘着气 跑到墨小蝶他们面前时 脚下去突然一划 整个人直接扑到了陆成旭的怀里 第154章 必须停工 这个情况发生得太突然 陆成旭反应过来之后 直接一推 梅若宇整个人就摔在了地上 白色的连衣裙瞬间染上了灰尘 来施工现场 你穿成这样 他冷冷地看着地上狼狈的梅若宇 眼中划过一丝厌恶 对不起 对不起 梅若宇吓坏了 赶紧从地上站起来 低着头一直道歉 他的腿也因为刚刚那一摔 膝盖上碰破了皮 一些血渗了出来 你没事吧 墨小蝶赶紧走过去 关心地问 然后 他回头皱眉 看向陆成旭 若宇也不是故意的 你干嘛推他 陆成旭伸手将他拉到自己身边 不是说要处理问题吗 还不上去 可是 若宇 他回头看了一眼低着头 一脸委屈 勤着眼泪的梅若宇 有些担忧 前面不远处有一间诊所 他那么大的人了 自己会处理的 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是 施工问题 陆成旭拉着他直接上楼 整个过程中 都没有再回头看一眼没落语 虽然 那个女人的假帅装得很高明 很逼真 但是 从他的角度 还是一眼就将他看穿了还有 他今天刻意穿了一件 他姐姐当年最喜欢的连衣裙 分明是故意想要引起他的注意 这个女人 根本没有必要再留在公司了 只是 小蝶似乎对他很同情 这个傻女人 连别人要抢他老公都没看出来 想到这里 他忍不住看着墨小蝶摇了摇头 怎么了 这些人很难对付 他指了指四楼上那些闹事的人 不解地问 陆成旭叹了口气 上去问清楚了才知道 他们一起上了四楼 负责的设计师看到他们 终于看到了救兵 急忙跑了过来 蓝总监 陆总 你们可算来了 那几个邻居 一看大领导来了 直接也围了过来 你是领导 我和你说 你们这个装修必须叫停 这天天砸的 我儿子都没办法睡觉了 大妈撇了撇嘴 很不满意 是啊 乌烟瘴气的 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 一个长相斯文 戴着眼镜的男人说道 敲得我们家大黄这几天 心情非常急躁 我告诉你们 我家大黄可是刚刚当上妈妈 她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绝对饶不了你们 说话的男人抱着一只橘猫 几个人围着他们 超超的厉害 墨小蝶趁机将公头 和负责的设计师叫到了一旁 他们都是邻居 是 那个老太太是楼下的 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是楼上的 抱着猫的那位是对门的 公头指着他们一一介绍 什么时候开始闹的 今天早上 前几天还一直好好的 不知怎变 三家人突然就一起来了 公头很不减 三家人一起 墨小蝶皱了皱眉 是 他回头看了一眼 围着陆陈旭 喋喋不休的三个人 皱眉沉思 开始施工的时候 他们已经征求了 小区物业和邻居 当时这三家人的态度 都还不错 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同时改变了注意 想到这里 他走过去 大声打断了他们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 你们才同意开工 吵闹的三个人愣了一下 抱着橘猫的那个男的 率先开口 一个月后 等我家大黄月子 做完了再说 你们二位呢 他看向另外两个人 我 我们不同意 你们装修 要求停工 大妈顿了一下 掐着腰开口 对 你们这东敲西杂的 太危险了 停工 眼镜男随身附和 看样子 他们是存心想要阻止施工 这里面绝对有问题 墨小蝶笑了笑 尽量让自己的语气舒缓一些 人家小夫妻买了这个房子 是要结婚用的 现在这个情况 不装了 你要人家怎么结婚呢 他指了指一片凌乱的 施工现场 大妈撇了撇嘴 这又不是我们家 我才不管呢 眼镜男指着他 你们不就是想利用 这种小户型 宣传自己的公司吗 现在已经出现了 严重的安全隐患 我要到治检部门 去告你们 墨小蝶深吸了一口气 觉得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直接回头对工头说道 刘工 这里是施工现场 闲人免禁 将这些人都给我赶出去 有什么事我负责 陆陈旭站在墨小蝶身旁 接着说道 语气轻了 好嘞 刘工其实也早就 被他们的虎脚蛮缠弄得头疼了 只是怕惹是上身 一直不敢出手赶人而已 现在大老板都发话了 他再也没有顾忌 可工人两三下 就将人赶了出去 哎呦 打人了 打人了 陆氏的员工打人了 大妈在门口开始撒泼 墨小蝶开门走了出去 看了一眼坐在地上 卖力表演的大妈 半天 她突然给大妈鼓起掌来 阿姨 你的演技真是不错 要不要我推荐你去星月传媒试镜啊 演一个工斗剧里的坏嬷嬷 或者是婆媳剧里的恶婆婆 绝对能够一举走红 大妈没有料到 她这么费劲地表演了半天 竟然会得到对方这样的评价 你 你们工人打了我 你这是什么态度 哦 谁打了你 我怎么没有看到 墨小蝶抬头看了一眼门口的监控问 就是 就是那个穿着蓝衣服的公头 她刚刚打了我的胳膊 我的胳膊 现在好像骨折了 大妈的眼珠子转了转 拖着胳膊一脸痛苦 墨小蝶蹲在她面前 嘴角擒着一抹笑意 阿姨 你应该知道 我们这一期的装修 是和电视台合作的 房间内 包括这走廊 楼梯上都装了摄像头 刘工到底打没打你 一看便知 说到这里 她停顿了一下 口气变得有些凌厉 只是 如果监控显示 刘工是清白的 我可是要告你诬陷的 你 大妈被她脸上的表情给震住 抬头看了看监控 从地上起身 瞪了她一眼 然后灰溜溜地下楼去了 墨小蝶又看向另外的两个男的 指了指楼梯 你们想要去投诉 尽管去 我奉陪到底 两个男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好 你等着 丢下了这句话 然后各自离去 第155章 辞退梅若语 陆成旭从房间里走出来 看了一眼两个人离去的背影 走了 是 我怀疑有人在被地里搞鬼 故意想要阻扰施工 故意 陆成旭的眼睛眯了起来 走 我们到物业了解一下这几家的情况 很快 他们来到小区物业 打听出了这三家人的情况 楼下的那个大妈 丈夫因病去世多年 只有一个儿子 大学毕业之后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谈了三年的女朋友 因为没钱装修房子 也和她分了手 最近一个月 一直在家郁闷啃老 楼上的那个男人 是宇成一家连锁超市的店长 房子是租住的对门那个男人 在宇成有好几套房子 依靠收房租过日子 非常喜欢小动物 在家里养了许多的猫猫狗狗 她口中的大黄 就是一只纯种的秋天犬 前今天刚生了一窝小狗 平日里 这几个人和邻居相处的都还不错 物业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会突然一起阻扰事工 墨小蝶查看了这几天楼梯处的监控 发现昨天晚上八点左右 有一个穿着环卫工人衣服的五十多岁的男人 同时出入了他们三家 在每一家停留的时间 大概都只有十几分钟 这个人是谁 你们认识吗 她问物业主管 物业的人看了半天 点了点头 认识 老流头 附近一个收废品的 平时负责我们这个小区的环卫工作 他住哪 你们知道吗 对面小区后面有一个废旧仓库 老流头就住在那里 怎么 你们怀疑老流头 不可能是他的 他为人很实诚的 物业人员解释 我们没有怀疑他 只是去问一下情况而已 说完 墨小蝶拉着陆陈旭准备去马路对面 刚出小区 就遇到了从药店回来的梅若宇 他腿上的擦伤 已经包扎处理过 蓝总监 你们这是要去哪 他问 陆陈旭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抢在墨小蝶前面开口 你回公司人事处办理一下手续 他们会给你介绍一份 适合你学历的工作 跟着蓝总监 只会浪费你的时间 他的声音冰冷中 不带一丝的感情 梅若宇愣了一下 眼睛里很快蓄满了泪水 蓝总监 我 我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 这个 没 没有啊 他看了一眼陆陈旭 不知道他 为什么会突然辞退梅若宇 但是又不能当着对方 搏了他的面子 是这样的 以你的学历和理解能力 跟着我确实学不到 什么有用的东西 你还年轻 我和陆总商量了一下 给你找了一份更适合的工作 我知道你喜欢做蛋糕 甜点 所以 准备推荐你去米多多甜品店工作 我觉得 那里的工作更适合你 他飞快地在脑海中 想出了合理的解释 米多多甜品店 果然 梅若宇的眼睛中 闪过一丝惊喜 是 你先回公司办理手续吧 明天去距离你家 最近的那家店面试 只要你努力 我想有一天 一定会实现你自己的梦想的 梅若宇欣喜地道谢 然后转身 回公司去了 陆陈旭伸手搂住了他的腰 很自觉地问 老婆 你生气了 莫小蝶瞪了他一眼 为什么要突然辞退他 他其实心底不坏 过得也很不容易 况且 他姐姐你们 他没有再说下去 想到陆陈旭曾经喜欢过别人 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 陆陈旭握住他的手 放在嘴边亲吻了一下 我和他姐姐之间 什么也没有 你别多想 老婆 我这辈子只对你一个人心动过 也只有你一个女人 最后一句话 他是扶在莫小蝶耳边说的 莫小蝶看了一眼 四周来来往往的人 红着脸推开他 大白天的 说什么呢 陆陈旭直接将他搂在怀里 嘴角勾起一抹细血的笑意 再次扶在他耳边低语 老婆 昨天晚上你不是已经知道了 我要是有其他的女人 怎么会那么欲求不满呢 快走了 我们是来解决事情的 莫小蝶觉得脸颊发烫 推开他 直接走向对面 这个男人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不正经了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间 和他讨论那么隐私的事情 他也让人受不了 陆陈旭赶紧跟着他走了过去 很快 他们在小区后面的仓库里 见到了老流头 刚开始 老流头怎么也不承认 一口咬定 是去给他们送卖废品的钱 李大妈他们已经都承认了 你根本不是给他们送卖废品的钱 而是让他们故意去阻扰楼上的施工 要不要我找他们过来和你对质 莫小蝶一脸微笑地炸他 果然 老流头被他骗了 很快说出了实情 昨天下午 他的侄子找到他 给了他一万块钱 让他每一家都送去三千 阻扰施工 剩下的一千块 留给他零花 你侄子是干什么的 陆陈旭皱着没问 果然是有人故意在搞鬼 他 他在龙威集团做保安 我求求你们了 千万别去找他的麻烦 他也只是听从上面的命令而已 老流头哀求 龙威集团 莫小蝶和陆陈旭相视了一眼 龙百和龙千 那两个小子果然不肯善罢甘休 你放心 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也不会去找他的麻烦 大家都不容易 莫小蝶安慰了老流头之后 和陆陈旭一起走了出来 然后 两个人都忍不住叹了口气 老公 怎么办 是你儿子干的 他眨了眨眼 问陆陈旭 还能怎么办 想办法解决呗 又不能明着去找那两个小子 只能见招拆招了 陆陈旭揉了揉太阳穴 有些头疼 儿子太聪明了 确实不是一件好事 老公 你回去吧 这点小事 还难不倒我 莫小蝶歪着头沉思了一会儿 似乎想到了办法 哦 说来听听 陆陈旭有些好奇 既然龙百和龙千在背地里搞鬼 那我们也从背地里下手好了 他们不是每一家都给了三千块钱吗 我们呢 不给钱 从三家人的弱点出手 绝对能够很快扭转局面的 夏季灿烂的阳光 透过树叶星星点点地洒落在他的脸上 他充满笑意的眼神中 闪着迷人的光芒 可爱 却又充满了智慧 陆陈旭忍不住在他的轮头上亲吻了一下 眼中溢满了宠蜜和骄傲 我的老婆 怎么这么聪明呢 第156章 为什么辞退他 大街上 突然被他抱着亲了一下 莫小蝶有些不好意思 红着脸推开了他 你快去上班吧 我自己回去 和白号商量就行了 陆陈旭拉着他的手 直接将他拉到自己的车前 司机老马已经很有眼力劲的 帮他们打开了车门 看来陆总是真的很爱蓝设计师 大庭广众之下 毫无顾忌地搂搂抱抱 轻轻我我 这让当了陆陈旭六年司机的老马 再一次刷新了认知 现在已经快十点了 你不去公司吗 你别以为手机调了静音 我就听不到 刚当你的手机想了好几次 说着 莫小蝶从他的口袋里掏出手机 果然上面显示 有五个位接电话 都是他的助理 小楼打来的 看吧 公司一定有急事 小楼现在估计快疾疯了 莫小蝶举着手机称怪他 陆陈旭从他手里拿过手机 装在口袋里 伸手捏了捏他的鼻子 什么事都瞒不住你 你怎么就这么聪明了 你把我放在路边 赶快回去吧 莫小蝶不想妨碍他的工作 指着路边的公交站牌说道 陆陈旭将他搂在怀里 不用 没什么要紧的事 我先将你送到新月家庄 再回去也不迟 反正顺路 看他一脸坚持 莫小蝶也不好拒绝 只好听他的 回到新月家庄 梅若宇已经在人事部 办好了离职手续 正准备离开 王莉莉冷笑着拦住了他的去路 怎么 这刚巴结上蓝总监 就被他辞退了 梅若宇没有说话 低着头想绕开他 却被他再次拦住 梅若宇 我问你话呢 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蓝总监没有辞退我 是我自己决定辞职的 梅若宇小声说道 自己辞职 是不是蓝总监欺负你了 我就知道 他那样的女人 自以为有些才华 就目中无人 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事的 走 我带你去白总那里评里去 王莉莉不知道是那根悬搭错了 突然转变了态度 拉着梅若宇 要去为他出头 不用 不用 你误会了 梅若宇用力地挣扎 想要解释 王莉莉却根本不听 非要拉着他去白浩的办公室 白浩听到外面的动静 推门走了出来 怎么回事 他皱着眉问 王莉莉将梅若宇推到他面前 仰起头 一副义正言辞 暴打不平的模样 白总 您评评理 若宇的情况 我们大家都了解 家里有困难 而且还是你同学的妹妹 昨天 石总监虽然要辞退他 但是却按照他的能力 给他找好了另外的工作 可是 蓝总监非要装好人 硬是要留下如鱼给他做助理 可是这还没到一天 就将人给赶出了公司 他这是什么意思 不能因为他即将成为陆氏的总裁夫人 就这样欺负人啊 白浩看了王莉莉一眼 又看向梅若宇 是这样吗 梅若宇刚想摇头为墨小蝶辩解 却突然看到 石宇蒙正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看着他 他赶紧低下了头 是 是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的弟弟在外面欠了一大笔的赌债 都是石宇蒙帮着还的 他不能不听话 否则 石宇蒙就会去他家里要钱 王莉莉有些得意 若宇 别怕 实话实话 就算他是总裁夫人 也不能这么仗势欺人 陆氏集团是个有规矩的地方 他的话音刚落 身后就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 是啊 若宇 没关系 实话实说 本来就是我辞退的你 墨小蝶穿着那件淡蓝色连衣裙 缓缓地走到了梅若宇和王莉莉面前 蓝总监 你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梅若宇有些惊讶 是啊 本来是有事情要和白总商量 没想到正好听到有人在向白总告我的状 说着 他斜看了王莉莉一眼 王莉莉挺起胸 蓝总监 我没有告你的状 我只是有些同情若宇而已 是吗 没想到王设计师这么有爱心啊 那时总监骂若宇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去为他求情呢 墨小蝶冷笑 我 那是他做错事了 就应该接受批评 可是 今天他又没有做错事 蓝总监 你为什么要辞退他 你怎么知道 他没有做错事 墨小蝶高声质问 王莉莉愣了一下 强行狡辩 他才跟着你一天 能犯什么错 他有没有犯错 犯了什么错 都轮不到 你一个小小的设计师来过问 墨小蝶冰冷的声音里 透露着威严 然后 他拉着梅若宇 转向众人 诸位也一定很好奇 才过了仅仅一天 我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注意吧 大家都知道 梅若宇只有高中学历 根本没有一点的设计基础 我观察了他一天 他在室内设计这方面 缺乏最基本的理解能力和灵感 他今年才二十岁 家里情况特殊 如果强行将他留在我们公司 不仅不能提高大家的工作效率 而且还白白浪费了他的时间 他喜欢做蛋糕 梦想是成为一名出色的糕点师 开一间属于自己的甜品店 我的一个朋友 恰好在米多多甜品店工作 他们店里 最近正好缺一名甜点师傅 所以 我就将若宇介绍了过去 让他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不觉得我这样做有什么错 莫小蝶解释完之后 办公室里的人开始怯怯私语 我就说 以蓝总监的为人 不会故意为难没若宇的 是啊 蓝总监这是为他的长远 做打算 太难得了 我听说米多多甜品店 高点师傅的工资 和这里差不多呢 是吗 王莉莉分明是在杜继兰总监 你不知道 他进公司的目的 就是想趁机接近陆总 真的吗 原来是这样啊 虽然大家议论的声音都很小 但是办公室就这么大 他们说的每一句 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王莉莉的脸上白一阵 红一阵冲过去气呼呼地嚷道 你们胡说什么呢 我们哪里胡说了 不信你可以将你的手机拿出来 你的屏保就是陆总的背影 有人不甘示弱地站了起来 你们 王莉莉下意识地将手机藏在了身后 不敢了吧 喜欢陆总就和蓝总监光明正大的竞争 背地里搞些小动作 真卑鄙 王莉莉还要吵闹 白昊突然气恼地 拿起附近桌子上的文件夹摔了出去 声音淋漓地吼道 吵什么 现在是上班时间 都工作去 第157章 白昊 你出面解决 所有人都低着头 不敢再说什么 王莉莉紧紧地握着手机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莫小蝶看向梅若宇 回去吧 甜品店的工作更适合你 有什么事 及时和我打电话沟通 不适合如此勾心斗角的办公室工作 谢谢蓝总监 梅若宇一脸感激地对他拘了一躬 转身离去时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石雨蒙的办公室 莫小蝶回头 直接走进了白昊的办公室 白总 我有事情找你伤了 白昊进了房间 随手将门关上笑道 陆总辞退了梅若宇 却让你来背黑锅 你竟然一点都不生气 你怎么知道的 莫小蝶有些惊讶 刚刚陆总已经和我打了电话 说明了情况 其实 陆总在高中时 从未注意过梅若秋 他们之间 只不过是梅若秋单方面的暗恋而已 白昊突然向他解释 白总 你和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又没有吃醋 莫小蝶有些不理解 白昊忍不住笑出了声 你没吃醋 可是有人以为你吃醋了 怕你误会 却又不知该如何向你解释 所以才特意打电话给我 让我向你解释的 是陆晨旭让你和我解释的 莫小蝶突然想起 在幸福小区门口 他确实说到梅若秋时 停顿了一下 没想到 陆晨旭竟然又让白昊和自己解释 他心里顿时划过 一丝暖暖的甜意 白昊看了他一眼 轻叹了口气 作为他的老同学 看到他如今这么爱你 我心里其实很为他感到高兴 你不知道 他过去的日子 实在是过得太苦了 太苦了 为什么 莫小蝶皱眉 以陆家的经济条件 他应该过得衣食无忧才是 怎么可能过苦日子 白昊喝了口茶 又叹了口气 然后将梅若秋的事情 详细地向他讲述了一遍 我们都以为 陈旭他这辈子 都不会有喜欢的人 都不会结婚了 没想到 你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小蝶 他真的很爱你 你要好好珍惜他 莫小蝶慢慢地 在白昊面前的椅子上坐下 愣了半天才开口 原来 他高冷 讨厌女人是因为这个 他突然觉得 陆陈旭很可怜 那时他才17岁而已 别人的过错 却让他承担了痛苦 没家的人还差点打死他 当时他心里该有多自责 多无助 才会让自己 他语气诚恳 小蝶 答应我 不要怀疑他 也不要误会他 好好地去爱他 呵护他 他其实是一个 很缺乏安全感的人 莫小蝶充满感激地 看着白昊 他现在是我孩子的爸爸 我们是一家人 我会好好地去爱他 呵护他的 白昊 他有你这样的朋友 很幸运 谢谢你 白昊被他诚挚的夸赞 搞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挠了挠头 这没什么 我和陈旭从高中到现在 认识已经十几年了 我们是死党 好友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对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 是关于幸福小区装修的事 遇到了一点麻烦 我不好出头 希望你去解决一下 莫小蝶将事情的经过 简单地说了一遍 当然 龙百和龙千的身份 也告诉了白昊 果然 白昊和李明成一样 很不厚道地笑出了声 你是说 你们被亲儿子威胁了 哈哈 陆晨旭然也有今天 莫小蝶瞪了他一眼 你这是什么表情 刚刚还说 你们是死党 关系挺好呢 这么快就变了 不 不是 小蝶 这关系好是关系好 你不知道 陆晨旭那小子 从高三到现在 包括接任陆氏总裁第一年 最艰难的时候 他从来都是运筹帷幄 杀伐决断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威胁他 龙百和龙千那两个小子 还真行 莫小蝶无语地看着他 等他笑够了才开口 白总要是笑够了 我们就解决问题吧 你也不希望 星月家庄第二期的节目 也遭遇意外不是吗 好好 我不笑了 你说说看 有什么办法 白皓强忍住笑意 莫小蝶白了他一眼 陆晨旭这都交的是什么朋友 我打听过了 他们三家各有弱点 楼下的那个大妈 儿子没有工作 结婚装修房子没钱 我们可以根据他儿子的专业 给他儿子介绍一份相应的工作 然后六折帮他装修房子 尽量将费用控制在他的经济范围之内 楼上的那个男的 他只是租户 在一家连锁超市当店长 第一个方案 我们可以找房东 和他解除合同 第二个方案 可以让陆氏的餐厅 至于对门的那个喜欢小动物的男的 可以在宠物医院 给他的秋天犬大黄租一个VIP专属房间 让专业人士照顾他的狗同时 还可以根据他的喜好 送他一些小动物 他的话还未说完 白皓已经忍不住鼓起了掌 陈旭的眼光果然毒辣 一眼就透过外表 看出了你的智慧 你们真不愧是夫妻俩 都是人精啊 莫小蝶不满地皱了皱眉头 白总 你这是在夸我们 还是损我们啊 夸 绝对是夸你们呢 白皓赶紧说道 这夫妻二人 以他的智商可真的惹不起啊 好了 具体的方案我已经和你说过了 我们不便出面 一切就看你了 白总 莫小蝶起身 不想再和白皓讨论下去了 这个你就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了 白皓拍胸膛保证 下午 快下班的时候 他收到了一份奇怪的快递 没有寄件人的任何信息 里面只有一张A4纸 上面打印了一句话 星期六卢家寿宴 有人算计你们 多加小心 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让人摸不着头脑 他跑去问前台 前台说是快递公司送来的 他又打电话给快递公司 对方说 这份快递 是一个扫大街的老大爷 帮别人寄的 对方也没有见到寄件人 儒家的寿宴有问题 难道是儒欣欣在搞鬼吗 第158章 接老婆下班最重要 下班回家 因为上次车祸 他的车基本上已经报废了 李明成听说之后 给他买了一辆新车 只是他今天特别忙 一直没有时间去试车 因此 只好在路边打车 下班高峰期 车子不太好打 他正想着要不要去坐地铁呢 时雨萌 王莉莉和一些设计部的同事 三三两两的 从公司走了出来 哎哟 这不是我们蓝总监吗 这马上就成总裁夫人了 还要打车啊 王莉莉阴阳怪气的说道 小娜开着蓝总监的车出了车祸 蓝总监的车 肯定送去修理了 他不打车 难道你送他 有一个和王莉莉 一起海选进来的设计师 高云云不满的站了出来 高云云 你是不是看蓝总监没有了助理 这么巴结 他想给他当助理啊 王莉莉冷笑 高云云他们两个是同班同学 在学校时 虽然她是细花才女 可是高云云却因为性格活泼开朗 在戏里颇受好评 学校的各种活动中 也处处碾压她 这次星月家庄的海选 要不是她用了一些小手段 说不定第一名就是这个高云云了 因此 王莉莉在工作中 处处针对高云云 这次他们这些新人 都想跟着石雨萌 参与到科技馆的设计当中 一来可以多学一些知识 而来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 王莉莉利用自己的心计 不断地讨好石雨萌 在背地里说高云云的坏话 使得石雨萌在选人的过程中 第一个就将高云云刷了下来 两个人现在是水火不容高云云 不懈地看了王莉莉一眼 你以为我是你啊 抱紧了石总监的腿就不放了 我只是看不惯某些人的行为而已 王莉莉还想再说什么 石雨萌却拉了一下她的衣袖 示意她不要再讲话 蓝总监 蓝总也真是的 他们家那么多车 随便给你一辆开也行啊 现在是下班高峰期 不好打车 不如我送你回去吧 虽然她满脸的笑意 但是话语中却充满了嘲讽 不用了 我去坐地铁 环保 莫小蝶不想和他们再争吵下去 转身准备过马路去地铁站 这怎么能行呢 你这马上就要成为陆氏的总裁夫人了 怎么能坐地铁呢 这要是传出去了 别人还以为 蓝总是被迫娶你的呢 石雨萌快步走过去 拦住了她的去路 王莉莉跟在石雨萌身后嘲笑她 说不定 陆总真的是被逼无奈 才娶她的呢 否则 怎么会连一辆车都舍不得给她买呢 莫小蝶还会说话 陆陈旭的劳斯莱斯就停在了众人面前 她优雅地从车上下来 奇长的身影和夕阳的余晖融合在一起 帅气得像是从画报里走出来的男明星 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不自觉地被她吸引 陆陈旭静止走到莫小蝶面前 一伸手就将她搂在了怀里 解释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讨好的口吻 老婆 刚刚那边有些堵车 来晚了 你不生气吧 莫小蝶满脸笑意地看着她 我还以为你今天会很忙 正准备自己坐地铁回去呢 陆陈旭拉着她走到车前 殷勤地帮她打开车门 工作得是再忙也不急 接老婆下班最重要了 说着 宠溺的抬手帮莫小蝶整理了一下 被风吹乱的秀法 全程 她的目光都在莫小蝶的身上 好像她周围的同事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空气一般 陆陈旭的车子走后 高云运一脸幸灾乐祸地笑出了声 你们看看 陆总对蓝总监是如何体贴入微 关怀备治的 我们人家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满眼满心都只有蓝总监一个人 说着 她故意冲王莉莉做了个鬼脸 有些人还真是有妄想症 妄想着陆总能够看上她 我呸 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 王莉莉气得满脸仗红 刚准备上前和高云运理论 却被石宇蒙一把拉住 别理她 和那种人争论 没有意义 说完 她眼神阴毒地看了一眼陆陈旭远去的车子 莫小蝶 先让你得意几天 以后 总有你哭的时候 车内的莫小蝶忍不住打了喷嚏 怎么了 感冒了吗 陆陈旭递给她一张纸巾 关心地问 没有 就是鼻子有些痒而已 她接过纸巾 擦了擦鼻子 对了 我已经让李明诚给我看好了一辆车子 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去试车 说着 她从包内拿出手机 准备打电话李明诚 陆陈旭皱着眉 按住了她准备打电话的那只手 怎么了 莫小蝶有些不解 你让李明诚给你买车 她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语气也有些冰冷 对啊 我拜托她的 那辆车已经报废了 没有车 我上下班很不方便 莫小蝶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不对的 因为 她是制程公司最大的股东 她认为 让李明诚给自己配一辆车很正常 可是 她却忘了 陆陈旭并不知道这些 果然 陆陈旭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她直接按住她的肩膀 让她和自己对视 与其认真严肃 小蝶 你好像忘了 我才是你的老公 买车 接送你上下班这种事 是我的义务 而不是李明诚那个外人 莫小蝶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 某人吃醋了 她倾笑地挽住她的胳膊 将头放在她的肩膀上撒娇 老公 你吃醋了吗 她的态度 让陆陈旭心情缓和了一些 我不应该吃醋吗 看着她一脸认真吃醋的模样 莫小蝶觉得心里暖暖的 主动亲吻了一下她的脸颊 老公 对不起哦 我想着你很忙 只是不想给你添麻烦而已 是吗 难道不是你 忘记了我才是你老公 陆陈旭捏了捏她的鼻子 脸上总算是有了一些温度 没有 怎么能忘记了呢 你是我最爱我的老公 这辈子都是 莫小蝶再一次撒娇讨好她 这还差不多 我待会打电话给李明诚 让她将车子退了 陆陈旭一脸霸道 为什么 她已经看好了 还给我传了图片 很不错的 莫小蝶很不能理解 她这种直男的想法 因为 你不需要开车 我以后会 每天接送你上下班 就算我有事了 老马也会接送你的 陆陈旭揉了揉她的头 与其温柔中 透露着不可商量的霸道 说完之后 看到莫小蝶还在犹豫 又坏笑着在她耳边低语 如果你不同意 我今天晚上会让你深刻记住 我才是你的老公 一想到昨天晚上的激烈运动 莫小蝶下的赶紧点头 好的 一切都听老公的安排 第159章 李明成 离我老婆远点 看她一脸乖巧的点头 陆陈旭很满意 捏了捏她的脸颊 这样才最可爱 你的意思 是我平时都不可爱了 莫小蝶调皮的眨了眨眼 撅起嘴 有些不满意 你呀 在我心里 永远都是最漂亮 最可爱的 陆陈旭将她搂在怀里 忍不住在她的额头上 亲吻了一下 紧接着 她掏出手机 直接给李明成打了电话 小蝶的那辆车退了吧 她用不着了 口气冷淡 电话那头 李明成愣了一下 有些不解 为什么 我都选好了 她刚刚还给我传简讯 说是下班过来看车呢 因为 我会接送她上下班 她一个人开车 我不放心还有 顺便提醒你一下 她是我老婆 就算是买车 也是我的事情 还有 李总 为了你的名誉 我建议你 还是离小蝶远一些 毕竟她已婚 陆陈旭高冷的声音里 透露着满满的粗味 李明成不满地叫嚷 我很好 没有吃药 莫小蝶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抢过她的手机 李明成 车子先退了 你别理她 她中午吃饭的时候 粗吃多了 然后迅速挂断了电话 还你的手机 她瞪着眼 将手机塞到陆陈旭的手里 陆陈旭小心地看了她一眼 老婆 你生气了 没有 她往旁边坐了坐 看向窗外 故意不理她 陆陈旭跟着她 也往旁边坐了坐 伸手从后面搂住了她的腰 将头放在她的肩膀上 声音里委屈夹杂着抱怨 你和她走得太近 有什么事先想到她 我心里不舒服 这样的陆啸草 让莫小蝶瞬间心软成了棉花 她回头抵住她的额头 老公 是我不好 以后有什么事 一定会第一时间和你商量的 没有 在我心里 老婆你是最好的 说着 她低头稳住了她的唇 司机老马看了后视镜一眼 倒吸了一口冷气 赶紧专心开车 没想到 陆总这棵万年铁树开花之后 竟然如此猛烈 莫小蝶红着脸推开她 声音小得像蚊子 司机还在呢 陆成旭坏笑地扶在她耳边 那我们就回家再继续 讨厌 她轻垂了一下她的胳膊 然后猛地想起了快递的事情 老公 我今天收到了一份 莫名其妙的快递 说着 她从包内拿出了那张纸 陆成旭接过来看了一眼 没有说话 沉默着从公文包内 也拿出一张纸 我今天也收到了同样的快递 莫小蝶看了一眼 陆成旭手里的那张纸上 写的却是 卢家寿宴 有人要算计你 切记要滴水不沾 你查到发件人没有 收到快递我就让小楼去查了 对方说是一个环卫工人 找到环卫工人 他却说是有人给他打电话 东西和钱都放在了指定的位置 他也没有见到对方的真面目 陆成旭叹了口气 这么说 卢家的人很可能到时候 在酒水里做手脚了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莫小蝶歪着头想了想 却一时想不出来 车子在这个时候 已经到了陆家别墅门口 四个孩子正在门口等着他们 爸爸妈咪 看到他们回来 三个小女孩兴奋地跑了过去 莫子仲则安静地站在原地 看着他们 面对女儿们粉嫩的笑脸 听着他们软糯的声音 夫妻俩满身的疲惫 顿时烟消云散 陆成旭用力同时将三个女儿抱了起来 有没有想爸爸呀 嗯 然然今天一直在想爸爸 然然嘴甜地抢先说道 我也是 想爸爸 默默接着说道 嘟嘟最后才学着妹妹们的样子 嘟嘟想爸爸 爸爸也想你们 陆成旭在三个女儿脸上可亲了一下 才有些不舍地将他们放了下来 大宝啊 你呢 有没有想爸爸呀 走到莫子仲面前 他抬手揉了揉儿子的小脑袋 莫子仲有些嫌弃地推开他的手 走到莫小蝶面前 拉住妈妈的手 爸爸 我们每天都见面 说想你 太虚伪了 然后 他仰起小脸 对莫小蝶甜甜一笑 妈咪 今天上班累不累 我帮你拿包吧 说着 结果莫小蝶的夸包走了进去 莫子仲 你故意气我是不是 陆成旭在儿子身后不满地嚷道 莫子仲回头冲他做了个鬼脸 爸爸 我就是在气你 四个孩子回来之后 陆家的晚餐非常的热闹 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爸这次骑行去了这么久 怎么还不回来 陆成旭吃了口饭问 陆老夫人向他解释 你爸爸这次是去花泽道乡村了 那里是我的娘家 你爸爸小时候在那里长大 上大学时 每年暑假都要回去一趟呢 这次肯定是遇到了过去的小伙伴了 多待几天也是应该的 是啊 我在大学时 和你爸爸确定了关系之后 也跟着他回去过一次呢 那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 特别是秋天的时候 满山的梯田上都是成熟的稻子 简直是人间仙境 陆母陷入了回忆 既然那么漂亮 有时间我带着孩子们一起回去一趟 让他们也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丽 陆成旭看着这埋头吃饭的小家伙们 满眼赋爱 一听到要去清静大自然 莫子仲抬起了头 真的 爸爸说话算数 说话当然算数了 说完 他看到然然一直只顾着吃肉 给他加了一些青菜 然然 多吃些青菜 这样更健康 莫子仲幸灾乐祸地笑了 然然 我就说了 你吃得太胖了 再这么吃下去 爸爸就不喜欢你了 哼 坏哥哥 我不吃了 然然撅起小嘴 放下筷子离开了餐桌 陆成旭刚想起身去哄他 却被莫小蝶拉住 他这是吃饱了 不想吃你给他家的青菜了 故意找借口呢 陆成旭回头看了一眼 果然小家伙坐在沙发上摸着圆鼓鼓的肚子 正认真看电视呢 他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这丫头 有点太胖了 陆成旭不以为然地说道 小孩子胖一点才可爱呢 默默立刻反问他 二说 你的意思是我和肚肚不可爱了 陆成旭被问得不知该怎么回答了 看向陆成旭 哥 你快管管你的女儿 都不让人说话了 陆母像是想起了什么 突然问到星期六卢家的寿宴 你们打算怎么办 因为卢欣欣的关系 他现在对卢家没什么好感 可是毕竟是世交 又不好直接拒绝 再加上陆父特意打电话过来 主妇说是一定要去参加 他只好征求孩子们的意见了 第160章 我自有对策 陆成旭吃了一口青菜 满不在乎地说道 不就是个寿宴吗 去就是了 有什么好商量的 陆母看向陆成旭和墨小蝶 那你们带孩子们一起去吗 卢爷爷的这次寿宴 据说请了宇成很多的权贵和商业的朋友 人太多太杂了 我怕他们四个闯祸 和小蝶商量了一下 觉得还是不带他们去最好 陆成旭看了一眼 默默说道 自从上一次知道 如欣欣并不是真心对他之后 默默从来就没再提过一次如欣欣 可是 墨小蝶他们两个 其实都很担心这个女儿 毕竟当年 是如欣欣从福利院将默默领出来的 而且 默默在此之前 一直将她当成了亲生的妈咪 默默看了他们两个一眼 走过去抱住了墨小蝶 妈咪 你才是生我的那个人 我早就将她忘记了 墨小蝶抱住默默小小的身体 亲了亲她的脸颊 妈咪最爱你们了 星期六和哥哥一起去干妈家好吗 她一直想见见你和肚肚呢 默默乖巧地点了点头 嗯 好 我和哥哥一起去见干妈 陆母点头 很赞同大儿子的观点 既然这样 那后天就陈于你们三个去吧 我和你奶奶要去庙里还愿 好 寿宴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吃过晚饭 陪着孩子们玩了一会儿 将他们都哄睡之后 陆成旭夫妻俩 却怎么也睡不着 你说是谁给我们发的快递呢 洗过澡之后 墨小蝶躺在陆成旭的腿上 让他帮自己吹头发 应该是儒家知情的人 他这样做是为了不暴露身份 你说 他们会怎么算计我们 纸上说让我们滴水不浸 他们应该会在酒水里做手脚 陆成旭冷静地分析 酒水里 不知怎的 墨小蝶突然想到了 七年前他和陆成旭的第一次 那次他喝醉了 而陆成旭则是被人下了药 如星星那么喜欢陆成旭 该不会又想利用这次宴会 给陆成旭下药吧 想到这里 他猛地坐了起来 却忘记了陆成旭正在给自己吹头发 头皮瞬间被扯得生疼 都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怎么还这么毛躁 疼吗 陆成旭将他拉过来 帮他揉了揉 不疼 我只是突然想起来 如星星该不会趁着这次宴会 再给你下药 然后故意让人捉肩在床 以此逼你娶她吧 墨小蝶转身兴冲冲地说道 陆成旭盯着他皱眉 捉肩 老婆 你能不能换一个文雅一点的词 这个太难听了 墨小蝶白了他一眼 有什么难听的 你说 有没有这种可能 陆成旭将他拉到自己怀里 摸了摸他的头发 确定已经吹干之后 放下吹风机 你说的确实有这种可能 毕竟他觊予我 已经很久了 觊予 老公 你还真敢往自己脸上贴金 墨小蝶回头 做出一副受不了的表情 陆成旭抬头刮了一下他的鼻子 故意捉弄他 你这是什么表情 难道当年不是因为基于我很久 你才会借着醉酒 将我扑倒吗 墨小蝶气愤地抬手指着他 你胡说什么 明明是你进屋之后 直接将我扑倒的 而且 整整折腾了 我一个晚上 我 我第二天腿酸痛的 差点走不成路 是吗 那我们再演示一遍怎么样 陆成旭的眼睛里 升起了一些炙热的温度 墨小蝶紧觉得往后退了退 老公 我们现在正讨论卢家寿宴的事情 你要冷静哦 估计真的如你所言 卢欣欣是想顾忌重施 再次丢我下药 或者 他会再高明一些 效仿叶兰西 通过取经和试管英儿 来要挟我 要挟陆氏 其实 今天收到快递之后 他就让小楼去调查了 前天 卢浩泽将他在国外医学院的好友高辉 从美国叫了回来 那个高辉 曾经针对试管英儿 发表过论文 因此 不排除卢欣欣 想要愚蠢地效仿叶兰西的可能 试管英儿 要挟你 莫小蝶愣了一下 卢欣欣应该不会这么大胆吧 在他爷爷的寿宴上做这种事 万一出了意外和纰漏 那丢的可是他们卢家的脸 他有些想不明白 哼 他们估计 以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陆陈旭冷哼了一声 似乎根本没有将卢家兄妹的那点小把戏 看在眼里 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想而已 毕竟我们也没有证据 莫小蝶有些苦恼 老伯 你放心 我已经做了安排 只是你要记住了 到了卢家 什么也不要吃 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床头灯昏黄的光线下 他的侧脸棱角分明 每一处都像是经过了美容师精心雕琢 完美地找不出一点的瑕疵 这样完美的男人 现在成了自己的老公 还用充满爱意的眼神看着自己 莫小蝶有一种恍如梦中的感觉 他又想到了白昊说的事情 抬手有些心疼地抚摸着他的脸 老公 其实我们还应该谢谢陆欣欣呢 谢他 你忘了当初就是因为他 你不得已才跳进了江中吗 陆成旭皱了皱眉 握住他的手亲了一下 莫小蝶勾住他的脖子 满脸温柔 如果当年不是他算计你 我们也不会有这几个可爱的宝宝 像我这样平凡的人 你说不定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呢 谁说的 我爱上你的时候 可不知道 你就是我孩子的妈 陆成旭亲吻了他一下 我这个人根本不在乎外表 再说了 老婆 你尝得其实很清秀好看 正好在我的审美上 说着 他的一脸都不正经 你 讨厌 莫小蝶一脸娇羞 是吗 真的讨厌吗 他低头稳住他的唇 莫小蝶搂住他的腰 在他耳边低于 老公 我爱你 我们永远都不分开好吗 好 老婆 我也爱你 这辈子 你都别想离开我了 爱意绵绵的夏日夜晚 相爱的人在床上 做着最爱做的事情 一切显得得格外美好 7月8号星期六 卢家寿宴开始的时间 是下午6点 地点是卢家老宅 他们安排好孩子之后 5点钟从家中出发 莫小穿了一件定制的礼服 整个人看起来清秀动人 陆承宇打量了他几眼 憋了撇嘴 大嫂 你这件衣服 是大哥给你选的吧 怎么了 不好看 陆承宇看了一眼哥哥 小声说道 还行 就是如果领口再开的大一些 会更好看 更显女人味 陆承宇轻咳了一声 陈宇 你老婆的礼服 就是领口开到肚脐 都可以 我老婆的 就只能这样了 说着 他霸道的一把 将墨小蝶来到自己身旁 7 哥 没想到你的战友 这么强啊 我真为大嫂感到委屈 难不成你们举行婚礼的时候 不穿婚纱 陆承宇盯着他 突然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 我们穿中式婚纱 第161章 寿宴开始 陆承宇无语地瞪着自己的哥哥 不是吧 大嫂也太惨了 陆承旭突然正色道 我说的 你记住了吗 要小心 不要随便乱吃东西 他害怕卢家的人 万一也针对了陆承宇 再一次叮嘱 哥 你都说了好几遍了 我记住了 陆承宇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为了转型 也为了拉拢宇成的商业伙伴 卢家人非常重视这次的寿宴 请了宇成最顶级的酒店厨师团队 因为夏季的原因 寿宴的主会场 在卢家老宅的院子内 不过卢家别墅的大厅内 也准备了一些精美食物和酒水 有乐队在主会场的中间 演奏着优美的曲子 他们到的时候 卢家已经来了很多客人 陈旭 陈宇你们可算来了 要是再不来 我可是要派人去陆家请你呢 卢浩泽很热情地 分别和他们拥抱 然后看了一眼莫小蝶 虚伪地赞叹 弟妹穿着身衣服 像是换了个人 真漂亮 谢谢夸奖 莫小蝶保持着礼貌的微笑 我爷爷在那边 我带你们过去 卢浩泽指了指了不远处说道 好 很快 他们来到卢老爷子面前 老爷子今年七十五岁 精神抖擞 红光满面 看得出平时保养得很不错 陈旭 你们两个小子来了 你爸爸呢 卢老爷子笑着问 我爸他还在花泽骑行 估计过几天才能回来 不过他打电话嘱咐我们 一定要祝您服务东海 寿比南山 说着 陆承旭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 一颗长白山的千年人参 还有两瓶特意从欧洲购买的顶级红酒 卢浩在一旁夸赞 这两个孩子还真有心 知道爸你爱喝红酒 特意送了这么好的红酒 卢浩高兴地笑了起来 哈哈 一定是你爸让你送的对不对 是的 是我爸特意嘱咐我们的 陆承旭一直保持着礼貌 这时 卢欣欣突然从一旁跳了出来 一把挽住了他的胳膊 陈旭哥哥 你来了 陆承旭用力甩开他 后退了一步 卢爷爷 我们还有事 先失陪了 好好 年轻人 去好好玩玩 卢老爷子笑着冲他摆了摆手 卢欣欣快步走到墨小蝶身边 一脸笑意 蓝总监 好久不见啊 陆承旭一脸戒备地将墨小蝶护在身后 你想干什么 卢欣欣眼睛里划过一丝不悦 但随即就笑着说道 陈旭哥哥 你这是干什么 今天是我爷爷的寿宴 我只不过是想请蓝总监喝一杯 尝尝小点心而已 他这几天肠胃不好 不能吃外面的东西 陆承旭直接拒绝 卢欣欣愣了一下 装出一副很遗憾的表情 原来是这样啊 那真是可惜了 这么多好吃的 蓝总监 只能看不能吃了 是啊 很遗憾 墨小蝶微笑着随身附和 看他们一副戒备的样子 卢欣欣无奈 只好找了理由离开 离开之后 他有些担忧 难道墨小蝶他们知道了什么 为什么他感觉 对方一直在防备着他呢 正在深思呢 一个女孩端着红酒 撞在了他的身上 干什么呢 走路这么不小心 他有些恼怒 正要怒斥对方 一抬头却发现 是嫂子阮之语的表妹赵曼妮 曼妮 原来是你啊 你今天好漂亮啊 我差点认不出你了 卢欣欣眼睛一转 满脸堆笑的讨好赵曼妮 是吗 我这身衣服 可是我爸特意从意大利给我定制的 赵曼妮一脸高傲的转了个身 向卢欣欣炫耀自己的衣服 赵曼妮家里也是做外貌生意的 不过他这个人却爱慕虚荣 愚蠢冲动 真漂亮 不过 我刚刚看见有一个人 和你穿了一件差不多款式的衣服呢 卢欣欣忍下心里的厌恶和极度 一脸虚伪的说道 是吗 谁 她指了指不远处的墨小蝶 那边 你看 你们的衣服是不是有点像 那个女人是谁 赵曼妮眯起了眼睛 她呀 是入市总裁陆成旭未来的夫人 你可惹不起 陆成旭的眼光真差 赵曼妮不屑地扁了扁嘴 我听说她在公司里非常傲气 趾高气扬的 谁也看不起呢 不信 你去敬她一杯红酒 看她给不给你面子 卢欣欣故意击她 我敬她酒 一个农村出来的村姑 欣欣 你别逗我了 赵曼妮打心眼里 看不起墨小蝶 一个村姑不一定看得起你哦 不信你去试试 如果她真的喝了你敬的酒 我就将我新买的限量版LV包包送给你 真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卢欣欣说话算数 赵曼妮果然中计 端着红酒就走了过去 卢欣欣冲卢浩泽递了个眼神 很快有几个和陆氏 有业务往来的厂商负责人 走到陆成旭面前 将她和墨小蝶隔离出一段距离 因为不能随便吃东西 墨小蝶有些无聊 开始研究桌子上的蛋糕 从外形上看 很像是出自她的米多多甜品店 正在研究呢 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笑意的声音 蓝总监是吗 她抬头 看到对方的衣服和自己的有些相似 尴尬地点了点头 我们好像撞山了 是啊 这说明我们很有缘 蓝总监 喝一杯吧 赵曼妮从服务生手里的托盘中 随手端过来一杯红酒都给了她 墨小蝶有些为难地后退了一步 不好意思 我这几天肠胃不好 不能随便吃东西 是吗 蓝总监这是看不起我 赵曼妮脸上的表情突变 看来卢欣欣说的是真的 这个女人还真当自己帮上了陆成旭就了不起了 没有 没有 我真的是不能喝 实在是抱歉 墨小蝶很诚恳地解释 赵曼妮突然一脸不屑 蓝小 别给脸不要脸 你不就是七年前给陆总下了药 爬到她的床上 为她生了几个孩子吗 还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 香巴佬 墨小蝶的眸子中划过一丝灵力 警告她 这位小姐 请注意你的用词 赵曼妮随手将那杯红酒放在桌子上 亲身盯着墨小蝶的脸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 怎么 一个农村来的香巴佬还想要教训我吗 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 那杯酒在放下的瞬间就被服务生悄悄端走了 墨小蝶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是吗 老师和你的家长有没有教过你 三四二后行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负责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香巴佬敢做什么 这可是你说的 墨小蝶的手随着话音一起出动 直接拉着赵曼妮的领口 用力一甩 赵曼妮整个人向前撞到了面前的桌子 然后和桌子连同桌上的食物一起倒在了地上 哎呀 这位小姐 你怎么了 墨小蝶假装去拉她 却趁机用事先攥在手里的口红刀片 不着痕迹地顺着赵曼妮的整个后背划了过去 巨大的响动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陆承煦急步走到她身旁 小蝶 你没事吧 墨小蝶装出一副受到惊吓的模样 这位小姐 不知怎的正和我说话呢 突然就摔倒了 我想去拉她却没有拉住 第162章 墨小蝶 这是你自找的 卢欣欣跑过来 看了一眼墨小蝶 赶紧和服务生一起将赵曼妮 从一堆散落的食物中拉了起来 赵曼妮是脸朝下扑倒的 身非的婉礼服 胸前被奶油蛋糕糊了一层 甚是狼狈 男小 你这个贱人 香巴佬 竟然敢推我 我和你拼了 他指着墨小蝶破口大骂 并做事要冲过来 只是 刚一用力 就听见微弱的衣服撕裂的声音 整个后背 一直到腰下有一丝凉凉的感觉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身上的婉礼服 突然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滑落到了脚踝处 赵曼妮相对完美的身材 就这样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周围突然安静下来 然后传来了抽气声 墨小蝶第一时间拉着陆陈旭转身 不准看 他霸道地瞪了她一眼 嘴角忍着笑 哪里还有刚刚的惊慌失措 陆陈旭看了她一眼 拉着她向前走了几步 低头用只有他们两个人 才能听见的声音问 老婆 是你干的 墨小蝶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谁让她嘴那么欠呢 一上来就骂人 陆陈旭揉了揉她的头发 悄悄竖起了大拇指 干得好 他们身后 卢欣欣故意假装惊慌地喊道 哎呦 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 丢死人了 其实 她心里却乐坏了 赵曼妮平日里总是仗着她表姐 在卢家用言语挤对她 还总爱在她面前显摆 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丑 真是大快人心呢 赵曼妮仗红了脸 也顾不得找墨小蝶算账了 捂着重要部位 不知所措地蜷缩着蹲在了地上 阮之宇正在不远处一个角落里 和服务生小声嘱咐什么 听到动静 回头一眼就看到 表妹一身狼狈的模样 她慌忙从一旁空置的桌子上 扯掉一块桌布 冲了过去 用桌布将赵曼妮包裹了起来 卢欣欣一脸殷勤地走过去 我房间有衣服 到我房间去 阮之宇看了她一眼 想到自己还有事情要处理 只好点头 欣欣 那就拜托你了 卢欣欣扶着赵曼妮来到自己房间 热情地给她找了一件裙子换上 蓝小 别以为陆成旭护着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和你拼了 换上衣服之后 赵曼妮火帽三丈 起身就准备冲出去找墨小蝶算账 今天 卢家宴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她本来还想着借此机会 好好表现一番 掉一个金龟絮呢 没想到 却栽在了墨小蝶手里 还出了这么大的仇 这要是传出去 她赵曼妮还怎么做人 她今天非要出去 杀了那个贱女人不可 卢欣欣一把拉住她 劝慰道 曼妮 你别冲动 陆成旭一直就在她身边 你去了 她不承认 你也没有办法的 说不定还会自讨没去 我不管 反正这口气 我赵曼妮咽不下 今日 不是她死就是我 赵曼妮气得全身发抖 如惺惺低头 嘴角勾起一抹阴险的笑意 曼妮 你可想好了 她可是陆氏未来的总裁夫人 总裁夫人怎么了 谁不知道 她是因为算计了陆成旭 才生下了四个孩子 就她那种货色 要不是孩子 陆成旭怎么可能娶她 赵曼妮一脸不羡 曼妮 她这样做 确实太过分了 如果你想报仇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不过就是 她故意欲言又止 什么办法 你快说 赵曼妮一脸着急地拉住她 我这里有一杯酒 里面放了一些安眠药 喝了之后 很快就会睡着 如果 我是说如果 让蓝小喝了这杯酒 你或许就能够让她也丑了 卢欣欣说得很隐晦 故意暗示她 果然 赵曼妮很快上当 酒在哪里 卢欣欣走到桌前 从里面拿出那杯 本来想通过服务生 暗算墨小碟 却没有成功的红酒 此时 那杯红酒 已经被她小心地 装在了一个玻璃瓶内 这里面是最后的一片药 可不能就这样浪费了 赵曼妮上前一把 将瓶子抢了过去 好 我就用这瓶酒 让蓝小那个贱人 永远都不能翻身 曼妮 妮 你千万别玩得太过了 卢欣欣心理得意 但表面上却装得很担忧 一直在归权 哼 欣欣 你就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 赵曼妮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你 你打算怎么做 卢欣欣有点好奇地问 赵曼妮眼神怨毒地说道 你们家后院 不是特意为子巡 修了几间实验室吗 我记得 有一间一直空着 只放了一些杂物 钥匙呢 我用一下 你打算将它关在里面 关在里面 岂不是太便宜它了 我会找男人陪着她 然后再拍些照片 发送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让所有人都知道 她蓝小背着陆陈旭 偷偷和人优惠 你说 到时候 陆陈旭还会娶她吗 赵曼妮笑得很邪恶 很猙獰 曼妮 你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太过了 这样会直接毁了蓝小的 卢欣欣的心里 早就一片狂喜 但是表面上 却依然装出一副担忧 同情的模样 她刚刚害我出了那么大的仇 这算是便宜她了 欣欣 你还是太善良了 放心 你把钥匙给我 我不会连累你的 卢欣欣很快转身出去 从管家那里要来钥匙 递给了赵曼妮 还不忘假惺欣欣的劝说 曼妮 我们都是女人 适可而止 出了气就行 千万别将事情闹大了 放心 我自有分寸 看着赵曼妮 拿着那一小瓶红葡萄酒 一脸阴狠地走了出去 卢欣欣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莫小蝶 我只想要你死 没想过要坏你的名声 不过 莫小蝶这边 已经基本搞定了 他开始着手 安排算计录程序的事情 只是 他们似乎已经有所察觉 吃东西很谨慎 还需要他好好想一想 晚上七点半 寿宴到了最热闹的部分 两米多高的巨大蛋糕 被缓缓推了出来 所有宾客 都被邀请到了主会场 老寿星卢老爷子 亲自为大家切蛋糕 卢浩泽扶着卢老爷子 指着蛋糕上的一块新型菠萝说道 爷爷 第一块切这个菠萝 酸酸甜甜 吃到的人会越来越幸福的 卢老爷子开心地按照 陆卢浩泽的提示 切下了第一块蛋糕 爷爷 你这第一块蛋糕 我要送给陈旭哥哥 他马上就要 和蓝总监举行婚礼 我要用这块蛋糕 祝福他新婚快乐 百年好合 卢欣欣当着众人的面 从卢老爷子 手中接过了第一块蛋糕 静止走到了墨小蝶和陆成旭面前 陈旭哥哥 祝你们新婚快乐 他笑颜如花地 将蛋糕递了过去 第163章 将计就计 众目睽睽之下 又是寿星切下的第一块蛋糕 陆成旭没有办法 只好接了过来 不过 却没有吃 陈旭哥哥 以前是我不懂事 太任性 做了很多错事 谢谢你一直包容我 蛋糕很甜的 你尝尝 卢欣欣笑意盈盈地盯着他 示意他尝一口蛋糕 他们身后 卢老爷子 已经又切了很多块蛋糕 分别由卢家人 分给了不同的宾客 陆成旭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盯着卢欣欣 你确定要我吃这块蛋糕 不后悔 卢欣欣愣了一下 随即又笑了起来 陈旭哥哥 这是我爷爷寿宴的蛋糕 你什么意思啊 陆成旭看着其他人 都在吃蛋糕 而自己的哥哥 却一直犹豫不决 一伸手 就夺过了陆成旭手上的蛋糕 不就是一块蛋糕吗 我帮你吃 说着 张嘴就咬了一大口 卢欣欣的脸色微变 伸手试图去阻止 陈旭哥哥 这是我特意给陈旭哥哥的 你要是想吃 我再去给你拿 是啊 陈旭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喜欢吃甜食了 陆成旭身手夺过了 弟弟手中的蛋糕 可是此时的蛋糕 却已经被他吃了好几口 陆成旭也不嫌弃 用勺子 挖起剩下的蛋糕 细细地吃了起来 不错 很甜 很好吃 他点了点头 似乎对蛋糕的味道很满意 一直看着 他将剩下的蛋糕吃完 卢欣欣才满意地转身离开 墨小蝶站在陆成旭的身旁 一直悄悄拉他的衣服 试图阻止他吃蛋糕 可是他好像根本没有感觉到似的 你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要小心 不要吃这里的任何东西吗 卢欣欣走后 他有些着急地责怪他 陆成旭将他拉到一旁 露出一副 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的表情 没事的 你放心 我自有分寸 墨小蝶狐疑地盯着他 看了半天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陆成旭端起附近桌子上的红酒 很自然地喝了一口 一脸坦然地看着他 没有啊 墨小蝶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指着他手里的酒杯 你 你喝了这里的红酒 然后 眸色清冷地警告他 陆成旭 你最好给我实话实说 否则 你知道后果的 陆成旭的眼神 看向不远处的卢浩泽兄妹 整个人突然靠在了墨小蝶的身上 老婆 我的头好晕 墨小蝶猛地一惊 赶紧扶住他 顺便将他手中的红酒杯接了过来 放在鼻尖闻了闻 你这都是自找的 明明知道有人要暗算我们 还这么无所顾忌地吃东西 他愤愤地抱怨 陆成旭捏了捏他的手 声音低的 只有他们两个能够听见 老婆 待会儿如果有人找你 你就趁机离开 我没事 只不过是将计就计而已 总要给他们一些教训才是 说着 他故意冲墨小蝶眨了眨眼睛 墨小蝶愣了一下 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很配合地扶着他着急地呼喊 老公 你怎么了 别吓我 很快 卢浩泽兄妹走了过来 陈旭这是怎么了 卢浩泽一脸关心地问 头有点晕 你们这里有客房吗 我想去休息一下 陆成旭半闭着眼睛 看上去一副随时都会昏倒的模样 好 欣欣 快点帮着蓝总监扶成旭 去客房休息一下 说话时 卢浩泽不着痕迹的冲妹妹眨了眨眼 卢欣欣立刻会议上前 扶住陆成旭 成旭哥哥可能是滴血糖了 我带你们去客房休息 三个人刚走到二楼的客房门口 一个服务生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陆总 二少刚刚喝了很多酒 在后院和人打起来了 你快去看看吧 服务生的声音很急切 卢欣欣气呼呼地瞪了服务生一眼 你没看到陆总不舒服吗 初遥是不去找我哥吗 可是 二少他闹得很凶 我怕大少爷去了 他也不会听 服务生怯怯地看了墨小蝶一眼 陆成旭此时好像已经睡着了 卢欣欣假装为难地看向墨小蝶 小蝶 不然你去看一下吧 我和服务生一起将陈旭哥哥扶进去 墨小蝶想到 刚刚陆成旭说的话点了点头 那好吧 麻烦你了 说完 他转身快步跑下了楼 服务生冲卢欣欣点了点头 帮着他打开了房门 将陆成旭安置在床上 然后退了出去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卢欣欣的手轻轻地抚摸上陆成旭的脸颊 满眼爱慕 陈旭哥哥 你很快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他的手从陆成旭的脸颊 滑到他的脖子处 然后向下停留在他衬衫的第一颗扭扣处 迟移了一下 解开了第一颗扭扣 正当他准备解开第二颗扭扣时 门口传来了微弱的敲门声 他有些懊恼地起身 打开门 高辉拎着一个药箱出现在门口 怎么样 心 搞定了吗 虽然是中非混血 但是高辉的汉语却说得非常流利 如行星有些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点了点头 领着他走进了房间 看到床上躺着的人身形奇长 面容俊美 高辉忍不住赞叹 哇 好完美的男人 怪不得你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怎么也不肯接受我呢 如行星不耐烦地直接打断他的话 少废话 快点行动吧 高辉捂着心口 做出一副伤心的表情 心 你这样 我好伤心啊 如行星深吸了一口气 勉强自己对高辉温柔一笑 高辉 快点好不好 等完事了 我请你吃饭 我要吃大餐哦 好 一定请你吃大餐 两个人说定之后 高辉开始动手解陆陈旭的皮带 陈陈旭的手轻轻攥成了拳头 准备随时从床上一跃而起 将两个人制服 只是 高辉还未将陆陈旭的皮带解开呢 门口却突然传来了卢子循的声音 姑姑 姑姑 你在里面吗 很快 客房的门被人敲响 姑姑 我知道你一定在里面 你要是再不开门 我去找管家要钥匙了 门口 卢子循稚嫩的声音里充满了威胁 如行星皱了皱眉 赶紧答应了一声 子循 你等一下 姑姑马上给你开门 昨天有人悄悄动了子循的电脑 子循怀疑是软之语 怎么这会儿出来了 卢欣欣有些疑惑地走到门口 将门打开了一条缝隙 赶紧走出去 并随手将门关上 卢子循狐疑地看了看紧紧关闭的房门 姑姑 你在里面干什么呢 鬼鬼祟祟的 第164章 自作自受 卢欣欣赶紧拉着她 向楼梯口走了几步 故意骗她 没有 有一个客人滴血糖饭了 有点头晕 姑姑刚刚正在照顾她呢 是吗 是谁啊 我这里正好有几块糖 可以送给她吃 卢子循从口袋里拿出几块水果糖 转身 准备去客房看个究竟 卢欣欣吓得赶紧拉住她的手 不用了 子循 她已经吃过糖了 现在睡着了 你一天都没好好吃东西了 走 姑姑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告诉你 有一款蛋糕很好吃哦 说着 不容卢子循拒绝 卢欣欣强行拉着她下了楼 来到会场 房间内 高辉看到卢欣欣半天也不回来 叹了口气 挽起袖子 准备自己动手完成任务 只是 他刚碰触到陆成旭腰间的衣服时 却突然被对方直接擒住了手腕 你 你 他吓得长大了嘴巴 就在他张嘴的一瞬间 陆成旭快速将手中的两颗药片 直接塞进了他的嘴里 一拍他的背 高辉顺势就将药片咽了下去 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般顺畅 嘿嘿 你 你给我吃了什么 高辉捂着脖子 一脸惊恐 陆成旭拉住他的领带 嘴角勾起一抹肆虐的笑 和你们给我吃的东西一样 什么 不 高辉下的一脸惨白 陆成旭轻笑着拍了拍他的脸 你不是一直喜欢卢欣欣吗 机会来了 好好把握 说完之后 他直接一用力 就将高辉扔在了床上 然后 头也不回地开门走了出去 服务生刚刚说陈宇在后院闹事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过他刚刚吃了一半蛋糕 别真的出了什么事 卢浩泽兄妹还真恶心 竟然在他们爷爷的蛋糕上做手脚 他刚下了楼梯 就看到卢欣欣急匆匆地往这边跑来 急忙转身躲在了卫生间内 一直等到卢欣欣上了二楼才出来 卢欣欣上楼 打开客房的门 为了保险起见 他刻意将客房的门从里面反锁了 只是一回头 却只看到 床上有一个人用被子盖着脸 并没有看到高辉 这么快就搞定了 他自言自语地走到床边 解开了自己的衣扣 既然取经的过程已经搞定了 那么就该他自己进行现场操作了 他保留了二十多年的第一次 一直留着献给他最爱的人 他一直以为 床上被子下面的人失入陈旭 因此 红着脸三两下就将衣服脱进 然后毫不犹豫地钻进了被子里 陈旭哥哥 他主动攀上了对方的脖子 试图解开对方的衣扣 然而 他的手还未碰到对方的衣扣 整个人就直接被对方压在了身下 欣 我爱你 对方好像很难受 急切地想要寻求发泄的方式 如欣欣听到声音 猛地一惊 你不是 嗯 他的话还未说完 就被对方粗暴地堵住了嘴 他刚想张嘴呼救 对方的舌头就伸了进来 他用力挣扎 却根本没用 两片要下去 高辉早已经失去了理智 他浮在卢欣欣身上 终于找到了缓解痛苦的方法 乐不知疲地一遍遍重复着动作 犹如一只蜜蜂一般 尝到了甘甜的蜂蜜之后 再也舍不得放手 卢欣欣刚开始还奋力挣扎 到了最后 整个人筋疲力尽 虚脱一般 只能躺着任由对方索取 莫小蝶从二楼客房门口离开之后 刚走到楼下 就有一个服务生走过来 蓝总监 你是要找陆二少对吗 服务生很礼貌地问 是的 他在哪 说话间 他看了看外面的会场 确实没有见到陆辰宇的身影 该不会陆辰宇也被算计了吧 他心里有些焦急和担忧 陆二少在后院正和人争吵呢 我带你过去 好 谢谢了 因为是公开的寿宴 卢家到处是人 因此他没有多想 只是走到卢家的后院 看到空无一人的花园时 他心里隐隐地感觉到不对劲 正准备转身离去 服务生却指着花园角落里的一处房间 低声说道 陆二少不知道怎么了 刚刚拖着一个女孩进了那间房 蓝总监 你快去看看吧 今天这宴会中的都是有头脸的人 这陆二少万一冒犯了哪家的千金 你们陆家也脸上无光啊 服务生的话音刚落 不远处的房间内 硬紧地传来了女子微弱的低措声 不知怎变 莫小蝶突然想起了 他们兄弟俩分吃的那块蛋糕 还有卢欣欣满脸的笑意 难道 卢欣欣在蛋糕里动了手脚 想到这里 他急步冲了过去 一脚踹开了房门 蓝总监 我们等你好久了 赵曼妮坐在椅子上 高翘着腿 身后站着几个浓妆艳抹的 小太妹模样的女生 一脸阴毒的笑意 莫小蝶知道上当了 转身正准备离去 身后的门 却被刚刚的服务声 从外面锁上 看到逃不出去了 他索性放松了下来 笑着看向赵曼妮 刚刚丢脸的滋味如何 蓝小 你这个贱人 给我打他 赵曼妮恼羞成怒 指着莫小蝶 吩咐身后的小太妹 小太妹瞬间将她围了起来 莫小蝶伸手 将婉礼服的裙摆塞在腰间 一侧身就激紧地 躲过小太妹打乖的巴掌 并且顺势抓住了 对方的手腕 怎么 一上来就要打架吗 他毫无畏惧 冷冷地看向赵曼妮 赵曼妮一脸得意地笑了笑 从身后拿出了卢欣欣 给她的那瓶红酒 在手中摇了摇 将这瓶酒给她灌进去 你们一人一万 那些小太妹 一听给这么多钱 瞬间都兴奋起来 摩拳擦掌冲着莫小蝶 就涌了上来 这些小太妹 大概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 只是表面上看着凶狠 打起架来 却没有什么招式可言 全凭心情和狠劲 可是莫小蝶不一样 她系统地接受过 李明杨的特训 散打动作 女子防身术 打得是炉火纯青 出手 快 哼 准 而且每一招 每一拳都直中要害 因此 几个回合下来 莫小蝶除了碗里服 下摆撕破了一些 头发凌乱一些之外 整个人毫发无损 可是 那几个小太妹就不一样了 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 捂着肚子的 捂着腿的 捂着脸的 伤势各不相同 哀嚎一片 第165章 教训赵曼妮 莫小蝶像是一个 胜利的王者 甩了甩凌乱的头发 冲着赵曼妮摆了白手 还要打吗 赵曼妮看着 倒在地上痛苦地打手 吓得抱着那瓶红酒 躲到了角落里 蓝小 你 你别过来 她现在心里懊悔死了 谁来告诉她 为什么蓝小 这么瘦弱的小身板 却有那么强的爆发力 蓝小 我告诉你 我嫂子可是卢浩泽的老婆 你要是敢动我卢家人 一定饶不了你的 看着一步步 向她逼近的莫小蝶 赵曼妮往后又退了退 可是她的身后 已经是墙壁 根本毫无退路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莫小蝶站在她面前 居高临下地 指了指她手中的瓶子 赵曼妮立刻将 手中的瓶子藏在身后 没什么 一些葡萄酒而已 是吗 莫小蝶冷笑了一声 我刚刚明明听到 你让他们将这瓶酒 给我灌下去 如果她没有猜错的话 这瓶酒一定有问题 没有 你听错了 说话间 赵曼妮趁着她不注意 用力地推了她一下 向门口跑去 莫小蝶一伸手 就抓住了她的头发 又一用力 赵曼妮就被她拉到了面前 她有些粗暴地 夺过对方手里的玻璃瓶 言语凌冽地威胁她 不说是不是 信不信我让你 将这些酒全部喝下去 赵曼妮的头发被她攥住 头皮疼得厉害 可是她还是不想认输 蓝小 你这个贱人 你要是敢动我 我爸绝不会饶了你的 是吗 你爸是谁 莫小蝶皱了皱眉 这个赵曼妮还真是蠢 死到临头了 还嘴硬 我爸爸可是歪貌大亨赵大山 赵曼妮一脸骄傲地嚷嚷 赵大山 没听说过 莫小蝶直接给她泼了一盆冷水 然后用力一推 赵曼妮就和那几个小太妹一样 直接摔在了地上 蓝小 你竟然敢推我 赵曼妮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膝盖 发现膝盖处被摔破了皮 流血了 突然像那小孩子一样 大声哭了起来 爸爸 爸爸 有人欺负我 我的腿流血了 她的这番操作让莫小蝶一脸猛 你多大了 还哭着找爸爸 她很不理解 不用你管 赵曼妮抱着自己的腿 瞪了她一眼 继续哭 是吗 莫小蝶走过去 蹲在她面前 一伸手就将玻璃瓶的盖子打开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里面究竟装了什么 她晃了晃手中的玻璃瓶 耐着性子再次问道 可是 赵曼妮却是一个从小被捧着长大的熊孩子 不但愚蠢冲动 还自以为是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还以为莫小蝶只是在吓唬她 我已经说过了 那只是普通的红酒而已 信不信有你 莫小蝶已经没有了耐心 直接掐住她的下巴 是吗 那你就先尝尝吧 说话的瞬间 直接将一瓶红酒都给她灌了进去 嗯 赵曼妮没想到 莫小蝶居然真的敢灌她喝这些红酒 奋力地扭动脖子 有一半的红酒洒在她身上 还有一些顺着她的脖子流了下去 一直流到她的胸前 灌完之后 莫小蝶才松开她 赵曼妮的脸憋得通红 奋力地咳嗽 扣嗓子 想要将喝进去的红酒吐出来 是的 这瓶红酒内 不仅仅只有卢欣欣说的安眠药 还有她为了毁兰小特意加的那种药 她本来打算等事成之后 将兰小从卢家后门带出去 交给街上的小混混 然后让小混混们享受完之后 拍些照片的 可是她没有想到 这个兰小竟然深藏不露 反而将红酒给自己灌了下去 你不是说 只是普通的红酒吗 害怕什么 莫小蝶站起身 居高临下地问 赵曼妮瞪着她 蓝小 你等着 我爸不会放过你的 是吗 你还真是孝顺啊 可是 你似乎忘了 我老公是陆承煦 说着 莫小蝶附身死死地盯住她 你说 我老公要是知道 有人要暗算我 会放过你爸爸吗 赵曼妮 你就等着你们家破产吧 一个小小的外贸公司 也敢威胁她 即便不用陆承煦出手 就凭她莫小蝶 莫小蝶也能轻而易举地 让她破产 蓝小 我和你拼了 赵曼妮不知哪里来的力量 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 直接掐住了莫小蝶的脖子 陆承煦找到后院 听到声音 踹开门 正好看到这一幕 她冲过去 一脚就将赵曼妮给踹飞出去 老婆 你没事吧 她紧张地将莫小蝶 全身上下都检查了一遍 然后紧紧地抱住了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看到她没事 她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 看来还是她太大意了 如果小蝶有了什么意外 她可怎么活 莫小蝶笑看着她 指了指地上痛苦嚎叫的一群人 老公 我没事的 有事的是他们 陆承煦一脸猛 他们这是怎么了 莫小蝶扬起脸 眼中露出骄傲的光芒 我打的 你 陆承煦看了看地上的五六个小太妹 又看了看她的小身板 有些不幸 我可是跟着李明成他们 学过散打 还有女子防身术 她抬高了声音傲娇的解释 陆承煦搂住她 抬手帮她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 声音宠妮 那以后 我是不是也要乖乖地听你的话 那是 否则小心我揍你 莫小蝶一脸得意地 举起了自己的小拳头 你呀 快把我吓死了 陆承煦轻戳了一下她的额头 搂着她走到了门口 莫小蝶回头看了一眼 赵曼妮好像已经昏了过去 他们怎么办 不用管 卢家自会有人来处理的 他认的那个赵曼妮 是卢浩泽的小姨子 他相信过不了多久 就会有人找过来 莫小蝶将碗里服整理好 只是下摆有一处撕破了一些 老公 我衣服破了 我们找到陈宇早点回家吧 孩子们说不定在等着我们呢 他抬头看了看天空 夜幕不知何时已经降临 卢家前院早已亮起了璀璨的灯火 将整个会场照亮得如同白昼 为了营造气氛 卢家特意在正对着会场的那面墙上 安装了一个超大的电子屏幕 此时 屏幕上正播放着卢氏药厂的一些广告 陈宇呢 怎么找不到人 莫小蝶环顾四周 人来人往中 却怎么也看不到陈宇的身影 陈宇皱着眉 想起了陈宇曾经吃了那半块蛋糕 也有些担忧 我们去找找 说不定他觉得无聊 躲在哪里偷偷喝酒吗 说着 他拿出手机给陈宇打电话 发现他刚刚给自己打了电话 可是打过去时 却一直没有人接 第166章 子巡不是你儿子 夫妻二人都有些担忧了 在人群中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人 会不会躲在了后院 他们刚刚出来的比较匆忙 并没有留意后院四周围的花影树丛 和走廊拐角 走 我们再去看看 如果没有 可能他已经先走了 待会儿出去问问老马 陈宇点头 两个人穿过人群 向后院走去 只是 刚走到后院与前院连接的走廊处 陈宇突然一把 将他拉到一旁 动作灵敏地躲在了一棵大树后面 怎 莫小蝶刚想问 就被他飞快地捂住了嘴 不远处的 拐角处的花影中 传来了软之语 有些激动的声音 卢浩泽 我说的是真的 卢子循根本就不是你的儿子 他是屈灵雪 和别的男人生的 闭嘴 子循是我们卢家的长孙 是我卢浩泽的长子 你不要信口胡说 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卢浩泽的声音里 隐隐透露着怒气 我昨天亲耳听到卢子循 给屈灵强打电话 说是已经想通了 要找他的亲生爸爸 你那些年经常不在家 你怎么知道 卢子循真的就是你的种 软之语抬高了声音 然后 然后就听到空气中 传来一声响亮的达尔光声音 阮之语 我说过了 雪儿和子循是我的底线 别以为你怀孕了 我就不敢拿你怎样 卢浩泽气的声音都在发抖 你 你竟然敢打我 卢浩泽你还是不是人 如果没有我们家 你们卢氏说不定早就破产了 阮之语震惊的吼了起来 卢浩泽沉默了片刻 可能有点后悔自己的冲动 之语 说话要有证据的 你昨天偷偷跑到子循的房间 偷看了他的电脑 可曾找到了证据 他只是个孩子 而且手里 还有很多专利和研究项目 你怎么就容不下他呢 他的语气变得缓和了一些 我容不下他 我只是好心地提醒你 不要顶着绿帽子 给别人养儿子 我有什么错 那个屈灵雪 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绿茶 谁知道背着你 找了多少个男人呢 卢浩泽说出口的话 极为难听 卢浩泽抬手就掐住了他的脖子 不许你这么污蔑雪儿 卢浩泽扬起头 无所畏惧的冷笑 怎么 我只不过是说了几句实话 你就想杀人灭口吗 卢浩泽 有种你掐死我啊 一失两命 动手啊 卢浩泽 这是你自找的 卢浩泽咬牙切齿 然后 墨小蝶就听到了 卢浩泽扎扎的声音 他心里一惊 这个卢浩泽 不会真的恼羞成怒 冲动地掐死自己的老婆吧 陆陈旭拍了拍了他的肩膀 冲他摇了摇头 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 花椅那边 到了最后的关头 卢浩泽突然松开了手 阮之宇大声地咳嗽起来 卢浩泽 你竟然为了那个贱人 想要掐死我 我今天就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那个贱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阮之宇的话说完之后 那便一片安静 但是 几分钟后 前院会场的大屏幕上 广告的声音 却突然停止了 卢浩泽 我已经联系了你们 当时在国外的好朋友 你好好去看看 他们是怎么说的 阮之宇充满恨意地指着卢浩泽 他昨天已经买通了 他们曾经的那些朋友 他要让今天会场 所有的人都知道 卢子循并不是卢家的种 是驱灵雪那个贱女人偷人生的 他要将卢子循 彻底赶出卢家 墨小蝶有些好奇地回头 看向远处的大屏幕 一片蓝屏之后 大屏幕上出现了 让人脸红心跳的画面 舒适宽大的床上 正对着镜头 卢欣欣和高辉两个人的动作 让人不敢直视 高辉闭着眼 深情地向卢欣欣告白 欣 也不用如此直播吧 那是卢欣欣吗 有人开始议论 是的 就是卢欣欣 我刚刚还看到他了呢 错不了 有人很肯定地小声回答 卢家的人吓得脸如死灰 卢傅在第一时间 捂住了卢老爷子的眼睛 飞快地让庸人 将卢老爷子推回了房间 卢老爷子眼花 没有看清楚大屏幕的画面 有些不解地问 怎么了 为什么要让我回房间 庸人只好撒谎 不知道是谁恶作剧 在大屏幕上 放了一些不该放的内容 老爷怕气到了您 哎 现在的年轻人 工作太不负责了 让你们老爷 好好和宾客解释一下 一定要严惩负责人 看着父亲被推走之后 卢傅大声地怒喊 浩泽 你在哪里 快去把电源拔掉 后院花影下的卢浩泽 听到声音不对 早就和卢浩泽 一起跑了出来 他看了一眼大屏幕 整个人差点摔倒 怎么会是星星和高辉 陆陈旭呢 还有 为什么客房的摄像头 会连接到了外面的大屏幕上 想到这里 他回头瞪住卢浩泽 那模样像是随时要吃人一般 是你将客房的摄像头 连接到了外面的大屏幕上 阮之雨 在看到大屏幕那一刻 已经吓呆了 我 我没有 说着 他下意识地将手机藏到了身后 刚刚 他气急了 想要连线已经买通的那些在国外人 可是 却发现 家里的网络上 同时连着好几个摄像头 因为着急 就随手点开了一个卢浩泽 没功夫和他胡搅蛮缠 指挥下人 第一时间切断了大屏幕的电源 卢浩冲过来直接甩了他一巴掌 你是怎么办事的 卢家的脸都丢尽了 卢浩泽捂着发疼的脸颊 看了父亲一眼 虽然心里委屈 却没办法辩解 现在必须想办法挽回卢家的颜面 于是 他转身走到会场的中间 拿起了话筒 不好意思 星星和他未婚夫好久不见 年轻人可能没有把持住 不知道家里哪个下人 故意要报复他们 让大家见笑了 虽然心里恨得要死 但是 他依然平静 从容地给出了解释 以未婚夫妻的名誉 来试图挽救卢家的颜面 第167章 必须嫁给高辉 会场上有些和卢家关系 还不错的人 赶紧随身附和 是啊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样 尤其是国外的人 他们两个许久未见 一时忍不住 也是可以理解的 来参加寿宴的人 基本上都是七窍玲珑的商人 一看卢家这态度 大概都了解了是怎么回事 很快都虚伪地笑着硬喝 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却依然没有看到陆陈宇 陆陈旭有些担忧地 拉着墨小蝶走出会场 向着卢家的大门口走去 站在会场中间的卢浩泽 看着他们两个人的背影 眼神像是脆了毒 阴沉得可怕 陆陈旭 你等着 这笔账我卢浩泽绝不会轻易 就这么算了 他安抚了宾客之后 和卢父卢母小跑着上楼 一脚就揣开了客房的门 房间内弥漫着不可言说的味道 卢欣欣已经昏了过去 高辉满脸汗水 还处于疯狂的状态 他们身下的床单上是刺眼的血迹 卢浩泽两步走到床前 恶狠狠地一拳打在高辉的脸上 你这个混蛋 然后用力将高辉从床上拖下来 直接踹进了浴室 卢母哭着扑过去 用被子裹住了女儿的身体 欣欣 我的女儿 这可怎么办 卢父上前想要将这个不知羞耻的女儿 揪起来大骂一顿 可是在看到卢欣欣苍白 憔悴的脸时 所有指责大骂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只能帮着卢母将女儿抱回自己的房间 客房洗手间内 卢浩泽将水调成冷水 直接罩着高辉的头就冲了下去 冰冷的水瞬间让高辉清醒过来 刚刚发生的事情在他脑海中浮现 走 我 高辉一脸懊恼地低下了头 卢浩泽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扔给他一条浴巾 声音冰冷 我在外面等你 高辉知道自己犯了错 随便洗了一下就赶紧走了出来 怎么回事 卢浩泽站在床尾处的桌子旁 从上面拿出事先隐藏好的针孔摄像头 本来 他们是想利用录像为证据 要挟陆陈旭的 可是没有想到 事情的结果是这样的则 我不是故意的 那个人根本没有晕倒 他的功夫很好 控制了我 强行给我灌了两片药 然后 星星回来之后 二话不说就钻进了被子里 我 我没有把持住 想到刚刚的疯狂 高辉理亏地低下了头 片刻之后 他看了一眼床上的血迹 又突然抬起了头 子 你放心 我会负责的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楼下还有一些未走的宾客 卢浩泽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是 他有些想不通 明明他是亲眼看着陆陈旭 吃了那块蛋糕 又喝了红酒的 为什么他会没事 还反过来算计了他们 你先在这里待着 哪儿也别去 我去和我父母商量一下 让你和星星 尽快举行婚礼 卢浩泽心痛地看了高辉一眼 虽然心里不愿意 但是让他们尽快结婚 是挽回卢家颜面的最好方式 经过这件事 星星的名声已经毁了 想要嫁入宇成的好人家 根本就不可能了 好在 高辉的经济和人品都还不错 而且也是真心喜欢星星的 打定主意之后 卢浩泽起身 准确去妹妹的房间 看一下情况 顺便和父母商量一下 他们的婚事 可是 刚走出客房的门 家里的下人 就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 少爷 不好了 赵小姐发疯了 赵小姐 谁 卢浩泽皱眉 就是少夫人的表妹 赵曼妮小姐 不知怎的 突然就发疯了 现在正在会场闹呢 下人低着头 有些具体情况 不好意思说出口 卢浩泽赶过去的时候 阮之宇 已经让人用床单 将他捆了起来 他从身旁人的谈话中 听出来 赵曼妮刚才疯疯癫癫 不但撕毁了自己的衣服 还一直拉着周围的南宾客 不肯放手呢 虽然刚刚已经走了一些宾客 可是剩下的人依然不守 大家都捂着嘴 小声地怯怯议论着 卢家的脸 今天是彻底丢尽 他气得脸色发青 胸口发疼 直接走到阮之宇面前 将你表妹拖走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赵曼妮此时已经失去理智 虽然被床单捆在 但是却一点也不配合 手舞足蹈 胡言乱语 试图挣脱束缚 卢浩泽气急了 直接抬腿一脚 就将他踹进了身后的水池中 因为卢老爷子喜欢养鱼 所以卢家很早就在院子当中 挖了一个深度 大概两米的巨大水池 闲来无事 卢老爷子在里面种了几颗莲花 养了几十条名贵的鲸鱼 赵曼妮落下水之后 鲸鱼都吓得躲到了连夜下面 冰凉的水刺激到他皮肤 赵曼妮渐渐有些清醒了 想到刚刚发生的事情 他默默地捂住脸 将头埋在了水里 蓝小 不杀了你我赵曼妮是不为人 赵曼妮在心里恶狠狠地诅咒 卢家的宴会 最后在一场接一场的闹剧中结束 送走最后一个宾客 卢浩泽疲惫地闭上了眼睛看来 庄所需的资金就应该由陆氏来出 他打定了注意之后 回到书房 在电脑上详细地将客房发生的事看了一遍 然后精心地将陆陈旭被算计的那段剪了下来 只留下了陆陈旭致服高辉 给高辉惯要的那一段 陆陈旭 既然如此 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是谁记高一筹 卢欣欣醒来之后 听到家人要将他嫁给高辉 寻死觅活怎么也不同意 卢母劝说了半天也没有用 卢父最后气恼地起身一拍桌子 全宇成的人今天都看到了你们两个在床上的事情了 你以为谁还会娶你 高辉 你嫁也嫁 不嫁也得嫁 我们卢家丢不起这个人 正在哭泣的卢欣欣被吓得不敢言语 只能死死地咬住嘴唇 用力地攥紧拳头 莫小蝶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带给我的耻辱和痛苦 我会加倍地偿还给你 第168章 在狱留子下 莫小蝶和陆陈旭离开卢家之后 根本就不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也不知道卢欣欣和赵曼妮 已经将他恨之入骨 他们在卢家门口 见到了一直等他们的司机老马 老马说 陆二少在一个小时前就离开了卢家 说是有事情 急着要去处理 打车走的 什么事 你知道吗 陆陈旭有些担心地点 老马想了一下说道 好像是什么保姆打来的 说叶小姐要跳楼 夫妻俩顿时都皱起了眉头 叶兰西要跳楼 这又是闹的哪一出 走 去看看 坐上车子之后 陆陈旭说出了叶兰西的地址 让司机老马开车过去 他主要是担心 陈宇吃了那半块面包之后 万一见到了叶兰西 会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 莫小蝶看了他一眼 那块蛋糕有问题对吗 陆陈旭沉默着点了点头 儒家兄妹俩在那块蛋糕中下了药 我们之前的推测 都是对的 虽然一直在怀疑 可是真正听到陆陈旭说出来 莫小蝶还是有些后怕 幸好有人事前提醒了他们 否则今天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谁会想到 他们竟然丧心病狂地 在自己爷爷的寿宴上捣鬼 不对啊 你也吃了那块蛋糕 还喝了红酒 怎么没事呢 莫小蝶仔细地打凉拙陆陈旭 有些想不通 陈旭浮在他耳边低语 我事先已经吃了解药 吃了解药 什么时候 我怎么不知道 那种下三滥的要有解药吗 他狐疑地看着他 表示不幸 当然有解药了 老婆 你忘了吗 我们准备出发的时候 我特意喝了一杯牛奶 解药就在牛奶里 他嘴角擒着一抹笑意 牛奶 你的意思是我也 事先吃了解药 他想起了临走时 他在房间换衣服 陆陈旭飞逼着他喝牛奶 他不肯 这货竟然要喂他 最后他没有办法 只好也喝了一杯牛奶 他一脸懵懂的样子 煞是可爱 陆陈旭忍不住捏了捏他的脸 你现在才发现 既然我吃了解药 你为什么在寿宴上 不让我吃东西 莫小蝶摸了摸 有些饥饿的肚子 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这不是为了以防万一吗 他低头 亲吻了一下他气呼呼的脸颊 老婆 你饿了吗 等找到了陈宇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看他还在生气 陆陈旭讨好的 将他拉到自己怀里 对了 陈宇事先吃解药了吗 陈陈旭沉默了一下 摇了摇头 没有 我以为对方只针对了我们俩 只要嘱咐陈宇 不随便吃东西就行了 谁知道 他竟然抢吃了那块蛋糕 说完 他有点担忧 催促老马加快车速 陈陈宇在卢家接到了 伺候叶兰西的保姆的电话 说是今天叶兰西非要出门 他们陪着他去了一趟公园 又去了一趟超市 不知怎么的 回来之后 他突然大发雷霆 要死要活的 现在更是搬着凳子 爬到阳台上 准备跳楼 因为刚刚喝了几口红酒 他直接打了车赶过去 只是 车子刚刚开出去十几分钟 他就感觉自己心里莫名的有些急躁 全身热乎乎的 很不舒服 一直在娱乐圈混迹的他 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联想到哥哥在去卢家之前的警报 他想到了那块蛋糕 于是 忍住不舒服 给哥哥打电话 却一直没有人接 给莫小蝶打电话 也一样无人接听 他有些担忧 给参加宴会的一些熟人打电话 那些人说宴会一切正常 刚刚还看到他哥哥往后院走 精神很好 没有任何异常 想到哥哥早就有所戒备 他才逐渐放下心来 身体上的不是越来越猛烈 他侧头刚好看到 前几天遇到叶兰西的那家医院 停车 他着急地喊了一声 司机在路边停车 下车之后 他咬着牙往医院走去 他现在的状态 根本没有办法去见叶兰西 因此 需要先去医院找医生拿些药 缓解一下症状 只是 他刚走到医院附近的花坛附近 就觉得双腿发软 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没有办法 他只好大口喘着气 靠着花坛坐在了地上 隐约中 听到了一男一女的吵架声 刘子夏 刘子夏不就是留个产吗 在医院住了三天 还不够吗 你还想怎样 住一个月 你知道这个医院住一天要多少钱 杨海川的声音里全是抱怨 杨海川 我不想和你吵架 我爸爸明天在骨科医院动手术 你到底去不去 刘子夏的声音里透露着疲惫 去干什么 给你爸爸交手术费吗 你不是已经让他们留下了十万块钱了吗 还要我去干嘛 杨海川不满地说到 刘子夏沉默了一会儿 声音冰冷绝望 杨海川 我们分手吧 分手 刘子夏 你开什么玩笑 杨海川像是看外星人一眼看着刘子夏 根本不相信他会真的和自己分手 杨海川 我是认真的 我们分手吧 这一次 刘子夏疲惫的声音里充满了坚定 刘子夏 你可想好了 你这样被我睡过 还为我留过孩子的女人 是没有人会要你的 杨海川的口气里满是鄙意 陆陈宇再也听不下去 他没想到 这世界上还有比他更混蛋的人 他强撑着自己 用尽了权力站了起来 一拳就打在了杨海川的脸上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这么恶毒的话都说得出口 杨海川被打的半边脸 顷刻间就肿了起来 你 又是你 你和刘子夏是什么关系 杨海川一眼就认出了陆陈宇 他看了看刘子夏 满脸怀疑 滚 陈陈宇举起拳头 走向杨海川 杨海川吓得后退了好几步 他知道自己惹不起陈陈宇 瞪了刘子夏一眼 好啊 我说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呢 原来是背着我帮上大款了 刘子夏 你留掉的孩子 是不是他的 亏我还好心地伺候你 为你出药费呢 杨海川还要再说下去 陈陈宇大吼一声 滚 杨海川下得赶紧转身一溜 小跑地消失在医院门口的人流中 刘子夏一脸感激 正准备道谢呢 陈陈宇却突然一歪 整个人向地上倒去 刚刚揍杨海川 用力了他所有的力气 此刻他早已筋疲力尽 刘子夏吓了一跳 赶紧上前扶住他 第169章 我是恶魔吗 陈总 你没事吧 昏黄的路灯下 他一眼就认出了陈陈宇 他们公司的执行总经理 很多女生的暗恋的对象 他刚进星月传媒不久 一直带着他的经纪人李曼 就一直暗恋着 这位温柔 帅气的年轻总裁 只是 他来自农村 出生卑微 而且已经有了男朋友 因此 每次看到高高在上的他 就吓得赶紧躲了起来 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和这位万人迷路总说上话 他刚刚流产 身体还很虚弱 整个人根本支撑不了陈陈宇的体重 还好 医院的保安看到了 帮着他将陈陈宇扶了进去 医生检查之后 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让人将陈陈宇扶到了病房内 很快有护士给他输上了水 年轻人就算是精力旺盛 也不能吃这种药 他这是第几次了 医生将他叫出去小声问 啊 医生你这是什么意思 刘子夏一脸猛 你不是他的女朋友吗 医生以为他是不好意思 故意假装听不懂 不 医生你误会了 我不是他的女朋友 他是我老板 刘子夏赶紧解释 是这样啊 他醒过来之后 你告诉他 以后可不能经常吃这种药了 否则身体会垮掉的 医生很诚恳地给出忠告 刘子夏一头雾水地点了点头 去办了手续交了费用之后 他回到房间 陈陈宇不知是睡着了 还是昏迷 紧闭着眼睛躺在床上 书液瓶内的水 还剩下一少半 刘子夏看了看时间 已经接近晚上十二点了 他打了个哈欠 想回家 但是看了看还未挂完的水 又有些不放心陈陈宇 突然 他耳间地听到了陈陈宇的手机震动声 寻声找去 手机在陈陈宇侧身的口袋里 他犹豫了一下 走过去 伸手小心地从陈陈宇身上掏出手机 上面显示 大哥 他再次犹豫了几秒钟 然后接通了电话 声音有些紧张 喂 电话那头的陈陈旭愣了一下 有些不确定的 又看了看手机号码 确定是弟弟的才开口 你是谁 对方的声音很年轻 很好听 我 陈总好像生病了 在宇城中心医院呢 他直接说道 陈宇现在怎么样了 陈陈旭的声音有些担忧 没什么大碍 医生说输了一眼 休息一晚上就没事了 好 我马上过去 挂断电话 刘子夏松了口气 抬头看了看输液瓶 有人来了 他可以早点回去休息了 伸了伸胳膊 他觉得有些头晕 准备坐下来等 却在回头时发现 陈陈宇不知何时已经醒来 此刻正直直地盯着他 虽然脸色有些苍白 但是他的眼睛却生得很好看 像极了冬日里的星空 深邃 无边 迷人 刘子夏有些紧张 那个 陆总 你感觉怎么样了 少女纯素颜的小脸有些憔悴 因为紧张 此时脸有些红 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 看起来分外可爱 水陈陈宇想起了 刚刚在门口扬海川所说的话 张了张嘴 却临时改变了注意 只说了这么一个字 陆总口渴了吗 刘子夏赶紧去外面 护士站要了一个一次性纸杯 然后又跑到开水炉旁 接了一杯水 回来的时候 他的鼻尖微微冒汗 有点烫 陆总你等一下再喝 他将水放在了陆陈宇的床头桌上 你认识我 陆陈宇忍不住又看了他一眼 这是他第二次遇到这个女孩 但是对方竟然知道他的身份 这让陆陈宇有些惊讶 那个 我是曼姐的助理 刚刚入职新月传媒不到三个月 刘子夏很紧张 两只小手来回搓着 我在公司怎么没有见过你 陆陈宇皱眉 我都是做一些底层最基本的工作 陆总你没有见过我很 很正常 刘子夏低着头 绞尽脑汁在想着 怎么才能赶快离开 和陆总这样的大领导在一起 让他感觉太紧张 太压抑了 我长得像恶魔 看着面前女孩 一副想要尽快逃离此地的表情 陆陈宇的嘴角勾起一抹细血的笑意 刘子夏根本没有想到 他会突然这么问 愣了一下 赶紧说道 不 陆总长得很 很好看 说完之后 脸瞬间又涨得通红 那你怎么一副 想要赶快逃离这里的表情 我很可怕吗 不 不是 陆总你误会了 我 我只是想赶快回去 不然 我男朋友会误会的 说着 刘子夏眼睛里 划过一丝悲伤和无奈 陆陈宇刚刚升起的好心情 突然又变得糟糕起来 那样的人渣 你还舍不得分手 陆总 有些事情 你们这种身份的人 是不会明白的 刚刚你的家人已经打了电话 估计很快就会过来 我先走了 刘子夏终于抬头看了他一眼 然后又快速看向书叶平 水快说完了 我顺便会将护士叫过来 给你把针的 说完 他没有再看陆陈宇一眼 果断地转身开门走了出去 这样的大领导 最好还是保持距离 要是让公司里的那些人知道了 光口水就可以将他淹死的 在走廊上 他迎面遇到了 匆匆赶过来的陆陈旭 陆陈旭有些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不过却没有多想 他根据护士提供的信息 推开了陆陈宇所在的病房门 陆陈宇此时正看向窗外的夜景 他以为是刘子夏又回来了 淡淡地说道 不是怕你男朋友误会吗 又回来干什么 陆陈旭皱眉 你和谁说话呢 陈宇 这叶兰西还没有解决呢 你该不会又看上了别人的女朋友了吧 陈陈宇吃惊地扭头 哥 你怎么来了 陆陈旭在他的床前坐下 你说呢 我担心你 找了半夜 打了几十个电话 都没有人接 最后终于有人接了 却是个女的 她是谁 陈陈宇垂下眼眸 公司一个心静的经纪人助理而已 你又看上了人家 陈陈旭深知地地的德性 摇了摇头也遇他 哥 你胡说什么呢 他有男朋友 我只不过是昏倒时 碰巧遇到了他而已 陈陈宇着急地解释 这时 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紧接着护士走了进来 检查了一下输液管 帮他拔了针 医生说你没什么大碍 输完了一夜 可以随时出院 不过要办出院手续 还要等到明天医生上班了才行 临走时 护士很热情地解释 我的住院押金和手续费 是谁办的 陈陈宇问 就是刚刚送你来的那个女生啊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陈陈宇低头沉默不语 第170章 我送你回去 护士走后 陈陈旭问 你是要在这里住一晚上 还是回家 当然是回家了 谁要住这冷冰冰 充满消毒水味道的医院啊 说着 陈陈宇立即从床上坐了起来 但是 他很快想起了什么歌 如欣欣给你的那块蛋糕 是不是有问题 陈陈旭白了地底眼 你现在才知道啊 手那么快 我想阻拦 你都来不及 他 他还想顾忌重演算计你 你和大嫂没事吧 大嫂呢 他到现在才想起莫小蝶 孩子们还在家 我先送他回去了 陈陈旭将他从床上扶了下来 你也吃了蛋糕 你怎么没事 他将自己的哥哥上下打量了一番 我事先吃了解药 陈陈旭想了一下 对他说了实话 解药 哥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陈陈宇假装生气地 在哥哥肩膀上轻垂了一下 我已经提醒过你 不要乱吃东西 是你自己非要吃的 好在没出什么事 走吧 陈陈旭责备地看了弟弟一眼 哥 你这分明是推卸责任 早知道我就不去了 陈陈宇不满地撅着嘴 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来到医院门口 老马正在等着他们 马哥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了 还要你来接我 陈陈宇笑着和老马打招呼 二少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是我的工作 老马下车帮他们打开车门 坐上车之后 陈陈宇才猛然想起叶兰西 哥 叶兰西说他要跳楼 我们恐怕要去他那里一趟 他很担忧 陈陈旭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道 我和小蝶已经去过了 他没事 只不过是没有自由 故意要闹事而已 他没有说 墨小蝶他们进去之后 直接将他从窗户上拉了下来 然后让保姆用床单将他绑了起来 墨小蝶还告诉保姆 以后只要他再敢闹 可以直接将他捆绑起来 他几天 有人要是问了 就说他脑子有问题 想要带着肚子里的孩子轻生 不得已才将他绑起来的 只要不伤害到他肚子里的孩子 保姆怎么做都行 后果由他们承担 当时 叶兰西的表情很丰富 有怨恨 有不可置信 但更多的是惊恐 相信经过了这件事 他会老实一段时间 听了哥哥的话 陆陈宇沉默了半天才说道 那就好 然后将头扭向了车窗外 半夜的雨城大街上 冷冷清清的 没有了白日里的喧闹和嘈杂 只是偶尔才会看到 有车辆和行人经过 老马是个有十几年驾龄的老司机 车子开得快速稳重 几分钟后 昏黄的路灯下 他看到前面人行道上 有一男一女在争吵 女的行李被男的一把扔在了地上 男的似乎还不解气 激动地用手指着女的 不知在说什么 车子快速地经过那一男一女时 一直沉默的陆陈宇突然叫道 停车 亏得老马是位老司机 立即降低车速 缓缓将车停到了路旁的应急车道上 你干什么呢 陆陈旭有些不理解弟弟的行为 陆陈宇没有理会他 直接推开车门下车 走到了那一男一女面前 他没有看错 女的果然是刘子夏此时 杨海川正怒气冲冲地指着刘子夏的鼻子怒骂 你不是要分手吗 不是找了个有钱的小白脸吗 还会来干什么 刘子夏 我早就怀疑了 你流产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 是那个男人的对吗 刘子夏单薄的身体在夜风中发抖 气得语无伦次 杨海川 你 我 混蛋 杨海川斜着眼 眼睛不屑地看着他 我告诉你 刘子夏 我们分手之后 你们家出的十万块首付钱 我是不会退的 你背着我找了别的男人 怀了他的孩子 还让我给你出流产的费用 伺候你 那十万块钱算是你给我的补偿 杨海川 你还是不是人 刘子夏气得痛哭了起来 这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人呢 那十万块钱 是他父母的血汗钱 养老钱 刘子夏 我们分手了 拿着你的行李快滚吧 老子一眼都不想看到你 碰你一下都觉得脏 杨海川的话 恶毒难听 陆辰宇在他背后 直接一脚就将他踹趴下 身为男人 你真让人恶心 陆辰宇抬脚用力 踩在杨海川的背上 杨海川顿时嚎叫起来 他挣扎的回头 看到陆辰宇下的顿时脸色发白 陆辰宇脸色铁青 冷酷无情的 像是个杀手 杨海川下得赶紧求饶 刘子夏 我们已经分手了 快叫他放开我 刘子夏害怕出事 连累了陆辰宇 赶紧走过来哀求 陆总 你放了他吧 和这种人生气 不值 陆辰宇看了刘子夏一眼 他好像哭过 眼睛有些红肿 无奈之下 只好抬起了脚 放过了杨海川 杨海川从地上爬起来 跑出去几米远之后 又回头叫嚣 刘子夏 你等着 这件事 我不会就这样算了 还想挨打吗 陆辰宇做事要追他 杨海川顿时下的 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很快拐进了 不远处的小区 陆辰宇回头看了 刘子夏一眼 弯腰帮他把行李箱合上 你住哪 我送你回去吧 刘子夏一脸无助地 摇了摇头 看了看不远处的小区 我们暂时租住 在那个小区 我回家发现 话说到一半 刘子夏突然叹了口气 我被他赶了出来 现在没有地方去了 打算去找个小旅馆 先住一晚上再说 半夜三更 你一个女孩去住小旅馆 陆辰宇皱了皱眉 然后 直接拎着刘子夏的行李 走到车后面 老马有些不确定地 看了一眼 一直冷眼旁观的陆辰旭 陆辰旭叹了口气 点了点头 很快 老马将后车厢打开 陆辰宇将刘子夏的行李 放进去 打开车门 公司附近 我有一套公寓 一直闲着 你可以先去住几天 刘子夏听后 吓得连连拒绝 不 不用了 陆总 我去旅馆住一晚就行 真的不用了 那套公寓他知道 听说陆总有时候 会带着他的女朋友 去那里过夜 公司里私下一论 那套公寓 是陆总为了金屋藏娇 特意购买的 他可不想 被公司同事误会了 第171章 这女孩不适合你 他急于和自己撇清关系 保持距离的举动 让陆辰宇心里有些不爽 怎么说他陆辰宇 也是堂堂星月传媒的总经理 英俊潇洒 帅气多精 怎么在刘子夏眼里 这么讨人厌吗 要知道 公司里的那些女人们 如果听到他这样的邀请 巴不得立刻上车 贴着他不松手呢 这个刘子夏 怎么处处像躲坏人 一眼躲着他 他长得很像坏人吗 好 你要去哪个酒店 我送你过去 陆辰宇只好无奈地退了一步 那个 不用去酒店了 酒店太贵 前面的十字路口右侧 有一个小旅馆 我在那里住一晚就行了 刘子夏站在车前 一脸抗拒 不愿意上车 你一个女孩子 大晚上的不安全 我们顺路送你过去 陆辰宇皱眉 语气不容拒绝 刘子夏不好意思 再说拒绝的话 只能不情愿地坐进车里 关上车门之后 他才惊讶地发现 车内还有人 你 你好 他小心地紧贴着车门 红着脸 向陆辰旭问好 陆辰旭微微点点头 没有说话 而是深深地看了弟弟一眼 然后扭头看向车窗外 陈宇这小子 该不是又看上了这女孩了吧 只是 这个女孩单纯 本分 而且刚刚被渣男伤害 他们根本不合适 这是我哥 你不用害怕 陆辰宇坐在前面 细心地回头安慰刘子夏 嗯 刘子夏低下头 一副拘谨无措的模样 两分钟后 车子就来到了刘子夏 所说的十字路口 老马缓缓地将车子停了下来 陆辰宇跟着刘子夏下车 老马有些不解 二少这事 以他的性格 必定是要看着那个女孩 安全住下才会回来 我们等一下吧 陆辰宇抬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夜半三更 他其实很想早点回家陪老婆孩子的 可是 他这个不着调的弟弟 却要展现男人的风度和魅力 没有办法呀 他和老马坐在车里 看着陆辰宇殷勤地 拎着刘子夏的行李 跟在他的身后 三分钟后 又看到他拎着行李走了出来 只是这次两个人换了位置 刘子夏低着头 跟在他的身后 这是怎么 老马很惊讶 可能是没有房间了吧 陆辰宇猜测 两人回到车上 刘子夏依然低着头部说话 陆辰宇直接开口 哥 你在华大附近的青年公寓 不是有一套一时一厅的小房子吗 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 你嫌宿舍炒 特意买的 之前一直是你的一个学弟在住 最近他刚出国了 房子是不是闲着 陆辰宇挑眉 很想拒绝 但是看了刘子夏一眼 却在心里叹息了一声似的 一直闲着 老马 我们去华大青年公寓 老马不确定地看了一眼陆辰宇 这二少追女孩子的路数也太猛了吧 现在可是凌晨一点钟 去吧 当着刘子夏的面 他不想让弟弟难堪 只是觉得 有空了 必须和他好好谈谈 刘子夏和他之前的那些女朋友不一样 不是他可以随便玩玩的 车子很快来到青年公寓 也许是老天刻意安排 他的学弟临走前刚把钥匙给他 他正好随手扔在了车里 陆辰宇拿着钥匙 领着刘子夏上楼 陆总 我们还等二少吗 老马抬头看了看 十二楼已经亮起的灯光 陆辰宇有些疲惫地靠在车子后背上 闭上眼 等吧 他很快就会下来的 果然 五分钟之后 陆辰宇从楼上下来 车子飞驰在回去的路上 陈宇 那个女孩玩不起 你最好离她远一些 陆辰宇给出忠告 陆辰宇不满地叫嚷 哥 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只是同情可怜他而已 是吗 那为什么不让他住小旅馆 陆辰宇看了弟弟一眼 那个 小旅馆的隔音效果太差 而且就只剩下一间房 隔壁还住着一个五大三粗不怀好意的男人 我作为他的老板 上司 保护自己的员工是应该的 他说的义正言辞 那为什么不去你的公寓 他 他怕公司的人误会 哥 你放心 房租我不会少你的 再说了 今天晚上多亏了他 要不是他把我送进了医院 你弟弟我不知道 要在大街上怎么丢人呢 而且 人家还帮我垫付了医药费 现在他遇到了难处 作为一个男人帮他一把义不容辞 陆辰宇说了一大堆理由 陆辰宇看了他一眼 不再说什么 回到陆家别墅已经是接近凌晨三点钟 院子里静悄悄的 所有人都睡着了 他们两个捏手捏脚的上楼 回到各自的房间 主卧昏黄的床头灯下 墨小蝶似乎已经睡着了 他慢慢地走过去 蹲在床前凝视着他熟睡的脸庞 他身上有淡淡的沐浴露的清香 闭着眼睛 睫毛很长 熟睡的样子甜美 闲静 陆辰宇心底一片柔软 忍不住抬手轻抚了一下他的脸颊 但是 下一秒他的手却突然被墨小蝶擒住 谁 他充满警觉地抬头 看到他愣了一下 不好意思地放开了手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不小心睡着了 陆辰旭笑出了声 抬手在他的头上揉了揉 老婆 今天是不是吓到你了 墨小蝶摇了摇头 陈宇呢 没事吧 他看了一眼老婆有些疲惫的眼眸 满眼心疼 没事 那小子很聪明 自己去了医院 现在已经上楼睡觉去了 墨小蝶松了口气 躺在床上 没事就好 陆辰旭附身在他唇上亲吻了一下 老婆 累了你先睡吧 我去冲洗一下 好 墨小蝶点了点头 他从浴室出来的时候 墨小蝶却没有睡着 怎么不睡了 他躺在床上 将他揽入怀中 有点担心 卢欣欣出了这么大的仇 我觉得 卢家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有点担忧 虽然说那样的结果是他们就游自取 可是 卢家人并不一定会这么想 你呀 别想那么多了 有我在 不怕他们耍花样 很晚了 快睡吧 我们的婚礼马上就到了 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 要忙呢 陆辰旭宠密地捏了捏他的鼻子 然后伸手关了床头灯 黑暗中静默了一会儿 墨小蝶突然又问道 老公 卢子循真的不是卢浩泽的儿子吗 陆辰旭轻笑 老婆 你是不是睡不着了 不是 我今天在去卢家后院的时候 遇到了卢子循 突然发现 他和龙柏长的竟然有点像 你说 他会不会是 第172章 梅宜其实是个男的 黑暗中 陆辰旭摸了摸他的头 叹了口气 老婆 找孩子的事情需要慢慢来 你的压力太大了 快睡吧 卢子循虽然年龄和龙柏他们差不多 但却是在国外生的 依照卢浩泽经营的性格 如果卢子循真的不是他的儿子 他应该早就发现了 不会等到现在 我是真觉得 卢子循和龙柏长的很像 你也听到了 阮之宇说 他有证据 卢子循根本就不是卢浩泽的儿子 他还是有些怀疑 老婆 你可能不知道 卢浩泽当年虽然没有和屈灵雪举行婚礼 但是他们却已经在国外领了结婚证 阮之宇是在卢氏企业遇到危机时 作为第三者 强行插足到屈灵雪和卢浩泽之间的 屈灵雪之所以突然病逝 是因为卢浩泽强行带走了卢子循 他在大雨中跟着车子跑了好几公里 后来高烧引发心脏衰竭才去世的 卢浩泽这些年一直愧疚 没有忘记屈灵雪 阮之宇不过是心理计分 想要污蔑卢子循母子而已 黑暗中 陆成旭抱着他耐心的解释 莫小蝶沉默了半天 才失望地开口 原来是这样啊 可能真的使我想多了 想起那几个还未找到的孩子 陆成旭心里有些沉闷 他紧紧地抱住莫小蝶 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老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将孩子们都找回来的 莫小蝶鼻子有些发酸 也紧紧地抱住了他 嗯 老公 我们一起 第二日是星期天 莫小蝶一直睡到九点多钟 才被手机铃声吵醒 他睡意朦胧地从床上坐起来 发现陆成旭早就起床下楼了 房间内只剩下他一个人 床头桌子上手机还在响 他爬过去看了一眼 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于是皱着眉按下了接通键 电话那头传来了 叶兰西低沉的声音莫小蝶 你还想不想找你的儿子了 叶兰西 你什么意思 他心里猛的一惊 叶兰西得意地笑了 笑声有些怪异 你过来 我告诉你事情 叶兰西 别故弄玄虚 有什么在电话里说清楚 否则我是不会过去的 莫小蝶声音冷漠中 带着一丝严厉 叶兰西也没有生气 沉默了半天才开口 警方抓获的人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梅姨 她只是梅姨的跟班 真正的梅姨是个男人 莫小蝶冷笑 叶兰西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电话里面传来了 叶兰西的轻笑声 莫小蝶 你不信 我也没有办法 真正的梅姨手里 有这些年 她所有犯马儿童的记录 这辈子你也别想 再找到剩下的那几个儿子了 最后的几句话中 有浓浓的威胁 然后 叶兰西就突然挂断了电话 莫小蝶盯着手里的电话 愣了半天 叶兰西的话 究竟该不该信 是不是因为 昨天她让保姆绑了她 所以 她才故意撒谎 想要耍花招 可是 万一她说的是真的呢 想到此处 她拨通了李明杨的电话 小蝶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李明杨关心地问 大哥 我想问一下 关于梅姨的情况 在李明杨面前 她没有隐瞒 直接将叶兰西的话说了一遍 李明杨沉默了片刻 小蝶 说实话 我们审问之后 也怀疑那个女人并不是梅姨 梅姨已经被警方通缉了十几年 那个女人 却是从十五年才开始加入的 贩卖儿童组织 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怀疑而已 并没有证据 所以才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莫小蝶握着电话的手 有些颤抖 这么说 叶兰西说的话 可能是真的了 不排除这种可能 好的 大哥 我知道了 挂断了电话 她快速起身 洗漱换衣服 然后下楼 阴天 外面有风 早晨的天气还不算太热 陆陈旭正带着孩子们 在后院的菜地除草 浇水 因为婚期临近 陆母和陆老太太 一大早就出去 和婚庆策划公司的人 商量具体的细节了 大家都心疼她 所以早上起来之后 谁都没有去叫她起床 看她从楼上下来 李嫂赶紧将事前 准备好的早餐端了出来 陆总一直嘱咐 让我将早餐保温 说你起床之后 一定会饿的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莫小蝶没有一点架子 而且平易近人 李嫂打心眼里喜欢她 谢谢 莫小蝶心里有事 三下午除二 就将面前的一碗粥 和鸡蛋吃完篮总监 今天是星期天 不赶时间 你是这么快干什么 小心噎道 李嫂笑了起来 我有急事 要出去一趟 她起身擦了擦嘴 陆陈旭正好从外面进来 听见之后 有些奇怪的问 你要去哪 老马今天休息了 我送你去 孩子们怎么办 四个小家伙在家 要是没有个大人 岂不是要闹翻天了 没事 家里有保姆呢 再说了 妈和奶奶很快就回来了 你等我一下 我去换件衣服 陆陈旭不容她拒绝 快步跑上了楼 莫小蝶想了一下 觉得这件事 陆陈旭作为孩子们的爸爸 也应该知道 因此 坐上车之后 她就将事情的经过 和她说了一遍 陆陈旭明亮好看的 眸子顿了一下 叶兰西确定 梅姨的手中有她 所有贩卖儿童的记录 对此 她有些怀疑 不好说 不过大哥说 警方也怀疑 他们之前抓获的梅姨是假的 她心里很慌乱 很担忧 好了 我们不要多想 去问了叶兰西 自然就明白了 看到她一直紧张地握紧了拳头 陆陈旭安慰她 两个人很快来到 叶兰西居住的小区 上楼之后 保姆打开门 叶兰西正坐在沙发上嗑瓜子 看电视 一派悠闲的样子 看到她们也不起身 只是挑眉看了一眼她们身后 这么快就来了 二少呢 没有跟你们一起来吗 孩子的事和陈宇无关 她为什么要来 陆陈旭走到她面前 盯住了她 说吧 梅姨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开门见山地问 叶兰西将手中的瓜子壳 扔进垃圾桶里 拍了拍手 我当年见过梅姨 她确实是个男的 梅姨的名字 是她故意来迷惑警方的 第173章 叶兰西流产 墨小蝶有些生气地 走到她面前 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叶兰西冲她翻了个白眼 你也没问啊 你 墨小蝶气地冲上前 想要打她 却被陆陈旭拉住 那你现在告诉我们这个 想要干什么 陆陈旭皱眉 昨天这个女人 还要死要活得闹腾 今天却突然将 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她们 一定有什么目的 我没有别的要求 只想换个保姆而已 还有 我是个孕妇 还怀着陈宇的孩子 不会跑的 你们把门口安排的人 都撤走吧 叶兰西起身 走到餐桌前 倒了杯茶 在喝茶的时候 她从胸前掏出了两颗药丸 吃了下去 墨小蝶冷笑了一声 叶兰西 你以为我们都是傻子吗 就凭你告诉我们 梅宜是个男子的这点信息 我们就放你自由 你别做梦了 叶兰西转身走到她面前 眸光中隐含着一丝算计 我手里当然不止这些信息了 我还有梅宜的最新动向 是吗 你整日被困在这个小区内 是如何掌握了梅宜的最新动向的 陆陈旭显然不信她所说的话 叶兰西垂下头 手轻抚上自己的肚子 眼神复杂 这个我自有办法 消息绝对真是可靠 是的 这次并不是她刻意去找梅宜的 而是梅宜主动地找上了她 对方昨天给她发送了一封邮件 里面是她当年的照片 向她威胁索要一百万现金 现她明天下午三点之前 将钱送到宇成西郊梦庄水库旁的 一处废旧工厂门口 否则 对方就会将那些照片和视频 买给媒体和一些低俗的网站 她没有钱 也不想被要挟 因此就想到了墨小蝶 利用墨小蝶和陆成旭将梅宜抓获 从此她就再也不怕对方的威胁了 墨小蝶死死地盯着她 试图在她的脸上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却一无所获 你说来听听 如果是真的 等到抓获了梅宜 我们会考虑你的提议 她想了一下 充满戒备的开口 叶兰西犹豫了一下 她让我在明天下午三点之前 去西郊梦庄水库附近的一处废旧工厂门口 给她送一百万现金 她威胁你 为什么 陆成旭问 因为 因为当年我卖了你们的九个孩子 如今多少还是个小明星 她说 如果我不给她钱 就将证据交给警方 让我坐牢 我没有钱 也不想坐牢 叶兰西想了一会儿 抬起头 那你是如何知道 她身上有范范儿童的所有记录呢 墨小蝶问 这是她最关心的问题 如果真的有记录 那么她的孩子 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 当年 我和她曾经在一起聊过天 为了让我相信她 将九个孩子都卖给她 她给我看了之前范范儿童的记录 地址很详细 没有地址的 她记录了对方的外贸特征 和车牌号 只是不知道 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个笔记本还在不在 陆成旭盯着她看了半天 发现她不像是在骗人 好 我们就相信你一次 钱我会准备好 明天你准时去给她送钱 说完 陆成旭不想再和她废话 拉着墨小蝶准备离开 等一下 叶兰西在身后 有些着急地叫住了他们 还有什么事 墨小蝶回头狐疑地问 言语中透露着气球 那个 阴天 房间里有些闷 我想和你们一起下楼 顺便到楼下的花园里走走 可以吗 墨小蝶看了陆成旭一眼 好 让保姆跟着你 谢谢 叶兰西松了口气 嘴角微微勾了勾 几个人坐上电梯 陆成旭将墨小蝶往自己身边拉了拉 叶兰西看了一眼 有些羡慕 小蝶 当年的时候很抱歉 都是我不好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们的孩子 也不会至今依然下落不明 她垂下眼帘 仿佛很后悔 很痛苦 墨小蝶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没有说话 很快 电梯到了一楼 他们走到楼门口 却发现 外面竟然下起了雨 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把车开过来 雨有些大 陆成旭不想让墨小蝶淋雨 其实 车子就停在不远处 击米开外的地方而已 陆总真的很爱你 看着陆成旭 飞快跑过去开车的背影 叶兰西终于说出了心里的羡慕 墨小蝶转过脸 没有理她 叶兰西突然拉住她的手 笑容诡异 墨小蝶 你以为嫁给她就真的能幸福吗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墨小蝶甩开她的手 神经病 可是 她仅仅只是轻轻一甩而已 叶兰西却不知怎的 突然顺着她面前的台阶滚了下去 鲜红的血 混合着雨水 从她的身下 向四周蔓延开来 刺眼 醒目 保姆和她同时一惊 快步冲了过去 将叶兰西从地上扶了起来 叶兰西紧紧地皱着眉 你就这么恨我吗 孩子是无辜的 你为什么 话还未说完 她的眼睛一翻 就昏死了过去 陆成旭正好开车过来 看到这个情况 赶紧停车跑了下来 怎么回事 别问了 先送去医院再说 几个人赶紧将叶兰西抬到车上 五分钟后 他们来到最近的雨城第一人民医院 孩子没有保住 叶兰西因为失血过多 手术后送入病房时 还处于昏迷当中 整个过程中 墨小蝶一直抿着嘴 这件事有蹊跷 她只是轻轻向后 甩开了叶兰西的手而已 为什么她整个人 会向前摔下台阶 想到此处 她借口上厕所 给李明成打了个电话 李明成听了事情的经过 忍不住开口骂道 叶兰西那个贱人 怎么还不安分 小蝶 你这次可不能再心软了 一定要将她 送进监狱绳之以法 这个女人发起疯了 说不定还会干出 什么更疯狂的事情呢 好的 我知道了 你现在马上找人 将她所在小区的监控调出来 务必保存完好 然后帮我查一下 她最近几个月的产检记录 所有检查结果 全部打印一份出来 如果叶兰西是故意摔下去的 那么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她肚子里的孩子 根本不是陈宇的 要么就是她肚子里的孩子 健康状况出了问题 不能生下来 第174章 扯平了 凭什么 从洗手间回来之后 她看到陆陈旭 正站在病房门口等她 神色有些凝重 怎么了 她走过去问 因为刚刚淋了雨 她的头发还有些湿漉漉的 衣服也有些湿 冷吗 陆陈旭脱掉了自己的外套 给她披上 你的脸色不好 怎么了 她看了一眼 病房门陆陈旭伸手 将她揽入怀中 陈宇来了 在病房内 医生说 叶兰西因为大出血 伤及了子宫 以后都无法再生育了 我没有推她 她仰起头 脸上一片坦然 坚定 陆陈旭抬头轻轻帮她 擦去病脚的一丝雨水 我知道 是我们太大意了 陈宇怎么过来得这么快 她皱眉 陆陈旭轻叹了一口气 她的一个朋友父亲 今日在骨科医院动手术 就在马路对面 我们家一个亲戚 是这家医院的骨科专家 她过来大概是想帮朋友咨询一下 手术可能出现的问题吧 她猜不透 弟弟对刘子夏 到底是什么心态 刚刚看到他们时 她很惊讶 陈宇为了她竟然特意来找亲戚 询问结果手术的细节 和一些术后 需要注意的情况 难道那边骨科医院的医生 不会说吗 至于这么殷勤吗 正想着 陈晨宇一脸阴沉的 从病房内走了出来 哥 你们总得给我个解释吧 她的口气很不好 盯着墨小蝶的眼神 有些吓人 陈晨旭挑眉 将墨小蝶护在身后 她自己摔下去的 我们为什么要解释 自己摔下去的 哥 你就这么护着她吗 就算是叶兰西 曾经将你们的孩子 卖给了人贩子 可是 那都是之前的事情了 你答应过我 等到她生下孩子在追究的 孩子是无辜的 为什么你们 就这么等不及呢 她一脸愤怒和心痛 刚刚叶兰西苦苦哀求 护士给他们 看了留掉的婴儿图片 小小的两个男婴 手脚 五官都长齐全了 那是她的儿子 在看到照片的那一瞬间 她心痛得无法呼吸 哥 你们的孩子是宝贝 我的孩子就应该去死吗 陆晨宇眼睛心红 想到那两个孩子 整个人快要疯了 墨小蝶从陆晨旭身后走出来 没有说话 直接推门走进了病房 病房内 叶兰西一脸苍白地躺在床上 整个人一副虚弱无力的模样 她没有看墨小蝶 而是看向最后面的陆晨宇 二少 对不起 我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说着 眼泪如雨而落 然后 她才看向墨小蝶和陆晨旭 小蝶 大哥 我当初卖了你们的孩子 现在你们杀死了我的孩子 我们之间是不是可以扯平了 扯平了 凭什么 墨小蝶还会说话 陆晨宇先不干了 陆晨旭不满地看了弟弟一眼 然后转头看向叶兰西 我们之间如何扯平 叶兰西看了陆二少一眼 垂下眼帘 一副委屈无助的模样 你们放我自由 将之前的证据销毁 不再去警局告我 可以吗 我 我不想坐牢 原来叶兰西算计了半天 在这里等着他们呢 你想要杀了我 我凭什么要放过你 墨小蝶冷笑 叶兰西看了一眼陆二少 默默地流泪 苍白的脸颊 无助的眼泪 很轻易地就勾起了男人的保护欲 果然 一直以多情暖男自居的陆二少同情心 瞬间被勾起 墨小蝶 你的心怎么这么很多 陆二少狠狠地瞪住他 正在这时 陆父陆母 突然从外面推门进来 吵什么 在门口都听见了你们的声音了 不嫌丢人啊 陆父一脸严肃 他刚刚回到家里 一杯茶还未喝完 就冒着与被陆母拉了出来 看到陆父 陆母 一直默默流泪的叶兰西 突然失声痛哭起来 对不起 伯父 伯母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 和小蝶 他们无关 他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让人看了就心疼 爸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陆承煦有些惊讶 刚回到家 一口茶还没喝呢 就被你妈拉过来了 怎么回事 其实 他们夫妻俩一进病房 看到叶兰西这个模样 就猜到孩子可能没了 陆承煦抢先一步开口 是大嫂 他心里记恨叶兰西 故意将她从台阶上推了下去 墨小蝶看向陆父 陆母 眼神清澈 坦坦荡荡 我没有推她 是她自己故意摔下去的 故意 大嫂 你不觉得 你说这话很可笑吗 陆承煦用手指着她 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病床上的叶兰西 也虚弱地看向她 气血质问 小蝶 我知道你恨我 可是也不能这样冤枉我啊 那可是我的亲骨肉 在我肚子里 已经四个多月了 我为什么要害死自己的孩子 墨小蝶一脸冷漠 这个恐怕 只有你自己知道 够了 墨小蝶 为了我给我一直尊重你 你别在这里血口喷人 胡言乱语了 分明就是 你恨她卖了你的孩子 故意推她的 陆承煦愈愤怒地 你这么虚伪 很多 我哥真的是瞎了眼 陆承煦还要再说下 却被陆承煦打断 够了 陆承煦 小蝶是你的大嫂 事情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呢 你在这里吵什么 是啊 陈煦 妈觉得这里面 一定有什么误会 你大嫂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陆母急忙拦在他们兄弟面前 陆父则一直沉默不语 妈 你也帮着大哥吗 那可是两个男孩 手脚 眼睛 鼻子都长全了 陆承煦一脸心痛地看着家人 你怎么知道的 陆承煦皱眉 他过来的时候 叶兰熙的手术已经结束了 怎么可能看到流掉的孩子 兰熙苦苦哀求 护士给我看了照片 陆承煦想到那两个孩子 满脸悲伤 照片在哪 陆承煦觉得 事情绝不会如此简单 当时 手术是叶兰熙已经昏迷 医生不可能给流掉的婴儿拍照的 在护士的手机里 他本来想把照片发送到自己的手机上 可是护士不让 说这样已经违反了规定 哪个护士 刚刚来输液的那个吗 是陆承煦点了点头 陆承煦漆黑的眸子一沉 转身打开门 就往外走 那个护士绝对有问题 大哥 你是要去要挟人家吗 陆承煦伸手拦住了他 第175章 检查报告 陆承煦冷冷地看着弟弟 眼神中有一丝无奈和心痛 我只想去查明真相而已 承煦 你也不晓了 很多事有时候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 需要用脑子 用心去看 说着 他抬手指了指弟弟的头 此时 墨小蝶什么也没说 直接走到病房的窗前 拿出手机 报了警 你报警干什么 所有人都一脸意外 尤其是陆父 一直沉默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不满和责怪 我没有推他 可是叶兰熙和陈宇却认定 是我推的 既然这样 那就让警察来查清楚吧 这样对大家都好 墨小蝶挂断电话 一脸无味地看向众人 然后 他又冷漠地看了一眼满脸怒气的陆承宇 和病床上楚楚可怜的叶兰熙 如果警察查明了真相 此事和我无关 我会以拐卖儿童罪和谋杀罪起诉叶兰熙的 就是因为他太心软 太顾及陆承宇的感受 所以才会纵容叶兰熙得寸进尺 为所欲为 今天 他绝对不会再心思手软 叶兰熙必须为他曾经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 病床上叶兰熙一脸震惊 你 小蝶 你害我的孩子流产 我都不计较了 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 过去的事 我向你道歉 我答应你 会帮你把孩子找回来 你原谅我好吗 说着 他竟然挣扎着从床上下来 脚刚粘上地 两腿一软 就跪在了地上 小蝶 我求你了 我们就这样扯平吧 谁也别怪谁好吗 我一定会帮你把剩下的孩子找回来的 叶兰熙不愧是个演员 哭得声泪俱下 感人肺腑 陆母有些不忍地将头转向一旁 不敢看他 陆父亲咳了一声 刚想说话 却被大儿子打断 叶兰熙 你别装了 你早该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陆陈旭走过去 搂住墨小蝶的肩膀 夫妻俩站在一起 冷冷地注视着众人 口气中没有一点伤量的余地 陆陈旭气呼呼地走到叶兰熙面前 一把将他拉起来 扶他坐在床上 求他们干什么 待会儿警察来了 很快就会真相大白的 我 叶兰熙想说什么 但是看到陆父陆母都保持了沉默 便躺在床上 闭上眼一脸悲伤地说道 既然如此 你们都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这里是医院 他还如此虚弱 料想他再也玩不出什么花样 陆陈旭和墨小蝶率先走了出来 陆父陆母随后也跟着出来 陆陈旭看着他想劝慰几句 却听得叶兰熙轻叹了一口气 二少 你走吧 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 无论后果如何 我都会平静地接受 说完 他闭上眼 扭向李策 不再看他陆陈旭看了他一眼 也转身走了出来 等到所有人都出去之后 叶兰熙快速地掏出手机 拨通了石羽蒙的电话 事情办得得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石羽蒙急切地问 还算顺利 可是墨小蝶报了警 小区那边的监控你处理了没有 还有 医院的那个护士 你也赶快找人处理一下 我怕他们会查出什么 叶兰熙躲在被子里 压低了声音 已经在处理 放心 马上就好 他们什么也查不出来的 石羽蒙的声音里充满了自信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 叶兰熙才放心地挂断了电话 没过多久 警察就来了 小小的病房内 显得有些拥挤 墨小蝶站在窗前 看到楼下大门口 李明成的车 缓缓地开了进来 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 老公 他轻轻叫了一声陆陈旭 怎么了 陆陈旭立刻走到他身旁 可以打电话 让小楼准备叶兰熙的犯罪证据了 这次我绝不会放过他 他的眼神坚定中 透露着几分恨意 好 我立即打电话给小楼 陆陈旭没有一丝犹豫 直接掏出了电话走了出去 这次都怪他 如果不是 他一直顾忌和陈宇之间的兄弟情谊 当初直接将叶兰熙送进监狱 就不会有现在的麻烦了 警察询问了叶兰熙之后 来到墨小蝶面前 这位女士 对方控诉你故意推他 造成了他跌落台阶 导致胎儿流产 你可以有话说 墨小蝶抬头看着面前的警察 神情泰然自若 警察同志 现在有一个关键的证人 我希望你找他问一下具体情况 证人 谁 警察有些意外 就是刚刚给他们看胎儿照片的护士 刘杰 可是护士站的人却说刘杰家里突然出了急事 请假回家了 病床上 叶兰熙嘴角不动声色地上扬了一下 没有监控 没有人证 他倒要看看墨小蝶如何能够自证清白 正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在门口的一名警察打开门 你找谁 李明成笑着指了指墨小蝶 我有事找他 墨小蝶走向门口 却被陆陈宇拦住 蓝总监 你报得紧 事情还未说清楚 就想趁机溜走吗 墨小蝶无奈地瞪了他一眼 自己这个小叔子 长得俊朗迷人 却没想到脑子这么简单 这么好骗 真不知道 新月传媒在他手里 是怎么做起来的 我就在门口 如果你不放心 可以跟着我 说完 他没有再理他 开门走了出去 李明成将他拉到一旁 悄悄地竖起了大拇指 小蝶 我真佩服你 那个女人的孩子果然有问题 一星期前他就知道了 这是故意等着陷害你呢 说着 李明成将复印好的检查报告 门诊记录都交给了他还有 多亏你机灵 我刚刚将他小区门口的监控拷贝下来 就有黑客侵入 正好销毁了那一段 李明成又递给他一个U盘 好 现在你马上派人去找一个叫王杰的护士 他是关键的证人 今天参与了叶兰西的手术 李明成点头离去 陆陈旭就站在不远处墨小蝶的身后 他刚刚通知小楼准备好了所有资料 准备随时去告叶兰西 此时 他几步就走到墨小蝶的身后 李明成来这里做什么 墨小蝶没有说话 直接将手里的检查报告递了过去 陆陈旭看了一眼 然后用力推开门走了进去 第176章 自作孽不可活 进去之后 他什么也没有说 而是满脸怒气地将检查报告 扔在了陆陈旭的身上 自己看看吧 大概有十几张报告单 定成一叠从陆陈旭的胸前掉落在地上 陆陈旭疑护的弯腰捡了起来 叶兰西之前一直在宇成妇幼保健院做的产检 上一次他送刘子下去医院 也是在那里遇到他的 报告单上附带着彩钞图片 清楚地写明了 一个胎儿没有胎心 已经胎死腹中 另一个胎儿 存在严重的畸形 存活的可能不大 医生建议立即手术 终止妊娠 叶兰西似乎不相信 又去了好几家医院 结果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他的孩子 根本就不是因为叶兰西摔下台阶而死的 是早就胎死腹中了 陆陈宇的手微微发抖 半天才缓缓地抬头 脸色有些苍白 满眼都是震惊 哥 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如果不信 上面有医生的签字 你可以亲自去问医生 陆陈旭搂着墨小蝶 声音冰冷 陆母狐疑地从陆陈宇手中夺过报告单 看了几眼 突然一脸厌恶地看向叶兰西 你这个女人还真有心结 可恶 警察同志 你们看看 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这个人和我们陆家毫无关系 叶兰西心里有些发毛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墨小蝶竟然弄来了 他的产检报告单 陈宇 你别信他们的 这是墨小蝶为了脱罪 故意造假的 李明成可是支撑的总经理 造一份假的报告单 对他们而言 再简单不过了 他的话音刚落 病房的门 就被人再次推开 护士王杰 被李明成用力推了进来 王杰 当着警察的面 把话说清楚吧 李明成瞪了王杰一眼 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并细心地降门关上 为首的警察皱眉 语气凌厉 你是王杰 你不是家里有事请假了吗 我 我王杰看了一眼 病床的叶兰西 整个人都很慌张 王杰 医院规定不准 带手机进手术室 他儿的照片 你是怎么拍的 墨小蝶立声质问 我 我王杰依然慌乱 犹豫 不想说王杰 当着警察的面 如果撒谎 做伪证 可是要受到处罚的 陆陈旭淡淡的声音里 透露着一丝威胁 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纠结了半天 王杰才低着头说道 墨小蝶微微冷笑了一声 将报告单递到王杰面前 没想到王护士还挺讲义气的 不过为了他被拘留 留下一生的污点 说不定还会影响了下一代 太不划算了 王杰瞥了一眼报告单 整个人瞬间崩溃 我说 我说 照片根本就不是叶兰西的孩子 是我在网上搜的 他前几天来这里检查 就发现了问题 是我鬼迷心窍 为了一万块钱 就答应替他隐瞒 还从药房给他拿了两颗特效的堕胎药 帮他演戏 警察同志 我知道错了 你们千万别拘留我 求你们了 病床上的叶兰西还在做垂死挣扎 他颤抖着手指着王杰 王护士 你收了他们多少钱 要说这种魅良心的话 我们都是女人 为什么你要这样陷害我 声泪俱下的指责 气血的控诉 叶兰西的演技 此时可以入为国内的大奖了 王杰生气地盯着他 你忘了当初 你是怎么求我的 你说你老公背叛了你 你很可怜 现在孩子出了意外 你老公一定会和你离婚的 所以我才帮你的 说完 他又看向警察 警察同志 你们如果不信 我可以去医生那里拿咽血报告单 他的血液里 还残留着堕胎药的成分 陆承宇走到叶兰西面前 死死地盯着他 那样子 像是随时都要出手掐死他一般 叶兰西 铁证如山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事已至此 叶兰西知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 他伸出手想拉住陆承宇 却被他无情地甩开 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陈宇 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我是真的很爱你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陆承宇看着他 眼睛里划过一丝厌恶 后退了一步 声音冰冷 不带一丝感情 叶兰西 你我之间到此为止 然后 他决绝地回头走出了病房 叶兰西在他身后 哭得声嘶力竭 陈宇 陈宇 我是真的爱你 陈宇 你回来 洛姆拉着陆腹走到墨小蝶面前 小蝶 陈宇那小子太感情用事 太冲动 误会你了 你别往心里去啊 墨小蝶还没有说话 陆承旭先沉着脸开口了 每次都是这样 这么大的人了 一点脑子都没有 这次 他必须给小蝶道歉 好 回去之后 一定让他给小蝶道歉 你们的婚礼马上就到了 千万别因为陈宇这小子 影响了心情啊 墨小蝶点了点头 直接走到警察面前 将手里的优盘 和所有的证据都递了过去 警察同志 我要以污蔑罪 谋杀罪 还有贩卖儿童的 罪名状告叶兰熙 警方看了一眼 他递过来的材料 感觉到事关重大 于是将他们两个 带回了警察局 小蝶也及时将 之前叶兰熙 故人制造车祸的证据 送了过来 警察详细地做了记录 让他们回去等消息 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 墨小蝶想了一会儿 看向陆承旭 我们恐怕 还要去一趟叶兰熙家里 你在怀疑他提供的 狡猾多变 我怕他又玩什么花样 好 我们一起去 两个人很快 就来到了叶兰熙家中 测试了几次 陆承旭很快 就打开了叶兰熙的电脑 在他的邮箱内 发现了梅伊 发给他的邮件 看了邮件内容 墨小蝶有些惊讶 他没有想到 叶兰熙当年 竟然被梅伊给欺负了 而且还拍了视频 这也算是他自作自受了 他说的应该是真的 可是 明天让谁去梦庄水库送钱呢 叶兰熙如今身体虚弱 已经被警方监控 让他去根本不可能 因此 必须找一个 和叶兰熙身形相似的人 这样才能引出梅伊 将其一举抓获 第177章 去找洪威 陆承旭和墨小蝶 几乎是一口同声 洪威 对 洪威的身形 和叶兰熙十分相似 上次的车祸事件 叶兰熙就差点把他们骗了 我现在就给陈宇打电话 陆承旭掏出手机 拨通了弟弟的电话 半天却一直没有人接听 他皱了一下眉头 然后 拨通了星月 传媒金牌经纪人李曼的电话 电话那头 李曼有些惊讶 陆总 洪威现在在哪 我找他有事 陆承旭问得很直接 李曼很快给了他们一个地址 坐上车之后 墨小蝶握住他的手揉声说道 老公 已经快一点钟了 我们先去吃饭 然后再去找洪威 陆承旭的胃不好 最近经过条理 刚刚才有所好转 如果再不注意 之前的条理就全白费了 陆承旭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意 抬手揉了揉他的脸 好 我们先去吃饭 老婆 你想吃什么 清淡一些的 你不能吃太油腻的 于是 两个人去吃了一些蔬菜粥 然后直接去了洪威家里 洪威住在白水和西岸的西城区 距离市中心较远 因为房租便宜 所以很多来宇城打拼的年轻人 都住在这里 根据李曼提供的地址 他们很快来到一个 看起来还算不错的小区 洪威和他男朋友 就租住在这个小区一号楼的四楼 午后 雨已经停息 湿润的空气中有些许清凉 因为是中午 小区里的人并不多 他们来到四楼还未敲门 就听到了里面的争吵声 小威 买房子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 一个男人的声音里 隐忍着愤怒 阿牧 你听我说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我只是想给你个惊喜而已 洪威讨好的解释 惊喜 洪威 那套房子是你全款买的 要二百多万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这个叫阿牧的男人咬牙质问 我 当然是我赚来的 你也知道 我现在虽然不及那些大明星 但是却也小有名气 两百多万 对我不算什么的 是吗 小威 我看过你们的合同 你才签约不到半年 根本就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钱 挺口气 阿牧显然不幸 我表现好 得到了老板的赏识 所以他特意给了我一笔奖金 洪威接着解释 表现好 小威 虽然我当年没有考上大学 可是并不代表我阿牧是个傻子 你和星月传媒总经理的事 上了好几次热搜 我开始一直欺骗自己 认为 那只是你们公司炒作的一种手段 可是 小威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们分手吧 阿牧心痛地说道 为什么 阿牧 我这样做 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啊 洪威哭了起来 门外的陆成旭 和莫小蝶互看了一眼 不知该不该敲门 其实 听得出来 洪威其实很爱他的男朋友 只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 才一时糊涂 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说到底都是陆成旭惹的祸 怎么办 要不要帮他一把 莫小蝶小声问身旁的陆成旭 如果今天洪威和男朋友分手了 心情不好 不知道会不会愿意帮他们 弟弟惹下的祸 他这个做哥哥的 不能看着不管 尽管心里有些不情愿 陆成旭还是点了点头 于是 莫小蝶抬手敲了敲门 屋内的争吵声停住了 谁啊 阿牧有些不耐烦地打开了门 看到面前这两个衣着 气度都不凡的人 阿牧愣了一下 你们找谁 莫小蝶指了指洪威 找他 洪威此时才看清楚他们 赶紧走过来将他们请进了房间 陆总 蓝总监 你们怎么来了 小小的一室一厅的房子 几个人都站在那里 显得有些拥挤 莫小蝶打量了一下 屋内有些凌乱 沙发上堆满了衣服 茶几上有吃剩下的外卖 不好意思 屋内有些乱 让陆总和蓝总监见笑了 洪威三两下 就将沙发上的衣服抱起来 丢进了阳台上的洗衣机内 然后又利落地收拾了 茶几上的杂物 顺便给他们两个倒了茶 阿牧一直站在门口 直直地盯着陆陈旭 抿着嘴不说话 莫小蝶看了他一眼 笑着说道 洪威 别忙了 坐下吧 我们谈谈之前说好的事情 说好的事情 洪威一头雾水 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莫小蝶假装生气 洪威 你这样就不对了 我好不容易才说服陆总 提前预知了你一年的工资 你怎么拿到钱就不承认了 说着 他冲洪威眨了眨眼 洪威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不好意思 蓝总监 最近事情比较多 我给忙忘了 莫小蝶起身 走到阿牧面前 伸出了手 你就是阿牧吧 我早就听洪威提起过你 阿牧此时大概也认出了莫小蝶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伸出手 蓝总监 我听说过你 你的设计真的很棒 说实话 我高中时也梦想着 成为一名室内设计师 可是却高考落榜了 说完 阿牧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其实只上了一年大学 悟性自学的 如果有梦想 我相信有一天也会成功的 莫小蝶很诚挚地鼓励 他可能没有想到 他只是不经意地一句鼓励 会让阿牧最后真的成为了 一名优秀的室内设计师 还在危难中救了他的孩子们 谢谢蓝总监 我会努力的 阿牧的笑容中透露着淳朴 我刚刚听到你们在吵架 你怀疑洪威是吗 这 我 阿牧脸上的表情变得很难看 你不用怀疑他 其实那些热搜 都是他的经纪人炒作的 娱乐圈你大概也知道 没有几条新闻是真的 洪威对你可是一心一意的 至于 他买房子的那些钱 是陆总提起预知了他一年的收入 他不想看你那么辛苦 想早点在宇城有个家 你要是因为那些无聊的娱乐新闻 就和他分手了 会后悔一辈子的 莫小蝶回头看了一眼洪威 洪威感激得泪流满面 看到阿牧还有些怀疑 他接着说道 当然 这一年的收入 也不是白白提起预知的 我们还需要洪威帮个忙 什么忙 阿牧很快就相信了他的话 我们需要洪威明天下午假扮一个人 帮我们送个东西 去梦庄水库 说完 他回头看了一眼洪威 洪威站起身 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下来 蓝总监尽管吩咐 我洪威一定做到 他现在对莫小蝶充满了感激 正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呢 第178章 附约 夏季的天气 头一天还是狂风暴雨 第二天已经是阳光灿烂了 下午三点 洪威戴着墨镜 打着遮阳伞 假扮成夜兰西的模样 拉着一百万现金 来到了梦庄附近 没已指定的地点 他身上带着隐形的定位装置 监听设备 李明成从在志城 挑选出了十几名退伍军人 在头一天 已经假扮成钓鱼的 混入了梦庄水库附近的村民 和游客当中 李明阳带领着刑警队的几十名队员 悄悄埋伏在一公里外 随时待命 洪威拉着行李箱 在废旧工厂门口 等了足足有40分钟 才看到一个衣衫褛褛的石黄老头 从远处走了过来 老头走到他身旁 眼睛在他身上滴溜了好几圈 才低着头 拿着手中的棍子 胡乱地在草丛内 划拉着洪威 紧觉地往一旁躲了一下 你是在等人吗 石黄老头突然开口 洪威愣了一下 点了点头 是啊 石黄老头伸手就去拉他手中的箱子 给我吧 洪威赶紧将箱子拉至身后 护住 你谁啊 我为什么给你 然后 他又压低了声音威胁道 叫梅出来 将照片和视频给我 否则 我是不会把钱交给你们的 洪威作为歌手 声音的控制和模仿能力都很强 现在即便是熟悉的人 只听声音 也无法在第一时间分辨出 他不是叶兰西 石黄老头上下打量了他几眼 半天才又开口 跟我来 洪威不着痕迹地 向身后不远处看了一眼 然后跟着石黄老头 走进了那座废弃的工厂 工厂很大 往里走 杂草丛生 几乎没有路 夏日午后 蚊虫特别多 很快 洪威的腿上 就被咬了好几个包 他有些气恼地 弯腰挠了挠发痒的腿 抱怨道 这是什么鬼地方 这么多蚊虫 拉杆箱在这里根本没办法用 他只好用力地将箱子拎了起来 一百万现金 大概有二十多斤重 拎着有些吃力 石黄老头几次想要帮他 都被他拒绝了 在草丛中 艰难地走了 约莫有十几分钟 他们来到工厂 最深处了一间 看起来还不算太破旧的仓库钱 梅姨就在里面等你 去吧 石黄老头突然伸手用力 将他推了进去 顺便抢了他手中的皮箱 你推我干什么 洪威生气地抱怨 一抬头才发现 偌大的仓库正中间 坐着一个穿着背心 短裤的男人 那个男人约莫四十多岁 身形魁梧 皮肤有黑 留着小平头 眼神有些凶狠 两条胳膊上都是刺青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石黄老头拎着皮箱 快步跑到这个男人面前 里面是摆得整整齐齐的一百万现金 两个人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还是梅姨厉害 捏住了叶兰西的要害 她才会这么乖乖地将钱送来 石黄老头一脸讨好的拍着马屁 确定眼前的人就是梅姨 洪威抬起了头 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 将钱送来了 照片和视频呢 梅姨是不是也应该按照约定都交给我 梅姨翘着二郎腿 看了洪威一眼 眼睛里划过一丝惊艳 眼光不怀好意地在洪威身上打量 叶兰西 听说你前段时间出国了 是不是又去整容了 这次的效果比上次的漂亮多了 洪威今天的妆容 刻意模仿了叶兰西 不知是梅姨太大意 还是色迷了心窍 她竟然没有发现 眼前的叶兰西是假冒的 梅姨的眼神中没有任何掩饰 大胆 露骨 让人恶心 洪威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 后退了一步 皱梅姨这个和你没有关系 你赶快把东西给我 其实 看到梅姨肆意的眼神 她恨不得马上离开 可是为了稳住她 不让她起疑 洪威只能以照片和视频为借口 拖延时间 梅姨高敲起的二郎腿放了下来 从皮箱内拿起一叠钱 递给了石荒的老头 去 和外面的隔几个分了 把门给我守好了 老头满脸堆笑地接过前 意味深长地看了洪威一眼 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并顺手将门关上 梅姨 你 你想干什么 她有些紧张地后退了一步 梅姨脸上露出一抹邪恶的笑意 缓缓向洪威走了过来 叶兰西 好几年不见了 我还挺想你的 说话之间 她已经走到了洪威面前 一伸手就要去抱她 洪威吓得一侧身躲到了一旁 你 我已经将钱给你拿来了 你还想怎样 他们千算万算 也没有想到 这个梅姨竟然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不肯放过叶兰西 还起了色心 叶兰西 这七年来 我可是经常梦到你呢 那些照片和视频 我有空就会翻看一遍 这样吧 你不如跟着我吧 以后保管你吃香的 喝辣的 梅姨像是在回味从前 砸了砸嘴 又扑了过来 她的话 让洪威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这个男人还真是无耻 洪威再一次 显显地夺过了梅姨的魔掌 梅姨 你不讲信用 信用 干我们这一行的 哪里有什么信用 七年前你不是就知道了吗 梅姨一脸阴险无耻的笑意 你别过来 否则我喊人了 洪威指着她立声说道 喊人 你喊了 这个厂房周围都是我的人 你乖乖听话 说不定还是我一个人对你 你要是喊人了 可就是我的兄弟们一起对你了 梅姨的语气中充满了危险 洪威一步步后退 心里紧张 焦急 她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 蓝总监他们 是不是已经跟了过来 梅姨将洪威堵在角落里 一脸志在必得的笑意 叶兰西 今天是不会有人救你的 你还是乖乖 从了我吧 说着 她伸出双手 冲着洪威就扑了过去 几乎是同一时间 房门被人用力踹开 十几名身着警服的警察 瞬间涌了进来 举起手枪 将梅姨团团围住 梅姨愣了一下 扭头恶狠狠地看向洪威 你竟然敢报警 然后 瞬间出手擒住了洪威 不知何时 她的手中已经多了一把匕首 此时 她将匕首放在洪威的脖子上 满脸力气 动手啊 你们只要敢动手 我立刻杀了她 一直在外面 监听的李明阳 眉头紧锁 怎么了 事情有些麻烦了 李明阳看了一眼不远处的仓库 眼里有些焦急 这次 必须将梅姨一举抓获 否则 以后再想抓她 就拿了第179章 孩子们的详细下落 一直要求跟过来的阿牧一听到 洪威有危险 急得瞬间站了起来 我要去救洪威 墨小蝶赶紧拉住了她 别急 洪威我们一定会救的 先计划一下 他们已经控制了外面梅姨所有的属下 一共八个人 从他们的口中得知 仓库后面不远处有一个后门 在后门处 他们停了一辆卡车 本来是打算拿到钱之后 坐上卡车 假扮成附近的村民溜走的 却没有想到 梅姨看到叶兰西之后 竟然心生了邪念 而且还连累他们 也被抓了 几个人此时恨死了梅姨 梅姨挟持了洪威 必定会往后门走 那里有卡车 便于逃跑 墨小蝶冷静地分析 李明阳和陆成旭都点了点头 我这就通知明成 带人在后门处埋伏好 务必将梅姨一举抓获 我和他们一起去 陆成旭和阿牧同时起身 李明阳看了他们几眼 点了点头 一切听从指挥 不准轻举妄动 不远处的仓库内 里面负责的警察 接到指令之后 假装担忧洪威的安全 答应梅姨 只要她不伤害人质 就放了她 梅姨挟持着洪威 但是还不忘桌子上的钱 将皮箱给我拿过来 否则 我现在就杀了她 说话的同时 手上的力度加深 洪威的脖子上 有血渗了出来 好 你别激动 赶快将箱子给她 负责的警察 害怕她真的苟迹跳墙 伤害了洪威 赶紧命人将箱子合上 正准备送过去呢 梅姨又警觉地说道 放在地上踢过来 警察无奈只好照做 在踢的时候 故意用力 想借机用箱子撞伤梅姨 可是 梅姨很聪明 一抬脚 箱子就稳稳地 停在了她的脚下 她一只手紧握住匕首 抵在洪威的脖子上 弯腰用另一只手 从里面拿出好几叠钱 塞在了自己的腰间 你们都往后撤 拿了一部分钱之后 她挟持着洪威 向仓库后门走去 警察害怕 将她逼急了伤害洪威 只好远远地跟着 走到后门处 梅姨一脚踹开了破旧的大门 拽着洪威的头发 向卡车所在的地方 快步走了过去 你已经拿了钱 为什么还不放我 洪威挣扎 放了你 梅姨心里有些得意 可是 她的得意还未持续一分钟 突然有人从她身后窜了出来 一脚踹在她的手腕上 她手中的匕首 咣当一声落在地上 几乎在同一时间 有人冲出来 一把将洪威 从她的前置中拉了过去 她顾不得洪威 飞速弯腰 正准备捡起地上的匕首 匕首突然被人一脚踢开 紧接着 十几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将她围了起来 梅姨自知这次无路可逃了 呃狠狠地看向洪威叶兰西 你以为警察将我抓了 你的那些照片和视频 就会被销毁 再也没有人知道了吗 我告诉你 我早就设置了定时上船 我如今被抓 明日一早 整个雨城的人 都会知道你的事情 我看你怎么在娱乐圈混下去 洪威受到了惊吓 此时正躲在阿牧的怀里发抖 陆成旭看了梅姨一眼 冷冷地说道 叶兰西已经被抓 早就身败名裂了 这次的行动 总体来说 还是非常成功的 警方一举抓获了梅姨 经过审问 梅姨交代了 她这几年的所有犯罪记录 真的如叶兰西所言 她将每一笔交易 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莫小蝶和陆成旭 激动地从李明杨手里 接过那个厚厚的 已经被翻得 有些破旧的笔记本 在李明杨的办公室 他们一点一点 仔细地查看 终于 在笔记本中间部分 查出了关于九个孩子的信息 除去已经找到的杜独 龙柏 龙谦 子仲 默默和冉冉 上面还详细地记载了 其余几个孩子的去向 她将几个孩子 都做了编号 二宝就是那个被卖之后 遭遇折磨的孩子 第一次被买给了一个富裕人家 地址不知 当时对方开的车牌号 是于Y2460 不过后来这个孩子 退回来之后 在金花镇附近突然断气 他们在那年1月20日 将其扔在了金花镇 李家村池塘边的杂草丛中 三宝当时也被卖了好人家 对方信息不详 车牌号是于Y3578 小四宝被卖到了300公里外 花泽县道乡村五祖一户 信贩的人家 看到了这些信息之后 莫小蝶突然松了口气 身子一歪 差点从桌子上滑下来 陆陈旭及时扶住了她 小蝶 你没事吧 她虚弱地冲她笑了笑 没事 我是高兴 找了这么多年 终于有了孩子们的详细去向 说着 她的眼泪就流了出来 找了这么多年 终于快要找到孩子了 她心里此时有高兴 有担忧 还有心痛和难过 高兴的是 她也许很快就能将孩子全部找到 担忧的是 孩子们当年的情况都很糟 龙柏和龙千 是幸运地被龙威送去了国外治疗 才活了下来 可是这几个孩子呢 是否也能够如此幸运 遇到一户好人家 心疼和难过的是 因为她当年的无能 二宝被折磨 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 陆陈旭伸手将她揽入怀中 声音沉重 小蝶 对不起 我应该早点找到你们的 他们还是晚了一步 二宝可能已经不在人世 这样的认知让她心里无比难过自责 李明成在一旁看了半天 这两个人却一直沉浸在自责和悲伤之中 最后 她实在是忍不住了 清了清嗓子 你们两个 别再一味自责了 现在孩子的去向都很详细了 你们接下来是不是该振作起来 去找他们了 要知道 龙柏和龙千可是还在恨你们 你们都不着急 和他们两个相认吗 李明成的一席话 瞬间将两个陷入自责和内疚中的人 拉回了现实 墨小蝶擦了擦眼泪 李明成说得对 我们应该振作起来 好好地去找孩子 陆成旭又细心地拿出纸巾 将她脸上的泪痕擦了一遍 放心 一切由我 她的语气坚定 充满了力量 墨小蝶将所有的信息 都拍照存在了手机里 车牌号是关键 要想找到三宝 必须从车牌号入手了 还有二宝 虽然她可能已经不在了 可是我一定要揪出 那个虐待她的人 要让她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一想到自己的孩子 还不到两个月 就遭受了非人的虐待 墨小蝶的心揪成了一团 每吸一口气 都觉得疼痛难忍 嗯 这个花子到乡村 是我外婆家 回去之后 先让妈打个电话问一下 是不是有人在七年前买了孩子 陆成旭想了想说道 第180章 派人劫持墨小蝶 事情都处理得差不多之后 他们去医院看了红威 红威的脖子处 被眉衣用匕首划伤了很长一道口子 不过还好 只是伤及表皮 医生处理之后 说是当天就可以出院 可是阿母不放心 蓝总监 我有一件事想求你 红威故意将阿母之出去 看了陆成旭的一眼 小声说道 陆成旭很知趣地 走到墨小蝶身边 我在外面等你 看着陆成旭走去之后 红威突然握住墨小蝶手 蓝总监 谢谢你为我隐瞒一切 谁都会一时冲动 做出错误的决定 只要及时改过 应该都不会太晚 今天的事 我还要谢谢你呢 让你受惊了 墨小蝶的语气很真诚 对于红威他了解的不是太多 以前以为他和叶兰希一样 也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经过了这件事 他发现 红威其实比叶兰希真实 简单 只不过是在生活的 重压下一时弧度 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已 这种人其实很可怜 蓝总监 你能不能帮我和陆总说一说 我不想在新月传媒待下去了 我想开一间舞蹈室 和阿牧过简简单单的生活 红威拉着他的手哀求 他的决定让墨小蝶有些惊讶 要知道 红威现在的歌唱事业 可是正处于上升器 上个月还有一首新歌 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呢 我听说新月传媒那边 正准备立捧你呢 你现在退出 有些可惜啊 红威看着窗外脸上 露出淡淡的笑意 曾经 我以为登上舞台 成为大明星 接受粉丝崇拜的目光 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做梦都想成为那样的人 可是 真的有一天走到这一步 却发现 其实那些都不是我自己真正想要的 我现在 只想守着阿牧 过平淡 简单的生活 红威的脸上 平静中露出一丝甜蜜的幸福 此刻她看起来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显得漂亮迷人 你要是现在离开了新月传媒 买房的钱 要如何向阿牧解释 莫小蝶好心提醒她 红威挣住了 半天才无奈地说道 这个 我刚刚没有想起来 莫小蝶想了想 这样吧 我回去之后 和陈宇商量一下 将你调到幕后 做一名普通的员工 这样的话 你不当明星了 应该就会有更多的时间 陪你男朋友 忙碌你舞蹈室的事情 等到一年之后 我再找陈宇 让他和你解约 你看怎么样 红威今天帮了他们很大的忙 莫小蝶不想欠别人的 这样 他们之间也算是扯平了 红威感激地 再一次紧紧抓住他的手 男总监 谢谢 谢谢你 从医院出来之后 时间已经接近了傍晚 老马开着车 飞驰在回家的路上 陆陈旭握住莫小蝶的手 我已经让小楼去查 那两个车牌号了 只是过了七年 车牌号已经发生了转移 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会查出来 没关系 七年都已经等了 这段时间 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莫小蝶看了一眼车窗外 夕阳最后一缕光亮 已经隐没 路灯渐渐亮了起来 老婆 陆陈旭轻轻喊了他一声 怎么了 他回头看着他 有些不明所以 陆陈旭抬手轻抚了一下 他的眉头 似乎想要 将他的不愉快都扶去 今天已经是九号了 妈让我们明天去试婚纱 莫小蝶听了他的话 垂下了眼帘 孩子还没有找到 让他怎么能开心地去举行婚礼 陆陈旭心疼地将他揽入怀里 老婆 我知道你担心孩子 可是 我是陆氏的总裁 我们的婚礼关系重大 我向你保证 婚礼过后 一定第一时间陪你去花泽找孩子 还有龙百和龙千 我会尽快安排你们见面 想办法改变他们对我们的看法 好不好 莫小蝶抬头看向他 微弱的灯光下 男人的脸不在高冷 但却依然俊朗迷人 密切地观察着他的表情 就连刚刚的语气 也有些小心翼翼 他心里暖暖地 靠在他的怀里 轻声道 好 一切都听你 李明成也在帮我们查车排号 相信很快就会有三宝的下落 青西山龙家老宅的书房内 龙千刚刚接了一个电话之后 一直眉头紧锁 龙百抱了半个西瓜 吃的西瓜汁顺着脖子流了下来 哥 怎么 是不是公司出事了 还是那个莫子仲 又要攻击我们的网络 他问 龙千看了他一眼 有些嫌弃地将纸巾盒推到他面前 擦一擦 你的衣服脏了 龙百低头一看 果然自己雪白的衬衫上 沾满了红色的西瓜汁 他拿起纸巾 胡乱地擦了两下又问 哥 你一直皱着没干什么 真的是莫子仲又来找事情 自从上一次被莫子仲 利用黑客技术要挟了一把 兄弟俩现在提起他 就恨得牙根直痒痒 要不是龙千一直拦着 估计龙百早就派人 杀进了莫子仲的幼儿园 不是他 是林峰的电话 他说道上有人联系我们的人 出了大价钱 要买莫小蝶的命 龙千抿着嘴 神色清冷 不知道在想什么 啥 有人要买那个女人的命 龙百也感觉有些意外 他们兄弟俩 虽然也恼火 莫小蝶不遵守承诺 但是却只想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他 如今咋一听 有人要买他的命 兄弟俩都挺意外的 龙百放下手中的西瓜 有些想不通 那个女人除了得罪咱们 还得罪了谁 对方的心够独当 莫小蝶那个女人 做得一手好菜 要是死了 真的还有些可惜 龙千盯着七妃的窗外 不知在想什么 半天也没有说话歌 那咱们该怎么办 对方明天 准备在她试完婚纱之后动手 你去安排人 在婚纱店 将她打婚劫持出来 带到这里 龙千的表情 有些犹豫和挣扎 最后 她突然折断了手中的笔 做出了决定 那个女人虽然很可恶 但是就算是算账 也得是他们龙威集团先来 是她龙百和龙千先来 做出了决定之后 她整个人 好像都轻松了不少 看了一眼弟弟 龙百 去给我切块西瓜 龙百一听 赶紧将手中 没有吃完的半个西瓜 递到她面前 你吃我这个就行了 但是 在看到哥哥 几乎要杀人的眼神时 赶紧又将西瓜拿了回来 我这就让严婶 切块西瓜 给你送过来 龙千看着弟弟离去的背影 凝重的眼神中 有一丝羡慕 如果她 也像弟弟一样 咀嚼着这个名字 当初那么狠心地扔了他们 现在却四处找他们 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们是人 是活生生的人 不是什么小猫小狗 不想要了 就可以随便扔掉 他一定要让墨小蝶 为他当年的决定付出代价 即便他是他们的亲生母亲 第181章 自卢浩泽的威胁 7月10日 他们约定好十点去试婚纱 几个小家伙一听到要去试婚纱 连幼儿园都不去了 非要跟着墨小蝶 都争抢着 要第一个看妈咪穿婚纱的样子 陆承旭他们两个无奈 只好带上了四个宝贝 一起去婚纱店 只是 车子刚离开陆家别墅 他就接到了小楼的电话 电话里 小楼的声音很紧张 陆总 如是服侍的总经理卢浩泽来了 说是有事情找你商量 还威胁说 他手里有东西给你看 如果你不出现 就直接将东西发给媒体 听口气 来者不善 东西 什么东西 陆承旭看了一眼墨小蝶 皱眉 他们陆氏这些年 一直遵纪守法 支持政府的每一项决定 根本没有什么 把柄是卢浩泽可以抓到的 不知道 只是看他的样子 不像是骗人的 你还是过来一趟吧 不然他一直在这里闹 怎么也不肯走 小楼哀求 陆承旭看了看时间 九点多 去公司应该能赶过来 大宝 你好好照顾妹妹们 爸爸公司有事 要赶过去处理一下 他嘱咐大儿子 莫子仲很有担当地点了点头 爸爸 你去吧 有我在 一定会将妈咪和妹妹们照顾好的 陆承旭欣慰地揉了揉儿子的小脑袋 在十字路口下车 老婆 你们先去婚纱店 我处理了问题之后 马上就过去 临下车时 他抱了一下墨小蝶 好 我们等你 只是 他刚刚放开自己的老婆 准备离开时 女儿们以冉冉为首 很快就挤了过来 爸爸 你只抱妈咪 都不抱我们 偏心冉冉 也要抱抱 冉冉撅起了小嘴 他无奈又宠溺地 捏了捏冉冉的小鼻子 你呀 来爸爸抱抱 抱了一下冉冉之后 他又不舍地抱了抱肚肚和默默 莫子中皱着眉头 推了他一把 爸爸 你要是不抓紧时间 就来不及了 到时候 你就看不到妈咪是婚纱了 三个女儿 这才放开陆承旭 他打车来到陆氏集团时 卢浩泽正坐在他办公室门口的沙发上 一手拿着杂志 一手端着咖啡 一副悠闲自在的模样 看到他 小罗松了一口气 陆总 你总算来了 不管我怎么解释 他都不肯走 卢浩泽此时已经起身 走到了他的面前 陆总 见你一面 可真哪 陆承旭看了他也没有说话 而是静止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卢浩泽也没有生气 跟在他的身后也进了办公室 并随后降门关上 我赶时间 有什么事你直说吧 他坐下来之后 开门见山地说道 既然他们兄妹 敢用那种下三滥的手段算计他 就别怪他陆承旭翻脸无情 卢浩泽看了他一眼 嘴角不以为然地勾了勾 好 既然你这么爽快 我也就不管弯抹脚了 我们卢氏在西郊买了一块地 准备建药厂 各种审批手续我已经办好了 就是在买地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还有就是后期的施工和设备 我今天来 是想和陆氏谈合作 哦 合作 陆承旭挑眉看了他一眼 卢浩泽从小就是一个 不择手段的人 他这次来 绝对不会只是谈合作这么简单 是 你也知道我儿子子徐 在国外医学界被誉为神童 他手里有好几项特效药的专利 和我们卢氏合作 绝对稳赚 卢浩泽自信满满 是吗 你想要怎么合作 陆承旭假装很感兴趣地问 卢浩泽以为他心动了 趁机说道 我手头上资金不足 如果你们陆氏肯出资金 帮助我拿下西郊的那块地 还有后期的厂房建设和设备 药厂建成之后 我给你们陆氏40的股份 如何 陆承旭盯着他半天才说道 我们陆氏最近的重心在装修领域 对制药不感兴趣 就算是我有心投资 恐怕股东们也不会同意 他早就知道 屈灵墙在对卢氏下手 西郊的那块地之所以出现问题 恐怕就是屈灵墙的手笔了 还有 屈灵墙早晚都会带走卢子巡 如果卢子巡走了 卢氏的药厂就是一个空壳 何来的赚钱一说 你作为陆氏的总裁 我相信只要是你看好的 那些股东不成问题 卢浩泽极力地劝说 不好意思 卢总 我本人确实对你们家的药厂不感兴趣 也不想和你们卢氏合作 说着他站起身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看了看时间 我还有事 失陪了 他的老婆孩子 还在婚纱店等着他呢 他实在是不想和卢浩泽 在这里浪费时间 看他态度坚决 卢浩泽的脸上划过一丝狠力 卢总 别急着走啊 我这里有一样东西 你看完了再做决定 也不迟啊 卢浩泽上前拦住了他的去路 陆陈旭有些不爽的皱眉 卢总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陆氏是不会涉足制药行业的 卢浩泽别有深意地笑了 话不要说得那么绝对 卢总 看过这个之后 再做决定也不迟 说话间 他已经将自己的手机 连在了陆陈旭办公桌对面的电视屏幕上 屏幕上是他精心剪辑过的画面 上面清楚地显示了 卢欣欣和高辉 之所以会在卢老爷子的寿宴上失控 是因为陆陈旭强行给高辉灌了药 卢浩泽一脸得意地看着陆陈旭 口气中有淡淡的威胁 陈旭 欣欣怎么说 在这语成也算是小有名切 你说 如果这段视频 我要是拿点警察 去告你 会不会赢 你们陆氏的骨架 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陆陈旭看了一眼屏幕 脸上没有他想象的惊慌和震惊 反而是一脸镇定 这视频要是流出去 欣欣的名誉可就真的全毁了 她可是你的亲妹妹 提到卢欣欣的名誉 卢浩泽突然一脸愤怒 名誉 欣欣的名誉 早在我爷爷的寿宴上 就被你们夫妻俩给毁了 卢浩泽说的理直气壮 好像完全忘记了 是他们兄妹先算计陆陈旭的 面对如此无耻的人 陆陈旭冷笑 根本没有将他的威胁放在眼里 卢浩泽这条路 是你自己选择的 我本来还顾念着父辈之间的情谊 现在看来是我太多虑了 看着对方一副毫不在乎的表情 卢浩泽心里一惊 陆陈旭 你什么意思 第182章 你尽管去告 陆陈旭死死地盯着他 我什么意思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你爷爷的寿宴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我心知肚明 你不是想去告我吗 卢浩泽 你尽管去吧 我陆陈旭不怕 陆陈旭掷地有声地说道 他这样无所畏惧的态度 反倒让卢浩泽心里有些没底了 陆总 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商量吗 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去告你 你只要答应投资卢氏的药厂 我立即将这些视频销毁 卢浩泽的言语有些缓和 陆陈旭深邃冷漠的眸子 盯着他看了半天 突然摇了摇头 陆氏是绝对不会出资的 你就别做梦了 说完 他向前走了一步 咬牙切齿 充满恨意地接着说道 我不仅不会出资 还要亲眼看着卢氏 一步步走向破产 卢浩泽被他的眼神吓到 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 为什么 我卢家与你无冤无仇 陆陈旭 你为何要这么恨我们 别忘了 我们的父亲可是好朋友 好朋友刚刚是谁说要去告我 谁利用这些视频 威胁我出资的 陆陈旭一脸冷漠的质问 如果不是卢欣欣 小爹当年就不会跳进江中 也就不会被叶兰熙的家人囚禁 他的孩子们也不会受尽折磨 到现在还下落不明 这一切 卢家必须付出代价 卢浩泽已经看明白了 今日想要说服陆陈旭 出资卢氏药厂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因此 他心意横 陆陈旭 欣欣的清白 是因为你被毁掉的 我卢家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伸手就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那你就去吧 顺便想好了 要如何向警察解释蛋糕的问题 卢浩泽正准备迈出去的脚突然停住 你什么意思 陆陈旭摊开手 没什么意思 就是那天 陈宇和我吃了星星递给我们的蛋糕之后 都同时感觉到了不舒服 因此 我特意找了给你爷爷做蛋糕的米多多甜品店师傅 询问了一下情况 说到这里 他故意停顿下来 果然 卢浩泽的脸上滑过了一丝惊慌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听不懂不要紧 到时候米多多甜品店的师傅会和警察好好解释的 说完之后 他像是又想起了什么 嘴角含笑的说道 对了 忘记告诉你了 我儿子对黑客技术很感兴趣 昨天晚上 我就让儿子教我 利用黑客技术入侵了你的电脑 将一些对我有用的视频 邮件复制了一份 到时候 我们一起去让警察看看 怎么样 听了他的话 卢浩泽的身体裂切了一下 幸亏他用手扶住了门 才没有摔倒丢人 你 你 陆陈旭 为什么你要一直针对如是 卢浩泽 可是想到现在他们卢氏已经明显趋于下风 只能忍气将话咽了下去 指责变成了求和 星星那么喜欢你 你为什么非要将他毁了才开心 他想不明白 这个你还是回去好好问问他吧 他做过的事 欠下的债 就由你们卢氏来偿还吧 说完 他转过身 不再看卢浩泽 卢浩泽看着他决绝的背影 无奈地转身 如果陆陈旭真的在昨天晚上 利用黑客技术侵入了他的电脑 盗走了相关的邮件和视频 那么他手里的东西就是垃圾 一点用都没有 就在他准备离去时 陆陈旭又淡淡地开口 七年前他给我下药 为了两家人的颜面 我可以忍气吞声 现在 你们竟然得寸进尺 顾忌重演 卢浩泽 你真以为我陆陈旭那么好欺负吗 明明只是淡淡的话语 听在卢浩泽的耳朵里 却顿时如遭雷击 他都知道了 陆陈旭竟然全都知道了 不但知道了 还事先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轻而易举的 就毁了欣欣的清白 难道西郊那块地 也是陆氏在从中捣鬼 卢浩泽的身形晃了晃 他不敢多问 只好强撑着自己 快步离开了陆氏 回到家之后 他第一时间找来了妹妹 你和陆陈旭之间 到底有什么仇 你老实说 他第一次对妹妹极言利色 如欣欣刚刚和赵曼妮通过电话 对方告诉他 一切都安排妥当 莫小蝶今天必死无疑 看到哥哥如此严厉 他收起了心里的得意 哥 难道他不答应 他知道 哥哥今天拿着剪接过的证据 去陆氏谈判 兄妹俩都以为陆陈旭 为了陆氏的名誉 一定会妥协的 可是看到哥哥这样一副表情 他皱了皱眉 心里有些不确定了 说 你和陆陈旭之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卢浩泽有些急躁地 抬高了声音 卢欣欣吓了一跳 我 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啊 只是我一直爱慕他 他对我冷冰冰的 欣欣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不肯说实话吗 卢浩泽叹了口气 整个人显得有些疲惫 他说 因为你欠下的债 要让卢氏来偿还 你也知道 他这个人 是必然会说到做到的 如果真是这样 以陆氏集团的势力 我们卢氏撑不过三个月 卢欣欣没有想到 事情竟然会严重到这个地步 犹豫了片刻 终于将当年的事情 合盘拖出 你的意思是说 当年阴差阳错 莫小蝶和陆陈旭 共度了一个夜晚 后来怀孕被你逼得跳了江 卢浩泽很震惊 卢欣欣点了点头 我后来让人去查了 他跳江之后 被叶兰西的父母救下 一胎生了九个孩子 叶兰西家人 想让他嫁给自己的傻儿子 一直将他囚禁 叶兰西还将那九个孩子 卖给了人贩子 卢浩泽想到了 今日热搜上叶兰西的下场 媒体分析 至少要被判十年以上 整个人瞬间瘫坐在凳子上 九个孩子都被卖掉 陆陈旭夫妻俩 现在才找到了四个 难怪他今日那么很觉得 如果是他 恐怕他也会这么做 卢氏现在面临了生死存亡 他作为卢家的长子 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困境 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卢氏 就这样破绽 陆陈旭不是要找孩子吗 如果他帮他找到了孩子 是不是他就会放过卢氏了呢 第183章 被劫 卢浩泽走后 时间已经接近了上午十点 小楼安排了车 准备以最快的速度 送他去婚纱店 陆陈旭刚坐到车上 电话就响了 他掏出来看了一眼 是莫小蝶打来的 一定是小蝶和孩子们等不及了 催他赶快过去呢 他心里划过一丝甜蜜的幸福 电话接通之后 率先开口 老婆 我马上就过去 可是 电话里头却不是莫小蝶的声音 而是他一向稳重 泰山崩于前 也面不改色的大儿子爸爸 你快过来 妈咪不见了 莫子仲此时已经哭出了声 他心里猛的一惊 大宝 别着急 慢慢说 莫子仲哭着 向他讲述了一遍事情的经过 他们到达婚纱店之后 等了一会儿也不见他来 于是几个小女孩 看到美丽的婚纱都等不及了 吵着要让莫小蝶先去试穿 于是 莫小蝶就选了一套 跟着工作人员去了换衣间 可是几个孩子 在外面等了好久 也不见他出来 后来 实在是等不及了 然然和默默他们 就推门走了进去 却看到工作人员昏倒在地上 莫小蝶的手机和包包散落了一地 人却不见了 他赶到的时候 李明成也同时赶到 爸爸 他赶紧过去将女儿们抱在怀里安慰 没事 有爸爸在 爸爸一定会将妈咪找回来的 出了这么大的事 而且对方还是入室未来的总裁夫人 婚纱店老板 吓得在第一时间就报了警 警察来到之后 很快就查了附近的监控 但是遗憾的是 婚纱店周围因为线路维修 附近的摄像头竟然都失灵了 他们又详细勘查了室衣间 室衣间的防盗窗 被人剪断了好几根护栏 对方应该是事先就躲在里面 用了某种药物将莫小蝶和工作人员迷婚 然后从窗口将莫小蝶带了出去 警察又走访了附近的住户 结果一无所获 附成旭通知了自己的父母 附母听到消息之后 整个人吓得忍不住哭了起来 附成旭皱眉 满脸不悦 妈 让你们来是安慰孩子们 将孩子们带走的 你怎么先哭了起来 小蝶一定会没事的 莫子仲此时已经恢复了冷静 他也有些不开心地看向附母 奶奶 我妈咪一定会没事的 你哭什么 这样会吓到妹妹的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别在这里妨碍爸爸和警察叔叔了 还不到七岁的年纪 却思路清晰 沉稳大气 附成旭抬手揉了揉儿子的头 很欣慰 大宝说得对 小蝶一定会没事的 你们先回去吧 附父附母只好带着孩子们回了附家 莫子仲回到家之后 就将自己关进了房间内 婚纱店附近线路维修 摄像头正好都不能用 能够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一定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他拿出纸笔 在上面罗列出最近一直针对陆氏集团 和莫小蝶的人 第一个是叶兰西 不过他现在刚刚流产 还在医院 而且一直有警方的人监视着他 应该不是他 第二个是卢猩猩 虽然那天卢家的宴会 他没有去 可是却无意中听爸爸妈咪说起过 卢猩猩好像故意想要算计他们 是不是那天没有算计成功 又来一次 卢猩猩的嫌疑很大 第三个就是龙百和龙千了 他们不知为何一直在针对妈咪 上次就故意放出妈咪和李叔叔的照片 后来被自己用黑客技术要挟 会不会心生恨意 故意绑架了妈咪呢 莫子仲皱着眉 拿着笔在纸上不停地划拉 却无法确定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 想了想 他飞快地在电脑上敲起了代码 很快将卢猩猩手机的最近通话记录 给掉了出来 卢猩猩最近很频繁地 给一个叫赵曼妮的女人打电话 他又查了赵曼妮的电话记录 发现他从昨天开始 一直给一个名叫王六的人 打了七八个电话 最后一个电话是在上午九点 也就是他们准备去婚纱店的时候 将这些信息都整理出来之后 他给李明成打了个电话 李叔叔 有一个人很可疑 名字叫王六 你派人去查一下 他最近和卢猩猩有联系 李明成听了之后 惊叫 真的是卢猩猩吗 你爸爸刚刚像是要杀人一样 开车冲去了卢架 爸爸去了卢架 他是不是也发现了什么 莫子仲有些担忧 不知道 大宝 你放心 我已经让人跟着他了 再说了 以你爸爸的身手 是不会有问题的 既然你说这个王六有嫌疑 我这就去查 说完 李明成挂断了电话 半个小时后 李明成查出了结果 莫子仲听到电话那头 好像很吵 他似乎听到了爸爸的怒吼声 大宝啊 那个王六确实有问题 卢猩猩和赵满尼买通了他 纠结了一群人 准备趁你妈咪从婚纱店出来的时候 故意假装打架斗殴 趁机砍杀你妈咪 不过 他们的行动还未开始 你妈咪就不见了 李叔叔 你现在在哪 莫子仲不确定 自己刚刚听到的 是不是真的 在卢家 你爸爸这会儿已经疯了 要不是我们拦着 他说不定已经杀了卢猩猩了 经过了这次 李明成终于相信 陆陈旭对莫小蝶的感情 是真的不能再争了 莫子仲挂断电话之后 陷入了沉思 爸爸那边有李叔叔 他一点都不担心 现在 他担心的是自己的妈咪 如果不是卢猩猩派人结识了妈咪 那么就只剩下龙板和龙谦了 自己的这个两个弟弟 还真是执着 妈咪究竟是怎么得罪了他们 现在 他们会将妈咪劫持到何处 莫子仲有些郁闷 歪着小脑袋 想了一会儿 终于又开始敲代码 最后 他将目光锁定在 清晰山龙家老宅的位置上 确定了目标之后 他起身换了一身利落的衣服 戴上手机 钱包和李明成 给他的一些精巧的防身武器 悄悄溜出了陆家别墅 第184章 母子对质 莫小蝶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手脚 都被捆得结结实实 而且还是传说中 大侠都解不开的死结 他的嘴上 也被贴了胶布 不能发出一丝生意 整个被扔在小轿车的后座上 前面包括司机在内 一共有两个男的他 回忆了一下 自己昏迷前的经过 然然 他们帮自己选了一件 很好看的婚纱 然后吵着 非要踏实穿给他们看 和工作人员 走进室衣间之后 他刚放下手中的包包 准备脱衣服换婚纱 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味 然后 在他意识到 这香气有问题 闭着气 准备掏出手机打电话时 突然有人冲出来 打掉了他的手机 然后他整个人眼前一黑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费力地挣扎了半天 才从后座上 艰难地坐了起来 从车窗外的建筑和景物推断 他们应该已经出了语程 前面的两个人 很快就发现他醒了 其中有一个人 回头看了他一眼 别耍花样 得罪了龙威集团 除非你出国 否则你是逃不掉的 自从知道了 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他一直在想办法去见他们 如今 这两个小子 竟然让人将自己绑了 他心里有些有些哭笑不得 儿子绑架自己的妈妈 这叫什么事 一个小时候 车子来到了清溪山脚下 前面的男人下车 来到后面 用一个黑色的头套 将他的头套了起来 你们不用这样 我早就知道了 龙家老宅的地址 我和龙百合龙千很熟的 眼前一片漆黑 他有些抗拒和不适应 男人愣了一下 看着他的眼神 有些惊讶和佩服 这个女人的胆子还真大 竟然敢直呼二爷和三爷的名字 看来真是活腻了 愣神之后 他没有再理会墨小蝶 而是又来到前面 副驾驶的位置 车子开始在蜿蜒的上路上前行 龙家老宅坐落在清溪山深处 占地大概有几十亩 周围是浓密的参天大树 静谧中透露着历史感 建筑偏欧式 置身其中 让人有一种 走进了欧洲庄园的感觉 车子来到龙家老宅门口 墨小蝶被人拉了出来 不知又走了多久 黑色的头套终于被人去掉 封他嘴的胶带 也被对方干脆利落地撕掉 突然看到光亮 他有些不适应 闭着眼睛等了一会儿才睁开 龙谦冷然地 坐在红木雕花的椅子上 龙柏站在龙谦旁边 两个人此时都直直地盯着他 再次看到他们 墨小蝶的心境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不再是陌生人 而是他苦苦找寻了七年的儿子 小千 小百 还未开口 他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出来 他的孩子 近在眼前 他好想冲过去抱抱他们 亲亲他们 周围的几个保镖 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 这个女人估计活不成了 竟然敢这样 叫他们的二爷三爷 他们偷偷瞄了一眼 正中间的两个小主人 果然在听到墨小蝶的称呼之后 龙柏的嘴角抽出了一下 龙谦的眉头 深深地皱了起来 你这个不讲信用的女人 谁让你这样叫我们的 我们的名字是你可以叫的吗 龙柏走到他面前 抬起脚狠狠地就要踢过去 龙柏 住手 龙谦淡淡地开口 及时阻止了弟弟的动作 龙柏有些不高兴 撅着小嘴 不情愿地退了回去 哥 这个女人这么可恶 欺骗了咱们 还竟然敢叫咱们的小明 为什么不让我好好地收拾她 龙谦瞪了他一眼 什么时候 我们龙威集团 开始动手打女人了 龙柏 大哥要是知道你打女人 可是会罚你扫地的 一听到龙威的名字 龙柏立刻将不满的情绪收了起来 乖乖地站在了哥哥的身旁 龙谦的眼神中 不带一丝感情 冷然若冰 墨小蝶 你可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帮你过来 墨小蝶此时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满眼都是思念的母爱 龙谦几乎和陆成旭 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小脸上高傲 冷然 龙柏是个小吃货 胖乎乎的 一说话 右脸上有一个浅浅的酒窝 虽然满脸怒气 可是却可爱地 让人想亲一亲他的脸颊 看来 龙威对他们真的很好 他心里此时对龙威充满了感激 墨小蝶 龙谦将他眼神中的情绪 看得清清楚楚 有些厌恶地别开脸 冷冷地再次开口质问 墨小蝶这才回过神 你说什么 龙谦起的小手紧紧攥了起来 闭上眼 努力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忍住自己想要让人 将他丢进山崖的冲动 龙柏气地跳出来 指着他的鼻子 墨小蝶 你太可恶了 当初明明答应过 要和李明成在柳依依面前演戏的 你真以为 我们龙威集团 是好欺负的吗 经他这么一提醒 墨小蝶才猛然想起 好像有这么回事 怎么 没话说了吧 你这么大张旗鼓地 和陆氏集团总裁举行婚礼 真的以为有陆陈旭给你撑腰 我们龙威就拿你没有办法了吗 龙柏气地又想过去揍他 但是走了一步 猛然想起哥哥的警告 又不甘心地退了回去 原来这两个小子 一直针对自己 是这个原因啊 不过这次好像真的是自己的错 墨小蝶抬头 很诚挚地看着他们俩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是我忘记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他突然这么低姿态地道歉 龙百一时间竟然有些不适应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他求助地看向哥哥 哥 接下来该怎么办 龙谦没有看弟弟 而是再一次直直地盯住墨小蝶 我们龙威集团不是不讲理的人 你自己说 这个事物该如何补救 我想知道 你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让龙威和柳一一结婚吗 这个儿子此时冷静得有些吓人 龙百忍不住说道 废话 不让他们结婚 我们干嘛费这么大劲 你以为我们吃饱了撑的 知道了这两个小子的目的 墨小蝶松了口气 根据他从李明成那里获得的信息 龙威和柳一一应该是相互喜欢 只是因为某种原因 龙威才一直拒绝柳一一而以后 我答应你 在最短的时间内 想办法让龙威和柳一一结婚 他回答得很干脆 龙谦好看的眉毛挑了挑 冷哼了一声 如果你没有做到怎么办 第185章 将他关进暗室 这个女人还真是狂妄自大 他真的以为这件事很简单吗 如果这么简单 他们兄弟 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大哥有心病 明明喜欢柳一一 却不肯承认 他们兄弟俩都搞不定的事 这个恶毒的女人 竟然答应得如此轻松 这让龙谦很不爽 心里对墨小蝶的厌恶更深了一层 墨小蝶看到儿子小脸上的厌恶 心里有些酸涩 他仰起头 故意忽略心头的难过 笑了笑 如果我没有做到 任你们处置 龙谦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嘴角突然勾了勾 如果你没有做到 就让你儿子墨子仲来龙家老宅 做一年的杂役 给我和龙百端茶道水 洗衣做饭 任我们驱使 怎么样 龙百一听 小眼睛顿时放出光亮 对着哥哥竖起了大拇指 哥 你真棒 对 就让墨子仲那小子 来为我们做一年的杂役 看他还赶在我们面前嘚瑟 要挟我们 说完之后 龙百已经开始幻想 墨子仲给他端茶道水 洗脚垂背的画面了 小脸顿时笑成了花 子仲 墨小蝶皱眉 但是很快就明白过来 上次墨子仲攻击了龙威的网站 逼着这两个小子 派人出面道歉 估计这两个小子 到现在还记着仇呢 唉 他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突然想起了曹植的那首诗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子仲和龙谦过招 哼了一声 怎么 舍不得了 他不知道 自己在看到墨小蝶沉默时 为什么会有些心痛 同样是他生下的孩子 为什么他一直将墨子仲 待在身边 却抛弃了他们 难道仅仅是因为 他和龙百生病了 需要花很多钱吗 小时候 他和龙百在龙家生活的 其实并不好 虽然大哥一直护着他们 可是他们 毕竟不是龙家的血脉 老家主还在时 他和龙百 受尽了庸人的白眼 冷落和欺负 他们其实也渴望过母爱 也曾经羡慕过那些 有爸爸妈妈的孩子 这个女人欠他们太多 根本不配做他们的妈妈 墨小蝶一直在感慨 却不知道 自己这个高冷睿智的儿子 已经想了很多 他看着龙千像是 终于下定了决心 好 如果我做不到 就让子仲来龙家老宅 做一年的杂役 听你们拆遣 且不说他 一定会想办法 让龙威和柳依依解开心结 促成这段好姻缘 即便真的不成功 他们三兄弟 也该找机会好好相处一下 他对自己的大儿子很有信心 他就这么爽快地答应了 龙千反倒是有些意外了 他不确定地问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们和你儿子之间 可是有仇的 他来龙家 我们一定不会让他好过 没事 小孩子应该多经历一些挫折 这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 墨小蝶 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龙千死死盯着他 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 突然释然地笑了 墨小蝶 你可真行 然后 他抬了抬手 将他带出去关禁暗室 三天之后再放出来 他还以为这个女人 和严婶一样呢 即便是儿子再不孝顺 也依然全心全意 心甘情愿护着儿子 为了自己的儿子 可以付出一切 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心狠 自私 即便是墨子仲从小跟在他身边 他也说 放弃就可以放弃 一点感情都没有 那么当年他抛弃他们 也就没有什么好意外的了 认清了这个现实 他觉得自己 没有必要再纠结了 应该好好给这个恶毒 自私的女人一点颜色瞧瞧 保镖们接到他的指令 立即过来 将墨小蝶从地上拉了起来 此时 墨小蝶脚上的绳索已经被解开 只是双手还被绑着 看到自己这么快就要被拉住去 他用力挣扎 着急地冲龙千喊道 小千 我是你们的妈妈 龙千冷漠的毛子突然一缩 心也跟着颤抖起来 他终于承认了 龙百听了他的话 气呼呼地冲了过去 抬脚猛地踢在了他的小腿上 墨小蝶 胡说什么呢 我们没有妈妈 我们的妈妈早就不要我们了 龙百因为一直练过功夫 所以这一脚踢在腿上 格外的疼痛 可是身体上的疼痛和心里的疼痛相比 根本不值一提 小白 我真的是你们的妈妈 亲生的妈妈 我已经找了你们快七年了 墨小蝶看着自己日思夜想的两个儿子 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 龙千的脸色铁青 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拉下去 他一点都不想听这个女人的解释 保镖在墨小蝶说出自己的身份时 已经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了 这个女人可真是脑洞大开 不知天高地厚 即便是不想进暗室 也不能什么话都说 二爷和三爷的亲生母亲 他还真敢说 墨小蝶还想解释 却被保镖以最快的速度拉出了大厅 左拐又绕地走了五六分钟 保镖们将他关进了龙家老宅 最深处的一处暗室当中 龙家所谓的暗室 是一间四周都没有窗户 密不透风的房间 夏季 经过了将近一天的暴晒 里面十分酷热 其实热都是小事情 关键是 这个暗室内竟然还养着几只老母鸡 里面的味道简直一言难尽 现在正式午后 母鸡们都从房门下面的空隙处 飞到了外面的树荫下 悠闲地吃着食物 墨小蝶的手被绑在身后 没有办法捂鼻子 只能忍受着难闻的气味 他私下看了看 目光最后锁定在 屋内最里面的一处石板的棱角上 石板距离地面大概有一米高 上面垒了三个鸡窝 其中一个鸡窝里面还有一颗蛋 龙家老宅的大厅内 保镖们回来复命 已经将墨小蝶锁进了暗室 三天内不准给他送任何食物 包括水 三天之后 将他带上扔在陆氏集团门口 龙前冷漠的声音里 不带一丝情感 保镖们有些诧异地 抬头看了他一眼 然后赶紧点头 二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 那个女人失信于他们 还胡言乱语 自称二爷三爷的妈妈 这样的惩罚 是不是太轻了一些 但是作为下属 他们深知二爷的性格 别看他小小年纪 心智有时候却远远超越了成人 因此什么也不敢问 赶紧领命退了出去 第186章 他不是我们的妈妈 大厅内现在就只剩下 他们兄弟两个人 龙柏挠了挠头 哥 刚刚那个女人说 他是我们的妈妈 龙前看了弟弟一眼 声音冷淡 怎么 你想找妈妈 龙柏坚定地摇了摇头 不 他那么狠心地抛弃了我们 我才不要找他呢 说完之后 他又小心地看了一眼哥哥 就是 有个问题 我一直很奇怪 什么问题 龙柏的小脸上有些犹豫 他后退了一步 才谨慎地开口 哥 我一直很奇怪 你和陆陈旭 为什么长得那么像 墨小脸的孩子 都是陆陈旭的 我们该不会真的就是他的 他的话还未说完 就被哥哥伶俐的眼神 给吓得闭了口 龙前没有说话 起身走到楼梯处 才淡淡地说道 世界上长得相似的人 有很多 我也曾经有过你这样的疑惑 但是 很遗憾 龙柏 他们不是我们的亲生父母 他不想让弟弟知道 他们的妈妈 是个如此自私 狠毒的女人 墨子仲可是他一手 养大的儿子 他为了自己 也能说放弃就放弃 他们两个对他而言 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最近一直找他们 协助警方抓获了霉仪 可能只是为了讨好陆陈旭 坐稳陆氏总裁夫人的位置而已 毕竟豪门内 儿子越多越能挺直了腰杆 龙柏走过去 狐疑地看着自己的哥哥 你是怎么确定的 跟我来 龙谦领着弟弟来到书房 从抽屉里 拿出一份亲子鉴定报告 这是 龙柏接了过来 看了一眼 上面的名字 竟然是龙谦和陆陈旭 哥 你 他经的下巴都要掉在了地上 他的哥哥果然思维缜密 动作迅速 他还只是怀疑 哥哥竟然已经行动了 还查明了结果 结果显示 他们之间根本不是亲子关系哥 你在哪搞到的陆陈旭的头发 龙柏很好奇 龙谦白了他一眼 这种小事你也要问 亏你还是龙威集团的二眼 龙柏低下了头 哦 是啊 他真傻 龙威集团什么人没有 搞一根陆陈旭的头发 根本就是小菜一叠 只需要买通他的专用理发师就行了 龙谦看了看时间已经接近下午六点 龙柏 让严婶做饭吧 我有点饿了 好 龙柏转身 走了两步 突然又想起了莫小蝶 那个女人做的煎饼果子可真好吃 现在他就被关在龙家 要不要将它放出来 再给自己做一次煎饼果子吃 想到这里 他回头看了哥哥一眼 怎么了 龙谦挑眉疑惑地问 没 没什么 那个女人太可恶 竟然敢直呼他们的小明 还冒充他们的亲生妈妈 就算是做的饭再好吃 他也会忍住不吃的 他龙柏可是龙威集团的二爷 可是有骨气的 想到这里 他彻底放弃了 让莫小蝶做饭的想法 乖乖地下楼去找严婶去了 龙谦看着他关上书房的门之后 才又从抽屉里 拿出了另一份亲子鉴定报告 他愣了一会儿 打开 上面赫然显示 遗传学相似度99 99 他和龙柏 真的是陆陈旭和莫小蝶的儿子 龙谦疲惫地闭上眼睛 整个人靠在高大的椅背上 显得有些瘦小 他真的放在了最隐蔽的那个抽屉的最底层 他要保护弟弟 绝不能让龙柏知道真相 所有的问题 就让他一个人来承担好了 下午五点半 莫子仲来到了青西山半山腰 因为山路不太好走 又人烟稀少 司机说什么也不再往上走了 他没有办法 只好付了车钱 下车 拿出定位装置 龙家老宅应该就在附近 因为山上的公路 只修到了这个地方 龙家财大气粗 家主不可能不行走太远的 他四处查看了一番 果然在不远处 发现了一条不起眼的小鹿 他很高兴 正准备走过去时 却紧觉地发现 小鹿旁边的大树上 隐约安装了摄像头 他的嘴角勾了勾 掏出随身携带的掌上电脑 在上面飞快地点了几下 然后冲着摄像头 做了一个鬼脸 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 沿着小鹿 走了大概有二十米 山路突然一转 一片竹林尽头 隐隐浮现出一处欧式庄园 那里一定就是龙家老宅了 莫子仲找了个角落蹲下来 掏出掌上电脑 想要查看一下龙家老宅附近的监控 却发现不知什么原因 监控画面很模糊 根本看不清 他叹了口气 因为无法确定 是不是龙板和龙千绑架了妈咪 他不敢给陆成旭打电话 只能打电话给李明成 大宝 你上哪儿去了 你爸爸 爷爷 奶奶都要急疯了 刚一接通电话 就听到了李明成的咆哮声 莫子仲赶紧将手机拿开 掏了掏耳朵 李叔叔 我耳朵都被你震聋了 你小子现在在哪儿 我去接你 听声音确定 莫子仲应该没事 李明成放缓了语气 我在青西山龙家老宅附近 我怀疑是龙板和龙千绑架了妈咪 他一巴掌拍死了自己腿上的蚊子说道 龙板和龙千 为什么 李明成有些不解 不知道 我还没有确定 你先不要告诉我爸爸 我怕他一冲动 会把事情搞砸了 莫子仲对自己的老爸 很没有自信 他听到妈咪被绑架了 连证据都没有 凭直觉就冲到了卢家去发火 真是一点陆氏总裁该有的冷静和睿智都没有 还不如他一个七岁的小孩子 好吧 你等着我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我马上去找你 李明成觉得 莫子仲的话很有道理 关心则乱 陆家现在简直乱成了一团 三个小女孩一直在哭着找妈妈 莫子仲又不见了 陆陈旭将陆氏能用的人都派了出去 许下重金 在全城地毯市 搜索自己的老婆和儿子呢 此时的他 应该焦头烂额的在家哄孩子 李明成出了宇成之后 想了一会儿 还是决定给陆陈旭打一个电话 陆总 子仲人很好 没事 你不用担心 他在哪儿 此时的陆陈旭 刚刚将女儿们哄睡 已经恢复了冷静 他的这个儿子 别看平时说话能对死人 却人小鬼大 很有主意 这样一声不响的 悄悄溜了出去 一定是 发现了小蝶的踪迹 或者已经有了怀疑目标 第187章 龙威现身 李明成有些为难 这个大宝不让我告诉你 总之 你不用担心 他没事 我现在正去找他呢 陆陈旭顿了一下 声音低沉 李明成 他是不是知道了小蝶的下落 子仲是我儿子 小蝶是我老婆 我要知道真相 李明成叹了口气 你们父子俩 这是要逼死我呀 好吧 我告诉你 大宝怀疑是龙板和龙谦绑架了小蝶 一个人去了青溪山龙家老宅 是啊 人家说的很对 小蝶和莫子仲 是人家的老婆和孩子 他李明成就算和小蝶的关系再好 还是告诉他为好 免得到时候里外不是人 龙家老宅在青溪山 陆陈旭站起身 拿起了桌上的车钥匙 他的儿子果真比他冷静 睿智 是 我现在正在赶过去 李明成回答 好 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我现在就过去 挂断电话之后 他飞快地跑下了楼 陆母拉住他 急切关心地问 陈旭 这么着急 是不是有了小蝶和大宝的消息了 是 妈 你照顾好孩子们 我走了 出去的时候 正好遇到陆陈旭回来 他刚刚才听说家里出了诗歌 我和你一起去 不用 你在家陪着妈和孩子们 我怕然然他们醒了 见不到我又哭闹 说完 不等陆陈旭回答 就冲了出去 哥 路上小心线 看着哥哥匆忙离去的背影 陆陈旭突然有些羡慕 侄子之手 鱼子偕老 像哥哥一样 如此认真的去爱一个人 应该也很幸福吧 莫子种在半山腰的草丛内 待了不一会儿 腿上就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大包 他抬头看了看 已经有些发暗的天气 起身向着龙家老宅走了过去 走到门口 他有些纠结了 他不知道 自己是该敲门进去 还是该翻墙进去 纠结了一会儿 想到龙柏和龙谦这两个弟弟 对自己应该充满了敌意 他决定 还是翻墙进去为好 从身后的背包内 掏出翻墙神器 飞爪 他开始四下观察龙家的墙头 准备找个合适的位置 一举成功地翻进去 可是 龙家老宅的墙头很高 上面还装了防盗网 他来回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 正苦恼着 准备改变策略呢 从小就跟着 李明成习武的他 突然感觉身后有危险袭来 凭着直觉 墨子仲想要轻身向前 躲过身后的攻击 可是 对方出手快 很准 一瞬间就将他给擒住 哪里来的小毛贼 竟然敢在龙家附近 鬼鬼祟祟 男人的胳膊恐无有力 抓得他生疼 子仲 怎么是你 男人身后的女人 在看到墨子仲的脸时 惊讶地叫了出来 墨子仲抬头 一脸惊喜 依依阿姨 你回来了 是的 柳依依为了参加墨小蝶的婚礼 特意拉着龙威 从国外回来了 那个一出手 就擒住墨子仲的男人 正是龙威集团的总裁龙威本人 听到柳依依叫出了面前小孩的名字 龙威皱眉 你认识他 柳依依赶紧过去 从他手中将墨子仲解救了出来 当然认识了 这个可是我干儿子 说完 他满脸疑惑地看向墨子仲 子仲 这么晚了 你怎么会在龙家老宅 难道小蝶确定了 龙柏和龙谦 就是他的儿子 等不及自己找了过来 这也太冲动了吧 不是说等他回来了 一切从长计议吗 那两个小子 可不是好对付的 对自己的亲生父母 有很深的误会 这个 墨子仲看了一眼龙威 这个男人虽然看起来瘦若苍白 可是功夫却很了得 不确定对方的身份 他不敢乱说话 柳依依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子仲啊 这个人是龙家现代的家主龙威 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 他会为你主持公道的 龙威 他就是龙威 墨子仲仰起小脸 好奇地看了龙威好几眼 那个传说中手段很利 心机深重 为了龙家家主的位置 不惜害死自己的清洁 伯父一家的男人 竟然长得如此弱不经风 苍白憔悴墨子仲的眼神中有怀疑 警惕 小身板不自觉地向后撤了撤 龙威嘴角张扬地勾了勾 怎么 害怕了 墨子仲摇了摇头 虽然外界都说龙威心狠手辣 可是他却对自己的那两个弟弟很好 当初还不顾劝阻将他们送到国外治疗 这说明外界的传言并不可信 想到此处 墨子仲仰起小脸问 如果龙千和龙柏做了错事 你会怎么惩罚他们 小千和小柏 那两个小子又闯祸了 龙威的眉头紧锁 墨子仲小心地说道 他们可能绑架了我妈咪 不过我现在还不能确定 所以才会一直停留在龙家附近 龙威还没有说话 柳依依就再次惊叫起来 什么 你说那两个小子绑架了你妈 他可是他们的亲 话到嘴边 柳依依突然发现自己失言了 赶紧捂住了嘴 龙威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是他们的什么 没 没什么 我想说他们素不相识 这两小子为什么要绑架小脸呢 难不成是因为和志成之间 在生意上发生了什么矛盾 那他们应该绑架李明成啊 而不是小脸 柳依依赶紧解释 龙威白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而是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老楚 龙百和龙千是不是绑了一个女人 电话接通之后 龙威直接问道 不知对方说了什么 龙威苍白的脸色开始暗沉了下来 我知道了 让他们两个立刻到大厅等我 说完 他冷着脸挂断了电话 然后 看向柳依依 声音里不带一丝感情 等会事情解决了 你和他们一起 回宇城 我不要 我要陪着你 柳依依一脸任性 龙威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声音冰冷的 让莫子仲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柳依依 我们好像约定的是到了宇城之后 就分道扬镳 让你一直跟着来到龙家老宅 已经是我最大的耐心了 怎么 你还想住在龙家不成 我为什么不能住在龙家 柳依依好像根本没有看到 龙威吓死人的表情一般 仰起头反问 莫子仲在心里经不住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依依阿姨还真是勇敢 竟然敢和龙威 这个大魔头叫板 第188章 龙威知道真相 龙威嘴角上扬 眼神中划过一丝不屑的笑意 你以什么身份住在龙家 保姆 做饭的阿姨 扫地的大妈 龙威 你 你还有没有良心 柳依依气得用手指着她的鼻子 龙威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转身 伸手按了门铃 柳依依 你早就应该知道 我就是个冷血的恶魔 你最好离我远一些 免得有一天惹恼了我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龙威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柳依依站在她的身后 气得全身发抖 这时 龙家老宅的大门突然打开 开门的下人看到龙威之后 赶紧弯腰行李 家主 您回来了 龙威没有回头 静止走了进去 边走边吩咐 老楚 去让人将龙谦绑架的那个女人带到大厅 是 老楚点头 很快转身安排了人去找墨小蝶 墨子仲拉了拉 一直看着龙威背影发呆的柳依依 阿姨 我们进去了 救我妈妈要捡 柳依依这才回过神 拉着墨子仲的手赶紧跟了上去 五分钟后 龙家的大厅内 龙威坐在正中间的位置上 龙摆和龙谦两个小家伙 低着头站在他面前 所有人都小心地站在一旁 气氛异常压抑 说吧 为什么要绑架墨小蝶 龙威喝了口茶 慢条思理地放下茶杯 看向龙谦 龙谦沉默不语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所有事情的出发点 都是因为他们想让大哥过得幸福 不想看着大哥一直孤单一个人 可是这话在大哥面前却不能说 大哥向来不喜欢别人插手他的事情 尤其是感情的事 怎么 什么时候你龙谦也敢做 不敢当了 龙威淡淡地挑眉 看了龙谦一眼 大哥 我错了 龙谦低下头 态度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龙摆不乐意了 哥 是那个女人先不讲信用的 你干嘛认错 不讲信用 龙摆你来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龙威看向龙摆 龙摆不顾龙谦的阻拦 大声说道 那个墨小蝶几个月前被岩村一带的小混混绑架 是我们救了他 他明明答应 等到你和依依姐姐回来之后 拉着李明成在依依姐姐面前演 说到这里 龙摆突然意识到 这件事 他们是一直背着大哥 不能让大哥知道的 吓得他赶紧捂住了嘴 龙谦无语地翻着白眼看向天花板 这就是所谓猪一样的队友吧 被关在暗室的墨小蝶 刚刚在石板的棱角上将绑着他的绳子磨断 就看到有人走了过来 他赶紧假装自己还是被绑着 站在角落里不说话 对方打开房门之后 看了他一眼 然后皱起了眉头 暗室里的鸡矢尾很难闻 墨小蝶趁着对方皱眉的瞬间 将手中的鸡蛋冲着对方的眼睛扔了出去 鸡蛋打在对方的眉毛上 瞬间裂开 但也瞬间模糊了他的眼睛 墨小蝶趁机推开他 跑了出去 站在外面等候的另一个 一看墨小蝶跑了出来 赶紧上前阻拦 墨小蝶一抬手 对方看得他身上沾着鸡毛 全身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以为他扔的是鸡屎 吓得赶紧躲到了一旁 墨小蝶趁机飞快地跑了出去 后面的两个人一惊 赶紧追了过去 他对龙家老宅的地形不熟 为了躲避后面的那两个人 只能按照被压过来时 走的路向前跑左拐右拐跑了半天 他发现自己好像迷路了 整个人竟然已经来到了龙家的大门口 可是 他的目的不是逃出龙家 他的目的是找到龙板和龙迁 向他们解释清楚当年的情况 因此 他果断地放弃了逃出去的机会 转身准备回去 只是一转身 就看到四个黑衣保镖 向他围了过来 我要见龙板和龙迁 他后退了一步 仰起头打算和这些保镖们谈判 大厅内 龙威等了半天 也没有等到属下将墨小蝶带过来 他有些不爽地轻咳了一声 老楚 怎么回事 去按时带个人而已 你的属下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话音刚落 就有一个黑衣人保镖 惊慌地走了进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莫子仲第一个冲出了大厅 柳依依赶紧跟在他后面 子仲 你要干什么 去找我妈咪 外面的天此时 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龙家老宅又地处清溪山偏僻处 天黑 山路崎岖 人烟稀少 如果妈咪一个人跑出了龙家 会有危险的 龙威瞪了龙迁和龙板一眼 你们两个干的好事 回头我再找你们算账 说完 他起身也走了出去 莫小蝶可是陆氏集团未来的总裁夫人 如果在龙家受了委屈 有了什么三长两短 陆陈旭势必不会善罢甘休 虽然龙威集团和陆氏没有什么交集 可是 如今的情况 少一个敌人对他们而言总是好的 毕竟他们要回来了 龙家平静了不到五年 又要经历一场血雨腥风了 他实在是没有能力 也没有经历再和陆氏为敌 看到大哥走了出去 龙板和龙千互看了一眼 也随后跟了出去 龙威刚刚走出大厅 就有人来回禀 家主 那个女人在大门口处 可是不肯配合 他说 还说 下人看了一眼龙威身后的龙板和龙千 不敢说下去 还说什么 龙威有些奇怪 还说 还说他是二爷和三爷的妈妈 说是一直找了他们七年 今天非要见到他们不可 龙威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震惊 他回头看了一眼龙千 果然 龙千心虚地低下了头 他心里更震惊了 陆氏集团未来的总裁夫人 竟然是龙千和龙板的亲生母亲 难道陆陈旭就是他们的亲生父亲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他反倒不太担心 这两个小不点的安危了 那些人虽然阴险狡诈 心狠手辣 可是如果这两个小不点认祖归宗了 他们就算是再大胆 也不敢去招惹陆氏 龙威心情复杂地 领着两个小不点来到老宅的大门口 远远地就看到一个女人 头发凌乱 身上沾着白色的鸡毛 但是却一脸桀骜地 和保镖们对视第189章 妈咪 你没事吧 龙威走过去之后 保镖们都很自觉地退了下去 你就是墨小蝶 龙威问 墨小蝶还会说话 墨子仲率先冲过去 一把抱住了他 妈咪 你没事吧 一向有些小洁癖的墨子仲 似乎根本没有看到墨小蝶身上的鸡毛 没有闻到墨小蝶身上难闻的气味 大宝 你怎么来了 他有些惊讶 但是看到儿子还是很高兴 慈爱地揉了揉儿子的小脑袋 谁也没有注意到 龙威身后的龙谦 在看到墨小蝶对墨子仲露出笑脸 宠溺地俯上墨子仲的脑袋时 出卖了儿子 下一秒就当着众人展现出一脸的母爱 虚伪 可恶 柳依依开心地跑到他面前 本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的 可是看了他一眼 有些接受不了的 后退了一步 小蝶 看到你没事太好了 墨子仲这个小结品男 也不知道是怎么忍受了 自己妈咪身上难闻的味道 他心里还挺佩服这小子的 依依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墨小蝶有些惊讶 如果柳依依回来了 那么刚刚问他话的瘦弱男子 应该就是龙威了 想到这里 他转身看向龙威 不确定地问 你是龙威先生 他的口气很礼貌 如果不是龙威 他的龙千和龙柏 在七年前 可能就已经撑不下去了 他心里对龙威是充满感激的 龙威点了点头 语气低缓 略有歉意 墨女士 这次的事 是我们有错在先 是我没有管教好他们两个 看到大哥竟然向墨小蝶解释道歉 龙柏气呼呼地跳了出来 哪里是我们的错 分明是他不讲信用 龙千赶紧伸手 将他拉了回去 很生气了 墨小蝶的眼神 一直停留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 听了龙威的话 赶紧帮着儿子解释 龙先生 你不要怪他们两个 这件事确实是我有错在先 我答应他们两个人的事 结果却忘记了 他们生气 宝威也是应该的 龙威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心里已经确认 眼前的这个女人 就是龙柏和龙千的亲生母亲了 因为 只有亲生母亲 才会不顾自己 一心只维护自己的孩子 至于当年 他为什么抛弃 这两个小家伙 可能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吧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 要想好好地生存下去 确实很难 他刚想顺势将这件事 当作一个误会 一笔带过 龙家的大门 突然被人用力地敲响 开门 龙摆 龙千开门 李明成大嗓门的声音 从门外传了进来 李叔说 墨子重的眼睛一亮 李明成 龙威的眼睛半眯了起来 一直垂头丧气 兴致不太高的柳依依 在听到李明成的声音之后 整个人突然变得精神抖擞 李明成来了 快开门 他略显激动地指挥龙家的下人 老楚看了一眼龙威 没有动 龙千的嘴轻抿了一下 也看了一眼龙威 大哥的情敌来了 龙威淡淡地看了一眼柳依依 冲老楚点了点头 老楚快步走过去 将门打开 龙摆 龙千在哪 快把小蝶和子重交出来 李明成还未进门 就开始大声嚷嚷 陆成旭跟在他身后 有些头疼的 想要阻止他 却没拦住 要知道 他们是来找那两个小子谈判的 可不是来打架的 李明成这态度 很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龙 李明成前脚刚跨进龙家 抬头看到光影里 一脸苍白的男人时 顿时愣住了 龙 龙威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惊讶地长大了嘴巴 光影里瘦弱 苍白的男子微微一笑 刚回来 李明成 好久不见 不知怎变 李明成看到他的笑容 突然打了个冷战 好 好久不见 他还要再说什么 就感觉到身后的陆成旭 突然冲了过去 一直奔向不远处的墨小蝶 小蝶 你怎么样 没事吧 陆成旭和他儿子一样 好像根本没有看到 墨小蝶身上的鸡毛 和脏兮兮的东西 根本没有闻到 他身上难闻的臭味 检查之后 确定他没有受伤 才心有余悸地 紧紧将他抱在了怀里 站在墨小蝶不远处 捂着鼻子的柳依依 嘴角抽出了一下 眸子里浮现出一丝羡慕 如此看来 这个高高在上的陆氏总裁 是真的很爱小蝶了 竟然一点都不嫌弃 他身上脏 臭 太难得了 羡慕之后 他又忍不住悄悄地 看了一眼龙威 他追这个男人 已经有五年了 可是他对自己 一直忽冷忽热地 有必要再坚持下去吗 他觉得心里有些委屈 有些动摇 想到此处 他突然快步走到李明成面前 一把挽住了李明成的胳膊 声音婉转轻柔 明成 你怎么猜了 人家好想你 李明成此时 正悄悄地打量 龙威身后的龙板和龙千 不得不说 陆陈旭的基因真的很强大 那个龙千真的和他 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如今突然被柳依依 亲密地挽住了胳膊 还说出了这些 会让人误会的话 他忍不住看向龙威 然后又打了个冷战 依依 你不要害我呀 他一脸惊恐地推开柳依依 后退了好几步 要知道 当年 他就是听了柳依依的话 假扮他男朋友 动作稍微那么亲密了一些而已 就被龙威打得 在床上整整躺了一星期 这要是再让龙威误会了 指不定那个疯子 恶魔会怎么对付他呢 龙威一直盯着陆陈旭的毛子 微微动了动 但却没有理会柳依依和李明成 他向前一步 走到陆陈旭面前 你就是陆氏的总裁 是 陆陈旭将妻儿护在身后 眼神不自觉地落在了龙千和龙板身上 还真是这两个小子 竟然敢绑架自己的亲生妈妈 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地教训他们一番 让他们将弟子龟超个一千遍 好好学习一下 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儿子 再看到陆陈旭的第一眼 龙威就彻底相信了 龙千和龙板是他们的儿子 只是 现在的情况 这两个小子 似乎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误会很大 以他对这两个小子的了解 这种事不能操之过急 看来今日并不是认清的好事后 一起还需从长计议 陆总 你好 我是龙威 龙威伸出了他修长 瘦弱的手 你好 既然对方有意求和 陆陈旭也不好再说什么 陆总 这件事可能是个误会 我们去书房详谈可好 龙威提出了邀请 好 第190章 平安回家 龙威走了几步 像是想起了什么 突然回身 老楚 让严婶带着墨女士去洗漱一下 虽然陆陈旭父子两不嫌弃 但是如果让墨小蝶如此狼狈地走出龙家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们龙家仗势欺人了呢 老楚点头 礼貌地走到墨小蝶面前 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墨小蝶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确实味道很难闻 于是 没有拒绝 跟着老楚向前走去 墨子仲 柳依依 还有李明成 跟在他的身后 陆陈旭和龙威 在书房整整谈论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出来 陆总 我让人送你们下山 应该是谈得不错 两个人的表情 看起来都很轻松 好 此时 墨小蝶已经简单地冲洗了一下 身上穿的是眼婶的衣服 虽然有一些宽大 可是看起来 却比刚才好了很多 龙威亲自将他们送到大门口 并吩咐属下 安全地将他们送到清溪山下的高速公路上 墨小蝶看着龙谦和龙柏 有些不舍 不想走 他的儿子好像对他有很深的误会 他还没有解释清楚呢 这样走了他很不甘心 陆陈旭握住他的手 扶在他耳边低语 现在还不是时候 如果执意要认他们 这两小子会更讨厌咱们的 老婆 别急 一切从长计议 墨小蝶抬头看了他一眼 发现他的眼神充满了自信 好像已经有了主意 于是 他不舍得又看了龙柏和龙谦几眼 然后才有些不情愿地离开 柳一一在这时 却静止走到龙威面前 死死地盯着他 你确定要让我跟着他们一起走吗 龙威淡默地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看李明成 点了点头 其实李明成更适合你 希望你能好好珍惜他 柳一一好看的眼睛里 蒙上了一层雾水 突然后退了几步 自嘲地笑了笑 好好 龙威 你不要后悔 说完 他抬手用力地擦去 已经流到脸颊上的泪水 头也不回 第一个走出了龙家老宅李明成 一脸苦恼和不解地 看了看柳一一的背影 又看了看闭着眼睛 有些疲惫的龙威 这两个人在搞什么 为什么要拉上他 他怎么这么倒霉啊 果然 在回到宇成之后 柳一一任性地非要住到李明成家里 李明成怎么劝说都没有用 姑奶奶 你放过我吧 我对您这样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别害我了吧 我上次被你们家龙威打的地方 到现在阴天下雨的时候 还会疼吗 看着柳一一毫不客气地 将自己的行李拎上了二楼 熟门熟路地打开客房的门 李明生不如死地哀嚎 你放心 这次他不会再打你了 我们是真的分手了 柳一一放下行李之后 从客房伸出头 你哪次不是这么说的 李明成根本不信他的 说完之后 像是想起了什么 满头堆笑地说道 这样好不好 一小附近有套房子 以前是小蝶和孩子们住的 他准备让孩子在一小上学 现在他要和陆成旭结婚了 房子如今闲着 你不如去那里住好不好 一个人自在 莫小蝶搬去陆家之后 王平在那里住了几天 有些不习惯回了乡下老家 现在那套房子 已经闲着了好几天了 柳一一的眼眶 立刻红了起来 贬着嘴 一脸委屈 李明成 连你也嫌弃我 我不活了 说着 突然开始大哭起来 李明成吓得连连后退 好了 姑奶奶 我怕了你了 我去住一小附近 还不行吗 陆成旭和莫小蝶回到陆家时 在陆家门口停稳之后 陆成旭小心地将莫子仲 从车上抱了下来 他们还未走到门口 陆家的大门 就被管家刘叔打开了 少爷 你们回来了 看到陆成旭手里抱着莫子仲 身后跟着莫小蝶 管家刘叔激动地大声叫道 很忙 陆家所有人都从屋内跑了出来 妈咪 妈咪然然 杜杜和莫莫直接冲过去 扑到了莫小蝶的怀里 妈咪 你没事吧 然然好担心你 妈咪 莫莫害怕 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妈咪 莫莫害怕 杜杜也害怕 妈咪 杜杜爱你 女儿们紧紧抱着她 哭着不肯放手 莫子仲在陆成旭怀里被吵醒了 有些不好意思 爸爸 放我下来 我自己走 莫小蝶蹲在地上 抱着三个软糯的女儿 鼻子一酸 眼泪流了出来 宝贝们 对不起 吓到你们了 妈咪没事 不哭了 她擦了擦眼泪 温柔地安慰他们 陆母赶紧走过来劝说 是啊 然然 默默听话 这都半夜了 你们的妈妈受到了惊吓 累了一天了 让妈妈好好去休息 说着 她看了一眼 莫小蝶身上有些奇怪的衣服 眼神顿了顿三个小家伙 一听妈妈累了 赶紧放开了她 将妈妈拉了起来 小心地扶着 妈咪 你饿不饿 然然给你留了你 最爱吃的蛋糕 然然甜甜地说道 妈咪 我也给你留了牛奶 默默不甘示弱 嘟嘟看了看两个妹妹 想了一会儿才说道 妈妈 我给你削水果吃好不好 三个女儿如此贴心 如此懂得疼人 作为她们的妈妈 莫小蝶心里甜甜的 暖暖的 众人走回屋内 莫子仲看到妈咪 一直被众人围着 到了这个时候 才意识到 自己的身上 有一股很难闻的味道 她抬头看了一眼 陆陈旭 凑到爸爸身边闻了一下 做了一个想吐的动作 爸爸身上果然和她的一样 味道很难闻 她知道这些味道 都是在龙家老宅 抱妈咪时染上的 所以不动声色地 拉了拉陆陈旭的衣袖 爸爸 他冲着陆陈旭勾了勾手 陆陈旭弯腰小声问 大宝 怎么了 莫子仲趁机扶在他的耳边 小声说道 爸爸 我们身上都很难闻 我先去洗澡了 你晚上一定记住洗澡哦 别熏到了妈咪 看到儿子如此贴心 陆陈旭抬手慈爱地揉了揉他的头 好的 大宝 爸爸记住了 你快去洗澡吧 被三个女儿 伺候着吃完了面包 牛奶和水果之后 莫小蝶带着他们上了二楼 他正准备告别父母 上楼去好好冲洗一下时 却被自己的老妈一把拉住 第191章 李木塔出院 儿子 你实话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蝶他是不是 是不是被陆母一脸心痛 有些说不下去了 陆陈旭看着自己老妈复杂的表情皱眉 妈 你想说什么 那个 儿子 你放心 我们家不会因为这个嫌弃小蝶的 不过 你一定要想办法将凶手抓住 为小蝶报仇 我们陆氏可不是好欺负的 对了 还有 那些人要处理干净了 千万别留下任何图片什么证据 小蝶太可怜了 说着 陆母的眼泪流了出来 陆陈旭到此时 才听懂了老妈话中的含义 妈 你该不会以为 小蝶被人欺负了吧 她的嘴角不自觉地勾了勾 为自己老妈丰富的想象力感到无语 如果小蝶真的被人欺负了 她这个老公还能如此淡定 难道不是吗 她早上出去的时候 穿的可不是这件衣服 我看她好像还刻意洗了澡 看着儿子的表情 陆母有些糊涂了 陆陈旭又向前走了一步 妈 你闻闻我的衣服 陆母不解 但还是听话地 拉过大儿子的衣服闻了一下 只是 闻过之后 她猛地后退了一步 做出了一个想要吐的动作 这就是小蝶为什么要洗澡 换衣服了 她被对方关进了机舍 衣服脏了而已 陆陈旭笑了起来 其实 她本来是想告诉老妈 小蝶其实是被她的两个孙子绑架过去 关进了机舍的 可是想到她和龙威之间的约定和计划 她觉得 还是先隐瞒老妈 虽然这次的绑架案和卢欣欣没有关系 但是 却意外 让莫子仲查到了卢欣欣准备买凶暗杀莫小蝶的行为 这次 陆陈旭不再顾及两家人之间的情面 直接将证据交给了警方 以买凶杀人罪 起诉了卢欣欣和赵曼妮 同时 在商界放出风声 和卢氏势不两立 而且还直接出手 收购了赵家的外贸公司 雷厉风行 两天时间解决了所有的事情 任谁求情 哭诉都没有用 赵曼妮很快被警方抓获 只是卢欣欣却在听到风声时 就跟着高辉逃到了国外 虽然卢欣欣逃走了 警方一时无法将其抓获 可是卢氏企业 却因为陆陈旭的全面打击 很快并于破产 卢妇 卢母不甘心找到卢妇理论 卢妇碍于两家人之间的情谊 还想着求儿子放卢家一马 可是 卢母不干了 心直口快 当着卢妇 卢母的面 直接将卢欣欣这些年做的坏事 都罗列了一遍 最后还放话 我的孙子们找不回来 你们卢家也别想好过 卢父卢母碰了一鼻子灰 自知理亏 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卢家 7月15日 他们举行婚礼的前一天 李木塔出院了 李建刚和赵芬给墨小蝶打了电话之后 带着孩子来到了卢家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 好好休养个半年左右 李木塔就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学了 小木塔很有礼貌 站在陆家人面前一点都不胆怯 先走过去 给墨小蝶和陆陈旭鞠了一躬 小蝶阿姨 陆叔叔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读书 考上好学校 挣很多钱报答你们的 有黑瘦弱的小脸上是满满的感动 同志的声音里 透露着一股倔强和男子汉该有的担当 陆母和陆老夫人 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懂得感恩的孩子 陆母拉住他的小手 你叫李木塔 今年几岁了 阿姨 我快要七岁了 陆母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 可是却保养得非常好 站在那里看起来比赵芬还要年轻 因此 小木塔就天真的以为应该叫他阿姨 陆母被小家伙叫得乐开了花 你这孩子 小嘴好甜啊 真怪 真懂事 陆父在他身后 冷哼了一声无情的拆台 他可不是阿姨 应该叫他奶奶 你瞧瞧 我们的孙子 已经和你一般大了 说着 陆父将墨子仲拉到了身旁 墨子仲落落大方地伸出手 你好 我叫墨子仲 李木塔犹豫了一下 不确定地看了一眼自己的父母 才小心地伸出手 我 我叫李木塔 这个小男孩 长得真好看 干净 有气质 还有礼貌 一点都不像他们乡下的那些小伙伴 李木塔面对墨子仲 心里有一些小小的自卑 以后你住在我们家 我们可以一起玩了 你会玩什么游戏 墨子仲很热情地问 这个家里终于有一个 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男生了 而且这个小男孩 看起来很有礼貌 很亲切 他终于不用无聊地 天天陪着妹妹们玩了 我 我没有上过学 不 不会玩 李木塔终于还是有些自卑的低下了头 没事 不用担心 以后我们住在一起了 你想玩什么 想学什么 我都可以教你 墨子仲拍了拍胸膛 然然扁了扁嘴哥 你别把人家教坏了 天天玩电脑 眼睛会近视的 那也比你强 天天就知道吃 你看看你 马上就胖成球了 然然在新朋友面前扫了他的面子 让墨子仲很不爽 直接一语 切中然然的要害 哼 你欺负女生 小嘴转身拉着墨墨和肚肚上了二楼 他们之间的争吵 让李木塔有些羡慕 如果他也有这样漂亮 可爱的妹妹们 那该多好 他一定不会和他们吵架 会每天陪着他们 保护他们的 因为天气热 李木塔又刚刚出院 大家没有再说什么 墨小蝶直接领着李木塔一家人 来到了顶层的阁楼内 墨子仲很热情地 蹬在他的身后 妈咪 怪不得前段时间 刘叔特意让人将阁楼重新收拾了一遍 还换了空调呢 原来是木塔弟弟要住啊 是啊 木塔弟弟的身体不好 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 知道吗 墨小蝶打开房门 回头看了一眼儿子 阁楼大概有二十多平 重新收拾之后 被隔离成了两个房间 墨小蝶特意嘱咐刘叔 换了一些全新的柜子和床 天窗也特意请人进行了隔热处理 李木塔一家人走进去之后 看到明亮的窗户 漂亮的窗帘 崭新的家具 都惊呆了 尤其是李木塔 看到自己房间里的书柜 玩具 衣柜 还有舒适的床铺之后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小蝶阿姨 这 这是给我准备的房间 她是在做梦吗 这里的家具和装修 比之前妈妈所在的那些城里人家里都好 墨小蝶走到书柜前 从上面拿下来一本图书 你之前不是说 想要看绘本学写字吗 阿姨特意给你准备了书柜 还给你买了一些绘本 你看看喜欢不喜欢 不知道为什么 李木塔这个孩子 每一次见他 都会让墨小蝶觉得很心疼 心疼他小小年纪 他忍不住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 只想看到这个可爱的孩子 展露纯真的笑脸 第192章 安心住下吧 李木塔愣住了 虽然此时他恨不得立刻上前 接过墨小蝶手里的绘本 可是 他还是忍住 先回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赵芬和李健刚 看到陆家为他们准备的房间 到现在还处于震惊之中 这个里面的家具 环境也太好了吧 他们只是来陆家打工的 怎么能够住这么好的地方呢 有空调 有暖气 还有落地窗 这是以前 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 太太 这 这 我们随便有一间房住就好了 真的用不着住这么好的地方 赵芬嘴笨 不知该怎么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了 如果不是陆总夫妻俩 他们的儿子 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们是来打工的 不是来享受的 墨小蝶也是农村最底层走出来的 他很快就明白了 赵芬此时心里的顾虑 走到他面前 一脸笑意地拉住他的手 赵姐 以后叫我小蝶就行了 你们不用感到有压力 陆家的其他下人 住的也是这样的房子 你以后负责家里所有的日用品 衣服的清洗和干洗 洗衣机 干洗设备都在顶楼便于晾晒 说着 他拉着赵芬来到顶楼的阳台上 在阳台的另一端是陆家的洗衣房 赵芬走进去看了一眼 顿时惊呆了 果然是有钱人 直接在家里整了个干洗店 墨小蝶又解释 之前付清洗的阿姨也住在这里 她可是一个人住了那么大的两间房呢 所以 你们不用有负担 赵芬夫妇听了她的解释之后 这才放下心来 将自己的行李搬进了房间 李木塔走到赵芬面前 窃窃问 妈妈 那我可以看上面的书了吗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渴望 赵芬看了一眼 墨小蝶点了点头 既然是太太送给你的 你去看吧 李木塔听了之后 欢快地转身 跑到书柜面前 从上面拿下来一本书 坐在书桌前 开始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墨子仲看她看得那么起劲 也凑了过去 这个我很早就看过了 待会儿去我房间 我教你一些更好玩的 虽然嘴上这么说着 但她还是搬了一把椅子 坐到了李木塔的身旁 和李木塔一起看起了绘本 李木塔遇到了不认识的字 她还像一个小老师一般 耐心地给李木塔讲解 看到两个小家伙一片和谐 不时还会讨论一下故事情节 墨小蝶心里很欣慰 想到明天还要举行婚礼 还有很多事要去办 再加上她在这里 赵芬夫妇都很拘束 因此 墨小蝶简单交代了几句之后 下了楼 晚上 孩子们都睡了 想到第二天的婚礼 她反倒是有些紧张 睡不着了 老婆 有一件事 我一直想问你 两个人靠在床上 陆承煦搂住她 想了半天 觉得还是应该问一问 什么事 墨小蝶依靠在她的怀里 到现在还是有一种 不真实的感觉 如此平凡的她 大概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才会嫁给陆承煦 这样的男神吧 以前 她一直觉得 陆承煦虽然长得很帅 却是个直男 做她的女朋友 会很痛苦 真正接触之后 才发现 她其实很贴心 很知道疼人 而且最难得的 是她感情专一 对孩子们还很有耐心 很有父亲的担当 老婆 明天我们婚礼 你 你不通知你的家人吗 他们结婚这么长时间 她从来没有听墨小蝶 提起过自己的家人 她也只是在李明城那里 打听出了一些皮毛而已 只是 马上就要举行婚礼 小蝶心里 应该也希望自己的父亲 能够来参加婚礼吧 我没有家人 我的家人就只有你和孩子们 墨小蝶沉默了片刻 紧紧地抱住了她 童年的往事太过凄惨 她不想提 也不想和那些 伤害过她的人 有任何交集 以她对自己父亲 和奶奶的了解 如果他们知道 自己嫁给了 陆氏集团的总裁 只不定会做什么妖呢 看到她提到 家人情绪突然低落了下来 陆成旭赶紧 亲了亲她的手 转换了话题 老婆 孩子们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我打算在一小附近 再买套房子 这里距离一小太远了 孩子们上学不太方便 到时候 我们搬过去 住怎么样 搬过去住 墨小蝶坐了起来 看着她有些不解 爸妈和奶奶会同意吗 家里的三个长辈 将这四个小家伙 当成了新头肉 怎么可能会轻易放手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们到了星期天 就带他们回来住两天 而且 平时如果他们想孩子了 我们随时可以 将孩子带回来 两头住 他们会同意的 陆成旭胸有成竹 看他似乎已经决定了 墨小蝶突然想起了 之前他们住的那套房子 如果这样 就不用买了 我之前在那边 有一套三室的房子 挤一挤应该够住 陆成旭突然眯起了眼睛 然后一翻身 将他压在了床上 老婆 那套房子太小了 我们这么多孩子 根本住不下的 你之所以让孩子们去一宿 而不让他们去贵族学校 不就是为了锻炼他们 让他们从小就和普通人一样 凭借自己的努力 积极向上吗 挤一挤应该没问题吧 墨小蝶不解地反问 陆成旭盯着他 嘴角不自觉地勾了勾 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墨小蝶摇了摇头 不知道 他不知怎的 突然就生气地稳住了他 半天才松开 那套房子 是李明成送给你的 你是我老婆 他凭什么送你房子 男人的口气中 是满满的酸味 墨小蝶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 原来 他又在吃李明成的醋了 好 那就听你的 再买一套大一点的 为了表示诚意 他勾住陆成旭脖子 给了他一个甜甜的吻 果然 陆成旭脸上的表情 好了很多 老婆 明天婚礼之后 我有惊喜送给你 他神秘一笑什么惊喜 墨小蝶很好奇 他低头又吻了吻他的唇 然后将他搂在怀里 快睡吧 明白你就知道了 墨小蝶有些气恼地 掐了一下他的胳膊 你太坏了 要说就说完 要么就不说 这样让我怎么睡得着啊 陆成旭突然眼睛一亮 老婆 你睡不着啊 说话间 他的手已经开始有些不老实了 墨小蝶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赶紧翻身 改口 不是 我好困 能睡着 明天还要起早化妆 盘头 今晚要是让他再折腾 明天说不定会丢人的 第193章 卢子荀和龙百相遇 7月16日 陆氏集团总裁陆陈旭的婚礼 在新月酒店隆重举行 宇成所有的媒体都提前到场 想要采访到第一首的新闻 婚礼现场布置得很温馨 三个小女孩 穿着一模一样的公主服 粉雕玉琢 软糯可人 惹得前来的宾客 都是一脸的羡慕 莫子仲今日穿得也很正式 领口还带了一个蝴蝶结 像是一个小绅士一样 一直跟在莫小蝶身后 帮他领着婚纱 李木塔和他穿的衣服差不多 一直跟在莫子仲的身边 其实 这样盛大而隆重的场合 李木塔小朋友 是不想来参加的 可是 才认识了一天的莫子仲 认定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说服家里人 一定要让李木塔 来参加自己父母的婚礼 婚礼本来就是图个热闹 喜庆 因此 陆家人很快就同意了 赵芬夫妻俩害怕儿子闯祸 也不想让他去的 可是奈何陆家人都同意了 夫妻俩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嘱咐儿子 一定要小心谨慎 听话 切不可闯祸 在宇城 陆氏集团是商界的老大 因此 这场婚礼来了很多人 有政府的一些官员 有陆氏在商界的合作伙伴 还有一些厂商代表 娱乐圈的明星等 场面隆重热闹 新月酒店二楼大厅 被布置成了婚礼现场 三支六层 全部被布置成了宴会厅 李明成和柳依依一进会场 就忍不住嘖嘖称赞 看来 陆陈旭是真的很爱小蝶啊 这婚礼办得可以啊 不就是一场婚礼吗 你从进门到现在 嘴就没有停止过 柳依依心里羡慕 但是想到自己悲惨的爱情经历 又觉得堵得慌 只能拿李明成出气了 上午十点 婚礼正式开始 陆陈旭站在台上 在等待着墨小蝶被李明阳牵着 走过洒满鲜花的长长花廊时 看了一眼右侧第二排的三个空位 那是他特意为龙威和两个儿子留出来的 虽然龙柏和龙谦对他们还有很深的误会 但是他和小蝶 还是希望儿子能够来参加他们的婚礼 见证他们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刻 只是 婚礼已经开始了 儿子们却还没有来 他心里有些失落 其实 龙威一大早就带着龙谦和龙柏这两个小子出发了 只是 他们的车子刚刚进入宇城 在一个十字路口就和人发生了擦碰 擦碰原因其实很简单 双方都有责任 但是说出口的话却非常难听 龙柏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小胖子上去就给了对方一脚 司机抱着腿疼的呲牙咧嘴 伸手就准备去打龙柏 但是却被身后自己车里的人给叫住 车门打开 一个身材灰色西装的男人缓缓走了出来 再看到龙柏石愣了一下 今日是莫小蝶和陆陈旭大婚的日子 宇城所有媒体都争前恐后地在报道这一盛况 卢家在陆氏的打压下 日子很难过 药厂基本上是没有希望了 卢浩泽今日好不容易才通过关系 找到了宇城一家知名药厂的负责人 他们看中了卢子勋手中的专利 今日约定见面详谈 谁知刚一上路竟然就出了这起事故 他的心情烦躁 在车里骂了司机几句 司机出来直接将火气洒在了对方头上 本来卢浩泽是想一直坐在车里不出来的 可是当他透过车窗看到对方的小胖子时 心里却猛地震了一下 为了确定自己不是眼花 所以他才特意从车上走了下来 此时的卢浩泽心里的震惊无以言表 原来他并没有看错 这个小胖子竟然真的和自己的儿子 长得有六分相似 尤其是右脸上的小酒窝 简直一模一样 不知怎的 他猛然想起了软之语的话 难道子勋真的不是他的儿子 是雪儿和别的男生的 龙柏看到对方一直盯着自己 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 看什么看 再看小爷 我将你的眼睛挖出来 你今年多大了 卢浩泽问 龙柏后退了一步 上下打量了他几眼 一脸不屑 怎么着 不就是个擦碰吗 还要调查户口 你算老几啊 卢浩泽这才看向对方的车 但是只是看了一眼 他就有些后悔 自己刚刚的行为了 对方的车 是限量版的劳斯莱斯 价值无法预估 如果交警过来真的定责的话 自己的车 在这辆车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可是 越是这样 他就越好奇车里的人 对方如此有钱 难道雪儿真的背叛了他 想到此处 他又看向龙柏 小朋友 我们之间确实发生了擦碰 我的司机态度不好 你让你家大人下来 我替司机向他们道歉 他的态度很诚恳 语气很谦卑 可是龙柏根本不吃他这一套 你要是真心想道歉 给小爷我道歉就行 用不着我家大人 这时 一直冷漠地坐在车上的卢子循 走了下来 爸爸 既然我们双方都有责任 那就等交警叔叔来定责吧 龙柏看了一眼卢子循 有些惊讶地用手指着他 你 你 你怎么会和我长得这么像 卢子循满脸冷漠 这世界上 长得相似的人多着呢 有什么好奇怪的 虽然表面上是这么说 其实龙子循的内心 早就激动地翻江倒海了 他已经开始 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了 可是七年过去了 当年卖他的那个人 早就无从查起 舅舅找了很多人 想了很多办法 却依然一无所获 如今 既然在大马路上遇到了一个 和自己长得如此相似的人 从遗传学角度分析 他和眼前这个小男孩 多少应该有些关系 只是 这件事目前还不能让爸爸知道 不过 他已经悄悄记下了 对方的车牌号 等回去了之后 就让舅舅找人去查 看到卢子循 不止龙柏惊讶 车子上坐着的龙迁和龙威 也很惊讶 龙迁皱了皱眉 有些想不通 因为厌恶莫小蝶 他并没有派人 去查七年前的事情 因此并不知道 莫小蝶当年生的是九胞胎 龙威更是对此一无所知 他那天 只是将龙家可能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陆陈旭 想让他找机会 将龙迁和龙柏接走 以免他们受到伤害而已 龙迁坐不住了 直接从车上下来 走到了龙柏身边 龙柏看他一眼 又指了指卢子循 哥 他说的和你说一样 第194章 有人闹事 龙迁不解的皱了皱眉 你说什么呢 龙柏 皱着胖乎乎的小脸解释 就是你和陆陈旭长得很像 我问你为什么 你却说 长得相似的人有很多 现在 我问他同样的问题 他也是这么说的 龙迁总算是听明白了 叹了口气 拉住弟弟的手 确实是这样的 你没看到网上的照片吗 有一些小孩子 会和电影明星 长得很相似呢 卢浩泽在看到龙迁那一刻 整个人像是看到怪物一般 震惊地几乎要跳起来 这个小孩和陆陈旭长得太像了 很可能就是他的儿子 如果将这个孩子 带去给陆陈旭 如果真是他儿子 陆陈旭一高兴 说不定会因此 放卢是一条生路 想到此处 他心里很激动 看到龙迁拉着龙柏 正准备回车上 着急地上前 一把拉住了龙迁 小朋友 龙迁冷冷地 淡淡地拍了拍裤脚 你想干什么 打架吗 刚刚他只是看准了机会 轻轻抬了一下脚而已 这个人竟然就被绊倒了 真是太惨了 卢浩泽被摔得生疼 但还是强忍着站了起来 不是 小朋友 我只是 看你长得很像我一个好朋友 有些激动而已 我好朋友的儿子 从小就被人贩子拐卖了 龙迁瞥了他一眼 是吗 那你可能认错人了 我不是被人贩子拐卖的 我有家人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 想要拉着龙板上车 卢浩泽那里 肯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顾不得腾 急忙上前拦住了 他们的去路龙迁看着他 微微眯起了眼睛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要干什么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这是他发怒的前兆 如果卢浩泽还不识相 现场估计会很惨 龙威怕他们一进雨城就惹事 赶紧从车里走了出来 这位先生 这是我助理的电话 我们急着赶时间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 可以随时联系我的助理 龙威递给他一张老储的名片 卢浩泽接过名片看了一眼 上面赫然写着 龙威集团总裁助理老储 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你 你是龙威集团的总裁龙威先生 卢浩泽吓得后退了两步 他今天出门 一定没有看黄历 竟然碰到了龙威集团总裁的车 龙威微微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拉着龙迁和龙柏 直接坐进了车里 然后看了开手表 吩咐司机开车 卢浩泽就这样 看着龙威的限量版 来丝来丝从眼前开过 慢慢地消失在远处的车流中 他们赶到星月酒店的时候 已经是十点五分 婚礼已经开始了五分钟 莫小蝶一身终式婚纱 一脸幸福地站在陆陈旭身边 司仪正向大家介绍 他们两个人之间甜美 浪漫的爱情故事 莫子仲 然然 杜杜 默默还有李木塔 五个小不点乖乖地站在他们身后 吸引了在场很多人的目光 龙谦和龙柏并不知道 龙威带着他们 是来参加莫小蝶和陆陈旭的婚礼的 一直到他们来到星月酒店时才意识到 可是 大哥一脸严肃 虽然他们心里有些不情愿 可是也不敢说什么 只好跟着龙威来到婚礼现场 在第二排的位置上坐下 高台上 陆陈旭看到他们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对着龙威点了点头 龙威果然讲信用 真的将这两个小子给带来了 龙柏看着莫子仲身旁的李木塔 有些不解 小声凑到哥哥的耳边 不是说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吗 那个低个子的黑小子是谁 龙谦摇了摇头 不知道 只是 他的心里却有些疑惑了 莫小蝶当年就生了几个孩子 现在除了台上的三个女孩和莫子仲 加上他们两个 这就六个了 可是 刚刚在路上 他们遇到的那个有些忧郁 冷漠的小男孩 他竟然和龙白长得十分相似 如果他也是莫小蝶的儿子 这就七个了 还有台上 站在莫子仲身旁的那个矮小有黑的小朋友 虽然猛一看没什么 看起来比他们几个都要小一些 但如果你仔细用心地去观察 这个小孩抿嘴低头时的表情 其实和陆成旭很像 龙谦在心里默默地计算了一下 八个 难道莫小蝶一胎上了八个孩子 他摇了摇头 有些不相信 觉得自己想得太多了 一胎八宝 怎么可能 其实 不只是他疑惑 在场的有些嘉宾也很疑惑 龙谦身后 就有人窃窃私语 那个皮肤有些黑的小孩怎么没有见过 他是谁啊 就是啊 没听说陆总还有一个孩子啊 谁知道呢 可能是亲戚家的孩子吧 我看着他刚刚低头那一瞬间 竟然有些像陆二少 该不会是陆二少的私生子吧 这话可不能胡说 有号是八卦者脑洞大开 聊得还挺火热 龙谦听了之后 肩膀不自觉地耸了耸 一胎八宝 看来是他想得太多了 新娘 新郎护换戒指之后 司仪正准备进行下一项节目时 从二楼楼梯处 突然冲进来一男一女 女的大概五十多岁 穿着星月酒店保洁阿姨的服饰 男的二十多岁 一身保安服 女儿 保洁阿姨直接上台 冲到陆成旭和莫小蝶面前 坐在地上 开始撒泼打滚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人是谁 婚礼现场的来宾先是震惊 然后开始窃窃私欲 陆家人看到对方时 先是一愣 但是等想到对方的身份时 顿时一脸苍白 陆父起身指着那个保洁阿姨 这个人是个疯子 保安 快把他们给我拉出去 疯子 保洁阿姨一听 气得直接从地上跳了起来 怒指陆父的鼻子 你说得很对 我是疯了 你们陆家 你们的好儿子 所有人都仰望的陆氏集团 总裁陆成旭 害死了我的女儿 我早就在十二年前就疯了 快将她给我拖出去 陆父着急地怒斥保安 好几个保安一涌而上 准备强行将保洁阿姨拉走 可是跟着保洁阿姨 一起来的年轻保安 却突然从身后抽出一把菜刀 挡在了保洁阿姨面前 你们谁敢动我妈一根手指头 我让你们好看 第195章 当年的事 人群中 坐在中间靠后 白昊身边的石雨萌 嘴角得意地勾了勾 她倒要看看 梅若秋的妈妈和弟弟来了 这场被诅咒的婚礼 如何进行下去 不错 台上那个形如泼妇的女人 和挥着菜刀的男子 正是梅若秋的妈妈和弟弟 梅若秋的妈妈 看到一群保安围了过来 又坐在地上 开始嚎啕大哭 我可怜的秋儿 你死得好惨啊 你小小年纪 就被这个不要脸的男人欺骗 失去了清白 如今 人家却幸福地 又在娶漂亮媳妇了 梅若秋的妈妈 一边哭 一边指着陆陈旭控诉 这件事 对陆陈旭而言 是一生的阴影 因此 在看到梅若秋的妈妈和弟弟时 她的脸顿时惨白 整个人也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她的沉默 和无意识地逃避行为 让在场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都开始浮想联翩 众人开始窃窃私语 这个女人是谁啊 她这话的意思是 陆总欺骗 害死了她的女儿 不知道啊 这怎么回事 陆总一直不尽女色 这些年没听说过 和哪个女人牵扯不清啊 这个可不好说 人不可貌相 毕竟陆总也是个正常的男人 你们都猜错了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客人中间 有一个不起眼的男人说道 你知道 很多人都看向这个说话的男人 男人不着痕迹地 看了一眼石雨萌 台上这个女人 她的女儿叫梅若秋 是陆总高中时的同学 高中 这也太扯了吧 他们那时候 顶多十六七岁 知道什么呀 这个 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梅若秋当年是他们学校的 校花才女 长得清纯甜美 更难得的是 小小年纪就写了一首好文章 还在杂志社上发表过 听说 那时候追她的人都排到校门口了 陆总自然也对这样的美女 心生爱慕了 当然 高中时期的陆总 不仅颜值高 还是学生会会长 仰慕暗恋 她的女生也很多 这样的才女帅哥 互相之间就暗生了情愫 十一长假 陆总约梅若秋出去玩 可是结果 她却没有出现 可怜梅若秋在郊区一处废旧工厂内 被几个小混混给欺负了 心高气傲的她一气之下 就选择了自杀 当时这件事很轰动的 你们都不知道吗 男人会声晦涩地 向她周围的人解释 你说的是真的吗 陆总为什么没有去赴约啊 有人提出了疑问 这个 我不好说 男子故意欲擒故纵 表现得很为难 有什么不好说的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大家都充满了好奇 男人小心地看了一眼台上的陆陈旭 压低了声音 这是我听说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们说陆总是 和那些小混混商量好的 故意将梅若秋骗了过去 送给小混混的 你胡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 有人明显表示不信 我开始也不信 想着陆总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 可是他们都说 那时候陆总家里的工厂 被对手陷害 出现了一些问题 被之间部门查封了 那些小混混 手里有对方栽赃他们的证据 为了得到那些证据 所以陆总才这样做的 只可惜 白白牺牲了梅若秋 这个可怜的女孩 说完 男人做出一副惋惜的表情 那梅若秋死后 陆家工厂怎么样了 有人还是有些不幸 陆家很快就拿出证据 揭穿了竞争对手的阴谋 度过了危机 他的话一出 人们沉默了片刻 看着陆家人的眼神 变得有些鄙夷 果然 有钱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怪不得陆氏集团 在短短几年内 就能做到这么大 原来在背地里 干了这么多 昧着良心的事情 是啊 怪不得陆陈旭这些年 一直不敢找女朋友 大概是晚上会做噩梦 害怕梅若秋来找她 良心不安吧 要是我 我也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的 这种事真的会遭报应的 这种没有根据的八卦 很快在参加宴会的人之间流传开 陆陈宇听了之后 气得站起身 想要和大家解释 却被陆老夫人一把拉住 陈宇 别冲动 今天是你哥的婚礼 有些事情只会越描越黑 陆老夫人活了七十多岁 很多事情看得透彻 陆陈宇性格冲动 陆氏这些年 在商界确实得罪过一些人 那些竞争对手 即便明知道 这种流言不是真的 也会将他当成真的来借此打击陆家的 既然对方能够在今天这个时候 会入婚礼上闹事 必然是有人在幕后指使 陈宇这样贸然出面解释 说不定会被对方几句话就激怒 如果再打起来 媒体指不定会如何大肆报道呢 奶奶 难道就这样任由他们污蔑哥吗 当年 明明哥也是受害者 陆陈宇有些憋屈 但还是听话地坐了下来 陆老夫人指了指陆父 陆母 还有台上的陆陈旭 你爸妈 哥哥都还没有说话呢 等等再说 我看这对母子这么多年了 选择在今天来闹事 无非就是想要钱而已 陈宇听奶奶的话 等等吧 陆老夫人 似乎对自己的儿子和孙子 很有自信 只是陆陈宇不解释 身为陆陈旭好朋友的白号 却忍不住了 怒对身旁的人 你们胡说什么 陆总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当年的事情 和陆总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根本就没有约梅若秋出去 石宇蒙在一旁 也假惺惺的附和 是啊 是啊 陆总当年根本就没有看上梅若秋 怎么可能约他出去 你们不要听信别人说的 他们是极度陆总 这次来参加婚宴的 基本上都是语成有头有脸的人 梅若秋妈妈这样一闹 估计以后没有人会 愿意将女儿嫁给陆陈旭了 因此 他只要将墨小蝶赶走 陆陈旭就只能是他石宇蒙一个人的了 石宇蒙看向台上脸色 一直很难看的陆陈旭 不再掩饰毛子中的爱慕 白号的解释 很苍白无力 相对于之前那个男人的八卦 人们更愿意相信前一种 那些流言 当然也很快传到了龙威 以及他身旁的两个小家伙耳朵中 龙谦依然是一脸淡漠 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一般 龙白却扁了扁嘴 真没想到 陆陈旭长得人母狗样的 竟然会干这么缺的的事 哥 你还真是倒霉 竟然长得和这种人这么像 说完 他看着龙谦的眼神充满了同情 第196章 梅若宇现身 龙威看了一眼台上 一直没有做出任何解释的陆陈旭 无奈地摇了摇头 眼神中也多了一抹同情 陆陈旭本来是想让自己的儿子 来见证他们夫妻最幸福的时刻 可是却让儿子看了这么一场闹剧 不知他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 是否会有些后悔自己的决定 台下早就乱坐了一团 陆父已经报警 可是听着人群的议论 他还是气得捂住了胸口 有些喘不过气 陆母赶紧扶他坐下 从他的衣兜里内掏出一瓶酒心丸 给他含了一片 你别激动 警察很快就过来了 陆老夫人看着儿子 与其中是母亲特有的责备 你呀 都五十多岁的人了 心脏还不好 激动什么 对梅家咱们问心无愧 有什么好怕的 警察来了 将他们带走 婚礼照样举行就是了 至于那些人想说什么 就让他们去说吧 陆氏还怕他们的几句闲话不成 听了自己老母亲的一番话 陆父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是啊 当年的事 他们陆家问心无愧 有什么好怕的 台上梅若秋妈妈骂骂咧咧 用手指着陆陈旭 姓陆的 你害死了我女儿 我诅咒你孤独终老 即便是今天结婚了 也会很快离婚的 我的女儿不会放过你们一家人的 你看着吧 你的孩子们会不得好死 你们陆家会断死绝孙的 这话说的恶毒 难听 台下一些和陆家熟悉的人 还有了解当年事情经过的人 都皱起了眉头 从梅若秋家人上台 墨小蝶一直保持着沉默 而是用眼神示意小家伙们 都不准轻举妄动 刚开始他并不知道对方是谁 不知道他们和陆家人之间 有什么矛盾 他渐渐了解了情况 关于梅若秋的事情 白昊和他说过 他很清楚事情的整个过程 这个女人死了 女儿很可怜 但是如此诅咒他的孩子 那就别怪他墨小蝶不客气了 陆陈旭和墨小蝶是一样的反应 怎么骂他都没关系 但是对方既然敢诅咒他的孩子们 他不再退缩 正准备上前时 却被墨小蝶拉住 你照顾好孩子们 这个时候 他出面事情说不定会更糟糕 墨小蝶一身终事婚纱 表情淡然 一步步向梅母走过去 梅若秋的弟弟 晃动着菜刀威胁他 你别 别过来 再过来 我砍你了 虽然看起来恶狠狠的 但是眼神中却有些胆怯 砍我 那你动手啊 看看能不能砍到我再说 花音刚落 他已经到了梅若秋弟弟面前 果断出手 准确地握住了他 拿着菜刀的那个手腕 一用力 梅若秋的弟弟 就发出杀猪般的嚎叫 疼 疼 快放手 菜刀顺势掉在了地上 梅母一看 儿子被人擒住了手腕 急得 从地上跳起来 你 你快放开我儿子 墨小蝶看了他一眼 用力一推 梅若秋的弟弟一个 猎且就倒在了台上 梅母赶紧过去 将儿子扶起来 你这女人真是不知好歹 我们好心 帮你揭穿陆成旭的真面目 你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竟然还恩将仇报 打我儿子 不知好歹 恩将仇报 这位阿姨 你说的是我 还是你们没家 墨小蝶冷笑 当然是你了 我告诉你 生了四个孩子 他就会好好待你 他就是个薄情寡义 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混蛋 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今日人家结婚 他说这样的话很难听 陆成旭铁青着脸 正准备上去 维护自己的老婆 却被儿子一把拉住 爸爸 对方的目标就是你 你去了 不仅帮不了妈咪 反而会拖后腿的 作为儿子 墨子仲很了解自己的老妈 既然赶过去 就证明老妈 一定有办法收拾了这两个人 相反 老爸却是个情商极低的直男 梅姆的话之后 一点都没有生气 反而笑了起来 这么说 我还要感谢你们母子对不对 当然了 你要是识相 就赶紧带着孩子们远远离开 这种人嫁给他 说不定哪天 你被他买了都不知道 梅姆直着脖子说道 你口口声声 说我老公害死了你的女儿 我很好奇 你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和我老公是什么关系 墨小蝶嘴角擒着一丝笑 故意问他 梅姆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的女儿叫梅若秋 是陆成旭的高中同学 当年他和我女儿早恋 为了从小混混手中 取得对他们家工厂有利的证据 将我的女儿骗出去 送给了那些小混混 我女儿被欺负之后 选择了自杀 说完 梅姆眼面大哭起来 她所说的 和刚刚台下悄悄流传的 几乎一模一样 看来是有人算计好的 梅姆这一哭 更具感染力 下面的客人 又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墨小蝶眉头微皱 你女儿死得还真可怜 既然如此 你们家人当时没有报警吗 警察是如何处理的 为什么没有判我老公的罪呢 梅若秋的弟弟 抢在梅姆面前说道 我们家当然报警了 只是 他们陆家有钱有势 买通了警察 将所有的罪责 都推到了那些小混混身上 将他陆陈旭摘得干干净净 我们梅家穷 人微言轻 不敢和他们陆家对着干 只好忍气吞声到现在 既然知道惹不起陆家 一直忍气吞声 为什么在今天突然站出来 该不会是受了什么人指使吧 墨小蝶冷冷地反问 梅若秋的弟弟二十多岁 没什么心机 被墨小蝶这么疑问 愣了一下 竟然不知该怎么回答了 梅母护着儿子 没有人指使我们 我们是不甘心 你们陆家太欺负人了 我的二女儿 在星月家装淡得好好的 可是陆陈旭知道了她的身份之后 无缘无故就将我女儿开除了 我的大女儿 因为她惨死 我的二女儿 因为她失业 凭什么她可以高高兴兴地结婚 我就是要来恶心你们陆家 陆陈旭 你有本事叫警察 来叫我们娘俩也抓走啊 说完之后 梅母又冲着陆陈旭搅消 台下 很多又开始悄悄的议论 她说的是真的吗 陆总真的辞退了人家的二女儿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也欺人太甚了 有人竟然开始同情梅母 谁知道呢 这个可不好说 不过 我倒是听一个 在星月家装上班的朋友说过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还是蓝总监亲自辞退的呢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没家人那么多年一直隐忍 到现在却突然来闹事 陆氏这样做太不地道了 你说蓝总监知道这件事吗 有人指着台上的墨小蝶 好奇地问 我看八成知道 不过看他的态度 即便陆总真的是这样的人 他也不会因此离开的 那可是陆氏总裁啊 傻子他会因为十几年前的一件小事 就放弃了这样财大气粗的老公吗 第197章 王队来了 人们此时在心里上 都倾向了梅母这个弱者 连带着看墨小蝶也不顺眼了 墨小蝶也不生气 看着梅母问 你的二女儿叫梅若宇对吗 对啊 怎么了 她在哪儿 她当然来了 只是不敢出来而已 说到这里 眉母扭头冲着楼梯旁的角落里怒喊 若宇 你给我出来 有妈在这里 你不用怕 一直躲在角落里的梅若宇 听到母亲的喊声 知道藏不下去了 只好低着头走了出来 她自知理亏 走上台后 根本不敢看墨小蝶的眼睛 柳一一在下面很快就认出了她 惊讶的低声叫道 是她 李明成皱了皱眉 你认识她 前些日小蝶介绍到米多多甜品店的人 这姑娘在甜点方面很有天赋 勤劳能干 我正准备给她升职加薪呢 柳一一有些可惜的摇了摇头 这姑娘的原生家庭竟然是这样的 太可惜了 她正在心里感慨万千呢 一个五十多岁的警察 带着十几名警员走了进来 王队 你怎么来了 陆傅很惊讶 这个王队正是当年抓了小混混 审理梅若秋一案的负责人 看到王队来了 墨小蝶看着李明成 笑着点了点头 柳一一疑惑地瞪向李明成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李明成神秘一笑 姑奶奶 等婚礼结束后 我再详细告诉你 现在先让小蝶解决了眼前这个麻烦再说 哼 柳一一很不爽地 拧了一下李明成的胳膊 哎呦 姑奶奶你轻便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们是一对打情骂靠的情侣呢 龙威侧头隔了好几排 看了他们两眼 嘴唇清明 眉毛微微挑了挑 手不自觉地紧紧攥成了拳头 半天才深呼了一口 松开了手台上的墨小蝶 看到了王队之后 看向梅若秋家人时 嘴角微微上扬 梅若宇 你还认识我吗 墨小蝶走到梅若宇面前 死死地盯住他 梅若宇低着头 紧张的手一直在抖 蓝总监 其实他根本不赞成自己的妈妈和弟弟 选择今天来闹事的 毕竟蓝总监和陆总对他 其实还挺不错的 他在米多多甜品店工作得很开心 可是弟弟前几天又去赌了 又欠了很多钱 对方扬言 如果三天内不还钱 就卸掉弟弟的一条腿 时宇蒙说 只有选择今天来闹事 陆家才会妥协 不管他们要多少钱 陆家都会给他 他本来想找借口不来的 可是却被梅母骂了一顿 梅母逼着他非来不可 否则就不认他这个女儿 看他还认识自己 墨小蝶亲了亲嗓子 既然你认识我 那么就请你当着大家的面说说 到底是谁开除你的 整件事的经过是什么 梅若宇看了一眼自己的母亲 很为难 我 我 梅母拦在女儿面前 指着墨小蝶 怎么着 你还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威胁 我女儿不成 墨小蝶没有理会梅母 只是看着梅若宇 故意抬高了声音 你不是不敢说 你是没有办法说对吗 你只有高中学历 根本不喜欢设计 当初一直在酒店做服务员 后来遇到了石总监 才有机会进的新月家庄 石总监和你姐姐是高中同学 因为你姐姐梅若秋的原因 才想帮你 让你去新月家庄工作 其实 你当时是不想去的 你一直喜欢做蛋糕 甜点 一直梦想着 他一家属于自己的甜品店 可是 你的妈妈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 执意要让你去工资相对较高的新月家庄 可是 你的学历根本无法胜任那里的工作 你很痛苦 经常被人责骂 这一点 大家如果不信 可以问问在场的新月家庄员工 我是看她过得很辛苦 心疼她 同情她 才特意介绍了 她去米多多甜品店的 那边 是她喜欢的工作 更适合她 而且工资和新月家庄的差不多 我和陆总并没有因为 她是梅若秋的妹妹辞退她 相反的更心疼她 更想为她的长远考虑 如果大家不信 米多多甜品店的总经理就在这里 你们可以问问她 梅若宇是不是我介绍去的 柳依依很配合地站了起来 我就是米多多甜品连锁店的总经理 蓝总监说的都是真的 梅若宇是蓝总监特意介绍过来的 在峰岭路12号店工作 表现得很好 很有天赋 我正准备提升她为店长助理呢 大家因为柳依依依的证明 看向美母的眼神有些复杂了 难道这个女人是在骗人如此看来 陆总夫妇还是有点良心的 对啊 我也一直怀疑呢 陆氏集团一直热衷公益 陆总不可能是那种人 看到大家对美母的话已经起疑了 墨小蝶走到王队面前 清了清嗓子 想必大家都很好奇 当年关于陆总和梅若秋的事了 今日 当年负责办案的王队长就在这里 我们也不能只听梅阿姨的一面之词 也应该听听王队长是怎么说的 她穿着一身中式新娘礼服 步伐稳健地走过去 请王队长上台 王队长当年从底层做起 当了几十年的警察了 为人正直 讲义起 当年的事情 尤其是看到梅家人 差点将陆陈旭打死 他心里其实是十分同情这个小伙子的 如今就是重提 他觉得自己作为警察 应该说句公道话 于是 他上台将12年前发生的事情 仔细地讲述了一遍 从警方最初的怀疑 到后来多方取证 证明了陆陈旭的清白 每一个细节 他都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这个案子当时轰动很大 市里面特别重视 作为负责人的他 记得特别清楚 经过他专业的分析和讲述之后 人们看向梅家人的眼神 开始探究 怀疑了 梅若鱼姐弟俩到底年轻 看到警察 有些胆怯了 妈 我们回去吧 梅若鱼小声劝说 梅母看到王队 心里也有些慌了 当年的事情 市里面非常重视 亲自派了人来监督破案的整个过程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陆家买通警察的事 梅家之所以这么说 死咬着不放 不过是看陆家有钱 想讹上一笔而已 现在 王队亲自出面 他心里其实已经在打退堂鼓了 可是 一想到家门口那些要债的人 他顿时心一横 仰起了头 第198章 将他们都带走 梅母为了子 也算是豁出去了 他看着王队冷笑了一声 王队长 你收了路叫多少好处 要说这种魅良心的话 王队为人一生光明磊落 还从未被人如此污蔑过 本来当年看到梅若鱼惨死 梅家人的日常 过得也是苦哈哈的 有些话他不想说的 只是梅母太不知分寸 竟然连他都污蔑 王队倾咳一声 梅大姐 你这是又想问路家额多少钱 当年 你们差点打死一个才十七的无辜孩子 还从路家额了三十万 是路家人心善才不计较的 怎么 是不是钱被你儿子赌完了 如今被债主赌门 又想着利用你女儿来额路家一笔呢 梅若鱼的弟弟因为聚众赌博 被抓进去好几次 王队对他们家的情况了如指掌 一语就切中了梅母的要害 十二年前 三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 再宇称能够买一套三室的房子了 是对他台上的母子指指点点 怪不得他们要选在路家举行婚礼的时候来闹事呢 原来是想额更多钱啊 这种女人还真有心计 女儿死得那么惨 竟然为了钱将女儿的事一次次公布于众 梅若鱼也是够倒霉的 是啊 我就说路总一家人不会做出这么缺德的事 这种女人我知道 典型的重男轻女 你看她生了两个女儿 却还要生儿子 女儿在她眼里只是挣钱 干活的工具而已 她对梅若鱼大概也没有多少感情 人们丝毫不在乎梅母会听见 耻笑她的声音清晰地传到了婚礼台上 梅母的脸仗得通红 用手指着王队 你身为警察 说这话可是要有证据的 否则我告你污蔑 证据吗 当年的档案还在 你们的诉求写得清清楚楚 刚开始你们以为陆成旭就是凶手 放话说只要路家给你们一百万 你们就放弃起诉对方 后来发现陆成旭是无辜的 可是却还是不依不饶问路家 要了三十万现金 上面有你丈夫的签名和案的手印 要不要我现在派人警局将档案拿过来 让你再仔细看看 王队的声音洪亮 义正言辞 说得有理有据 而且还证据确凿 梅母被质问得哑口无言 看王队的表情不像是在骗她 她没有想到过了十二年 警局竟然还保留着当年的档案 到这个时候 脸上才浮出一丝不知所措的神情 王队趁机劝说道 梅大姐 做人要讲良心的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不能为了你不争气的儿子 将女儿们的幸福都搭上了 你大女儿死了这么久了 你作为母亲 一次次将她抬出来 你就不觉得良心有愧吗 梅若宇低着头 眼眶红红的 妈 咱们回去吧 梅母不自觉地向石雨萌那边看了一眼 有点想要退缩 梅若秋的弟弟一看母亲似乎有些动摇 她想到了那些债主 打了个寒战 上前一把扶住梅母 妈 别信她的 她根本是在吓唬咱们呢 说完之后 仰起头看向陆陈旭 无所畏惧地叫嚣 姓陆的 我姐姐可不能白死 你们当年才给了三十万 是不是有点太少了 今日不给我二百万 我们是不会走的 你休想顺利结婚 她的话一出口 台下的人顿时都醒悟过来 感情这对母子 就是个泼皮无赖 来闹场 就是为了额钱啊 陆家还真够倒霉的 此时 台下已经有人义愤填膺地站了起来 指着他们母子 姓梅的 你们也太不要脸了吧 你女儿的死和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凭什么让人家给你们钱啊 是啊 是啊 这也太不要脸 竟然敢明目张胆地要挟 敲诈 王队 赶快将他们带走了 是啊 是啊 赶快将他们母子带走 陆总的婚礼 几时马上就过了 别因为这种人耽误了陆总的婚礼 王队的手一挥 很快走过来几名警察 三两下就将梅家人给抓了起来 你们凭什么抓我 梅若秋的弟弟 耿着脖子嚷嚷 王队瞪了他一眼 你手持菜刀 在别人的婚礼上闹事 连和你的家人敲诈勒索 你说我为什么抓你 他看着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心里有些替他感到惋惜 这完全是梅母溺爱的结果 看到王队这次是来真的了 梅若秋的弟弟吓得哭了起来 这都是我妈出的主意 不是我要拿菜刀的 王队不再理他 直接一挥手 十几名警察 立刻将他们三个人带了出去 在走出去的瞬间 梅若宇深深地看了一眼石雨蒙 闹剧到此结束 婚礼继续进行 陆成旭抱住墨小蝶 当着众人的面 给了他深深的一吻 然后在他耳边低语 老婆 我陆成旭上辈子 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才会娶到你 老天带我太厚道了 台下响起了激烈的掌声 最后 墨小蝶背对着众人 将手中的手捧花扔了出去 手捧花像是有意识一般 掠过众人 稳稳地落在了柳依依手里 李明成调侃她 哟 下一个要结婚的是你啊 恭喜了 到时候想要多少钱的红包啊 第二排位置上坐着的龙威 以及龙谦和龙柏同时回头 直直地盯住李明成和柳依依 龙威苍白的脸上有些紧张 手不自觉地再一次攥成了拳头 龙谦低头看了一眼他的手 小嘴不自觉地抿着 看来他猜得不错 大哥心里其实还是挺在意柳依依的 柳依依感受到他们的目光 仰起头 挑衅地看了龙威一眼 然后整个人都贴在了李明成身上 眉眼弯弯 笑意浅浅 满含深情地看着李明成 你娶我好不好 李明成吓得赶紧推开他 姑奶奶 我胆小 你别吓我 说这话时 他整个人紧张地看向不远处的龙威 此时 龙威已经扭过头 不再看他们 李明成不解 低声问柳依依 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么多年了 你真舍得 柳依依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一直追着他跑 我累了 没有什么舍不得 你不娶我 难道我柳依依还找不到的男人娶我吗 依依啊 你可别为了故意气龙威 做出什么傻事 看着柳依依这样一副表情 李明成心里很不安 第199章 我们事先打了电话 柳依依瞪了他一眼 李明成 我已经快三十岁了 不是小孩子 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不用你操心 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 都三十多岁了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身体有隐疾呢 李明成举手投降 好 姑奶奶 我怕了你了 这时 婚礼仪式已经结束 酒宴才正式开始 大家都按照身份 都去了各自的楼层包间 莫小蝶在酒店的房间内 由伴娘陪着 换了一身衣服 准备和陆陈旭一起出去敬酒 柳依依和李明成走了进来 小蝶 你行啊 这两年 不见你长进了不少啊 面对那样的泼皮无赖 都能从容面对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柳依依轻轻推了一下 莫小蝶的肩膀 笑着打去他 莫小蝶假装生气 瞪了他一眼 让你做我的伴娘 你非不肯 今日看笑话很过瘾吧 柳依依大咧咧的 在他面前的沙发上坐下 四下看了看 还行吧 如果有爆米花或者瓜子 我会看得更过瘾 莫小蝶被他的话气笑了 在他身上轻轻拍了一巴掌 柳依依 你还是不是我朋友 哪有你这么心灾乐祸的 柳依依突然正色道 这位小姐 我可没有心灾乐祸 你忘记了 在关键的时候 我还站起来为你作证了呢 说完 他像是又想起了什么 突然指着他们两个 我差点忘记了 你们两个在婚礼仪式上 是不是背着我 搞了什么小动作了 从时招来 那个王队长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那么巧入陈旭的爸爸报警 出警的正好是当年负责审案的人 李明成笑着 用手指了指莫小蝶 你问小蝶 我只是按照他的吩咐办事而已 莫小蝶 到底是怎么回事 柳依依转向莫小蝶 没什么 就是梅若秋的妈妈在骂人的时候 我趁着大家不注意 给李明成发了个简讯 让她联系大哥 找王队长过来而已 柳依依这才恍然大悟 看向李明成 怪不得那个女人刚上台没多久 你就说肚子疼去了卫生间 是不是那个时候打了电话 联系了明阳大哥 李明成微笑着点了点头 柳依依赞赏地看了莫小蝶一眼 临危不惧 随即应变 真有你的 小蝶 说完之后 她又私下看了看 对了 孩子们呢 还有你老公呢 她带着孩子们在隔壁房间 想让我换了衣服之后休息一会儿 然后下去敬酒 小蝶 陆成旭对你可真好 柳依依满脸的羡慕中 有着一丝委屈 她的脑海中又出现了龙威的身影 心里有些酸涩 你和龙威到底是怎么回事 作为好朋友 莫小蝶很敏锐地感觉到了 她的情绪变化 没什么 在国外的时候还好好的 只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对我特别冷淡 回国的飞机上 我厚着脸皮向她求婚 没想到她却直接提出了分手 说着 柳依依的眼眶有些发红了 但是想到 今天是莫小蝶大喜之日 她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 故作坚强地说道 不说了 这么喜庆的日子 替她干什么影响情绪 看她的样子 李明成和莫小蝶都没有在说什么 感情这种事 有时候真的很难说 隔壁房间内 几个小家伙围在桌前玩跳棋 气氛很活跃 很融洽 李木塔第一次玩这么新奇的游戏 前几次输得一塌糊涂 但是 她很聪明 很快掌握了技巧 开始反败为胜 只是 刚刚赢了冉冉两局 她就发现 冉冉撅着小嘴 有些不高兴了 细心懂事的她 赶紧找理由 将位置让给了莫莫 你要干什么去 莫子仲看她起身离开了桌子 好奇地问 李木塔是她的好朋友 也是她邀请来的 今天来参加婚约的人特别多 她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好朋友 我 我有点饿了 想出去吃点东西 因为刚刚才去过卫生间 李木塔只好又找了一个理由 好啊 我也有点饿了 我们一起去 莫子仲摸了摸 有些扁扁的小肚子 哥 我也饿了 我要吃鸡腿 烤鸭 还有蛋糕 然然一听哥哥要去找吃的 急得大叫起来 陆陈旭一听 出去拿吃的 莫子仲拍了拍胸膛 爸爸 你让保姆阿姨 给妹妹们拿吃的吧 我和木塔自己出去找二叔要吃的 一直在屋内有些闷 正好出去透透气 想到李木塔刚刚做了心脏手术 屋内一直开着空调 人又多 确实有些闷 他点了点头 又嘱咐他们 小心一点 找到你二叔吃过东西之后 赶紧回来照顾妹妹 我和你妈咪 还要去敬酒呢 莫子仲很听话的保证 好的 我们会小心的 爸爸你就放心吧 说完 他拉着李木塔的手走出了房间 很快来到三楼的宴会厅内 远远的就看到陆陈旭 在三楼大厅内一个餐桌旁站着 不知道在和那些客人说什么 莫子仲松开李木塔的手 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叫二叔 说完 他穿过嘈杂的人群 向陆陈宇走了过去 三楼是一个超大的宴会厅 里面同时摆放了几十桌酒宴 因为是大开间的模式 所以这里面坐的大多数 都是新月集团的员工 那些有身份地位的商界大佬们 和厂商代表 都被安排在了楼上的豪华包间内 石宇萌和王莉莉坐在一起 两个人各怀心思 相较于那些因为总裁结婚 得到红包 又被请来吃大餐 兴奋不已的员工 他们两个明显有些不高兴 石宇萌没有想到 他精心设计的这场戏 竟然被莫小蝶如此轻易地就化解了 满肚子的火正没出发泄呢 一抬头就看到李木塔 正往他这边走来 他心里一动 这个小孩听他们说 只是陆家一个保姆的儿子 今日能来参加婚礼 并且和陆陈旭的儿子莫子仲站在一起 不过是因为和莫子仲关系好而已 莫子仲他惹不起 这个小孩倒是可以趁机教训一番 以泄他满肚子的怒火 第二百章 李木塔显被算计 莫子仲来到陆陈宇身旁 拉了拉他的衣角 二叔 我饿了 陆陈宇此时正在招呼 他在娱乐圈的一些好朋友 低头看到是莫子仲 笑了起来 指了指桌子上几乎没怎么动的翻菜文 你想吃什么 二叔给你拿 莫子仲看了一眼 指了几个素菜 然后想起了李木塔又说道 我还有两个鸡腿 糖醋鱼 还有大虾 陆陈宇找了一个干净的盘子 帮他加了一些素菜之后 突然听到他还要吃荤菜 有些惊讶 大宝 你不是不喜欢吃肉吗 莫子仲不好意地笑了笑 那些是给李木塔拿的 他也饿了 我们家大宝真懂事 陆陈宇又拿出一个空盘子 很快加了一些鸡腿 糖醋鱼 大虾之类的荤菜 只是 他加完菜之后 才发现莫子仲一个人 好像拿不稳两个盘子 他有些担忧 大宝 你一个人能行吗 莫子仲冲不远处的李木塔 招了招手 二叔 李木塔就在那边 我叫他过来一起拿 不远处的李木塔看到之后 小跑着过去 准备帮莫子仲 他跑到距离莫子仲 大概有四五米的地方时 一直坐在旁边吃东西的石雨萌 看准机会 假装无意地伸了一下腿 李木塔没有注意 眼看着就要被绊倒了 这个还不是最糟糕的 石雨萌对面坐的王莉莉 像是被吓到了一般 手一抖 刚刚盛的一碗热汤 对着李木塔的小脸 就飞了过去 不远处的莫子仲 心里一紧 李木塔有心脏病 刚刚才出院 这一摔 一趟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他扔掉手中的盘子 飞快地冲过去 想要护住李木塔 只是 人海味道 就有一道青色的身影 飞扑过去 将李木塔护在了怀中 两个人摔倒在地时 对方充当了人肉垫子 那碗热汤 也全数洒在了他的身上 李木塔安然无恙 一点事都没有 小小的意外 吸引了三楼宴会厅内 所有人的目光 没有整到李木塔 石雨萌和王莉莉 心里有些不爽 但为了怕别人怀疑 赶紧假惺惺地起身惊呼 哎呦 这是怎么回事 小朋友 宴会厅这么多人 你跑那么快干嘛 莫子仲此时已经走了过来 他冷漠地盯住石雨萌 你看起来 也是个有知识 有教养的人 吃饭呢 石雨萌没有想到 莫子仲一个七岁还不到的小孩 竟然会用这样的口气质问他 愣了一下 口气有些声音 我的腿刚刚抽筋了 伸一伸活动一下而已 你妈妈和老师没有告诉过你 在路上转伸 伸腿的时候 要先看看周围有没有人 我 石雨萌被他对得 一时尽找不到话说了 莫子重量闪闪的眼眸里有一团 似有似无的火焰 绊倒了人 不道歉 反而指责别人跑得太快 路是怎么会有你这样 没有教养的员工 他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女人分明是故意的 被一个小孩子这样指责 石雨萌的脸上有些挂不住 周围已经有人对他指指点点了 那不是石总监吗 听说还是从国外回来的呢 是吗 他是路是哪个分公司的 新月家庄 听说在国际上获得过好几项大奖呢 尤其擅长大型场所的室内设计 白号可是花了重金 求了半天 人家才肯回来呢 哼 国外回来的也不过如此 一点素质都没有 绊倒了小孩子 不道歉 反倒指责别人 不是说老外们的素质都很高吗 他在国外那么多年 怎么越学素质越低了 周围的议论 让石雨萌的脸胀得通红 他不得不低头 走到李木塔面前道歉 小朋友 对不起啊 是阿姨不好 阿姨不该突然伸腿的 你怎么样 受伤了没有 说着装出一副关心的模样 拉着李木塔 准备检查他有没有受伤 李木塔警觉的向后退了一步 我没有受伤 子夏姐姐被烫到了 这时 大家才注意到站在李木塔旁边 一身青色连衣裙的刘子夏 他腰间的连衣裙上 还有汤汁的痕迹 刚刚就是他奋不顾身地冲过来 充当了人肉垫子 护住了李木塔 陆成宇的毛子微微一缩 走到刘子夏身边 怎么样 烫伤严重吗 刘子夏摇了摇头 没关系 不碍事的 李木塔却担忧地拉着刘子夏的手 姐姐 你先等我来 我去给你买烫伤膏 说着 李木塔拉着刘子夏 离开了三楼宴会厅 这个是非之地 陆成宇想要追过去 但是碍于这么多人都在 只好忍住脚步 回头嘱咐石宇蒙等人 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今天宴会 人多杂乱 大家都小心点 别摔倒了 也别被烫伤了 说完之后 他低头看了看莫子重 大宝 你不是饿了吗 走 二叔给你再拿些吃的 不用了 谢谢 说完 莫子重向着李木塔他们 离去的方向跑了过去 很快 他就追上了正要上楼的 李木塔和刘子夏 你们两个认识啊 他很好奇地问 李木塔拉着刘子夏向他介绍 这是我大一家的女儿 我表姐 哦 原来是你表姐啊 怪不得比我跑得还快 去救你呢 莫子重恍然大悟 说完之后 看了一眼刘子夏 满是汤汁的衣服 很贴心地说道 这样吧 我让司机先送你们回陆家 你让赵阿姨 给你表姐找一件衣服换洗一下 我们估计 要等到宴会结束了 才能回去呢 他担心李木塔的身体刚好 在这里再出什么岔子 因此找了理由送他们回去 李木塔一脸惊喜地点了点头 然后转头看向刘子夏姐姐 你好久都没有见过我妈了 我妈刚刚换了一家工作 我带去看看怎么样 刘子夏很高兴 轻瘦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 好 我正好有事找小衣商量呢 看到两个人都同意了 莫子重打电话 叫来陆家的司机 嘱咐他将李木塔和刘子夏先送回去 刚送走两个人 莫子重一回头 就撞在了一个人怀里 差点摔倒 他稳住身体 抬头正准备指责对方呢 却看到了陆辰宇帅气的脸 他的小脸顿时皱成了一团 二说 你干什么呢 不声不响地站在人家身后 会吓死的人 大宝 李木塔和刘子夏认识 说着 陆辰宇又看了一眼外面 只是 刘子夏和李木塔 已经坐上车子离开了 他并没有看到人 莫子重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 二说 李木塔是我的好朋友 刘子夏是李木塔的表姐 我也会将他当成表姐的 你这个渣男 最好不要打人家的主意 第201章 去找四宝 差点上不来 如果眼前的人不是他的大侄子 他飞一脚 将人踹飞不可 顺了顺气 忍住 想要揍人的冲动 陆辰宇咬牙问 大宝 二叔是不是哪里得罪你了 莫子重摇了摇头 然后又点了点头 陆辰宇一脸猛圈 你 你这摇头又点头的是什么意思 莫子重扬起小脸盯着他 同志的声音软弱好听 二叔 你换女朋友的频率太快了 网上说 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 都是不道德的 你只和女孩子谈恋爱 可是却从没有想过 和人家结婚 不是渣男是什么 还有 我不喜欢没脑子的人 如果你不是我二叔 我真是懒得理你 叶兰希那种低段位的女人 也能将你骗得团团转 二叔 你太菜了 说完 莫子重学着大人的模样 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转身走回了酒店 只留下陆辰宇脸气的发白 指着他的背影 一口老血憋在喉咙里 下午三点多钟 宴会基本上结束 陆辰宇将几个孩子 交给陆夫陆母之后 拉着莫小蝶上了 他专属的劳斯莱斯 车子并没有回陆家 而是直接出了城 上了高速公路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莫小蝶满脸疑惑 陆辰宇神秘一笑 老婆 我说过的 要给你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 孩子们还在家呢 想到家里的那几个小家伙 他有些担忧 这个你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孩子们都同意了 也保证会乖乖待在家里的 他伸手将他揽入怀中 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 莫小蝶窝在他的怀里 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累了吧 累了就睡一会儿 陆辰旭贴心地拿过宝毯 帮他盖上 莫小蝶真的是很累了 没有再追问神秘惊喜的事情 而是躺在他的怀里 很快就睡着了 等到他睡醒的时候 已经是夕阳西下的黄昏了 红色的光线 从西边天空倾洒下来 照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玉米田地里 绿油油的玉米田 像是被画家刻意涂上了颜色 青绿中透露着淡淡红韵 让这几个月 一直住在大都市的他 一时间有些恍惚 他看着车窗外 揉了揉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 老公 这是 花泽县 夕阳最后的一缕余晖中 他看到了陆辰旭眼睛里 坚定的光芒 莫小蝶的眼睛 也跟着亮了起来 老公 你是说 我们现在要去找四宝 其实 他并不确定 被卖到花泽县的孩子 就是当年的四宝 只不过是按照梅姨的编号 叫而已 真正的小四宝 出生时 腰间向下的位置上 有一个红色的胎记 他是九个孩子当中 唯一有胎记的孩子 应该也是最好相认的孩子 奶奶和妈 已经打电话确认过了 七年前 道乡村屋祖老饭家 确实买过一个孩子 陆辰旭看向车窗外 心里也有些紧张 莫小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你是说 我们 我们很快 就能见到四宝了 陆辰旭将目光 从窗外的田地里收了回来 揉了揉他的头 是的 我们很快 就能见到四宝了 车子沿着公路飞驰 他们到达花泽县城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 道乡村在花泽县西南方向 是个处于半山区的农村 环绕着村子的梯田上 肿满了稻子 风吹过 道乡扑鼻 因此命名为道乡村 虽然他们心里都急着去见四宝 可是从雨城出发到花泽 老马已经开了五个多小时的车了 再加上道乡村地处山区 他们对道路也不熟悉 因此决定在花泽县住一晚 等到了第二天再出发 陆成旭掏出手机 查找出花泽县最好的酒店 命令老马开车过去 到达酒店已经是晚上九点 订好房间之后 陆成旭带着墨小蝶来到花泽县大街上 老婆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今天是他们正式结婚的第一天 本来应该带着老婆去国外度蜜月的 可是自从没一被抓 知道了孩子们的具体消息之后 墨小蝶他们两个就一直急着找孩子 尤其是听到奶奶说 到乡村老饭家 七年前确实买了孩子之后 陆成旭更是坐不住了 直接带着墨小蝶来了花泽 可是他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内疚 这么多年 这么长时间以来 所有的事情都是墨小蝶一个在扛着 就连今天婚礼上的没家人 也是小蝶想办法解决的 他陆成旭在商界所向披靡 可是关于孩子的事 却好像一直都没有帮上什么忙 这次来花泽 他想给墨小蝶一个惊喜 不仅要来找孩子 他更想带着他去吃好吃的 放松一下 他们很快来到一家当地比较有名的大排档 点了螺蛳粉还有烤串 这都是墨小蝶最喜欢吃的 墨小蝶吃了一口螺蛳粉 点头赞叹味道还不错 老婆 那你就多吃点 陆成旭看着他吃得很开心 心里很满足 吃完之后 时间已经接近晚上十点 他们准备回去早点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就去道乡村找四宝 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坐在他们隔壁桌 一个身穿背心短裤的男人 突然起身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你刚刚踩到了我的脚 男人用手指着墨小蝶 很不客气 陆成旭转身看向墨小蝶 墨小蝶摇了摇头 他只是从对方身边走过而已 根本没有碰到对方的脚好不好 陆成旭向前走了一步 将墨小蝶护在身后 冷冷地盯着眼前的男人 是不是看我们是外地人 想碰瓷 男人没想到他的小把戏 竟然被对方一眼看穿 愣了一下 故意装傻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听不懂是吗 话音刚落 他猛地出手 直接擒住了对方的手腕 一个男人 应该顶天立地 没有钱花就好好去工作 别整天想着不劳而获 他还没有用力 对方已经疼得呲牙咧嘴了 好汉饶面 我知错了 再也不敢了 男子不停地求饶 滚 陆成旭放手之后 男子吓得一溜小跑 很快就消失在十字路口的人流中 大排档的老板 对他们伸出了大拇指 这个人就是个地痞 好吃懒做 每天就想着碰瓷 昨天还在十字路口讹了 一个司机五百块钱呢 今天估计看你们是外地人 还想讹你们 没想到去被修理了 打得好啊 莫小蝶细血地看着陆成旭 老公 你好厉害哦 陆成旭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低着头 拉着他 快回去吧 明天还要去找司宝呢 第202章 道乡村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起床吃过饭之后 简单买了一些礼物 直奔道乡村 道乡村是陆老夫人的娘家 陆成旭小时候 跟着陆老夫人来过几次 他们在村里的直系亲属 这些年因为在陆市表现得好 都搬去了宇城 只有几位本家的亲戚还在 此时正是夏日 道乡村周围的梯田上稻子绿油油的 长得正是茂盛 清晨的阳光洒下来 稻田里生起一层萌萌的雾气 空气中有泥土的芬芳和稻苗的清香 让人心旷神疑 因为道路原因 他们的车子只能停在村口 下车之后 司机老马将东西从后备箱拿了出来 夏季早晨 村口的小卖部聚集了一些人 他们正在东家长 离家短地谈论着什么 走过去时 陆成旭隐约听到 其中有一个人说道 范家那小子太不是东西了 昨天半夜回来 一直在打他媳妇和儿子 孩子叫的 那叫一个凄惨 这个人的话刚说完 众人就看到了陆成旭几个人 当然也看到了他们身后的豪车 你们找谁 有人狐疑地起身 走到他们面前上下打量 我是陆文祥的儿子陆成旭 我奶奶是孙梦香 我们今天是来看望孙树才爷爷的 陆成旭的态度很谦和 他来的时候 陆老夫人说过 他本家的一个哥哥 儿子现在是道乡村的村长 对村里的事情最了解了 直接去找他就行 人群中有些年长者 听到陆老夫人的名字 顿时记了起来 你是孟香老姐姐的孙子 你奶奶呢 怎么没有来 有一个头发花白 满脸皱纹的老太太 很热情地走到陆成旭面前 拉住了她的手 我奶奶一直也想着你们呢 就是身体不太好 不能长时间坐车 等她的身体好一些了 我就带她回来看你 陆成旭握着老人的手 一脸入乡随俗的笑意 他们身后 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 恍然大悟地指着陆成旭 你是陆文祥的儿子 你爸爸前些十日 还在秋和家里住了好几天呢 李秋和你知道吗 是你爸爸的 他的话还会说完 就被一旁的一个妇女 给捂住了嘴 你们不是要找孙树才吗 我带你们去 这个女人瞪了 刚刚那个多嘴的女人一眼 走到陆成旭面前 一脸热情 陆成旭眉头轻皱 觉得刚刚那个女人话里有话 但是出来乍到 他又不便多问 只好跟着这个热情的女人 往村里走去 孙树才的儿子 是道乡村的村长 家住在道乡村中间靠后的位置 当刚盖了两层的小楼房 门没有锁 只是虚掩着 农村人没有那么多的礼节 热情的女人 直接推门就走了进去 院子很大 种了一些菜 在菜地边缘 还种了一些月季花和百日草 此时正是盛夏 花开得很好 隐隐散发着一丝甜香 看得出 这个家的人很懂得享受生活 刚一进院子 热情的农村女人 就开始大嗓门的嚷嚷起来 桂香 桂香 我是二花 你爹在家吗 有人找她 很快 正房客厅的门开了 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 女人的脸 可能是因为长时间干活的原因 有些黑 体型微胖 短发 穿了一件碎花短袖上衣和黑裤子 看到陆成旭他们几个人 这个叫桂香的女人愣了一下 这些人一看就是大城市来的 衣着和气度很不凡 你们找谁 女人皱着眉 有些戒备 二花快步走到她的身边 桂香 她是陆文祥的儿子 从雨城来的 找你们家老爷子的 不知是不是陆成旭的错觉 她觉得对方在知道她身份时 似乎很震惊 你 你们都知道了 桂香的话 让陆成旭和墨小蝶有些发猛 陆成旭在愣神之后 心里突然一紧 前几天奶奶 就是给孙树才打的电话 好像透露了一些情况 这个桂香 应该是孙树才的家人 她如今这副表情 难道是四宝出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孩子出了什么事 陆成旭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孩子 你们连孩子的事情都知道了 桂香吓得猎切了一下 差点没有摔倒 孩子怎么了 一听到对方提到了孩子 墨小蝶紧张地一把 拉住了桂香的手 桂香还没来得及回答 他们身后 突然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家里来客人了 陆成旭和墨小蝶回头 看到一个头发花白 穿着灰色汉衫的老头 正站在门口 满脸疑惑地看着他们 看到陆成旭之后 他抬手指着陆成旭的脸 走了过来 声音有些激动 你 你是文祥的儿子对不对 长得和你爸年轻时还真像 陆成旭不确定地喊了一声 孙爷爷 孙树才高兴地 拉住他的手硬了一声 哎 你们来到可真快啊 我还以为 至少要等半个月呢 孙树才拉着陆成旭的手 走 进屋去说 外面太热 桂香赶紧掀开帘子 将他们让进屋内 我去给你们倒水 说完 他转身走了出来 出来之后 他拉住二花 神色有些紧张 该不会是他儿子知道了吧 这可怎么办才好 二花叹了口气 这种是瞒不住的 早晚他的家里人都会知道 桂香着急地搓了搓手 哎 我姐姐还真是命苦 这要是让陆家人知道了 指不定会怎么闹呢 你说他那么大年纪了 还得了那种要命的病 可如何是好啊 二花看他紧张 安慰他 你先别慌 这个事情还说不准呢 听听他们怎么说 大不了让你姐将钱还给人家就是了 可是 那个人还答应给小苏在宇城找份工作呢 我姐孤儿寡母过了这么多年 小苏就是她全部的希望 她一辈子就希望小苏脱离农村 能够到大城市生活 桂香说着 忍不住哭了起来 这时 孙叔才在屋内喊桂香 让你倒杯茶 怎么这么久啊 哎 我马上就来 答应了之后 桂香向厨房走去 二花拍了拍他的胳膊 叹了口气 传道桥头自然指 管他呢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听听他儿子怎么说吧 第203章 去范家见孩子 桂香叹了口气 也只能这样了 二花说完转身走了 桂香这边赶紧从厨房倒了几杯茶 端了进去 进去的时候 他听到陆成旭在问 孙爷爷 五祖范家 当年买的孩子现在 怎么样了 桂香一时没忍住嘴快地问道 你们不是来找我姐的 陆成旭和墨小蝶 同时一头雾水地看向他 有些不明他是什么意思 孙叔才瞪了他一眼 呵斥胡说什么 和你姐没有任何关系 快晌午了 还不赶快去准备午饭 有客人在桂香被呵斥了 也不敢说什么 只好憋屈地去厨房准备饭菜了 孙家的客厅内 陆成旭又说 孙爷爷 我们现在就想见一见那个孩子 你可以带我们去吗 孙叔才犹豫了片刻点头 好 我这就带你们过去 不过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那个孩子勾得很不好 范家老三就是个酒鬼混蛋 喝醉了酒 经常拿老婆孩子出气 陆成旭的心里顿时一缩 索性站起身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孙叔才叹了口气 也跟着起身 出门的时候 墨小蝶的腿有些发软 要不是陆成旭及时拉住了他 他很可能会摔倒在地上 老婆 别担心 四宝一定会没事的 他紧紧握住墨小蝶的手 嗯 墨小蝶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这些年一直在做公益 去帮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他的孩子 平安无事的 道乡村地处半山腰 村子很大 一共五组 几百户人家 一组二组的人 基本上都姓孙 三组四组的人 姓里的多一些 只有五组的人都姓范 孙叔才领着他们走了半天 蹚过一条河 才来到了五组范老三家 来到范老三家门口 孙叔才敲了半天门 动静开门走了出来 孙叔才连忙问 邻居看了一眼紧闭的大门 叹了口气 又摇了摇头 在家 昨天半夜回来 不知在哪喝醉了 又开始打老婆孩子了 今天凌晨 我看到他老婆抱着孩子走了 他应该还在屋内睡觉呢 陆陈旭和墨小蝶一听 两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这个酒鬼天天打孩子 他们的宝贝现在怎么样了 孩子怎么样了 受伤了没有 墨小蝶紧张地上前 一把拉住了邻居的衣袖 邻居吓了一跳 不 孙叔才一听 气呼呼地上前 又开始用力敲门 范老三 开门 快开门 陆陈旭走过去 一把拉开孙叔才 孙爷爷 你靠边点 然后 一抬脚 用力猛地一踢 范老三家那扇 看起来有些年头的木门 瞬间就摇摇欲坠地歪在了一旁 他拉着墨小蝶的手 刚走进院子里 范老三在屋内听到动静 骂骂咧咧地 也走了出来 谁啊 活腻了是不是 敢踹老子家的门 然后抬头 我没有真额你们的钱 你们找到 我家干什么 范老三正是昨天晚上 陆陈旭他们在花泽县大排档吃饭时 遇到的那个碰瓷的男人 范老三 我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陆陈旭冷笑 你 你们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这里可是道乡村 老子才不怕你呢 刚开始 范老三想到陆陈旭的身手 有些害怕 可是他转念一想 这里是他家 对方只是两个外地人而已 顿时他又嚣张起来 是吗 陆陈旭眯起眼睛 一抬手 猛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孩子在哪 范老三吓了一跳 什么 什么孩子 就是你七年前你买来的那个孩子 他现在在哪 这个泼皮无赖 喝醉了酒 发起酒疯 不知道是怎么虐待孩子的 四宝还不到七岁 这些年 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一想到这些 莫小蝶和陆陈旭 就觉得心里像刀割一般 疼得无法呼吸 范老三的眼睛转了转 想到自己孩子的来历 很快就明白了 他们是来找孩子的 很可能是孩子的亲生父母 然后 他一斜眼 就看到了不远处的孙树才 顿时不再害怕 孙叔 孙叔 快来救救我 他们是谁啊 要杀了我 他假装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冲着孙树才哭喊起来 孙树才和范老三的父亲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 虽然怒气不争 但是看到他被陆陈旭掐住了脖子 也害怕出事 赶紧上前来劝说 陈旭啊 你别冲动 找孩子要紧 陈陈旭这才狠狠地瞪了范老三一眼 不甘心地放手 范老三捂着脖子 咳嗽了两声问 你们是谁 孙树才走到他面前 将他拉到了一旁小声说道 他们是大声的亲生爹娘 来找孩子了 大声就是范老三当年买回来的那个孩子 今年将近七岁 范老三一听 一把甩开了孙树才的手 冲着陆陈旭嚷嚷起来 他们说是就是了 证据呢 再说了 我一把使一把尿养了快七年的孩子 凭什么他们说 要走就要走 想见孩子 门都没有 陈陈旭黑着脸 向前走了一步 你想要什么条件才肯放弃孩子 范老三吓得后退了一步 仔细地打量了陆陈旭和墨小蝶一番 才开口 这个 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等我媳妇回来之后 我们商量一下再说 他心眼多 看陆陈旭和墨小蝶衣着 气度都不凡 不知道自己该要多少钱了 怕要的太少了吃亏 所以故意拖延时间 想要好好去打听一番 孩子呢 我们想先见孩子一面 墨小蝶提出要求 孩子被他妈抱走了 应该是回了娘家 你们等着 我这就去将他们娘俩接回来 一个准确的答复 范老三歪着头想了想 孩子妈妈家在哪里 我们有车 现在就去 陆陈旭不愿意让步 这个范老三 就是个地痞无赖 他的话根本就不可信 早一天见到孩子 他和小蝶才安心 车 范老三的眼睛一亮 但是随即就又改了口 有车也没有用 孩子他妈家在山上 需要爬很多台阶 车根本上不去 既然如此 我们不用车 不行和你一起去 墨小蝶接着说道 范老三没有办法 只好求助孙树才 孙说 你也不帮我说句话 山路那么陡峭 这两位城里人如此娇贵 怎么可能不行 跟我去孩子他妈家呢 万一可碰到了 可怎么办 他不能让这两个人 一直跟着自己 这样他哪里有时间 打听消息 这两个人一看 就不是什么善差 万一钱要的少了 他岂不是要后悔一辈子了 第204章 有人看上了陆陈旭 孙树才抬头看了看 已经快到正南方向的太阳 劝说道 陈旭 这都快到晌午了 我们先回去吃饭 让范老三去找孩子 这里山路崎岖 你们万一扭伤了脚就不好了 陆陈旭果断地摇了摇头 孙树 没关系 我们不饿 和他一起去 说完之后 死死地盯住范老三 口气不容拒绝 走吧 范老三眨了眨眼 要是孩子找回来了 你们打算给我多少赔偿 陆陈旭的手紧紧攥住 声音从牙缝里挤了出来 你想要多少 范老三掰着手指头 计算了一下 这个可不好说 你们也知道 现在养的孩子可不容易 更何况这孩子 我买来的时候早产 身体虚弱 三天两头生病 光是给他看病 我就花了不少钱呢 范老三歪着头 在心里和解 他不了解对方的底细 现在还不是贸然 开口要钱的时候 于是突然又改口说道 这样吧 要多少补偿我一个人 说了也不算 我们先去孩子他妈家 将孩子接回了 补偿的事随后再说怎么样 陆陈旭后退了一步 让开路 冷冷地看了范老三一眼 那就走吧 范老三回头 看向孙树财 孙说 这可是 帮你的亲戚找孩子 把你们家的电三轮借来用一下呗 孙树财没有搭理范老三 而是看向陆陈旭和墨小蝶 陈旭 先到我家吃过早午饭了再去 老三媳妇家 距离这里没有多远 最多三里地 吃过饭之后 我找人送你们去 范老三立即随声附和 对啊 对啊 吃过饭再去也不迟 我这肚子都饿了 先去三叔家吃饭 说完 不等大家说话 范老三便仰着头走了出去 出去的时候 看了一眼自己的大门 这扇门可是我爷爷留下来的 也算是个古董了 你们记着 到时候连这扇门的钱 一起给我算进去 孙树才气的 用手指着他闭嘴 还不嫌丢人吗 陆陈旭紧紧握住墨小蝶的手 老婆 别怕 我们很快就能见到四宝了 放心 他这些年吃的苦 挨的打 到时候 我都会替他还回去的 墨小蝶鼻子一酸 眼泪流了下来 声音里全是自责都是我不好 我没有保护好他们几个 陆陈旭伸手搂住他的腰 见到四宝了 别难过 很快 他们又回到孙树才家 桂香已经做好了饭菜在等着了 因为是城里来的客人 因此桂香特意杀了一只鸡 招待他们 刚一坐下 范老三看到炖好的一锅鸡肉 毫不客气地 伸手撕了一个鸡腿 就吃了起来 边吃边对桂香说道 嫂子 你这鸡炖的还不错 就是有些淡了 如果再多放些盐和辣椒 估计会更好吃 桂香瞪了他一眼 一脸嫌弃 想吃自己做去 每天就知道蹭饭 也不嫌丢人 这时 孙树才的儿子孙达 正好从地里回来 他是道乡村的村长 前几天下了一场暴雨 村子通往田间的路给冲毁了 他带着几个村民 一大早就去修路了 看到陆承旭和墨小蝶 孙达愣了一下 爹 这两位是 你梦香姑姑的孙子 文祥的儿子 我前几天和你说过 来找孩子的 孙树才解释 哦 你好 你好 孙达赶紧走过来 和陆承旭握手 坐下之后 他不自觉地看了自己媳妇一眼 然后才又看向陆承旭 你还别说 长得和你爸爸还真像 孙达今年五十多岁 农村人 长期地田间劳作 使他整个人看起来有些黑 但是身体却很结实 目光炯炯 很有精神 说完之后 他看了一眼身旁 正在大口吃肉的范老三 眼里 划过一丝厌恶 不是说孩子 就在范老三家吗 孩子呢 范老三咽下一口鸡肉 然后又盛了一碗鸡汤 大哥别提了 我昨天晚上喝了点酒 回来的稍晚一些 那个女人就不依不饶地大吵大闹 我没忍住 就打了他几巴掌 谁知道 他竟然半夜抱着孩子跑回娘家了 这不 正准备吃完饭 带着这二位去他娘家要人呢 熟悉的人一听就知道 他说的全是谎话 桂香撇了撇嘴 你媳妇在你面前 连大气都不敢出 他和你吵闹 范老三 你骗谁呢 桂香嫂子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那女人在你们面前 装得一副可怜样 在背地里可厉害了 孙叔才倾咳了一声 好了 都别说了 赶快吃饭 孙达 吃过饭你开着三轮 去老三媳妇家 把孩子接回来 众人都不再说话 开始低头吃饭 陆承旭和莫小蝶 心里记挂着孩子 根本没有胃口 因此只是喝了几口粥而已 桂香炖的那只鸡 基本上都进了范老三的肚子里 吃过饭 孙达开着三轮 拉着大家 准备去范老三媳妇家 三轮车走到村口时 范老三看到陆承旭的车 突然眼睛一亮 这是你们的车 陆承旭没有理他 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范老三眼珠子一转 突然捂着肚子 哎呦 我肚子好疼 孙哥 快停车 我要去茅厕 孙达气呼呼地紧急刹车 就你事儿多 谁让你刚才吃那么多鸡肉呢 夏季正午 阳光正是毒辣 范老三下车之后 捂着肚子 跑向了村口小卖部后面的厕所 孙达没有办法 只好将车开到了 小卖部门口的树荫下 陈旭 天热 你们要是渴了 这里面有卖冷饮的 孙达热情地指着小卖部 向他们介绍 小卖部老板娘 人称小西施 摇着团扇 穿着旗袍 化着浓妆 风情万种地走了出来 孙叔 这两位是谁啊 你家亲戚吗 小西施的眼神从出来 就一直徘徊在陆承旭身上 嗯 亲戚 孙达点了点头 觉得他看陆承旭的眼神 过于炙热和直白 壮丝无意地走了几步 故意将陆承旭挡在身后 可是 小西施好像没看见 竟然直接走到陆承旭面前伸出手 嘴角妩媚一笑 你好 大家都叫我小西施 这个男人太帅 太有气质了 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霸道总裁 小西施在看到陆承旭的第一眼 整个心脏跳的就要飞出来了 第205章 吃了苍蝇 墨小蝶嘴角勾了勾 没有说话 这个女人的眼神太大胆 太直白 让他一瞬间 都是用这样的眼神在看陆承旭 用各种套路 想要认识他 引起他的注意 不过 那些大学生 可比眼前这个浓妆艳抹 故作风情的小西施 要墙上几百倍 虽然小西施长得 确实有几分姿色 但是看起来 却至少有30多岁了 被这样的女人示好 不知道陆承旭心里是什么感受 想到此处 墨小蝶偷偷瞄了一眼陆承旭 陆承旭像是根本就没有看到 小西施一般 直接转身 一伸手 就搂住了他的腰 老婆 你热不热 说着 贴心地拿出纸巾 帮墨小蝶擦了擦头上的汗 墨小蝶忍住笑 接过他手里的纸巾 我不热 没有出汗 这个男人虽然看起来面无表情 可是作为他的老婆 又距离他非常近 墨小蝶清楚地看到了 他脸上细微的变化 就像是正在吃饭 突然在碗里 发现了一只苍蝇的表情 看到自己的老婆 一副看好戏 极力忍消的表情 陆陈旭搂着墨小蝶的手紧紧了 不着痕迹地瞪了他一眼 墨小蝶本想掐他一下 只是一抬头 却看到范老三不知何时 已经从厕所出来 此时正躲在小卖部的角落里 拿着手机 对着陆陈旭的车在拍照呢 范老三 他抬手指了指 孙达立刻大嗓门地喊了起来 老三 干什么呢 这么多人都等着你呢 真是磨叽 范老三从角落里走出来之后 擦了擦头上的汗 太热了 我要吃冷夜 说完之后 他直直地盯着陆陈旭和墨小蝶 意思很明显 让他们掏钱 陆陈旭眉头皱了皱 墨小蝶拍了拍他的手 示意他忍耐 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找孩子 然后 他走过去 从包内掏出一张百元大钞 递给了小西施 拿三瓶柠檬水 还有看看他想吃什么 说完之后 他又想了想补充道 再帮我拿些小孩喜欢吃的零食 他的话音刚落 范老三已经迫不及待地 跑到了小卖部的冰柜前 从里面拿出了两个最贵的棱蝶 小西施看了一眼 对着墨小蝶勾了勾嘴角 他拿的那个一个 可是要十元哦 还有 我这里小孩子喜欢的零食 只有火腿肠 面包和薯片之类的 你要什么 他的眼神中有 无法掩饰的嫉妒和敌意 这个女人相貌平平 身材一般 凭什么嫁给这样帅气有钱的男人 虽然不认识他们那辆车的车标 但是小西施早上听他们议论过 说是这辆车价值百万 想他小西施 容貌秀丽 身材一级 被誉为道乡村的村花 可是 为什么命这么苦 刚结婚几年 男人就出事故死了 留下他一个寡妇 无依无靠 只能开个小卖部养活自己 想到这里 小西施看墨小蝶更加不顺眼了 墨小蝶将他眼底的情绪 都瞧得清清楚楚 不过他并不想节外生枝 也不屑于和这种人计较 因此 假装没有看到 剩下的钱不用找了 都给我装一些火腿肠和面包 薯片吧 小西施看了一眼 陆成旭 郁闷地进去 很快就将墨小蝶所说的东西 给拎了出来 不过 他并没有将东西 直接给墨小蝶 而是走到陆成旭面前 将东西递给了陆成旭 一共105 看在这位帅哥的面上 5块钱我不要了 陆成旭像是吃了苍蝇一般 皱眉 摸了摸口袋 他没有带现金 但是他心里 极不愿意占这5块钱的便宜 墨小蝶终于忍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走过去挽住他的胳膊 老公 看来长得帅在哪里都吃香啊 不过你这样的颜值 才值5块 有点少了 说完 他直接又从包内掏出100元 放在小西施手上 并顺便将他手中的东西 接了过来 100块 不用找了 谢谢这位大姐 看得起我老公 他故意将大姐这两个字 咬得很重 然后似乎还觉得不够 又指着小西施的脸说道 大姐 其实你长得还可以 就是这妆花的太失败了 尤其是眼影部分 太浓 看起来像是女鬼一般 太吓人了 还有 你用的化妆品太廉价了 味道不好闻 用久了 皮肤容易过敏 还会长痘痘 我建议你去买一些 中高档的化妆品 最好再去学一学化妆 这样才会更吸引男人的目光 否则 你看 我老公 看到你像是吃了苍蝇一样 难受想吐呢 陆陈旭本来想夸奖他一番呢 只是听到他最后一话 顿时有些不高兴了 老婆 什么叫吃了苍蝇啊 你这样形容 也太难听了 我根本没有看这位大婶一眼 你连一个大婶的醋都吃 有些过分哦 大婶 墨小蝶一愣 随即笑出了声 陆陈旭这张嘴比他还要狠 要知道 女人最在乎的 就是自己的容貌 他这样直接将人家 叫成四五十岁的大婶 这换成谁都受不了的 果然 小西石涂满粉底的脸 顿时变得有些猙獰和难看 哼 他想要发作 但是想到对方很有钱 又是从雨城来到的 而且村长还跟着 因此只能冷哼了一声 气呼呼回到了屋内 这边 墨小蝶掏出柠檬水 递给了孙达一瓶 孙叔 天热 喝口柠檬水姐姐鼠 孙达旭推了几下之后 接过水 喝了几口 几个人再次坐上他的垫三轮 向着范老三媳妇家出发了 半个小时后 他们来到一处陡峭的斜坡前 下了三轮 爬上这个斜坡就是了 范老三下车之后 指了指面前陡峭的斜坡 因为 太陡峭 垫三轮根本上不去 陆陈旭他们 只好下车徒步往上爬 十几分钟后 他们终于爬了上来 上来之后 是一片比较平整的空地 远处 大概可以看到一二十户人家 这个村子 因为交通不便 和道乡村比起来 小了很多 房子也明显没有道乡村的好 范老三领着他们 来到村东头的三间平方门口 用力地敲了敲门大声 开门 我是你爹 几分钟之后 一个六十多岁 满脸皱纹 黑瘦的老太太打开了门 妈 翠燕啊 今天早上是不是回来了 开门的黑瘦老太太 是范老三的丈母娘 她口中的翠燕 是她媳妇的名字 第206章 见到了孩子 范老三的丈母娘 看了一眼她身后的人 警觉地问道 他们是谁 我的朋友 来看大声的 翠燕呢 怎么不出来 范老三伸着脖子 向屋内张望 范老三的丈母娘 瞪了她一眼 我好好的女儿 被你打成那样 你如今又带着人来我家 说是看大声 老三 你究竟想干什么 范老三不耐烦地 一把推开老太太 伸着脖子就想往里面闯 孙达及时伸手拉住了她 老三 胡闹什么 范老三的丈母娘 看到孙达 这才放下心中的警惕 她孙大哥呀 你来得正好 你可要对我闺女做主啊 说着 这个60岁的老太太 眼眶就红了 下午一点多 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 孙达擦了一把汗 老嫂子 这大热天的 我们进屋说好不好 范老三的丈母娘 这才有些不情愿地 将几个人都让进了屋内 但是 她的眼睛却一直盯着 这两人衣着不凡 一看就是城里人 范老三领着两个城里人来 是什么意思 农村常见的三间平房 中间是客厅 东西各两间房 房门都开在客厅内 陆成旭他们进去的时候 东边的那扇房门 被人用力关上了 因此 他们并没有看到 孩子和范老三媳妇 客厅内的陈设 看起来很陈旧 水泥地上落了一层灰尘 没有沙发 只摆放了几张木制椅子 和一张已经掉漆的木制方桌 后面靠墙的位置 放了一个老旧的高桌子 上面放着一台老旧电视 很小 大概只有18寸左右 此时 电视里还播放着动画片 孩子刚刚应该 就坐在这里看电视 听到他们来了 才跑了进去 墨小蝶盯着那扇紧闭的房门 心里一阵酸涩 他的四宝 竟然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一旁的陆成旭 握住了他的手 从小就生活在大城市 生活富裕的他 根本没有想到 世界上还有如此贫困的地方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 他的儿子 竟然在这种地方 一直生活了将近七年 陈旭 坐吧 孙达招呼他们两个 此时 范老三已经走到了 东边的那间房门口 用力地敲门 崔燕 开门 是我 范老三 口气粗暴 没有一丝的内疚 门内传来了一个 小孩子的哭声 妈妈 我怕 陆成旭的心顿时易紧 正要起身时 他身旁的墨小蝶 已经站了起来 两步就走到了范老三身边 你打了老婆 却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还是不是男人 他强忍着心里的怒气 声音凌厉 范老三看了他一眼 吊了锒铛 那又怎样 我的老婆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管得着吗 陆成旭走过去 将墨小蝶拉至身后 范老三 你简直丢尽了天下男人的脸 知道陆成旭身手了得 范老三不敢惹他 撇了撇嘴 走到孙达身边坐下 有本事 你们让他把门开开 范老三丈母娘 看出了一些端倪 拉着孙达问 他孙哥 这两个人 是来看大声的 那 那他们是 孙达索性也不再隐瞒 老嫂子 他们是大声的亲生爹娘 来找大声了 东边房间内 突然传来一阵响声 像是水被落地的声音 什么 大声的亲生爹娘 不是说当年不要孩子了吗 为什么现在又找上门 范老三丈母娘很激动 他的女儿不能生育 还指望着大声这个孩子养老呢 孙达耐心解释 不是他们不要 是人贩子将孩子拐走了 他们这七年来 一直在找孩子呢 东边的房门在这时突然被打开 一个留着奇儿短发 又黑又瘦的三十多岁女人 站在门口 充满戒备的死死盯住 陆成旭和墨小蝶 在他的身后 一个同样黑瘦的小男孩 窃窃的探头 满眼惊恐 墨小蝶和陆成旭 第一时间走了过去 小朋友 只叫了一声 他的眼泪就再也止不住流了下来 他的孩子 骨瘦如柴 眼窝深陷 胳膊上的伤口 触目惊心 像是用皮带之类的东西抽的 也没有好好处理 他抬手用力地擦了擦眼泪 从陆成旭手里 结果满是零食的购物袋 递了过去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大声对吗 这是阿姨请你吃的 拿着 他声音很小 很温柔 生怕吓到了他 大声眼里流露出一丝渴望 盯着墨小蝶手中的零食 不自觉地咬住了自己的手指 翠叶挺直了身子 死死地盯住墨小蝶 大声是我儿子 你们谁也别想带他走 老太太走到女儿身边 也帮着说话 是啊 我们一把使一把尿 好不容易才养大的孩子 凭什么给你们 范老三走过去劝说道 妈 翠叶 人家也不是白白将孩子要走的 会给咱们补偿的 他们可是城里人 有钱 大声跟着他们 是去享福的 等到将来成财了 他还是会回来报答咱们的 是不是啊 大声 瘦弱的小孩 怯怯地看着范老三 机械地点了点头 老太太听到对方给钱 有些动摇了 但是翠叶却一脸坚定 不行 大声是我儿子 无论你们给我多少钱 我都不会让你们将他带走的 范老三眼睛转了转 放缓口气说道 媳妇 其实我也舍不得大声了 可是 你看人家的亲生父母都找上门了 我们回家再好好商量一下好不好 说着 他伸手接过墨小蝶手里的零食 递给了大声 给 儿子 吃吧 大声看翠叶没有说话 接过零食 拿出一个面包 撕开包装袋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墨小蝶和陆陈旭 心酸地将脸扭到一旁 不敢再看 他们的儿子 从小到大 不知遭了多少罪 翠叶紧紧拉着大声的手 不说话 范老三已经没有了耐心 脸一沉 翠叶 我告诉你 今天必须带着大声回家 否则我立马和你离婚 说完之后 范老三好像很生气 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出去 范老三丈母娘赶紧推了女儿一把 快跟着你男人回家去吧 你不能生育 这要是离了婚 谁要你啊 妈 我翠叶的眼眶红了 手不自觉地捂住了自己的胳膊 那里应该是被范老三打伤了 回去吧 孩子 妈 这也是为了你 莫小蝶一脸震惊 女儿遭遇了家暴 作为母亲竟然劝他忍耐 难道在这里 作为女人 不能生育 就连选择生活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第207章 同父异母的妹妹 最后 翠叶还是带着大声回到了道乡村范家 陆陈旭和莫小蝶 想要借此机会接触大声 但是他却一直像是防贼一样防着他们 一点也不肯让步 孙达拉住他们 你们先别着急 这事情太突然了 老三媳妇一时接受不了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们在我家先住几天 我找人去劝劝他 过几天 说不定他就会答应 将大声还给你们了 莫小蝶和陆陈旭无奈 只好在孙树才家里的二楼住下了 司机老马 也被安排到附近一户人家 吃过晚饭 他们准备去范老三家附近看看情况 如果范老三再敢打孩子 他们决定直接用武力将孩子抢过来 然后再走法律程序 只是刚走出门 小戏师就扭动着腰枝走了过来 借着微弱的灯光 莫小蝶看到 我小戏师虽然没你们有钱 可是却也不喜欢贪占别人的小便宜 上午应该找你的95块钱给你 小戏师的语气虽然义正言辞 可是行为却很奇怪 因为钱明明是莫小蝶给他的 可是他却没有将钱给莫小蝶 而是直接塞在了陆陈旭的手里 临走时 他还刻意地又看了几眼那些零钱 莫小蝶狐疑地从陆陈旭手里接过零钱 这个女人在搞什么 这钱上一定有问题 他拿着钱仔细地观察 果然在五十元那张钱背面 发现了一行小字 大声不是你儿子 想要知道原因 今晚十点到村口树林找我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老公 你的魅力还真是不一般 村花也被你征服了 约你去逛小树林呢 陆陈旭捏了捏他的鼻子 你个傻子 老公都被别人惦记了 怎么还这么高兴 莫小蝶觉得有些痒 推开他的手不以为然 你又看不上他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哦 你怎么知道 我看不上他 陆陈旭满脸戏谑 华大的笑话 可是比这个村花强上百倍 你当年还不是一样 直接将人家送你的礼物 扔进了垃圾桶 华大的笑话你都看不上 怎么可能看上这个村花 莫小蝶歪着头 笑得眉眼弯弯 不过 他想到前上写的字 收起了笑容 怎么了 看到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陆陈旭有些奇怪 他说 大声不是咱们的儿子 你觉得是为了骗你过去 还是他真的知道一些什么 老婆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莫小蝶摇了摇头 没有 只是他是道乡村土生土长的人 如果没有根据 这种话 应该不敢乱说吧 你怀疑 大声不是咱们的四宝 陆陈旭问 没有经过亲子鉴定 这个谁也说不准 这样吧 今晚我替你去赴约 陆陈旭在他的额头上 轻戳了一下 老婆 你是不是害怕我去了 马适不住自己啊 莫小蝶白了他一眼 陆总 你想的太多了 走了 去范老三家了 说完 他拉着陆陈旭 向前走去 来到范老三家附近 他们没有敲门 而是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 没有听见吵闹声 才放心地转身离开 范老三的媳妇 对他们充满了敌意 如果贸然进去 恐怕他会警觉和抵触 要是万一惹恼了他 恐怕他们以后 想要见大声 就更难了 他们离开范家没多久 微弱的路灯下 突然冒出一个人 陆陈旭下意识地 将莫小蝶护在身后 什么人 那个人走到很快走来过来 借着微弱的灯光 他们看到了一个 留着短发 清爽干练 充满青春朝气的女生 最多二十出头的样子 你就是陆陈旭 女生直截了当地问 夫妻俩不认识这个女生 也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陆陈旭只好淡淡地回答 我是陆陈旭 你是谁 我是小苏 我妈妈是李秋和 女生说完之后 一直盯着她的脸 看她半天没有反应 才又进一步说道 我爸爸是陆文祥 我是你同父一母的妹妹 陆陈旭和莫小蝶顿时一惊 你 再说一遍 本来是找儿子的 儿子没有找到 却在半夜里 蹦出了一个妹妹 这也太诡异了吧 陆陈旭根本不信 你放心 我不是来和你认清汤关系的 我来是想告诉你 你们不用害怕 我不会承认 她是我爸爸的 女生小苏说着 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个精巧的盒子 你把这个拿走吧 同时麻烦你转告陆文祥 我们不稀罕她的东西 在我小时候 在我们最困难 最需要她的时候 她选择了离开 现在想要让我认她 根本不可能 说话间 小苏将手中的盒子 塞到了陆陈旭的手里 陆陈旭打开看了一眼 冷漠的毛子 可拉 她认的这钻戒 半年前 她的父母结婚三十周年时 父亲特意买给她妈妈的 现在 在偏僻的农村 一个陌生的女孩 却拿出了一模一样的钻戒 这个意味着什么 就算是傻子也想得出来 怪不得 前段时间 陆氏出现危机 如老爷子婚礼 她给父亲打电话 她一直找理由推托不肯回来 原来是一直在到乡村 陪别的女人呢 小苏没有再看她们 转身就走 只是 刚走出几步 她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寂静的夏夜 她的手机铃声听起来格外刺耳 接通电话之后 不知对方说了什么 小苏突然紧张万分 什么 我妈昏倒了 好 我马上回去 然后 快步向前跑去 可能是因为太紧张 还没有跑出去几步 整个人就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猛地摔在了地上 时间已经接近晚上九点半 农村的夜晚 道路上除了他们三个 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人影 小苏不知道 究竟摔伤了哪里 趴在地上半天 也没有起来 墨小蝶看了陆陈旭一眼 摔伤了 小苏被她扶着坐在地上 看了他们一眼 低头没有说话 你妈昏倒了 你急着回家 如果不说话 我们怎么送你回去 看她的样子 很可能是摔伤了膝盖 不能走路了 不用你们假好心 小苏推开她 想要自己起身 可是还会站起来 膝盖就一阵刺骨的疼痛 她再一次摔倒在地上 第208章 大声不是你们的儿子 墨小蝶回头看了一眼陆陈旭 想让她过来帮忙 毕竟这女孩 说不定真的是她同父一母的妹妹呢 陆陈旭冷冷地走过去 逃出手机 你邻居 亲戚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通知他们来接你 炎热的下夜 她的声音听起来却寒冰刺骨 小苏猛地抬头看了她一眼 有些不甘心地 说出一串电话号码 电话接通之后 她直接递给了小苏 你自己说 小苏面无表情地 从她手中接过电话 喂 大爷 我是小苏 我妈昏倒了 我着急回去 在四组第三个路灯附近摔伤了 你让姨父来接我一下 说完之后 她又将手机还给了陆陈旭 低着头不再说话 陆陈旭看了她一眼 似乎想问什么 但是却最终也没有问出口 没过一会儿 从远处开了一辆电动三轮车 车子停在小苏面前之后 孙达从上面跳了下来 看到陆陈旭她很惊讶 陈旭 你们怎么在这儿 说完之后 她又看向地上的小苏 你 你都告诉她了 孙达震惊得 有些语无伦次了 小苏点了点头 姨父 我妈昏倒了 我们快回去吧 陆陈旭淡淡地看了孙达一眼 拉住墨小蝶转身就走 墨小蝶觉得 这样就走了 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回头不好意思地 冲孙达招了招手 孙叔说 我们先走了 好 天黑 你们小心些 对于陆陈旭的冷漠 孙达没有在意 毕竟 这个消息对她而言太突然 无论是谁一时间都难以接受的 墨小蝶知道她心里不痛快 却不知道该怎么劝她 自己的公公在外面 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私生女 作业媳妇 她该怎么劝啊 更何况 自从她和陆陈旭领证之后 陆母带她像是亲生女儿一般 陆父这样做 她确实为陆母感到不平 一路上 陆陈旭不说话 一直拉着她向前走 而墨小蝶一直在想着 该如何开口劝说她 等到他们突然停住脚步时 才发现 两个人已经来到了村头的小树林前队了 她差点忘了 小戏师约陆陈旭十点在小树林见面 要说关于孩子的事情 那她是不是该躲到一旁呢 想到此处 墨小蝶抽出了自己一直被陆陈旭紧握的左手 那个 我是不是该躲起来 如果让她看到我估计什么也不会说 村头树林已经没有了路灯 她看不清陆陈旭的表情 只听到她冷哼了一声 声音闷闷的 想躲你就去躲吧 看来因为小苏 她的心情很不好 墨小蝶没有和她计较 后退了几步 躲在村头路旁客 有道乡村村民的大石头后面 刚躲好 就看到不远处有微弱的灯光闪现 风中传来一丝淡淡的香水味 突然停住 墨小蝶悄悄探头 看到小西施穿了一件身V吊带背心裙 风情万种 魔鬼般的身材优势 尽数展露在陆陈旭面前 小西施的声音千娇百妹 陈旭 你等很久了吧 陈旭 墨小蝶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如果不是想要问出关于孩子的事情 她真是忍不住要跳出去了 这个女人穿成这样 还喷了这么浓的香水 分明是对她老公不怀好意 陆陈旭冰冷的声音里 隐隐透露着怒气和厌恶孩子 到底怎么回事 小西施不怕死的上前勾住她的脖子 在她身上充满暗示的蹭了蹭 声音妩媚 我们去那边树林里说 墨小蝶忍不住了 刚准备冲出去 就听到了小西施的惨叫声 她定睛一看 小西施手中的手电筒已经掉在地上 小西施的手腕被陆陈旭反扣住 整个人看起来很狼狈 说 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陆陈旭今晚的心情本来就不好 小西施竟然不怕死的往她身上贴 因此 她下手很重 一直不打女人的她 直接一脚踢在了小西施的腿弯处 小西施猛地跪在地上 疼得惨叫起来 说不说 陆陈旭此时还用力反扣着她的手腕 说 我说 小西施疼的声音都变了 范老三在七年前确实买过一个孩子 可是 那个孩子早产 三天两头生病 我记得 有一次在县医院看病时 遇到了她媳妇 说那个孩子有很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还得了肺炎 医生建议他们到市里的大医院看 可是 范老三不想去 想把孩子扔了 说到这里 小西施突然停顿了一下 当时我也没在意 不过没过几天 他们却突然回来了 孩子并没怎么治疗 竟然就好了 我怀疑 他们已经将那个生病的孩子扔了 又抱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回来 七飞的下夜中 陆陈旭沉默了半天 才突然放开他的手 这也只是你的怀疑 难道孩子被换了 整个到乡村的人都不知道吗 小西施从地上站起来 揉了揉已经红肿的手腕 那个孩子被买回来时才不到两个月 没有出一百天的孩子 基本上都长得一样 更何况 他们去给孩子看病 一去就是一个多月 村里人谁会怀疑啊 墨小蝶再也忍不住 从大石头后面跳了出来 也有可能孩子的病 被他们看好了呀 小西施借着地上微弱的灯光 看到墨小蝶时 眼神里划过一丝怨毒 那个孩子县医院 已经下了病危通知 根本就就不活了 这个大声自从报回来之后 反倒很少生病 你别看范老三整天打他 那孩子却如小石头一般 怎么打都没事 说完之后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又补充道 对了 我想起来了 第一个孩子刚报回来时 有一次范老三媳妇 在给他换尿布时 我正巧遇到 那个孩子腰间向下的位置上 有一个红色的胎记 可是 这个大声身上却没有 听了他的话 墨小蝶的腿猛地一软 如果不是陆陈旭 眼疾手快拉住了他 他估计会很狼狈地摔在地上 这个大声真的不是四宝 那他的四宝呢 范老三扔了 那他还活着吗 墨小蝶不敢去想 抬头无助地看向陆陈旭 声音哽咽 老公 我们的孩子 陆陈旭心疼地 将他揽入怀中 亲了亲他的额头 老婆 放心 孩子一定会没事的 明天我们就去见大声 看看他的腰间 到底有没有太紧 他声音低沉温柔 小西施站在他们身旁 眼神中除了羡慕 还有浓浓的嫉妒和恨意 他咬紧牙齿 慢慢地转身 一个念头在脑海中闪现 要想得到这个优秀帅气的男人 首先要踢开他长相平平的老婆 第209章 一千万补偿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刚起床下楼 就看到孙树才家的院子里 站着一个身形消瘦 戴着帽子的女人 大夏天的早上 戴帽子 给人的感觉有些奇怪 下楼之后 墨小蝶才看到了对方的脸 对方大概五十多岁 虽然一脸苍白 脸上有些皱纹 但却依然看得出他年轻时 一定是个大美人 对方看到陆陈旭之后 整个人有些局促 手也开始发抖 你 你是文祥的儿子 他这样的表情 这样的问话 墨小蝶大概明白 他是谁了 如果他猜得不错 这个女人应该就是昨天晚上 他们遇到的那个小苏的妈妈李秋和了 想到此处 他不安地偷偷瞄了陆陈旭一眼 只见他面无表情 直接越过对方走了过去 李秋和在他身后 声音有些着急 你别听小苏的 他只是个孩子 什么也不知道 我和你父亲 我们 但是他的话还会说完 就被陆陈旭无情地打断 我是来找孩子的 你和我父亲如何 我不想知道 但 如果你敢伤害我妈妈 我绝不轻饶 李秋和的身子摇摇欲坠 单薄得像是秋风中的落叶 放心 我 我不会伤害你妈妈的 桂香从厨房走出来 看到这一幕 赶紧跑过去扶住了她 姐 你昨天晚上才昏倒了一次 来这里做什么 李秋和握住她的手 桂香 孙达没有告诉你吗 小苏这孩子 昨天晚上找了他们 把什么都说了出来 果然桂香一脸惊讶 孙达昨天晚上回来 什么也没有说 惊讶之后 桂香看向陆陈旭 陈旭 我姐她 她不是故意的 她只是日子过得太苦了 她 陆陈旭再次无情地打断桂香的话 你不用解释 我不想知道 说完 她拉着莫小蝶的手 就往门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 停住脚步 声音冰冷无情 且充满了淡淡的 不容忽视的威胁 我再说一遍 你们谁也别想伤害我妈 说完之后 仰起头 一身凛冽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孙家 他们身后 桂香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姐姐 声音里有一丝埋怨 姐 你这是何必呢 这是 是她陆文祥欠你们的 桂香的姐姐 轻轻摇了摇头 不 桂香 你什么也不知道 她是个好人 没有欠我 是我欠了她太多 说着 两行泪水无声地 从她苍白的脸颊上滑落下来 落在她脚下的水泥地上 运出两个苦涩的原点 莫小蝶跟着陆陈旭出来之后 在心里轻叹了口气 陆陈旭现在应该正在气头上 这种事 她该如何劝说才好 陆陈旭不说话 拉着她 很快就来到范老三家中 范老三一家人刚刚起床 她媳妇翠叶在厨房做饭 因为大门被踹坏了 因此 陆陈旭和莫小蝶 直接走进了院子里 范老三通过窗户看到他们之后 赶紧给身旁正穿着短裤 光着上身玩耍的大声 套了一件上衣 翠叶在厨房看到他们之后 直接拿着锅铲子走了出来 你们想干什么 看孩子 陆陈旭的声音冷冷的 翠叶被他身上的气势 吓得后退了一步 但是想到儿子又仰起头 无谓地向前走了一步 挥动着手中的锅铲 大声是我儿子 你们谁也别想将他带走 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如果保护他 陆陈旭看了一眼他挽起的衣袖 手腕上的伤口清晰可见 翠叶下意识地将手缩了回去 你这样根本不是爱孩子 是自私 陆陈旭的话一针见血 翠叶震惊地抬头 有些不敢反问 我 范老三急事从屋内走了出来 一把将翠叶拉到一旁 怒斥做饭去 女人家懂什么 不能让他们带走大声 翠叶窃窃地盯着范老三 范老三有些不耐烦 做你的饭去 老子饿了 翠叶没有动 还想说什么 范老三却已经脱了自己的鞋子 抬起了手 他吓得连连后退 转身心有不甘地进了厨房 范老三回头看了陆陈旭和墨小蝶眼 挠了挠头 这女人就是欠揍 走 我们屋里说 范老三家的房子也是三间平房 格局和他丈母娘家几乎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是 屋内的陈设 范老三家的客厅铺了地板砖 摆放了一套布衣沙发 茶几 电视柜 不过 沙发应该有些年头了 有一条腿 用砖头织着 电视还是以前笨重的那种 不过却比他丈母娘家的大 应该是29寸的 客厅给人的整体感觉还是挺干净的 他们坐下之后 范老三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要求 我这个人直来直去 不喜欢拐弯抹角 你们想要带走孩子 最少这个数 他伸手比了个一 昨天他已经打听过了 光是村口陆成旭的那辆车 就价值上千万 更别说陆氏集团了 资产上亿 打听出陆成旭身份的时候 他整个人高兴得 差点没有背过气 当年掏了两千块 从人贩子手里买的早铲 竟然是陆氏集团总裁的儿子 他范老三这事要发大财了 昨天晚上 他激动得怎么也睡不着 做梦都在偷笑呢 陆成旭盯着笑成一朵花的范老三 眉头轻皱 眸子中划过一丝厌恶 一百万 范老三听他这么说 愣了一下 摇了摇头 不 是一千万 一千万 墨小蝶猛地站起身 范老三 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呢 范老三拿起茶几上的牙签 踢了踢牙 吊儿郎当地斜看着墨小蝶 这点小钱 对你们陆氏集团 应该不算什么吧 七年前 如果不是我们夫妻俩 不分昼夜 费心费力 去给这孩子看病 你们今天就见不到儿子了 你陆氏集团总裁儿子的命 应该不止 这一千万吧 我这还算是有良心呢 墨小蝶气得 还想说什么 却被陆成旭握住了手 一千万 好 我答应你 你 他天天打孩子 你为什么要给他一千万啊 墨小蝶不解 生气的质问 陆成旭递给他一个 稍安勿躁的眼神 接着对范老三说道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让大声和我们相处一天 明天晚上 我就让人将钱转给你 怎么样 不行 我不同意 翠叶不知何时 已经在门口偷听他们谈话了 此时突然蹦出来 极力反对 第210章 大声被送来 范老三瞪了他一眼 出去 谁让你偷听的 快去做饭 一个女人家懂什么 翠叶这次竟然不再惧怕他 静止走进了东边的那个房间 在范老三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已经将房门锁上了 房间里 大声窃窃地问 妈妈 你锁门干嘛呢 翠叶在房间里 冲范老三吼 大声是我儿子 范老三 你休想卖我儿子 范老三气地冲过去 在房门上狠狠地踹了两脚 翠叶 这个贱女 你懂个屁啊 人家陆总夫妇 才是大声的亲爹娘 大声跟着你 能有什么出现 你赶快叫门给老子开开 翠叶在里面沉默了一会儿 又吼道 范老三 除非我死 否则我是不会让他们带走大声的 范老三气地用力推门 却怎么也推不开 他气急败坏地 从外面拿来斧头 准备叫门劈开 莫小蝶上前拦住了他 你要干什么 这样会吓坏孩子的 范老三瞪了他一眼 他不开门 你说怎么办 你不想要儿子了吗 陆成旭走过去 一伸手 就将莫小蝶拉到了身后 冷冷地看了范老三一眼 我们先走了 你们夫妻好好商量 只是 他停顿了一下 目光变得凌厉起来 如果孩子身上再出现伤口 我会直接报警 一分钱你也别想拿到 一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成为千万富翁了 范老三急忙堆笑 陆总 你放心 我一定会和翠爷好好说的 最迟今天下午 一定将孩子给您送到村长家里 陆成旭看了一眼紧锁的房门 点了点头 希望你说话算话 然后 拉着莫小蝶的手 离开了范老三家 莫小蝶很不解 埋怨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走了 他要是再打老婆孩子怎么办 陆成旭抬手揉了揉他的头发 你放心 为了那一千万 他不敢的 对了 你为什么要答应给他一千万 他这样的无赖 拿到钱之后 指不定会干什么缺的事呢 再说了 他那样打孩子 你真的不心疼四宝 就这样将钱给他吗 越想莫小蝶越觉得生气 陆成旭轻叹了口气 捏了捏他的鼻子 你呀 平时你那么聪明 怎么一遇到孩子的事情 就糊涂了吗 我只是先稳住他而已 你忘了昨天小西施说的话 莫小蝶恍然大悟 你的意思是 先让大声和我们相处一天 看看他的腰间 到底有没有他胎记对吗 陆成旭赞赏的点了点头 老婆 你的智商总算回来了 要是确定大声就是四宝 你真的会给他钱吗 一想到要给范老三 那个人扎一千万 莫小蝶心里就堵得慌 陆成旭勾了勾嘴角 浮在他耳边低语 我已经让人去调查 范老三这些年 敲诈勒索的证据了 很快那些被他欺骗过的人 就会怜悯起诉他 到时候 他估计至少要在监狱里 待上好几年 莫小蝶眼睛一亮 真的 陆成旭看了一眼 四下无人 忍不住低头 亲吻了一下他的脸颊 老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老公 你好聪明啊 莫小蝶挽住他的胳膊 心里的气总算是顺了一些 他们回到孙树才家 中午饭刚过 范老三竟然真的将大声给送了过来 大声 他们才是你的亲爸妈 他们来找你了 快过去吧 范老三用力将大声向前推 大声裂切了一下 整个人向前摔去 莫小蝶剑步冲过去 及时抱住了大声 然后恼怒地看向范老三 他还只是个孩子 你这么用力推他大麻 一步留神 没有掌握住力度 这不是也没有摔倒吗 范老三假笑着解释 然后看了陆成续一眼 想到钱又讨好地笑了起来 你看看 这亲生的就是不一样 这么快就互上孩子了 大声 快叫妈妈 大声被莫小蝶抱在怀里 有些抗拒 听到范老三让自己叫这个女人妈妈 有些不解 他 他不是我妈妈 你这小兔崽子 不是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叫了妈妈 你就能住漂亮的房子 有很多好吃的 好玩的 还有好衣服穿 本来习惯打骂孩子的他 正准备动手呢 手腕却被陆成续抓住 因此他急忙改口 莫小蝶感觉到 大声似乎很怕范老三 忍不住瞪了他一眼 语气冰冷 孩子既然送来了 要是没什么事 你可以走了 这个范老三犹豫的看了看陆成续 我们之前说好的钱呢 陆成续眸光冷然 你放心 我说到做到 好 你堂堂陆氏总裁 我相信 你是不会来账的 范老三得到陆成续肯定的回答之后 转身走出了孙家 范老三刚一离开 大声就从莫小蝶怀中跳了出来 躲到了走廊的角落里 我要找妈妈 大声窃窃地看着他们 深陷的小眼睛里 蓄满了泪水 身为母亲的莫小蝶 看到这样的情形 心里一阵酸涩 他走过去 蹲在大声一米远的地方 伸出了手 大声 你别怕 阿姨不是坏人 你过来 阿姨帮你处理一下伤口 然后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可是 他劝说了半天 大声却依然充满戒备 躲在角落里 不肯过来 这时 桂香从外面菜地回来 看到这样的情形 立马走了过去 他刚刚在路上已经听说了 范老三狮子大开口 向陆陈旭要了一千万 已经将大声送到了他们家 一路上 很多村里人都在指责范老三 说他没有良心 见钱眼开 看大声的亲生父母有钱 故意敲诈人家 大声 不要怕 你瞧 我刚刚在地里摘了西红柿和黄瓜 你要不要吃桂香走过去 将手里的菜篮子放在地上 从里面拿出一个红红的西红柿 因为是一个村里人 认识的原因 因此大声并没有害怕桂香 从他手里接过西红柿 大口吃了起来 桂香顺势将他拉过来 走到莫小蝶面前 大声 这个阿姨很喜欢小孩子 想和你说话话 你不知最乖了吗 莫小蝶顺势拉住了大声的手 看到西红柿汁水流到了他的下巴上 赶紧拿出纸巾 帮他擦了擦 大声 你的手臂受伤了 阿姨帮你涂鞋要好不好 涂料就不疼了 大声的胳膊上 被范老三抽打的伤痕 已经结痂了 看着触目惊心 第211章 去看翠叶 这一次 大声没有拒绝 吃着西红柿 任由莫小蝶将他领进了二楼的房间 房间内 有老马特意去镇上买的创伤药 陆成旭和莫小蝶 小心地脱掉了大声的上衣 他身上大大小小 心就交替着不少伤口 最让他们震惊的是 那个胎记的地方 像是被人刻意用烙铁烧了 留下一大片烧伤的痕迹 这 莫小蝶看向陆成旭 他们想了很多可能 唯独没有想过 会是这样的情形 怎么办 这根本看不出来 有没有胎记啊 莫小蝶皱着眉 一脸苦恼 陆成旭抿着嘴 盯着大声的后背 这是怎么烧伤的 大声手里的西红柿已经吃完了 手上满是西红柿的汁水 他丝毫不在意 习惯性地在自己的衣服上擦了擦 听到陆成旭问话 整个人抖了一下 像是想起了什么可怕的往事 不自觉地 又躲在了房间的角落里 这个孩子 应该是从小被范老三吓到了 莫小蝶走过去 试着抱住他 轻柔地安慰 大声 不怕 阿姨在呢 大声想吃什么 阿姨给你买 真的 瘦弱天真的小孩 一听到有吃的 很快抬起了头 陆成旭走到大声面前 此时 他手里已经多了一个棉签 你用这个 将自己小嘴巴里面擦一擦 我就去给你买好吃的 你要做鉴定 莫小蝶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 陆成旭点点头 这是最好 最快确认大声身份的方法 好 就这样办 很快 莫小蝶哄着大声 将棉签在他嘴里站了站 陆成旭将棉签装进密封袋中 下楼找到老马 让他立刻开车去语成 做一份加急的亲子鉴定 他算了一下 到乡村到语成来回 大概需要八个小时 老马最迟明天中午 就能将结果拿回来 明天中午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回到二楼时 莫小蝶已经帮大声涂了药 只是 不知为何 大声此时依然站在房间的角落里哭泣 怎么了 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 他不解地问 莫小蝶拿起包起身 你来得正好 我去村头小卖部买些零食 刚刚已经答应了大声 你瞧 涂过药之后 没有看到零食 他有些不高兴了 我去吧 陆成旭自告奋勇地说完之后 想到了小西施 叹了口气改口 还是你去吧 我在这里陪大声 莫小蝶点了点头 我很快回来 陆成旭不放心地嘱咐 不要和他发生争执 等到明天老马回来 真相大白之后 我们就回宇城 好 我知道了 你放心陪大声吧 时间此时已经接近下午五点 因为是阴天 偶尔会有一丝凉风吹过 天还不算太热 莫小蝶来到村口的小卖部时 小西施正在和一个男人说话 看到他 那个男生笑了起来 你不用去了 这不人家正好过来了 莫小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直接了当地 将小西施 昨天塞给陆成旭的那95块钱 拍在柜台上 给我装鲜面包 牛奶 饼干 火腿肠 男人看了他一眼 对小西施说道 既然用不着我了 那我回家了 小西施赶紧拉住对方 刘哥 你别急嘛 我这不是还没有说好呢 安抚了这个叫刘哥的男人之后 小西施看向莫小蝶 语气很不善 这是给大声买的 莫小蝶瞪了他一眼 冷冷地反问 你开门做生意 管我给谁买的 给你钱就是了 小西施冷笑了一声 我刚刚正准备去找你呢 你倒自己来了 临时先别买了 拎一箱牛奶 跟我去看看 翠叶再说吧 说着 他自作主张地 从货架上拎了一箱纯牛奶 想到范老三的德性 和翠叶对大声的态度 莫小蝶皱眉 他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他辛辛苦苦 养了将近七年的儿子 你们说带走就带走 哥谁能受得了 范老三是个什么人 你大概也听说了 他的日子能好过吗 你要是个女人 还有些同情性 就和我一起去看看他 最起码告诉他 你们以后会好好照顾大声 让他这个做妈妈的放心 小西施说的义愤填膺 作为母亲 莫小蝶很理解翠叶的心情 也不知那个范老三 用了什么手段 他才同意将孩子送过来 那个女人 其实也很可怜 好 我先去看看他 不管明天结果出来 大声是不是他们的孩子 从情理上讲 他确实应该 去见一见翠叶 告诉他 作为女人 一定要自立自强 不能生育又如何 并不比别人低一等 要勇敢地去选择 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不是唯唯诺诺地 活在范老三的暴力之下 看他拎着牛奶 转身准备离去 小西施赶紧对那个 叫刘哥的男人说道 刘哥 你帮我看下店 这位是城里来的 我怕他找不到路 陪他一起去范老三家 那你可快点 刘哥嘱咐小西施 小西施应了一声之后 快步追上了莫小蝶 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莫小蝶没有看他 冷冷地拒绝 我认的路 不用你陪我 小西施撇了撇嘴 你以为我想陪你啊 崔叶可是我的好闺蜜 我是怕你去了 和他吵起来 欺负他 你多虑了 他在那样的情况下 把大声养了这么大 我只会佩服他 感谢他 不会和他吵架的 你回去吧 莫小蝶再一次拒绝 我又不了解你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话 还是假话 我还是跟去了放心 今天的小西施 就像是一块橡皮糖 怎么也甩不掉 莫小蝶没有办法 只好让他跟着 问你个事 你老公为什么娶你 路上 小西施一直打量他 一脸不解地问 莫小蝶懒得理他 你一定是用了什么手段 上了他的床 他被逼无奈才娶的吧 小西施又问 莫小蝶冷冷地斜了他一眼 依然懒得理他 你不说话 是不是我猜对了 否则像你老公 那么优秀帅气的男人 怎么可能看上你 这种干编瘦弱的女人 莫小蝶突然停住脚步 凌厉地瞪了小西施一眼 嘴角微微勾了勾 我虽然身材不好 可是我干净 年轻 我老公是我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男人 说完 他亲身上前 抓住了小西施的手腕 而你 大姐 不仅年龄大 还是个寡妇 不知道和多少男人上过床 我老公有结癖 你这样的 只会让他感到恶心 第212章 翠叶之死 去道乡村无阻 需要经过一条河 此时 他们正在农村检疫的木桥上 小西施被他抓住手腕 还说了这么难听的话 气得脸成了猪肝 你 你抓到我了 说完之后 用力想要抽回自己的手 莫小蝶趁机一松手 小西施没有收住力 身子一歪 就跌落在了小河里 河水并不深 直到他的腰部 不过他身上的衣服 却因此全部湿透了 整个人站在水里 很狼狈 莫小蝶心情大好 但是却假装惊慌失措的大呼 哎呀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要不要我拉你上来啊 小西施瞪了他一眼 你是故意的 莫小蝶一脸委屈地耸了耸肩 你这个人 心眼怎么这么坏 我好心想拉你上来 你却这么诬陷我 算了吧 我先走了 你自己爬上来吧 说完 他拎着牛奶 冲小西施摆了摆手 自己走了 小西施站在清凉的河水里 盯着莫小蝶的背影 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我看你能得意多久 莫小蝶拎着牛奶 很快就来到了范老三家 因为是阴天 天已经有些暗了 范老三正房东边的屋里 亮着灯 院子里静悄悄的 不知是错觉还是什么原因 他隐隐闻到 空气中有一丝淡淡的血腥味 莫小蝶皱了皱眉头 轻喊了一声有人在吗 等了半天 也有人回答 他犹豫了一下 走到正房客厅门口 客厅的门敞着 那间亮着灯的房间门 却虚掩着露出一条缝隙 微弱的灯光 透过缝隙 在客厅的地上折射出一道光影 走到这里 血腥味更浓了 难道是范老三将翠叶打伤了 莫小蝶心里一惊 赶紧推门进去 进去之后 他被眼前的情形吓到了 翠叶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胸口的位置上插着一把水果刀 血染红了他胸前淡蓝色的衣服 顺着衣服流到了地上 莫小蝶靠着房门站了一会儿 稳定心神之后 试着喊了一声 翠叶 对方没有应答 依然是一动不动的 他看了一眼地板上 已经开始凝结的血迹 心里一沉 难道翠叶死了 想到此处 他鼓起勇气 小心地走过去 探了一下翠叶的鼻息 果然一点气息都没有 他吓得后退了好几步 跑到院子内 掏出手机 准备给陆成旭打电话 让他通知村长报警 可是 电话还没有拨出去 就听见小西施在外面惊恐地喊叫声 快来人啊 杀人了 杀人了 城里来的女人杀了翠叶 小西施的声音响亮 充满了穿透力 很快几乎整个五组的人都跑了出来 挤满了范老三家的院子 小西施上前拉住莫小蝶 悲愤地向大家哭诉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让他来看翠叶 我也是看翠叶失去了大声 哭得可怜了 才一时好心 想让他过来劝劝的 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这么狠心 一气之下 将翠叶给 给杀了 人们对着莫小蝶 开始指指点点 这个女人也真是的 人家不是已经将大声给他们了吗 为什么要下这么狠的手啊 是啊 翠叶好可怜啊 平日里被范老三打 好不容易养大的孩子 也被这些城里人抢走了 现在连自己都被这个城里人杀了 这事还没有定论的 说不定另有隐情 报警了吗 等警察来了 看看警察是怎么说的的 还没有吧 不过 我儿子已经通知了村长 估计村长很快就会过来 范老三呢 出了这么大的事 范老三去哪了 五点的时候 我看他出去了 说是想儿子了 去村长家看大声去了 他还会想儿子 真是难得 有人撇了撇嘴 莫小蝶没有理会那些村民 而是直接看向小西施 这个女人连院子都没有进来 就直接在外面 喊自己杀人了 而且 在小麦布时 她似乎是有一击自己来看翠叶 再看看翠叶身下已经凝结的血迹 如此推测 小西施应该早就知道 翠叶已经被人杀了 这是故意想要栽赃自己呢 你又没有进院子 你怎么知道 是我杀了翠叶呢 莫小蝶走到小西施面前 冷冷地质问 小西施仰起头 嘴角有一丝淡淡的冷笑 谁说我没有进院子 虽然你故意将我推进了河里 但是我一直悄悄地跟着你 你进了院子不久 就和从翠叶发生了争执 翠叶不肯放弃大声 你怕翠叶不给你儿子 所以就失手杀了他 小西施说得有理有据 生情并茂 周围这些淳朴的村民们 有一多半都相信了他的话 没想到这个女人 看起来清清秀秀的 心肠这么歹毒啊 范老三不是已经将孩子 送过去了吗 是啊 孩子已经给他了 他还要杀人 太可恶了 村民正在议论着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 惊天动地的哭声 翠叶 翠叶啊 人们很自觉地让出一条道 范老三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想要冲进去抱住翠叶 陆成旭在他身后 直接扣住了他的手腕 警察很快就来了 保护现场 你别进去 范老三像是发了疯 用力挣扎 你们这两个混蛋 不就是翠叶不同意 将大声还给你们吗 你们用得着下死手吗 快放开我 我要进去抱抱他 说着 范老三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农村人没有经历过大事 大部分人都是初中毕业 没什么文化 不知道保护现场的重要性 如今看到陆成旭 竟然扣住了范老三 不让他去见自己的老婆 突然群情激愤起来 你们城里人就了不起了 竟然这样欺负人 人家的老婆都被杀了 你们还抓住人家 不让进去 还是不是人啊 是啊 有钱了不起啊 国有国法 杀人偿命 在我们道乡村的地盘上 还敢这样欺负人 太可恶了 大声那孩子还真可怜 竟然有这样的亲生父母 简直连畜生都不如 媳妇都被城里人杀了 如今还不让人家夫妻见最后一面 村长 你要为范老三做主啊 不能因为是你们家亲戚 就偏袒他们啊 是啊 这可是人命官司啊 村长 快点让他放了范老三 让老三再见自己媳妇最后一面 就是 就是 快放了老三 放了范老三 放了老三 最后 大家竟然一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范家院子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第213章 警察来了 孙达作为村长 到底是有些见识的 知道保护现场的重要性 看到大家群情激动 怒吼了一声 都给我闭嘴 这一声吼叫 吓得大家都闭上了嘴 孙达用手指着他们 你们一个个的 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就在这里胡言乱语 你们谁看到是陈旭媳妇杀了翠叶的 小夕时此时 正神情款款地看着陆陈旭 听到村长这样说 急忙接过话 我看到了 他们争吵的时候 我一直在窗口看着呢 陆陈旭扣住范老三 立声质问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拦着 水果刀那里来的 小蝶只是去小卖部买零食 为什么会出现在范老三家里 又为什么和翠叶争吵 他凌厉的眼神 一连串的质问 让小夕时有点胆怯 我 他要来看翠叶 我好心陪他 可是他却在过河的时候 故意将我推到了河里 等我赶过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争吵了 后来 翠叶一激动 就拿出了水果刀 想要将他赶出去 可是不知怎的 水果垫就刺进了翠叶的胸口了 墨小蝶冷笑了一声 小夕时 原来这都是你算计好的 然后 他仰起头 一脸无味地看向大家 抬高了声音 我之所以会来看翠叶 都是小夕时提议的 他说 大声被送走之后 翠叶很伤心 担心我们对大声不好 希望我来劝劝翠叶 并保证以后好好照顾大声 让翠叶安心 我来的时候 翠叶已经死了 不幸你们可以去问 帮小夕时看店的男人 也可以问问他们的邻居 看看有没有听到争吵声 人群开始窃窃私语 有一些人脸上露出了质疑 范老三被陆陈旭扣着 动弹不得 怒吼 你这个女人真是可恶 明明知道我们家邻居 有事去了花泽县城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你去找他们来作证 适合居心 陆陈旭用力将范老三往前一推 后退了几步 堵在了案发现场的门口 高大帅气的身形 往那里一站 颇有一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气势 范老三被猛推了一下 差点栽倒在地上 站直了身子之后 凄惨地喊着翠叶的名字 向屋内冲了过去 陆陈旭一抬脚 直接将他又踹了出去 范老三顺势蹲坐在了地上 然后 陆陈旭又抬头死死盯着小西施 你说翠叶是刚刚才被杀死 小西施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想了想回答 是的 到现在最多不到二十分钟 陆陈旭冷笑了一声 是你故意让小蝶来看翠叶的 小西施急忙辩解道 不是我 我只不过是随口说了几句 翠叶可怜 失去了大声 整个人像是没有了活一样 是他心里有愧 主动提出来看翠叶的 谁知最后却吵了起来 你过来的时候 翠叶还活着 小西施点了点头 然后抬手指向墨小蝶 那是当然了 我是亲眼看着他 失手杀了翠叶的 陆陈旭没有在看他 而是转头看向 还在地上坐着的范老三 如果真的是小蝶过失 导致了翠叶的死亡 你准备怎么办 如果我给你一定的明示赔偿 你是否会放弃起诉 或者在警方面前 替小蝶说几句好话 让警方从轻量刑呢 范老三一听有赔偿 眼睛里闪过一丝光芒 壮丝无意地 向小西施的方向看了一眼 翠叶已经死了 我相信陆夫人也不是故意的 陆总打算给多少赔偿 陆陈旭站在门口 嘴角突然勾起 一抹高深的笑意 看向村长孙达 孙叔 小西施和范老三 才是杀害翠叶的凶手 麻烦你找人将他们抓起来 范老三一听 气急败坏地从地上跳了起来 陆陈旭 你血口喷人 翠叶可是我媳妇 我杀我自己的媳妇 脑子又病了 小西施也忍不住 用手指着他 陆总 你不能为了救你自己的媳妇 随便将屎盆子 往别人身上扣啊 我和翠叶无冤无仇 我干嘛杀他 陆陈旭挡在案发现场的门口 清冷的眸光扫过众人 然后指了指地上的翠叶 如果翠叶是刚刚才死的 他的身体应该还有余温 但是 你们看 他身下的血迹 已经凝结干涸了 还有 你们看他脸部 颈部 脚踝处暗紫色如云雾状的斑块 你们可知这是什么 人群中有些胆大的隔着陆陈旭 向里面望了望 果然在翠叶的身上 发现了陆陈旭所说的斑块 那是什么 有些不解地问 我知道 我在电视上看过 好像叫什么尸斑 有人不确定地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尸斑是什么呀 村长 有人转头问孙达 这个 就是人死了之后 过了一会儿就会出现的 孙达自己对于什么是尸斑 也不太清楚 只能模棱两可地解释 尸斑是由于人死后 血液循环停止 心血管内的血液缺乏动力 而沿着血管网坠机而形成的 通常出现在人死后的 二、四小时 由此推断 翠叶的死亡时间 至少在两小时以上 陆陈旭沉稳伶俐的声音 淡淡地在夜空中传播开 这 难道说 翠叶真的已经死了两个小时了 有些有头脑的村民 看小西施和范老三的眼光 顿时充满了质疑 这么说 小西施是在撒谎了 人都死了两个小时了 怎么可能起来吵架 小西施莫不是看到范老三要发财了 故意联合范老三谋杀了翠叶吧 对啊 你不说 我差点都忘了 范老三因为大声向这个城里人 要了一千万呢 我看八成就是你说的那样 范老三看上小西施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是小西施一直嫌弃他没有钱 不理他而已 现在 范老三发达了 他们 这个人没有再说下去 只是大家都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小西施 你可真够缺德的 自己杀了人 还嫁给大声的亲妈 村里的女人 早就看小西施不顺眼了 借着这个机会 有人指着小西施 开始骂了起来 小西施气的脸色发白 指了指范老三 我看上他 你们别血口喷人了 我小西施 就是守一辈子寡 也不会看上范老三的 范老三一听 不乐意了 正准备起身和小西施争论呢 夜空中划过了警笛的声音 警察终于来了 第214章 范老三被抓 因为是人命官司 因此警察直接带了法医 警方来了之后 陆陈旭直接让开 走到莫小蝶面前 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声音低沉 充满了保护欲 老婆 吓坏了吧 有我在 不怕 看到警方已经封锁了房间 正在里面提取证据 进行尸检 莫小蝶松了口气 整个人有些疲惫地 靠在陆陈旭身上 我不是害怕 而是为翠叶感到不值 农村的女人 很多本性勤劳善良 但是因为根深蒂固的 重男轻女思想 她们大多数学历不高 面对家暴 欺凌的时候 不知道反抗 只会一味地忍耐 退让 这才让范老三 那样的家暴男 更加地变本加厉 翠叶只是一个缩影而已 很快 法医做出了鉴定分析 死者是因为尖锐的水果刀伤 急了心脏导致死亡的 死亡时间在三个小时前 法医宣布结果之后 范老三整个人 突然瘫坐在地上 小西施扭头就跑 有村民眼间 一把抓住了他 原来凶手就是你 小西施 你想往哪儿跑 不是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没有杀翠叶 我来到时候 翠叶已经死了 是 是范老三杀的 是范老三威胁我这么说的 小西施 吓到脸色苍白 语无伦次 范老三一听 不干了 破口大骂 小西施 你别血狗碰人了 我威胁你 明明是你看到人家 陆总年轻 有钱 还高大帅气 想要诬陷人家老婆 拆散人家夫妻 好趁机接近陆总 你现在反倒怪气我来了 警察还没有开始问话呢 范老三和小西施 两个人 这情况之后 直接将小西施 范老三 陆成旭和莫小蝶 都带回了警局 警车上 陆成旭搂住莫小蝶 轻声安慰 老婆 没事的 警察带我们回去 只是想问清楚情况而已 别怕 小西施从上车开始 整个人就眼神空洞 脸色苍白 不停地发抖 他上学时 因为长得漂亮 追他的男生很多 初三没有上完 就意外怀孕退了学 只是 和他早恋的那个男同学家人 却不承认这回事 直接带着儿子 去了南方打工 小西施只好背着家人 去小诊所 做了流产手术 后来 18岁 他就嫁到了道乡村 结婚五年 一直没有怀上孩子 男人出去打工后 找了小三 吵着要和他离婚 小西施不同意 男人赌气不再回来 三年前出了意外事故 突然就死掉了 从那之后 有好多没人上门提亲 有很多男人跑去 给小西施献殷勤 他没有文化 因此 在道乡村男人的吹捧之下 便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漂亮 最有魅力的女人 遇到陆陈旭之后 特别是看到 墨小蝶长相平平时 他就动了心思 一心想要攀上 陆陈旭这个城里的有钱人 可是对于他的各种暗示 陆陈旭都毫无反应 甚至还动手打了他 他心有不甘 听到他们给了范老三 一千万要带着大声时 就想着去找翠叶 让翠叶利用大声 给陆陈旭一些颜色瞧瞧 可是没有想到 他一进屋 就看到翠叶胸口 插着一把水果刀倒在地上 范老三则一脸惊慌的 瘫坐在一旁 他吓到转身就想跑 却被范老三一把拉住 范老三掐住他的脖子 威胁他不准喊 不准说出去 否则连他一块沙 他吓得不敢动 后来 范老三冷静之后 准备将翠叶的尸体藏起来 等到陆陈旭将钱打给他之后 再带着他远走高飞 并且许诺以后会好好带他 为了让他死心塌地地 跟着自己走 范老三在客厅的沙发上 还对他用了墙 他不敢反抗 但是想到陆陈旭又很不甘心 因此 趁着范老三兴致正农时 提出了这个栽赃的计谋 这样 他们还可以多要一笔赔偿 可是 终究因为他们没有文化 不知道人死后二 四小时就会产生失斑 不知道警方通过尸检 就能准确地推断出死亡时间 小西是越想越害怕 扑通一声 跪在了陆陈旭面前 陆总 我知道你有钱 认识的人多 我不是有意的 翠叶是范老三杀的 我去他家的时候 翠叶已经死了 和我没有关系 求求你 和警察说说 千万不要判我死刑 陆陈旭厌恶地搂住 墨小蝶向一旁挪了挪 警方自有决断 范老三气得一抬脚 就将小西施踹在地上 臭娘们 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 要不是你出了馊主意 老子说不定已经成了千万富翁 在花泽县喝酒呢 范老三现在后悔得要死 因此踹出这一脚时 用尽了力气 小西施捂着被踹的地方 忍不住哀嚎起来 同车的警察 用警棍指着范老三发出警告 你给我老实点 范老三沉默地 坐了大概有十分钟 突然抬头看向陆陈旭 陆总 你承诺 我的一千万 可不能说话不算啊 陆陈旭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你有命花在说 范老三试探地问警察 警察同志 翠叶是我老婆 我不是故意的 就是两口子打架 失手了 不会判死刑吧 警察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到了警局 审讯之后 开庭法院自会依照法律定你的罪 范老三还想说什么 警察却一脸冷漠 不再看他 半个小时后 警察来到花泽县公安局 经过审讯 范老三交代了整个作案过程 他偷偷将大声送去孙家之后 翠叶和他争吵 拿出水果刀 想要威胁他 他当时气昏了头 就抢过水果刀刺向了翠叶的胸口 小西施也很快交代了栽赃莫小蝶的整个过程 很快 他们两个都被收押 警察简单询问了莫小蝶和陆成旭 做了笔录之后 派人将他们送回了道乡村 第二天中午 老马回来 亲子鉴定结果显示 大声根本不是他们的儿子 孙树才全家人都显得非常震惊 大声不是你们的儿子 虽然早就有所怀疑 但莫小蝶还是有些站不稳 看来小西施说的竟然是真的 他们的四宝因为生病 真的被范老三扔了 四宝还活着吗 人海忙忙 他们要到哪里去找四宝呢 离开了道乡村 他们直奔花泽县公安局 在看守所里见到了范老三 范老三听了他们的话之后 脸上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 不愧是上市公司总裁 这么快就知道真相了 大声确实不是你们的儿子 想知道你儿子的下落吗 想办法把我弄出去 我就告诉你 范老三一脸自信的 邪恶的威胁他们 第215章 四宝的下落 无论他们怎么说 范老三就是不肯 说出四宝的下落 范老三 孩子我们自己会去找到 你就在这里等死吧 陆成旭气恼地丢下这句话 离开了看守所 现在怎么办 四宝他 他 莫小不敢说下去 按照小西师的话 四宝当时先天性心脏病 再加上肺炎 如果不及时治疗 很可能已经不在人室了 只是这些话 他们谁也没有说出来 陆成旭紧紧握住 莫小蝶的手 放心 我们的四宝一定会没事的 他们来到看守所门口 正准备上车回宇城时 孙达竟然开着三轮车 追了过来 在他的三轮车后面 还坐着那个名叫 李秋河的女人 陆成旭看到他们毛子 瞬间冰冷起来 陈旭 太好了 终于追上了你们 孙达长出了一口气 擦了擦头上的汗 然后扶着李秋河下车 孙叔 我们还有事 急着回宇城 说完 陆成旭拉着莫小蝶 准备上车 大声如今赞助孙达家里 警方的人说范老三 已经招任了 大声是他七年前 在花泽县妇佑保健院门口偷来的 村委会商量之后 准备带着大声 去派出所宴血 通过警方的基因库 帮他寻找亲生父母 我知道你孩子的下落 陆成旭刚打开车门 李秋河突然开口 你 陆成旭冷冷地回头 皱眉 质问 李秋河窃窃地后退了一步 低着头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陆成旭淡默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条件 帮我照顾好小苏 他的亲生父亲 根本就不是你爸爸 我年轻的时候 确实喜欢过你爸爸 但是高考失利之后 你爸爸考上了大学 我就被家里人逼着嫁人了 李秋河的眼眶有些发红 后来 我丈夫在城里挣了一些钱 开始酗酒 家暴 赌博 我的第一个孩子 也因为生病 没有及时救治在三岁时夭折了 最后 他为了还赌债 将我骗出去 陪那些债主 是你爸爸救了我 可怜我 帮我找关系 找人 让我终于和那个酒鬼离了婚 可是 当时 我已经被那些债主给 给欺负了 还怀了小苏 说到这里 李秋河突然哽咽 身子摇摇晃晃 一副随时都会昏厥的样子 孙达赶紧扶住了他 小苏一直问我 他的父亲是谁 我不忍心告诉他真相 想着这辈子再也不会见你爸爸了 就一直骗他 说你爸爸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对不起 李秋河捂着脸低绰起来 陆陈旭的脸色 终于有些缓和了 我爸他知道吗 李秋河点了点头 他是个好人 前段时间来了道乡村 我求了他冒充小苏的父亲 都是我不好 是我一时糊涂 医生说我撑不了一个月了 你爸爸是可怜我 才给了我那个钻戒 让我留给小苏做纪念的 小苏是个好孩子 求你们了 我死了之后 在雨城帮他找份工作 让他能够好好地生活下去 李秋河的感情真挚 不像是在骗人 莫小蝶悄悄拉了拉陆陈旭的衣角 陆陈旭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会帮你照顾小苏的 真的 谢谢 谢谢了 李秋河没有想到 他竟然这么爽快就答应了 有些喜出望外 我已经答应你了 孩子的下落呢 陆陈旭盯着他问 约莫七年前 我在花泽县医院做保洁 那天晚上 范老三将孩子扔在医院走廊时 我看到了 拦住了他 他却说 这个孩子他不要了 然后 把我推了一跤就跑了 孩子一直哭 和我同时做保洁的赵云 抱起孩子时 那个瘦弱的小不点 竟然不哭了 还对他笑了笑 赵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那个小孩 抱着他去了市里的医院 后来孩子的肺炎治好了 医生说太小 心脏手术 要等到长大一些才行 赵云就将孩子抱回了家 说是他妹妹结婚十几年了 也没有孩子 要给他妹妹养 莫小蝶紧张地一把 拉住了李秋和的手腕 那个赵云现在在哪 老天保佑 他的四宝还活着 这个 孩子好了之后 他就抱着回家了 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他的手机也早就成了空号 李秋和一脸为难 莫小蝶刚刚升起的一丝希望 又破灭了 他家住哪 你知道吗 陆陈旭冷静地问 李秋和用力想了想 好像听说是住在青城梦山县 具体地址就不太清楚了 青城梦山县 你确定陆陈旭又问 李秋和很确定地点了点头 好 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办到 到时候 你让小苏拿着这个名片去找我 陆陈旭将自己的名片 递给了李秋和 谢谢 谢谢 李秋和一脸感激 坐上车之后 他们没有直接回宇城 而是去了花泽县医院 想通过医院 找到赵云的具体地址 可是 已经过了将近七年 赵云他们都是临时工 医院早就没有了他们的资料 因此 他们一无所获 再回宇城的路上 莫小蝶一直闷闷的 老婆 至少我们知道 四宝还活着 在青城梦山县 这一趟也算值了 陆陈旭揉了揉他的头发 轻声安慰 我知道 只要四宝还活着 只要他过得好 晚一点找到他也没有关系的 莫小蝶依靠在陆陈旭怀里 心里还是有些失落 毕竟他们一直以为 这一趟一定会找到四宝的 可是没想到 却是这样的结果 回到宇城之后 四个小家伙 早就站在门口等他们了 看到莫小蝶从车上下来 三个小女孩急忙冲了过来 抱住了他 妈咪 我好想你啊 默默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杜杜也学着样子 亲了亲他的另一边脸颊 然然抱了他一下之后 却走到陆陈旭身旁 探头往车里看了看 咦 不是说去找哥哥吗 哥哥怎么不在里面 莫子仲也跟着走到了车旁 往车里看了一眼 不解的盯着陆陈旭 爸爸 弟弟呢 没有找到他吗 陆陈旭捏了捏儿子的脸颊 弟弟在清城 我已经派人去那边打听了 一有消息 就会马上去找弟弟的 看莫子仲皱着眉 还是一脸不解的样子 陆陈旭拉着他的手来到屋内 将事情的详细经过 和家里人讲了一遍 当然隐瞒了李秋和的事情 阿弥陀佛 只要四宝还活着就好 早晚有一天 我们会找到他的 陆老夫人双手合十 走到佛堪前鞠了个宫 是啊 活着就好 听你这么说 对方看样子是个好人家 陆陈旭 一直揪着的心这才放下 第216章 质问陆父 吃过晚饭 简单的冲洗之后 陆陈旭来到了一楼的书房内 他知道父亲有个习惯 睡觉前会在书房看一个小时的书 因为心里有事 他没有推门 直接走了进去 陆父看到他急忙慌乱地 将手中的相片塞到了书本里 然后才故作镇定地问 这么晚了 陈旭有什么事吗 陆陈旭狐疑地看了看 父亲手中的书本 直接伸手想要抢过来 但是却被陆父拦住 他盯着陆父的眼睛 声音淡淡的 我这次在道乡村 见到了李秋和 果然 陆父的脸上露出一丝慌乱 他 他是谁 陆陈旭问 李秋和的话 他并没有权幸 他应该确实得了绝症 只是仅仅因为这个父亲 就将那么贵重的钻戒 送给他做纪念 而且 那个钻戒 还和送给他妈妈的一模一样 这根本就解释不通 他 他是我高中时的一个同学 陆父有些心虚 不敢看儿子的脸 陆陈旭默默地将那个钻戒拿了出来 放在了陆父的面前 这个是小苏让我还给你的 小苏是谁 爸 你应该知道吧 陆父一脸震惊 你 你都知道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 爸 我想听你说 说完 他搬了一把椅子 在父亲面前坐下 陆父看到什么 也瞒不住儿子了 无奈地叹了口气 将书本里刚刚藏起来的照片 拿了出来 他 他是我的初恋 那时 我们都在花泽县义中读书 他是学校公认的校花 学习好 人也好 很多男生都在背后悄悄喜欢他 高二那年暑假 我去道乡村外婆家 他在河边洗衣服时不小心被水蛇咬伤了腿 我正好路过 及时帮他吸出了伤口上的毒血 然后送到了镇上的医院 然后 我们之间就渐渐熟悉起来 后来就成了恋人 陆父仰着头 眼睛一直盯着书桌对面墙上放高的那幅丰收的季节 像是陷入了某种美好的回忆 陆陈旭从来没有在父亲的脸上看到过这种表情 像是幸福 但却又有点苦涩 我们相约一起考上国内最好的大学 去努力生活 去国外 去放高的故乡 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幻想 可是 高三那年 他唯一的弟弟和人打群架 被误伤 送到医院之后一直昏迷不醒 他妈妈听到消息 直接就昏死了过去 醒来之后 就变得脑子有些不正常了 一家人的生活顿时乱了起来 那个年代 农村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他弟弟每天面临巨额的医药费 对方还指控是他弟弟先动的手 在那样的情况下 他高考发挥失常 然后 和我提出分手 直接回家嫁人了 因为对方给了他们家很多彩礼 还承诺帮忙找医生 给他弟弟看病 后来我就到了雨城上大学 在大三时遇到了你妈妈 再也没有去打听过他的消息 在我和你妈准备结婚的时候 我们去了一趟到乡村 那时 才听说 他弟弟已经去世 他已经生了一个儿子 再后来 一直到你十岁 我们家工厂开始挣钱时 有一次 我和人谈生意 去了那种地方 竟然遇到了 他被五六个男人欺负 我气得和那些人打了起来 还威胁要报警 这才救了他 陆傅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悲愤 似乎很不愿意回想起那段往事 那时 我才知道 他的孩子因为生病过世了 他的丈夫有钱之后也变坏了 还染上了赌博 最后竟然丧心病狂地 将他抵押给了那些债主 我找人帮他教训了那个男人 逼着那个男人和他离了婚 又给了他一些钱 把他送回了到乡村 后来 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 说完这些之后 陆傅似乎用尽了全部的力量 疲惫地靠在了身后的椅背上 陆陈旭沉默了片刻之后 轻声问 那这没钻戒呢 你想过没有 如果我妈知道了 会有多伤心 陈旭 那是我欠他的 当年分手那天 他哭着求我 让我找他父亲 也给一千块的彩礼 帮他弟弟治病 这样 他就不用嫁给那个男了 他这辈子只想嫁给我 一千块在当时的农村 也算是笔巨款了 那时 你奶奶手里其实有钱的 可是 如果我当时再勇敢一些 他就不会嫁给那个混蛋 也就不会过得那么凄惨了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是我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懦弱狠心地拒绝了他 这些年 我心里一直很自责 前些天 我偶然在道乡村遇到他 才知道 他已经得了癌症 只剩下不到两个月时间了 为了补偿他 也为了自己不再遗憾 我才特意找人 定制了那枚钻戒 说完之后 陆傅睁眼看着儿子 陈旭 你会不会看不起爸爸 陆陈旭看着自己的父亲 看样子李秋和说的都是真的 小苏并不是自己的亲妹妹 爸 希望以后你好好珍惜我妈 小苏的事 我会帮你处理的 你 陆傅有些惊讶 是 我已经答应了他妈妈 会在宇城给他找份工作 让他能够在宇城站住脚 生活下去 说完之后 他看了看墙上的时钟 时间不早了 您早点休息吧 他开门准备出去的时候 陆傅在他身后轻声说道 儿子 谢谢你 陆陈旭停顿了一下 没有回头 直接走出了书房 正准备上二楼时 却突然看到陆母端着水杯 从厨房那边走了过来 妈 你还没睡 他有些惊讶 陆母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有些口渴 聚到杯水喝 你呢 怎么也没睡 我有事找爸商量 您歇牙有些刀 早点休息 细心地嘱咐了自己的妈妈之后 陆陈旭准备上楼睡觉 陆母却在身后叫住了他 陈旭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 我前几天看赵芬的身份证 他好像就是青城孟山县的 是吗 陆陈旭有些惊讶 李木塔一家 竟然也是青城孟山县的 这妖巧 我应该不会记错 你放心 我明天抽空问一问他 看他有没有听说过赵芸这个人 陆陈旭这么一问 陆母反倒有些不太确定了 挠了挠头受到妈 说话时注意 不要透露 我们再找孩子 我怕万一传出去 有些人会借机声势 对孩子不利 经过了道乡村的事 他觉得有些人本性太贪婪 太可怕了 为了保护孩子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第217章 我大姨也叫赵芸 第二天一大早 陆陈旭他们上班之后 陆母想了想 自己将床单换了换 然后拿着换下的床单 去顶楼找赵芸去了 陆家的顶楼 除了洗衣房 和那两间阁楼之外 还有一个纯玻璃亮衣间 在亮衣间周围 之前的宝洁种了很多花花草草 此时 赵芸正带着李木塔 蹲在一个花盆前 不知研究什么呢 他凑过去 伸头瞧了一眼 李木塔正指着花盆里 一颗狗尾巴草 和赵芸解释妈 你别看这个草不起眼 在中医里 它可是能除热 去肿 去湿的 还能治庸淤 面血呢 赵芸一脸惊讶 木塔 你怎么知道的 妈在农村生活了半辈子 都不知道狗尾巴草 还能治病吗 李木塔扬起小脸 目光中露出一丝骄傲 妈 你忘了我在老家的时候 经常跟着村里的王爷爷 去后上采药 这都是王爷爷告诉我的 李木塔口中的王爷爷 是他们村的一个老中医 李木塔小时候身体雷弱 一直靠着这个老中医 调配的中药养着 这才几次死里逃生 坚强地活了下来 他三岁之后 几乎天天跟在老中医身旁 帮着打下手 因此认识了很多中药材 陆木心里惊讶不已 这个小孩才六七岁而已 没想到 竟然如此聪明好学 赵芬欣慰地 抚摸着儿子的小脑袋 好孩子 等你身体好一点了 妈妈就想办法送你去上学 说完一抬头 正好看到身旁的陆木 赵芬吓得赶紧拉着 李木塔站了起来 整个人都有些惊慌失措了 夫人 您怎么来了 说完 一低头 看到陆母手中的床单 赶紧一把将床单接了过来 一脸内疚地说道 夫人 你要换床单 喊我医生就行了 怎么还自己送上来 早晨 顶楼上的太阳 还不算太毒了 有清凉的风吹了过来 陆母微笑着 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你前天才换的床单 昨天我不小心 将茶水洒在了上面 有点不好意思再麻烦你 是我应该做的 要不是陆总他们帮木塔 垫付了医药费 我们家木塔 说不定现在就没命了 你们还为我们提供了 这么好的住宿条件 孙少爷还天天来教木塔认识 我们一家人 心里真的很过意不去 说着 赵芬的眼眶就红了 他口中的孙少爷 指的就是莫子忠 陆母起身拉着他 在自己身旁的凳子上坐下 可是赵芬说什么 也不敢做陆母轻叹了一口气 假装有点不高兴 你别害怕 现在都什么社会了 我又不是资本家 只是一个人在家无聊 想找人聊聊天也 你要是这样 我可是要生气了 李木塔抬头看了看自己的妈妈 又看了看陆母 他觉得陆母看起来很亲切 很慈祥 一点都不像妈妈 之前工作的那些家人 妈妈 你就坐下吧 我觉得漂亮奶奶是个好人 他拉了拉赵芬的手 陆母一听 开心地笑了起来 一把将李木塔拉到怀里 哎哟 木塔呀 你这小嘴可真甜 我刚刚听你说 狗尾巴有很多用处 是吗 李木塔重重地点了点头 是的 漂亮奶奶 我还认识很多中草药 知道他们的药效呢 不信 你可以考考我 是吗 陆母歪着头想了一会儿 好 我想想啊 黄芪 黄芪性胃肝 微温 益气固表 脸汗固脱 利尿去肿 补气阳血 生肌脸疮 调节血压 能够增加人体的免疫功能 还能保护肝脏 增强心脏功能 漂亮奶奶 你以后可以经常用黄芪来泡茶喝 这样身体就会更健康了 李木塔歪着小脑袋流利地回答 陆母心里震惊不已 拉住她的小手 木塔呀 你这都是从哪里学来的 小说我经常生病 王爷爷经常在我调理家黄芪 我跟他学的 王爷爷是谁 陆母好奇地问 赵芬赶紧解释 是我们村的一个老中医 木塔小时候身体虚弱 多亏了他用中药一直帮木塔调理 我们木塔才能长这么大 是吗 来 赵芬坐下说 我这个人一直生活在城里 很向往农村的生活呢 你来给我讲讲 你们村里的一些有趣的事 陆母拉着赵芬的手 强行让她坐在自己的身旁 赵芬有些局促不安 也没有什么了 就是天天种地 种菜 喂鸡养猪养鸭的 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 这不 为了给木塔看病 我们不得已这才出来打工了 我听说你们家住在青城市吗 陆母看了他一眼 切入了正题 是的 不过 青城只是小城市 可宇成这样的大都市 根本没办法比 我有一个老同学家里是青城梦山县的 你听说过梦山县吗 陆母一步步试探 赵芬还没有说话 李木塔突然眼睛一亮 抢先说道 漂亮奶奶 好巧啊 我家就住在梦山县九里镇六堂村 你那个老同学家住在哪里 不知道 这都好些年没有见他了 我也记不清楚了 陆母假装想不起来 那他叫什么名字宁吉的吗 李木塔很好奇 木塔 你一个小孩子问那么多干什么 赵芬怕陆母不高兴 胆紧制止了儿子 陆母笑着说道 小孩子 这个年纪正是好奇的时候 我想起来了 他好像叫赵芸 赵芸 赵芸 赵芬愣了一下 随即笑了起来 陆母有些不解 你笑什么 李木塔帮着解释 漂亮奶奶 我妈妈是有些惊讶而已 因为我大姨就叫赵芸 不过 她肯定不是你的同学 因为她连小学都没有上完 陆母惊得一下子 就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你说什么 然后 她猛地拉住了赵芸 你姐姐就叫赵芸 你们没有骗我 那天哪 青城梦山县的赵芸 竟然是赵芸的姐姐 那李木塔 难道就是他们陆家的四宝 李木塔和赵芸都吓了一跳 后退了一步 夫人 你 你怎么了 陆母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又坐了下来 突然听到木塔的大姨就是赵芸 我有些激动了 说完 她抬眼仔细地打量了吉恩李木塔 李木塔这时正一脸不解地望着她 那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仔细看 竟然真的和自己的儿子有些相似呢 陆母心里砰砰地跳个不停 拉住了李木塔的手 木塔呀 你今年几岁了 到年底就七岁了 李木塔不明白 眼前的这个漂亮奶奶 为什么突然问她的年龄 但还是照实回答 七岁 年龄也对 陆母看李木塔的眼神 更是充满了慈爱 李木塔歪着头 漂亮奶奶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大姨就是你的同学吧 我告诉你哦 我大姨小学都没有上完 她不是你要找的人了 第218章 赵芸受伤 赵芸也跟着解释 是啊 夫人 在我们家附近的几个村 叫赵芸的就有好几个呢 我姐她只是和你的同学重名了而已 陆母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 孟山县少说也有几十万人 重名重姓的应该也不少 想到这里 她笑了笑 是啊 是我太心急了 你们不知道 她是我大学时最好的朋友 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见面了 我昨天还做梦梦到她了呢 说完之后 陆母又壮似无意地问赵芸 你姐姐今天多大了 在老家 还是在宇城 我姐姐今年53岁了 一直在宇城打工呢 她有一个女儿 今年刚大学毕业 前不久和男朋友在宇城买了房子 年底准备结婚 赵芸没有想那么多 实话实说 陆母一脸羡慕 有女儿真好啊 我也一直想要的女儿呢 你姐姐一定很高兴吧 赵芸还没有回答 李木塔就仰起小脸 替她说道 当然了 紫夏姐姐可是我大姨的骄傲呢 是吗 那你大姨为 供她上学 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李木塔点了点头 嗯 我听妈妈说 大姨为了姐姐上学 去过很多地方打工 当过服务员 医院保洁 工厂里的寄建工 总之很辛苦的 医院保洁 陆母的声音有些颤抖 赵芸赶紧拉了李木塔一把 木塔 你刚刚不是说 要去写字吗 孙少爷给你布置了20个字 让你今天一天 全部会被会没 你会了吗 李木塔一听 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哎呀 我给忘记了 我这就去写字说着 急忙向屋内跑去 跑了几步 有折回到陆母面前 漂亮奶奶 对不起 我要先去写字了 否则子中哥哥会生气不理我的 以后有时间 我再陪漂亮奶奶说话 陆母若有所思地看了赵芸一眼 刚刚她提到医院保洁时 赵芸好像很紧张 去吧 小心点 别摔了 不会写也没关系 我告诉大宝 不准她生你的气 陆母此时是越看李木塔 越像自己的孙子 不用 二十字没什么难度 我一个小时就会被回没了 李木塔冲她摆了摆手 跑进了屋内 陆母回头看了赵芸一眼 看你的年龄生木塔时 应该是高龄产妇了 挺不容易的 赵芸猛地低下了头 嗯 生木塔时 我三十八岁 她的声音很轻 因为是低着头 陆母看不出她脸上的表情 三十八岁 年龄确实不小了 怎么这么晚才啊孩子啊 身体不好 一直怀不上 看了很多医生 吃了很多药 到了三十八岁 才好不容易有了木塔 赵芸说这话时 是吗 我听说吃药多了 孩子身上会长胎记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木塔身上有没有什么胎记啊 赵芸突然惊慌地摇了摇头 没 没有 我们家木塔生下来时 身上很干净的 没有一点胎记 陆母起身 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然后伸了个懒腰 太阳越来越毒了 我该下去了 你忙吧 夫人 慢走 赵芸在陆母身后 长长地松了口气 陆母下楼之后 直接给陆陈旭打了电话 她怀疑李木塔 很可能就是四宝 只是 电话打通之后 却一直没有人接 她很奇怪 又给小楼打了电话 过了好久 小楼才接通 听声音 小楼好像在医院 背景很吵呢 小楼 你们陆总呢 怎么不接电话 陆母皱眉问道 小楼回头看了一眼 被记者团团围住的陆陈旭 解释 陆总正在开会 你有什么事 我待会帮你转到他 会议几点结束 事情关系到四宝 陆母没有说 这个 说不准 这样吧 等到会议结束了 我让陆总给您回个电话好吗 好吧 你告诉他 我有急事找他 让他一定记得给我回电话 好的 我一定帮您转达 小楼刚刚准备挂断电话 却听到陆母又说道 小楼 你在医院吗 怎么这么吵 小楼愣了一下 赶紧咳嗽了两声 是 我最近感冒有点不舒服 趁着陆总开会的时间 来医院拿些药 这样啊 天热 你注意身体 别太贪量了 陆母好心地 嘱咐了小楼几句话之后 挂断了电话 小楼这才擦了擦头上的汗 长出了口气 白昊在他身旁 同情地看了他一眼问 是陆夫人的电话 小楼点了点头 今天早晨八点左右 陆二少不知道什么原因 和杨海川在华大附近的公寓内吵了起来 一气之下还动了手 最后 不知怎么回事 却将刘子夏的母亲赵云 从楼梯上推了下去 撞伤了头部 如今人还在抢救中 刘子夏的父亲 情急之下报了警 警察将陆成宇和杨海川扣押了起来 陆成宇作为新月传媒的总经理 本身在网络上就有一定的知名度 有邻居偷拍了当时的视频 并上传到了网上 因此 一大群媒体记者第一时间涌进了医院 正好遇到亲自来处理问题的陆成旭 一下子就将他围了起来 媒体的人不依不饶 连番提问 陆总 请问杨海川是谁 为什么您的弟弟会和对方打起来 听说受伤的赵女士 他的女儿是杨海川的未婚妻 是不是您的弟弟 抢了人家的未婚妻 所以 两个人才打起来的 听说华大附近那套公寓 是您弟弟从您的手里要过去 特意让刘子夏住的 有这回事吗 陆成宇先生 作为新月传媒的总经理 品行如此不良 您是否会考虑撤销他的职务呢 作为陆成宇先生的哥哥 你对他的行为有什么评价吗 陆成旭一直冷冷地 听着媒体的问话 等他们几乎所有人都问了一遍之后 才清了清嗓的开口 对于这件事 我相信 警察一定会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另外 我很负责人地告诉大家 刘子夏并不是杨海川的未婚妻 他们已经分手了 刘子夏 只是新月传媒的一名员工 他的父亲古哲出院 暂时没有地方住 公司处于对员工的爱护 因此才腾出了那套公寓 暂时让他们一家三口居住 至于杨海川 我本人不想多做评价 相信网民 已经将他的所有个人信息 都人肉了出来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看 希望媒体朋友 在事情的真相 没有调查出来之前 遵守应有的职业道德 不要做出虚假的报道 另外 大家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第219章 事情的经过 回答完媒体的问题之后 工作人员拦住各路媒体记者 陆承旭这才得以脱身 白昊和小楼赶紧走了过去 陈宇那边怎么样他问白昊 白昊轻叹了口气 一言难尽 我刚刚联系了律师 律师说 他在警局当着警察的面 又动手打了杨海川 杨海川扬言要告他呢 陆承旭不自觉地皱了皱眉 看向小楼 媒体那边处理得怎么样了 小楼赶紧回答 我已经按照您的指示 找人将杨海川吃回扣 出轨 打女朋友的信息和相关照片 发到了网上 网民现在正一边倒地骂他们 陆承旭回头看了一眼 一直蹲在急救市角落里 由同事陪着 早已六神无主的刘子夏 叹了口气 我们现在去警局 找到陈宇 弄清楚事情的经过再说 早上 他刚到公司 就接到了弟弟的电话 说是刘子夏的母亲 从楼梯上滚落下来 昏迷不醒 人刚刚被救护车拉走 自己有事走不开 让他亲自过去帮忙处理一下 在去医院的路上 他在手机上看到了 弟弟和杨海川争吵 打架 还有弟弟被警察带走的视频 新月传媒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来到医院之后 他向刘子夏询问情况 可是那个女孩已经被吓傻了 问什么都不说 一直摇头 哭泣 想要知道真相 只能去找陆承宇了 他们很快来到警局 见到了头发凌乱 右脸红肿 衣袖少了一个的陆承宇 杨海川站在距离陆承宇 无米远的地方 整个人被打得已经看不清长相 一条腿瘸着嘴里骂骂咧咧 陆承宇 别以为你有钱 就能这样随便欺负人 我要去告你 让你坐牢 陆承宇又要冲过去 被警察拦住 这里是警局 都给我老实点 陆承旭已经让律师和警局的人 打过招呼了 直接走过去 将陆承宇给拽进了另一个房间 陆承宇 你已经二十八了 做事能不能长点脑子 妈的血压高 奶奶的心脏不好 你就不能为了他们两个 消停一段时间吗 陆承旭直接将他甩在了凳子上 怒斥 陆承宇看了自己哥哥一眼 像是个做错事的孩子 理亏地低下了头 哥 这次真的不怪我 是那个杨海川欺人太甚 他欺负你了 陆承旭恼怒地反问 真的为这个弟弟感到头疼 陆承宇仰起头 一脸愤愤不平 他没有欺负我 可是他欺负刘子夏了 陆承旭一脸无语地叹了口气 刘子夏和你是什么关系 你为了他连星月传媒 总经理的位置都不要了吗 你可知道 杨海川已经找了律师 去医院验商了 你要是被刑拘 这可是一生的污点 你考虑过家人的感受没有 我 陆承旭低下了头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吧 这样我才能想办法救你出去 陆承旭一脸无奈 陆二少看了看他身后的白昊和小楼 有些犹豫 陆承旭不耐烦地瞪他 他们都是自己人 你现在觉得丢人了 刚刚打人的时候 怎么不先想象你和杨海川打架的视频 早就被人传到了网上 现在全宇成的人都已经知道了 陆承旭这才低着头 极不情愿地讲述了一遍事情的经过 原来 为了让刘子夏安心住在华大那个公寓 他向征信地收了一些租金 并且和刘子夏签订了租房合同 将房子租给了他 刘子夏的父亲昨天才出院 出院之后就直接搬到那个公寓里住了 陆承旭今天早上特意买了一些早点 去看望刘子夏的父母 谁知 还没有进门 就听到了杨海川和刘子夏吵架的声音 他偷偷听了一会儿 原来杨海川在投资公司上班的时候 早就遇到了一个宇成本地的女孩 那女孩父亲是名医生 母亲开了一家五金店 家里在宇成有三套房 一直在追杨海川 只是 那个女孩个子有点矮 人还有些胖 因此 杨海川一直在他和刘子夏之间犹豫不决 直到买房 说好的房产证上 写两个人的名字 首付一家一半 可是到了最后 刘家却只出了十万 尽管刘子夏的父母一再解释 等到她的父亲腿伤好了之后 会将剩下的十万块补上 可是她还是觉得自己被欺骗了 又加上刘子夏怀孕 她觉得对方只能嫁给她了 因此更加的变本加厉 那天 在医院门口被陆成瑜打了之后 她突然顿悟 觉得女人的外表突然不那么重要的 物质才是生活的根本 因此 回去之后 她就打电话给那个胖女孩 两人竟然在他们租的房子内 滚起了床单 刘子夏回来之后 正好撞见 杨海川恼羞成怒 将刘子夏的衣服都打包扔到了马路上 还污蔑刘子夏和陆成瑜有一腿 然后 碰巧的是 又被陆成瑜撞见 陆成瑜又打了她一顿 杨海川想了几天之后 觉得憋屈 给刘子夏打电话 可是刘子夏直接将她拉黑了 她后来从刘子夏同事那里 要来了地址 直接杀到了刘子夏家里 当着刘子夏父母的面 把刘子夏贬低得一文不值 还反咬一口说 刘子夏怀的孩子根本不是她的 因此要求刘子夏和她去房管局 放弃那套房子 至于刘家出的那十万块钱 杨海川则厚颜无耻地说是 刘家应该给她的补偿 一分也不肯归还 陆成瑜在门外一听 当即打开门 二话不说 就将杨海川揪到楼梯间 两个人很快就打了起来 刘子夏的妈妈赵云 赶紧上前去劝解 当时 陆成瑜正好被杨海川推了一下 没有站稳 直接撞在了赵云身上 赵云身后就是楼梯 整个人直接滚了下去 头重重地撞在了地上 陷入了昏迷 刘父腿部骨折 坐在椅子上 急得抱了紧 因为陆成瑜的身体特殊 邻居听到声音后 纷纷出来拍照 很快 新月传媒总经理 抱养大学生 和大学生的男朋友 争风吃醋 打架商人的新闻 就上了热搜 陆成瑜了解了事情的始末之后 无语地摇了摇头 陈瑜 这件事闹得太大了 股东们已经纷纷给我打电话 要求免去你新月传媒总经理的职务 你也不晓了 该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第220章 找杨海川谈判 听了哥哥的话 陆成瑜沉默地低下了头 这一次 他确实太冲动了 这些天 他刻意在公司打听了一些 关于刘子夏的情况 这个女孩为人善良 低调 不张扬 不虚荣 能吃苦 对杨海川一心一意 是个难得的好女孩 因此 当他听到杨海川那些污蔑的话时 顿时火冒三丈 一怒之下就冲了进去 想要教训他一番 陆成瑜看弟弟低着头 整个人都没有了精神 有些不忍心在责备他了 陈宇 你对刘子夏 到底是什么心态 想过和他结婚吗 如果没有 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我会让刘子夏 离开新月传媒 然后收回那套公寓 让他彻底远离你的生活 这样对你 对他都好 陆成瑜一听 有些着急了 哥 你不能这么做 他没有错 一直都是我主动接近他的 他父亲的腿骨折了 需要敬养 如今妈妈也住院了 全家所有的收入 就是他的工资 看他如此维护刘子夏 白昊有些惊讶 二少 你这次该不会来真的 爱上了这个刘子夏了吧 陆成瑜猛地一论 我爱上了他 小楼接着说道 二少 你可是情场高手 不会连这个都不确定 你要是不爱他 新月传媒那么多员工 你为什么只关心他一个人 还三番四次地为他出头 费尽心机 让他租滑大的那个房子 看到杨海川欺负他 一次次为他暴打不平 这不是爱是什么 一直以情场高手 著称的陆二少 满脸迷茫 他爱刘子夏吗 以前那些女人 都是主动接近他的 不需要他费什么心思 只需要他勾勾手指 就会主动地爬上他的床 看着顺眼的 觉得还不错的 他就试着交往一段时间 新鲜进过了 给些补偿 也就分手了 可是 面对刘子夏 他好像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 觉得他很善良 纯洁 像是一朵长在深谷的兰花 未经逝世 激起了他强烈的保护欲 他想天天听到他的声音 看他面对自己 略带羞涩的浅浅笑脸 不能忍受任何一个男人 欺负他 污蔑他 难道这就是爱吗 一直自诩 对感情十分了解的陆二少 迷茫吗 陆陈旭看他半天没有反应 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想好了 给我一个答复 说完 他转身准备出去 陆陈宇伸手拉住了他的胳膊 声音委屈 哥 你去哪 不管我了吗 陆陈旭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抬手做事要打他的头 却在落下手掌时 控制了力度 我亲自去找杨海川谈判 让他撤销起诉 说完 静止开门走了出去 白昊在他身后 拍了拍陆陈宇的肩膀 二少 你呀 太不让人省心了 他的话音刚落 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 接通之后 不知对方说了什么 突然皱起了眉头好的 我知道了 马上过去 陆陈宇和小楼 都好奇地看着他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杨海川的父母 带人去了装修现场 要卖房子和工人打了起来 杨海川和刘子夏的这套婚房 是新月家庄和电视台 打造的第二期节目 主题是为了展现 年轻人之间美好的爱情 和相互携手 共创美好未来的决心 装修刚开始时 已经邀请杨海川和刘子夏 拍了一些宣传片段 放到了网上 进行宣传造势 现在装修接近尾声 电视台那边 也已经确定了 节目的播出时间 还有最后收房时的拍摄时间 可是 刘子夏和杨海川 突然分手 白浩本来已经和这对 曾经的小情侣商量好了 让他们在收房时 来演一场戏 将这期节目 做一个完美的收尾 可是谁能想到 因为陆二少两个人之间 竟然闹成了这样 现在还直接要卖房子 这样电视台那边可怎么办 节目要是凉了天窗 他们新月 家庄要怎么向观众交代 陆辰宇愤愤地站起身 又是杨海川 白浩急忙将他按在椅子上 二少 你就别添乱了 乖乖地在这等 着陆总将 你就出去 说完之后 白浩急匆匆地离开了警察局 陆辰宇 在另外的一个房间内 见到了满身 是伤的杨海川 他拉了一把凳子 在杨海川面前坐下 盯着他 没有说话 杨海川看了他一眼 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 撤了撤 仰起头 别以为你们陆氏 有钱就可以随意欺负人 我告诉你 我会马上去医院验商 让陆辰宇去坐牢的 陆辰宇嘴角 微微勾了勾 哦 是吗 那你认为他 把你打成这样会判几年 至少也要一两年吧 好 就按你说的 他打伤了你 判两年 两年之后 他出来 还是我陆辰宇的弟弟 有我在 他依然能活得风生水起 你呢 你想过自己得罪了 陆氏集团的下场吗 陆辰宇的声音淡淡的 但是却急剧威胁 杨海川咽了咽口水 你 你什么意思 你说呢 你和你们公司 那个胖女孩的事情 你利用职务吃回扣 还有你高中时偷东西的事 我已经都找人 全部传到了网上 你说 在宇诚 你还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吗 杨海川满脸 惊讶和愤怒 你 你们找人调查我 对于他的反应 陆辰宇很满意 点了点头 是 这还只是开始 如果你执意要让我弟弟坐牢 我有的是方法和手段 让你活不下去 而且 你还没有办法告我 谴责我 因为大家都会认为 你是罪有应得 杨海川盯着陆辰宇的脸 看了半天 突然泄起你想怎样 撤销诉讼 我给你留一条生路 这样 你至少能顺利和那个胖女孩结婚 留在宇城 杨海川忍不住冷笑 陆总真不愧是商人 算计得真好啊 你弟弟把我打成这样 至少要给个医药费吧 陆辰宇冰冷的眸子中 划过一丝不屑 这样的男人 刘子夏当初是怎么看上的 他站起身 连看都不想再看他一眼 你撤销上诉 在网上做一份声明 是你和胖女孩好上之后 抛弃的刘子夏 为了让他放弃之前 共同买的房子 去他家骚扰威胁 我弟弟是因为打抱不平 才会和你打起来的 做好之后 我给你三十万 杨海川正准备反驳呢 听到他最后的一句话 顿时闭了口 三十万 他要不吃 不喝四年才能攒到 有了这笔钱 再加上之前卖房子的钱 他就可以全款在宇城 买一套稍大点的房子了 这样 即便是和小胖分手了 他在宇城也能站住脚了 第221章 对治养母 杨海川不再犹豫好 我答应你 陆辰旭回头鄙夷地看了他一眼 成交 然后开门走到了另外的房间 和相熟的警察交代几句之后 签了字 直接去隔壁房间 将陆辰宇带了出来 白昊呢 他有些奇怪 自己只不过是去和杨海川 谈了十分钟而已 白昊这小子就跑了 真是不够意思 小楼解释 杨海川要卖房子 他的父母和施工现场的工人 打了起来 白总赶过去处理了 陆辰旭点了点头 想了一下问 距离新月家庄第二期节目播出 还有多长时间 小楼计算了一下 正好一星期 好 将之前的拍好的视频都取消了 然后做出说明 因为杨海川人品出现问题 新月家庄决定取消 对其的免费装修项目 小楼愣了一下 可是 那第二期节目怎么办 主题不变 通知白昊 立刻找另外一对年龄相仿 即将结婚的恋人顶替 调动所有人员 一星期内搞定装修以及拍摄 陆辰旭声音沉稳 思路清晰 这个 是不是有些太敢了 小楼有些担忧 陆辰旭看了他一眼 七天 搞定一套婚房的装修 你不觉得 这本身就是一个 很好的话题和卖点吗 小楼恍然大悟 好的 我立刻通知白总 不计一切代价 历程在七天内搞定一切 幸福小区内 墨小蝶接到消息之后 立即赶了过来 但是却还是晚了一步 杨海川的父母 带着亲戚 已经将房间砸得一片狼藉 他去的时候 杨海川的亲戚 正在和公投争吵 并且狠狠地推了公投一把 眼睛朝上 一脸高傲 这房子是我大侄子的 已经卖了 对方不喜欢这样的装修风格 我让你拆了怎么了 公投毫不示弱 回推了他一下 你算老几 我们是新月家庄请来的装修队 凭什么要听你的 杨海川的母亲跳出来 指着公投的鼻子大骂 你一个下苦力打工的 你有什么 我告诉你 这房子 我们昨天已经卖出去了 对方昨天晚上来看过房子 说是很不喜欢这种装修风格 你去告诉你们的老板 让他三天之内 将房子恢复原样 杨海川的母亲 趾高气阳 丝毫不将这些工人看在眼里 在公投气得要动手时 莫小蝶冷笑着走了过去 及时制止了公投 然后盯着杨海川的母亲 林立对公投说道 我不是说过了 施工重地 闲人免禁吗 还不将这些人给我赶出去 受伤了我负责 工人们早就被这群人气的火冒三丈了 一听这话 直接动手 杨海川的母亲一听 竟然从身旁 抄起了一块长约一米的木板 怒指着莫小蝶 这可是我们的房子 你是谁啊 竟然敢让这些工人 看了他一眼 我如果没有记错 这套房子 应该是杨海川和刘子夏 共同出钱买的 你是谁 凭什么在这里大呼小叫 指手画脚 杨海川的母亲头一扬 腰一挺 一脸自豪 杨海川是我儿子 这房子 我说卖就卖了 是吗 那刘子夏呢 我记得他们好像说过 这房子是两家人 共同出钱买的 房产证上 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你一个人 说了可不算 他早上刚到公司 阿牧竟然在等着他 因为上次抓获梅姨 红威帮了他们很大的忙 因此 他很热情地将阿牧 请进了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之后 阿牧犹豫了一会儿 掏出一张图纸递给了他 说是红威卖的那套房子 他做了装修设计图 想让莫小蝶帮忙看看 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地方没有 他看了一下 发现阿牧在设计方面 很有想法和天赋 于是 就跟着他去了现场 那是一套89平的两室一厅 通过现场和图纸的对比 他很难相信 阿牧竟然没有学过设计 帮着阿牧指出了 两处存在漏洞的地方 他发现 阿牧在这方面很有灵性 几乎是一点就通 阿牧告诉他 自己已经参加了成人自学考试 准备去学设计 他正准备趁机邀请阿牧 去新月家庄给自己做助理时 就接到了公投的电话 这才急匆匆地赶过来 因此 根本就没有时间看手机 也不知道陆二少闹了这么大的事 刘子夏和杨海川早就成了仇人 杨母听到他提到刘子夏 不懈地撇了撇嘴 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我儿子早就不要他了 水性杨花 刘子夏 莫小蝶皱眉 杨母并不认识莫小蝶 不知道他和陆教的关系 抬高了声音室啊 我才知道 他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傍上了他们公司信录的老板 还怀了那个老板的孩子 栽赃丢儿子 说是我儿子害他流产的 还让我儿子去伺候他 那个女人太不要脸了 我儿子真的是瞎了眼 莫小蝶大概听陆成旭 说过一些关于陆成宇 和刘子夏的事情 听到杨母 竟然如此污蔑这两个人 猛然抬头盯住杨母 眼神凌利 我听说他们两个人 已经分手了 这套房子给了你儿子 杨母趾高气阳 一脸得意 那是当然了 他给我儿子戴了绿帽子 做了那么不要脸的事 怎么好意思要房子 那刘家出的买房的钱呢 莫小蝶实在是没想到 杨海川的家人 竟然如此无耻 当然一分钱也不会给他了 我儿子那么优秀 追他的人多了去了 不找他刘子夏要赔偿 就已经不错了 杨母沾沾自喜 很是得意 莫小蝶在心里 默默为刘子夏叹了口气 这女孩脑子当初是浸了多少水 才会看上杨海川这样的渣男 如此看来 他们之前让刘子夏和杨海川 在收房时 假扮情侣这个方案 很可能行不通了 一个星期后 电视台的节目就要播出 这可怎么办 这期节目 关系到新月家庄的未来和声誉 他必须想办法解决才行 虽然很不想看到 杨母那副小人得知的嘴脸 但是为了新月家庄 莫小蝶 还是不得不上前去找他商量 这个人眼睛里都是钱 事情应该有解决的余地 想到此处 他清了清嗓子 你的房子真的已经卖了 第222章 厚颜无耻的抢家具 杨母看了他一眼 当然了 昨天晚上对方刚看过 很满意 今天就准备签合同 可是 你儿子这个房子 和我们公司签订了免费装修合同 是要上电视节目的 这个你知道吗 莫小蝶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一些 知道 可是 他们分手了 这房子 我们不住了 而且 当初是你们自己选择要给他们免费装修的 又不是我求你的 怎么 现在还想讹我们啊 杨母瞪了他一眼 莫小蝶深吸了一口气 尽量平复一下自己愤怒的情绪 我们商量一下好不好 你和买你房子的人说一下 将这个房子 再借给我们一星期 算我们出钱租的 等到节目结束之后 我们按照他的要求 将房子恢复原样 如何 杨母一听给钱 眼睛顿时一亮 你们打算一星期给多少租金 你想要多少 杨母想了想 伸出一根手指头 一万 莫小蝶盯着他 冷笑道 你这是抢银行呢 这样小的房子 一星期要一万 你可真敢要 反正钱又不是你出 都是你们公司出 你怕什么 你的目的 不就是完成工作吗 如果我不答应 你好像没有办法交差吧 杨母一脸的算计 莫小蝶真是看不惯他这种小人得志 趁机讹人的嘴脸 想要直接拒绝 可是想到电视台的节目 又有些犹豫 杨母看他犹豫 接着说道 我看过你们的宣传 收房的时候 我儿子还要出现 你如果给一万租金 我可以考虑说服我儿子 帮你们做最后的拍摄 莫小蝶本来是想着 将房子租下来 在收房的时候 让刘子夏一个人出现 随便以出差的理由 向观众交代一下 杨海川的行踪就行了 现在杨母突然这么说 他又有些动摇了 如果杨海川和刘子夏 能够同时出现 节目的效果会更好 他刚准备答应 身后突然传来了 白昊的声音 不用了 既然这个房子已经买了 那么这次装修就此结束 白昊缓缓地从门口走了进来 看了一眼被打杂的东西 嘴角勾了勾 杨海川的家人 果然好算计 场面看着凌乱 其实打杂的 都是些不值钱的小件东西 真正值钱的柜子 桌子 定制沙发 都没有动 他走到宫头面前 指了指屋内的家具 客气地说道 隔几个这些天辛苦了 这屋内的东西 桌子 柜子 沙发 你们要是有看中的 就找人搬回去吧 算我们星月家装免费送给你们的 莫小蝶不明白 他是什么意思 有些着急的 想要阻止他 白总 装修结束了 我们的节目怎么办 白昊给了他一个 稍安物躁的眼神 我自有办法 蓝总监不用担心 工人一听 顿时有些激动 白总 您说的是真的 白昊站直了身体 仰起头 我作为星月家装的总经理 说的当然是真的了 今天搬完东西之后 隔几个先休息一天 我估计从明天开始 你们就要辛苦加班了 来的路上 他接到了小罗的电话 听了陆陈旭的决定之后 他很赞同 与其让杨海川和刘子夏 假扮恩爱欺负观众 还不如以七天装修好 一套婚房为卖点 再选一户进行装修 这样说不定到时候 收视率会更高 同时也无形地 宣传了星月家装的工作效率 杨母看到工人 要搬那些值钱的东西 顿时不乐意了 他一进屋 就看到那些柜子 床 沙发都很值钱 还想着搬回去自己用吗 这下倒好 这个白总一来 直接大方地将东西送人了 这可惹恼了杨母 她微胖 回屋的身形往门口一站 瞬间降门堵得严严实实的 这是我们屋内的东西 你们凭什么搬走 工人一听 不乐意了 你们的东西 我呸 当初你儿子和星月公司 签订了合同 配合星月公司 完成所有的节目制作 才能享受免费装修的优惠 现在还没有收房呢 你们就先毁约 将房子卖了 现在还有脸书东西是你的 脸皮咋那么厚呢 是啊 是啊 我从小到大 还真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星月公司没有向他们要违约金 她倒反过来想额钱 真是太不要脸了 怪不得那个女孩 要和她儿子分手呢 摊上这样一家人 搁谁都分手了 工人们的话有些刻薄 养母怒瞪着眼睛 用手指着工人 向他们家那几个亲戚喊道 拉住他们 这些东西 都是我儿子掏钱买的 不能让他们搬走 他的亲戚们 很快就走过去 按住家具 不让工人们搬 莫小蝶走到养母面前 冷冷地质问 这些东西是你儿子买的 在哪儿买的 多少钱 发票呢 如果这些问题 你都能回答出来 我就让他们 将这些家具都放下 养母有些心虚 这 我儿子买的 我一个乡下妇女 怎么知道在哪儿买的 有没有发票 莫小蝶回头看了一眼 她的那些亲戚 抬高了声音 我不仅知道 这些东西是在哪儿买的 还知道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 我还有收据 如果你们再这样闹下去 我可是要报警了 让警察来处理 杨海川的那些亲戚一听 有些害怕 后退了几步 不再阻拦 养母一看 立刻说道 你们别听她的 她是在吓唬你 工头将手中的椅子放下 走到养母面前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可是这次装修的总设计师 所有的装修材料 都是她亲自去买的 她吓唬你 待会儿警察来了 你拿不出证据 可是要坐牢的 听了工头的话 养母站在门口的身形 微微动了动 工头趁机猛地推了她一把 你让开点 别被撞上了 我们要搬家具呢 养母后退了几步 蹲坐在地上 工头趁机向身后的工人一挥手 工人们抬着桌子 就走了出去 养母心有不甘 急忙从地上跳起来 想要去阻止 却被亲戚拉住 姐 算了吧 要是他们手里真有发票 警察来了 我们可就不好说了 养母还想要闹 白号却已经装模作样地 将手机放到了耳边 喂 警察局吗 这里有人要抢我们的东西 你们能不能过来一趟 养母这才后退了一步 指着白号他们 你们等着 我儿子他可是在大公司上班 我一定会让他将这些东西要回来的 说完之后 转身向就走 却突然被脚下的一块木板绊了一下 整个人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被亲戚扶起来之后 发现两颗门牙竟然被磕掉了 看着养母狼狈的模样 白号和莫小蝶不厚道地笑了起来 第223章 讨论选择下一套户刑 出了幸福小区之后 莫小蝶苦笑着问白号 白总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距离节目播出只剩下一星期时间了 白号抬手揉了揉太阳穴 看看时间回公司开会 中午下班之前 选出同类型的另外一套婚房 用七天时间完成装修和拍摄 电视台那边我已经沟通过了 没什么问题 七天装修一套婚房 莫小蝶的眼睛一亮 白总 你可以啊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卖点 白号看着他雀跃的表情 摇了摇头 你们果然是夫妻 我以为你会惊讶 抱怨 觉得时间太短来不及 没想到你竟然和你们家那个资本家老公一样 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卖点 唉 不是一家人不经一家门啊 白号感慨万千 两个人很快回到公司 临时召开会议 讨论选择下一套参与免费装修的房子 可是 在报名的网名中 连续选择了好几套 都不太合适 有的不符合这一期的主题 有的虽然附和了 可是地址却不在宇城 时间上来不及 有的虽然房子在宇城 房主却出差在外地 无法配合电视台的拍摄 白号一直不停用手揉太阳穴 整个人靠在椅子的后背上 这可怎么办 我们没有时间了 会议室内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石宇萌看着白号 语气有些不满 一星期内 选择确定客户 设计图纸 完成装修 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说完之后 他又看了一眼莫小蝶 这次和电视台合作的免费装修项目 一直是由蓝总监负责的 出了这样的事 蓝总监不说点什么吗 莫小蝶此时正盯着眼前的笔记本电脑屏幕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 阿牧和红威的那套房子 阿牧早上来找过他 装修图纸基本上已经确定 他和红威是从高中就在一起的情侣 马上就要结婚了 很符合这一期的主题 如果选择阿牧和红威的那套房子 一星期内 加班加点 应该不成问题 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因此并没有听到石宇萌充满挑衅的问话 石宇萌看他半天不说话 以为他无话可说 想不到办法了 嘴角得意的上扬 盯着莫小蝶再次开口 蓝总监这是什么也不想说啊 也对 不管蓝总监做了什么错事 闯了什么祸 给公司带来了多大的损失 有陆总在 谁也不敢说什么 说完之后 他停顿了一下 看了看和莫小蝶一起负责这次免费装修项目的同事 口气中有些愤愤不平 你是陆总的老婆 没人敢指责呢 可是 这些辛苦了这么长时间的普通员工呢 本来还想着 这次节目能够成功播出打响新月家庄的知名度 多领一些奖金呢 他一脸惋惜 这下 他们的奖金不仅泡汤了 估计还要被骂 蓝总监做人可不能这么不厚道 这些话一字一句都说在了那些跟着莫小蝶的员工心里 他们看莫小蝶的眼神更加不满了 好像所有的责任都是莫小蝶造成的一般 王莉莉小声的和他身旁的一个同事嘟囊 还好我当初跟了石总监 你真可怜 忙碌了快一个月 却连奖金都没了 谁让我这么倒霉呢 原以为跟着蓝总监可以多学些东西 谁知道他的能力这么差 挨着他们的另一个同事 也口气哀怨地随声附和 是啊 人家有陆总 是总裁夫人 我们可怎么办 我每个月还有房贷要还 本来指望着第二期节目圆满结束 可以领到奖金呢 看来要泡汤了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看到石宇萌一脸得意的表情 莫小蝶假装没有听到同事们的小声议论 清了清嗓子看向白昊 白总 对不起 我出去打个电话 说完 不等白昊说话 他就直接走了出去 石宇萌立刻在会议室内 阴阳怪气地说道 总裁夫人就是不一样 你瞧瞧 负责的项目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人家像没事人似的 去打电话了 说完之后 他看向白昊 白总 即便蓝总监是陆总的夫人 可在新月家庄内 还是你手下的员工 他这样随心所欲 没有一点纪律性 你不能不管啊 白昊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疑惑地反问 他刚刚已经向我请示过 我也已经答应了 石总监没有看到吗 还有 这次的事情 和蓝总监根本没有关系 选择给杨海川免费装修 是公司领导层 经过商量共同决定的 第一期节目出了意外 也都是蓝总监不辞辛苦 想办法解决的 这第二期 蓝总监从接手开始 就一直认真负责 几乎每一天都要去施工现场 查看一次 即便是出差在外 也会打电话询问情况 杨海川和刘子夏分手 这是他们的私人感情问题 和施工的过程 质量 没有一点关系 如果石总监一定要追究责任 那么责任在公司的领导层 没必要让蓝总监一个人背过 白浩的声音虽然淡淡的 但是却透露着威严 他盯着石宇萌 突然觉得自己一直执着 放不下少年时期的暗恋 其实很可笑 眼前的女孩 早就不是曾经爱笑的那个他了 石宇萌脸色微变 唇角一出一丝不甘心 白总 您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他的语气中暗示着 白浩是因为惧怕陆陈旭 所以才故意替莫小蝶说话的 白浩嘴角轻笑 直直地盯着他 哪里 石总监这次回来 才是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呢 你知道 大家最讨厌哪种女人吗 你什么意思 石宇萌有些不解 他就坐在白浩的右侧 此时 白浩亲身上前 用只有他们两个人 才能听见的声音说道 世人最讨厌小三 陆总已经结婚 你好自为之 石宇萌被他直接揭穿了心思 愣了一下 随即脸胀得通红 想要发作 但是碍于这么多同事在场 只能咬牙忍着 这时 莫小蝶却一脸欣喜地 推门走了进来 第224章 选中红威的房子 他直接走到白浩面前 白总 搞定了 下午联系施工方和电视台 明天就可以正式开工 大家辛苦一星期 绝对能够顺利完成这期节目 白浩眼睛一亮 搞定了 免费装修的对象是谁 房子在哪 莫小蝶走到自己的位置上 没有坐下 而是站着面向打架 房子就在宇成 是一对从高中时期 就相恋的年轻人 女生考上了大学 男人落榜 但是两个人却没有分手 男生陪同女生 一起来宇成上大学 女生大学毕业之后 两个人就一起留在了宇成 他们都很努力 有梦想 男生之前送外卖 最近在自学室内设计 准备去参加成人考试 女生从小学舞蹈 能唱会跳 准备开一间少儿舞蹈 音乐工作室 他们刚刚借钱买了房子 正准备装修之后结婚 图纸是男主人亲自设计的 很不错 不需要进行太大的改动 他刚刚出去给红威和阿牧 两个人打了电话 他们听到要免费 给他们装修房子时 都乐疯了 非常同意 愿意全力配合电视台的拍摄 真的吗 这可太好了 我们这个月的奖金 还有希望 有同事高兴说道 石雨萌本来想看到 莫小蝶狼狈 被同事们嫌弃呢 没想到 他竟然这么快 就找了合适的装修对象 是吗 如此合适的装修对象 人在哪 房子又在哪 石雨萌被白昊指责之后 心里不爽 故意找查 莫小蝶看向白昊说道 房子的户主 是红威和他男朋友阿牧 他们都在宇城 房子就在西城四环附近 红威 白昊不自觉地皱眉 该不会是新月传媒 陆二少前一个绯闻女友吧 怎么又和陆二少扯上了关系 他心里有些不安 石雨萌嘴角情笑 露出一副看好戏的神情 蓝总监所说的红威 该不是陆二少的绯闻女友吧 这样的人能算得上例子 蓝总监 你怎么想的 会议室内的同事都同时看向莫小蝶 他们的想法和石雨萌一样 歌手红威和陆二少的绯闻 在前一段时间可是上过热搜的 如今让红威和他男朋友来参加 以展现年轻人之间美好爱情 和相互携手共创未来为主题的装修节目 实在是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观众又不是傻子 这样做 说不定会直接毁了新月家庄的名誉的 白昊也同样有这层忧虑 莫小蝶看向大家 耐心地解释 所谓绯闻 只是为了炒作 明天上午 红威会召开记者会 宣布为了爱情永远隐退 并且在记者会上会详细地 向大家解释他和阿牧之间的爱情故事 同时 新月传媒那边 陆陈宇本人也会同时做出声明 之前的绯闻纯属炒作 尊重红威的选择 并同意和他解约 同时给他送上祝福 我们联合电视台 今天下午去红威和阿牧家里拍摄 今晚加班剪辑视频 明天记者会后 趁着热度在网上公布新月家庄 准备用七天时间 为红威打造温馨浪漫的婚房这一消息 你们说到时候 观众看到一身家居服 素面朝天和男朋友恩爱无比的红威 会是什么反应 高于云看了一眼 气愤到几乎要抓狂的石雨萌和王莉莉 第一个起身 对着墨小蝶竖起了大拇指 观众一定会忘记之前的绯闻 并且对于他未来的婚房设计 充满了好奇 同时还会觉得 陆氏集团重情重义 对员工爱护有加 用这种免费装修的形式祝福员工 我们新月家庄 如果成功地完成这次七天装修婚房的挑战 在家庄领域一定会名声大噪 同时得到更多观众和市民的认可 白号抬头看了看时间 站起身 好 高云云说得很好 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 高云云立刻去联系电视台的人 下午准时去红威家中拍摄 其余的人 24小时听从蓝总监的调牌 说完之后 他停顿了一下 威严地扫射了一圈众人 七天 如果大家加班加点 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挑战 我保证会给你们的奖金翻一倍 说到这里 他看了一眼墨小蝶 嘴角勾了勾 蓝总监和陆总会 亲自请大家吃饭 地方任你们选 他的话音刚落 会议室内大家顿时欢呼起来 好 太好了 白总说话要算数啊 算数 现在 你们立刻去吃午饭 然后开始干活了 白号一声令下 所有的员工都快速地行动了起来 石宇蒙和王莉莉 不甘心地瞪了莫小蝶一眼 不服气地跟着大家走出了会议室 莫小蝶此时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 白总 我现在立刻去红威家里 和他们商量下午拍摄的问题 还有红威召开记者会 宣布退影的事情 新月传媒 陈宇那边的配合工作 还需要您亲自去协调一下 白号看了他一眼 这个没问题 只是 你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莫小蝶一头雾水 就是陆二少和杨海川打架 被警察局带走的事情 都冲上热搜了 我估计陈宇现在 没有心情去配合我们做生命 和杨海川打架 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 因为刘子夏呗 还不小心将刘子夏的妈妈 撞下了楼梯 人现在估计还没有醒过来呢 刘子夏 这个陈宇还真是 莫小蝶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自己的这个小叔子了 不过你也别担心 我尽量努力 让他今晚务必出一份生命 白号以为他有些为难 安慰他 没关系 你尽量去说 如果他不答应 让陆总出面 莫小蝶很不厚道地 将工作丢给了自己的老公 关系到公司的利益和名誉 他相信 陆成旭一定会说服这个 让人头疼的弟弟的 陆总 你们夫妻在家 也是这么称呼对方的 白号有些不解 陆成旭那小子 如果在家里 也被自己的老婆叫陆总 应该很不习惯吧 莫小蝶白了他一眼 没想到白总也这么八卦 白号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纯属好奇而已 莫小蝶没有再理他 收拾了东西 直接离开了会议室 第二百二十五章 确定李木塔的身份 简单吃过午饭之后 他直接去了 红薇和阿木的家中 和红薇谈论之后 一听到要宣布退影 红薇很高兴 整个人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为了不让阿木起疑 你告诉他 因为我的原因 新月传媒同意你们 慢慢还预知 给你的一年工资 他很贴心地提醒红薇 红薇眼中湿润地点了点头 蓝总监 谢谢你 商量好了之后 他和阿木又讨论了一下图纸的细节 并且真诚地邀请阿木 做自己的助理 阿木刚开始还不敢接受 在红薇的鼓励下 最后才勉强答应 陪着电视台拍摄完前期视频 又回到公司安排了相应的事宜 一直忙到晚上快七点 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准备回家 坐上陆陈旭特意给他配的车 拿出手机 发现陆母竟然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 只他一直在开会 在忙着处理各种事情 手机调成了静音 没有听到 他打过去时 手机响了半天才接通 刚一接通 就听到了陆母的抱怨 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都不接电话 陈旭呢 他和你在一起吗 墨小蝶心里一紧 妈 是不是孩子们出了什么事 电话那头 陆母愣了一下 孩子们没事 就是我 陆母突然压低了声音 我怀疑李木塔就是四宝 电话这头的墨小蝶 却猛地抬高了声音 以为自己听错了 妈 你说什么 前面的司机被他吓了一跳 他有些不好意思的降低声音 再次确认 妈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四宝身后 腰间向下的地方 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你看到了 那倒没有 不过我打听出来 赵芬他们一家人 就是青城梦山县人 而且 赵芬的姐姐也叫赵云 当木塔说起 赵云在医院做过保洁时 赵芬的表情很奇怪 阻止了木塔 不让他多说 而且 木塔的生日也是在年底 我下午的时候 想找机会看看木塔的后腰 可是赵芬却对我充满了戒备 一直找理由跟着 不让木塔离开他的视线 墨小蝶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惊得 半天也没有说话 李木塔 他想起了第一次见那孩子的情形 第一次见面 他就懂事地让人心疼 牵动着他的心 他真的会是自己的四宝吗 陆母 看他半天不说话 有些着急了 喂 小蝶 陈旭在你旁边吗 你们两个商量一下 看看怎么才能早点确认木塔的身份 小蝶 你在听吗 喂 喂 一直等到陆母在电话里喊了很多遍之后 墨小蝶才突然回过神 妈 我在听呢 陈旭不在我这里 我现在马上去找他 说完之后 他立刻给陆陈旭打了个电话 直到他还在宇成第一人民医院时 立刻通知司机掉头 很快 他就来到了医院 在ICU门口 见到了陆陈旭 刘子夏 陆陈宇等人 看到他陆陈旭有些惊讶 老婆 你怎么来了 人怎么样了 他指了指身后的ICU病房 刘子夏的妈妈 就是赵芬的姐姐赵云 很可能就是当年在医院抱走四宝的人 已经做了手术 刚刚转入ICU 人还在昏迷 医生也说不准 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陆陈旭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关于赵云的情况 墨小蝶有些疲惫地靠在了身后的墙上 赵云昏迷不醒 看来想要搞清楚木塔的身份 最快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亲自鉴定了 陆陈旭看他一脸疲惫关心地问 老婆 你怎么了 看起来好像很累 墨小蝶摇了摇头 没事 白号来过了吗 来过了 已经说了具体情况 陈宇马上就会回去写生命 你不用担心 陆陈旭心疼地帮他整理了一下 有些凌乱的头发 然后 叫过来小楼交代了几句 搂着墨小蝶说道 你累了 我们先回去吧 好 墨小蝶没有拒绝 这里有陆陈宇 相信没什么问题 眼下 最重要的是 李木塔的身份 坐上车子之后 墨小蝶将陆母的话 对陆陈旭说了一遍 果然 陆陈旭和他一样 很震撼 很惊讶 毕竟谁会想到 他们随手救下的孩子 竟然有可能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呢 老公 我们现在怎么办 怎么才能不引起赵芬的怀疑 和木塔做亲子鉴定呢 陆陈旭想了一下 老婆 别担心 你忘了 我们的大宝和木塔 现在可是好朋友 墨小蝶的眼睛一亮 老公 你的意思 是让大宝去看看 木塔的身后是否有胎记 陆陈旭赞赏地捏了捏他的鼻子 不仅如此 我们还可以利用大宝 找来木塔的头发 或者用过的勺子 碗筷 牙刷之类的东西 去做亲自鉴定 墨小蝶眼睛里 生起了无限的希望 好 就这么办 很快 他们回到陆家 吃过晚饭 安置了三个小女孩之后 他们夫妻俩 悄悄来到墨子仲的房间 墨子仲开门看到 一脸严肃的爸妈 愣了一下 小鼻子皱了皱 妈咪 你们两个人一起过来 有什么事吗 他想了想 自己这几天 好像没有做什么错事 为何他的爸妈会这么严肃 墨小蝶和陆陈旭 走进房间之后 小心地向门外看了看 然后关上了门 墨子仲更惊讶了 发生了什么事 夫妻俩走到桌前 坐了下来 大宝 木塔很可能就是你失散的弟弟 面对高智商的大儿子 陆陈旭没有拐弯抹脚 直接说了出来 果然 墨子仲一脸震惊 你 你们说什么 木塔是我弟弟 惊讶之后 他的小脸上 渐渐露出一丝惊喜 李木塔竟然是他的弟弟 太好了 这样他就永远 不会离开他们家了 就可以永远和他一起玩了 陆陈旭拉住墨子仲的手 大宝 爸爸妈妈现在还只是怀疑 需要进一步确定才行 可是 赵芬阿姨很警觉 已经给我们这些大人有些戒备了 因此需要你帮忙 好 帮什么忙 爸爸你尽管开口 墨子仲拍了拍胸膛保证 墨小蝶接着说道 你先想办法看看木塔身后 腰部向下的地方 有没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然后再想办法 取一些木塔的头发 我们要去做亲子鉴定 墨子重量闪闪的眼睛眨了眨 回身拿出一张空白纸 在纸上画了一个 五角硬币大小的椭圆形图案 扬起脸问墨小蝶 妈咪 你说的红色胎记 是这个样子吗 墨小蝶激动的一把 拉住他的小手 大宝 你是怎么知道的 前几天 我们一起上厕所 我在木塔弟弟的后背上看到过 我问他是什么 他告诉我说是胎记 说是从出生就有了 墨小蝶裂切了一下 瘫倒在陆陈旭怀里 眼泪瞬间流了出来 李木塔 那个懂事的让人心疼的孩子 竟然真的就是他的儿子 第226章 我要见我儿子 想到此处 墨小蝶突然一把推开陆陈旭 开门冲了出去 妈咪 你要上哪去 墨子重被吓了一跳 在墨小蝶身后喊 墨小蝶不说话 开门之后 直接向楼梯跑去 他现在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想要去见四宝 将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亲亲他的小脸 告诉他真相 给他最好的生活条件和爱 糟了 爸爸 妈咪是要上顶楼去找墨塔弟弟 可是弟弟心脏才刚刚手术 会不会被吓到 墨子重着急地提醒陆陈旭 陈旭 身不见底的毛子猛地一缩 和儿子飞快地跑了出去 在距离顶楼的最后一段台阶上 从身后一把将墨小蝶抱住 老婆 你别激动 墨小蝶用力地挣扎 他现在满心满脑都是 墨塔有黑瘦弱的小脸 陆陈旭 你放开我 我要去见墨塔 我要去见四宝 他急得哭了起来 可是陆陈旭不肯松手 紧紧抱住他 老婆 你听我说 他还没有来得及解释 墨小蝶就大声地冲着楼上呼叫起来 墨塔 墨塔 墨子仲下的上前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妈咪 弟弟才刚刚做过心脏手术 你这样吓坏了他怎么办 一句话说得墨小蝶立刻闭了口 是啊 赵芬一家人对四宝视如己出 照顾得无微不至 四宝一直以为自己是他们亲生的 如果现在说出真相 四宝小小年纪 心里 身体情况可能都承受不了 可是 要他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在自己面前 却无法相认 他真的做不到 心里矛盾 痛苦的墨小蝶窝在陆陈旭怀里 失声痛哭起来 李木塔在房间里正在一边看书 一边将不认识的字写在本子上 这些日子 在墨子仲的帮助下 他已经认识了很多字 学会了汉语拼音和查字典 现在能够自己独自地看完整整一本的绘本 他从小就很喜欢中医中药 因此会查字典之后 就要求着李建刚 给他买了一本简易版的本草纲目 如今正一边看书 一边查字典呢 赵芬和李建刚坐在他身后的床上 一脸欣慰地看着儿子 商量着什么时候送他上学呢 墨小蝶的喊声从楼梯处传了过来 赵芬皱眉 我怎么听到了 少夫人在叫木塔的名字 李木塔已经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我也听到了 妈 我去看看 从第一次见到墨小蝶开始 他就从打心眼里 喜欢这个漂亮的亲切的阿姨 很喜欢和这个阿姨说话呢 赵芬犹豫了一下 还没来得及阻止李木塔 已经开门跑了出去 你这孩子 慢一点 他不放心也跟了出去 三楼接近顶楼的楼梯处 陆成旭抱着痛哭的墨小蝶 轻声安慰 老婆 不着急 四宝如今就在我们家里 晚一点再相认也没关系的 可是我忍不住 你知道我这将近七年 是怎么过的吗 我几乎每天都在自责 都会梦到他们小时候 刚出生时的样子 墨小蝶的情绪近乎崩溃 墨子仲心疼地伸出小手臂 也抱住了他 妈咪 弟弟刚刚做过手术 你再忍一忍 陆成旭又接着说道 老婆 你难道忘了翠彦 就是我们急着找孩子 没有顾及他的感受 他才会被范老三失手勿杀的 你也看到了 赵芬夫妇是四宝如亲生 如果我们冲动地说出真相 他们万一失去理智 偷偷带着四宝走了 又或者做出了什么过激的行为呢 墨小蝶停止了哭泣 抬起头 目光中全是泪水 想到翠彦惨死时的模样 他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 是啊 当初如果不是他们着急 执意非要带走大生 翠彦也就不会和范老三争吵 也就不会 虽然翠彦的死是个意外 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可是那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我不杀博人 博人却因我而死 翠彦的死他们多少有些责任 如今 四宝刚刚经历了大手术 还需要好好调理 赵芬夫妇那边 是肯定不会轻易放手的 一切还需要从长计议 想到此处 他从陆陈旭怀中正拖出来 擦了擦眼泪 好 我听你们的 三个人转身正准备下楼时 背后却传来了李木塔的声音 阿姨 子仲 三个人的身形同时一正 墨小蝶缓缓回头 看到李木塔的瞬间 眼泪又流了出来 木塔 他快步走过去 直接将李木塔抱在了怀里 墨子仲紧张地抓住陆陈旭的手 父子俩都紧紧地盯着楼梯上的墨小蝶和李木塔 生怕出墨小蝶冲动之下 说出真相 吓到了李木塔 墨小蝶反常的行为 让李木塔很惊讶 阿姨 你怎么哭了 说着 他伸出小手 帮墨小蝶擦了擦眼泪 赵芬这时 出现在李木塔的背后 看到这个情形 愣了一下 赶紧伸手将李木塔拽回到自己身边 木塔 是你惹哭了邵夫人吗 赵芬低声询问 儿子突然被人拉走 墨小蝶有些失落 赶紧擦了擦眼泪解释 没 没有 木塔很乖的 没有就好 邵夫人这时 赵芬有些局促 也有些不解 今天他一直感觉陆母乖乖的 好端端的 一直打听他姐姐的事 尤其是对他姐姐 当年在哪家医院做保洁 特别的好奇 这让他心里很不安 想起了很久之前 他已经渐渐忘记的事情 七年前 刚过正月 他花了所有的积蓄 通过试管手术 好不容易才怀上的孩子 刚过三个月 突然就流产了 晚上 他和丈夫 看着马桶里的那片血肉 抱在一起 失声痛哭 他的姐姐突然出现在他们家 怀里抱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婴儿 说是在花泽县医院检的 那个小婴儿不哭不闹 忽闪着黑豆一般的小眼睛 看着他 突然咧着嘴笑了 他刚刚失去孩子的心 瞬间被这个无邪 又可爱的笑容给暖化了 于是 他们夫妻俩 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 带着这个孩子去外地 第二天一大早 天刚蒙蒙亮 李建刚就开着三轮车 带着他和孩子去了县城 村里人都以为他是动了胎气 去城里养胎了 他们这一出去 就是两年年 一直到两年后 他们才带着孩子 回到食堂村 因为木塔身体虚弱 瘦小 因此村里人倒是没有怀疑什么 他和丈夫这些年 虽然围了给这孩子看病 吃了很多苦 但是却无怨无悔 因为他们早就忘记了 木塔其实不是他们亲生的指示 今天陆母一再追问姐姐在医院做保洁的事 还询问木塔的胎记 这让他心里很不安 第227章 你姐姐出事了 如今看到莫小蝶竟然抱着自己儿子哭 他心里更不安了 该不会少夫人认识儿子的亲生父母吧 他从没有想过 木塔会是陆陈旭和莫小蝶的儿子 毕竟四胞胎已经很罕见 谁能想到 莫小蝶当年生的是九胞胎呢 想到这里 他不自觉地将儿子拉到身后 莫小蝶看着被他护住的木塔 眼神闪动了一下 话到嘴边却临时改变了注意 对不起 吓到你们了 你还不知道吧 他抬头问赵芬 知道什么 赵芬一头雾水 你姐姐她出事了 我刚刚听到这个消息 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一个亲戚 有杆发 因此才抱着木塔 有些失态 他擦去眼角的泪水 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赵芬非常爱护木塔 现在还不是和四宝相认的时候 赵芬一脸惊慌 少夫人 我姐怎么了 陆陈旭上前一步 搂住墨小蝶的腰解释 他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脑出血 已经动了手术 在宇城第一人民医院呢 赵芬裂切了一下 差点站不稳 幸好被李木塔拉住 木塔 快去叫你爸爸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赵芬的语气惊慌 急促 李木塔立刻转身叫来了李建刚 三个人正准备下楼呢 却被陆陈旭拦住 这么晚了 我让司机送你们过去 说完 他低头看了一眼李木塔 有些担忧地说道 医院人多杂乱 木塔还是个孩子 又刚刚才动过手术 最好留在家里 这个 赵芬想了一下 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可是一想到陆母的试探 有些犹豫 我让李嫂上楼陪他 你们快去吧 陆陈旭的语气不容拒绝 李建刚一听立刻同意 满脸感激 谢谢 谢谢陆总 孩子他爸 这样不太合适吧 赵芬还是觉得很不安 医院不是好地方 木塔刚做过手术 抵抗力弱 出院时医生特意交代过 千万不能感冒了 你忘记了 李建刚看了妻子一眼 对于他今天晚上的行为 很不解 赵芬不再反对 只能将李木塔留在家中 自己和李建刚赶去了医院 爸爸 妈妈路上小心 李木塔贴心地 将他们送到了大门口 陆陈旭和莫小蝶 一直跟在儿子身后 看到儿子这么懂事 被教得这么好 心里五味杂陈 两个人相互看着彼此 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莫子仲走过去 拉住李木塔的手 木塔地点 你爸爸妈妈不在家 你今晚睡我房间好不好 我教你玩游戏 李木塔摇了摇头 不行 你是主人 我们只是来你们家打工的 我不能和你睡一起 一句话 说得陆陈旭和莫小蝶 心酸难忍 木塔 以后这里也是你的家 你和子仲一样 都是这个家的主人 莫小蝶没有忍住脱口出 阿姨你说什么 李木塔的小脸上 划过一丝惊讶 我妈咪的意思是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 我们不分彼此 你不要叫我当成什么主人 木塔 现在可是21世纪 大家都是平等的 以后 我就是你的哥哥 你就是我的弟弟 不准再说什么主人 庸人 打工的之类的话哦 莫子仲及时替莫小蝶解了围 李木塔似懂非懂 可是 别可是了 我们回去吧 你不想去我房间 那我到你的房间陪你 莫子仲拉着李木塔的手 两个人一起转身走了回去 莫小蝶和陆陈旭 跟在他们身后 默默地 看着儿子的背影 老公 怎么办 赵芬他们夫妻对木塔这么好 我不忍心伤害他们 可是又不能放弃四宝 我们该怎么办 莫小蝶疲惫地靠在陆陈旭怀里 心理矛盾 挣扎 陆陈旭轻轻地揉了揉他的头发 语气温柔 老婆 作为妈妈 你最希望的是什么 当然是孩子们都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 木塔他现在很快乐 赵芬他们将他照顾得很好 也教得很好 如果我们现在就揭开真相 木塔他虽然物质上 可能会比现在过得要好一些 可是 他会很痛苦 一边是 带他如亲生的养父母 一边是我们 你让他小小年纪 该如何选择 说出这番话 陆陈旭心理也不好受 那毕竟是他的儿子 他也不想放弃 他也想早一天认回孩子 可是 如果认回孩子的后果是 孩子会痛苦 会难过 会危及他的健康 那么他情愿不相认 每天只要看着孩子 渐渐康康地成长就行了 莫小蝶抬头望着他 老公 我明白你的意思 放心 我不会再冲动了 一切以四宝的健康为重 陆陈旭心疼地 吻了一下他的额头 老婆 对不起 委屈你了 说完之后 补充了一句 放心 赵芬他们欠我们三十万 以他们的为人 不会轻易离开的 我们可以悄悄地照顾好四宝 等到他长大一些 身体好一些了 能够承受这个消息的时候 再告诉他 莫小蝶点了点头抱住他 好 老公 我听你的 陆陈旭想了一下嘱咐道 老婆 这件事现在先保密 我怕妈和奶奶知道了 会不小心说漏了嘴 他的老妈 他太了解了 心直口快 藏不住一点事 如果让他知道了木塔的身份 估计很快全家人都会知道 以木塔的身体状况 他很担心 好 我待会儿就去告诉大宝 让他保密 以他对婆婆的了解 他很赞同陆陈旭的观点 夫妻俩达成一致之后 陆陈旭去哄三个宝贝女儿睡觉了 莫小蝶则直接上了顶楼 推开房门 他就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 坐在窗前的书桌旁 正对着一本书 在进行着激烈的讨论呢 李木塔的声音 传入了他的耳朵 子重 你看看这个 我外面的花盆里 就长得有 这可是一种中药呢 莫子重不在意地说道 不就是蒲公英吗 我在李爷爷家住的时候经常玩 对着风一吹 它的种子就会飘向远方 你只知道它能玩 我却知道 它的用途很多 轻火消炎 去种利尿 可以治疗嗓子疼 牙疼 头疼 你的手上 脚上如果受伤 发炎 红肿了 还可以将它捣碎附在上面 很快就会好的 是吗 小小的一颗蒲公英 竟然有这么大的用途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李爷爷说过 李爷爷可是著名的老中医呢 莫子重歪着头 有点不幸 第228章 给儿子讲故事 李木塔指着面前的书本 你看看 书上写的有 听到这里 莫小蝶有些惊讶 木塔 你看到什么书啊 两个小家伙回头看到他 都站了起来 李木塔将手里的书本举起来 本草纲目 我爸爸给我买的 莫小蝶接过来看了一眼 果然是本草纲目 不过是简易盗版的 木塔很喜欢中医 他拉着李木塔的手 两个人坐了下来 李木塔点了点头 嗯 我想好好读书 然后上中医学院 学中医 治病救人 为什么一定要学中医呢 儿子小小年纪 竟然有如此远大的志向 这样 莫小蝶心里很欣慰 赵芬他们 确实将木塔教育得很好 李木塔歪着小脑袋 王爷爷告诉我 中医博大精深 能够顾本 妈妈说 我小时候早产身体很虚弱 医院的医生 都说我活不过五岁 可是通过王爷爷的中药条理 我却健康地活了下来 有一年冬天刮大风 我半夜突然拉肚子 王爷爷恰好不在家 我妈妈不顾一切 将我抱起来 背着我去镇上的医院 我好了之后 她却因为身体虚弱 邪风入体 出了满身的风疹 养得晚上都睡不着觉 吃了很多西药都没有用 最后还是王爷爷用中药将它治好了 从那时起 我就立志要当一名中医 好好的将中医学发扬光大 好好治病救人 莫小蝶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她抬手温柔地摸了摸李木塔的小脑袋 好孩子 真懂事 李木塔不知想起什么 却失落地低下了头 木塔 怎么了 莫小蝶看到儿子 刚刚还充满朝气和光芒的小脸 突然变得失落 有些着急地问 没什么 只是突然想到 子仲他们马上就要去上学了 而我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去上学 心里有些羡慕他们 你很想上学吗 李木塔仰起头 小眼睛里划过一丝渴望 嗯 好 你这些点好好听医生的话 好好敬仰 阿姨到时候想办法让你 和子仲他们一起去上学 好不好 有大宝在 相信他会好好照顾四宝的 真的 李木塔惊喜的小脸上 露出一丝不可置信 当然是真的了 我回头就和你爸爸妈妈商量一下 如果不信 我们拉勾 莫小蝶伸出了小拇指 李木塔犹豫了一下 想到自己家里的情况 眼神突然暗了下来 不用了 阿姨 我自己在家读书也行的 怎么了 我看你刚刚还副很高兴的样子呢 莫小蝶有些不解 又有些心疼 四宝这么小心的年纪 竟然会有这样无奈的眼神 阿姨 我听说子仲他们要去上的学校 是宇城第一小学 是室重点小学 必须是宇城户口 还要在哪附近有房子才能去 否则就需要很多钱 我们家什么都没有 李木塔又自卑地低下了头 莫小蝶忍不住一把 将他抱在怀中 满眼心疼 没事的 木塔 没事 阿姨在呢 你只要想去 阿姨就一定有办法让你去上学的 李木塔从他怀里正拖出来 很有礼貌地说道 谢谢阿姨 不用了 我妈妈告诉我 不能随意接受别人的恩惠 我看明你已经 借给我们很多钱了 你还让我们住在这么好的地方 我们不能再接受你的帮助了 木塔 没关系 阿姨喜欢你 愿意帮助你 莫小蝶试图说服他 可是李木塔却一脸坚定 坚决拒绝 莫小蝶还想继续说下去 莫子中却拉了拉他的衣袖 妈咪 上学这件事事关重大 况且 木塔弟弟的身体还没有恢复 不着急的 听了大儿子的话 莫小蝶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又有些冲动了 他再次拉住李木塔的小手 好的 阿姨不比你了 你想要在家里自己看书也行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就问子中 他会告诉你的 李木塔打了的哈欠似乎有些困了 谢谢阿姨 莫小蝶看了看时间 已经接近晚上十点 平日这个时间李木塔早就睡了 木塔 困了吧 阿姨帮你换衣服 你早点睡觉吧 李木塔红着脸 有些不好意思的后退了几步 不用了 阿姨 我不困 要等着爸爸妈妈回来 你爸爸妈妈去医院看了你大姨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你刚刚做完手术 需要静养 早点睡吧 否则你爸爸妈妈会担心的 你要是不好意思 我们出去 你自己换衣服 睡觉好不好 说完 他拉起莫子仲 大宝 我们先出去 让木塔弟弟早点睡觉 他看得出四宝已经很困了 一直在硬撑着 莫子仲很听话的 和他一起走出了李木塔的房间 细心的降门关上 木塔弟弟 早点睡觉哦 出来之后 母子俩并没有立刻下楼 而是在阳台另一端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晴朗的夏夜 凉风徐徐地吹来 莫小蝶抬头 竟然在天空看到了几颗星星 找了将近七年了 终于又找到了一个孩子 老天爷终究还是没有亏待他 大宝啊 木塔就是四宝的事情 你要保密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知道吗 他小心地嘱咐儿子 莫子仲歪着头想了一下 很快就明白了莫小蝶的用意 拍胸膛保证 妈咪 你就放心吧 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莫小蝶摸了摸儿子的小脑袋 大宝真怪 莫子仲回头看了一眼 李木塔只亮了一盏小夜灯的房间 妈咪 你以后多给我买一些书 我拿给弟弟看 他记忆力很好 认字很快的 好 莫子仲靠在他的怀里 母子俩仰起头 一起看星星 妈咪 你好久都没有给我讲故事了 是吗 那大宝想听什么故事 莫子仲悄悄拉着他 将凳子挪到了李木塔房间窗户的附近 指了指房间小手说道 妈咪 莫塔弟弟一定还没有睡着 他最喜欢听关于那些医生的故事了 你给我讲一个神农长百草的故事吧 莫小蝶狐疑地向窗户内看了一眼 借着微弱的小夜灯光线 透过窗帘的缝隙 果然看到李木塔在床上翻了个身 他嘴角一出一丝笑意 开始讲神农长百草的故事 莫小蝶的声音很轻 很温柔 屋内躺在床上虽然很困 但是因为担心爸爸妈妈一直睡不着的李木塔 透过窗户 听到莫小蝶淡淡的声音之后 竟然觉得没那么害怕 担忧了 不知不觉 渐渐地睡着了 莫小蝶确定李木塔已经睡着之后 捏手捏脚地来到房间内 帮着李木塔将空调的温度调到26度 然后轻轻地掀开宝毯 借着小夜灯的光线 清楚地看到了他后腰上的胎记 眼泪再一次顺着他的眼眶滑落 落在了李木塔的背上 他有些不舒服地翻了个身 伸手挠了挠 莫子仲赶紧将莫小蝶拉了出来 母子俩刚走出房间 一转身 正好遇到了赵芬和李建刚 赵芬看到他们很震惊 少夫人 你们怎么在这里 李建刚感觉到他的口气有些不太好 拉了他一下 小芬 你怎么说话的 然后 他赶紧向莫小蝶解释 少夫人 小芬的姐姐还在昏迷 他心里有些不好受 你不要和他计较 莫小蝶微微笑了笑 没事的 莫塔一个人害怕 所以我让子仲来陪他玩一会儿 现在他刚刚睡着 不早了 我们也赶下楼睡觉了 说完 他拉着莫子仲的手 准备下楼 赵芬却突然在身后叫住了他 少夫人 你有姐妹吗 不知怎变 赵芬突然有一种预感 自己的儿子很可能是 这位 看起来很和蔼的少夫人姐姐 或者妹妹的孩子 莫小蝶愣了一下 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没有 我只有一个同父一母的弟弟 不过早就不联系了 哦 那夫人呢 他是不是有亲戚家的孩子走失了 赵芬想也没想 直接问道 如果今天不把事情问清楚 他恐怕一整晚都睡不着觉了 他的姐姐 现在还在昏迷不醒 这个世界上 他只有木塔和李建刚了 他不能再失去了木塔 莫小蝶盯着他 瞬间明白了他的用意 赵芬这是已经起疑了 李建刚不明所以 拉着赵芬就要进屋 你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说这么奇怪的话 赵芬甩开他的手 盯着莫小蝶 等待他的回答 事关儿子 他顾不得那么多了 莫小蝶脑子飞快地转动 看来今天婆婆的打探 已经让赵芬很不安了 她必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 打消赵芬的顾虑 是不是我妈 她今天问了你 什么不该问的话 她问赵芬 赵芬点了点头 夫人说她有一个同学 也叫赵芸 还一直打听 我姐曾经在哪家医院做保洁 还问木塔身上 是否有胎记 赵芬的话说完之后 李坚刚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小芬 你 你是说 圣鱼的话他没有说出来 只不过在场的所有人都听懂了 莫小蝶故意轻松地笑出了声 你们该不会以为 我们在打听你的儿子吧 木塔难道不是你们亲生的吗 你们有什么好怕的 我妈她确实有一个好姐妹叫赵芸 两年前因为意外事故去世了 因为我妈血压高 因此家里人都没敢告诉她 前些十日 我们结婚的时候 她同学的儿子来了 骗她说自己的妈妈去当做了志愿者 因为我妈的好姐妹赵芸生前 是一名医护工作者 所以一听到医院 她就比较敏感一些 莫小蝶睁着眼睛胡说八道 莫子仲惊讶地看向自己的妈咪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妈咪 竟然脸不红 心不跳地在撒谎 看赵芬夫妇将信将疑 莫小蝶接着胡说八道 至于询问木塔的胎记 她确实有一位远方亲戚的孩子 小时候在医院看病时走失 当时那个孩子好像两岁 听说背上好像有一个青色的胎记 难道你们木塔背上 也有一块青色的胎记吗 说到这里 她假装有些疑惑 不对啊 木塔不是你们亲生的吗 我看她长得和你们很像呢 她的一番胡说八道 彻底忽悠了赵芬和李建刚 这对淳朴的农村夫妇 赵芬紧张的神经 顿时放松了下来 李建刚也尝出了一口气 我们木塔身上确实有块胎记 不过不在背上 在腰部向下的位置 是红色的 李建刚快人快语地说道 莫小蝶故意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今天太晚了 我明天就去告诉我妈 让她不要再一身一鬼了 说完之后 她拉着莫子仲的手 离开了顶楼 两个人来到二楼之后 莫子仲看着她 明亮的眼睛眨了眨 妈咪 你不是说撒谎骗人是不对的 你刚刚撒谎 欺骗了赵芬阿姨她吗 莫小蝶满头黑线 伸手捏了捏莫子仲 故意勾起笑容的小脸 大宝 妈咪为什么对赵芬阿姨撒谎 你知道吗 莫子仲点点头 我当然知道了 因为奶奶的询问 让赵芬阿姨已经有些起疑了 你害怕他们知道了 木塔弟弟的真实身份 带走木塔弟弟 所以才撒谎的 莫小蝶的脸沉了下来 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故意质问妈咪 看到自己的妈咪好像生气了 莫子仲连忙伸出小手撒娇 妈咪 抱抱 莫小蝶假装生气的 扭头不看他 这小子最近太调皮 太欠揍了 竟然连自己的妈咪都敢戏弄 莫子仲跑到他面前 仰起小脸 一脸无辜地问 妈咪 你生气了 莫小蝶瞪了他一眼 你说呢 莫子仲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觉得你不应该生气 因为你刚刚的行为 本身就是不对的 你常常教育我们几个 不能撒谎 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可是自己却撒了谎 虽然是善意的谎言 可是 妈咪 你有没有想过 你在我面前说这些善意的谎言 我的智商高 能够理解 分辨 知道什么时候不能说谎 什么时候可以说谎 但是 妹妹他们呢 他们可是理解不了的 你以后要是不小心 在他们面前也说了谎 他们说不定也会跟着你 学撒谎呢 到时候头疼的 还是你和爸爸 莫小蝶盯着儿子 一阵愕然 他不过是为了顾全大局 撒个小小的 善意的谎言而已 这小子那里来的 这么一大推道理 还有 有人这么厚脸皮 夸自己的智商高吗 莫子仲看自己的老妈 一直盯着自己 半天也不说话 不解地问 妈咪 你怎么不说话 莫小蝶一脸无语 但是又不得不承认 儿子说的其实很对 大宝 你说的有道理 妈咪以后会注意的 不撒谎了 莫子仲冲他做了个鬼脸 妈咪 其实面对坏人 或者安慰好人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撒谎的 不过 不要在妹妹们面前就可以了 有我在 我可以帮你打掩护的 莫小蝶望着儿子 有些哭笑不得 伸手有些费力地 将他抱了起来 用力抵了抵他的小脑袋 你这个臭小子 莫子仲趁机在他的脸颊上 亲了一下 然后搂住他的脖子 妈咪 你放心 有我在 会照顾好弟弟妹妹的 嗨嗨 他们身后传来了咳嗽声 母子二人回头 看到陆成旭黑着脸 站在不远处 大宝 你都多大了 还让妈妈抱 陆成旭走过来 直接从莫小蝶手中 将儿子接了过来 莫子仲瞪了他一眼 哼 爸爸小气 然后挣扎着从他怀里下来 转身开门 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230章 陆成旭要取留子下 莫小蝶扭头 看着脸色不太好的陆成旭 不解地问 大宝这是怎么了 又生气了 陆成旭伸手 直接将他揽入怀中 低头亲吻了一下他的唇 儿子都这么大了 你以后不要再抱他了 莫小蝶在他低沉的声音里 听出了淡淡的酸味 仰起头有些不可置信 老公 你在吃儿子的错 陆成旭看了一眼 儿子紧闭的房门 将他抵在墙上 不是我吃错 是你儿子生气了 你要补偿我 莫小蝶总算是明白了 这对父子 刚刚究竟怎么回事了 感情是儿子亲了他一下 陆成旭这会吃醋了 故意将儿子 从自己怀里抱过去 然后儿子又生气了 这两个男人 还真是幼稚 他无语地摇了摇头 正脱开陆成旭的怀抱 向女儿们的房间走去 然然他们都睡了吗 身后的陆成旭 直接将他的抱拉起来 声音低沉充满雌性 已经睡了 老婆 你也累了一天 我们早点休息吧 说完之后 直接抱着 莫小蝶回了主卧 一番酣畅淋漓的运动之后 他抱着已经昏昏欲睡的 莫小蝶 去简单冲洗了一下 你个骗子 你说 让我好好休息的 洗好之后 莫小蝶窝在陆成旭怀里 闭着眼睛 喃喃低语 陆成旭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将他轻轻放在床上 轻了轻他的脸颊 唇角 然后准备在往下时 被他一把推开 今天好累 刚刚已经运动过了 我要睡觉 莫小蝶翻了个身 不再理他 陆成旭关了床头灯 从身后抱住他 声音细血 老婆 你想什么呢 我不过是想轻轻你而已 莫小蝶气恼地转身 在他的腰上凝了一下 哼 骗子 陆成旭惨叫了一声 在他耳边低语 老婆 你这可是谋杀亲父啊 莫小蝶将身子往旁边撤了撤 没有理他 陆成旭很自觉地跟了过去 一身胳膊 直接将他捞到了自己怀里 老婆 眼看已经快到月底 距离开学只剩下一个月了 我们明天去看房子好不好 孩子们马上要上小学了 一小附近的房子 必须尽快搞定才行 否则开学时 恐怕无法入住提到这个 莫小蝶突然想起了刚刚四宝的话 他转过身 握住了陆成旭的手 老公 四宝说他也很想上学呢 你看 能不能让四宝也和子仲 他们一起去上学 这个 还要看看四宝身体的恢复情况 功力小学人多 小孩子调皮 我怕他万一被撞伤 陆成旭还是有很多顾虑的 可是 刚刚我看四宝的样子 非常喜欢学习呢 小小年纪就梦想着 考上中医药大学 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医呢 黑暗中 陆成旭的声音有些惊讶 中医 莫小蝶将四宝说的话 向陆成旭转述了一遍 陆成旭沉默了半天才说到 李建刚夫妇 确实把四宝照顾得很好 我们以后好好带他们 好 莫小蝶和他的想法一样 如果没有李建刚夫妇的细心呵护 以四宝当年的情况 很难活到现在 所以 李建刚夫妇也算是他门家的恩人了 明天我去联系国外的专家 让他们来给四宝再好好检查一下 既然他想学习 就专门请一个家教回来教他 你看怎么样 亏欠了儿子这么多 陆成旭现在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都送给董事的四宝 可是以赵芬夫妇的性格 他们恐怕不会接受 我好不容易才让他们放松了警惕 你这样做 会再次引起他们的怀疑的 莫小蝶有些苦恼 他们必须想到一个 既能够好好照顾四宝 又不引起赵芬夫妇怀疑的方法 第二天一大早 陆成旭刚起床 就被陆母堵在楼梯口 儿子 怎么样 查出来了吗 木塔是不是我们家的四宝 陆成旭看了一眼口气急切的老妈 叹了口气 不是 不是 怎么可能 我看他低头的瞬间 眼神和你很像吗 妈 我们也很希望木塔就是四宝 可是昨天 子仲和小蝶都看了他的后腰 没有太近 而且 我查过了 木塔是赵芬通过试管婴儿手术 好不容易才生下的孩子 他估计是不想让人知道这个 所以才会特别紧张的 为了四宝的健康 陆成旭只好违心地欺骗自己的老妈了 果然 陆母听了以后 整个人都非常失落 我还以为 木塔那孩子真的就是四宝呢 他是个好孩子 非常懂事 我看着他 就觉得亲切 陆成旭扶着陆母的双肩 趁机说道 既然这样 妈你 以后就多关心一下木塔 为我们还没有找到的宝宝积福 好不好 一听到要给孙子们积福 陆母立刻点了点头 好 我以后一定多做善事 多烧香 好好对待李木塔一家人 听了陆母的话 陆成旭心里有些内疚 妈 我相信其余的孩子 一定都会平安无事 很快找到的 但愿如此 陆母叹了口气 吃早饭的时候 陆成旭满脸疲惫地 从外面走了进来 陆母看了一眼小儿子 有些心疼 陈宇 快过来吃饭了 默默跑到陆成旭面前 仰起小脸疑惑地问 二说 你这是怎么了 被人抛弃了吗 陆成旭苦笑了一声 想要伸手捏一捏他可爱的小脸 但是想到自己 刚刚从医院回来 便忍住了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快去吃饭吧 二叔先去洗个澡 默默撅着小嘴 扭头走回到餐桌前 二叔一定是失恋了 陆老夫人忍不住笑出了声 默默 你个小不点 知道什么是失恋吗 默默扬起小脸 很确定地回答 我当然知道了 失恋就是二叔喜欢上一个女生 可是人家不喜欢她 这就是失恋 然然在一旁充满好奇地问 二叔又要换女朋友了吗 这次是谁啊 他们公司的明星吗 默默摇了摇头 吃了口油饼 不知道 二叔的女朋友很难说 说完又一脸嫌弃地补充道 二叔的眼光太差 杜杜在一旁开心地笑出了声 陆父冷着脸 叹了口气 陈宇这小子 看来是应该好好给他些教训了 连默默他们这么小的孩子 都知道他这个人不靠谱 眼光差 如此看来 这个儿子是真的很糟糕了 很快 在医院待了一整夜的陆陈宇 从房间走了出来 洗过澡 刮过胡子 换了衣服的他 看起来比刚刚精神了不少 陆老夫人冲他招了招手 陈旭 快过来 你大嫂今天早上做了糖饼 还有葱油饼 很好吃的 陆陈宇走到餐桌前 并没有坐下 而是郑重地看着全家人 宣布 我要取留子下 第231章 结婚的条件 全家人大惊 陆母直接将口中的豆浆吐了出来 陆老夫人也被呛到了不停地咳嗽 陆父还算沉稳 盯着儿子 你说什么 陆陈宇好像没有看到全家人震惊的表情一般 再次郑重地宣布 我要取留子下 这次 大家总算是确定了 陆老夫人好不容易才顺了气 拉住陆母的手腕 刘子下是谁 陆母也是一脸猛 她不确定地看向大儿子 陈旭 你弟弟所说的刘子下 该不会就是昨天热搜上说的那个大学生 陈宇为了他和人打架 陆陈旭默默地点了点头 看向弟弟 你是认真的 陆陈宇脸上的表情 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坚定 是 陈宇脸上的站起来走到陆陈宇面前 稚嫩的声音里竟然充满了灵力 二叔 你不能娶子下姐姐 你是个渣男 对女孩子从来没有过真心 子下姐姐是木塔的表姐 如果你伤害了她 木塔会很伤心 他们一生气就会离开我们家的 听了墨子仲的话 陆家的三位长辈同时愣住 陆母将墨子仲拉到面前 大宝啊 你说的是真的吗 刘子下真的是木塔的表姐 墨子仲点了点头 是的 他和二叔根本不合适 陆陈旭看着弟弟 陈宇你想好了婚姻不是二系 况且刘子下的妈妈还在ICU没有脱离危险 你别再冲动了 陆陈宇仰起头脸上 是从未有过的坚定和认真 爸妈大哥 这次我没有冲动 我是认真的 他的妈妈因为我才进了医院 爸爸腿部骨折 我要为他负责 为他们家负责 陈宇啊 这负责的方式有很多种 不必非要娶她 陆老夫人很不理解 奶奶 她是这个世界上我第一个想认真保护的女人 也是第一个不在乎我的身份 地位 钱财的女人 我不想错过她 让自己后悔 刘子下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拒绝她 一直和她划清界限 即便是华大的那套公寓 也是签订到了租赁合同之后 给了她钱 她才肯安心住下的 她从来没有因为她的身份 去刻意讨好她 接近她 相反一直在刻意逃避 疏远她 和之前的那些女人都不同 昨天 在医院内 看到她六神无主 惊慌失措的模样 她突然忍不住想将她抱在怀里 为她擦干眼泪 想保护她 永远不受任何伤害 也是在那一刻 她才看清楚了自己的内心 原来白昊他们说得很对 她早就在不知不觉中 爱上了刘子夏 一直沉默的莫小蝶 抬头问道 刘子夏愿意嫁给你吗 以她和刘子夏之间几次的相处 刘子夏这个女生 对感情其实很专一 她不相信刘子夏刚刚和杨海川分手 就会接受陆成宇的感情 更别说是结婚了 这一切 应该只是陆成宇的一厢情愿 陆成宇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是的 她已经答应了我的求婚 什么 这下 不仅是莫小蝶 就连陆成旭和莫子仲也惊讶不已 莫子仲指着陆成宇 二说 你撒谎 穆塔说她表姐已经有了男朋友 马上就要结婚了 她根本不可能嫁给你的 刘子夏和杨海川分手的事情 李穆塔的父母 在昨天之前并不知情 他们大家都以为房子装修好了 刘子夏很快就会和杨海川结婚的 莫子仲的话 再次让陆家三位不知情的家长惊呼起来 什么 那个女孩已经有了未婚夫 陈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陆母气得用手捂住了额头 陆老夫人颤抖着用手指向陆成宇 这样的女孩子 我们陆家不接受 陆父赶紧上前 替陆老夫人顺了顺气你奶奶说的对 这样的女孩太有心机了 我们陆家不接受 莫小蝶看到他们都误会了刘子夏 忍不住解释道 妈 奶奶 其实刘子夏那个女孩很好 我们第二期节目装修的就是他们的房子 是他男朋友太渣 太混蛋 他早就和男朋友分手了 陆成宇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又看向陆家的三位家长 我们今天决定去领证 我回来只是想通知你们一下 无论你们是否同意 我都会和他结婚的 二说 你吃错药了 还是着魔了 你不是一直说自己是个不婚主义者吗 默默扬起小脸 很不理解 陆父和陆成旭同时盯住陆成宇 他们很了解陆成宇的性格 别看他平时吊锅铛的 对什么都不在意 可是一旦认真起来 谁也改变不了 陆家的餐厅内瞬间安静了下来 几个小家伙被严肃的气氛感染 都低着头不敢说话了 盯着陆成宇看了半天 陆成旭突然开口 陈宇 你可知道今天去公司之后 你星月传媒总经理的位置 就会被免去 陆成宇无谓地盯着哥哥 我知道 被免职之后 你拿什么对刘子夏一家负责 陆成宇愣了一下 这问题他的确没有想过 陆父亲了亲嗓子 声音威严 既然你已经决定要结婚 我们也拦不住你 我提出三个条件 只要你答应了 我就同意你们的婚事 陆成宇眼睛一亮 什么条件 爸 你说吧 第一 只领证不办婚礼 第二 结婚后搬出陆家别墅 你名下的房产 车子全部收回 信用卡全部冻结 第三 你在陆氏集团从最底层做起 每个月按照能力领工资 如果我说的这三点 你们能够坚持一年不离不弃 到时候我和你妈 你奶奶都会接受刘子夏 并给你们补办婚礼 让你们搬回来 她的本意是想让陆成宇知难而退 认清现实 可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陆成宇沉思了片刻 竟然干脆地答应了 陈月 你 你不考虑一下 陆母有些心疼儿子 这要是离开陆家 从最底层做起 她的儿子怎么能受得了 陆成宇做出回答之后 看着陆父又说道 不过 子夏的妈妈 是因为我才昏迷不醒的 她的医药费 我希望家里先帮我垫付一下 陆父点了点头 好 你写张欠条 我立刻让人将钱打到医院 听了陆父的话 陆成宇没有气恼 也没有不高兴 而是转身 回到房间 写了一张三十万的欠条 递给了陆父 爸 这个算我借你的 以后我定会还你 他的语气坚定 这一瞬间仿佛长大了很多 第232章 陆成宇被免职 在陆家人错愕的眼神中 陆成宇简单吃了早饭 然后拿着户口本走了走的时候 还不忘告诉陆成旭 哥 华大附近的公寓 算我租你的 我会给你租金的 领证之后 我会直接去医院 公司安排了职务之后 你给我打电话 我明天就去上班 这样沉稳 冷静的陆成宇 是陆家人从来没有见过的 陆老夫人揉了揉眼睛 这 这还是陈宇吗 他怎么了 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陆父看着儿子的背影 叹了口气 但愿经过这次磨练 他能够真正长大 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早饭之后 将四个小家伙 送去了幼儿园 陆成旭就去了公司开会 墨小蝶则去红威家里 查看施工情况 他们约定 中午饭之后 一起去看房子 看完房子之后 去家教中心 给木塔找合适的家教 本来陆成旭 还想给四宝配一台 和大宝一模一样的电脑呢 但是怕引起 李建刚夫妻的怀疑 因此只能忍住 陆氏集团董事会 做出决定 撤销了陆成宇 新月传媒总经理一职 直接让他 从一名普通的经纪人 做起 新月传媒总经理 一直则由公司 闹过不少矛盾 只是 陆成宇虽然看着不着调 换女朋友 如同换衣服 可是对待工作 却非常认真 有效率 看人还非常的准 这几年 新月传媒能够捧红 好几个一线明星 陆成宇功不可没 因此 黄勇刚虽然不满 却动不了陆成宇 只是没有想到 陆成宇竟然为了一个女人 主动放弃了 新月传媒总经理的职务 这让黄庆父子 有些喜出望外 董事会做出这个决定之后 陆成宇有点为弟弟担心 黄庆父子的为人他很清楚 为了利益没有底线 不择手段 若不是他这几年 凭着敏弱的处决 做出正确的决定 抓住商机 雷厉风行 杀伐决断 为陆氏集团创造了不少利润 获得了大部分股东的支持 并且处处提防着他们 否则以黄庆父子的奸诈 陆氏集团说不定早就瓦解 他知道 他们父子一直在等待机会 想着要将陆家 从陆氏集团赶出去 将陆氏集团变成黄氏集团 陈宇这次在黄永刚的手里 恐怕要吃些苦头了 中午饭之前 在去找莫小蝶的路上 他给弟弟打了电话 转达了一下董事会的决定 陆成宇听了之后 沉默了半天 才说 好的 哥 我知道了 我会准时去上班的 陈宇 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 及时来找我 别忘了 我是你亲哥哥 陆成旭到底是有些放心不下弟弟 电话那头陆成宇故作轻松地笑了一声 哥 没关系 你弟弟我是谁 怎么可能会拍那个姓黄的 说完之后 他好像心情很好 哥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紫夏的妈妈已经醒了 过几天 说不定就能转入普通病房了 他爸爸已经同意 我们结婚的事了 我们下午就去领证 陆成旭听了弟弟的话 犹豫了一下好心地提醒他 陈宇 他知道你被免职的事情吗 电话那头突然又是一阵沉默 半天才听到陆成宇的声音 不知道 不过领证之前 我会告诉他的 好 毕竟是人生大事 你要慎重 说完之后 陆成旭挂断了电话 作为哥哥 他能说的 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痛苦 挫折是成长的毕竟之路 他的弟弟从小生活得太一帆风顺了 也该吃些苦 学着长大了 吃午饭的时候 墨小蝶歪着头问他 我一直想不通 刘子夏为什么会同意和陈宇结婚 你知道吗 陆成旭优雅地吃了一口菜 抬头看了他一眼 大概是我弟弟长得太帅 太有魅力的缘故吧 墨小蝶白了他一眼 你可真够自恋的 说完之后 便一直盯着他的动作 因为看到如此优雅的陆成旭 他突然想到了龙谦 那个小子吃饭也是这副模样 明明饿得要死 可是却依然要装出一副慢条丝里 优雅高贵的样子 一小口一小口地吃 陆成旭看他一直盯着自己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拿出纸巾 抬手将他嘴角的汤汁擦了一下 老婆 你这样盯着我干什么 老公 你这样吃饭不累了 说完之后 墨小蝶很没形象 用叉子扎了一大块肉 故意很大口地吃了起来 陆成旭看了他一眼 忍不住笑了起来 眼睛里全是宠溺 老婆 我们现在可是在高档餐厅 你注意些形象 可是 我饿了呀 墨小蝶调皮地眨了眨眼睛 陆成旭无奈地捏了捏他的鼻子 你呀 我看然然和龙百就随了你 小吃货一枚 吃过饭之后 他们去一小附近的一个中高档小区 看房子 其实陆成旭已经让人拍了视频和照片看过了 他本人是非常满意的 只不过最后 还是要再征求一下墨小蝶的意见 那是一套将近180平的富士 楼上 楼下一共五间卧室 房子交房时 已经进行了减妆 布局 采光都非常好 墨小蝶一眼就相中了 回去之后 我就做一份图纸 明天就找施工队来装修 怎么样 房间有些少了 可以让三个小女孩 睡楼上那间最大的卧室 摆放三张一模一样的公主床 然然 他们一定会喜欢的 万一他们想孩子了 想要过来住一晚 不能没有地方住啊 还有 龙百和龙千 虽然他们现在对我们有误会 但是总有一天 他们会原谅我们的 也需要给他们留意见 墨小蝶很兴奋 拉着陆成旭的手 说个不停 陆成旭一直盯着他 耐心地听他讲对家里未来的规划 心里暖暖的 好 老婆 一切就听你的 图纸出来之后 我立刻让白昊找人安排施工 墨小蝶有些奇怪 你不去找开发商办理买房手续吗 陆成旭嘴角勾起一抹笑 看着他不说话 你这是什么表情 陆成旭付到他耳边低声说道 老婆 这整个小区都是陆氏的房产 墨小蝶愣了一下 你是开发商 对于他错愕的表现 陆成旭很满意 低调地点了点头 墨小蝶一头黑线 嫁给有钱的老公 真的是处处有惊喜啊 从房间出来 正准备等电梯 突然有一批工人 抬着一些家具 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有一个可能是负责人 跟在工人的身后 小心地嘱咐 小心点 这些可都是三爷的宝贝 别碰坏了 因为他们刚刚看的是一梯两户 不用问 这正在搬家具的 就是他们的新邻居了 墨小蝶有些好奇地 看了跟在最后的那人一眼 整个人顿时愣住了 老公 他 他不是龙家的老楚吗 怎么会在这儿搬家具 第233章 龙家内斗开始 老楚此时也看到了他们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然后跟着搬家公司的工人 走进了他们对门的那户房子 墨小蝶回头盯着陆陈旭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陆陈旭拉着他坐上电梯 老婆 龙柏和龙谦到时候 也要到一小上学 就住在我们对门 墨小蝶瞪着他 有些不高兴 你和龙威早就商量好了是不是 陆陈旭赶紧解释 老婆 你别生气 我这不是 想要给你一个惊喜吗 龙威为什么会同意 让龙柏和龙谦到一小上学 而且还住在我们对门 墨小蝶很不检 说到这个 陆陈旭眉头轻皱了一下 因为龙威的大伯一家 从国外回来了 对方拿着龙老爷子的遗嘱 还得到了国外义财团的支持 龙威三叔的儿子 这个月底出狱 他们都会对龙威集团出手 龙威怕他们苟急跳墙 对龙柏和龙谦不利 把龙柏和龙谦 送到陆氏集团的势力范围内 才能确保这两个小子安全 家族内斗 自古以来屡见不鲜 为了继承权 金钱 房产 有多少人手足相残 亲人便仇人 据传言 龙老爷子当初选定的继承人 是龙威的大伯 可是龙威的父亲 三叔为了得到利益 联手对他大伯一家痛下杀手 当年的那次沉传事故 他们都以为龙家大方一家全部遇难 却没有想到 龙威的大伯和堂兄 却幸存了下来 并逃到国外 折服了整整七年 龙威的父亲排行老二 在联合老三算计了自己的大哥之后 还没有分到家产 就被老三用计谋 踢出了家族企业的权力中心 最后在酒吧醉酒和人打架 被人故意捅死 龙威的姐姐随后也车祸身亡 当时的龙威 为了龙摆龙谦的事 和家人闹翻 拿着自己的积蓄 在国外全力给龙摆和龙谦治病 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龙摆和龙谦三岁之后 身体渐渐恢复 他这才带着这两个小家伙回国 然后展开了充满血腥的复仇之路 传言 他用了两年时间 以自己为诱饵 将他三叔一家 全部送进监狱 彻底肃清了 他三叔一家 在龙威集团的残留势力 在这场家族内斗中 龙威虽然最终获得了胜利 成了龙家的家主 可是身体健康 却遭受了重创 传言当年他三叔的那一枪 几乎是擦着他的心脏打进去的 如果不是他命打 当时身边就有医生 可能当场就死了 不过这都是道上大家的传言 当初的龙家内斗 究竟是什么情况 谁也不知道 只不过听说 有很重要的作用 墨小蝶有些担忧 抓住陆成旭的手 小千和小百知道这些吗 他们同意来这里住吗 陆成旭揉了揉他的头发 安慰他 老婆 你放心吧 那两个小子什么也不知道 龙威做出的决定 他们不敢反抗的 一定会乖乖的来一小上学的 那他们搬过来之后 会不会还有危险 放心 我已经在附近增派了保安 还会亲自安排人 接送他们上下学的 有陆氏集团在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的 墨小蝶想了想 好 我打电话给李明成 让他安排几个功夫好的人 接送孩子们上下学 这一次 陆成旭没有拒绝 搂住他的腰点了点头 好 听你的 确定了房子之后 墨小蝶他们两个 又去商场给木塔买了一些衣服 鞋子 还有书籍 玩具之类的东西 陆成旭看着手里 大包小包的东西 有些担忧 老婆 你一下子给四包买这么多东西 李建刚夫妻是不会收的 说不定又要起疑了 墨小蝶看了他一眼 神秘的笑了笑 我自有办法让他们欣然接受 还不起 东西买完之后 他不知道从哪儿找到几个黑色垃圾袋 然后将刚刚买的衣服 玩具的标签全部撕掉后 装进了垃圾袋中 陆成旭一头雾水 老婆 这些可都是全新的 你要扔了吗 谁要扔了 我这垃圾袋可是干净的 走吧 我们回去吧 将这些东西给四包送去 就说是大宝川剩下 玩剩下的 这样赵芬他们就会接受的 虽然心里很想光明正大的 给木塔买衣服 买玩具 可是为了木塔的健康 莫小蝶只能用这种方式了 因为只有这样 赵芬才会接受这些东西 还不起 陆成旭心疼地捏了捏他的脸颊 然后伸手将他揽入怀中 我的老婆最聪明了 委屈你了 莫小蝶养其脸 笑得有些苦涩 那是自然 为了四包 所有的委屈他都能够忍受 工作上的事情都在顺利开展 房子已经决定 莫小蝶想赶紧回去做出图纸 然后开始装修 下午三点 因为顺路 陆成旭决定先送莫小蝶回新月家庄 然后再回陆市总部 只是 前面有一段路 今天竟然在修路 老马只好绕到明正局门口 好巧不巧 在明正局门口 他们竟然隔着车窗 看到了陆成宇和刘子夏 停一下 陆成宇和莫小蝶 几乎是一口同声 老马赶紧靠边找位置 缓缓将车停了下来 等到他们两个人下车走过去时 陆成宇和刘子夏 已经走进了明正局 我们要不要跟进去看看 莫小蝶问 陆成旭摇了摇头 不用了 进去也没用 陈宇不会改变主意的 我们就在这里等他 好吧 他们两个人 找了一个阴凉的位置坐了下来 明正局内 很快就轮到了陆成宇和刘子夏 刘子夏一直低着头 没有任何表情 他们两人在这些 因为相爱来领政的人当中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等到叫他们名字时 陆成宇拉住了刘子夏的手 我已经不是什么 新月传媒的总经理了 现在只是公司的 一名普通的经纪人 而且被分配的还是最差 最没有前途的两名过气演员 你如果要后悔 还来得紧 一直低着头的刘子夏 听了他的话 突然抬起头 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他 我不后悔 是我连累了你 你如果现在后悔了 我不会怪你的 陆成宇趁机一把 搂住了刘子夏的腰 子夏 我永远都不会后悔 你放心 我会好好保护你 凭借我自己的努力 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刘子夏的脸 瞬间涨得通红 用力推开他 走了 到我们了 很快 另外两个人完成了照相 宣示登记结婚的整个过程 陆成宇拉着刘子夏的手 一脸幸福的笑意 陆太太以后请多指教 刘子夏的脸又红了起来 陆总 我们只是假结婚 你不用这样的 陆成宇脸上的笑容逐渐凝结 不过 他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假的 说不定也会变成真的 你看看我哥和我嫂子 他们也是从假结婚开始的 现在却恩爱的让人羡慕 第234章 陆成宇领证 陆成宇的话刚一说完 他们正好走出民政局 一抬头就看到了 树荫下的陆成旭和墨小蝶 他拉着刘子夏走了过去 哥 大嫂 你们怎么来了 说完 他指着陆成旭向刘子夏介绍 子夏 这是我哥 你应该在电视上见到过 陆氏集团的董事长 这个 我大嫂 就不用介绍了吧 前段时间装修房子 你们应该见过面 刘子夏整个人看起来很憔悴 很紧张 犹豫了片刻之后才开口 大哥 大嫂 你们好 陆成旭淡淡的看了刘子夏一眼 没有说话 墨小蝶赶紧拉住刘子夏的手 恭喜你们 你妈妈怎么样了 刘子夏看了一眼 陆成宇小声说道 今天凌晨醒了过来 医生说观察几天 如果没事了 就能转入普通病房了 好 有什么需要 你们尽管开口 我和你哥都会帮忙的 刘子夏有些不好意思 不用了 没什么事 蓝总监已经帮了我小姨太多了 我们家到现在 还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们呢 刘子夏的话音刚落 他们身后突然传来一声 尖锐刺耳的女生 哎哟 这还真是刘子夏 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 众人回头 就看到杨海川领着一个微胖的女生 还有她的母亲 向这边走了过来 看到陆成旭 杨海川的眼中露出一丝惬意 她伸手拉住杨母 妈 我们快进去了 来不及了 杨母一把甩开她的手 时间还早着呢 你和小燕先进去领证 我在这里等你们 说话时 眼睛却一直恶狠狠地盯着刘子夏 她不认识陆成旭兄弟脸 只认识刘子夏和莫小蝶 这两个人 一个害她儿子被打 一个害她到手的家具 被人抢走 看到他们两个人 杨母心里顿时怒火冲天 刘子夏 你来这里做什么 结婚吗 就你这种被我儿子睡过 还留过产的女人 谁下了眼要娶你啊 说完 杨母一脸不屑地 看向陆成旭兄弟俩 看到这两个长相相似的男人 都一身贵气 身形奇长 颜值超越明星 心里顿时更气了 刘子夏这个贱女人 来明镇局门口 羽气的立刻要冲过去 却被陆成旭拉住 杨海川 既然来领证结婚 就赶快进去 否则 后果如何你知道的 陆成旭的声音冰冷 却充满了威胁 杨海川用力拉住杨母 妈 快走了 杨母怒瞪向自己的儿子 走什么 他们把你打伤成这样 才给你那么一点钱 大城市怎么了 大城市的人 也要讲道理好不好 莫小蝶冷笑 讲道理 你们先把刘子夏家里出的十万块 买房钱退回来再说 杨母指着刘子夏 退 背着我儿子勾搭他们老板 怀孕了还污蔑我儿子 我们没有 让他赔偿精神损失费 已经够不错了 刘子夏眼眶微红 愤怒地看向杨母 我没有背叛你儿子 是他先背叛了我 和这个小燕在床上 被我抓了个正正 杨母看着刘子夏 一脸不屑 那又怎样 还不是因为你先怀了别人的孩子 我儿子生气 才会那样做的 孩子是杨海川的 我根本没有背叛过他 杨海川 你说话啊 刘子夏气得 用手指着杨海川 杨海川不敢看他 只是紧紧拉着杨母的手 妈 走了 快点了 不然小燕该生气了 你忘了 我们可是背着他父母 偷了户口本出来的 偷了户口本 墨小蝶看向杨海川身后 不远处的微胖女生小燕 这女孩脑子进水了 小燕一直静静地站着 对于这场闹剧 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墨小蝶走到他面前 你真的要背着父母 和杨海川这种渣男结婚 小燕愣了一下 没想到他竟然会 直接过来找自己 但还是本能地 替杨海川辩解 海川他人很好 很上进 请你不要这么说他 没想到这个杨海川 看起来丝丝纹纹的 竟然挺有手段 能够轻易地让女孩子 为他死心塌地 墨小蝶冷笑着抬高了声音 姑娘 结婚这种事 可是人生大事 我劝你 最好三思二后行 我可以很负责人地告诉你 杨海川就是个 彻彻底底的渣男 他一定告诉你 网上的那些对他的评价 是骗人的对吗 我不但知道这些 我还知道 他告诉你 其实他对感情很专一 是因为刘子夏嫌弃他没钱 勾上了公司的老板 抛弃了他对吗 他一直在你面前装可怜 装受害者 为的就是博得你的同情 他还要再说下 杨海川却冲了过来 一把将小燕拉到一旁 别听他的 他在胡说八道 墨小蝶看到杨海川 心里的气顿时不打一出来 这样的渣男真是欠收拾 我胡说八道 杨海川 你大概不知道 如果医院有人 是可以对流产的胎儿 做亲子鉴定的 你这样污蔑刘子夏 还是不是个男人 难道非要我找人 将他儿的亲子鉴定书 甩在你的脸上你 才肯承认啊 墨小蝶回头用手 又指向杨母 你们母子 见钱眼开 精于算计 以为女生怀孕了 就可以不给彩礼 不用尊重 任意拿捏 为了十万块钱 将刘子夏的妈妈 推下楼梯 杨海川 刘子夏的妈妈住院之后 你可曾去看过一眼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刘子夏 他们家现在没人 你们就可以任意欺负他 那十万块钱 你们趁早乖乖地还给刘家 否则我会找人去法院告你的 杨海川 你是大学生 如果被告上法庭 征信出了问题 是什么后果 想必不用我多说了 说完 他转向小燕 这样的家庭 这样的男人 我劝你三思 小燕一脸不解地问 什么十万块钱 墨小蝶冷笑了一声 杨海川果然没有告诉你 他正准备将事情的经过 告诉小燕 替天教训渣男呢 杨母嗷的一声就冲了过去 猛地推了他一把 你这个女人 胡说什么呢 因为太突然 墨小蝶没有站稳 整个人向着一旁的水泥地上倒去 在倒下的瞬间 被一双熟悉的手臂 显显地抱住 第235章 老婆 你眨毛的样子很迷人 老婆 你没事吧 陆陈旭的声音里 透露出一丝紧张 墨小蝶摇了摇头 没事 是我自己大意了 确定自己的老婆没事之后 陆陈旭眼睛微眯 深不见底的眸子中 隐约显现出一丝怒色 陈旭 如今你是子夏的丈夫 他们家的那十万块钱 该想办法要回来了 他冰冷的话语 让杨海川一阵惊讶 他抬头有些不可置信地 看向刘子夏和陆陈旭 你 你们真的结婚了 陆陈旭将刘子夏护在身后 掏出结婚证 在他面前晃了晃 是的 从今之后 刘子夏是我陆陈旭的妻子了 杨海川 你和你的家人 最好永远不要再 出现在我们面前 还有 那十万块钱 我明天就会找律师提起诉讼 有银行的流水记录 你赖不掉的 杨海川一直盯着刘子夏 身形晃了晃 心里竟撕裂般疼痛起来 他以为刘子夏的性格 即便是自己伤害了他 他一时半会儿 也不会忘记自己 短时间内 根本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感情 可是 现在 他们分手还不到十天 他竟然结婚了 还是个高富帅 这样的认知 让一直自命不凡的杨海川 心里很不适滋味 子夏 是不是他威胁你的 他竟然忘记了身后的小燕 说出了一句不经大脑的蠢话 刘子夏握住陆晨宇的手 语气坚定 他没有威胁我 是我心甘情愿嫁给他的 杨海川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陆晨宇将刘子夏搂在怀里 护住 杨海川 你要是个男人 就痛快地将买房的钱退给子夏 敢做敢当 别整天竞想着污蔑子夏 占女人的便宜 真为我们男人丢脸 微胖的女孩小燕到这个时候 才看出了一些端倪 疑惑地问杨母 阿姨 你不是说 买房的钱全部是你家出的 是刘子夏想讹你们吗 为什么现在会有银行流水 杨海川这时才想起身后的小燕 赶紧转身走到他身边解释 小燕 你别听他们的 那都是误会 小燕后退了一步 充满疑惑的质问 误会 我问你 你向我表白那天 你到底和刘子夏分手了没有还有 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我 杨海川看了一眼刘子夏 有些犹豫 杨母一看这种情况 着急走过去 拉住小燕的手 小燕 你别听他们胡说 买房的钱都是我们家出的 是刘子夏在撒谎 我们海川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早就和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分手了 那个孩子呢 到底是不是杨海川的 我爸就在医院 他认识很多人 医院应该存有胎儿的血氧 你们敢不敢做胎儿的亲子鉴定 小燕此时竟然出奇地冷静 撒谎炸他们 墨小蝶忍不住又看了他一眼 这个女孩除了有些微胖以外 其实长得还可以 最重要的是 关键时刻有脑子 不像刘子夏 傻傻的那么容易 就被杨海川欺骗了 小燕这样一说 杨海川和杨母都不敢接话了 他们心里都清楚 那个孩子就是杨海川的 之所以那么说 无非是不想归还刘家出的那十万块 买房钱而已 小燕冷笑了一声 用手指着杨海川 我说呢 你为什么一直和我说 你妈喜欢孩子 让我早点怀孕呢 原来是不想出彩礼钱 为了钱 你们母子还真是不择手段 杨海川 我真是瞎了眼 说完 这个女孩竟然走到莫小蝶他们面前 居了一躬 谢谢你们 让我看清楚了这个渣男 然后 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 杨海川快步追过去拉住他 小燕 你听我说 我是真的很爱你 我们今天来 不是要领证的吗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小燕回手一巴掌 就甩在了杨海川的脸上 你真让我感到恶心 然后没有再看他一眼 跑到马路上 看到一辆出租车 招了招手 很快就坐上走了 杨母想要追过去 却晚了一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燕 坐上车离开 到手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小燕家里可是有好几套房 父母都年轻有工作 比刘子下家不止强了多少倍呢 杨母气急了 冲着莫小蝶就扑了过去 你这个女儿 坏了我儿子的好事 老娘和你拼了 莫小蝶将挡在他面前的陆成旭 轻轻往旁边一推 抬脚冲着杨母的膝关节 就踢了过去 动作快 很准 杨母惨叫了一声 腿一软 整个人就跪倒在了他们面前 杨海川健壮 赶紧跑了过去 妈 你怎么了 陆成旭居高临下 看着他们 今天这只是皮毛而已 如果以后再赶找陆家人的麻烦 后果如何 杨海川你自己想 杨母还想破口大骂 却被杨海川一把捂住了嘴 陆总放心 我明天就会将我妈送回乡下的 经过了上次和陆成旭打架的事情 杨海川才算是彻底明白 陆家他们是惹不起的 陆成旭没有在看他们 而是拉住莫小蝶的手 回头看向陆成旭你们去哪 我送你们 我们现在去医院 哥 很快的 陆成旭拉着刘子夏 拒绝了他的好意 好 既然如此 我们先走了 有什么事尽管开口 我可是你哥 他拍了拍弟弟的肩膀 给予他男人之间的鼓励 哥 你放心 我和子夏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说不定明年回家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三个人了 陆成旭很乐观 刘子夏的脸却红了 回到车上之后 陆成旭一直盯着莫小蝶 眼睛里的深情和宠溺 似乎要将人融化了 莫小蝶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陆成旭一伸手 就将他揽入怀中 在他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 老婆 我发现你吵架 炸毛时的样子很可爱 莫小蝶瞪了他一眼 谁炸毛了 你怎么说话的 呜 嫁给一个理工科的老公 真是心累啊 连夸人的用词都这么独特 陆成旭应景地 在他头上轻浮了两下 就是这个样子 老婆 我应该是那次胃痛在医院 你炸毛吼我的时候 就爱上了你 莫小蝶彻底被他打败 靠在他怀里 老公 你在夸我的时候 能不能换一个文雅 好听的词汇 这个炸毛 听起来有些怪怪的 陆成旭想了想 炸毛不好听吗 那彪汉怎么样 老婆 你吵架时彪汉的模样 简直太可爱 太迷人了 一直开车的老马 忍不住笑出了声 陆总这是要做死的节奏啊 莫小蝶服额叹息 算了 你还是用炸毛来形容我吧 第236章 偷拍 经过民政局门口的这段小插曲 莫小蝶回到公司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4点了 刚一进公司 迎面正好碰到石宇萌 两个人擦身而过时 石宇萌看了他一眼 口气有些发酸 到底是总裁夫人 就是不一样 这都要下班了才来 莫小蝶嘴角勾了勾 这女人脾气这么冲 是不是大姨妈来了 想到这里 他故意惊讶地盯着石宇萌的裙子 后身看了一眼 石总监 你的裙子 石宇萌脸色微变 你 你什么意思 莫小蝶心情大好的转身 没什么意思 石宇萌顾不得和他争吵 赶紧惊慌地来到洗手间 检查了半天才发现自己 被莫小蝶欺骗戏弄了 莫小蝶 你别得意 我不会放过你的 他的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 话音刚落 手机突然响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 他皱着眉接通了电话 我明天就要宣判了 想见你一面 电话那头 竟然传来了叶兰西的声音 石宇萌愣了一下 虽然他找了人脱了关系 但是叶兰西 还是被判了十年 这颗妻子算是废了 他都要进去了 找自己还有什么事 听到他半天不说话 叶兰西轻叹了口气 我知道莫小蝶孩子的所有事情 你不是想要拆散他们吗 说不定对你有帮助 孩子 石宇萌有些疑惑 当年莫小蝶生的 根本不是死胞胎 叶兰西又说道 石宇萌不再犹豫 好 我明天会准时去看你的 下班时间很快到了 莫小蝶和阿牧沟通了一下 今天施工很顺利 房子已经彻底清理干净 明天正是按照图纸所基础的水电 阿牧 我发现你在室内设计这方面 很有天赋呢 好好学习 你一定会成为一名 优秀的室内设计师的 他已经和白昊沟通过了 小蝶在车祸重伤的很严重 至少要休养半年以上 今天阿牧已经正式成为他的助理 阿牧受到了他的鼓励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多谢蓝总监 我一定会努力通过自学考试的 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走出办公室 准备下楼回家 蓝总监 你放心 红威借公司的钱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尽快归还的 在等电梯时 阿牧很认真地说道 不用着急 没事的 你要知道 我可是陆氏的总裁夫人 这点面子 陆总还是给我的 别有太大的压力 他笑着安慰阿牧 可是 他的话却被身后也下班准回去的石宇蒙 王莉莉等同事听到 众人的表情各不相同 有羡慕 有嫉妒 有不羡 石宇蒙看着墨小蝶 眼睛里像是脆了毒 恨得咬牙切齿 电梯来了 大家一涌而上 电梯里有些拥挤 石宇蒙和王莉莉 故意去挤墨小蝶 阿牧很绅士地 挡在娇小的墨小蝶面前 护住他 电梯快到一楼时 石宇蒙和王莉莉 很有默契地 交换了一下眼神 电梯到达一楼 墨小蝶刚准备出去 王莉莉却突然在旁边推了他一把 他没有留神 身子一歪向侧边摔去 阿牧眼几手快 一把拉住了他 石宇蒙趁机找准角度 按下了手机的拍摄键 画面上阿牧 搂着墨小蝶的腰 两个人的关系 让人浮想联翩 王莉莉 则故意装出一副 不好意思的表情 哎呀 蓝总监 对不起 我刚刚脚滑了一下 不是故意的 墨小蝶眼角的余光 瞥见了石宇蒙的小动作 站好之后 推开阿牧 直接走向石宇蒙 你刚刚拍了照 他的声音冰冷 死死地盯着石宇蒙 石宇蒙眼神闪躲 没 没有啊 墨小蝶没理他 直接伸手 就去夺他的手机 石宇蒙眼疾手快 赶紧将手机藏在身后 蓝小 别以为你是陆氏的总裁夫人 就可以为所欲为 手机可是我的私人物品 你有什么自得查看 那你呢 未经过允许偷拍我 我是不是可以告你 墨小蝶仰起头 一脸冷练 这个女人虽然满腹才华 可是却一再地找他麻烦 真以为他墨小蝶好欺负 是不是我没有偷拍你 谁看到了 石宇蒙瞪着眼睛说谎 那张相片的拍摄角度非常好 如果拿给陆陈旭看 再加上墨小蝶对阿牧的重视和关照 只不定陆陈旭会怎么想呢 要知道 经过了高中那件事 陆陈旭在感情方面 可是变得非常敏感 脆弱多疑呢 王莉莉接受到石宇蒙的眼神 走过去也帮着他说话 对啊 石总监不过是拿出手机 看了一下时间而已 高云云在他们身后笑出了声 看时间 王莉莉 你撒谎前好好打个草稿好不好 石总监手腕上戴的扣持手表 他虽然没有明智说出石宇蒙刚刚是在拍照 可是却也做出了暗示 石宇蒙瞪了他一眼 我想用什么看时间 需要听你的吗 因为身份原因 高云云虽然很想对回去 但是却被身旁的同事拉住 既然你说你没有拍照 为什么不敢拿出手机给大家看看 莫小蝶上前一步 冷着脸再次质问 耐心已经忍到了极限 王莉莉撇了撇嘴 蓝总监 虽然你是陆总的夫人 可是在公司 你和石总监是平级的 根本没有权利要求查看员工的手机 用力地推了他一把 他没有防备 整个人狼狈地摔倒在地上 众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蓝总监好霸气啊 石宇蒙赶紧上前扶起王莉莉 气愤地用手指着莫小蝶 蓝小 你太过分了 亏你还是陆总的夫人 怎么一点素质都没有 莫小蝶拿住纸巾 擦了擦刚刚推王莉莉的手 不好意思 刚刚我脚下滑了一跤 不是故意的 王莉莉脸气得通红 尤其是看到莫小蝶一脸嫌弃地在擦手 他更是气得浑身发抖 你 你明明是故意的 莫小蝶一脸无辜地反问 王莉莉 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 你刚刚狡猾推了我一跤 我都没有怀疑你 也没有指责你 怎么你却要怀疑我 蓝小我们都看到了 你刚刚就是故意的 石宇蒙看向莫小蝶身后的同事 希望有人能够出来作证 同事们犹豫了片刻 想到这两个人的身份 都很默契地选择了沉默 只有高云云站了出来 指着王莉莉说道 王莉莉 你刚刚根本不是狡猾 我看到了 你是故意推蓝总监 想让蓝总监出丑的 大家正在争吵的时候 陆陈旭 奇长帅气的身影 出现了星月家庄的门口 第237章 开除王莉莉 他来接莫小蝶下班 可是等了半天 也没有见到人出来 以为他还在加班 就想着上楼给他一个惊喜 只是 刚一走进一楼的大厅 就看到电梯口那里 围了一群人 他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老婆 一对二 仰着头 一脸无辜狡狭的模样 正准备过去 手机突然响了一下 他掏出来看了一眼 竟然是一张 自己老婆和阿牧的照片 好像就在前面的 电梯门口拍的 姿势很亲密 让人浮现连篇 他看了看 发送给他这张照片的人 嘴角勾了勾 脸上是一贯的高了 石宇蒙刚刚一看到陆陈旭 就趁机躲在王莉莉的身后 将照片发给了他 他倒要看看 他莫小蝶要如何解释 陆陈旭没有看任何人 目光一直落在自己老婆身上 直接走过去 当着众人的面 一伸手 就搂住了他的腰 下班了 怎么还不回去 几个小家伙要闹翻天了 语气中满是宠溺 似乎没有受到照片的影响 莫小蝶皱了皱鼻子 本来是要回去了 可是却被人算计了 这口气 我咽不下去 陆陈旭深邃凌厉的眼神 扫过众人 被算计了 谁 众人都吓得往后退了退 低着头不敢说话 莫小蝶撅着嘴 一脸委屈地指着王莉莉 就是她 出电梯的时候 她说她脚滑没有站稳 推了我一跤 要不是阿木眼几手快 拉住了我 我说不定就摔伤了 石总监还趁机拍了照片 王莉莉吓得脸如土灰 赶紧解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确实是不小心脚滑了一下 陆陈旭没有看王莉莉 而是盯住石雨萌 晃了晃手机 你拍的照片 她的态度 让石雨萌有些心慌 依照陆陈旭的性格 现在不是应该很生气 是的 陆总 作为老同学 我觉得我有义务提醒你 阿木才高总毕业 可是蓝总监 却直接提拔她做自己的助理 公司里的同事都在议论 说是 说是 蓝总监和阿木的关系不简单 石雨萌故意装出一副 关心老同学的表情 所以 你就在小蝶即将摔倒的时候 拍摄了这张 让人浮想联片的照片 还发给了我 石雨萌 你想干什么 陆陈旭眸光冷然地问道 石雨萌抬头看了她一眼 做出一副无辜的表情 我 作为老同学 我只是不想看到 你被人欺骗而已 那你想看到什么 我质问小蝶 然后和她离婚吗 陆陈旭的眼神中 浮现出一丝狠力 石雨萌看出了她的怒气 赶紧解释 不 不是 作为老同学 我当然希望你们能够夫妻恩爱 那就不要在背后搞这些小动作 说完之后 她看了一眼王莉莉 你明天去人事部办理手续 陆氏集团不需要 你这样的员工 因为科技馆的项目 她现在还不能动石雨萌 可是这个王莉莉 刚刚的照片 石雨萌可能没有注意到 可是她一眼就看到了莫小蝶身后 王莉莉一脸窃喜的表情 她的表情出卖了她 刚刚是故意推莫小蝶的 至于石雨萌 科技馆的项目事关重大 开除王莉莉 也算是给她一个警告吧 说完之后 陆陈旭没有再看众人 搂着莫小蝶 静止走向门口 王莉莉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喂 为什么 可是陆陈旭却根本不屑听她解释 高莉莉一脸笑意地走到王莉莉面前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 你心里没说吗 开除你已经是陆总的人词了 王莉莉脸上的表情 由惊恶变成了惊慌 她拉住石雨萌的手 石总监 你可以帮帮我 我不想离开陆氏 陆氏集团是语成最大 最有实力 也最有前途的企业 她当初可是历经艰辛 好不容易才通过海选 进入了陆氏 她不要被辞退 石雨萌看着陆陈旭和莫小蝶的背影 眼神中的恨意浓成了一团黑色 她没有想到 陆陈旭竟然如此信任莫小蝶 王莉莉看她不说话 着急地哭了出来 石总监 我刚刚可是听了你的话 才故意退蓝总监的 现在我被陆总辞退了 你可不能不管我了 周围还未离开的同事一脸惊悟 原来真的是石总监搞的鬼 大家虽然表面上不敢说什么 但是却对着石雨萌开始指指点点 有些人走远了 才开始八卦 你说石总监 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蓝总监啊 我看她八成是极度蓝总监的才华 还有蓝总监陆氏总裁夫人的身份 我怎么感觉 石总监一直暗恋着陆总呢 她这样做 分明是想让陆总误会蓝总监和阿牧 然后拆散人家夫妻 这样她就有机会上位了 你这么一说 我也这么觉得 这也太阴险了吧 是啊 没有想到 石总监从国外回来 那么有钱 有颜值 人品却这么差 虽然隔着一段距离 这些话还是一字不漏地 传到了石雨萌的耳朵里 她死死地咬住下唇 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莫小蝶 咱们走着瞧 老马开着车子 飞驰在回陆家的路上 时间已经是晚上六点多 路上车很多 夕阳的余晖 染红了这个城市的每一面墙 每一扇窗 莫小蝶看到陆陈旭手机上的照片 嘴角勾了勾 愤怒的语气中有些疑惑 我到底哪里得罪了她 为什么她要这么陷害我 陆陈旭揉了揉她的头发 轻声安慰 怎么还在生气啊 我刚刚不是已经替你出气了吗 莫小蝶看了她一眼 撅着嘴 你只开除了王莉莉 又没有开除石羽梦 陆陈旭捏了捏她 因为生气而鼓起的脸颊 你呀 我可是看到了 你刚刚一点都没有吃亏哦 哼 你心里还是偏向你的老同学 莫小蝶假装生气 将脸扭到一旁 不看她陆陈旭强行将她揽入怀中 低头在她的唇上亲吻了一下 我没有偏向她 我不拆穿 开除她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科技馆的项目 一部分是因为白浩 白浩 莫小蝶好奇地抬头 白浩从高中时期开始 一直暗恋着石羽梦 什么 白浩暗恋石羽梦 莫小蝶无语地摇了摇头 她可真是眼瞎 第238章 给四宝请家教 他们回到陆家时 已经是晚上7点了 几个小家伙都在等着他们 一看到车子都冲了过来 妈咪 我好想你 默默和肚肚冲过去抱着莫小蝶 冉冉则跑到陆陈旭的怀里 给了她一个甜甜的吻 把憋 你想我没有 陆陈旭满身的疲惫 瞬间融化在女儿甜美的笑容里 默默和肚肚 拉着莫小蝶的手 往家里走 陆陈旭一手抱着冉冉 一手拉着莫子忠 一家六口的身影 在夕阳最后的余晖中 显得无比幸福 温馨 吃过晚饭之后 莫小蝶从车内 拿出给木塔买的东西 准备上顶楼 莫子忠很有眼力尽地跟着她 妈咪 我帮你拎 莫小蝶欣慰地点了点头 妹妹们呢 莫子忠的小脸上 露出一个幸灾乐祸的笑容 然然要吃冰淇淋 爸爸正在房间给她讲道理 我刚刚看到爸爸 好像要给她制定减肥计划呢 想到陆陈旭对着 然然讲道理的场面 莫小蝶笑出了声 但愿你们的老爸 能够一直坚定 抵得过然然的撒娇 莫子忠摇了摇头 爸爸肯定会输给然然 然然撒娇讨好人的功夫她 可是见识过 没有人能抵得过 如果不是这样 妈咪早就给她制定减肥计划了 很快 他们来到顶楼 赵芬夫妇刚从医院回来 看到赵云已经醒了 悬着的一颗心 总算是放下了 但是 当他们听说 刘子夏已经和陆陈旭领证了 非常的震惊和担忧 在陆家工作的这些天 二少爷陆陈旭 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们夫妻多少也有些耳闻 因此 赵芬特意找了理由 将刘子夏拉到一旁劝说 可是刘子夏却哀求她 让她隐瞒陆陈旭的身份 赵芬这才知道 当时姐姐在急救 姐夫心慌意乱 整个人差点昏厥 子夏是为了安慰父母 才撒谎陆陈旭是她男朋友 姐姐 姐夫一直以为陆陈旭 只是星月传媒的一个普通职员 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姐姐醒来之后 想到子夏被洋海川抛弃 还留过产 害怕子夏以后没有人要 看到陆陈旭一表人才 而且对子夏照顾得无微不至 还掏钱垫付了医药费 就非逼着他们领证结婚 子夏和陆陈旭是为了安慰姐姐 姐夫这才不得已假结婚的 莫小蝶和子仲上来的时候 赵芬正在长须短叹 为刘子夏担忧呢 看到莫小蝶她 赶紧起身少夫人 你怎么上来了 然后赶紧接过莫小蝶手里 大包小包的东西 这是要洗的衣物吗 您说一声 我下去拿就行了 莫子仲伸头看了看 从房间内走出来的李木塔解释 不是 这些是我妈咪刚刚收拾出来的 我之前穿过的衣服 看过的书 还有一些不想玩的玩具 送给木塔弟弟 赵芬和李健刚有些惊讶 随手掏出了一件衣服 更是惊讶了 这哪里是穿剩下的衣服 和全新的没什么两样 莫小蝶怕他们拒绝 笑着解释 大包的衣服太多 有很多都是别人送的 还没有穿就小了 扔了有些可惜 你们要是不嫌弃就收下吧 赵芬赶紧说道 不嫌弃 不嫌弃 这都是新的 怎么会嫌弃呢 谢谢少夫人了 莫子仲拉着李木塔的手 走 我给你看看这里面的玩具 还有书本 说着 两兄弟就拉着手 走进了房间 看着四宝满心欣喜的表情 莫小蝶的心里有些酸涩 他多想光明正大的 向儿子表达母爱啊 可是 为了怎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他只能忍着 他一直盯着两个儿子的背影 目光中是满满的母爱 赵芬看着李木塔 和莫子仲快乐的身影 心里充满了感激 自从来到陆家之后 在孙少爷的陪伴下 儿子明显比之前开心快乐许多 还学会了更多的知识 整个人也变得乐观开朗起来 孙少爷小小年纪 懂得知识可真多啊 我们木塔这些天 跟着他学了很多呢 赵芬的话语中充满了感激 莫小蝶收回目光 我们家三个女儿 只有大宝这一盖子 他早就想要个弟弟了 这不 木塔来了之后 他有人玩了 每天也很高兴呢 对了 木塔的身体 又去医院做复查了吗 这马上就要开学了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让他上学啊 莫小蝶假装很随意地问 赵芬和李建刚相互看了一眼 摇了摇头 过几天 我们准备再带他去医院复查 至于上学 暂时还没有考虑 我们怕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 说到这里 赵芬停顿了一下 脸上有些为难 而且 在宇成上学 好像需要花很多钱 我们的经济状况有些困难 莫小蝶很理解 也很想帮助他们一家 可是为了顾及他们的自尊 又不能公开地帮助他们 他在心里斟酌了 一下词汇才说道 赵芬狐疑地问 什么提议 莫小蝶清了清嗓子 是这样的 我们呢 想给大宝请一个家教老师 可是他一个人不想学 你看能不能让你们家木塔 和他一起学呢 不用你们掏钱 就是让木塔陪着子重 说完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赵芬夫妇 生怕他们直接拒绝了 赵芬夫妇先是一愣 然后才不确定地问到这 这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那个老师教两个学生 价钱是一样的 我们看木塔自己一个人 在家也无聊 就让他帮忙监督一下 我们子重学习 你们看好不好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而且莫小蝶的态度很谦和 这件事 还有助于李木塔的学习 赵芬夫妇没有再拒绝 莫小蝶又回头看了一眼 正坐在地毯上 玩得不亦乐乎的两个儿子 壮丝不经意地说道 你们木塔什么时候去医院复查 到时候 我让司机送你们过去 对了 我们还认识一个 国外心脏方面的权威专家 可以让他给木塔 做一个彻底全面的检查 陆陈旭已经联系好了 国外的专家 估计过几天就会飞来玉城 对于四宝的身体健康状况 他们还是有些不放心 赵芬和李建刚互看了一眼 眼眶微红 少夫人 我们该怎么感谢你呢 谢什么 子夏嫁给了陈宇 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别总是这么客气 莫小蝶拉过一把椅子 在李木塔的窗前坐下 顺便又看了儿子两眼 第239章 去一小上学 听到他提起刘子夏 赵芬看了李建刚一眼 犹豫了一会儿 一咬牙 少夫人 子夏和二少爷结婚之后 什么时候搬过来住 知道他们是假结婚 赵芬很担心 子夏搬过来之后 被陆家人发现 他姐姐的状况 现在还不是太稳定 他心里很担忧 莫小蝶看了他们一眼 心下已经明白 陆承宇并没有将公公 所提出的三个条件 告诉刘家人 是这样的 承宇他们刚领证 你们也知道 他因为打架 被公司做出了处分 因此 他们两个决定 先不举行婚礼 在外面住一段时间 等到承宇的工作 稳定了再说 他找了个理由搪塞 听他这么说 赵芬才松了一口气 二少爷是个好人 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家子夏 才丢了工作的 我们心里真是过意不去 不举行婚礼很好 我们没有意见 赵芬说 这话是存了私心的 陆家人不知道 可是他们夫妻却清楚 等到姐姐 姐夫的身体好转 子夏就会带着他们 回青城孟山县老家 子夏被阳海穿伤得太重了 不想再留在这个 令他伤心的城市 和陆儿少甲结婚 也不过是 为了安慰他的父母 他和李建刚都清楚 子夏和杨海川同居过 而且还为他留过产 以陆儿少的身份 他们家子夏根本高攀不起 他相信 如果姐姐 姐夫知道了陆儿少的真实身份 是绝对不会逼着他们领证的 他的表情 让墨小蝶有些起疑 作为女方家长 偷偷领证 不给彩礼 不见双方家长 不举行婚礼 他们竟然一点意见都没有 这是否有些太奇怪了 可是 接下来 他试探了几次 赵芬夫妇 却都故意避开这个话题 下楼之后 他很肯定地告诉陆陈旭 陈宇和子夏之间 绝对有事情瞒着家里 陆陈旭正坐在床上看手机 听他这么说 抬起了头 你发现了什么 墨小蝶摇了摇头 没有 不过我刚刚听赵芬的话语 有点怪怪的 陈宇那边你不用担心 他追女孩子 从来没有失守过 如果他真的认定了刘子夏 到时候 一定会夫妻恩爱的 说完之后 他一伸手 将墨小蝶捞进自己的怀中 低头给了他一个深情的吻 就像我们 当初不也是假结婚吗 最后 你还不是被我的魅力征服了 微弱的床头灯光影下 男人的脸上 温柔中带着无限的自信 微微上扬的嘴角边 挂着一丝细血 墨小蝶被他逗笑了 伸手勾住他的脖子 我记得当初 好像是某人死期白赖的 先追我的 他浅浅的笑意 弯弯的眉眼 还有因为浅笑 露出了小酒窝 让陆陈旭心里一阵悸动 他忍不住附了下去 稳住了这个 他这辈子都不会放开的女人 昏黄的床头灯下 两个倾心相爱的人 深情相拥 做着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不知过了多久 两个人才停止下来 陆陈旭拉过宝毯 小心地将墨小蝶裹了起来 老婆 国外的专家三天之后到雨城 赵芬他们怎么说 他拥着昏昏欲睡的墨小蝶 这才想起了四宝 已经说通了 到时候我会陪他们去 你就不要去了 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 墨小蝶在他怀中 换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好 一切都听你的 陆陈旭看着怀里 已经快要睡着的爱人 亲吻了一下他的额头 不再说什么 清溪山龙家老宅的书房内 龙柏和龙千正 乖乖地站在书桌前 听龙威训话 你们两个真是越来越胆大了 墨小蝶是谁 他可是陆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你们竟然敢和他谈条件 还绑架他 你们知不知道 得罪了陆陈旭 我们龙威集团在雨城 会遇到很多麻烦的 他已经接到消息 大伯和他儿子龙宇 已经从国外回来 正在试图和他三叔的 儿子龙强联系 那些人 特别是龙强为了目的 简直不择手段 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 都能干得出来 因此 他必须赶紧找理由 将这两个小家伙 送给陆陈旭 只是 这两个小子 脾气非常倔强 据他观察 龙千这个小子 早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可是却怎么也不肯 原谅墨小蝶他们 因此 他这边只能用强硬的手段 将他们两个送过去 至于后来相认的事情 他已经无暇顾及了 就看陆陈旭夫妻俩的本事了 听了龙威的话 龙千扬起了高冷的小脸 用笃定的口气说道 陆陈旭 他不敢对付龙威集团的 他和龙白可是他的儿子 他要是敢对龙威集团出手 就别怪他们 永远不认他这个父亲了 龙威皱了皱眉 这个小子果然知道了一切 瞧他的表情 是吃定了陆陈旭夫妇了 龙威心里瞬间对陆陈旭 充满了同情 还好 他没有结婚 也没有如此聪明又高冷的儿子 否则 他非被气吐血不渴 想到自己的目的 龙威假装生气的咳嗽了一声 怎么 龙千 现在我说的话 你也不听了吗 看到大哥生气了 龙千闭上了小嘴 低下了头 你们绑架了人 不管对方是谁 都是你们的错 犯错了 就要受到惩罚 说到这里 龙威停顿了一下 你们马上也要七岁了 该上小学了 这样吧 三天之后 你们就搬到市里 我在一小附近的小区里 给你们买了一套房子 到时候 让严婶和老鼠跟着你们 负责照顾你们的起居 龙摆抬头 眨了眨小眼睛 不解地问 大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龙威盯着他们 语气威严不容反驳 你们开学之后 去宇城一小上一年级 相关的入学手续 我已经让临风办好了 两个小家伙同时一惊 龙摆直接就跳了起来 什么 去宇城上学 我不去 龙谦高冷睿智的眸子 闪了闪 大哥 以我们现在的能力 根本不用上小学 龙威猛地一拍桌子 站了起来 不用上学 你们两个以为 自己是神童啊 说着 将手边的一份杂志 扔了过去 你们看看 这个卢子循 和你们年龄一样 人家现在已经是 医学界的天才了 你们两个呢 除了打架 惹事 会干什么 龙谦捡起杂志 看了一眼 卢子循的妈妈 是国外某研究所的 科研人员 他发表的很多论文 还有手中的专利 都是他妈妈 当年的研究成果 根本就不是 他自己的成绩 龙威的嘴角抽出了一下 这小子 怎么什么都知道